明冻天下的女帝被暗算误食了银魔骨 身中剧毒 夏北辰关键时刻揭发叛徒 女帝带她一起逃亡 结果被女帝霸王硬上弓了 事后 毒素被转移到了体内的夏北辰 大呼 这笔有毒 从此绑定神级帝君选择系统 开启了挂逼式的修炼之路 被附加少门主秀财富 没事 我有一座无尽零食矿买 被万人尽的丹黄秀丹药 没事 我一个呼吸 搞定一颗灵丹 被天才少年秀美女双修 也没事 我有女帝帮暖床 众人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女帝 王的男人 第001章 刚穿越就被女帝硬上弓 这是 夏北辰悠悠地睁开了双眼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一个山洞里 一旁还有一个温泉池 她清晰地记得 自己去朋友家的农场玩 看到了两只母鸡在打架 便好心去劝架 不料 一只公鸡搬来篮球 把她给砸晕了 结果现在醒来 周边环境都变了 啊 好疼 这时 她的脑袋一阵炸裂感袭来 一股本不属于她的记忆 如潮水般涌进了脑海里 持续了一会 炸裂感消失 她多了一份记忆 这具身体不是她的 是一个也叫夏北辰的倒霉蛋的 在刚过去的一个时辰里 天穷大陆最泼富盛名 掌管着一方圣土的天玄宗女帝叶云星 竟然在宴会上 被几个跳反的属下 联合几大门派暗算 并误实了毒果 关键时刻 天玄宗平平无奇的外门弟子夏北辰 果断站出来 揭发了叛徒的阴谋 叶云星凭借着强悍的修为 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越用功法 中得毒就越深 无奈之下 顺手带上了已成叛徒眼中钉的夏北辰 一起逃亡 最后 两个人被追杀到深山 躲进了这山洞 刚一进洞 叶云星就毒性攻心 刺激她爆发了惊人的功力 竟把一起逃亡的夏北辰给震死了 而蓝星现代青年夏北辰 就是这个结果眼浑穿了她 检查了一遍 除了修为不咋低 身价比较穷之外 好像也没什么缺点 倒是有一副好皮囊 但想起叶云星走火入魔 和原主的不幸遭遇 她心里一阵害怕 扫了一眼四周 发现女帝叶云星并不在 何不趁机溜之大吉 然而 刚起身往洞口跑去 就看到一道黑影 出现在了洞口 一位头戴金色流苏粪冠 身着一袭珠红色露腿长裙 且拥有S型身材的 玉姐型美女 跌跌撞撞地 从洞外走了进来 我去 女帝叶云星 她回来了 打肯定是打不过 跑也跑不掉 就在夏北辰几辆发汗的时候 叶云星一个剑步 就到了她的面前 绝美的容颜 迷离的眼神 飞红的脸颊 那苏满圆润之处 起伏不定 让人心神躁动 苏养难耐 看到这样子的女帝 夏北辰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下一秒 没等她反应过来 叶云星吐气如蓝地 低哼了一声 便扑了过来 妈撒着她的手臂 美女 女帝陛下 夏北辰情急之下呼唤起来 但回应她的是 撕拉的一声 这声音 瞬间让她想起了一些 文艺片里 男主撕女主衣服的声音 一股清凉意 瞬间传来 夏北辰发现 自己的衣服 也被撕得稀巴烂了 下一刻 两个人一起摔进了温泉池里 哗啦地激起了雪白水化 一阵狂野而又律动的声音 随之回荡在山洞里 过程中 夏北辰看到温暖的水面 漂浮起了一抹烟红 如此一个时辰后 看着不着寸旅大战过后 靠着温泉边熟睡了的叶云星 夏北辰五味杂陈 竟然被女帝霸王硬上攻了 我特么二十年的楚男生活 就这样没了 就在这时 爹 宿主失身于女帝 绑定神级帝君选择系统 呃 夏北辰听到一道空灵的声音 差点吐血三声 被趴了 还能获得系统 看了那么多小说 还没见过这样获得系统的 宿主与异性互动 可获得亲密度 亲密度累积到一定值 可提升修为 警告 女帝体内的银魔果毒素 转移了部分至宿主体内 今后需每逢星月 月圆之夜 浇公粮一次 连浇三个月 方可清除毒素 每缺浇公粮一次 宿主年龄加速老化二十岁 累计三次未浇公粮 宿主将会遭毒火 焚身而亡 当前宿主年龄 二十一岁 本次失身算浇公粮一次 修为静阶一气 刷一声 一道光滑从天降落在了夏北辰的身上 恭喜宿主修为静阶 到灵武进大圆满 听了系统的介绍 夏北辰不免有些淡疼 爽是爽了 但这笔有毒啊 毒素竟然转移到了自己体内 他原本以为夜云星雾石的 只是穿肠烂肚的毒果 却没想到 勿食的是淫魔果 这玩意 堪称春天的炸药 吃了之后 一刻钟毒素就会攻心 且狂暴无比 一时辰就会邪念上脑 如得不到及时解决 就会遭毒火焚身而亡 看来 有人是想借淫魔果来 狠狠地侮辱女帝啊 居心叵测 只是 星月 月圆之夜 也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 要交一次公粮 这 一般来说 非单身狗和女票 每周几次都是正常的 可对方是大名鼎鼎的 天玄宗女帝 叶云星啊 说起这叶云星 夏北辰凭借着 原主的记忆得知 整个天穷大陆追她的人 排起队伍来 就相当于从蓝星的华夏 排到大洋彼岸的灯塔过 而且 步伐高手 自己仅仅只是 继承了原主灵武进后期 虽然靠着系统 晋升到大圆满的修为 但在天穷大陆 还只是菜鸟的级别 所以 一旦被追求她的人 得知他们两个人叉叉圈圈了 她不得被生吞活泼了 这笔被一只公鸡 用篮球砸死她还要惨 退一步 女帝叶云星醒来的话 发现她俩那啥了 确定不会把她给宰了 虽然是她先坐上来的 想到这里 夏北辰的心 异常忐忑 大家伙都睁大了眼睛 仔细找找 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传来 夏北辰一听 像是天玄宗的大长老 她就是策动了这场暗算 并让叶云星 勿食营魔果的主谋 一个时辰前 有青蓝宗的林丹靖高手 在附近被人用天玄星术击杀 想必就是以重剧毒 又强行运攻的叶云星了 天玄星术 顾名思义 是天玄宗的招牌功法 引星辰之力 汉天动地 威力不凡 一共分为七重 而身为天玄宗女帝的叶云星 早已练到了第七重 从外面人说的话中 夏北辰得知 一个时辰前 她之所以不再煽动 是因为出去 以中毒之身 强行击杀了追杀而来的青蓝宗灵 丹靖高手 结果 毒性大发激起了邪念 回来 就把她给印上弓了 另一道听起来 非常猥琐的声音传来 现在的叶云星 已是强弩之末 只要抓到她 大家就可以随便玩 这女帝玩起来 一定很得劲 一阵更加猥琐的笑声 震耳欲聋 听着架势 来了不少人 弟 宿主当前环境异常危险 你有以下两种选择 一 在山洞里找个位置藏起来 任由他人找到这里后 蹂躏女帝 奖励 豪宅一座 商铺百尖 良田万亩 二 以零五进之躯 出去嘲讽各大门派高手 奖励修为复刻一次 住 可选择任意敌人 复刻其修为 获得其功法 持续半个时辰 第002章 老东西 修不修 乍一听 第一个选项更优 妥妥的腰缠万贯 而第二选项 只有半个时辰的时效 要是该时间段里 不能打败敌人的话 后患无穷 但稍微细想 就会发现 第一个选项 与自己现在的处境相悖 要是选了他 不到两个月 自己就会因缺娇公粮 而遭毒火焚身而亡 那所有的财富 都将成为过眼云烟 他扭头看了一眼 还没醒来的叶云星 要不是叶云星 把外门弟子 夏北辰带出来 恐怕原主 早已被外面的人 给宰得渣都不剩 自己也无法 浑穿到他身上 现在 叶云星又以完毕之身 把第一次给了他 先不管他醒来后 会怎样对待自己 但既然逃了出来 那他就该为 他们的未来搏一搏 所以 半个时辰又如何 不放过任何一丝生机 握了握拳头 夏北辰坚决地选了二 随即 他捡起了地上的破烂衣服 稍微整理了下 发现还能遮羞 于是套回到身上 把关键部位遮住后 他便朝洞外走去 喂 一群指挥一营的二百五 你们沉夜我在这里呢 夏北辰走出了山洞 溜到了空旷之地后 指着正在玉空 搜索着的修士们大骂 闻声 久未不同修为 且来自不同门派的修士 几乎同时 转身看了过来 这不是今天坏了 我们好事的无名小辈吗 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男子 副手而立 不屑地说道 这人是万人宗长老之一 但他不是这些人里修为最高的 最高的是夏北辰同门 以及天玄宗的大长老封信子 炼神静初七 在这个世界里 修为境界由低到高为 灵武 灵聚 灵动 灵丹 灵圆 灵海 炼神 洞天 通天久境 每个境界又有初 中 后 大圆满四七 看了一眼其余七个人 最低的都有灵丹静初七的修为 在他们眼里 灵武近大圆满的夏北辰 碰上他们中的哪一位 都是拿鸡蛋砸石头 区区灵武近大圆满的外门弟子 哦不 你现在是天玄宗的叛徒 已被本宗逐出宗门 满头银发的天玄宗大长老 像看蝼蚁一样 看着夏北辰 实好歹 想留全师的话 就把叶云星藏身之地说出来 否则让你灰飞烟灭 话音一落 一股无形的威压 施加在夏北辰身上 一时间 让他喘不过气来 妈的 封信子 这可是你压自己撞枪口的 别怪我对你们的同伙 纳手催花 夏北辰紧紧地攥紧了拳头 一咬牙 随即狠狠地骂道 封信子 你就是个赔钱见货 你以为你联合几大门派 暗算陛下 就可以稳坐宗主之位了 我呸 你干脆拿块豆腐撞死自己 或者拿个面条吊死自己吧 你身边的那几位坏鸟 早就背着你联合起来 计划在你坐上天玄宗主之位后 昭告天下 说你害死了陛下 然后再对你实行围剿 封信子一听 眼神凌厉地看向了身边几位修士 山羊胡子急忙解释道 道兄 这雌黄小儿 已经坏了我们一次好事 不能听他一派胡言 另一位同伙 则指着夏北辰说道 既然他不交代叶云星的藏身之处 那就杀了他 封信子沉默了半赏后 凶神恶煞地看向了夏北辰 那今日 我就清理门户 九人中 修为最低 来自玄清宗的男子 提前迈出了步子 摩拳擦掌地说道 不劳烦你们动手 他交给我就行 见有人出手 封信子站在了原地 那就有劳到凶了 夏北辰不仅坏了他们的好事 还把他们都骂了进去 所以 一个个都对他恨之入骨 而刀杀鸡烟用牛刀 一个小小的林武镜菜鸟 还用不着林海镜以上的修士来杀 因此 封信子还将施加在夏北辰身上的威压 撤了 嘻嘻嘻 林丹镜出气的玄清宗男子 一脸奸笑地朝下北辰飞掠而来 但在他到达自己面前时 夏北辰竟然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这笑容 让玄清宗男子都忍不住发毛 没等他动手 夏北辰就率先对他轰出了一击 顿时 星光璀璨 一股气势磅礴的静直冲玄清宗男子 哄 下一刻 星辰之力轰中了肚子 他瞬间拱着身子倒飞了出去 最后撞击到了白米外的一座山峰上 立马激起了无数飞石走力 灰尘也随之弥漫开来 区区一个灵武镜大圆满 怎么可能 一位瘦得跟猴子似的男子 惊讶地张大了他那猴腮尖嘴 天玄心术第六重 封信子凝视着夏北辰这个天玄宗门外弟子 但语气中难掩惊讶 不可能 我练神经初期都只是将天玄心术 修炼到第六重 你一个连邻居镜都没有的小子 怎么可能到第六重呢 夏北辰则嘴角一撇 反问 承认人家优秀很难吗 说话间 白女外的山峰忽然一声爆破声传来 众人抬眼看去 一颗充满灵气的金丹 从灰尘中飘了出来 什么 一位灵海静的男子 身子猛的一顿 死子竟然一招 把玄心宗灵丹静修饰给轰杀了 修真恋到的事件 每高一个境界 就是爹一般的存在 所以 恋神静的修饰 可以披腻恋神静以下的修饰 除非对方有什么神兵力气 或牛批的功法 只是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 此时的夏北辰 在对他们一番嘲讽后 便进入了技能复刻的时效里 而他选择复刻的目标 自然就是这九个人里 修为最高的风性子 夏北辰呵呵一笑 对着那颗金丹一伸手 金丹就飞到了他的掌前 灵聚静才能做到的隔空取物 不对 你隐藏了修为 山羊胡子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大声喊道 你的修为不是灵武静 是炼神静 炼神静 七个人 包括风性子在内 都不约而同的惊呼一声 随即 他们纷纷探查起了夏北辰的修为 赫然发现 他已经是炼神静初期 和风性子不相上下 怎么 你们怕了 夏北辰低沉 而又霸气的声音传来 风性子咬牙切齿 好你个宗门叛徒 竟敢隐瞒修为 做出欺师骗阻之事 老东西 还在嘴硬 你活了1438岁了 还不如我这个年轻人 修不修 夏北辰话音一落 手掌一合 那颗金丹瞬间碎了 然后化作了虚无 杀法果断 夏手狠辣 除风性子外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他们甚至在心里觉得 夏北辰之所以敢坏他们的事 是因为有底气 而这底气 就是炼神静初期的修为 夏北辰的手指 扫了一圈剩下的八个人 炼神之间一换一 炼神之下我无敌 最后 手指停在了风性子身上 夏北辰的眼神 如同吞噬万物的黑洞版 话音一落 未等他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夏北辰就到了一位 陵渊进大圆满的修士面前 第003章 一个都不留 一拳蕴含着六重天玄 星术之威的星辰之力 轰在他的肚子上 这修士在自己的闷横声中 瞪大了双眼 更甚的是 他的十海中 听到了咔咔咔的碎裂之声 不一会 哐郎一下 丹田 竟然碎了 丹田一碎 修士再也不能凝聚灵气在体内 也就不能再踏上这修炼之路 从此刻开始 他数百年的修为废了 但夏北辰并没有就此把手 因为他深谙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夏北辰手绝一掐 对方瞬间 被四道从天而降的星光围住 身子如智牢笼 动弹不得 不好 这是星光复 风信子看着同伴 身外的星光牢笼 忍不住惊呼 星光复是天玄星术的技能之一 使用者修为越高 其威力越大 不过当初为了避免同门相残 天玄宗创派祖师 在创立着术法时 特地加了限制 集队会星光复的同门使用的话 作用会大打折扣 和普通绳索的束缚没两样 道秀 快救救我师弟啊 山羊胡子焦急地请求道 这灵渊镜修士 是他万人宗的同门师弟 风信子既尴尬 又难为情地说道 除非跪师弟 拥有空间领域方可躲避 否则 结果 风信子的话还没说完 山羊胡子的同门师弟 就在自己惊恐的表情中 扑了那位灵丹镜 初期修士的后尘 肉体化作了无数碎片 并归于虚无 之后 一个拳头大小的透明灵体 在星光牢笼里 窜来窜去 这便是灵渊镜修士 才有的倒胎 也叫原因 长得还有几分可爱 想逃 哼 夏北辰一笑 星光复急速缩小 揪一声 山羊胡子同门师弟的原因 也化作了虚无 剩下的七个人 呆如木鸡地愣在了原地 没想到 夏北辰的这一系列动作 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其他人反应过来之际 同伴人已经没了 对于修为低于炼神镜的修士来说 这无异于虐杀 山羊胡子双眼血红 对夏北辰的恨意 如潮涌般袭来 他寄出了一把大宝剑 就要冲上去 和夏北辰拼命 一旁兽猴士的修士 急忙拦住了他 胡长老 不要冲动 随即该修士看向了封信子 封长老 这里只有你与他一战 还望你来拖住他 我们寻找机会 将其反杀 封信子 今天你才是大逆不道之徒 夏北辰立于半空中 历生喝倒 今日有我在 休想在商业云新一根汗毛 我还要让你成为昙花 让你和这几个不入眼的垃圾 命丧于此 狂妄 封信子愤愤地看着夏北辰 不过他也清楚 同杰相斗 如果没有更优的神兵力气或功法 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但毕竟自己这边人多 所以他同意了授侯修士的剑意 正 一把遍体通红的三尺剑 凭空而出 剑身四周电闪雷鸣 助雨飞飞 一看就不是等闲之物 非常剑 这是封信子的剑 斩杀过无数修士 今日共进退 拜托诸位了 封信子提着非常剑 就朝下北辰掠了上去 剑撞 其他人也飞到了不同的角度 准备对夏北辰实施围剿 尼图 去死吧 距离夏北辰 还有两丈远的时候 封信子劈出一剑 刷 剑气携带着闪电和细雨 一起朝下北辰横切而去 然而两丈外的夏北辰 竟是露出了轻蔑的声音 哼哼 小样 封信子抬眼一看 一道同样携带着闪电和细雨的剑气 朝他这边竖着切了过来 刷 哼 两道剑气 对撞在了一起 爆发出了惊人的威力 一道能量波 从爆炸中心往外急速扩展 所到之处 玉树则树断 玉石则石碎 玉人则依裂 扑吃 三个没到林海静的修饰 喉咙一甜 纷纷吐出了一抹鲜血 两个恋神竟初期的修饰战斗 很好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就连当事者夏北辰和风信子 都受到了一定的波及 两个人纷纷倒飞了好几丈距离 风信子看着变态般的夏北辰 尤其看到他手中握着同样的剑石 气得气血攻心 也吐了一滩血 为什么你也会有非常剑 没有受伤 也没有火气攻心的夏北辰 稳住了身子 傻了吧 不知道宗门有两把非常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风信子歇斯底里地喊道 满眼地不相信 殊不知 他的剑也被夏北辰给复刻了 而此时 复刻时效已经过去了两刻钟 这意味着时间已经过半 就在这时 夏北辰感觉到一股霸道的灵气 传到了自己的后背 奇怪 怎么突然会这样 就在他疑惑之际 体内的丹海里灵气也开始了旋转 一股强悍的力量 仿佛要冲破桎骨 喷泊出似的 丹海 只有到了临海境 才会有原来的丹田开辟而成 以便容纳更多的灵气 现在夏北辰因为复刻了风信子的修为 所以丹田也开辟成了丹海 此时不出手 更待何时 夏北辰看着正在抹着嘴角血迹的风信子 力声喝道 放弃抵抗吧 风信子 随即他手中复刻而来的非常剑 直指苍穹 不过这一次 和刚才的情形不一样 闪电和雷雨围成了一个外圈 而里面则是星辰流转 荧光璀璨 什么 两种异象同时出现 山羊胡子等人 骇然地看着一方苍穹之上 出现的两种异象 这简直就是 两种极端 就连风信子也是 瞪大了双眼 非常见与天玄心术结合 怎么做到的 想知道 夏北辰吧 夏北辰往后倒飞了数十丈 最后悬停在半空中 对着风信子 和山羊胡子等人 就挥下了一箭 噼里啪啦 咻咻咻咻 外圈无数闪电和雷雨 那圈则无数流星 朝目标轻压而去 两种极端的异象 又形成了强大的气流 将七个人的衣服 吹得烈烈作响 分布在不同位置的七个人 猛然抬头看去 这气势 堪比杜竭 这小子 到底是什么来头 山羊胡子 急忙给自己布了一道防御 那三位林海静以下的修士 最先受到了伤害 还没来得及不防御结界 就遭遇了无数流星穿体 凄惨的叫声 响彻天地 他们的原因 在肉身暴体的那一刻 拼命地往外逃窜 然而 等待他们的是闪电和雷雨 噼里啪啦 哄 终究是没能逃过 瞬间就化作了虚无 而山羊胡子 和另外两位修士 都是林海静 不过 他们的防御结界 咔咔咔地出现了裂痕 哐浪 防御结界应声碎开 就在他们即将要万星穿体之际 风信子赫然拖着受伤的躯体 来到了他们面前 他的防御界面 还没有碎裂 快 堕灵气 风信子大声提醒道 山羊胡子三个人 随即吃力地度着灵气 给风信子 这四人 一个都不留 忽然 一道霸气而灵力的声音 破空而来 不过 这话比并不是夏北辰说的 甚至都不是男人的声音 而是 女人的 第004章 这等游物 竟是便宜了这小子 不管是夏北辰 还是风信子四人 在听到这道霸气的女音时 都忍不住看了过去 赫然看到 一位拥有着绝色容颜 和诱人身材的女子 傲然立于夏北辰身后 侧十几丈远的半空中 叶云星 再看到她之后 夏北辰眉头微皱 难道刚才那股磅礴霸道的灵气 是叶云星传来的 那寿侯式的玄清宗修士 不可思议地看着叶云星 这娘们 不是误食了银魔果吗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 一点事都没有 叶云星和夏北辰 不甘地说道 想不到这等游物 竟是便宜了这小子 辛辛苦苦地计谋 到头来 给一个矛头小子做了嫁妆 风信子一咬牙 提醒道 叶云星的毒怕事一解 诸位找准时机就撤吧 毕竟叶云星 可是恋神大圆满的修为 且天旋星术已达第七重 对付比他修为低的人 无异于虐财 更何况 还有一个变态的夏北辰 想逃跑 叶云星冷冷的声音传来 如同领动里的寒冰 我看你们还是留点时间 后悔今日所作之事吧 说着 叶云星右手轻轻一挥 一道更是磅礴霸道的灵气 作用在了夏北辰的后背 丹海里的灵气 旋转得更快了 叶云星薄唇轻起 被夏北辰不温不韵地说道 剩下的 交给你了 嗯 夏北辰轻轻点头 看回了正在苦苦抵抗着 非常剑和天旋星术 联合攻击的风信子等人 正 非常剑悬空而起 直指风信子等人 夏北辰手一挥 剑带着灵力的剑气 朝风信子面前的防御 结界飞去 接着 夏北辰手绝再次一掐 四道星光从天而降 将风信子四人 笼罩在了其中 山羊胡子和兽猴士的男子 以及另一位 林海静的修士 瞪大了双眼 心里一股不妙之感 油然而生 完了 替他们挡在面前的风信子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说出了这两个字 因为他很清楚 此时的夏北辰 施展出来的新功夫 比刚才用来对付山羊胡子 同门失地时的新光妇 更具威力 这让同为天旋宗门人的风信子 都体验到了一股强悍 且霸道的束缚感 不用多想 就知道是叶云心所为 而风信子话音刚落 他面前的防御结界 在非常剑的攻击下 不堪一击 咔咔咔地硬声裂开 不过 非常剑却在他眉心前 两寸的地方停了下来 他的身后 顿时传来了凄惨的尖叫声 扭头一看 山羊胡子三人的身子 赫然被急速缩小的新光牢笼 给挤压得变了形 就 可怜的三人 话才说第一个字 肉体就破碎了 他们的原因也在劫难逃 统统化作了虚无 有了叶云心传来的灵气 所加持的新光妇 其威力可见一般 比夏北辰 以炼神境初期修为施展出来的新光妇 强上数倍 三刻中不到 追杀而来的九个人 只剩下一个人 夏北辰没有一件刺穿风信子的眉心 并不是因为他妇人之人 手下留情 而是 让给叶云心来处置 毕竟 风信子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针对他的 夏北辰往后看了一眼叶云心 随即说道 清理门户的事 还是交由宗主陛下来吧 听了他的话 叶云心微微点头 然后欲空迈步 走到了他身边 眼神凌厉地看着 已经被星光复束缚住的风信子 我就问你一个事 叶云心开口说道 你贵为天玄宗大长老 又替我执宰一方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何还要做出这等大逆之事 哈哈 风信子却是仰天大笑了起来 不料刚笑没多久 就一声啪的脆响 回荡在山间 风信子的笑容猛的一致 接着表情像吃了死老鼠一样难看 就连高冷霸道的叶云心都不禁一愣 只见此时的夏北辰 站在了风信子的面前 右手还拿着一只鞋子 而与鞋子相呼应的 是风信子左脸上的血红色鞋印 原来 在风信子仰天大笑之际 夏北辰脱下鞋子 就给他的脸蛋招呼了过去 回答宗主陛下的问题 夏北辰盯着他的双眼 说道 你个 风信子如受了奇耻大辱 指着夏北辰就要开骂 然而 他的食指刚一伸出 便寒光一闪 血色飞溅 下一刻 风信子的食指 便被迫离家出走了 只见夏北辰此刻是 左手一把剑 右手一只鞋 那富克尔来得非常剑的剑刃上 一滴鲜红的血滴落了下来 不想断手断脚 就老是回答陛下的问题 夏北辰表情严肃地警告起风信子 风信子却嘴硬地说道 我无话可说 要杀要寡 请便 叶云心则摇头道 明完不化 天玄宗创立万年以来 第一个造反的弟子当属女 随即单手一收 挂在风信子腰间的一块 预制腰牌飞到了叶云心手中 风师叔 如果我没记错 你拜入天玄宗已有1400年 现为宗门里年纪最长者 叶云心看着手中 象征着大长老身份的腰牌 颇有感慨 早听我师父说过 你当年虽然资历平平 但修炼起来是同辈中最勤快的 且为人处事也颇得人心 说到这里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难掩心中的遗憾 师父与花钱 曾告诫我 一定要善待每一位师叔版 不可先同门之政 尤其是风师叔 尽量倾斜资源 助其突破桎梏 争取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大道 风信子眼眶微动 看来叶云心的话 还是让他有些触动的 如今他已经1438岁 虽然修为不是宗门一众长老里最高的 但地位却是最高的 夏北辰从原主的记忆里得知 天玄宗在近500年来 通过陆续的征伐 获取了大量的领土和人口等资源 三百年前 天玄宗宗主 也及叶云心的师父清晨上人 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 不久后陨落 于是 叶云心从其师父清晨上人手中 接下了天玄宗 成为第六代宗主 从那时候起 叶云心带领着天玄宗 成长为了天穷大陆首屈一指的巨博 不过天穷大陆上 并不像他们华夏古代 那样以皇室建国 来统御治下的领土和人口 而是以宗门的形式来统御 又因天玄宗管辖下的一方圣土 位于天穷大陆的北部 所以被人称为北玄 其实 也无异于一个国家了 天玄宗独占天穷大陆 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 剩下的三分之二 则由大大小小的无数宗门瓜分 在一些修士眼里看来 叶云心高冷无情 沙发果断 但对自己治下的百姓 却十分仁爱 所以 他深得百姓爱戴 也吸引了天穷大陆 其他宗门治下的人才 纷纷入北玄 他因此被称为北玄女帝 北玄也因他进入了 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期 就看他能维持多久了 而封信子 被叶云心为以重任 不仅担任天玄宗的大长老 还宰治北玄 换句话说 他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宰相 权力上 别说北玄了 放眼整个天穷大陆 除了叶云心 无出其有 真正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就是这样一个平日里 兢兢业业的人 竟然一夜之间 成了天玄宗 挨治北玄的头号逆贼 叶云心将视线 从腰排上移开 看向了封信子 封师叔你这么做 对得起天玄宗的祖师吗 对得起宗门多年来的栽培吗 封信子闭上了双眼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随即说道 罢了 罢了 今日之事 皆因 不料 话才刚出口 他的身上就突然冒出了一缕黑烟 夏北辰忍不住疑惑地 疑了一声 但下一刻 他就被叶云心拽着 往后倒飞了数十丈远 与此同时 他们看到封信子的表情 忽然变得扭曲起来 而且 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来 但从他的眼神里 依然看得出来 有些不甘与懊恼 只是 没有悔恨之意 黑烟很快遍布封信子的全身 更甚的是 形成了无数的虫子的轮廓 并开始啃食起他 夏北辰骇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身上不禁起了鸡皮疙瘩 就连见多识广的叶云心 也不禁猝起了眉头 宗主陛下 封信子这是怎么回事 夏北辰忍不住问道 鼓毒 叶云心警惕地 看着封信子的变化 话音一落 一阵震慎人的啃食声传来 一时间 黑烟弥漫里的封信子 血肉模糊 甚至异常恶心 叶云心忍不住捂住了胸口和嘴巴 见状 夏北辰斗胆伸出了自己的臂膀 将其揽入了怀里 并把他的脑袋埋到了他的胸膛 叶云心没有抵触 大约过了半分钟 黑烟散去 但场中已经不见了封信子 看来他已经被鼓毒化化而成的虫子 啃食的渣都不胜了 没有再听到那圣人的啃食声传来 叶云心抬起了脑袋 离开了夏北辰的怀抱 看向了封信子刚才所在的地方 叶云心悠悠一叹 说道 看来他不仅和一些自诩正派的势力勾结 还和某些黑暗势力勾结 结果落得个生死神秘的下场 夏北辰不解地问道 这鼓毒是哪个黑暗势力的 叶云心摇了摇头 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鼓毒 他的手攥成了拳头 诱导 但可以肯定 封信子看似主谋 其实也只是这次谋逆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这使用鼓毒的人 恐怕才是事件的真正幕后黑手 就在叶云心说出自己猜测的时候 夏北辰赫然看到 一抹拇指大小的黑烟 忽然迅猛地朝他们袭来 第005章 把人家弄疼了 那地方有些 一眨眼的功夫 黑烟立马换成了一只巴掌大的 飞蛾模样的虫子 小心 夏北辰条件反射地 将叶云心拽到了身后 看着挺身而出 立于面前的夏北辰 叶云心眼波流转 星湖荡漾 不过 夏北辰却赫然发现 体内的丹海正在逐渐缩小 一下子就回到了丹田的状态 而手中的非常剑也凭空消失了 身上的修为更是回到了解放前 坠崖式的 从炼神境初期 调回到了灵武境大圆满 嗯 身后的叶云心 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忍不住发出了疑惑声 迅速一叹 好家伙 修为竟然从一只雄鹰 变成了一只小菜鸟 而听到他的声音 夏北辰也是尴尬到家了 在这英雄救美的结果眼上 修为复刻的时效到期了 更甚的是 那只黑烟换成的飞蛾 已经到了他们一丈远的地方 换我来吧 叶云心说话间 一只柔仪抓住了夏北辰的手 将其拉向身后的同时 自己则措身而上 另一只柔仪轻轻一挥 便轻描淡写地施展出了七彩光芒 七彩光芒迎着黑烟换成的飞蛾飞了过去 并在半程的时候 迅速交织成了一朵盛开的花 没想到叶云心施展出来的术法 跟他的人一样 这么有颜值 夏北辰因为惊艳而心中感叹之际 七彩花刷一下 将黑烟换成的飞蛾给吞噬了 欣喜的叶云心为了安全起见 还施加了星光芙 防止飞蛾逃脱或反扑 一会后 黑烟散去 七彩花也消散了 叶云心再三确认 没有黑烟残留之后 才把星光芙给撤掉 好了 没事了 回过身来 叶云心看向了夏北辰 同时手一松 结果 夏北辰条件反射地瞪大了双眼 啊地尖叫了一声 并不是因为他看到了什么惹火的画面 而是自己才零五进大圆满的修为 压根就不会欲空 所以 他的身子 几乎是以自由落体的状态往下坠 嗨 叶云心悠悠一叹 便朝夏北辰追了下去 在夏北辰即将与大地 来个亲密接触的时候 身子猛的一顿 映入眼帘的 是一双可以完年的大长腿 这个角度 瞬间让夏北辰 忘却了刚才尖叫时的狼狈样 取而代之的是 摄影师家鸡腿的心情 悄悄地往大白腿上方描去 然而 就在他即将从夏北辰改名为苗人凤时 叶云心将其翻转了过来 天旋地转之后 夏北辰脚着地 安全着陆 不过还没站稳 一股相风袭来 接着一双明眸 便对上了他的双眼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叶云心便直直地盯着他的双眼 问道 两个时辰前 没有苗够 夏北辰想都没想 摇了摇头 叶云心眼神忽然凌厉起来 夏北辰这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摇头了 摇头不就代表没苗够吗 玩犊子 陛下 你听我解释 叶云心问道 解释什么 夏北辰解释道 两个时辰前 太突然了 确实没苗够 结果 叶云心翘脸刷的一下 红了 混蛋 叶云心趁怒地扬起拳头 就要揍他 不料 拳头还没碰到夏北辰 他便皱起了眉头 嘴里发出了丝的声音 就在夏北辰疑惑之际 叶云心放下了自己的粉拳 并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小腹 表情也有些小痛苦 怎么了陛下 夏北辰急忙上前扶住了他 关心地问道 叶云心轻咬薄唇 哀怨地说道 两个时辰前 你把人家弄疼了 那地方有些 有些撕裂感 说到这里 他的声音 越来越小 呃 夏北辰倒是愣住了 少请 他回过神来 弱弱地问道 陛下 你当时不是中毒 没有意识了吗 你怎么知道 那撕裂感是我弄的 叶云心骂道 废话 那么大 没有意识都撑出意识了 面对着女帝的称骂 夏北辰没有不生气 反倒是有些小开心 和小得意 毕竟他直到看见了 水里的那一抹红 才知道那是 叶云心的第一次 如同一颗 从未使用过 且没有坏牙的裸母 紧致不松弛 不过 看着疼痛不安的 叶云心 夏北辰那怜香 惜玉的心 便被吊起了起来 于是在 叶云心的面前 背对着他 蹲了下面 我背你 夏北辰说道 叶云心微愣 一会后拒绝道 不用 夏北辰一听他拒绝了 便站了起来 混蛋 就不知道坚持下 我好歹是天玄宗的宗主 北玄的女帝啊 叶云心看到夏北辰起身 心中莫名升起了一阵失落感 然而就在他患得患失的时候 夏北辰却是转过了身来 向他靠近 你 你要干嘛 叶云心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 夏北辰则成是栖身而上 右手将其拦腰抱住 这还没算完 夏北辰左手伸向了叶云心的大长腿 两个人的肌肤在腐衣接触下 叶云心条件反射地打了一个机灵 没想到 这妮子这么敏感 夏北辰将其来了一个公主抱 叶云心本想反抗的 结果夏北辰说了两个字 别动 语气坚定而霸道 不容反驳 纵使是贵为一宗之主的女帝 也被她说的话 给压制住了血脉似的 最后 叶云心乖乖地让夏北辰抱着 还害羞地把脑袋埋进了夏北辰的怀里 这地方前后让十个灵丹七 及以上的高手允命于此 已经不宜久留 所以 夏北辰没有抱着叶云心回山洞 而是朝南边走 路上 叶云心低声说道 你虽是我们天玄宗的外门弟子 但我还未知你名字 夏北辰嘴角一瞥 接道 你是高高在上的宗主 又是明洞天下的北玄女帝 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实属正常 叶云心微微抬头 看向了她 所以 你叫什么名字啊 夏北辰 夏天的夏 北玄的北 星辰的辰 夏北辰 叶云心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随后提高了些许分配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更为了我不惜与九位灵丹七以上的高手为敌 尤其那句今日有我在 休想在商叶云心一根汗毛的话 对我触动很大 我知道 也因我的缘故 因魔果的部分毒素 转移了到你的体内 夏北辰苦涩一笑 这就是风流的代价啊 叶云心再次轻咬薄唇 随即羞答答地说道 这个代价 我会承担责任的 我更不会让你死的 什么 夏北辰 微愣 叶云心脸色飞红 伸手指向了一处比较繁盛 且涨势颇高的草地 要不 我们 我们再试试看 能不能把你体内的毒给解了 看着怀里的美人 夏北辰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野外战斗 第006章 又被逆推了 叶云心羞答答地看着他 似在期待着他的硬程 咕噜咕噜 夏北辰依然是一边吞咽着口水 一边说着 陛下 野外战斗虽好 可不要贪多 可那感觉 很奇妙 叶云心红着脸说道 痛 却快乐着 而且 感觉那是会上野 夏北辰沉默了 好一会之后 他关心地说道 你不说 那里已经有了撕裂感吗 我怕你吃不消 叶云心抿了抿民人的柔唇 然后轻轻地问道 要不 我帮你吸出来 夏北辰的身子 猛的一顿 这 花音刚出口 叶云心便从他的怀抱里挣脱了下来 并将夏北辰 推倒在了草地上 我竟然 又被你推了 夏北辰心中大呼之际 某个地方忽然一阵清凉 但很快 就被温润取代 叶云心轻盈地嗲嘴声传来 夏北辰只觉得 自己人虽在草地 但魂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 小半个时辰后 夕阳西下 天上的红云将大地映沉成了一片红 在一阵哆嗦后 以你减退 叶云心左手捂着嘴站起了来 并侧了身去 右手一翻 手掌朝上 随即一只白玉瓶出现在了他手中 一翻洗漱后 叶云心将白玉瓶一扔 随即躺在了夏北辰的身侧 一起看着绝美的夕阳 看着火烧云的天空 他轻声唤道 北辰 嗯 夏北辰扭头看向了他 他继续说道 以后 你叫我云心吧 没有犹豫 夏北辰立马答应 好 我有些话要问你 叶云心翻身趴着 并双手撑着下巴 这模样 清冷之中 带着些许俏皮与可爱 而正是这样趴着 那苏满之处 竟收下北辰眼底 让其大饱眼福 这不比天空的火烧云好看 夏北辰一边欣赏 一边回道 你问吧 叶云心没有回避他的眼神 问道 你刚才的修为 怎么突然暴涨到了恋神进出气啊 这个问题 倒是把夏北辰给问住了 告诉他 自己获得了系统 复刻了封信子的修为和功法 那估计会被他当成傻子 或者骗子 人家又没看过这方面的小说 想了想 夏北辰说道 很久很久以前 我遇到了一位神秘人 送了我一块一次性的御符 说关键时刻可以拿出来 复刻敌人的修为和功法 这样哪怕不能打败对方 也能跟对方打个平手 叶云心没有多想 点了点头 信了 不过 他问道 那就是用了这次 就不能用吗 夏北辰点头道 是啊 在使用之后就破碎消失了 叶云心带着歉意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我 这御符还在 对不起 夏北辰摇了摇头说道 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也不能说是因为你 毕竟 从揭发封信子忤逆的那一刻起 我便 已经成了池子里的鱼 它们迟早会消灭我 叶云心帮夏北辰 把关键地方收好 然后起身将他拉了起来 站在夏北辰面前 叶云心无比认真地说道 只要有我叶云心在 我就会护你周全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男人 王的男人 被民动天下的女帝表白 夏北辰心头猛地一跳 爹 为等夏北辰反应过来 那空灵的声音 在他脑海里响起 恭喜宿主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 经与叶云心的疯狂互动 亲密度达到了1314 因1314有 一生一世的寓意 属于幸运数字 献特奖励宿主 无尽临时矿卖一座 并附赠无尽领域 顾名思义 该矿卖位于无尽领域之内 其临时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必要时 宿主还可藏身于 无尽领域之中 系统空灵的声音一落 夏北辰就感觉到了 自己的左手食指 多了一样东西 微微低头一看 发现是每一枚戒指 不过很快就隐行了起来 低调 奢华 将神识探入了其中 发现 竟然是一个辽阔无边际的空间 而且 里面风景秀丽 有山有水 甚至烟雾萦绕的山腰上 还有一处亭台楼阁等建筑 建筑群百里外 一座巨大的零石矿卖 宛如长龙一般 横登在无尽领域里 零石 天穷大陆的硬通货 是这里的流通货币 夏北辰万万没想到 与叶云星达成到了 13147密度后 竟然会获得 一座零石矿卖 这让原本穷的叮当都不响的他 摇身一变 成为了钻石王老五 原本的他 只是高和帅 现在有叶云星的原因 成了高副帅 谁说心中无女人 拔刀自然神呢 夏北辰今日就要 把这话纠正一下 心中有女人 拔刀自然神 随即 他情不自禁地 将叶云星揽入了怀中 好一会之后 夕阳落了山 天色渐晚 两个人便计划去 距离这里不远的一座小镇 红叶镇 走之前 叶云星将头上的 精致流苏粪冠 给摘了下来 放入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并摇身一变 换了一身着装 淡蓝色的低胸装长裙 将完美的锁骨露了出来 一片透明的薄纱 俯过苏满之处 若隐若现 令人神望 一对腿完年的雪白大长腿 其狱卒配上了一双 淡蓝色的高跟鞋 等等 这里竟然也有 高跟鞋这种东西 这不禁让夏北辰 想起了华夏动漫里的 一些女神角色 譬如九哥里 翩翩起舞的燕灵机 斗罗里 优雅性感的水边 雪阴里 冰冷独立的于静秋 陡破里 平静甜然的云韵 而眼前的叶云星 丝毫不比他们差 看着北学女帝的叶云星 也不禁让夏北辰 想起了一句诗 北方有家人 绝事独立 叶云星原地转了一圈后 拿出了一块轻薄面纱 戴在了脸上 并对夏北辰柔声说道 我们走吧 说完便牵着夏北辰的手 随即两个人腾空而起 由叶云星 带着夏北辰玉空而行 当到达了红叶镇上空 并落在街道上时 两个人立即吸引了 不少人好奇的目光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看到叶云星时 都是眼前一亮 而看到 他身边着装有些破烂的夏北辰时 女的是为一朵鲜花 插在了他身上而惋惜 男的 则对他是满眼神的刀子 第007章 一起嗨皮 一起双修 夏北辰清楚 这些家伙 纯属羡慕极度恨 尤其一些修为比他高的修士 恨不得立马就把他给刀了 按理说 看到戀神镜大圆满的修士 很多人会敬而远之的 可这些人却相反 不知道的 还以为叶云星是他们的灵家小妹 带着好奇 夏北辰查看了下叶云星的修为 赫然发现 竟然是凌俱镜出气 没想到 他竟然不声不响地 隐藏了自己的修为 这个世界 灵武镜的修士 还不会遇空飞行 只有到了凌俱镜才会 所以 叶云星现在是仅仅保留到了 可以遇空飞行的入门级境界 这让夏北辰想起了一个词 扮猪吃老虎 女帝也会玩这招啊 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 夏北辰和叶云星入阵之后 走了没多久 发现前路竟然被人给挡住了 夏北辰一看 一位玩世不恭的锦衣年轻男子 怀里拥着一位欲哭无泪 脸上十万个不情愿的妹子 并且她的身后 站着几位吊锒的男子 锦衣年轻人的修为是灵动静中期 她身后的几位男子 有一位是灵丹静初期 其余的不是灵动静初期 就是灵聚静 哦 对了 她的屁股下 还坐着一位 只见一位灵聚静初期的男子 正拱着身子 给灵动静中期的锦衣年轻人 当板凳座 锦衣年轻人 狠狠地在怀里妹子的屁股上拍了一下 然后就把她给推开了 妹子如灵大射 急忙拔腿就跑 这样子 像极乐刚从湖口里 狗家的少爷吗 他怎么来这里了 哎 狗家少爷出游 寸草不留 这么夸张 有钱 可以为所欲为 周边围观的吃瓜群众 见到这一幕 便议论纷纷 锦衣年轻人慵懒的抬眼 对夏北辰和叶云星 吹了一声口哨 夏北辰从他们的议论中得知 这家伙是北旋青阳城的大族 狗家的少爷 狗家 在青阳城乃至周边的几座城里 算得上是富甲一方 而这少爷 名叫狗不骄 据说因为名字有个不字 他爷爷便在临终前 指定狗家的所有不装 都转到他名下 因此 江湖中人称不歌 虽然修位不怎么高 但是却凭着超能力 豢养了不少灵丹镜 到灵海镜的修饰 平日里做了不少为父不仁的事 而狗不骄在这里 像一尊神一样 坐在手下的背上 看着人来人往 已经有半个多时辰 其目的 就是想找一位美女一起游玩 一起happy 一起双修 要知道 并不是满大街的炼神镜 所以灵海镜在一些地方上 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所以 很多人虽然对狗不骄不满 但碍于实力问题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路过的时候 都闭得远远的 叶云星看到陆背挡 便冷冷地喝道 你叫狗不骄 听到美人把她的名字 叫成狗不骄后 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尤其是夏北辰 笑得都捂着肚子了 狗不骄气的脸色通红 但还是忍住了 在外面面前保留了一丝克制 她问道 美人 你是来红叶镇欣赏红叶来的吗 红叶镇 顾名思义 是一个秋冬里 长满了红叶的小镇 这里 不像一些地方那样 春夏秋冬分明 而是一年只有两季 那便是春季和秋季 所以 一年里有长达六个月的红叶期 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前来观赏 正因此 狗不骄也自然而然地 把夏北辰和叶云星 当成了是来这里观赏红叶的一对小情侣 叶云星说道 我们本来是看红叶的 但是看到了狗 狗不骄继续强忍着不悦 整理一下他自己的衣冠 随即说道 像你这样的人中之凤 就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中之龙在一起 所以 你若跟着我 我今晚就带着你 欣赏欣赏红叶镇的美景 说着 他站了起来 不懈地瞥了一眼夏北辰 像这种乞丐 怎么配合你在一起呢 爹 就在狗不骄一脸鄙视夏北辰的时候 夏北辰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宿主当前遭遇附加纹固子弟挑衅 你有以下两种选择 一 认耸 跪下唱征服 把叶云新拱手让人 奖励 修为进阶到聚灵境大圆满 二 对回去 对到他娘认不出他爹来 奖励 速度加长 宿主将会在任何行动 除了叉叉圈圈 拒绝做快枪手 速度上快人一步 靠 系统进挖坑 选项一的奖励 竟然足足让修为 跨了一个大境界 但是 作为一个男人 怎么能在别的男人面前认耸呢 更何况 叶云新现在是自己的女人 俗话说 怀必其罪 作为王的男子 夏北辰只要走在叶云新的身边 招来麻烦的几率就很大 毕竟叶云新身材那么火爆 颜值又是倾国倾城 哪怕现在戴了一块轻薄面纱 也依然抵挡不住 他那角色的气质 选二 没有犹豫 夏北辰果断选了二 此时 叶云新面对狗不娇 对夏北辰的嘲讽 有些不耐烦 他生平最看不惯的行为之一 就是这种不学无术 只会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臭钱 就完事不公的顽固子弟了 所以 他抬起了手 朝狗不娇走了过去 不料 刚走了几步 就被夏北辰给拉住 叶云新回头看了一眼 夏北辰对他微微摇了摇头 接着 夏北辰男友力爆棚地站在他面前 看着两米远的狗不娇 说道 早听闻青阳城的狗家大少爷 是个顽固 为人甚是混蛋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 狗不娇嘴角猛的一抽搐 夏北辰继续说道 这么一个含着金钥匙出声的人 修为却不长进 属于又菜又爱玩的垃圾 垃圾也就算了 还没有一个女人真心喜欢他 狗不娇双拳紧握 眼神凶狠地盯着夏北辰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当面这么说我了 上一个这么说的人 已经被人扔去喂狼了 此话一出 周围的吃瓜群众 纷纷替夏北辰捏了一把汗 刚才还想用眼神刀了 夏北辰的那些人 瞬间对他产生了同情 狗家的狼 一口下去 而且不止一头啊 被扔去喂狼的话 那下场跟零池没区别 唉 有人叹息地摇了摇头 拥有一副好皮囊又有什么用 拥有一位角色伴侣又有什么用 修为不够 到头来 还不是喂了狼 第008章 美人 今晚 嘿嘿 让你喊破猴 对于零武进大圆满修为的夏北辰 他们是一点不觉得他可以反转 至于他身边的女子 也才零俱进出气的修为 两个人怎么跟狗不娇豢养地修饰对抗 此时跟待宰的羔羊没区别 甚至有人开始劝下北辰和叶云星从了他 然而 就在狗不娇嚣张跋扈的威胁 吃瓜群众同情夏北辰之际 一声啪的脆响 在这条街道传开了 这猝不及防的一下 属实让所有人都傻眼了 连狗不娇身后的手下们都愣住了 就在大家以为是夏北辰动手给了狗不娇一个大笔兜的时候 赫然看到了一位中年男子站在了狗不娇的身侧 是他给了狗不娇一个大笔兜 原本想要利用速度加成打狗不娇 一个措手不及的夏北辰 急忙停住了自己的动作 尤其在有人替自己抽了一巴掌狗不娇之后 夏北辰回退到了叶云星身边 省得待会有人说是自己抽的 看到这位中年男子 狗不娇身后的手下们纷纷往后退了两步 而且 像急了见到了猫的老鼠似的 纷纷害怕地低下了脑袋 可见这人的分量不低 狗不娇一边捂着被甩了一巴掌的脸蛋 一边不可思议地瞪着一双眼睛 二 二叔 你 原来来者 是狗不娇的二叔 自从狗家老爷子去世后 狗家除了狗不娇的父亲 就是狗不娇的二叔权力最大 其修为也达到了林海经大圆满的境界 所以 狗不娇豢养的那些修士 不管是权力上 还是修为上 都对他忌惮三分 混账 狗二叔当着众人的面骂了起来 光天化日 见天色见暗 感觉用词不当 立马改口 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在这挑衅他人 你知狗家的颜面于何地 狗不娇面对二叔的打骂 虽然憋着一股怨气 但是却不敢爆发出来 摸了摸自己那辛辣的脸蛋 他委屈地说道 二叔 娇只是想要他们二位 一起去赏红叶罢了 你当你二叔是瞎子 狗二叔背着手说道 你刚刚在大街上干的龌龊事 我在一旁都看到了 不觉得丢人现眼 周围的吃瓜群众看到了这里 纷纷议论起来 这狗家二当家 怎么也来红叶镇了 红叶镇有他们狗家的分多 来这里也正常吧 我听说 以前都是狗家老大来 从未见过他来啊 管他呢 这狗二叔三观还是挺正的 敢于教训狗家二世祖 有他二叔在 这狗不娇应该不会为难 这对小情侣了吧 看样子不会了 狗二叔的耳朵听力不错 将他们议论的话 都听得一清二楚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神情闪烁 嘴角快速一瞥 随即又变成了严肃的长辈 对狗不娇情喝道 还不快点跟他们二人道个歉 二叔 嗯 狗二叔的双眼 瞪得跟两只灯笼似的 仿佛遇到了血脉压制 狗不娇不禁哆嗦了一下 随即扁起嘴巴点了点头 已是服软 随后他向前了两步 对着夏北辰和叶云星说了一声 对不起 不过 态度还是有效嘛 所以 夏北辰直言不讳 不够诚恳 狗不娇身子一颤 内心燃起了怒火 但碍于他二叔在这里 不敢放肆 于是放下了捂着脸蛋的手 抱拳攻身道 二位 对不起 狗不娇给你们赔礼了 叶云星依然是冷冷地说道 既然道歉了 那就让开 本姑娘还要赶路 狗不娇犹豫了一下 便侧过身去 让开了了通道 不过 这时狗二叔却走了过来 对着夏北辰和叶云星抱拳道 彼人狗谱里 侄儿刚才多有得罪 还望二位见谅 未表诚意 彼人想邀请二位到我们狗家 在红叶镇的分舵小聚一回 叶云星刚想拒绝 不料一旁的夏北辰 却是抱拳道 那就有劳了狗道友了 不知道他算盘里打的是什么 叶云星微微看向了他一眼 不过 并没有发表意见 而狗不娇 听到二叔 邀请他们到分舵小聚 刚才那憋屈的神情 立马一扫而空 甚至闪过了一丝猥琐的表情 只要你们还在红叶镇 你不够 我就有机会 美人 你给我等着 今晚 嘿嘿 让你喊破喉咙 要你找不找北 小子 你也别后悔 接受了我二叔的邀请 狗不娇对叶云星和夏北辰 有着不一样的算盘 然而 他所不知的是 来自蓝星的夏北辰 观察能力可不是盖的 狗不娇和他二叔 刚才的神情变化 极所匹配的一举一动 都尽收下北辰眼里 夏北辰之所以接受了狗谱里的邀请 是想看看这对书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九九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两个人更像是在唱双簧 二位 请 狗谱里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随即带着夏北辰和叶云星 朝镇东北的方向走去 红叶镇镇子不是很大 横纵各两条街道 城景自行 建筑布局上市 九宫阁样式 狗家在红叶镇的分舵 就位于九宫阁的右上方 几分钟后 在狗谱里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狗家分舵所在的位置 竟然是一座庭院 大门口处 写着黎晨院三个字 进去之后 夏北辰发现 这黎晨院颇有华夏苏氏园林的风格 白墙黑瓦间 亭台水泻 流伤取水 甲山驱惊 狼桥池爪 花草树木 应有尽有 笔之红楼梦里的大官员 有过之而无不及 果然是青阳城首屈一指的富家豪门 连分舵的庭院都建设得这么气派 那他们狗家总部 岂不是更加 入门的时候 狗谱里就吩咐下人 准备些韭菜到一莲花池上的亭台 他准备宴请夏北辰和叶云星 不过 夏北辰扫了一眼庭院里的零零散散的人 发现他们的动作有些拘谨 扫地的人 一直扫一个地方 眼神时不时往他们这边看来 喂鱼的人 一粒一粒鱼饲料的喂 哪怕鱼池里的鲸鱼都打架了也不管 依旧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夏北辰不经意地往鱼池里看了一眼 赫然发现 这池子的水 竟然带着些许诡异的血红色 第009章 久过三徐 女帝晕厥 空气中 隐约有一抹血腥味随着微风飘来 不过 很快这血腥味 又被随即飘来的桂花香给掩盖了 庭院里还栽培了一些单柜 现在是秋天 也正是桂花香飘的时候 这时 夏北辰的耳畔响起了一道声音 这黎晨院有些反常 小心为妙 夏北辰心中微愣 随即发现这声音是叶云星的 天玄宗的天玄星术 再学到第二重的时候 就可以与同门之间传声 不过 这天玄星术 也得到了零聚静初七才能学 所以 夏北辰只能听到叶云星传来的声音 却没法跟他交流 夏北辰从他的话中得知 他跟自己一样 发现了这里的蹊跷 所谓是出反常 必有妖 而就在他们刚走过渔池的时候 夏北辰忽然感觉到 脚下传来了一下震动 不过 这震动感 稍纵即逝 所以 夏北辰虽然有些疑惑 但没有去纠结 毕竟 从狗谱里出现之后开始 狗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就很反常 狗谱里并没有急着带着他们 前往莲花池上的亭台 而是去到了一间屋子 屋子里 放满了布匹和成衣 敢问这位公子 尊姓大名 狗谱里来到了成衣所在的前面 问道 夏北辰想都没想 好像早就有了这个答案似的 在下面贵姓叶 名良辰 叶良辰 狗谱里一边点头 一边称赞 好名字 随即 他看向了戴着轻薄面纱的叶云星 那姑娘 叶云星也是没有犹豫 回到 小女子夏辰星 良辰美景 诚心诚意 狗谱里尬夸了起来 好名字 夸完后 他指着身后的一排成衣 对夏北辰说道 良辰小兄弟 这是我们狗家旗下的布庄 所缝制的成衣 还请挑选一件笑纳 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 着实已经拿不上台面了 而且 在天玄宗里 外门弟子 没有内门弟子的待遇好 外门弟子的着装 都是自己准备的 没有统一标准 甚至是五花八门 所以 狗谱里才没有发现 他是天玄宗的弟子 而天玄宗内门弟子的着装 则是由宗门发放统一的制服 在出入宗门的时候 一些资历上加的人 会优先被各个长老相中 收为弟子 那些资历平平的 基本不会被长老选中 所以只能做外门弟子 内门弟子 由师父精心指导 外门弟子 则是放养的状态 有没有机会 翻身进入内门 还得看齐 后天的修为天赋了 外门弟子 做一些杂活 领着微薄的灵食 独立能力强 然而修为上 虽然很努力 可很多人挤破了脑袋 花费上百年 都只是零五金后期 和大把资源的 内门弟子比起来 简直是小巫 跟大巫的区别 不过 也有一些矮鸽子里的高个 外门弟子 只要突破到了邻居境 都有机会 再次被宗门里的长老看上 夏北辰浑穿之前的园主 就是以外门弟子的身份 在宴会 做起了服务员 这才无意间 偷听到了大长老封信子 伙同各大门派 暗算叶云星的计划 园主和叶云星 逃亡得非常急 又不像叶云星那样 摇身一变 就能换装 所以夏北辰觉得 是时候该换一身衣服了 多谢狗家二叔好意 夏北辰上前去看了一眼后 挑选了一套 和叶云星身上穿着的颜色 差不多的成衣 去换装后出来 他往叶云星身边一站 妥妥的情侣装 狗普里一边点头 一边夸赞 真是俊男俏女 郎才女貌啊 这时 一位下人来到了屋子的门口 恭敬地说道 二老爷 韭菜已经备好 请一步听连停 好 狗普里点了点头 随后对夏北辰和叶云星说道 二位 请 几个人离开了屋子 由狗普里在前面带路 刚迈出门口的夏北辰 眉头轻轻一皱 叶云星瞥见了他的神情变化 随即用天旋星术传声问道 北辰 怎么了 夏北辰靠近了叶云星 并在他的手心里笔划起来 这样可以防止别人看到他们说悄悄话 而且从下人的角度看 他们就是一对亲密的小情侣 手上有点小动作也正常 很快 笔划结束 叶云星明白了过来 而夏北辰给他传递的信息 翻译过来就是 刚才屋子里的成衣 都有一抹若隐若现的清香 而这抹清香 可以让人在刚穿上衣服的那一刻 进入短暂的精神恍惚状态 现在情况怎样 叶云星传声问道 夏北辰的手又在他的掌心比划了起来 没事 看来 待会的韭菜也要小心点 叶云星提示道 夏北辰手动回复 嗯嗯 一会之后 狗扑里带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厅连亭 上面摆了六菜一汤一瓜果 以及一壶小酒 二位请 狗扑里请夏北辰和叶云星就坐 您也请 两个人也回请了一番 狗扑里看向了一旁的下人 问道 不交去哪了 少爷说他不饿 所以就不来了 下人回道 这一次 狗扑里并没有生气 侄子被客人怠慢不周 而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并吩咐下人下去后 他亲自给夏北辰和叶云星争起了酒 友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狗扑里有模有样地放下了酒壶 举起了小小的白痴酒杯 让在下先进二位一杯 说完 仰头一口闷 而叶云星则趁他喝酒之间 快速伸手出来 往夏北辰面前的酒杯掠过 带着戒指的玉聪手指轻轻一动 夏北辰一时没看懂他的意思 待狗扑里喝完自己杯中的酒后 夏北辰和叶云星也举起了酒杯 多谢狗家二叔盛情款待 两个人谢完 喝起了酒 而在喝的过程中 夏北辰瞥见了叶云星 那带着戒指的玉聪手指 也在他自己的杯口处微微移动 随即狠淑女地遮着面部 喝下了杯中之酒 好酒 叶云星喝完后杯口朝下 已是一滴不胜 狗扑里自豪地说道 哈哈 这是我们狗家高薪聘请的酿酒名家 定制酝酿的酒 只有来我们狗家才能品尝到 夏北辰笑道 那真是幸会 狗扑里又给他们争了一杯酒 虽然叶云星戴着面纱 但丝毫不影响他吃饭 只见每一次夹菜的时候 都稍微地轻轻聊起一脚 然后将菜送进嘴里 不得不说 举手投足间都充满着淑女气质 就这样三个人一边聊着无关痛痒的话题 一边喝着酒吃着菜 过程中狗扑里还想套话夏北辰和叶云星的身份 结果都被他们巧妙地解了套 到头来狗扑里一点信息都没套到 夏北辰甚至看得出他心里有些不爽 但他依然是面容笑嘻嘻地陪他们喝酒 不知不觉 酒过三巡 身旁的叶云星忽然脑袋恍惚了一下 而且此时的他脸色微红 更加的秀色可参 醉了 夏北辰想起了刚才叶云星自我介绍实用的名字 随即表现出了一脸的交集 陈兴 你怎么了 我 然而话还没说出第二个字一落 叶云星就昏厥了过去 趴在了桌子上 第010章 密室里的年轻男女 夏北辰见状 眼珠子迅速转了转 随即身子亮呛了两下 韭菜 下了毒 一个精神恍惚间 夏北辰也趴在了桌子上 叶良辰 叶公子 夏晨星 夏姑娘 狗扑里摇了摇下北辰的手臂 同时对他们喊了几声 几声下来 都没有得到回应 随意他一脸嘚瑟地站了起来 来人 一声令下 几个人刷刷地从不同方向飞了过来 来者 正是之前夏北辰见过的扫地者和喂鱼者 以及刚刚为他们准备韭菜的下人 二爷 看来外人棕苗会来长老给的迷药 还是挺靠谱的 扫地者瞄了一眼趴在桌子上的夏北辰 和叶云星并得意地说道 为了保证要笑 我还在成衣动了手脚 所以 哪怕是犀牛 也得把他们给迷晕了 三个人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拍起了狗扑里的彩虹屁 二爷威武 您才是狗家最聪明的 最优秀的人 狗扑里被拍得心里很享受 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一会后 他吩咐道 天色已晚 先把他们关押到密室里 并等到子时 去通知苗长老 前去血腥池 是 三人领命 随即叫来了两个小喽啰 把夏北辰和叶云星带了下去 不久之后 夏夜两个人 被带到了一间密室里 左执市 这妮子长得真美 要不 其中一个小喽啰 贪婪地看着叶云星 先前在鱼池边上喂鱼的 便是狗家分舵的左执市狗蛋 分管着分舵的人士 而先前扫地的那位 则是又直视狗雕 分管着分舵的后勤 听到小喽啰的话 狗蛋忍不住骂道 混账 这些人都是为了我们大忌 才诱骗来的 现在好不容易把人数凑齐了 你竟然想坏事 小喽啰被骂 额头爆汗 急忙哈咬点头 小的说错话了 请直视责罚 给老子滚下去 狗蛋踹了他一脚 去门口守着 谁也不能进来 包括少爷 啊 小喽啰为难地说道 我听说少爷对这女的有意思 要是他强行闯进来 我们 怕 怕是拦不住啊 站在狗蛋旁边的狗雕说道 就说是二爷吩咐的 有了二爷狗谱李明浩的兜底 小喽啰不再犹豫 领命便和另一个小喽啰离开了 先前为他们准备韭菜的下人 其实真实身份 是狗家分舵的军师 狗批 他说道 为保今晚大计达成 还是小心为妙 加强周围的安保 闲杂人等一旦靠近 格杀勿论 狗雕点头道 我已经安排妥当 带入夜后 一只蚊子都别想飞出去 或者飞进来 随后 三个人离开了密室 留下了夏北辰和叶云星 当密室归于宁静的时候 夏北辰先是睁开了一只眼 瞄了一眼周围的情况 发现确实没有人之后 这才睁开了另一只眼 并从地上坐了起来 不过他刚坐起来 叶云星也醒了 夏北辰看着他神采奕奕的 一点不像中了迷药的样子 北辰 云星 你没事吧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相识一笑后 纷纷摇头 没事 没想到 两个人都是假装迷糊晕倒 不过夏北辰事先看到 他晕倒了 自己转了转眼珠子 快速思考了下情况 随即也跟着晕倒了 唱戏 就得唱足 叶云星解释道 由于狗家太反常 所以刚才在喝酒的时候 我留了个心眼 趁狗谱里先敬酒 我迅速地在你我酒杯里 投放了天玄宗秘制的 能解释上大部分迷药或毒药的解药 夏北辰恍然大悟 是不是藏在你的空间戒指里 刚才你手指未动 就是为了这个 嗯哼 叶云星微微点头 无色无味 服下一点 即可抵抗一个时辰内 饮食上的毒 一个时辰 怎么也得吃完饭了吧 另外 这狗谱里事先 要么是在酒杯里做了手脚 要不就是酒壶里暗藏机关 所以他喝了酒也没事 夏北辰忍不住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留个心眼是对的 不过 对于夏北辰来说 哪怕叶云星没有投放解药 他也能抵御不少毒药 因为 之前穿上成衣时 闻到的那抹清香 竟然在他走出屋子后 与体内的银魔果残毒 发生了作用 竟然因祸得福地 在他体内产生了防御属性 按照刚才狗谱里说的 为了保证迷药的药效 他还特意在成衣上做了手脚 所以 那抹淡淡的清香 就是他搞的鬼 却不曾想 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毒效 还让夏北辰有了意外收获 当前 他体内所产生的防御 能抵御迷药 猛汗药 巴豆 断肠草等市面上 大部分叫得出名字的药的效果 不过 稍微有点遗憾的是 体内的银魔果残毒依然存在 这个 必须要按照系统的设定来清除 否则免谈 说起这防御属性 夏北辰忽然想起了 他那位开农场的朋友 据说那朋友已经百毒不清 对冷兵器 甚至一些热武器的抵御 都不在话下 对了云新 你既然有解药 为什么还会误视银魔果 夏北辰想起了银魔果仪式 便好奇地问道 唉 叶云新悠悠一叹 说道 大长老毕竟是我的师叔 这么多年来 都在兢兢业业地 为着宗门和北旋付出 谁能想到 他会将银魔果与其他水果混在一起 做成果盘 何况 我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更不可能每一次宴会 都能事先服下解药 防止有人叛变吧 夏北辰理解地点了点头 正所谓日房夜房 家贼难房 结束了这个话题 夏北辰起身查看了一番这密室 密室的墙用青砖砌成 看起来坚不可摧 昏暗中 墙上的灯火摇曳着火光 空气里 弥漫着些许血腥味 让夏北辰不禁想起了 刚才路过鱼池时 闻到的血腥味 到底是哪里散发出来的呢 不远处 有阶梯延伸而上 看来 这里是个地下密室 走到了墙边 夏北辰试着敲了敲砖块 看看有没有中空的情况 一边敲 一边与叶云新说道 从得知的信息可知 狗家应该是在联合万人宗 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可能某些地方 还关押着被他们诱骗而来的其他人 叶云新也走到了另一面墙前 敲了敲 事至此 我也怀疑他们这点 此外 也不知这是和暗算我的事有无关联 夏北辰说道 搞清楚今晚他们的目的 应该就会知道了 忽然 他听到墙壁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 云新 听到他的叫唤 叶云新立马走了过来 看着夏北辰指着他面前的墙壁 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 有节奏的敲响声透过墙壁 再次传了过来 两个人随即面面相去 叶云新靠近了墙壁 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一道清白光萦绕在了他的手上 接着 他也有节奏地敲起了砖头 原来是灌输了灵气来敲打 这样敲出来的声音颇具穿透力 很快 对面也回应了一阵急促的敲响声 停止了敲打 叶云新断定地说道 墙的另一面应该也有个空间 而且还有人 说完 他手掌一身 一把剑身呈淡蓝色的三尺剑 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剑身星光萦绕 颇为好看 这便是天玄宗宗主 才有资格使用的 星玄剑 往后退一点 夏北辰在叶云新的提醒下 往后退到了他身后 叶云新左手一抬 在墙体前布了一道隔音结界 用以待会破坏墙体时阻隔声音 防止被外面的人听到 随后 剑身星光流转 他手起剑落 两道剑气呈X形直扑墙体 隔音结界赫然将声音阻隔在了结界里 只有很小分贝的声音被传了过来 当墙体倒塌之后 夏北辰和叶云新庆幸地发现 没有砸到人 但映入眼帘的是好些年轻男女 第011章 最近评次有点多 需要适当节制 对面 果然还有一个空间 还关了将近一百个人 看到夏北辰 和手里握着剑的叶云新时 这近百个人都呆若目击的样子 叶云新收回了星玄剑 综合了之前的信息 于是想得到确认 便问道 你们 是被狗家的人抓来的 这时 一位男子回过了神来 我们是外地前来红叶镇游玩 或途径该镇 不料却被狗家使用了一些手段 诱骗到了这里 夏北辰上前了几步 走到叶云新的身边 看着他们问道 可知狗家为什么要把大家诱骗到此吗 一位女子说道 听说是为了他们某个秘法 需要用年轻情侣的心头血来练话 先前已经有七对情侣 为此而丧命 说到这里 她黯然神伤 我对一个好姐妹和她的对象 就这么没了 炼花秘法 夏北辰心中暗道 难怪闻到了血腥味 女子一旁一位男子 将其拥入了怀里 安慰了起女子 看样子 她便是她的对象了 叶云新查看了一番他们的修为 发现境界最高的 也才零动静后期 最低的 比夏北辰的还要低 才零五静初期 这么说 你们都是成双成对的情侣 叶云新问道 正在安慰着对象的男子回道 我们这里有四十八对情侣 要是加上你们 正好是四十九对 想了想 叶云新再次问道 冒昧地问一句 你们年龄多大 一位女子回道 最大的九十九岁 刚突破到零动静后期 最小的二十岁 才零五静初期 听了该男子的回道 夏北辰和叶云新明白了过来 这个境界 这个年龄段 也是合情合理 修炼之路 本来变数就很多 有人天赋异禀 再加上机缘和资源充足 五十岁不到 就能突破到了灵丹境 比如叶云新这样的天之娇女 二十岁就灵动静 四十岁就灵丹境 两百多岁 就能突破到了炼神境 如今她也才三百五十岁 就到了炼神境大圆满 而大长老封信子活 一千四百三十八岁了 也才炼神境初期 所以 人鄙人 气死人 且数百年岁月 对于他们这些人而言 就如白居过细 弹指一挥尖 叶云新如今三百五十岁 就长得跟二十多岁似的 对于普通人而言 一百岁已经是长寿了 对于修士来说 一百岁还是个小年轻 平凡人家有句话叫 女大三 抱金砖 而修士之间有句话是 女大三百三 坐拥金银山 只要郎友情切有意 照样可以结成连理 据说 人家美都杀女王 不就大萧家的三伙兄弟三百岁吗 飘雪成公主将大美女 比起秦家那小子 少说 也得带了几个亿的岁月 有的人天赋稍差 又没有机缘和资源的话 一百多岁了 也才堪堪突破到灵动境 或者老死了 都没能突破灵动境 达到灵丹境 不过 巧的是 原主夏北辰 虽然十六岁入门时 资质平平 却在后天的情分中 竟然五年的时间 就突破到了灵武境后期 如果天玄宗没有发生谋逆之事 那他将在不久的将来 修炼到灵武境大圆满 再突破到灵聚境初期 就能有幸成为内门弟子 可怜的原主却在这时候 跟着夜云星逃亡 结果还被毒火攻心的夜云星给震死了 庆幸的是 浑穿而来的夏北辰 在被夜云星硬上攻后 利用系统这个挂 提升了修为 达到了灵武境大圆满 可以说 距离灵聚境 就差灵门一角 修炼上 灵丹境是一个分水岭 到了该境界的人 只要身子本身没什么大毛病 或者没遇上要命的强敌 活个四五百岁 都不成问题 这也是 为什么一些门派的长老 哪怕是灵丹期 年纪也比较大了的原因 接着 夜云星又问了一句 那狗家有没有透露过 需要用到的人 不能超过多少岁 刚才回答话题的女子回到 不得超过一百岁 且修为在灵动境 记忆下 不超过一百岁 夏北辰忍不住 看向了夜云星 嗨嗨 如今这四十九队里 就她的年龄最大了 却比在场的所有妹子都惊艳 夜云星尴尬一笑 随即对夏北辰传音道 看来 我应该就是今晚的变数了 夏北辰微微汗手 明白她的意思 因为她 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再加上外表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所以 狗家就理所当然地 把她归到了一百岁以内 也正因此 今晚她将是狗家和万人宗 阴谋诡计理的最大变数了 只要有她在 计划就有可能失败 看了一眼在场的四十八对情侣 夜云星说道 诸位想不想离开这里 大家纷纷回道 做梦都想 可是我们实力有限 无法杀出去 先前也有人尝试过 但是却狗家换养的高手给击败 成了他们家养的恶狼的口粮 听到这 夏北辰想起了 先前在街上当众对狗不交时 狗不交对她的警告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 当面这么说我了 上一个这么说的人 已经喂狼了 看来 狗家是真的养了狼 用于震慑别人 夜云星戴着空间戒指的右手 在自己面前横滑了一下 星光流转间 出现了十个白玉瓶 充沛的灵力 从白玉瓶里一散而出 众人闻了之后 精神未知一阵 这是可以短暂提升诸位修为的静灵丹 可以一人一美 夜云星说道 服下后 可以静升到下一个境界 要小约三个时辰 听到她的话 众人眼神里 都露出来了惊喜之色 不过 夜云星则给他们打起了预防针 但不得不提醒下诸位 服用这静灵丹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便是事后会出现近半个月的闲者期 48对情侣 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 有位男子说道 不就是半个月吗 单身狗比起来都不止半个月呢 这有什么 还有男子摸了摸后脑勺说道 最近评次有点多 适当节制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站在他身旁的女子 则害羞地低下了头 第零一二章 要见招拆招 还是要七次不倒完 其他人听到这男子的话 向他们投来了暧昧的目光 还有男子笑着打趣道 兄弟啊 少年不知蝌蚪贵 小心老来 忘彼空于恨啊 破路车 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为保证要笑 请大家到害时一刻的时候 再服下 为了更好的应对 今晚可能面临的大战 叶云星并没有立马将静灵丹 分发给他们 而是吩咐他们先行休息 保存好体力和灵气 大家没有意见 随即纷纷盘腿坐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忽然一道光滑 在那最年轻的男子身上落下 没想到 他竟然就这么 从灵武镜初期 突破到了灵武镜中期 或许 这就是所谓的绝处逢生吧 众人纷纷给他道贺之后 再次恢复了平静 就这样 到了害时一刻 按照计划 叶云星将静灵丹 分发给了他们 每个白玉瓶里装了十枚 四十八对情侣 发了九十六枚 剩下四枚之后 叶云星看向了夏北辰 他在犹豫要不要给他一枚 毕竟 闲者时间可是长达半个月呢 这时 熟悉的空铃声 在夏北辰的脑海里响起 宿主当前处境念灵选择 一 也扶下静灵丹 管他什么老十字闲者时间 提升修为最要紧 奖励 见招拆招 无视对手境界 持续时间六个时辰 脱险后 额外奖励随机礼物一份 二 扶墙都不能扶静灵丹 有女帝在此 抱他大腿就行 奖励 神级软饭男称号 并响彻天穷大陆 并附赠七次不倒完 按照之前的两次选择 夏北辰差点脱口出 要选二 幸好在即将开口的时候 杀住了车 要见招拆招 还是要七次不倒完 这道题 明明选一见招拆招 此外 软饭要硬吃 但不能让太多人知道了 到时候都学会了吃软饭 自己不得丢饭碗 再说了 自己年轻力壮 半个月后 又是一条硬 哈 哪里用得着七次不倒完 因此 夏北辰选了一 在叶云星纠结的眼神中 夏北辰拿过了那剩下的白玉瓶 倒了一枚静灵丹出来 北辰 叶云星想要阻止他 一视同仁 结果夏北辰凭借着优秀的手速 将这枚静灵丹丢进了嘴里 入口即化 甚至还有一股清凉感 跟吃薄荷糖似的 夏北辰凑到了叶云星耳边 低声说道 还有 悄悄告诉你 距离下次月圆之夜排毒 还有半月多呢 叶云星一听 脸上瞬间羞涩地红了一片 随后 他也凑到了夏北辰的耳畔 没事 我到时 给你炼制一种可解决这个问题 让你提前结束闲者状态的丹药 因为叶云星 已经是炼神境的大圆满 这静灵丹 对他已经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 他并没有服下 而是将剩下的三枚静灵丹 放回了空间戒指里 在服下了静灵丹后 大家纷纷感受到了 自己体内的灵气磅礴了起来 于是盘腿座 开始引导灵气 搅管全身的经脉 经过了一个小周天的运行后 陆陆续续有人光滑显现 晋升了一个境界 就这样 灵动静后期人 晋升到了灵丹静后期 最菜鸟的人 也就是刚才从灵武静初期 突破到灵武静中期的人 这时候更上了一层楼 已然晋升到了灵聚静中期 夏北辰 则凭借着静灵丹的作用 晋升到了灵聚静大圆满 现在的他 哪怕没有了修为复刻奖励 也能欲空而行 并且凭借着无视境界的剑招拆招技能 可与对手有一战之力 待大家都晋升完成后 叶云星看了一眼中人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教大家隐藏修为的方法 介石打狗加一个措手不及 明白 大家齐声回道 叶云星一阵教学下来 大家也是学得不亦乐乎 安全起见 叶云星让大家互相检查一遍 以免出现差池 当大家把修为隐藏的 和服用静灵丹之前的修为一样时 叶云星剑指地下密室的阶梯 朗声道 今夜 让狗加上下 鸡飞狗跳 其他人一个个听得摩拳擦掌的 恨不得现在就杀出去 不过 他们并不是冲动的二愣子 做事还是有分寸的 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着 很快 时间到了害十八克 叶云星和夏北辰站了起来 走回到了刚才他们所在的空间里 看着那四十八对情侣 叶云星吩咐 大家一定要沉得住气 介石听我号令 他们纷纷站了起来 对着叶云星和夏北辰行了一礼 那九十九岁的男子说道 今日要不是遇到了二位 我们也不会有一线生机 所以 请放心 今夜为听您号令 微微点头 叶云星随即一抬手 那被他用星弦剑劈倒的墙壁的砖块 往他的空间戒指里飘去 十几秒的时间 全部装完 接着 手绝一掐 星光营绕之中 那没了墙壁的地方 赫然恢复了一堵墙 这是天弦星术 修炼到了第五重 才会有的技能 障眼法 一切恢复如初 叶云星剑还有一点时间 便对夏北辰说道 静灵丹助你晋升到了灵聚境大圆满 所以我教传授你天弦星术 可以让你多些护身技能 好 夏北辰认真地点头 叶云星略带遗憾 毕竟你的真实修为 没有达到灵聚境 因此 这天弦星术 在静灵丹药效结束后 便会随之无法施展 夏北辰握着他的手 说道 我相信你 届时 天弦星术无法施展之时 便是大家一起杀出困境之时 叶云星眼波流转 便朝夏北辰凑了过来 然后巴唧一下 亲了他的嘴 夏北辰差点飘了起来 不过 时间不等人 马上就要到此时了 所以 两个人不再打情骂俏 直接进入正题 花了几分钟 夏北辰把天弦星术掌握住了 虽然只是掌握了第一重 但已经是如虎天翼 不仅可以星辰之力攻击敌方 还能和几方同门进行传声 所以 有了这 哪怕夏北辰和叶云星 说些刺激的话 也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忽然 地下密室阶梯上的入口处 响起了开铁门的声音 第零腰三章 你忘了月黑风高那晚 铁门被打开 几个人走了进来 并顺着阶梯而下 为首的人 正是狗家的二爷 狗蒲李 身后跟着狗布骄 狗蛋 狗雕 狗批 以及豢养的一群修士 除此之外 还有五位身穿万刃宗服饰的人 修为最低的灵动镜初七 修为最高的灵丹镜大圆满 狗蒲李扫了一眼 夏北辰和叶云星后 说道 二位 别来无恙吧 夏北辰说道 托你的狗服 我们很好 对了 你们诗职在大街上 唱得可是双簧 夏北辰 瞥了一眼狗蒲李身后的狗布骄 补了一句 狗布骄轻和一声 说道 看来你是有点脑子的 夏北辰不屑地说道 你尘夜我又不是瞎子 何况那么大声的巴掌 抽在你的狗脸上 都不带一个掌印 不觉得蹊跷 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好一出苦肉血 狗布骄一听 气急败坏地撸起了袖子 你个混蛋 敢骂我 开门 我要进去揍他 布骄 狗蒲李喝止了他 随即看向了夏北辰 既然知道了 我们书职唱的是双簧 那你们死了 也会瞑目了 说着 他对着身后狗布骄 豢养的修士 挥了一下手 带他们上路 两个在灵动镜的修士 上前去打开了 这个隔间的铁栏门 走了进来 现在的夏北辰 在叶云星的帮助下 将修为隐藏在了 灵武镜大圆满 和被关进来 十没两样 叶云星自己也老早 就将修为隐藏的 只剩下灵聚镜初期 所以 狗布里很自然的 就只派了两个灵动镜的 进来压戒他们 如果真要动手 说是现在这个密室里的 所有人 都不够叶云星三个回合 就在进来的 两个灵动镜修士 要捆绑他们的时候 夏北辰 却不屑地轻喝了一声 和一个灵聚镜的人 都要这么大费周章 一位万人宗灵丹镜 大圆满的修士 对狗布里说道 狗二爷 我们这么多人 随便一个 都能像碾死蚂蚁一样 碾死他们 所以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 保留一丝尊严吧 狗布里一听 觉得有理 随即召回了 那两个灵动镜的修士 让夏北辰和叶云星 自己走出来 不久后 其余的四十八对情侣 都被带出了 关押着的密室 并往里面的空间走去 越往里走 血腥味就越浓 墙壁上的灯火 时不时因为摇曳 而明灭不定 更甚的是 墙壁上每个一段距离 就挂着一个妖兽的头颅 虽然 只剩下妖兽的头颅了 但眼睛却是睁开的 如同一头活的妖兽 凶神恶煞地盯着 从下方经过的人 最后 四十九对情侣 全部被带到了 一个巨大的血池边上 夏北辰不禁抬头 看了一眼血池 所对应的天花板 结果发现 天花板有一块 不知道用什么材质 制作成的透明隔板 在上面有一群金鱼 正在游来游去的 竟然是鱼池 而且 大小和今天入夜时 近离晨院后 所见到的那鱼池一样 看来先前经过鱼池边 所闻到的血腥味 就是这个血池 所散发出来的了 不过 那稍纵即逝的震动感 又是怎么回事呢 似乎一切准备就绪 最里面的一道石拱门内 黑暗无比 呼的 石拱门内 出现了两个血红色的光点 血红色光点游远极近 当消散之后 最后露出了一个人的身影 这个人 满头白发 嘴上长着八字胡 身穿着万刃宗的长老服饰 见他出来 除了狗谱里之外 纷纷对他行起了礼 见过苗长老 原来 这家伙就是之前狗谱里口中所说的 万刃宗长老 苗慧来 没想到这家伙 比他的同门山羊胡子的修为还要高 已然是炼神静初期的修为 和风信子的修为 不相上下 也是在场的人理 修为上仅次于叶云星的人 叶云星通过天玄新术传音 给了夏北辰 这描绘来是万刃宗 现任掌门的同脉师弟 掌管着宗门赏罚 在万刃宗威望颇高 仅次于他们的掌门 夏北辰传音道 万刃宗好歹也是 创立了数千年的老字号政派 最近不是参与到天玄宗的谋逆事件 就是参与到狗家的秘法链化 他们想干嘛 叶云星回道 这个答案 或许等一下就知道了 这时 修为要低上一些的狗谱里 上前了两步 对着苗绘来拱手道 苗长老 四十九队鸳鸯均已被骑 只等您安排 即可下水游泳了 苗绘来扫了一眼 血池边上的四十九队情侣 然后说道 不急 先见过我们掌门吧 听到他的话 狗谱里为首的狗家人 眉头微皱 随即就看到了 刚刚那黑暗的石拱门内 走出了一位老者 他 便是万刃宗的掌门求山拔 夏北辰见到他的时候 也不禁有些小震撼 他竟然是练神经大圆满的修为 叶云星也是和夏北辰一样 有些小震撼 随即传言给夏北辰 没想到这老家伙几年不见 竟然是练神经大圆满了 他现在跟你的修为同进同期 有把握灭掉他吗 夏北辰有些担忧地问道 不料叶云星却是迈起了关子 待会你就知道了 语气里满是自信 看来 很有把握 也对 明洞天下的北玄女帝 怎么可能没有把握 那北玄早就被人给掀翻 天玄宗也早不是天下第一大门派了 见过掌门 万人宗的五位弟子 见到求山拔后 躬身行了一礼 狗普里回过神来 则带着狗家几人来到了求山拔的面前 抱拳道 不知丑掌门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请见谅 求山拔挥了挥手 说道 狗二爷不必多礼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听到他的声音 夏北辰差点没把自己愣傻眼 求山拔说话阴阳怪气的 跟个内侍太监似的 该不会 夏北辰忍不住往求山拔的某个地方撇去 就连叶云星都暗自吃了一惊 这姓愁的 竟然如此阴柔 是男还是女 难道是学了什么宝典 子宫吗 哦 他先前不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 六啊 一家人 狗普里眉头再次一皱 不明白求山拔话中的意思 求山拔则抬起了双手 啪啪啪地拍了三下手掌 玄机 一群人被带进了这个还算大的空间里 有人支支吾吾的 哆哆嗦嗦的 也有人是梨花带雨的 这一看 就是胁迫的 狗家的几个人 纷纷扭头抬眼看去 赫然发现 是他们狗家大大小小的近百人口 这 狗普里看向了求山拔 丑掌门 这是何一 夏北辰看到这阵掌 忍不住和叶云星传音 看来 有瓜吃了 叶云星接到 没错 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求山拔一只手背在身后 一只手竟然伸出了兰花纸 今日之事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们狗家更是知晓最多的 安全起见 我得让你们狗家 保证不在外面出生才行 你 狗不娇气不打一处来 你竟然要挟我们狗家 求山拔呵呵一笑 抬手就对着狗不娇隔空一扇 一道暗黑色的气团 轰在了狗不娇的胸前 可怜的灵动静中期的狗不娇 哪里经受得住对方这一扇 扑 整个身子倒飞出去的时候 狗不娇喉咙一甜 赫然喷出了一口血 姜 一位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美妇 惊慌失措地从人群中跑了出来 并去接住她 狗不娇最终倒在了她的怀里 并虚弱地唤道 娘 美妇紧紧地抱着狗不娇 姜娘在呢 狗普里忍住内心的怒火 然后问道 酬掌门 我大哥呢 求山拔收回了刚刚出击狗不娇的手 一边欣赏着自己的兰花纸 一边说道 你那大哥 做人不够通透 所以 我让他死透了 什么 狗普里 狗蛋 狗雕 狗屁身子猛的一阵 受了伤的狗不娇 听到了求山拔的话 胸口一闷 又吐出了一口血 看到儿子的伤 雪上加霜 美妇焦急地叫唤起来 普里 快来救救娇 狗普里来到了狗不娇的身边 查看了一番 情况不容乐观 他道 经脉禁断 修为禁施 不死也会残废 美妇如遭遇了晴天霹雳 死了丈夫 都没那么悲伤 看着狗普里 他带着哭腔说道 朴莉 你一定要救救娇啊 娇儿他 可是你的亲身骨肉啊 你 你难道忘了二十年前 月黑风高的那晚 在后山的湖中小柱里 你借着夜深人静 疯狂地撞击我的事了吗 什么 此话一出 狗家百来好人 顿时呆若木鸡 夫人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狗家的一位老狱 急忙提醒道 而夏北辰和叶云星 面面相去 我去 太特么劲爆了 狗家竟然还有一块 呼伦贝尔大草原 第零一四章 每次不到半课中 就匆匆完事了 美妇咬着薄唇摇了摇头 并没有 当年要不是狗谱形横刀夺爱 我现在应该是你们的二爷夫人 美妇歇斯底里的控诉起来 竟然涉及到了不为人知的事 狗谱形横刀夺爱也就算了 却早在年纪轻轻时便不行了 每次不到半课中 就匆匆完事 听到这里 夏北辰暗自猜测 是不是名字没取好导致的 嗨嗨 美妇继续道 那么多年来我没有感到一点幸福 这使狗家的一位老者质问道 既然你嫁语了大老爷 为何还要与二老爷暗结猪胎 美妇摇头道 被迫嫁语狗谱形的半个月后 我就发现 我已怀孕了 悄悄去看了大夫 发现已怀一个多月 听到这里 外人脑子差点没转过弯来 这关系 有些乱 夏北辰庆幸心自己没戴眼镜 不然得掉地上 没想到狗谱形横刀夺爱了自己的二弟狗谱里 而更没想到的是 狗谱里先行一步 和美妇做了填空题 还让他怀了自己的肿 也不知道是不小心的 还是故意的 或者故意不小心的 这时 外人宗掌门求山拔阴柔一笑 心中无女人 道法自然神 夏北辰心中急忙吐槽 你压的是心中无女人 自己变女人吧 求山拔说道 狗谱里 如今你那横刀夺爱的大哥 已经下了黄泉 现在 你就是狗家的大老爷 就是狗家的组长 来吧 把这些丹药给他们 让他们忘却今日的烦恼 求山拔话音 一旁的描绘来 便拿出了近百枚丹药 二爷 可不能听他的 刚才的狗家老者说道 万人宗已经不是那个名门正派的一员了 他们利用我们狗家 无非就是 看上了我们的财富 他们今日不仅杀了组长大老爷 还杀了我们狗家 十数个反抗的族人 郭躁 求山拔兰花指 对着这老者一指 究竟的万人宗弟子 便一掌 把他给拍死了 啊 狗家妇孺们 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夏北辰和叶云新明白了过来 夏北辰说道 原来不是万人宗 参与到了狗家的破事来 而是万人宗裹挟了狗家 叶云新握紧了拳头 这万人宗 已然是邪魔歪道的形象了 那今晚 心仗就仗一起算 就在叶云新准备动手之际 求山拔命令万人宗的弟子 既然狗二爷不忍心 那我们万人宗就代劳吧 是 万人宗的弟子得令后 便纷纷从苗绘来的手中 拿过了丹药 其人太甚 狗普里挡在了族人面前 先前你答应过我们 只要帮你凑齐四十九队鸳鸯 即可把我们狗家无鱼 愤怒间 他祭出了一把剑 没想到 你竟然背信弃义 狗蛋 狗雕 狗屁等人 也挡在了前排 和狗普里战成一排 你们今日休想顺利完成血链 苗绘来飞掠到他们面前半丈远的地方 带着些许玩味的笑 说道 狂妄 就凭你们几个 求山拔不屑地瞥了一眼狗家四人 然后对万人宗的人说道 苗长老 这四个货色 就交给你了 其他人 种弟子随意 苗绘来寄出了一根乌红色的狼牙棒 掌门请放心血链 他们就交丢等 叶云星和夏北辰 互相看了一眼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四十九队情侣的机会 要来了 大战一触即发 万人宗和狗家 很快就交战在了一起 不断有人发出了疼痛声 双方 伤的伤 死的死 万人宗刚才押解狗家进白口的时候 来了几十个弟子 虽然人数上万人宗比狗家少 但整体修为上 却比狗家高尚不少 所以 一交战 狗家就倒下了四分之一的人 由于大人把小孩围在了最中心的位置 所以 小孩还未受到任何伤害 这边 求山拔好巧不巧地选择了 先对夏北辰和叶云星下手 由于先前狗家和万人宗的自信 夏北辰和叶云星并没有被捆绑住双手 而其余的四十八对情侣 则被捆绑了 也许是求山拔图省事 才选择了他们 不过 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只见求山拔祭出了两根尖刺 则散发着诡异乌红色的骨针 随即一手捏着一根 那首饰 依然是兰花纸的首饰 看得夏北辰 差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变成这样 当求山拔捏住锋利的骨针后 便朝夏北辰和叶云星的心窝子扎去 不料 骨针却是在和他们心口 还有两寸距离时 便被一股无形的力给挡住了 求山拔眉头一皱 随即嗲嗲地压了一声 使大了一点力气 然而 两根骨针竟是同时啪嗒一声 硬声而断了 求山拔看着左右手中的半截骨针 小声地嘀咕起来 难道给狗铺里那家伙的弥领伞 没有起到作用 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使用 说到这里 他带着些许不悦的眼神 看向了狗铺里 正好看到了狗铺里 被描绘来一根狼牙棒给击伤了 吐出了一口老血 信仇的 你就不怀疑下 你那弥领伞过期了 过迷 求山拔正要反驳 却发现 说话的人是面前的男子 随即从狗铺里身上 移回了视线 看向了夏北辰 施灵伞 是一种可以让人服下之后 进入婚礼状态 且灵气也随之被禁锢住 一段时长的迷药 之前狗铺里 宴请夏北辰和叶云星时 就是使用了这玩意 可惜 没有对他们两个人 造成任何效果 果不过气无防 求山拔拿出了一把 带着锯齿的匕首 看着叶云星 我要当着你的面 刨开你情人的胸膛 挖出你情人的心脏 呵呵 叶云星笑道 谁跑谁 谁挖谁还不知道呢 话音一落 求山拔的赫然发现 自己的身子动弹不得了 行光复 夏北辰一把夺过了 他手中的匕首 拍了拍他的脸蛋 感受一下 来自炼神镜大圆满的 天玄星术吧 你们是天玄宗的人 求山拔眉头紧皱 不可能 天玄宗炼神镜大圆满 只有叶云星一人 但很不幸 他现在恐怕已成为 各大门派高手的 刀下之魂了 是吗 叶云星清冷的语气 颇具穿透力的 响彻了暗示 令得大战中的狗家和万人宗 都忍不住逼退彼此 纷纷朝叶云星看来 只见叶云星将面纱戒掉 露出了他那绝世的容颜 求山拔则条件反射地 往后退了两步 怎么可能 你竟然隐藏修为 看样子 他还是忌惮天玄宗宗主 和北玄女帝的威名的 不过 很快他便挣了挣身子 无所畏惧地说道 如今我也是炼神镜大圆满 露死水手 还不知道呢 谁跟你说 我是炼神镜大圆满的 叶云星摇身一变 便回了那女帝装束 一股霸道的威压 瞬间袭上众人心头 尤其是知道她的修为时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零一五章 手握心弦 月级对战 北玄女帝叶云星 众人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尤其是狗家的人 和那四十八对情侣 狗谱里此时的脸色 刷的一下 瞬间惨白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今天自己和侄子 儿子狗不交右偏而来的一对情侣 女方竟然是北玄女帝 完了 这一下子 与万人宗交恶也就算了 还得罪了北玄百姓敬仰的女帝 看来 狗家的末日 到了 想到这里 狗谱里心里 如同打翻了调味瓶 五味杂陈 叶云星便装回了女帝 修为上 赫然是洞天镜初期 这放眼整个天穷大陆 这么年轻的洞天镜 恐怕还没有第二个 就连下北城 也是大吃了一惊 这才过久 修为竟然提升了 叶云星冷笑了一声 丑掌门 都怪你们那胡长老 已经没法给你们通风报信了 才让你刚才那么肆无忌惮的 囚山拔身子一摊 你 你的意思是 胡长老已经 叶云星直言道 灰飞烟灭 列子刚出口 他便对囚山拔喝道 现在 轮到你了 夏北城从囚山拔手中夺过来的 戴锯齿的匕首 瞬间就到了叶云星的手中 还未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匕首便没入了囚山拔的心窝里 掌门 万人宗的弟子 齐声喊道 便纷纷朝囚山拔掠来 但叶云星没有给他们机会 一掌便拍在了囚山拔的腹部 致使他猛然到飞而去 下一刻 呼啦一声 掉进了那血池里 叶云星释放出了一道星光 星光朝那48对情侣飞去 所经之处 他们手上的捆绑着的绳索 便断开了来 没了束缚 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 纷纷寄出了自己的法宝 朝万人宗的弟子砸去 一时间还算大的暗室里 堪称灯光秀 亮起了各种颜色的束法光芒 狗普里傻眼了 他看到了这些被他们诱骗 而抓来的情侣们 竟然集体提升了一个禁忌的修为 吓得他忍不住哆嗦了几下 二爷 现在怎么办 狗蛋焦急地问道 狗普里快速分析了一下情况后 便说道 号召狗家还能一站的族人 和这些道友一起 围攻万人宗众人 好 随着狗家和48对情侣的联合 原本优势的万人宗 立即处于劣势状态 这时 因为囚山拔掉入了血池 暗室的墙壁上挂着的妖兽的头颅 竟然发生了异样 睁开着的眼睛 纷纷飘出了两道乌红色烟雾 朝血池飞来 叶云星担忧地说道 这烟雾甚是诡异 不能让他们落入血池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夏北辰点头道 那你安心处理这些烟雾 我去帮忙消灭万人宗的弟子 你要小心 叶云星抬手换出了心弦剑 因你与我发生了那时 这心弦剑也会认你为半个主人 所以 你先拿着它 关键时刻 能与高你一个境界的人一战 那你呢 我已经动天境 炼气化剑已不成问题 叶云星说着 手绝一掐 他身前便形成了一个气弦 无数剑间 如同雨后春笋一般 从气弦之中破空而出 这下你放心了吧 叶云星问道 嗯嗯 夏北辰一边点头 一边接过了心弦剑 随后 转身便朝万人宗的长老 描绘来掠去 叶云星惊讶地看着他 疯了吧 让你去应付万人宗同境界的 你竟然去对付万人宗 除了求山拔之外 修为最高的描绘来 叶云星刚想去 掀下手围墙干掉描绘来 却发现 血池忽然像沸水一样沸腾起来 而那些妖兽眼睛里 飞出来的乌红色烟雾 已经越来越近 看来 这血池和乌红色烟雾 挨得越近 血水就越闹腾 叶云星 只好先处理这些乌红色烟雾了 撤回了炼气化剑 他释放出了七彩光芒 朝烟雾迎了上去 天玄星术 还有一个技能 那便是净化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他和夏北辰 遭遇黑烟袭击时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 化解危险的原因 因为 七彩光芒 具备吞噬和净化邪气的作用 另一边 夏北辰擒着星玄剑 先劈死了一个 灵动精大圆满的万人宗弟子 再对着苗慧来砍了一剑 哼 苗慧来躲掉了那一剑 随即不屑地说道 就凭你这灵具七大圆满的修为 星玄剑 你是发挥不出作用的 是吗 夏北辰自信地说道 试试不就知道了 说着 腾空而起 星玄剑星光萦绕 朝着苗慧来劈下 不自量力 苗慧来轻蔑地说着 他手握狼牙棒也不回击 而是往外一闪 自信地认为 可以躲过这一剑 不料 刚他的身形刚闪到一半 还未停稳 就发现带着星光的剑气 出现在了他面前 预判 苗慧来不可思议地说道 随后抬起狼牙棒 会出了一剑乌红色的棒气 迎上了星光剑气 刷 哄 两气相遇 轰在了一起 暗室都为之微动 好在夏北辰的修为不高 要是换成夜云星那样 动天静的人来的话 恐怕刚才的剑气 已经将这暗室给掀翻 而苗慧来 也只是受了点轻伤 一个邻居近大圆满的小子 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他看着夏北辰 说道 不稀罕 夏北辰直接送了他三个子 气得苗慧来咬牙切齿 对着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夏北辰也不慌 轻轻一声 拆 手中的星弦剑便脱手而出 回击了对方 并巧妙地化解了对方的攻势 接下来 苗慧来好几次攻击 都被夏北辰给剑招招招了 最后 苗慧来大呼 你压作弊 这话喊得都破音了 毕竟一个邻居近大圆满的小子 竟然能巧妙化解 他练神近初期修为的攻势 这对他来说 打击有点大 要是让他知道了 夏北辰真实的修为 其实是灵武近大圆满 不知他是怎么反应 而他的破音 惹得夏北辰都忍不住笑了笑 笑过后 他嘚死地挑衅道 我就是作弊怎么变 傻屁玩意 你来打我啊 混蛋 苗慧来怒火中烧 继续对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不料 他的新宫是刚一出来 身子就动弹不得了 夏北辰则趁机毫不客气地 一箭刺穿了他的心口 末了还踹了他一脚 将他踹入到了下方的血池里 第零一六章 菊花宝典 万人宗的弟子们都傻眼了 恋神初期地描绘来 竟然被一个灵俱进大圆满的年轻人给杀了 如今 血池里一动不动地 躺着他们的掌门求山拔和描绘来 甚至求山拔已经浮在了血水表面 可以说他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有人历声喝道 万人宗的弟子们 投降才是你们的归宿 剩下的弟子 最高境界的只有灵元静中期 连恋神经大圆满的掌门都被顺杀了 那灵元静中期的修士 岂不是更像一只蚂蚁 说碾死就被碾死 因此 有人一喊他们投降 灵元静中期的修士就先放下了武器 不过 经此一亿 万人宗损兵折降严重 现在活着的人还不到十个 狗普里等人见危机化解 忍不住呼出了一口气 骑马家族覆灭的进度被延缓了 就看叶云星对他们狗家的态度了 只见叶云星已经净化掉了那些诡异的乌红色烟雾 此时正好从半空中缓缓落下 右手轻轻一挥 球山拔和苗慧来身上忽然星光绽放 接着肉体连同原因一起消散了 原来 他们正中了叶云星施展出来的星光腹 而刚才夏北辰对苗慧来使用了剑招拆招 只能是挠痒痒一样 没法对其造成实际性的伤害 毕竟他们两个人的修为差距摆在那 在夏北辰激怒了苗慧来后 叶云星正好净化完了烟雾 抽出了手对苗慧来丢了一个星光腹 就这样 恼怒成羞的苗慧来 还没攻击到夏北辰 就被一剑刺穿了心口 看到掌门和大长老生死神灭 万人宗投降了的弟子不禁打起了寒战 可想而知 如果不投降 那等待他们的也是这样的结果 夏北辰把星玄剑还给了叶云星后 叶云星看着狗家的众人 狗家近百口人 现在还剩下不到三十人 损失率不比万人宗低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不过 不幸中的万幸 狗家未成年的族人都活了下来 见叶云星看向了这边 狗谱里对着他跪了下来 随后 狗雕和狗匹也跟着跪了下来 狗蛋在此次大战中 生死盗消 狗谱里忏悔道 陛下 我们狗家有眼无珠 不仅助纣为虐 还冒犯了陛下 还请陛下降罪 说完 狗家众人纷纷俯首磕头 叶云星淡淡地说道 你们已经自食其果 我就不怪就与你们狗家 但他们 这些人怪不怪你 我就不知道了 狗谱 狗雕 狗屁三人 抬眼看向了同伴 被他们诱骗来的情侣们 如今 那四十八对情侣 有九十六个人 剩下了九十人 另外的六人 再也没法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狗谱里随即看了一眼狗不交母子 照顾好交 如果有来事 我下辈子给你们母子做牛 做马都误会 美副和狗家众人一听 情况不对劲 便急忙喊道 普利 二爷 然而 话音未落 狗谱里就拾起地上的一把剑 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生命 一点一滴地流逝着 在闭上双眼前 他依依不舍地看着美副和狗不交 美副起身 奋力地将狗谱里拽到了身边 不要啊 普利 你怎么忍心丢下 我和娇呢 狗谱里伸出了双手 一手俯着美副的脸 一手俯着狗不交的脸 狗不交身受重伤 虚弱地看着他 纵使心里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但还是在最后一刻 对狗谱里唤了一声疊 狗谱里在这一声呼唤中 彻底闭上了双眼 夏北辰拎起了一名万人宗的弟子 来到了叶云星的面前 这血池是怎么回事啊 大 大哥 我不知道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请饶命啊 我真的不知道 这名万人宗的弟子 浑身哆嗦起来 脚已经软了 就差尿了 夏北辰看向了另一名弟子 林元静那位 那林海静的万人宗弟子 身子猛的一顿 随即哆嗦着 来到了夏北辰和叶云星的面前 并恭敬地说道 小的在 夏北辰捡起了地上的半截骨针 正好是那尖刺的一半 他将骨针抵在了对方的胸口上 说道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吓得对方双脚一软 跪在了地上 饶命啊 这一切都是掌门和大长老在做 我也不知道 他们想要干嘛 夏北辰蹲了下来 手忽然一推 啊 林元静好歹也是高手了 竟然吓得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叶云星和夏北辰 给他的震撼力 可见一斑 此时 那骨针已经刺进了他的衣服里 刚好与他的心口处的皮肤 接触在了一起 只要夏北辰再往前推一点 那这骨针 无异于给他打针 只见他 啊完之后 额头上流出了痘大的汗 同时说道 大爷饶命啊 我说 我说 夏北辰表情严肃 说 我们掌门早年因为被情所伤 发誓不再相信爱情 后来不知道 从哪里得到了一本秘籍 莫非是 葵花宝典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不是不是 对方的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不过 您倒是说对了三个字 他那本秘籍叫 菊花宝典 菊 花 夏北辰错愕了一下 据说 菊花宝典有两重 第一重局报 须与不同的男子 修炼七天七夜才能修成 从那以后 掌门变 变不男不女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对方忍不住 夹紧了自己的双腿 莫非 夏北辰一脸坏笑地 看向了他 对方无地自容 恨不得在地上 抠个洞钻进去 夏北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会玩 对方羞愧不已 听得懂的人 不禁扎舌 听不懂的人 一脸好奇 那第二重呢 夏北辰问道 第二重 便是取七七四十九对鸳鸯的心头血 加入到装着一半雄性妖兽 一半雌性妖兽的血的池子里 对方指着血池 如此带心头血与兽血融合半个时辰后 他就置身于血池中 炼化上十二个时辰即可 这时 有人好奇地问道 修炼菊花宝典 有什么好处 对方回道 可以达到无情无欲无义 并助自己修为大掌 难怪那老家伙 短短几年不见 就已经从当初的灵海境大圆满 提升到了炼神境大圆满 叶云星冷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原来是菊花贡献了不少作用 夏北辰挑了挑眉 对这名陵渊进的万人宗弟子八卦地问道 那么老的菊 你们下得去 第零妖七章 何人在此叫嚣 对方哭着控诉 他可是掌门啊 我们哪敢不从 也是 夏北辰坏笑了起来 对方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么丧尽天良的秘籍 也不知道是哪个杀千刀的创写的 夏北辰同情加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 以后没人休息了 葵花宝典 已经随求山拔的生死神秘不复存在了 别说是一本纸质的秘籍了 就算的玄铁都得消失得一干二净 封信子的非常剑 不就这么没了吗 鉴于你们先前的所作所为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搞清楚状况了的叶云星 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了一个白玉瓶 这是可以让陵渊进 及以下境界禁费的丹药 你们自觉服下吧 啊 万人宗弟子们身子猛的一阵 叶云星冷然道 不服下也行 那就像狗谱里那样 畏罪自财吧 万人宗弟子们面面相去 好不容易修得一身本领 竟然要废掉 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可不接受 就得自财 那样子的话 连小命都得丢了 权衡之下 没有人选择畏罪自财 纷纷服下了丹药 入口即化 几个呼吸间 他们就感觉到了 一群蚂蚁在身子里钻来钻去 并啃食他们的肉体似的 一时间 偌大的暗室里 回荡起了他们的哀嚎声 听得其他人都忍不住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狗家活下来的人 不禁庆幸 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而那剩下的情侣 也不再追究狗家的责任 半课中后 万人宗的弟子 一一废去了修围 叶云星将他们放走 狗家的人 开始清理暗室里的尸体 一课中 大家都离开了暗室 暗室对应的地面 除了鱼池 没有建筑物 考虑到血池的危害 夏北辰建议 将鱼池里的鲸鱼 迁放到莲花池 至于空出来的暗室 叶云星让大家靠边后 腾空而起 手中擒着星悬剑 星光流转 一剑麾下 蕴含着磅礴 且霸道的星辰之力的剑气 赫然轰在了 没有了鲸鱼的鱼池里 顿时 地动山摇 地面 也随之瘫陷 暗室 就这样轰然倒塌了 安全起见 叶云星还在塌陷了的地面 加了一道封印禁止 以此来防止有人重建血池 至于塌陷了的地面 那就让狗家 自己去用泥巴回田吧 搞定了这些事 夏北辰和叶云星就要离开 这时 狗家说得上话的男子 只剩下狗雕和狗批 狗雕叫住了夏北辰和叶云星 今日若非陛下与这位公子在场 恐怕我们狗家 已经被万人宗泄莫杀驴 而灭了族 所以 今我等商量 狗家在青阳城的所有产业 赠予二位 其他人 我们也会对相应的赔偿 叶云星看向了夏北辰 你要吗 夏北辰回道 不感兴趣 开玩笑 哥都有无尽零食矿卖了 要你们狗家的产业 老子还嫌难管理呢 不要 坚决不要 叶云星收回了星玄剑 你都不要了 我更加不要 不亏是女帝 以及女帝的男人 狗家的财富都无动于衷 这一刻 在场的人 对他们两个人的崇敬之心 更重了 狗雕没想到 他们狗家的庞大财富被嫌弃了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话了 当他回过神来之际 夏北辰和叶云星 已经和那些情侣们 到了别儿玉空离开了 经此一役 狗家衰落 变卖了不少家产 接济了不少平民百姓 并退出了青阳城 及红叶镇 返回他们的祖原地 提升的境界 还在有效期里 所以 夏北辰还能玉空飞行 他问道 云星 我们现在去哪里 去一个该去的地方 已经变回淡蓝色长裙的叶云星 也看了一眼夏北辰 要不你待在红叶镇 欣赏美景 我一个人去 夏北辰瞥了他一眼 你之前带我去红叶镇 不会是想 打我去欣赏美景的吧 才不是呢 叶云星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我不是把你的衣服撕烂了吗 所以想去帮你买衣服的 谁知道 狗家白送了你一趟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算有良心 但是 你一个人去什么地方 我不放心 万一你又被人暗算了怎么办 叶云星说道 我都已经冻天静了 夏北辰耸了耸肩 之前你也无敌啊 还不是被暗算 叶云星看得出他在关心自己 随即笑道 那要是 真被再次暗算了 我就回来找你继续解毒呗 夏北辰靠近了他一点 要不现在再替我解解毒 脸色忽然羞红起来 叶云星拒绝道 好不容易缓解了下撕裂感 还不能解毒 说到这里 他补充道 何况你服了禁灵丹 可不能够那啥 夏北辰提醒道 现在禁灵丹还在有效期呢 再说了 你不是说 炼制一种 可以提前结束闲者时间的丹药吗 叶云星嘟了嘟嘴 说道 我突然不想炼制了 可恶 怎么爹 想打架 想解毒 我看你是想挨揍 说着 叶云星扬起了粉拳 就朝夏北辰杂去 夏北辰一闪 躲过了拳头 妖念 哪里逃 叶云星追了过去 两个人你追我赶的 像两个幼儿园 小朋友似的打闹着 就这样 他们竟然一路大闹到了一个相对 还算宏伟的宗门前 夏北辰一看 赫然到了万人宗了 忍不住看了一眼叶云星 他问道 所以 你说的该去的地方 就是这里 叶云星微微点头 嗯 真该来 夏北辰悬停在了万人宗正殿前 约摸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上 叶云星则对着正殿的方向喊道 万人宗说得上话的家伙 都给我滚出来 声音颇巨穿透力 传到四周的山头时又反射了回来 不久后 万人宗不同的角落里 刷刷地飞出了一堆弟子 不一会 就将夏北辰和叶云星团团围住 何人再次叫嚣 一位胖的跟仙人求是的男子 戴着一顶原亮色帽子 从人群中飘了出来 第零腰巴掌 接着奏乐 接着舞 现在虽然是凌晨时分 但因为夏北辰和叶云星的到来 尤其是万人宗的弟子们围上来后 正殿内外 灯火通明 把广场都硬亮了 所以 以广场为中心的区域 环境 人物的表情 肉眼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叶云星冷若冰霜地说道 抱上你的身份 呵呵 原亮色帽子男嘲讽一笑 说道 区区两个灵聚镜 也赶来我万人宗撒野 没错 在刚才的打情骂靠中 叶云星把修为再次隐藏到了灵聚镜 只不过 这一次比之前去红叶镇的时候 搞了一件 所以 给外人看到的是灵聚镜中期 而夏北辰的静灵丹要效时间 也才过半 所以他现在的修为 还是在灵聚镜大圆满 对方的话一落 四周的弟子们都大笑了起来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大笑话 竟然不知道 我们的护山长老 我们出个灵动静的师弟 就能把他们打趴下 他们没来的胆子 跑这来叫阵 你也不过是灵海静而已 真以为自己是老母牛道理 牛比冲天了 夏北辰指着原亮色帽子男 是你头上的绿色帽子 给了你勇气吗 狂妄 原亮色帽子男 轻轻爆起 回指了夏北辰 师叔误动了肝火 一名灵动静初期的弟子 来到了原亮色帽子男的身侧 杀鸡烟用牛刀 这个家伙 就交给我来吧 夏北辰瞥了他一眼 上一次这么说的人 连扎都不胜了 你确定你要跟我对战 人有多厉害 不是说说而已 灵动静弟子说完 便率先对夏北辰 发起来了攻击 他竟然没有使用武器 就这么赤手空拳地 朝夏北辰袭来 看来 的确是没有把灵聚静 大圆满的夏北辰放在眼里 拳风还算刚猛 但仅限于表面 徒有虚表 夏北辰一边说着 一边迎了上去 哄 两者相遇后 爆发出了一股能量 随后 万人宗的这名灵动静初期弟子 闷哼了一声 四周的同门回过神来 惊讶地发现 他的右手臂 正搭拉在身侧 像是 脱臼了 还要继续吗 夏北辰悬停在对方一丈远的地方 淡淡地问道 滚蛋 去死吧 对方祭出了一把 约莫一尺长的玉箫 逼得崔师兄 祭出了他的刘碧箫 这小子要完了 崔师弟的刘碧箫 不仅能吹晕同静 还能把低于他境界的修饰 吹得失魂落魄 正因为之这样 很多不长眼的家伙 就那样 在失魂落魄之下 被崔师兄给击杀了 等着吧 没想到 一个灵动静初期的弟子 因为一把名叫刘碧的萧 而被师兄弟姐妹们刮目相看 那他夏北辰 就要体验体验下了 这时 崔姓弟子伸出了他那未骨折的左手 拿住了玉箫 放在了嘴边 萧声响起 单手也可以 看来有两下子 夏北辰看到 自萧声响起后 方圆一里内 已经沉睡了的飞鸟 纷纷被惊醒 慌忙地扑腾着翅膀 往外飞离 玄婷在夏北辰身后不远处的叶云星 听到萧声后 眉头不惊一簇 随后 他用天玄星术给夏北辰传音 北辰小心 他的萧声可能会扰乱你的心智 语气中 满是担心之意 夏北辰则说道 无妨 他还伤害不到我 听着他那自信的语气 叶云星放心了下来 他在自己的身周加了一道防护 过滤了不少萧声的分贝 在看着场中的夏北辰 萧声响起了片刻 崔姓弟子发现 夏北辰悬停在仪仗外 双手抱在身前 气定神弦的样子 虽然听不懂你吹的什么曲 但不得不说 你吹萧的样子 还真不错 对方听到夏北辰说话间 故意把吹萧二字的音量加大 顿时气的身子发颤 这刘碧萧对境界低于我之人 应该是颇有杀伤力的 为什么他会没事 心意横 他嘴巴一动 背齿一咬 夏嘴唇被他咬破了皮 他这又吹又咬的 看得夏北辰都有些诧异了 这是要闹奶戳 夏嘴唇渗出来的血液 很快就染在了玉霄上 原本带着些许青绿色的玉霄 忽然散发出了乌红色的微光 虽然不是烟雾 但是夏北辰却很是怀疑 对方这功法 和他们的掌门求山拔 以及大掌老苗 回来在狗家使用得很像 夏北辰挑了挑眉 说道 看来 你也是被你们掌门 光顾了后门的信任啊 对方身子一震 像是被人识破了糗事一般 但很快 他就恢复了正常 并加快了吹走 音波 从刘碧萧里 迅猛地往四周扩散 围在四周的铜门 不得不加了一道防御 以抵御萧生带来的伤害 以催性弟子为中心 空间都开始往外扭曲 夏北辰用神石 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颗鞍唇淡大小的灵石 并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它抛向了催性弟子 当灵石接触到了 那扭曲的地方时 被拉伸 弯曲 夏北辰看到 短短两秒时间 坚硬无比的灵石 就扭曲得不成样了 最后 咔咔咔地碎成了粉末 纷纷往下掉去 众所周知 灵石里面还蕴含着灵气 有灵气的灵石 才是硬通货 没有灵气的灵石 就是一颗废石 他们惊讶地发现 夏北辰拿出的这颗灵石 赫然是一颗极品灵石 所以 哪怕是碎成了粉末 大家也感应到了它的灵气 赫然比市场面流通的 灵石的灵气 充沛了十倍 还有些弟子 则趁机吸起了这些灵气 眼看空间扭曲就要波及到了 夏北辰却还是一副气定神贤的样子 这一刻 叶云星那刚放下不久的心 便又提了起来 北辰 你在干什么 他焦急地传音问道 然而夏北辰没有回答他 而是身子开始律动起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夏北辰如同在21世纪蹦迪式地 对着崔姓弟子和万人宗其他人说道 康芒 北鼻 不要停 这时 大家才诡异地发现 销声吹奏所导致的空间扭曲 在夏北辰的身上压根就不管用 他毫发无损 连衣服都没点事 其实 他们包括叶云星在内 都有所不知 第零一九章 锁那一响 哀伤全场 他们所不知 夏北辰开挂式地拥有剑招拆招的技能 而且 还有一半时效呢 比静灵丹的药效还长 对万人宗崔姓弟子使用剑招拆招后 那销声赫然由他听不懂的曲子 变成了蹦迪用的低势高 所以 他才那么happy 这一举动 看得叶云星张大了玲珑小嘴 惊得万人宗众人掉了下巴 气得崔姓弟子胸口一闷 气血翻腾 差点吐出了一口老血 而销声 也随着他的气血攻心而停了 怎么停了 转化到耳朵里的低势高 戛然而止 夏北辰意犹未尽 真是没劲 什么刘碧霄 也不过如此 此话一出 崔姓弟子再也憋不住了 噗 一口老血 终究还是喷了出来 同时 他的身子开始往下坠落 崔姓弟 见状 万人宗的两名弟子 急忙飞了过来 将其接住 并扶住 师兄 我 我自后面的话没说出来 他的脑袋便一歪 昏死过去了 他的两名师兄 眼里冒起了火似的 狠狠地盯着夏北辰 不知道的 还以为夏北辰 刚刚欺负了他们的小情人似的 你看着崔姓弟 我去教训他 左边的那位 静接在灵动镜大圆满的弟子 朝夏北辰掠了过来 还是换个人吧 夏北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小拇指 一边掏着耳朵 一边提醒对方 其人太甚 对方咬牙道 夏北辰将掏耳朵的右手 移到了面前 然后弹了弹 一吸而始 便弹飞到了对方的身上 更甚的是 夏北辰还说道 嗨 你说对了 就是欺负你们 怎么爹 莫师兄 把他打趴下 周围有师弟和师妹 给自己的师兄鼓起了劲 就这样 对方像是打了鸡血似的 摩拳擦掌的要对夏北辰出手 然而 就在他还在半仗 就达到夏北辰的跟前时 赫然看到夏北辰掏出了一样东西 竟然 是一只索呐 他想起了自己那位农场朋友 曾经跟他说过的一件事 并告诉他 面对用乐器的修饰 你就用百乐之王 索呐回敬对方 巧了 夏北辰刚才使用剑招拆招 来化解消声攻击的时候 就将自己想要一只索呐的想法 告诉了系统 系统很配合地满足了他 该我送一曲给你们了 话音一落 索呐响了起来 首当其冲的默性弟子 猛然被吓了一跳 捂着双耳 急忙往后退了两张 为什么这曲子这么哀伤呢 为什么听了他 我想流泪呢 我想起了那些故去的亲人 呜呜 这家伙 吹得哀怨 有人忽然明白了过来 他这是在咒我们万人踪死啊 啊不行了 我的眼泪止不住啊 我的心好疼 一时间 周围的弟子 一个个泪牛满面 眼看 就要把持不住了 大胆 区区一个灵聚镜 也敢再次放肆 这时 正殿后面的山峰 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 接着 一道绿光 从后山击事而来 一眨眼 功夫就到了下北城 和那灵动镜 大圆满的弟子之间 周围的弟子 如同见到了大明星似的 喜出望外 就连原亮色帽子男子 也是一脸恭敬的样子 他身边的弟子们 纷纷议论起来 郭老祖出关了 没想到 两个灵聚镜的修士 惊动了已经闭关了 两百年的郭老祖 这下子 毫无悬念了 我赌这男的渣都不上 我赌那女的 会成为郭老祖的压房小倩 不料 说后面这两句话的 两名子弟 话音刚落 便同时发出了一声惨叫 接着 他们痛苦地往下坠落 末了重重地跪倒在了广场上 两个人的膝关节 都发出了咔咔咔的 肾人脆裂声 纵使这样 他们也依然呈现 跪着的状态 而且 身子没有丝毫倒地的趋势 场中唢呐吹奏的哀乐 还没停止 就突然发生了这一幕 众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当郭老祖的视线 从下北尘身上移开 看向了夜云星时 大家才明白过来 刚才的一幕 正是出自他之手 郭老祖沉声道 姑娘 你刚刚出手 可一点也不像是邻居静中气 夜云星看了看自己的柔仪 说道 老东西 还以为你死了 没想到躲在后山 做起了缩头乌龟 成缩头乌龟也就算了 可两百年过去了 你还是练神静中气 连你那仇失职都不如啊 对了 我没记错 你个老东西 应该是1857岁了吧 竟然不如一个857的失职 修不修 说到这里 夜云星放下了柔仪 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郭老祖 夏北尘这时停止了 索娜的吹奏 索娜瞬间从手里消失 被系统回收了 他飞到了夜云星身边 说道 想不到 他比风性子还要老啊 夜云星阴阳怪气地说道 老多了呢 夏北尘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毫不吝啬地点了赞 我发现 你真的是伶牙俐齿 骂起人来 很有我的作风 是吗 夜云星微微一笑 说道 像你学的呢 搁着打琴骂靠 郭老祖嘴角和眼角 都生气地抽了抽 而自己的情况 竟然被这女的了如指掌 他到底是谁 不过 郭老祖很快就阴沉着脸 说道 今日你们在这里如我是小 如我宗门师大 不管你是们谁 这辈子都别想离开万人宗了 你有这个本事 夜云星漫不经心地说道 出于对一个数千年宗门覆灭前的尊重 我先给你们看的东西 好让你们九拳之下也能明目 说着 他催动了数法 对着半空一指 一个比足球场中圈 还要大上不少的圆形屏幕 便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里 几乎是一两倍速在播放着之前 狗家暗示里所放生的事的画面 包括万人宗掌门求山拔 大长老描绘来先后被杀于血池 到万人宗活下来的弟子 投降废休为为止 万人宗的弟子们看后 满脸写着不可思议 掌 掌门和大长老 竟然 竟然被他们杀了 还没完呢 夜云星守绝一变 画面就完成了切换 是昨天晚宴 他被暗算和追杀 以及包括山羊胡子和风信子 在内的修饰 围杀的画面 当然 山洞里的画面可没有 哪怕是付费会员 也一样看不到 最后 夜云星撤掉了屏幕 冷若冰霜地 看向了万人宗众人 下一刻 星光流转 星悬剑 郭老祖和原亮色帽子男子 同时瞪大了双眼 结结巴巴地喊道 你 你 第零二零章 以同党论罪 杀无赦 夜云星 两个人结巴了好一会 才叫出来他的名字 其余的人 听到他的名字时 都愣住了 怪不得赶来万人宗教阵 竟然是他 他的修为 为何才是灵聚境中期 他不应该已经生死到消了吗 对啊 为何还会活着出现在这里 难道被他逃出来了 听着万人宗众弟子的议论 夜云星也算是明白了过来 原来 这些人 都知道万人宗参与到了 风信子谋逆之事 甚至是整个宗门 都摆在台面上说的事 所以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夜云星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心弦剑 脸上 依然挂着冷若冰霜的表情 但 他的眼中 却是闪烁起了无情的火焰 哪怕是他旁边的夏北辰 也感受到了 他那抹沁人心骨的寒意 即与之相反的森杀怒意 伸出了手去 夏北辰牵住了他眉握剑的左手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不论结果怎样 我都支持你 夜云星转头看向了夏北辰 那寒意 立马变成了暖意与感动 眼中带着秋水 寒情默默的样子 嗯嗯 夜云星微微点头 随后手中的心弦剑争的一声剑鸣 直指当前万人宗修为最高的郭老祖 那寒意和怒意 又瞬间回到了他身上 老东仙 你虽闭关两百年 但你那好大指掌门所做的一切 怕也是事先知晓的吧 郭老祖从震惊之余 回过了神来 夜云星 他指着这边 喝道 如今哪怕你还有一招 顺杀我宗门弟子的能力 但你的境界 却掉到了凌聚境中气 只要我宗门上下一心 你双拳照样难敌四手 今日 就算你知道了真相 又奈我们何 夜云星说道 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 话音未落 左手从夏北辰手里挣脱 给他加了一道防御结界后 右手倾着剑一跃而起 万刃宗在这片大陆上 存在了数千年 没想到初心都变了 今天就要 让你们尝尝 自己犯下的恶果 夏北辰没有说话 默默地看着夜云星 原谅色帽子男 戴着受伤的崔姓弟子 和陌姓弟子等人 退了几仗 郭老祖则开始截手印 同时对弟子们说道 截户山大阵 大家反应也快 快速截起手印 不一会 天空之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法阵 这便是万刃宗的户山大阵了 尤其创派祖师部下 从外形和气势上看 这数千年来 万刃宗没少投资源去维护 夜云星没有把户山大阵放在眼里 直接对着法阵一箭挥去 星辰之力直冲而上 咔咔咔 户山大阵赫然出现了裂痕 这 万刃宗弟子们 骇然地看着这一幕 就连原谅色帽子男的身子 都不禁一颤 作为户山长老 他可是很清楚这个法阵的 几个月前 还有几个不知死活的 林海静散修跑来撒野 结果被这户山长阵 给压得毫无还手之力 坚持了不到半刻钟 几个林海静的散修 统统灰飞烟灭 可是现在 修为只剩下 邻居静中期的夜云星 竟然一箭 就破了户山大阵 很快 法阵裂痕越来越多 几个呼吸后 就哐当一声 破碎了 破碎了的法阵残余 剑飞了出去 大部分没入了 万任宗弟子的身体 一时间 血雾弥散 锦一剑 万任宗就折损了 近十名弟子 而且 这还仅仅是叶云星 以凌修静中期的 修为释放的一招 纵使是郭老祖 也受到了波及 要不是他及时在自己 深周布了一个防御结界 他也得受伤 夏北辰因为有了叶云星 给他家的防御结界 以及本身具备的防御值 所以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老祖 怎么办 原谅色帽子男看向了郭老祖 要不要启动万任法阵 叶云星把新玄剑置于身后 万任宗 因万任法阵而得名 但也有一个缺点 那便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确定要启动 原谅色帽子男大声道 誓死与万任宗共存亡 一些进入宗门 有不少年月的弟子 立即响应 以表忠心 不过 一些刚入门不久的弟子 却是犹豫了起来 毕竟 论归属感 新生怎么也没老生的强 叶云星将他们的分歧看在了眼里 随即说道 我叶云星的见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不想死的 就赶紧下山 从此以后 不要说自己是万任宗的人 郭老祖喝道 叶云星 少在这里谣言惑众 我万任宗的弟子 岂是你一两句话就能策反的 夏北辰忍不住笑了起来 信郭的老东西 刚刚才看了你们万任宗弟子的 投降废修为的画面 怎么这下子就忘了 你压的是七秒钟记忆吗 郭老祖恼羞成怒 修为在林丹镜及以上的弟子 随我和护法长老 击杀叶云星 剩下的弟子 集中火力 击杀这狂妄的小子 灵命 大约三分之二的万任宗弟子听后 立马行动了起来 剩下的三分之一 还在犹豫 郭老祖下了死命令 今日不为宗门 出力诛杀辱宗门者 以叶云星同党论罪 杀无赦 一部分弟子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加入了对叶云星 和夏北辰的击杀行动中 而最后的那部分弟子 则一咬牙 打算下山 万任宗能不能在 叶云星的眼皮底下 存活下来 还是个问题 什么时候杀无赦 简直就是笑话 不过 郭老祖并没有给他们机会 对原谅色帽子男说道 启动万任法阵 这些人一律当成 叶云星的同党 一个不留 遵命 原谅色帽子男 立马拿出了一个小徽章 这个徽章 是万任宗的标志 灌入了灵气之后 在原谅色帽子男的催动下 直冲天穷 接着 以正殿为中心 方圆树里的山头 瞬间发出了一道道砌鸣声 无数的清光 从这些山头积视而出 夏北辰和叶云星一看 赫然看到 无数的刀 剑如同雨点一样 朝他们以及万任宗 那些想下山的弟子飞来 第021章 万任宗 灭 兄弟姐妹们 既然信郭的无情 我们也没必要人意 今日不是他死 就是我王 有想下山的弟子 愤怒的号召起了同伴 没错 不是他死 就是我王 剩下想下山的弟子 纷纷响应 颇有骨气 虽然以新生为主 但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个个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正是与宗门决裂 估计万任宗的创派祖师 怎么也不会想到 有朝一日 会有同门相残的一幕发生 这是宗门创立以来的首次 或许 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 万任宗之所以为叫万任宗 据说宗门里藏着万把刀剑 用于万任法阵 这个法阵 当年帮助刚创立不久的万任宗 躲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 而不至于被灭门 因为 前来踢馆的人 哪怕抗住了护山大阵 也会在万任法阵中 被万任窃身 这 比灵池树死还要恐怖 叶云星在万任法阵启动之后 便掠到了下北城身边 手中的新玄剑 在身前划了一圈 幻化出了无数飞剑 并带着霸道的星辰之力 迎上了万任法阵激活之后 从朝他们飞来的刀 剑 瞬间 黑夜如白昼 一股强大的威压 横扫了整个万任宗 坑坑坑 无数万任宗的刀剑硬生而断 接着像之前的护山大阵一样 残缺的部剑四处飞剑 结果 又是一次人员折损 果真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不 是敌没杀到一个 就自损了八百 轰轰轰 其他星玄剑幻化出来的飞剑 则轰向了山头 爆发出了惊人的巨响 顿时地动山摇 无数飞驶走力 如同雨点一般 向四面八方建设 几十个山头 悉数被毁 更别说宗门里的建筑群了 狂浪 那小徽章 也是硬生破碎 随之便是原亮色帽子 难吐了一滩血 毕竟他是护山长老 护山大阵和万任法阵 早就与他的心血相通 可现在 万任法阵扑了护山大阵的后尘 被叶云星一招给毁了 所以 他也被波及到了根基 由此受了内伤 万任法阵被毁 整个万任宗室上方 乌云密布 使得四周的环境 变得异常幽暗 场景如一幅血腥的恐怖画面 叶云星 回我宗门两阵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郭老祖一边怒吼 一边仰望天穷 忽然 他的身上散发出了黑烟 接着 他的身子迅速膨胀 瞬间比之前大了三倍 对着叶云星便轰出去了拳头 一道道黑色拳影 如同迅猛的妖兽一般 朝叶云星袭来 不自量炼 叶云星的手轻轻一旋 手中的星弦剑立马万剑合一 星光萦绕 璀璨无比 结束吧 叶云星倾着星弦剑 猛然对着郭老祖劈了下去 流星飞落 万任宗又有不少弟子 生死到消 几个呼吸间 广场上躺满了尸体 就连原亮色帽子男 也被流星击中 最后被剑气劈成了两半 一会后 毫无招架之力的郭老祖 被星弦剑的剑尖 抵在了喉咙前 他那膨胀的本领 刚一施展全数 就被叶云星的星弦剑给打断了 这时 叶云星的修为境界 呼地释放了出来 郭老祖骇然加颓然地看着他 你竟然是动天境修为了 知道的晚了 话音一落 郭老祖人头落地 连原音也被叶云星 换出来的七彩花 给吞噬的连渣都不剩了 另一边 下北城靠着剑招招的技能 抗住了攻击 而之前所那的哀跃 无形之中 削弱了这些境界在灵丹七以下的弟子的实力 所以 面对他们的围攻 下北城反杀了万任宗的不少弟子 你们之前经过了安岳的洗礼 实力早就打了折扣 再这样下去 你们会被我耗死 见到郭老祖和护山长老都被杀了 又听了下北城说的话 万任宗剩下的弟子 开始快速权衡利弊 叶云星亮出了自己的真实修为 再打下去 哪怕没有下北城 他们也会扑郭老祖和护山长老的后尘 一会后 这些弟子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向叶云星和夏北城投降求饶 其实 说给隐藏了修为的叶云星 他们还不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他已经是洞天境 具备了毁天灭地的能力 但很多人扣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在一个邻居进大圆满的家伙手上吃亏 尤其当进灵丹的药效过了 夏北城恢复到灵武进大圆满的时候 他们更是惊掉了下巴 此时 原本两千多人的宗门 在夏北城和叶云星到来之后的一个时辰里 就剩下了三十八人 其中 投降的有二十五人 剩下的 就是之前想下山却下不了的 他们当中 最高境界也才灵动进大圆满 叶云星看向了投降的那二十五人 说到 助纣为虐 当受法 随即 如法炮制 给了他们每人一枚丹药 他们都看过了 之前关于狗家一世的画面 所以 对这丹药 也不算陌生了 只要服下去 修为禁费 那十三个人则 呼出了一口气 庆幸自己之前迷途之返 没有继续跟万人宗一起对抗叶云星 否则 辛辛苦苦修炼了几十上百年的修为 就得废了 看着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的那二十五人 自知这已经是叶云星的宽恕了 所以 没有犹豫 就服下了丹药 入口即化 哀嚎生起 半课中 这二十五人的修为净废 叶云星冷然道 既然修为已废 那就滚吧 多谢陛下不杀之恩 二十五人如玉大赦 到了谢后 一溜烟地下了山 剩下的十三个人 本想投靠天玄宗 请求叶云星收留 却被他拒绝了 让他们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就这样 万人宗 进入了短暂的宁静期 整个宗门被彻底摧毁 已是满目疮痍 一片片残云断壁的废墟中 留下了一个个圣人的深坑 洞天境的实力 恐怖如斯 至此 万人宗 灭 叶云星收回了星玄剑 看向了万人宗的残云断壁 作为几千年历史的宗门 一定还有不少宝贝 我们去搜刮一番 额 看着有点像小财民一样的叶云星 夏北辰差点没反应过来 叶云星拽着他往废墟里走去 别额了 不搜刮一点 怎么养你啊 不料刚走几步 叶云星就感觉到了 夏北辰有点不对劲 地灵 那是打动的 静灵丹的效果 在结束战斗之后 正好过了时间 夏北辰也因此恢复到了 灵武镜大圆满的修为 可是现在 他身上忽然一道光滑出现 赫然又从灵武镜 晋升到了灵巨镜 地 因宿主在刚才一战中表现出色 宿主修为晋升到灵巨镜初期 这还没完 系统那空灵的声音再次传来 恭喜宿主与叶云星成功脱险 线下发随机奖励 对哦 随机奖励 系统不提醒 夏北辰还差点忘了 这是他选择了服下静灵丹时 系统附加的奖励 也不知道是什么 奖励已发放 请宿主查收哦 夏北辰带着期待查看了起来 发现奖励发在 无尽领域的建筑主殿里 而且 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包裹 用神识 立马将包裹打开 赫然录出了一本书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真灵丹谱 四个字 这便是他的书名了 翻看了两页 夏北辰直呼好家伙 书如其名 它是一本炼药秘籍 学习了之后 不仅可以炼制治疗病痛的 还能炼制不倒金枪的丹药 嗨嗨 北辰 一道光滑落下 夏北辰修为晋升之后 叶云星却是发现 他表情有些猥琐 便忍不住在他面前晃了晃手 疑惑地叫起了他的名字 夏北辰眨了眨双眼 回过神来 怎么了 你刚刚脑子里想什么呢 叶云星问道 在想金枪 嗨嗨 在想邻居近了 终于可以遇空飞行了 夏北辰一本正经地回道 叶云星对他的回答 则是一脸狐疑 我不信 夏北辰只好拉着他的手 走吧 你不是说要搜刮宝贝吗 晚了万一宝贝长脚了溜了怎么办 叶云星无语地瞥了他一眼 宝贝又不像你们男人那样 多长一条腿 能溜去哪 夏北辰一听 挑着没说道 我们男人又不靠那条腿走路 因为那是打动用的 然而 叶云星却说道 人家都是主动打动 你是被动打动 麻烦下次切换一下主被动方式 夏北辰心里大呼妖念 两个人在破路上 靠着飙车的速度 来到了万人宗正殿前的台阶上 坍塌成这样了 怎么找 夏北辰挠了挠后脑勺 当然地敞亮着找 叶云星双手翻动 璀璨星光流转间 对着正殿的废墟一指 随后星光将那些破烂的建筑废料 搬运到了广场上 广场上有不少坑 正好可以填进去 不得不说 这天玄星术 简直是天玄宗弟子的万金油 不仅可以荡成媒介来传音 还能拿来打架斗殴 以及荡成工具人搬运东西 看到叶云星使用天玄星术来搬运废料 夏北辰忽然想起了 自己如今也是灵聚境的修为了 之前因为静灵丹的缘故 叶云星传授了他天玄星术 可随着静灵丹的药效结束 恢复灵武镜修为的夏北辰 是没法施展天玄星术的 毕竟 只有到达了灵聚境才能休息他 如今 自己已经告别了灵武镜 来到了灵聚境 因此 他也试着施展起天玄星术来 很快 双手四周星光萦绕往复流转 叶云星扭头看向了他 然后露出了和须的笑容 还不忘竖起大拇指给他点了个赞 夏北辰对着其中的一堆断裂的横梁木一指 手中的星光飞了过去 便将这堆目标给抬升了起来 接着他指着横梁木往广场上搬运 成功 虽然比起一次性差不多 能把废墟搬空的叶云星 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吧 哪怕是打洞 第一次不知道怎么打 那久而久之 黑灯瞎火 不也能一赶搞定 站在原地 就能将这么多东西搬运到别处 天旋星术 就像是导弹指哪打哪的精确打击似的 你指哪他就放了 其实 修士进入到了零五进中期 就能隔空欲物 只不过 修为高的人 能一次预起不少数量的物品 修为较低的人 能预起的物品数量十分有限 而这天旋星术 正好可以 让修为较低的人 弥补这一缺陷 三分钟不到 夏北辰和叶云星 就把废墟给搬空了 原本满木窗移的正殿废墟 被清理的只剩下一些未坍塌的木架 然而 当他们进入到正殿遗址时 却是发现 除了正殿的正中央 有一个大大的万人宗徽镖外 啥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莫非搬运的时候 把宝贝都搬运走了 夏北辰扭头看向了广场外的废料 叶云星则摇头道 我已经检查过了 搬运出去的废料里 并无任何宝贝 夏北辰移回了视线 扫了一眼正殿遗址 整个宗门 好歹也有两三千人要养活 不可能穷得叮当不响吧 莫非 有额外的藏宝阁 叶云星拖起了下巴 我刚入天旋东大会 随时掌门来过万人宗 容我想想啊 想了想 他说道 万人宗应该是没有藏宝阁的 不过我倒是记得 他们有个禁地 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 哪怕是自己宗门的 也只有长老级别才能进入 夏北辰问道 还记得他们的禁地在哪吗 嗯嗯 叶云星点了点头 确定了下方位 指着西边说道 好像是在哪个方向 那还等什么 走起 夏北辰说着 便又拉起叶云星的手 然后腾空而起 现在能遇空了 非就完事 叶云星看了一眼两个人的手 北辰 你现在牵我的手 是越来越顺了呀 开玩笑 不管是牵手 还是摸摸打 啪啪啪 都能增长亲密度 能不顺手吗 当然 夏北辰可不敢这么说出来 不然八成会被罚贵搓一板 善善一笑 他回道 总不能老是你主动吧 那倒是 叶云星会心一笑 然后很享受 被夏北辰牵着手的感觉 就在他们腾空而起 正要往万任宗的禁地飞去的时候 忽然身后一道光冲天而起 照亮了周围不少地方 嗯 两个人急忙一停 转回身去 赫然看到了正殿废墟上 发生的奇异一幕 第零二三章 感动我的男人 是要受到惩罚的 万任宗的灰镖 竟然发光了 不过 这道光 颇有戴着圆亮色帽子的护法长老的风格 因为 偏绿 也不知道这灰镖 是不是跟他有直接关系 也许 就是他设定了什么玩意 导致了这灰镖出现异象时 像他脑袋上的帽子一样 绿的发光 而则偏绿的光 给已经覆灭了的万任宗 平添了几分灵异气息 云星 这灰镖 当年你来的时候 就有吗 夏北辰好奇地问起了叶云星 有 只是没想到 头会出现这般情况 叶云星回道 说着 他伸手隔空欲起了一根木头 就往灰镖的光芒丢去 木头穿过光芒 从一头飞了出去 这光 虽然会对人的心理 造成一定的阴影 但不具备攻击 可他这样是什么意思 也不说变点东西出来 两个人对话间 光芒犹虑变蓝 看起来 倒是科幻了不少 没之前那般隔影人 接着 蓝光之后 出现了轮廓 一会后 轮廓成形 赫然是一只 王八 不对 是玄武 叶云星惊讶地说道 万刃宗竟然封印了一只玄武 北辰 你的嘴一定是开过光了 东西说变就变 话比什么肚灵 夏北辰尴尬一笑 很快 轮廓状的玄武 就全部具象化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难怪发绿光 因为他身上的主色调 就是青绿色 万刃宗的这只玄武 露出了真身后 那灰镖上发出来的光芒 便暗淡了下来 一会儿就消失了 不过 没了光 夏北辰和叶云星 依然能够看清楚 他的样子 这只玄武 长着两个头戴 一个是龟头 一个是舌头 跟华夏传统的北方之神很像 但又有所区别 玄武 镇北方 主风雨 也象征四象中的老鹰 四季中的冬季 龟头张开了大嘴 嘶吼了一声 仿佛被镇压封印了太久 需要发泄 舌头则吐了吐那长长的心红杏子 没想到是两位细皮嫩肉的人类 嘶吼过后 龟头发出了男性的声音 不时留着哈喇子 好久没有品尝人类了 好怀念人类这样的美味 舌头发出了女性的声音 也流出了哈喇子 夏北辰骂道 一个王八和一个辣条 还想着吃人类 信不信我捉一只野鸡来 把你们炖成龙凤王八汤 舌头吐了吐杏子 小伙子 年纪不大 火气挺大啊 嘖嘖嘖 龟头看了一眼万人宗的广场 上面还躺着不少尸体 万人宗竟然覆灭了 龟头兴奋起来 哈哈 真是天助我俩 说着 他张开了嘴巴 广场的尸体便朝他飞去 一口吃掉了一个 而舌头也没有放过这机会 一口吞一个 恶心 叶云星看不下去了 一道星光打在了玄武的面前 瞬间将他们的吞食打断 虽然万人宗的这些弟子 生前可恶 但毕竟是同类 岂能让妖兽吞食了去 何况 一旦让玄武吞食够了之后 只不定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他实力大增 那对付起来 就棘手了 阻断之后 叶云星以天玄星术 将尸体全部堆放在了木质废料上 接着 当着玄武的面一记火光打了过去 立即燃起了熊熊大火 玄武看到这一幕 怒了 男生与女生混杂一起 怒道 可恶的人类 那就先拿你们饱餐一顿 走 叶云星拉起下北城 便朝西边的方向飞去 想跑 没门 玄武朝他们追了上去 飞出去一里路 叶云星和下北城停了下来 寄出了新玄剑 叶云星松开了下北城的手 说道 待会我主动 你辅助 看看有没有机会消灭他 好 下北城二话不说 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让他这么自信的原因 自然是那见招拆招的技能 还没实效 还有将近两个时辰 也就是四个小时的时间 此时 天际泛起了鱼堵白 新一天的清晨 即将到来 见他们不跑了 龟头便说道 怎么不跑了 是不是觉得跑不掉 就乖乖地给我们当早餐 下北城一脸嫌弃地说道 王八 你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吧 龟头怒道 我是玄武 不是王八 下北城晃了晃手指头 我说 你是王八 就是王八 受死吧 龟头张嘴 就朝下北城 吐出了一个篮球大小的水球 下北城身子一扭 水球便擦身而过 朝下北城身后直飞而去 不久 撞到了一处 还剩半截山体的山峰上 哄 可怜的半截山体 再次受了重创 又矮了一截 不过 并没有建设出飞石走力 而是爆炸声响后 岩石竟然被腐蚀掉了 下北城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刚才要是没有躲过去 恐怕自己已经被腐蚀的渣都不剩了 你没事吧 叶云星关心地问道 下北城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 没事 叶云星看向了玄武 感动我的男人 是要受到惩罚的 话音未落 就擒着星玄剑 给玄武来了一剑 刷 剑气如虹 朝他们的脖子切去 舌头则嘴巴一张 一道封墙 便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星玄剑的剑气 随即劈在了封墙上 剑气没能切过去 但却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将玄武震退了进十丈 看来 有两下子 玄武再次阴阳同生 这样的人类 待会吃起来 才有劲道 是吗 叶云星低沉地问道 就看你们有没有口福了 一个闪现 他便到了玄武的面前 星光副 四道星光在玄武身后 冲天起 空间牢笼 玄武也算是见多识广 立马就认出了星光副的作用 接着 他不管是龟头 舌头 还是尾巴 都缩进了龟壳里 夏北辰放眼看去 他竟然像撸哇鲁里的龙龟一样 自旋起了身子 并且 急速下坠 蹦 一声巨响 玄武坠落在了地上 把队砸出了一个深坑 然后他钻了进去 这家伙 竟然还会遁地 就这样 被他躲过了星光副的攻击 叶云星警惕地看着脚下的地 呼的 一声巨响 玄武破土而出 赫然是夏北辰脚下的土地 夏北辰所在的位置 首当其冲 小心 北辰 第零二四章 疯了吧 龙龟大招冲天猛撞 没想到 玄武竟然选择了 实力比叶云星弱了许多的夏北辰 破土而出 直冲而上 夏北辰健壮 急忙闪飞出了一段距离 玄武依然像龙龟一样旋转的身子 虽然没冲击到夏北辰 但却立马调转了方向 朝他砸来 靠 疯了吧 这难道不是重作后的龙龟大招 冲天猛撞 传说中的乌龟坐飞机 此时 玄武的速度极快 蹦 又是一声巨响 他就落在了夏北辰面前半丈远的地方 虽然夏北辰没有直接与他有身体接触 但还是在他砸到地面时 被击飞出去了一小段距离 紧接着 产生了短暂的余震 叶云星见状 急忙给夏北辰 加了一道防御结界 这才堪堪 稳住了夏北辰 少受了不少余震的伤害 北辰 没事吧 叶云星跳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关切地问道 夏北辰回道 没事 还好你 及时给了我防御结界 不然的话 怕是要被他震出内伤 玄武并没有停止攻击 再次旋转起了身子 并一跃而起 然后朝他们两个人砸来 闪 叶云星劈出了一剑 同时带着夏北辰 一起往后闪退了数掌 然而 这一次 玄武并没有砸在 他们原来所在的地面 而是忽然冒出了一个龟头 扑痴 如蛟龙吐水 龟头嘴里吐出了水柱 水柱 还不客气地 朝夏北辰和叶云星袭来 要是一般的水 顶多来一次尸身诱惑 但玄武喷出来的水 可不是冒着玩的 那是会要人命的 因为 它具有着超强的腐蚀性 连山体 都能瞬间被腐蚀点 更别说还没有严实坚硬的人体 叶云星立马在他们面前 立起了一道土墙 兵来降荡 水来吐也 呼啦 然而 土墙瞬间就被水柱冲击的 分崩离析 玄武的攻击 还没完 舌头这时露了出来 扑扑扑地连续吐了三道风出来 现在看来 龟头煮水 舌头煮风 真吹风蛇 三道风迅速交织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龙卷风 水柱加龙卷风 如同狂风暴雨一般袭来 吹得夏北辰和叶云星的衣服都烈烈作响 云星 我们 夏北辰和叶云星一边闪躲 一边商量起了对策 这玄武 毕竟是上古妖兽 可不是一般修士能比拟的 万人宗将其封印在此 想必也并非以一人之力来做到的 何况 他还有坚硬的龟壳 叶云星试着劈了好几件 都不能劈开 所以 只能智取 躲过了水柱之后 叶云星微微点头 同意了夏北辰的计策 随后 他朝另一个方向飞去 和夏北辰分开了来 想分头逃跑吗 玄武龟头轻蔑地说道 异想天开 舌头补充道 那龙卷风也立马分化出了两道 一道朝下北辰追去 一道朝叶云星追去 龟头还不忘一会涂水柱 一会涂水柱 一时间 本就满目疮痍的万人宗 更加不堪了 一堆废料和废石 残木等被卷了起来 接着又在水柱或水柱的冲击下 连渣都不胜了 所到之处 一片狼藉 最后 夏北辰逃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地形里 利用一些山石 化解掉了龙卷风的攻势 不过 玄武并没有打算 把三面的山给腐蚀掉 看着已经没有路可逃的夏北辰 龟头一边留着哈喇子 一边说道 这里群山环抱 很适合做你最后的归宿 舌头说道 我劝你 还是乖乖地被我们吃了吧 夏北辰指了指天空 你们就不怕 我从上边飞走 那就把上边封死 龟头朝天空吐出水 然后舌头朝水吹出了寒风 所以 水瞬间在三面的山顶之上 结成了冰 宛如一块冰盖 将夏北辰上方的路给封死了 没想到 这家伙还能治兵 夏北辰又指了指地板 别以为只有你会遁地 我也会 说着 他便头朝下 脚朝上地往地里扎去 见状 玄武再次如法炮制 将夏北辰剩下的土地 也给冰封成了更坚硬的洞土 眼看夏北辰就要接触到洞土时 他的身子猛地一停 随即调转回了身子 由于寒冰的作用 一股寒意向他袭来 阿帖 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喷嚏 冰震人类 可美味了 玄武阴阳同声地说道 夏北辰骂道 靠 你大爷的 句句不离吃 哈哈 鬼头笑道 你那小女友气你儿去了 你应该身无可恋了吧 少在这里挑拨离剑 一道声音 从玄武的身后传来 玄武两个脑袋扭头一看 发现正是刚才 从另一个方向飞离的叶云星 叶云星立于半空中之中 堂王补蝉 黄雀在后的道理 你们应该懂吧 不不不 舌头摇头道 你在我们眼里 也是一只蝉凹 那就验证一下 叶云星祭出了星弦剑 对玄武发起了攻击 随后 他手绝迅速一掐 四道光束再次出现在了 玄武的深周 刚才就用了这一招 没把我们困住 现在还想顾忌重施 鬼头不屑地对叶云星说道 这一次 不是你们一起死 至少也得让你的小男友死 说完 两个脑袋再次缩进了龟壳里 飞速地自旋起来 然后朝地上砸去 结果 刚往下砸了一点距离 就忽然感觉到了一股热量袭来 玄武急忙杀住了车 露出了两个脑袋 往下瞥了一眼 吓得他们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只见他们的身子下面 忽然出现了一口巨大的铜锅 直径起码有个石杖 铜锅之下 是熊熊燃烧的大火 铜锅之内 则是冒着白气翻滚的废水 你哪来的锅 玄武瞪大了双眼 喝道 挥一挥手就出来了 夏北辰一边往铜锅里 投放油盐酱醋 一边说道 可惜了 没有老母鸡 不然这王八龙凤汤 就更美味了 可恶 狡猾的人类 龟头骂了一句后 抬头看向了被冰封住了的天空 下方有铜锅 没法遁地了 四周有星光复 没法从四周离开 那就 破冰而出吧 想从上方逃走 然而 他的意图 还是被夏北辰看出了 所以 夏北辰话音一落 一个巨大的铜制锅盖 就朝玄武压了下来 第零二五章 坚硬的东西 长的还是圆的 哐当一声 锅盖砸在了玄武的身上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并在这地形里 回荡了起来 但在夏北辰里听来 这就像是迎接 早晨到来的沉中 哈 一阵哀嚎声 从玄武的两个脑袋里传开 接着哗啦一声 刚才不可一世的玄武 便掉进了铜锅里 当 又是一声巨响 铜锅的锅盖 稳稳当当地盖在了锅上 甚至没让里面沸腾的水 溅出来一丁点 随着玄武被打败进了铜锅 不管是天空上的冰封层 还是地上的洞土 跳过了融化的步骤 直接消失了 星光复的四道光束 因为没有束缚住玄武 也消失了 叶云星将新玄剑收了回去后 来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你还真带了一口锅 差点没被惊掉下巴的叶云星 看着那口巨大的铜锅 不可思议地问道 之前夏北辰在跟他讲 打败玄武的计策时 他还很怀疑 这个的可行性 要知道 这个玄武体型可不小 那得用一口 比他大得多的锅才行 没想到 夏北辰是说到做到 将玄武引入这三面环山的地形后 配合着他叶云星的星光复 用一口铜锅 挡住了玄武遁地的去路 叶云星先前也没有料到 玄武竟然以遁地的方式 躲过了他的星光复 毕竟星光复 并不能无视实体障碍 所以 若无其他方式加以配合的话 星光复对头来说 是无用的技能 你这两天的表现 实在是出乎意料啊 叶云星继续说道 不是提升到恋神镜爆锤九大高手 就是拿出个唢呐致哀全场 现在还搞出来一口铜锅 把玄武给炖了 听着女帝的夸赞 夏北辰的心都要飘出来了 不过 他还是要杠一下 注意用词好不 什么叫搞出来啊 除了万子千孙 能用搞这个字吗 叶云星狠狠地刮了他一眼 小心我把你丢进锅里 跟到王八辣条一起炖了 夏北辰爆汗 叶云星哼哼了一声 然后问道 对了 辣条是什么意思啊 看着有些百变的叶云星 夏北辰如实回道 蛇的戏撑 哦 叶云星点了点头 嗅了嗅鼻子 好像香气飘出来了 这么的火 熬煮起来 当然快 那你待会儿要不要尝尝 我听说 那可是大补之物 叶云星挑了挑眉 可这么年轻 不需要 夏北辰倔强地说道 可是 你昨晚才服用了静灵丹 这回药效已经过了 叶云星眨了眨眼 这王八糕子吃人 我可不想品尝 夏北辰急忙回到正题 一脸嫌弃地说道 叶云星嘻嘻一笑 那还是不要吃了 回头我给你整点丹药补一补 咱能不能换个话题 夏北辰吸了吸鼻子 那我们去万人踪金地看看吧 叶云星说着 便上前去拉住了夏北辰的手 然后亲吻了下他的嘴巴 这个就当作 是刚才击败玄武的奖励吧 当叶云星离开夏北辰的嘴边后 夏北辰斜眼看着他 就这 叶云星也斜眼看着他 那你还想怎么 夏北辰笑了笑 说道 算了 天亮了 就万一有人偷看到怎么办 看了一眼铜锅 不过 走之前看看这王八辣条汤怎样了 顺便把火给吸了 我来打开锅盖 叶云星松开了夏北辰的手 对着锅盖施展了天玄心术 随即锅盖缓缓升了起来 两个人升空而起 看向了锅里 汤色奶白 汤味香浓 但是 玄武呢 除了好看的汤 咋没有肉呢 融化了 夏北辰大惑不解 随即让系统给自己来了一支超大号的汤勺 他捧着往锅里搅了搅 叶云星则紧张兮兮地看着 嗯 忽然 夏北辰皱着眉头 发出了一声疑惑 怎样 叶云星好奇地问道 好像有个东西 比较坚硬 夏北辰一边感受 一边回道 坚硬的东西 什么形状 长的 还是圆的 叶云星再次好奇地问道 圆的 夏北辰说着 将东西咬了起来 当东西浮出汤面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玄青色的珠子 大小跟高尔夫球差不多 腰丹 见到这东西后 夏北辰和叶云星 一口同声地说道 灵力充沛 不亏是玄武 叶云星赞道 夏北辰也感受到了他的灵力 叶云星吩咐道 北辰 这么好的极品腰丹 快把它收起来 他对你今后的修炼大有用处 腰丹 丹药等 都可以用他来参与 这玄青色的腰丹 在颜色上 倒是跟玄武的主色调不一样 还能接受 不过 夏北辰对叶云星问道 你不要吗 叶云星回道 我已经动天静了 腰丹 对我作用不大 倒是你 如今才零俱进出气的修为 很多事情 都需要用到他 说着 他戴着空间戒指的右手一挥 夏北辰的面前 立马出现了好几个光点 一看 赫然是腰丹 数了一下 有八枚之多 而且 全都是极品腰丹 这个世界的腰丹 分下 中 上 及四个品阶 其中上品腰丹级 就已经可遇不可求了 更别说堪称价值连城的极品腰丹 极品腰丹 往往产生于上古腰兽 或修为极强的腰兽体内 就像是游戏里 想要抱的好的装备 就得找BOSS级别的怪 而这样的目标 危险性也大 甚至能团灭整个小队 叶云星豪气地说道 这是我这些年收集到的腰丹 现在都送你了 夏北辰心中大暖 感激地说道 谢谢 叶云星由衷地说道 希望你越来越强 夏北辰把这八枚腰丹 和玄武的极品腰丹 收入了无尽领域里 然后将叶云星揽入了怀里 我会尽快变得更强 做你的强力后盾 我等你 叶云星依偎在了他的胸口前 由于玄武的腰丹 被夏北辰发现 并收入了囊中 那口大铜锅里出了汤 已经没有了任何玄武的东西 所以 系统将其回收了去 没错 这口锅和之前的唢呐一样 属于剑招拆招的产物 宿主 系统空灵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了起来 第026章 比之前的规模 更强更大了 剑招招招剩余时间 还有一个时辰 请珍惜最后的使用时间哦 夏北辰在心中回了一句后 便和叶云星 离开了这三面环山的地形 天已经亮了 路过正殿和广场上方时 发现该烧的已经烧完 尘归尘 土归土 夏北辰和叶云星 来到了远离万人宗 主体建筑的两座山前 看了一眼四周 这里因为比较偏僻 所以并没有受到 灭宗之战的影响 所以 不管是山石 还是植被 都完好无损 云星 这地方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夏北辰收回了目光 问道 这里的环境 你不觉得有所不同吗 叶云星反问 于是 夏北辰又扫了一眼四周 一会之后 发现了他的不同 其他地方 也算是不如秋天了 层林静染 五彩缤纷 可这里 依然如春 草木繁盛 嗯哼 叶云星笑而不语 那禁地的入口呢 夏北辰看着叶云星问道 叶云星则伸手指向了 两座山峰之间 在山腰处 夏北辰眉头微皱 算是 也不算是 叶云星回道 夏北辰差点被他的话绕晕了 随我来 叶云星朝两座山峰之间走去 夏北辰跟了上去 最后 两个人来到了一块石碑前 这石碑只有半人膏 上面却是没有刻一个字 刚开始 夏北辰还以为 是不是因为年代久远 在这里风吹日晒雨淋的 导致上面的字都没了 结果叶云星告诉他 这是一块无字碑 不过 说是无字碑 倒不如 说是开启禁地的钥匙 叶云星一边说着 一边来到了石碑的背面 然后 往后退了几步 夏北辰好奇地看着他 当他退到第七步的时候 停了下来 接着 他亮出了星弦键 对着脚下的垫 便扎了一键 哐哐哐 忽然 石碑发出了声响 夏北辰猝不及防地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地跳开了一米多远 在看向石碑时 发现石碑正在逆时针地转动着 最后 转了个九十度 就停了下来 等了好几秒 没有等来其他情况 夏北辰正准备询问叶云星 这有什么门道的时候 两座山峰之间 出现了光幕 一会后 光幕像两块窗帘一样 分别往两侧拉开 放眼看去 看到了一番不同的景象 走吧 还未等夏北辰细看 手就被叶云星拉住 然后朝已经拉开了的口子飞去 当他们置身于禁地里面时 叶云星换回了自己的新弦剑 外面的石碑再次框框框地旋转起来 然后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入口的光幕如窗帘一样拉上了 夏北辰看了一眼身后 云星 待会我们还出得去的吧 叶云星笑道 出不去就在这里过一辈子呗 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被人打扰到 夏北辰看向了他 喊破喉咙都没人听到的那种 嗯哼 那 要不试试 好啊 你行不 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 必须得行 叶云星嬉戏一笑 扬起了拳头 揍你一顿 就知道是不是喊破喉咙都没人听到了 此喊非彼喊啊 夏北辰看着他的拳头 善善一笑 说道 我们还是找宝贝吧 叶云星那么自信的样子 就说明能出去 所以也没必要起人忧天 先搜刮宝贝才是关键 打量了一番四周 这里竟然像他的无尽领域一样 可以说是另一个空间 风景秀丽 灵气充沛 一座楼阁 坐落在山林里 云星 你是怎么知道进入这地方的方法的 夏北辰一边感受着这里的灵气 一边问道 当年我偷偷溜到了附近玩 然后又被我偷偷看到了万人宗的上一任大长老 打开禁地之门 而进入了这里 叶云星回忆起了当年见到的 只不过 人家用的是万人宗的特制法杖 扎入石碑七部外的地里 开启的开关 听到这里 夏北辰身子忽然一顿 随即他给叶云星竖起了大拇指 姑奶奶 你就不怕你一键扎下去 把机关给扎坏了 叶云星如实回道 怕呀 但这时候 去拿找人家的法杖嘛 所以为了省事 就简单粗暴一点了 夏北辰竟是无言以对 叶云星拉着夏北辰坐了下来 这里的灵气非常充沛 对灵五镜和灵聚镜的修饰大有帮助 我就在这里 帮你突破到灵聚镜中气吧 夏北辰还没反应过来 双手就被叶云星给抬了起来 就在他以为叶云星拿着他的手 往他身前的尾岸凑去的时候 手掌出星光萦绕 随即 叶云星的手和他的手握在了一起 星辰之力被叶云星度给了夏北辰 因为夏北辰现在才灵聚镜出气的修为 天旋星术也才到第一重 依然属于菜鸟级别 所以 需要叶云星的帮助 夏北辰闭上了双眼 下一刻 感受到了四周的灵气开始波动 波动了片刻 便源源不断地朝他汇聚而来 然后钻入了他体内 星辰之力 开始像导游一样 引导着灵气 往夏北辰的经脉游去 灵气所经之处 一阵温润感 尤其经过某个关键部位时 那闲者状态 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似的 瞬间雄撞了起来 虽然夏北辰的眼睛是闭上了 可叶云星没有 他时刻注意着夏北辰的情况 以防有什么状况好 及时处理 他感觉到了夏北辰的异样 随即低头一看 这一看不要紧 一看 脸色刷的一下 红了 看着龙傲天使的地方 他心中不禁疑惑 静灵丹的后遗症 难道失效了 而且 看样子 比之前的规模 更强更大了 叶云星发现自己越看越想看 差点忘了 还在干正事呢 可不能因为分心 而出了差池 于是 他也闭上了双眼 强行让自己静下了心来 哪知 双眼一闭 全是昨晚在山洞里的画面 心 根本无法静下来了 无奈 他只好睁开了双眼 尽量不低头 当灵气在身体里运行了一个小周天后 夏北辰体验到了 灵气洗涤全身而带来的爽感 第零二七章 连续突破 赚妈了 这种爽感 比之前服用静灵丹之后 调戏升级时的更强烈 毕竟 这里的灵气 比静灵丹更浓郁 小半个时辰后 一道光滑打在了身上 夏北辰的修为 赫然提升了一气 爹 恭喜宿主修为 获得提升 当前进见 灵聚静中期 鉴于宿主短期内 就提升了修为 特奖励真灵顶一只 真灵顶 真灵丹谱 莫非 夏北辰立马查看了一番 果然 他是个炼丹炉 大小比较迷你 跟一只用来焚弹香的香炉差不多 不过查看了之后发现 他在炼药的时候 是可以变大的 系统竟然把 真灵丹谱 和真灵顶给分开发放 属实没想到 会这样的操作 万一自己急需丹药 却没有炼丹炉 不得抓狂 这时 见到夏北辰修为 在精进了一气的叶云星 终于输了一口气 收回了双手 准备站起来 不料 夏北辰也正好要站起来 这两个人的不约而同 夏北辰的龙傲天 和叶云星的小嘴 瞬间碰在了一起 两个人都忍不住一个机灵 虽然他们昨天在山洞里 就已经坦诚相待过了 但此时还是很尴尬 叶云星的脸蛋 更红了 夏北辰这才发现 因为星辰之力 和充沛的灵气润体的缘故 那静灵丹的后遗症 已经被一扫而空 一阵肿胀敢袭来 抱歉抱歉 大早上的 实属正常现场 请勿见怪 夏北辰急忙转过身去 背对着叶云星 然后松了松衣服 让束缚感减弱一点 叶云星在他身后红着脸 低声地说道 你不用转过身去 哟 又不是没见过 这话 说得没毛病 转过身 不就太见外了吗 于是 夏北辰索性回过身去 不过因为 他刚刚的应急放松 所以那抬头的龙傲天 现在是恢复了 平静时的样子 你还真是伸缩自如啊 叶云星羞涩地调侃道 嘻嘻 夏北辰笑了笑 叶云星刚才那凌乱的心绪 也平复了下来 说道 好了 我们去他们的楼阁看看 等等 夏北辰则急忙喊道 怎么了 叶云星不解地看着他 然后弱弱地问道 你该不会真的想要在这里和我试一试吧 九 夏北辰连忙摆手道 误会误会 我是想说 结果话音未落 又是一道光滑打在了他身上 叶云星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 这家伙又突破了 爹 恭喜宿主经过一夜 与叶云星的各项互动 亲密度加700 当前亲密度 2014 宿主修为进阶一期 当前境界 灵聚静后期 因2014有爱你一世的寓意 属于幸运数字 献特奖励免伤单九枚屏 可无视炼神镜 及以下修饰造成的伤害 每枚时效一时辰 连续突破 赚妈了 夏北辰心中无比开心 另外 系统还奖励了免伤单 虽然他现在已经有了 真灵单谱和真灵顶 但还没开始修习炼药 因此 暂时还炼制不出相关单药出来 这免伤单 可以暂时弥补这个空缺 不过 竟然只能无视炼神镜 及以下的修饰的伤害 那 夏北辰悄悄地瞄了一眼 叶云星 他现在可是洞天境的大佬啊 这免伤单 把他给过滤掉了 万一被他揍一顿 罢了罢了 给他揍一顿 说不定还能提升清理度呢 又或者 揍着揍着 变成了滚床单呢 稳赚不赔 想到这里 夏北辰心里舒坦多了 叶云星倒是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夏北辰 他万万没想到 才刚刚进阶了一期修为的夏北辰 这才过去没几分钟 就又进阶了 照这个速度下去 他恐怕要成为天穷大陆 排的上号的潜力鼓了 北辰 叶云星双手抱在苏满的身前 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真的是我们天玄宗的外门弟子 而已 夏北辰威愣 难道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被他知道了 不可能啊 自己哪里暴露了 就在他心里想着的时候 叶云星站在了他的面前 不解释下吗 夏北辰急忙拿出了 天玄宗外门弟子的身份牌 宗主 女帝陛下 请过目 如假包换 反正 现在园主的记忆 已经和他的融合 应该不会有什么漏洞 就在他以为叶云星 要把身份牌拿过去查看一番时 叶云星却不悦地说道 宗里的那些老家伙 都什么眼水 这么大一条漏网之鱼 竟然看不到吗 呃 夏北辰再次一愣 原来宗主女帝陛下说 是要批评天玄宗的那些长老啊 从初见你时的零五近后期 到现在零巨近后期 十二个时辰不到 连续突破 放眼整个天穷大陆 都无处左右啊 就算是当年的我 也做不到 叶云星吐槽着宗门里 那些长老的语气中 带着对夏北辰的欣赏 挠了挠后脑勺 夏北辰说道 没事 现在被宗主发现也不迟 不过云星 如今天玄宗 还回得去吗 叶云星身子一震 是啊 天玄宗还回得去吗 虽然封信子已经殉命 但是宗理跟他一起谋逆的 就占了近一半人 剩下的那一半 哪怕不愿同流合污 也不会有好下场 想到这里 他的身子不禁发颤 拳头紧紧地握着 指甲都发白了 见状 夏北辰再次将他揽入了怀里 一日为宗主 终身为宗主 我会陪你一起 杀回去 夺回属于你的一切 北辰 叶云星微微抬头 夏北辰发现他竟然留下了两行青睿 谢谢你关键时刻站出来 也谢谢你在我最无助 最孤独的时候 陪伴在我身边 叶云星发自肺腑地说道 夏北辰故作不悦地说道 又再说谢谢了 夏不为例 说着 他伸手抹撒着叶云星的脸蛋 将他的泪水擦干 做了几百年宗主 忽然被自己的师叔给造反了 搁谁都一时半会接受不了 这比当年的建文帝 被朱老四给从皇帝宝座上踹了下来 还要猝不及防 而且要知道 叶云星可没有削翻 剥夺各位师叔败的权利 反而是给足了他们的成就感 或许有些人的野心是被逼出来的 或许有些人的野心是一天天膨胀出来的 封信子等人 很明显是后者 再碰上几个 基于北玄领土和子民的野心宗门 很难不勾结在一起谋逆 万刃宗如此 玄亲宗亦如此 好 就在夏北辰安慰着叶云星之际 一道嘶吼声从楼阁方向传来 第零二八章 买断你们 一千年 两个人闻声 朝楼阁方向看去 楼阁门口处 原本屹立着的一对十颗神兽 竟然化成了火雾 并朝他们奔来 这一对神兽 身形如虎豹 手尾似龙状 且头上均长着一只脚 皮羞 夏北辰忍不住叫了出来 因为 两头神兽的模样 长得跟华夏神话里 皮羞一模一样 古代华夏将长着一脚的皮羞 称为天鹿 长着两脚的称为辟邪 所以 这只两头神兽 是天鹿皮羞无遗了 这万刃宗 当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叶云星看着两头皮羞 感慨道 前有玄武 后有皮羞的 只不过 前者是被万刃宗 镇压在了正殿里 而后者是守在楼阁前 何人闯进殿 还未到夏北辰 和叶云星面前 雄性地发出了雄厚的声音 一会后 雌性的声音传来 原来是两个人类 来此做什么 皮羞警惕地 看着夏北辰和叶云星 当然是来搜刮值钱的宝贝了 叶云星直言不会地回道 值钱的宝贝 修说道 你们搞错了 这里没有值钱的东西 夏北辰看着他说道 编 你继续编 接着 他摆出了理论依据 传说 皮羞成队出现 多分为雌性与雄性 雄性为皮 代表钱财的财气 雌性为修 代表容纳钱财的财库 说到这里 夏北辰指着前方的楼阁 所以 你们皮羞在此 拦不成手的是一堆粪土 此地无银三百两 皮和修听罢 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 随即皮看向了夏北辰 说道 你看错了 我们是麒麟 夏北辰捧着肚子笑了起来 这还没到冬天呢 讲的笑话竟然这么冷 麒麟说 我谢谢你们哦 皮羞同时不悦地说道 量你们 也是无意间进入境地 就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 希望你们速速离去 来到来了 岂能离开的道理 叶云星祭出了星玄剑 再说了 万刃宗已覆灭 守着这楼阁 毫无意义 夏北辰复和道 就是 你们守个寂寞呢 还不如先做我们的护身神兽 他日 带你们回天玄宗 做护宗神兽 皮眼睛微眯 问道 你们是天玄宗的 修则说道 这把剑 好像是天玄宗历界宗主使用的 看来这女娃 是天玄宗的宗主 夏北辰给修竖起了大拇指 还是修大姐见多识广 难怪守得了财库 都说女人不禁夸 这慈性的修也一样 听到夏北辰的夸 眼神都温柔了不少 叶云星见状 传音给了夏北辰 还是你的嘴巴厉害点 我本来都打算 他们在阻拦的话 就动手了 夏北辰心中爆汗 你个暴力的妞 兵不血人不好吗 皮则又问道 万刃宗为何负面 叶云星一边给他们放电影 一边将万刃宗 为什么负面的原因 告诉了他们 看完后 皮和修都是惊讶的一愣 这 这 皮恼怒成修地说道 这万刃宗 竟然做出这等 丧尽天良的事 修接道 我说他们 最近怎么频繁出入境地 原来是裹挟了狗家 捞了不少好处 却竟干了坏事 夏北辰问道 为什么这样的宗门守才 值吗 不值 皮修回道 那你们为何还帮他们守着 夏北辰继续灵魂发问 说来话长 皮说道 那就挑重点奖撒 夏北辰挑了挑眉 就是好久好久以前 我们与玄武的战斗中败了阵来 是万刃宗十任掌门 以牺牲了数位长老的代价 将玄武封印 皮说完 修接着说道 我们便以此为契机 替他们创建了这境地 并以灵气充盈其中 帮他们看守宗门的财富 夏北辰和叶云星 互相看了一眼 彼此的眼神里 透出了两个字 有谢 夏北辰说道 没想到 你们和那只玄武有渊源 不过 你们从此以后 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什么意思 皮修不解地问道 夏北辰从无尽领域里 将那枚玄青色的妖丹拿了出来 这个 你们应该认识吧 皮修定睛一看 随后神情一变 激动地说道 玄武的内丹 嗯哼 修问道 你们把他给宰了 唉 夏北辰悠悠地叹了一声 是他想吃了我们 我们没办法 只好正当防卫了 皮修一听 竟然像两个小孩一样 互相抬起了各自的前掌 然后来了一次机长 这 是在庆祝 皮激动地说道 当年万人宗的几大高手 都只是将其封印 没想到 你们是直接把他给宰了 修接道 你们比他们厉害多了 嗨嗨 夏北辰清了清嗓子 是间接 间接 哦 对对对 皮修正道 是被迫间接地把他给宰了 叶云星看到这里 会心一笑 和皮修的冲突 算是避免掉了 随后 他收起了新玄剑 皮说道 反正当年只是答应了 帮万人宗镇守禁地一千年了 这都两千余年了 我们也已经人至义尽了 夏北辰一喜 这么说 你们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嗯嗯 皮修点头 随后皮破为严肃地说道 虽然你们帮我们消灭了心头之恨 但须有言在先 叶云星抱拳道 请说 一 不能像万人宗这样 忘了初心 走向了邪路 没问题 二 每个月供奉我们两百颗极品零食 两 两百 叶云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放在以前 别说两百颗了 就算是两万颗都不成问题 可现在 天玄宗被逆贼给控制了 去哪找这两百颗极品零食呢 这可是相当于两千颗市面流通的零食了 够普通人家生活好几年了 早知道昨天晚上不拒绝狗家的好意了 然而 就在叶云星刚一犹豫之际 夏北辰却是接过了话 没问题 话音一落 直接给皮修拿出了一堆极品零食 看到这一堆极品零食 不管是皮修 还是叶云星 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夏北辰豪横地说道 这里有二十万颗极品零食 买断你们 一千年 第零二九章 这些书 女帝不宜 二 二 二十万颗 皮忍不住吞咽了口水 夏北辰一脸鄙视的样子看着他 瞧你出息 自己都是代表财运的 对这二十万极品零食也大惊小怪 羞弱弱地说道 实不相瞒 我们见过无数普通零食 堆起来比外面的山还高 可还没见过 一下子就拿出二十万颗极品零食的 是啊 皮修喝道 虽然它相当于两百万颗普通零食 但能一下子拿出二十万颗 极品零食来的人 不多 至少我们是第一次见 也是 夏北辰微微点头 这就好比他穿越前的二十一世纪 有人身价不菲不缺钱 但你想让他一下子拿出二十万根金条来 也不太可能的 叶云星这时挪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低声问道 北辰 你去哪弄了这么多极品零食啊 莫非你家有矿 别说皮修没见过这么多极品零食了 就连叶云星这位万年大宗门的宗主 都没见过 虽然天玄宗里的普通零食不计其数 夏北辰低声笑道 没错 我家真的有矿哦 难怪你之前用鞍唇淡大小的极品零食 据是万人宗催性弟子的销声 所产生扭曲空间 叶云星撇了撇嘴角 依附你真是败家子的神情 看着夏北辰 感情是这东西比较多 夏北辰被他这么一说 都不好意思了 当时身上能拿得出手 又不心疼的 也就极品零食了 总不能拆了无尽领域里的 建筑上的琉璃碗来是吧 下次我追点 挑个小点的来扔 就在叶云星无语的时候 皮和修互相点了点头 随后 皮说道 既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又拿出了二十万克极品零食来供奉我们 那今天的约定达成 说着 皮和修齐声说道 我们就守护你们千年 叶云星听罢 面露喜色 一言为定 皮修回道 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夏北辰则清了清嗓子 说道 其实 我刚刚还想着 两百万克极品零食 买断你们的 什么 叶云星和皮修同时大吃一惊 两百万零食 妥妥的一万年 夏北辰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条缝隙 那个 一万年对你们神兽来说 不就弹指一挥间的事吗 皮豪言地说道 小兄弟 你等着 等我们俩生个小皮修 给你当灵宠 别说一万年了 十万年都不成问题 修说道 如果小兄弟大造化 成就了一番伟业 独断万古 十万年也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叶云星听了他们说的话 不禁看向了夏北辰 随即点了点头 已是同意他们的话 在他看来 以夏北辰现在的潜力 到达他们所说的地步 也不是不可能 夏北辰却是憨憨地挠了挠后挠勺 咱还是别说十万年那么远了 先把眼前的搞定吧 皮修将他给的二十万颗零食收入囊中 便带着他和叶云星来到了楼阁里 楼阁分七层 皮介绍起来 一楼是点击 二楼是功法 三楼是灵草 四楼是灵石 五楼是法宝 六楼是丹药 七楼是锻造材料等等 修接到 所以这里就相当于万人宗的藏宝阁了 这些东西 可都是一个宗门的底蕴 拿着它们 去创立个新宗门都不成问题 一楼以书架的形式 竖着摆放着一本本书 像集了学校里的图书馆一样 点击的种类也不少 有关于天穷大陆风土人情的 有关于各个门派的简单介绍的 也有智怪小说 民间传说等 走了半圈 夏北辰惊奇地发现 竟然有本书叫 银评梅 打开一看 内容竟然和金字开头的那本差不多 不过 主角名字不一样 搜刮了 接着 夏北辰继续找 赫然发现 不少是跟华夏古籍 有一字之差的书 诸如 游仙洞 格连倩影 简灯画 精灵画龙 让夏北辰 差点怀疑是不是之前 有人穿过了 然后盗版了 华夏的古籍 这些书 也不能让叶云星看到了 省得他看了之后 不务正业 毕竟 这些书 女帝不宜 于是 夏北辰趁叶云星不注意的时候 把这些山寨书 给扫荡进了无尽领域 剩下的 都是些纯净版点籍了 可以放心地 全部归叶云星所有 然后 皮修带着他们 来到了二楼 二楼上 还是一排排的书架 只不过 二楼的功法 不像一楼的点籍那样 在书架上竖着摆放 而是悬浮在位置上 一个格子一卷 看了一眼 二楼一排排书架上 悬浮着的功法卷轴 夏北辰忍不住感慨 好家伙 看来是收集了不少东西 叶云星则说道 还行吧 天玄宗的藏书 和功法卷轴 比这里多得多了 夏北辰撇了撇嘴 可惜 我一个外门弟子 木有资格 进入四点阁 四点阁 就是天玄宗 收藏了书籍 和功法的一栋楼阁 比这气派了不少 叶云星安慰了一句他后 便朝里面走去 查看起了卷轴 夏北辰 则从另一侧走了进去 随手拿过了其中一卷 打开来一看 不到金枪卷 看来是 关于枪法的功法 夏北辰如此以为的时候 却在往下看的时候 发现了几个图案 每个图案上 一个人赤条条地 做着一些动作 我去 夏北辰急忙合上了卷轴 这要是被叶云星看到了 不得骂他的流氓 好一个 不到金枪卷 谁他要收藏的这功法 带着疑惑 他查看了一下 最后在卷末看到了一个印章 印章的字 看得一清二楚 愁山拔藏 原来是 那不男不女的家伙 莫非他当年也是不行 所以对象 才跟人跑了 然后找到这本书的时候 却得到了菊花宝典 最终走上了一条 爆满山的菊路 挠不到这里 夏北辰忽然想起了另一个人 那就是狗家的 族掌狗谱星 要是他当年 能习的这功法 也不至于收获 一块大草原了 真是造化弄人啊 这功法 虽然自己用不着 但或许 以后能遇到个用得着的家伙呢 到时候把它卖给对方 又或者直接送给对方 走个人情也不错 因此 夏北辰将功法悄悄地 收进了无尽领域里 接着 他又挑了几卷 这八斤的功法 剩下的 都留给叶云星 来扫荡 叶云星也不客气 反正万刃宗 已经负面 这些东西 留在这里 也是浪费 所以 他大手一挥 剩下的那些功法卷抽 悉数被他收入到了空间戒指里 再往上 他们到了三楼 第03灵章 全收了 一样不留 刚走上到三楼的楼梯口 夏北辰和叶云星 就闻到了一些不同的清香味 抬眼看去 一株株充满灵气的灵草 在装着特殊熔业的容器里 茁壮地成长 看到了这些灵草 夏北辰如发现了新大路 自己的无尽领域 是时候移植点灵草过去了 看你对这些灵草比较感兴趣 叶云星看出了夏北辰对灵草的心思 便问道 嗯嗯 夏北辰点头 直言不讳 我最近获得了一本单谱 和一支单卢 叶云星由衷地说道 可喜可贺 那这些灵草 你收好 夏北辰说道 我打算移植到我的空间领域里 到时候 培养出更多的灵草 方便你我使用 叶云星微愣 随后有些激动地问道 你还有空间领域 不过 她的脸上 更多的是欣喜之色 因为 在这里两天的接触里 夏北辰给她的惊喜 真是越来越多了 夏北辰凑进了叶云星的耳边 有机会带你进去看看 对她空间领域有所好奇的叶云星 立马点头 好啊好啊 既然你有空间领域 那这里的东西 一箭不留 统统扫完 哪怕是低阶的东西 哈哈 正有此意 夏北辰笑道 低阶的东西 一样有她的价值 给修为较低的修饰使用 最后 三楼的灵草 全部被夏北辰 收进了无尽领域里 打算找个时间 带叶云星进去劳动劳动 开辟一块林田 把这些灵草统统种进去 四楼是灵石 对夏北辰的吸引力不大 本这一箭不留的原则 让叶云星收了 五楼是法宝 虽然万刃宗不少刀 剑 枪 锤等武器类法宝 但是没有一箭入得了叶云星的眼 因为 她有了天玄宗明镇天下的星玄剑 也不需要什么法宝了 更何况她现在的修为境界 哪怕没有星玄剑 也能练气化剑 剑出随影 斩尽牛杂 至于夏北辰 叶云星好奇地问道 不挑一把吗 夏北辰摇了摇头 不忠薪水 叶云星笑道 看来你要求也挺高 不过还是都先收了吧 打架的时候 随机寄出来一样 来应对也是不错 夏北辰毫不客气地 把五楼的法宝 收进了无尽领域 六楼 丹药 叶云星直言道 想必万人宗没有出色的炼药师 所以这些丹药的品阶并不高 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这个世界的丹药 从一到六 分了六个品阶 一品最低 六品最高 万人宗这六楼里的丹药 最高的才四品 而且数量不过十 属于聊胜于无的情况 不过 硬的一些小伤小病什么的 还是没问题的 叶云星建议道 对了 你可以研究下这些丹药 到时候看看 能不能炼制出更高品阶的 一枚六品的丹药价值 相当于一到五品五枚丹药的总和 说到这里 他对夏北辰鼓励道 不过 炼制六品丹药 对炼药师的要求也很高 加油吧 夏北辰握了握拳头 古劲道 必须低 别人不敢说 多久能炼制出六品丹药 但他自己现在有系统加丹谱 加丹炉的三重护航 想必 这也是迟早的事 看了一遍 丹药里有回灵丹 止血丹 提升伞 类似于咖啡 回春夜 滑滑的 那啥时候用的 避水丹 不会避水绝的人 可用来潜水 等等 至于读者老爷们想的那种 类似于银魔果功效的药 木有 不过 也没有免伤丹 所以 系统奖励的那九枚免伤丹 还是挺有价值的 同样 全收了 最后 他们来到了七楼 这一层楼 摆放了不少锻造材料 有玉石 金石 腰丹 沉香木 乌木等 甚至还有一些妖兽的骨骼 不过 一个比较豪华的暗计 引起了夏北辰 和叶芸芯的注意 两个人走过去一看 发现上面有个上等乌木 打造的精美盒子 盒子盖子打开了来 里面有个凹槽 除此之外 什么东西都没装 夏北辰还以为是装了 什么透明的东西 伸手试了试 发现 真空的 这时 皮修走了过来 皮说道 这是万人宗计划 用来装玄武的内单的 玄武的内单 夏北辰听后 再次把内单拿了出来 往精美的乌木盒子里一放 正好吻合 修协则解释道 因为万人宗的实力不够 所以没法击杀玄武 只能堪堪将其封印镇压 但他们的目标还在 那就是 有朝一日 拿到玄武的内单 作为这禁地的镇楼之宝 夏北辰和叶芸芯听后 瞬间觉得 无语 好一会之后 夏北辰吐槽道 所以 两千年过去了 万人宗 还是又猜又爱玩 没错 皮修齐声回道 我们被守护了这里多少年 玄武就被封印镇压了多少年了 夏北辰笑道 没想到 头到来 便宜了我们 皮咧了咧嘴 道 如果万人宗的 劣带祖师们知道了 活着的 估计都要气死 毕竟夏北辰和叶芸芯 设计击杀玄武的时候 他的修为 才堪堪灵俱敬 比现在还低 而万人宗两千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 都没能啃下玄武这块硬骨头 同时 这也说明了叶芸芯的强大 仅凭洞天境的修为 就将最高 只有炼神境修为的万人宗 给搅得天翻地覆 万人宗虽然有底蕴 但有限 所以 只能算个二流宗门 与天玄宗这样的巨拨比 就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有些品杰比较好的东西 有标签备注着 一看 竟然是狗家境线的 不得不说 万人宗的羊毛 使劲毫 而狗家之前 为了攀上狗家的这棵大树 也是尽心尽力 哪知道 最后因为囚山拔的野心 搞得两败俱伤 一个没了大树遮阴 一个没了羊羔毫毛 夏北辰还不客气地 把放了玄武内丹进去的 乌木盒子给盖上 既然万人宗未雨绸缪地 将这盒子都做出来了 那我不能让他浪费了 盒子往戒指里一扔 就进到了无尽领域里 叶云心让他优先挑了一下想要的 然后才像之前那样 将剩下的材料统统扫荡了 就这样 禁地里这栋楼阁的宝贝 已全部被他们收入囊中 一箭不留 随后 两个人带着两只神兽 离开了禁地 当他们来到了外面时 便看到那石碑原地消失了 皮说道 这里因我俩而产生 如今守护结束 也该恢复原来该有的样子了 从此再无万人宗禁地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夏北辰笑着说道 说着说着 他们的眼角的余光 瞥见了远处的天空 闪现了几道 朝万人宗正殿方向 飞去的光芒 有人来万人宗了 看着几道光芒 叶云心提醒道 地零三妖章 小哥哥 就你 想必是与万人宗交好的门派 前来拜访 夏北辰猜测道 看看是什么人 叶云心立马隐藏起了 自己的修为 夏北辰看了一眼皮修 说道 你们先进入无尽领域吧 皮修说道 好 如果需要帮忙 就放我们出来 嗯 夏北辰将他们收进了 无尽领域里 查看了下 见招拆招的剩余时间 还有小半个时辰 如果待会跟人 发生了冲突的话 就得在这个时间里 解决战斗 拿出了一枚免伤单 放入了嘴里服下后 系统空灵的声音 立马传来 爹 宿主服用免伤单 免伤防御开启 正式起效 这速度 比传说中的仙单还要快 随即 夏北辰和叶云心 悄悄地朝那几道光芒落下的地方掠去 这 万刃宗静 竟然被人屠杀了 谁这么大胆 四位身穿玄青色服饰的修士 落在了正殿前的广场上 看到一片狼藉的场面 不免大吃一惊 竟然是他们 叶云心看到了他们的着装后 拳头攥了起来 夏北辰虽然是天玄宗的外门弟子 但是对这套玄青色的着装 并不陌生 他昨天还击杀了一位 身穿这样着装的灵丹镜修士 因为 这些人是玄青宗的 是参与了谋害叶云心的门派之一 所以 叶云心看到他们 心里生起了一团怒火 四人中 看起来最年轻的男子说道 天穷大陆有这能耐的门派 恐怕就天玄宗 可天玄宗 如今已经被我们几大门派联合拿下 一位长着八字胡的男子说道 万刃宗既有护山大镇 又有万刃法镇 想要被屠灭 得有多大的能耐 四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则猜测 难道是 遭遇了妖兽袭击 传闻万刃宗当年封印镇压了一妖兽 不知是不是他所为 都别猜了 下去看看 能不能找到点线索 这时 一位看起来颇有威望的男子 副手说道 是 大师兄 刚刚两男一女恭敬地回道 这四个人中 当属副手而立的男子 修为最高 恋神静初期 最低的 则是那长着八字胡子的男子 林海静初期 剩下的年轻男子和女子 则是林海静中期 不过 还没等他们走出去几步 他们就听到了 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不用找了 四人回头一看 发现是个更年轻的男子 修为 林聚静大圆满 四个人转回身后 女子笑了起来 小哥哥 你是在嘲笑我们的见识吗 就 就你 有什么问题吗 夏北辰反问 那年轻男子 则对着夏北辰挥了挥手 你还是打哪来挥哪去吧 小心待会凶手出来了 把你也给宰了 夏北辰像鼠树一样 指了指他们四个人 走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你们留下性命才行 哈哈 女子大笑了起来 笑声比刚才高了好几倍 什么意思 就凭你 还有我 一阵风忽然从一侧袭来 带来了一道霸气的声音 四个人看去 发现一位气质不凡的女子 出现在了眼前 看到来人的模样 他们都忍不住多看了一会 就连玄青宗的那位女子 也不例外 看美女 不仅仅是男人的专利 相比之下 不管是身材还是气质 叶云星都比 玄青宗的这位女子好 由于叶云星隐藏了修为 加之又戴上了面纱 他们此时并未认出她的身份 小娘子 你这样 不怕坏人把你给拐跑了 玄青宗女子 看到叶云星 是凌聚进大圆满的修为时 便笑着问道 叶云星走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除了夏郎 没人能拐跑得了我 八字胡男子说道 有有有 现在的小年轻 真是不把外人当外人啊 随即她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对夏北辰问道 对了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要我们留下性命 夏北辰嘴角一撇 怎么 不舍得 说完 她左手轻轻一挥 一把剑破空而出 直指八字胡男子 副手而立的男子淡淡地说道 剑是好剑 可用剑之人差了不少火候 可惜了 说着 她一手背负在身后 一手对着夏北辰 寄出来的剑 轻轻地做了一个掐的动作 咔 她口中的好剑 瞬间便应声断了 真 好剑 她的师弟师妹 立马对夏北辰 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哈哈 不知天高地厚 随即那年轻男子 则对叶云星说道 姑娘 你的下郎不行 要不你跟我吧 我们玄清宗 会让你得到更快的提升 叶云星不懈地喝了一声 说道 就你这歪瓜裂枣 也配 你 对方被气得 身子都颤抖了下 既然你们是玄清宗的 那我就不跟你们废话了 叶云星摘掉了面纱 露出了面目 叶云星 玄清宗的四个人 跟之前知道叶云星身份时的人的表情 是一模一样 你 你怎么会在这 难道万人宗面门 是你的原因 你不应该中了银魔果了吗 叶云星却没有理会他们的一系列问题 而是冷冷地反问道 刚刚用剑之人 火候差了不少 那现在呢 灵气在叶云星身前波动 随后冒出了无数把力剑 炼气化剑 对面四个人再次惊讶地齐声道 喜欢副手而立的男子 这一下子 把背负在身后的手都拿了出来 你已经洞天镜 叶云星眼神凌厉起来 还多亏了你们几个恶心的门牌 不然我想要突破到洞天镜 还需要不少时日 话音未落 无数利剑 朝对面四个人飞去 玄清盾 副手男急忙在自己身前 加了一道玄清色的灵气护盾 这是他们玄清宗的招牌技能 燃并卵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招牌技能也是浮云 无数利剑将玄清盾给刺出了裂痕 狂了 一会后 玄清盾像被打碎了的玻璃似的 碎裂了开来 接着无数利剑合成了一把 外形跟星玄剑一样的弃剑 朝副手男刺去 第零四二章 吃我一边 师兄 他的师弟师妹 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 夏北辰掠到了他们三人面前 别喊 你们先顾得上自己 再去关心你们的好大师兄吧 小哥哥 你以为你是叶云星那样的洞天镜高手 女子则想看小学纪一样 看着夏北辰 那就让我来汇汇你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 灵聚静大圆满的家伙 接着 他看向了身边的两位男子 二师兄 小师弟 你们去帮大师兄 好 师兄弟俩 见夏北辰修为不高 就很放心地答应了 毕竟女子的修为是灵海境中期 光可以调用的灵气 都不知道比灵聚静的多了多少 官场上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 而这修真练道的世界 也有修为高一级压死人的说法 所以 这两天已经动天静的叶云星 除了玄武之外 是遇鬼杀鬼 遇到佛杀佛 小哥哥 来吧 女子挺了挺身前 比叶云星差不少 但还算伟岸的胸脯 而且 那话的语气 像极了饥渴了好几个年头 都没有遇到甘露似的 关键他本来还长得有点妩媚 如果你打不过我 可以对姐姐我求饶的 姐姐会手下留情的哦 夏北辰黑线 要不 你投降吧 女子晃了晃他那修长的食指 还没开干就投降 怎么行呢 妖面 夏北辰心中大呼一声 随即祭出了两把剑 女子瞥了一眼两把剑 你怎么这么多剑呢 话音一落 额外冒出来了两把刀 女子一副差生文具多的眼神 看向了夏北辰 那姐姐就先试试你的能耐了 可不能一下子就软塌塌了 得持久哦 女子口头调戏了一番夏北辰后 便也祭出了一把剑 对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结果 都被夏北辰轻而易举地 给化解了攻击 姐姐 你是放水了吗 夏北辰气定神闲地调侃道 女子则心中暗道不妙 她很清楚自己 虽然没有用尽全力 但也用了六七成 这要是放在平时 以林海静对付林聚静 只需最多三成的实力就够了 夏北辰在女子内心震惊之余 看了一下剑招招招的剩余时间 两课钟 也就是半个小时这样了 而另一边 她的大师兄受了重伤 但还能勉强支撑会 她的二师兄 已经倒在广场的一个废墟坑里 动弹不得 至于她的小师弟 介于大师兄和二师兄之间 已经没有了任何招架之力 感觉一阵风 就能把小师弟给吹倒了 你的师兄弟已经败了 你要不 投降 夏北辰再次劝想起来 我就不信你一个灵聚静 都无懈可击 女子不服气地说道 于是 再次对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这一次 女子没有用剑 而是拿出了一根长长的鞭子 妩媚女子加鞭子 郁姐范瞬间爆棚 吃我一鞭 啪 女子一鞭甩过来 鞭子发出来了清脆的响声 夏北辰急忙一躲 堪堪躲了过去 看来 这女的用鞭子 比用剑顺柳多了 接着 又是一鞭 鞭子携带着玄清色的灵器 朝夏北辰甩来 夏北辰往一旁闪躲 结果鞭子抽在了一颗 只剩下树桩的树上 一声脆响之后 鞭子携带的灵器 如同绞肉机一样 飞速旋转起来 瞬间把树桩搅成了粉末 我了颗草 看到这一幕 夏北辰庆幸幸自己刚刚躲得快 不然的话 现在恐怕已经皮开肉斩 见自己的皮鞭 对夏北辰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 女子找回了些许自信 姐姐今日就替你的小亲人 好好教育教育你 说完 再次对夏北辰挥了一边 身前的尾案 随着动作而起伏着 令人遐想翩翩 这次出边的速度 显然比刚才快了许多 但夏北辰发现 他的气势 比刚才的第二边少了不少 还未等他闪开 鞭子都到了他的身前 接着分叉成了两条 然后像魅魔的触手一样 向夏北辰伸来 下一刻 夏北辰就被他给绕了两圈 随即女子手一拉 鞭子就带着夏北辰 往他的方向拽去 很快就拽到了他的面前 结果不知道是鞭子有弹性 还是因为对方的身前太Q弹了 竟然把夏北辰 给弹开了一点距离 违规带球撞人 那夏北辰就不能忍他了 钗子脱口而出 立马一把大剪刀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没等女子反应过来 剪刀就对着皮鞭剪了下去 咔嚓 皮鞭硬声断成了两截 一截捆绑着夏北辰 一截在女子手中 而女子因为皮鞭被剪断 没了拉扯的力 所以不宜小心踉枪了两下 这步踉枪不要紧 一踉枪 身子不禁往前倾 因此春光无限 看得夏北辰有些血运感 稳住了身子后 女子看了一眼手中的绳子 然后视线停留在了 那把大剪刀上 小哥哥 你 你连剪刀都随身鞋带 而且 那么大一把 女子控诉夏北辰 你耍流氓 夏北辰 此时已经将捆绑在身上的 小皮鞭解开 注意用词 你可以说我无赖 但是不能说我流氓 明明是你带球撞人在先 所以我才出此下策 说着 夏北辰将手中的那截皮鞭 往女子挥去 皮鞭分成两截后 最长的 就是她身上捆绑着的那截 所以 她手中的那截 可谓是鞭长能及 女子健壮 急忙闪躲 却没想到 深周忽然出现了四道光芒 结果 鞭子是躲过去了 可她还是放弃抵抗 因为 她也清楚 这四道光芒代表什么 臭流氓 竟然这么不懂 怜香惜玉 她哀怨地看了一眼夏北辰 星光复这种 蜡手催花的法术 你都用上了 夏北辰则耸了耸肩 不是我 这时 叶云星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是我 看到叶云星 听到她的话后 女子朝师兄弟所在的方向看去 没想到 师兄弟三个人 都躺在地上 不省人事了 眼看星光复即将缩小到 要将女子来个魂飞魄散的结局时 却是停止了 夹在在身上的束缚感 瞬间没了大半 女子惊讶地看着叶云星 你 没等她说完 叶云星就撤掉了星光复 并说道 你走吧 女子惊讶道 什么 第零三三章 春宵一刻值千金 叶云星收回了星玄剑 说道 一 看你刚才对北辰并无杀意 二 你的三位师兄弟 临死前为保你性命 和我做了交易 对方看了一眼下北辰后 看回了叶云星 交易 什么意思 你把我三位同门杀了 他们已把玄清宗与天玄宗封信子 万任宗 清兰宗等门派 勾结陷害我一事全盘托出 并说你与此事并无瓜葛 叶云星说道 一切都是你们宗主和几位师兄弟之一 所以 临死前 求我放过你 冤有头 债有主 放了你 也是应该的 希望你别不是好歹 说到这里 他的语气忽然严肃起来 但是 如若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在打着玄清宗的旗号做事 就别怪我落手催花 女子把手中已经断了的皮鞭 往地上一扔 再次祭出他原来的剑 别装好人 难道不是你叶云星想 轻吞我们几个门派 才惹得大家联手对付你的吗 叶云星眉头青醋 反问道 这种脑残的言论 你听谁说的 难道不是吗 女子剑指叶云星 自你从你师父清晨上人手中 接过了天玄宗宗主之位开始 三百年来 多少门派被你剿灭 天玄宗能有今日的势力 靠的 不就是你的凶残吗 叶云星没有说话 而是看着女子手中的剑 忽然 一阵霸道的星辰之力 出现在剑身上 下一刻 咔咔咔 剑身 出现了裂痕 紧接着 剑断成了好些碎片 纷纷掉落在了地上 女子骇然地看着手中 瞬间只剩下剑柄的剑 叶云星这时才说道 如果我没记错 你应该小我一百岁 也罢 被洗脑多了 也就青红皂白都不分了 随即 他竖起了一根手指头 你自己去打听下 万任宗做了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 竖起了第二根手指头 曾经名震南疆的无极骨 又是为什么被我灭门的 接着 竖起第三根手指头 百年前 炙手可热的星星门派天海楼 又是为什么被饿死在摇篮里的 最后 叶云星竖起了第四根手指头 今天 你再问问你们 玄清宗又干了什么好事 女子紧紧地 盯着她的第四根手指头 你 你要对我们玄清宗下手 不仅是你们玄清宗 叶云星忽然星辰之力外放 一股威压 猛然朝四周扑去 鲜青丝和衣服都不禁飘动了下 短暂的停顿后 叶云星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 还有 青 蓝 宗 女子身子猛地一颤 不管是万人宗 玄清宗 还是青蓝宗 都是这次联手铲除叶云星的门派主力 看来 不把玄清宗 青蓝宗灭了 她是不会把羞的 女子腾空而起 深周是放出了玄清色的灵气 她看着叶云星 认真地说道 我生是玄清宗的人 死是玄清宗的鬼 所以 哪怕是战死 我也不会走 叶云星看了看自己的手 淡淡地说道 我可不会像北辰那样 几个回合下来 还没伤你根本哦 不需要 女子傲娇的话音一落 周围那些碎石 以及没有被大火焚烧过的木头 抬升了起来 轻喝了一声 东西全部朝叶云星砸来 然而 她需要动用丹海灵气 才能做到的一击 却是被叶云星 轻轻地一挥袖子给化解了 只见叶云星一挥袖子后 无数星光迎了上去 只一个两个呼吸间 就把袭来的碎石和木头 积得粉碎 刷 一道清光 直冲女子的胸口 她还来不及做防御的准备 就已经被击中了 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滩血 你的修为 可比不上你的大师兄 叶云星闪现到了她的面前 女子捂着胸口 虚弱地说道 那就不劳烦 你动手了 我自己来 灵气灌输到了右手上 她闭上了双眼 仰起了手掌 就想往自己的额头拍去 不料 就在她即将自裁于自己的掌心时 却是发现 一股劲阻挡在了她的面前 手掌没法 继续往前推进一点 我都不舍得杀你 又怎么会舍得 让你死呢 叶云星伸手掐住了她的腮帮子 然后扔了一样东西 进她嘴里 结果 入口即化 一股清凉下喉 然后游遍全身 叶云星松开了手后 女子皱着眉头质问道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叶云星回道 春宵一刻值千金 春宵一刻 女子急忙伸手去抠喉咙 想以催吐的方式 将丹药给逼出来 可 丹药早就在入口的那一刻 就化作了药力 并在短时间内 顺着她的喉咙 传遍了身子 夏北辰则在听到丹药的名字时 不禁一愣 凭借着原主留给她的记忆得知 这春宵一刻值千金 又称春宵一刻 一刻千金 传说中的春天之药 不过 早就传闻师传经万年 只在一些画本 或者古籍里 才能偶尔看到 不知道叶云星 是怎么有这种丹药的 难道是她找到了古方 然后倒酷出来的 叶云星冷然道 刚刚在北辰面前 你不是挺妩媚的做派吗 要不 我把北辰借给你解读 忽然被点名 夏北辰心里不禁咯噔了下 难道 她是在生气 对方刚才 对我的妩媚作派 女帝是在吃醋 女人吃醋起来 可比男人很多了 半个时辰后 药力就会发作 如果在此之前 找不到男人帮你解读的话 说到这里 叶云星停顿了下 她这断句的做法 听得女子身子一震 会怎样 怎么 怕了 叶云星轻笑了一声 才将春宵一刻的后果 说了出来 你就会浑身腐烂发臭 直到毒性攻心身亡 那死相 简直是鬼看了鬼哭 神看了神嚎 这听得下北辰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你 你 女子放弃了徒劳的催吐 指着叶云星骂道 你为什么如此歹毒 歹毒 哈哈 叶云星大笑了几声 随即质问道 你可你们玄清宗 与其他几派勾结后 在我的果盘里 放了银魔果 银 银魔果 女子愣了下 一会后摇头道 不可能 我玄清宗 可不屑做出这种事 叶云星嘲讽地哼了一声 说道 昨天之前 我也这么认为 你们玄清宗 万人宗 青蓝宗 都不会做这样的事 包括我那尊敬的师叔 你撒谎 撒不撒谎 随我去一趟 你们玄清宗不就知道了 第034章 但有了夫妻之时 女子一咬牙 随后指着地上的三具尸体说道 跟你去可以 但是我要先让他们入土为安 可以 叶云星点了下头 女子转身 向三位师兄弟的尸体走去 半刻钟不到 一座完好无损的山峰的脚下 立了三座星坟 木坑是叶云星一招轰出来的 泥土也是叶云星 用天旋星术 将附近的泥土搬运了过来 所以 三座坟 很快就搞定了 没有吃食 也没有酒 女子在附近弄了三个花环 分别放在了坟头 再给每座星坟立了一块墓碑 上面写上对应的侍者名字 你现在是不是非常恨我 叶云星站在他身后 淡淡地问道 女子身子微微一顿 但没有回答叶云星的话 叶云星也不生气 继续说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应该叫于妙晴 来自清禾郡渔家 这一次 女子接话了 你认错人了 是吗 你头上的簪子 难道不是于美人 这可是当年文明天下的于家知情种 于休闲送给爱人徐采月的定情信物 女子转身看向了叶云星 都说了 你认错人了 叶云星则说道 你不承认也没事 我就当你是于妙晴就行 女子看了好一会叶云 然后问道 你还知道什么 叶云星说道 清禾郡渔家 在两百多年前惨遭灭门 一夜之间 全家上下 只剩下一位女童 女子攥紧了拳头 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了 那位活下来的于家大小姐 有没有找到真凶 女子身子猛烈地颤抖着 夏北辰在一旁看着 深深地感受到了 叶云星给予对方的压力 叶云星对这位叫于妙晴的女子 了如指掌 于家该不会是她 就在夏北辰想到一半之际 叶云星又道 看样子 是没有找到 我倒是有了一些线索哦 你 女子眉头紧错 不要让我知道 凶手就是你 否则今日你不杀我 将来我定杀了你 叶云星看像小女孩一样 看着对方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已经步入练神镜了 想杀我 除非超过我的修为 看了一下天色 叶云星转过了身去 时候不早了 不想独发身亡的话 就跟上 说着 她看了一眼夏北辰 北辰 我们走吧 轻轻点头 夏北辰和她一起 朝玄清宗的方向飞去 犹豫了下之后 女子跟了过来 但是始终和她们两个人 隔开了一定的距离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云星 你给她吃的 真的是春宵一刻 叶云星瞥了她一眼 怎么 你在怀疑 发现女帝这一瞥的眼神 都带着一股寒意 夏北辰善善一笑 回道 只是好奇 毕竟春宵一刻 不是失踪了近万年了吗 看来 你对这春宵一刻 有所了解啊 叶云星玩味地问道 在古籍上见过 夏北辰回道 往后看了一眼 身后的女子 叶云星说道 到时候你和她试试 不就知道真假了 这可是你说的哦 夏北辰斜眼看着叶云星 你试试 叶云星攥紧了拳头 小心我让你试试 夏北辰抓住了她的拳头 这不是你说的吗 而且 刚才你不是很大方地说 要不我把北辰借给你解读 最后 夏北辰学起了 叶云星之前说话的语气 叶云星顿时咬牙切齿 夏 北 辰 夏北辰大笑了起来 叶云星另一只手 对她的脸蛋发起了攻击 夏北辰脑袋一歪 躲了过去 随后 叶云星拳头 将夏北辰的手给震掉 并对着她 丢了一记星辰之力 结果 轻而易举地 被夏北辰给化解了 看着他们大闹的样子 于妙晴倒是一愣 她万万没想到 传闻中的冷血女帝 竟然对一位 修为低了好几个境界的男子 产生了情愫 难道这么多年来 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信息 与真实的有出入 还有 刚刚大师兄 二师兄 和小师弟 真的是她所杀吗 她的脑子 在一个个问题中 差点当机 扶了扶额头后 她晃了晃脑袋 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要去多想 她相信 只要自己活着 就有机会获得一切真相 只是 体内的春宵一刻 她忽然看向了夏北辰 不料 正好看到夏北辰 哀压了一声 原来 刚刚还和叶云星 打闹得有来有回的她 忽然像失去了倚靠一般 对叶云星的进攻 毫无招架之力 所以 被叶云星一记 竖法给轰了下去 夏北辰就在哀压声中 砸在了地上 把地都给砸出了一个大坑 原来 夏北辰的剑招拆招 失效了 叶云星神情一致 急忙往下落去 来到了坑里 将夏北辰扶了起来 北辰 你没事吧 叶云星一个劲地观心询问着 有没有伤到 夏北辰趁叶云星 查看自己身子之际 眼珠子一转 随即摸了摸心头说道 糟了 心好疼 内伤了 我看看 叶云星将手覆盖在了她的心口处 正准备查看伤情的时候 手被覆盖住了 一看 赫然是夏北辰的手 覆盖在了她的手背上 至此 叶云星明白了过来 便骂道 混蛋 敢骗我 好了 夏北辰解释道 要不是我有免伤单 你刚刚那一击 恐怕已经是谋杀亲夫了 胡说 叶云星脸色一红 低声道 我们都还没成亲 夏北辰凑近了她的耳根 轻声说道 虽然没成亲 但有了夫妻之时吗 叶云星被她这举动弄得痒痒的 急忙推开了她 有人看着呢 夏北辰看了一眼半空中 悬听着的云妙晴 随即 她坏笑道 要不 以地为床 以天为备 一起替于姑娘解解毒 声音不大 所以 距离有些高的云妙晴 没有听到她说什么 不过 就在她几步之遥的叶云星 倒是听得一清二楚 那我就把你剁了送给她 叶云星看向了夏北辰某个地方 吓得夏北辰 急忙夹紧了双腿 叶云星看了一眼半空 忽然发现 云妙晴不见了 咦 人呢 第零三五章 找玄清宗算账去 文言 夏北辰顺着叶云星的视线看去 果然发现 刚刚还在半空中的云妙晴不见了 被人掳走了 还是偷偷溜掉了 该不会是找其他男人去了吧 不过 这也是人之常理 从叶云星刚才和她的对话中可知 她身上还肩负着家仇大恨 还没报的责任 所以 她想办法迈过这道春宵一刻的 坎野市情理之中 总不可能真的就找她夏北辰吧 毕竟 叶云星刚刚还把她三位同门杀了 现在的夏北辰 可是叶云星的同伙 何况 夏北辰也不是见个女人就提枪之人 因为 她不是个随便的人 回头看了一眼夏北辰 叶云星再次确认 你真的没事吧 夏北辰白手道 没事 还请下次下手别那么重 叶云星的视线 从夏北辰身上往下移 下次再敢乱说话 下手的地方可不是胸口了 说着 叶云星飞上了坑外 搜寻了起来 夏北辰随即也飞上去 两个人看了一眼四周 没有发现云妙晴 还要不要去找呢 叶云星低声道 云星 我不是很理解 既然你选择放了她 为什么还要给她服下春宵一刻呢 夏北辰则问道 半个时辰一道 她要是没找到人 那啥的话 还不是会死 其实 叶云星却是欲言又止 随即微微摇头 说道 罢了 先去玄清宗找他们算账去 不过走之前 她来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伸出了手 放在了她的心口处 这一次 夏北辰没有趁机吃豆腐 并感受了一股柔和的灵力 真的没有受伤 叶云星这才松了一口气 见她这样 夏北辰心中大暖 叶云星放心地收回了手 好奇地问道 不过 你之前为什么轻而易举的 就能化解我的公事 而且 又是为什么突然招架不住呢 既然叶云星问起了这个事 总瞒着也不是问题 毕竟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多了去了 只不定哪天系统又给自己搞了个什么技能 让她大开眼界 到时候 她还不是得问 只不过 得换个说法 系统的事 不能那么直白地说出来 于是夏北辰说道 其实 我拥有着特殊能力 就是偶尔会获得一些惊为天人的技能 叶云星听后 倒是没有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情 因为 这两天 夏北辰给她的震撼 早已经让她习惯了 这个世上 也有不少拥有着各种各样的能力者 只是之前还没有像夏北辰这样 让她大开眼界的 想了想 她问道 就像你之前说的 神秘人送你的那块玉符一样 你拥有的所谓的超能力 可以让你在相应的时间内 能够应对困难 夏北辰给她竖起了大拇指 聪明 叶云星挪了挪嘴 为什么不是持续性的技能呢 害夏北辰耸了耸肩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现在系统奖励的 都是阶段性的技能 不管是之前的修为复刻 还是刚才的剑招拆招 既然这样 那 叶云星抿了敏柔唇 然后说道 北辰 你还是找个地方等我吧 我找玄清宗算完账 就去找你会合 夏北辰竖起了食指 晃了晃 说道 拒绝 叶云星握住了她的手指 我担心你的安危 要不这样吧 夏北辰拿出了一颗灵石 你要干嘛 叶云星不解 夏北辰将灵石的灵气吸光后 从无尽领域里拿出了一把匕首 开始用星辰之力 消窃灵石 一会后 一枚硬币模样的灵石 出现在他们面前 叶云星凑近一看 一面刻着星 一面刻着陈字 而且 都是杨克 这样吧 以拋着枚灵石为准 要是刻着星字的一面朝上 我就跟着你去 要是刻着陈字的一面朝上 我就不去 听到夏北辰的解说 叶云星犹豫了一会 然后点了点头 同意了这游戏规则 他用剑在地上 批出了一块平整的地方 让夏北辰抛着枚灵石硬币 夏北辰手指一弹 灵石硬币打着旋 划过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随即落在了地上 叶云星紧张地盯着他 在地上旋转了一会后 终于停了下来 灵石硬币身子一倒 定睛看去 赫然是星字的那一面朝上 遵守游戏规则吧 夏北辰指着地面上的星字说道 结果一出 叶云星只好点头了 夏北辰将其拿了起来 准备扔了的时候 叶云星制止了 他伸出了手 给我 夏北辰眉头微皱 又不是黄花大闺女 哪里置这家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此人正是玄清宗的现任宗主 清玄子 恋神静后期修为 不过 现在叶云星也不隐藏修为了 更没有戴上面纱 只是把修为降到了 和恋神静大圆满 夏北辰通过这几次的情况发现 叶云星可以随意将自己的修为 隐藏到某个境界 而恋神静大圆满 正是务实淫魔果前的境界 在这些门派的认知里 叶云星则说道 清玄老儿 你这阵仗搞得倒是挺热情啊 清玄子捋了捋又病得白发 清晨上人当年和我颇有交情 所以故人之徒前来 我肯定要好生招待嘛 叶云星拱手道 那还得叫您一声清玄师叔咯 你这故人之徒 今日怕是要来拿我性命的吧 清玄子白手道 所以 你这一声师叔 我受不起啊 说着 他拿出了四块腰牌 上面分别刻了四个人的名字 夏北辰和叶云星一看 不就是于妙晴 和他三位师兄弟的吗 只不过 三位师兄弟的身份腰牌 黯淡无光 而于妙晴的 则是光彩异议 这似乎代表着 生死 就在夏北辰疑惑之际 清玄子说道 更何况 你前不久 不是还杀了我三位爱徒吗 还有一位弟子 夏洛不明 说到这里 玄清宗的长老和弟子们 脸上都露出了悲痛之色 但 更多的是对叶云星的愤怒 杀了叶云星 为同门报仇 喊杀声响遍全宗 杀了叶云星 为同门报仇 此时 可谓是群情激愤 看来 身为宗主的清寿弟子 于妙晴和三位师兄弟 在玄清宗的地位还挺高 说到于妙晴 入得玄清宗两百年 至今还是截然一身 所以 自然就成为了诸多弟子爱慕的对象了 叶云星脸上 则露出了顽微的笑容 清玄老儿 你的爱徒谁杀的 恐怕你比谁都清楚吧 没错 清玄子指向了叶云星 我很清楚 他们就是你杀的 唉 叶云星叹了一声 又是一个蛮不讲理的臭老头 白火两千多岁了 面对他的嘲讽 清玄子大声道 众长老 弟子听令 在 在场的长老和弟子 立马齐声回道 清玄子道 今日 谁率先拿下叶云星的人头 赏击品零十万克 则则则 夏北辰却是鄙视的摇了摇头 站在清玄子身边的一位长老喝道 哪来的菜鸟 竟然敢鄙视我玄青宗 我鄙视你罗摩 夏北辰毫不客气地竖起了中指 也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 看不看得懂 一万颗极品零十就想让人卖命啊 看不起谁呢 说着 他伸出了五根手指 说能拿下一颗玄青宗长老人头 赏五万极品零十 拿下清玄子老人头 赏极品零十十万 不料叶云星忍不住扶了抚额头 北辰 你这个败家的家伙 那几个臭老头 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 哪里只五万和十万极品零十 嘻嘻 夏北辰白手道 无碍 谁叫我极品零十多呢 话音一落 他就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三十万颗极品零十 玄青宗除了宗主 正好有四位长老 分别是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四位 这也是玄青宗的根据所在 他们平日里 分别住在这四个方向的山峰上 刚才说话的长老 便是青龙长老 三十万颗极品零十一出来 一股充沛的灵力 瞬间覆盖在了方圆极里的范围上 看得玄青宗的弟子们 眼睛都发绿了 他们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极品零十 怎么样 夏北辰扫了一圈除青玄子 和玄青宗四位长老之外的所有弟子 我夏某说道做道 青龙长老喝道 混账 我玄青宗堂堂名门正派 人心岂是你这样的好处就能收买的 夏北辰大笑了起来 你这双标玩得挺溜啊 刚刚怎么不跟你们宗主说这话 你 青龙长老被呛得火冒三丈 待会我第一个收拾你 谁收拾谁 忽然 一道凶猛的声音传来 接着 两道光芒从夏北辰的戒指里飘了出来 然后在夏北的身边献出了身来 原来是皮羞 没想到 把这二位给惊动了 由于夏北辰没有给他们设置什么禁止 所以 他们是可以自由进出无尽领域的 北辰小兄弟 有赏金的事 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皮斜了一眼夏北辰 你太不厚道了吧 夏北辰尴尬一笑 不是刚给你们二十万几品零食吗 修说道 谁会嫌少呢 而且 你这三十万可是平本是赚的 夏北辰点头笑道 说的也是 好 皮羞转头对着玄青宗众人嘶吼了一声 神兽的威力 也不容小觑 这一声河东狮吼般的皮羞吼 把一下修为低点的弟子都吓破了胆 身子都忍不住发颤了 没想到 你们还有神兽相助 清玄子看了一眼皮羞 那待会我们就收了他们 让他们 看管我玄青宗的库房 呵呵 皮冷笑了一声 朝人群扑了过去 这四位歪刮裂枣 就交给我们俩了 修警随其后 并对夏北辰说道 赏金给我们留着 清玄子吩咐道 一半弟子随诛雀 玄武二位长老一起拿夏皮羞 剩下的弟子 随我和青龙 白虎二位长老 斩杀叶芸心和那黄头小儿 得令 众人得令 立马分成了两拨人 一波迎战皮羞 一波迎战叶芸心和夏北辰 北辰兄弟 上来 皮朝夏北辰说道 我代你杀敌 好 夏北辰从无尽领域里 祭出了一把 依然是从万人宗禁地楼阁搜刮来的剑 然后跃身起 皮则朝他跃了过去 一会后 夏北辰跨坐在了皮的背上 而落在背上的那一刻 夏北辰一剑劈出 把一位邻居进大圆满的男子 手中的剑给劈断了 剑气不减 继而劈在了对方的身上 对方闷哼了一声 倒飞了出去 这时 一道竖法换出来的火球 朝夏北辰和皮轰来 坐稳了 皮提醒了一句 便驮着夏北辰一跃而起 火球砸了个空 最后砸在了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 轰一声 大石头焦黑了一片 而且石头被轰小了一圈 这威力 可不小 而轰来这个火球之人 便是玄清宗的朱雀长老 好 皮一跃而起吼 怒吼了一声 最后砸在了一位 灵动静大圆满的弟子身上 这弟子 立马吐了一滩血 末了 皮还对着他拍了一掌 将其拍出去了好几丈远 直到撞到了 那轰得焦黑的石头上 才停住了身子 最后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是死是活 看他造化了 忽然 一声却鸣声响起 夏北辰看向了朱雀长老 只见其身后出现了一只巨型朱雀 并对着天穹鸣叫了一声 却鸣声结束 一个更大的火球 朝夏北辰和皮袭来 第037章 看看你是真白虎 还是假白虎 想用火球烧我们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皮没有带着夏北辰闪开 反而是直面有水缸大小的火球 夏北辰也是选择相信他 皮嘴一张 猛然朝火球 吹出了一股净风 呼 净风呼啸去 将火球给抵挡住了 更甚的是 风还把火球 给往反方向吹去了 刷 被吹回去的火球 速度极快 朱雀长老急忙一闪 还是被点燃了一百 见状 他连忙用剑 将自己的一百给割断了 然而 在他身后的一些弟子 就没那么幸运了 有几个弟子 直接被火球冲击到 瞬间将他们身上的衣服给点燃 一时间 鬼哭狼嚎 可恶 朱雀长老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就在这时 一道水柱 冲刷到了着火的弟子身上 将他们身上的火焰给浇灭了 一看 去青龙长老寄出的青龙所致 可他还是晚了一步 毕竟这火球的威力可不小 几个弟子没能逃过被烧死的命运 甚至有两个弟子 已经面目全非 你这叫玩火自焚 夏北辰嘲讽地来了一句后 擒着剑和皮冲了上去 星光萦绕 一剑朝朱雀长老劈去 朱雀长老提剑迎战 砍 两剑相撞 迸发出了强大的能量 但 毕竟修为上下北辰 要低上太多了 朱雀长老林海静的修为 面对现在林聚静修为的夏北辰 简直是一个天 一个地 要不是皮 及时在他们的深周加了一道防御 恐怕这一剑对拼下去之后 夏北辰已经被皮背上震退出去 好在夏北辰有免伤单护体 朱雀长老这一剑的威力 被无视了 唯一让他有感觉的 就是手臂有些麻 不过 就在他们对拼剑的时候 皮夹了一道防御的同时 也没闲着 身子急速一扭 尾巴横扫而去 啪 如同鞭子抽打在人身上似的 朱雀长老被抽出去了三丈远 虽然没有皮开肉绽 但衣服却是被抽开了一道口子 露出了他腰间的游泳圈一角 看来平日里吃的不少啊 都有坠肉了 皮毫不客气地打去道 朱雀长老挣了正身子 你这神兽的实力 也不过如此吗 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说的 皮说着 腾空而起 脚踏在半空中 竟然像踏在湖面上一样 荡起了一圈圈连衣 接着 连衣的下方 赫然幻化出了金色的剑矢 金玉剑 皮一声轻吼 无数金色的剑 如雨点 一般朝下方的朱雀长老射去 朱雀长老提剑 坑坑坑地格挡 然而就在他格挡掉 一小半金玉剑的时候 手中的剑 却是传来了不一样的声音 咔咔咔 猛然一看 剑身 出现了裂痕 北辰小兄弟 这时 皮提心起下北辰 下北辰一边嗡了一声 一边对着朱雀长老 横劈了一剑 剑气横切了过去 携带着闪烁的星光 如同星云一般直扑而去 朱雀长老一咬牙 想要在自己的面前 构筑一道防御 结果 左手还没掐手绝 剑气便到了面前 争 剑阴气 剑身断 他手中的剑 瞬间断成了好多碎片 刷 剑气切中了朱雀长老的脖子 接着 几只金玉剑 也没入了他的身子里 刚刚还说 神兽实力不过如此的他 此时身子猛的一顿 瞪大了双眼 看着夏北辰和皮 五万极瓶零石计下了 皮微微侧着脑袋 对夏北辰说道 话音刚落 朱雀长老的身子 便崩一声倒在了地上 没问题 夏北辰立马给皮 支付了五万极瓶零石 谢谢老板 皮收下了极瓶零石后 开心地谢道 朱雀长老被杀了 有弟子大喊了一声 众人纷纷看去 发现他们的朱雀长老 躺在地上 已经一动不动 朱雀风的弟子们 则悲痛地跑了过去 师父 有弟子查看了一番 不禁摇了摇头 可见 朱雀长老已经死透了 可恶 杀了他们 抱着朱雀长老尸体的弟子 红了双眼 对着夏北辰和皮道 朱雀风一脉的弟子 各个义愤填膺 对夏北辰和皮 发起了攻击 然而他们 刚已有所动作 却忽然被一股黑烟给缠上了 下一刻 他们在自己的惨叫声中 被黑烟包裹 不一会儿 他们表情变得扭曲 惨叫声戛然而止 甚至没有了任何声音 黑烟幻化成了无数虫子的轮廓 开始啃食他们的肉体 还伴随着一阵渗人的啃食声 最后 血色弥漫 黑烟弥漫里的人 已是血肉模糊 半分钟不到 连同朱雀长老一起 足足有二十多位朱雀风的弟子 被黑烟幻化而成的虫子 给啃食的 连渣都不剩 嗯 皮表情严肃地看着这些人的情况 怎么会这样 而夏北辰对这黑烟并不陌生 因为 和封信子死前冒出来的黑烟 是一模一样 玄清宗的朱雀长老 被人肿了鼓毒 听后 皮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谁竟然搞这么残忍的鼓毒 看样子 你之前见过 夏北辰说道 天玄宗造反了的大长老 就是被这黑烟所幻化的虫子 给啃食的 连渣都不剩的 说到这里 夏北辰猛然提醒道 朝我们来了 皮看去 发现那本是轮廓样子的虫子 现出了飞蛾样子的身形 并扑上着翅膀 朝他们飞来 有没有应付办法 皮急忙带着夏北辰往后退 夏北辰则看向了叶云星 云星 有鼓毒 此时已经重伤了青玄子和青龙 白虎二位长老的叶云星 闻生立马给施展出了七彩光芒 七彩光芒迅速交织成了一朵 盛开的花巢飞蛾营去 半途中又分化出了无数的七彩花 看着这熟悉的七彩花 夏北辰输出了一口气 有了它们 一下就将黑烟换成的飞蛾 全部给吞噬了 威胁解除 恰巧另外一边 修将玄武长老给击杀了 不知道是不是皮修 因为以前在玄武兽那里吃过亏 所以 他在交战后 逮着玄武长老 就是一顿穷追猛打 白虎长老想支援 却被叶芸芯给挡住了 你的对手是我 叶芸芯淡淡地说道 你 白虎长老怒道 叶芸芯 你别欺人太甚 明明是你们欺人太甚 叶芸芸指向了白虎长老 拿出你的真实水平 让我看看 你是真白虎 还是假白虎 混蛋 白虎长老一咬牙 便冲了上去 就这样 除了一些弟子外 没有长老能够支援玄武长老 结果 一盏茶的功夫 他就被修给虐死了 五万几品零食哦 修队夏北辰笑道 夏北辰当即给他支付了零食 然而就在这时 又是黑烟从玄武长老体内冒了出来 靠 没完没了 夏北辰无语地看着那抹黑烟 第038章 春宵一刻地读解了 不过 幸好夏北辰 还有系统奖励的速度加成了优势 任何行动都快人快适一步 所以 当黑烟袭来 他指挥着皮 极快地躲了过去 结果 黑烟毫不客气地 对临近的几位玄清宗弟子下手 最后这几位弟子 也是扑了其他同门的后尘 连渣都不剩 接下来 倒是击杀了玄武长老的修 有些危险了 叶云星见状 急忙闪现到了修的面前 七彩花也及时跟到 朝黑烟幻化成的飞蛾飞去 把他们一一吞噬了 叶姑娘 修对叶云星说道 为了方便作战 你也坐我背上吧 叶云星微微点头 好 随即他跃上了修的后背坐下 一键扫退了几名玄清宗弟子的进宫后 他看向了清玄子 清玄老二 看到没 人家都把古毒中到你师兄弟们的体内了 你还要傻乎乎地与我为敌 典型地被人卖了 还傻乎乎地帮人数钱 闻言 受伤了的玄清子 捂着胸口 正了正身子 他没有接过叶云星的话 而是看向了剩下的两位长老 青龙 白虎 叶云星则继续说道 再这样下去 你们青龙 白虎二位长老 恐怕也不会幸免于难 把二位师弟扶稳 清玄子关切地问道 二位师弟 你们没事吧 暂时死不了 青龙 白虎二位长老抹了抹嘴角的血迹 他们都受了内伤 但暂无生命危险 不过听到叶云星的话 他们脸色刷得一下变得惨白 连抹嘴角血迹的手 都不禁颤抖了几下 而且回话的语气 都带着颤音 可见 刚刚朱雀和玄武二位同门的遭遇 让他们心有余悸 见状 叶云星提醒道 只要你们没有生命危险 孤独就不会发作 当然 如果继续打下去 你们伤势加重了 就不好说了 玄青宗一众存活下来的弟子 都忍不住往青龙和白虎二位长老看去 更甚的是 还有一部分弟子 悄悄地往外挪动了些距离 深怕这二位长老像朱雀 玄武二位长老那样 忽然冒出黑烟 然后祸及他们 师父 就在双方僵持之下 一道让夏北辰和叶云星 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众人闻声 纷纷扭头看去 赫然发现 适于妙情 失踪人口回归了 看到他出现 玄青宗弟子 经过短暂的错愕后 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毕竟青玄子的青瘦弟子 就剩下他一根毒苗了 夏北辰则在看到他的时候 来到了叶云星的身边 然后悄悄问道 云星 这会他春宵一刻的毒解了 叶云星嘴角上扬 说道 你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没想到他还卖起了关子 其实 于妙情现在出现在这里 很明显是毒解了 就是不知道 便宜了哪个小子了 而青玄子在看到于妙情后 难眼激动 竟是抹了抹眼角 秦儿 你 你回来了 为师还以为你失踪了 于妙情来到了青玄子面前 师父 弟子无恙 你的三位师兄弟呢 青玄子再次拿出了 那四块身份腰牌 虽然可以通过身份腰牌 知道弟子们的生死 但他还是想确认下 毕竟 几位弟子最长的时间 已经跟了自己近五百年 就连于妙情的师弟 都有一百多年了 毕竟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于妙情看了一眼 那三块已经暗淡无光的身份腰牌 随即扑通跪了下来 师父请接 大师兄 二师兄 小师弟已经殒命 但弟子已让他们入土为安 听到于妙情亲口说出结果来 青玄子的身子猛的一阵 许久之后 他愤怒地指向了叶云心 并问于妙情 秦二 你三位师兄弟是不是他杀的 于妙情顺着师父手所指的方向看去 这一看 他的视线正好迎上了叶云心的眼神 不亏是北玄女帝 他现在依旧是楚乱不惊 镇定自若的样子 见于妙情不出声 青玄子收回了手 扶起了于妙情 秦二 你如实说 不要怕 于妙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摇了摇头 颇为认真的回道 夏天给你山凉 冬天给你暖床 镇定自若的叶云心 这时候看穿一切地说道 莫非青玄老儿 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这会轮到青玄子身子一震 显然被亏心事三个字给刺激到了 看到他的反应 叶云心嘴角微微上扬 仿佛有个事情 即将被认证了似的 他的神色有些期待 于是 他又添了一把火 青玄老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两百年前 你就跟别人秘密联合起来 然后做了一件 在当时引起了少许轰动的事 听到两百年前的字眼时 于妙情的表情 和青玄子的差不多 被刺激到了似的 于妙情忽然想起了 叶云心来玄青宗之前说过的话 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位活下来的瑜伽大小姐 有没有找到真凶 看样子是没有找到 我倒是有了一些线索 莫非是叶云心真的 找到了线索 而且 这线索 还跟师父有关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青玄子横了一眼叶云心 那要不要我来提醒你一下 叶云心说道 你 嗨嗨嗨嗨 青玄子气的话没说完 就因为刚才受了伤 而聚咳了起来 而这一颗 咳出了血 血 还带着些许暗红色 甚至 还冒了一缕黑烟 师父 宗主 于妙情起身 去辅助青玄子 青龙 白虎二位长老 则查看了下他的伤势 发现他比他们 二位长老的伤势更重 但可以断定的是 这不是叶云心造成的 因为他们知道 叶云心的功法 虽然霸道 但不恶毒 虽然灵力 却能净化邪法 青玄子此时吐出来的血 显然是受邪毒所致 无碍 青玄子强行压制了下体内的邪毒 但此刻的余妙情 和师父的伤比起来 更想知道两百年前的事 所以 他看向了叶云心 叶宗主 请说 自从他已失踪人口回归后 夏北辰发现 他对叶云心的态度 都改变了不少 也不知道他悄悄消失后 经历了什么 夏北辰可不认为 是他找男人爽了一把 尝了美妙滋味 然后对叶云心有了感激 那应该有恨才对 秦儿 青玄子叫住于妙情 你是想为师被你气死吗 于妙情咬了咬薄唇 然后说道 师父 事关我瑜伽 我有权知晓 还望师父成全 你 如果师父知道前因后果的话 秦儿也请师父告知 于妙情松开了青玄子后 再次跪了下来 这都要三跪三起了 但是青玄子怎么也不想说 于妙情再次看向了叶云心 恳求道 叶宗主 我知道你是好人 还请告知 没想到 叶云心获得了一张好人卡 夏北辰有些迷糊了 青玄老儿 你不说 就以为真相会烂肚子里了 叶云心看了一眼青玄子 趁现在你还有一口气 还是说了吧 争取得到你好徒儿的原谅 不对 说到这里 叶云心话音一停 随即改口道 这种事 应该不会得到原谅了 毕竟 于家当年可以进百口人 成了你们的刀下之魂 姓叶的 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青龙长老指着叶云心骂斗 你是往我玄青宗之心不死 呵呵呵 叶云心嘲讽地笑了起来 要是往你玄青宗之心不死 我还有神器 跟你们在这里掰着点陈年就是 你青虫 还有你白猫 以及青玄老儿 现在已经魂飞魄散 叶云心把他们三个人 挨个指了一遍 得罪我的下场 万人宗已经给你们做了示范 说到这里 他依附我什么都知道的神情 看着青龙长老 对了 青虫长老 你当年也参与了吧 不如 你来老实交代 青龙长老颤抖着身子 说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时 皮看不下去了 于是建议道 叶姑娘 既然他们不说 那就杀了他们 真没必要跟他们再次浪费时间 就是 给他们机会不要 修复喝道 夏北辰没有说话 而是脑海里 响起了系统的空铃声 爹 检测到宿主当前所处的情况 陷入了僵局 献给宿主两个选择 一 拍拍屁股走人 管他什么恩怨情仇 别人爱咋的咋的 奖励 温柔小妾一名 可以夏天给你山凉 冬天给你暖床 春天双人运动 秋天生双胞胎 二 当着众人的面 拆了玄清宗的宗门牌方 奖励 实话实说技能 对目标使用 即可让其毫无保留地说出做过的坏事 有效期一个时辰 事成后 额外奖励 随即礼物一份 靠之 系统终于不挖坑了 两个人都很人性化 两个选项都转翻 第二个更是白颂一样 解人之所需 而第一个 正常男人 谁不爱选项一 但是 就这样走了 恐怕不仅会被叶云星抵视 还会被他揍吧 毕竟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玄清宗 为参与谋害他的事 付出代价 至于灭不灭门 要看他心情了 想起自己体内 还有淫魔果的残毒 夏北辰最终还是选了 二 解毒要尽 何况 有叶云星解毒 也很爽 就在皮修怂恿叶云星 对玄清宗下死手的时候 夏北辰却是从皮身上腾空而起 然后玄停在了 刻有玄清宗三个字的牌坊上方 趁玄清宗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夏北辰就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支大锤 灌入了灵力后 举着大锤就砸向了牌坊 蹦 轰隆 接连的巨响 镇的四周都为之颤动 众人这才抬眼看去 发现牌坊轰然倒塌了 恭喜宿主拆了玄清宗的宗门牌坊 获得实话实说技能 夏北辰心中暗喜 随后他把大锤扛在了肩上 并对玄清宗的众人说道 你们真是又当又利 所以 这牌坊 小爷我给你们拆了 你们当婊子就行了 羞辱性的话一出 好不容易暂时陷入僵局的场面 就被打破了 玄清宗的一些弟子 对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玄清色的术法 法宝 向他招呼了过来 第零四零章 给予宿主安慰讲 关键时刻 皮闪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一声嘶吼 一阵狂风吹去 将大部分法宝给吹了回去 也抵消了不少术法 玄清宗的这些弟子 修为上可撼动不了皮 所以 公事被皮轻而易举的就给化解了 北辰小兄弟 你这干好事得要叫上我啊 砸别人的牌坊 我也喜欢呢 皮将剩下的术法和法宝的公事 也化解掉的同时 跟夏北辰吐槽道 夏北辰听了皮的话 尴尬一笑 说道 下次一定 坐回到了他的背上 夏北辰回到了叶云信的身边 看了一眼 依然跪在地上的余妙晴 夏北辰说道 余姑娘 既然你师父不愿主动说 那就我让他被动地说 余妙晴眉头微皱 不解地看了一眼夏北辰 正好 夏北辰对清玄子 使用了实话实说技能 只见夏北辰对着清玄子一指 清玄子身子一顿 众人诧异地看着他 此时的清玄子 就像是被鬼上身了似的 接着 他开口说道 两百年前 我确实参与了瑜伽的灭门惨案 宗主 师兄 青龙长老想唤醒清玄子 却发现根本不起作用 情急之下 他伸出了自己的手 企图捂住清玄子的嘴巴 结果 手刚一到清玄子的嘴边 就被咬了一口 师兄 嘴下留情 清玄子吃疼地恳求道 结果 清玄子的嘴巴 就像一把老虎钳似的 越咬越紧 最后 青龙长老的手 被咬掉了一块肉 才看看脱离了清玄子的嘴巴 带着些许暗黑色的血 立马流了出来 这颜色的血 也不知道是清玄子嘴里的 还是青龙长老体内 也有血毒所致 不管是谁倒这血 带着暗黑色 这情况对青龙长老来说 都不容乐观 手掌赫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腐烂 青龙师兄 一旁的白虎长老急忙喊道 你的手 青龙长老面目都疼得扭曲了 额头也冒出了痘大的汗 白虎失店 快 包砍了这只手 他对白虎长老吩咐道 青龙师兄 这 白虎长老犹豫了起来 同时 他一手去封青龙长老手臂上的穴位 一手拿出了一瓶药粉 撒在了被咬掉肉的伤口上 结果一点作用都没有 血 依旧是流个不停 青龙长老急到 师弟 不要犹豫 白虎长老咬了咬牙 然后手起剑落 血液飞溅之际 手掌便被砍掉了 掉在地上的那一刻 整个手掌都已经不成样了 也算砍得及时 白虎长老立马又拿出了一瓶药粉 撒在了青龙长老的伤口上 刚才没止住的血 却是被这药粉给止住了 怪灾 白虎长老差点要怀疑人生了 到底是药的原因 还是另有原因 经过青龙长老被啃了手一试 玄青宗的人 谁也不敢再阻止青玄子 除非把他给杀了 对 把他给杀了 白虎长老一狠心 猝不及防地 给青玄子的腰部来了一剑 剑 从右侧腰近 从左侧腰出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青玄子身子猛的一顿 刚说了没几句话 就嘎而而止 靠 夏北辰忍不住打骂了一声 实话实说的技能 怕是要被不然套路出牌的白虎长老给破掉了 这样 不仅没法发挥技能的效果 还让他损失随机奖励 所以 夏北辰这时候的火冒三丈 皮老兄 我们干它 一声令下 皮带着他便冲到了白虎长老的面前 蹦 尾巴一个横扫 白虎长老顿时倒飞了出去 最后撞到了一棵树才停下来 但好巧不巧的是 他正好插在了一个树叉上 那样子 看起来很滑稽 更甚的是 他当步传来了一阵 让他心情不美妙的声音 这一下子 轮到他额头上 冒出痘大的汗珠了 脸色 比青龙长老的还要难看 毕竟 但被卡爆了 白虎长老也因此张嘴 就大喊了起来 他的一举一动 被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 玄清宗不少弟子 都忍不住夹紧了自己的双腿 就好像感同身受 抱的是自己的蛋蛋似的 这一幕 让夏北辰不禁想起了一句话 淡淡的忧丧 差点让他想拿出 索奈为他们吹奏一曲的冲动 结果想起了 索奈是一次性用品 结束后 就被系统回收了 夏北辰看着树叉上的白虎长老 问起了皮 皮老兄 你是不是故意 对着那个树叉 给白猫来了一招神龙百尾的 皮善善一笑 说道 哎呀 自己知道就行了 不要说出来吗 不行 我唯恐天下不乱 得天把火 夏北辰说着 便指着白虎长老说道 没想到你堂堂的白虎疯长老 竟然做出试杀宗主 这等大逆不道的事 连宗主都敢试杀 那其他人岂不是更加 距离白虎长老 较近的一些弟子 闻言立马躲开了一点距离 深怕他们的白虎长老 待会从树叉下来 对他们捅一剑 这从一侧妖镜 另一侧妖出 倒没什么 可万一是从菊二镜 那就得从老二出来了 那夏北辰 就得为他们歌唱一曲了 菊花残 满地霜 你的笑容已泛黄 花落人断肠 由于清玄子 被白虎长老捅了一件 实话实说正式失效 随即奖励取消 但给予宿主安慰奖 白虎长老生命 正式进入倒计时 倒计时三十秒 嗯 夏北辰眉头一挑 想不到这个安慰奖 是要了白虎长老的命 也是 这根子都没了 还要命干嘛呢 又不能双人运动 更不能生娃的 死了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这时 白虎长老从树叉上爬了下来 然后瘫坐在了地上 大家一看 发现他的容颜 正在加速老去 尤其是倒计时过半的时候 他身上的皮肤开始变皱 头发也渐渐变白 最后五秒 他连牙齿都掉了 当倒计时为零时 他身子一歪 骨瘦凌寻地倒在了地上 正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感受着生命的流逝过程 玄清宗的一众弟子的心绪 久久不能平静 就连于妙卿都不禁待住了 夏北辰对叶云星说道 云星 帮忙防止下他体内 可能冒出来的黑烟 叶云星点头道 放心 我已经做好释放七彩花的准备 皮看着地上的尸体 说道 从刚才清玄子的话中可知 这家伙也没少参与一些坏事 死了活该 没错 虽然清玄子刚才没说多少句话 就被嘎了腰 但一些关键信息 还是有提到 其中就包括 四大长老参与进了200年前 针对瑜伽的那场浩劫 原来 当年清玄子为了想让玄清宗 从二流宗门变成一流宗门 赫然与一个叫侍魂谷的组织 产生了PY交易 第041章 新任宗主 侍魂谷 光听名字就知道 不是什么豪鸟 不过 世上鲜有人知 一来 他的确很神秘 二来 他的位置也很隐秘 想要找到他 都很难 就连作为北玄女帝的叶云星 都只是略有耳闻 也不知道当年清玄子是怎么找到他 并和他达成交易的 而综合现在的线索得知 封信子很大可能 也是找了试魂谷 那黑烟 以及黑烟幻化成的飞蛾 想必就是来自试魂谷的谷毒 至于万刃宗 他们的人被击杀后 并没有冒出黑烟 看来 他们没有和试魂谷交集 倒是求山把所得的菊花宝典 让人有些疑惑 也不知道是偶然得到的 还是人为算计的 毕竟 那东西 害人不浅 等了一会 白虎长老的干瘪的尸体 终于冒出了一缕黑烟 终究是来了 周围的人都绷紧了神经 然而 黑烟在冒出来后 很快就消散了 所以 并没有对人形成攻击 也没有幻化成飞蛾 这样子 来得快 去得也快 难道谷毒失效了 叶云星也是一脸的好奇 可以十分确定的是 白虎长老体内也有谷 不然也不会冒那缕黑烟了 这时 系统给夏北辰做了解释 因玄青宗白虎长老急速死亡 击对他人的一切威胁解除 包括他体内的蛊毒 原来如此 竟然是系统 直接就把他的蛊毒 给扼杀在了摇篮里 得到了系统的信息后 夏北辰对叶云星说道 他体内的蛊毒 被我用特殊技能扼杀掉了 哦 叶云星文言 像看怪物一样 看向了夏北辰 就你刚刚对他那么一指 不仅让他加速了死亡 还消灭他体内的蛊毒 夏北辰点头 嗯嗯 两个人的对话 并没有使用天玄星术来传音 所以 距离他近的人都能听得到 所以 就给了玄青宗一些弟子不少的震撼感 毕竟夏北辰的修为 他们是知道的 就是灵俱镜 不仅怎么揍他都受不了伤 还容易被他反杀 这就已经够变态了 还来了一招指着谁 谁就加速死亡 且能解除一切威胁的技能 这似乎已经不能用变态来形容了 因此 在他们深受震撼的同时 还想着避开夏北辰的视线 深怕他 也得自己指一下 于妙晴也把夏北辰 和叶云星的对话 听在栏里 夏公子 还望手下留情 他看向了夏北辰 请求道 毕竟 这些都是自己的同门 在没有获知真相之前 不能再折损了 否则 玄青宗怕是要跌入三流宗门了 夏北辰回看了他一眼 然后给他抛了一样东西过去 接住后 于妙晴一看 赫然是一枚丹药 夏北辰说道 不想你师父马上挂了的话 就给他扶下 失职 小心有诈 青龙长老担心道 于妙晴抿了名嘴 最后选择相信夏北辰 将丹药给青玄子扶下了下去 这丹药 并非系统奖励给夏北辰的免伤丹 毕竟青玄子这家伙 已经有伤在先了 这是在万人宗禁地收刮来的止血丹 扶下后 几秒过去 青玄子身上的血便止住了 看来效果是杠杠的 秦儿 为师对不起你啊 指住了血后 青玄子颤颤地说道 为师大献将至 恐怕不能一五一十地 将具体的真相告诉你了 正殿的宗主宝座下 有个暗格 里面放着你想知道的真相 兴许是看到了自己的生命 即将走向终点 所以青玄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师父 于妙晴唤了一声师父 您不会有事的 我这就带你回去疗伤 青玄子白手道 没用了 说着 他拿出了一块玄青色的玉智令牌 我走之后 玄青宗由你出任宗主 希望你带领大家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切记 不要与任何黑暗势力勾结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或许这时候 青玄子已经后悔当初 与世魂谷交易了 于妙晴摇头道 师父 您不会有事的 牌子您自己留着 我不要 不料青玄子将令牌硬塞给了他 然后用尽全力的一推 就将他推出去了几丈远 师父 于妙晴想回去 却是发现青玄子身上 冒出了黑烟 出现了和朱雀 玄武二位长老一样的症状 不好 毒蛊 夏北辰提醒道 然而 玄青宗离得较劲的弟子 还有中了招 立马就有五名弟子 被黑烟追上 最后丢了性命 而剩下弟子 因为叶云新释放的七彩花的到来 而逃过了一劫 看着青玄子 最后化作了虚无 于妙晴伤心地跪在了地上 这是他今天第四次下跪了 毕竟青玄子将他养育了两百年 这么多年来 他早就将青玄子视为父亲 于姑娘 节哀 叶云新下了羞的后背 来到了于妙晴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师父不在了 还有位青龙长老呢 这是在告诉他 你们的这位长老 也不是善查 于妙晴抬眼看向了叶云新 叶宗主 看在我们折损了宗主 三位长老 及七成弟子的份上 请放青玄宗一马 我保证 绝不会找你们报仇 叶云新扫了一眼青玄宗的弟子 发现确实已经折损了七成 剩下不到三成弟子 修为一般 最高也才灵动进大圆满 可以说 清玄宗损失惨重 只比灭门了的万刃宗 强上那么一点 我相信你 不过 叶云新看向了青龙长老 青龙长老不悦地说道 姓叶的 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 如今于师职是宗主 我定当 为他马首是瞻 这时 俞妙秦站了起来 说道 叶宗主放心 我会处理好来的 收回了目光 叶云新说道 那就依你 我和你们玄清宗的恩怨 就此结束 告辞 说吧 和夏北辰对视了一眼后 两个人就带着皮修离开了 消失在玄清宗众人的视线后 叶云新找了个山脚停了下来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云新 怎么不走了 你觉得俞妙秦怎样 叶云新不打反问 夏北辰愣了一下 你的意思是 第零四二章 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值不值得去救一救 叶云新继续问道 救 夏北辰眉头一皱 你是说 他有危险 你真以为那位青虫长老 会老老实实地 围于妙情 马首是瞻 这你问一句 我问一句的 听得皮修都有些凌乱了 随机必说道 叶姑娘 既然与玄清宗的恩怨 结束了 那他们 发生任何事 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何必还去蹚着浑水呢 修点头道 是啊 让他们自生自灭 不更好吗 叶云新看向了 玄清宗的方向 于妙情也是个可怜之人 两百年前 于家就剩下他一个 结果还被仇人抚养长大 也不知道他师父 是出于何意 才把他留下 而没有斩草除根 不过没有了青玄子 作为当年参与者之一的青虫 是宗主和四大长老 仅存的一个了 所以 他一定如坐针战 而且 现在玄清宗 他的资历最老 也最有号召力 他会甘心 听了叶云新的分析 夏北辰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不过 你想回去救他 理由只是可怜他 叶云新摇头道 当然不是 说到这里 他抬起手 握成了拳头 我想让余妙情欠 我个人情 帮他稳住宗主之位 届时 玄清宗不就为我所用吗 听到这里 夏北辰露出了笑容 原来 打着这么想的算盘 与其让玄清宗成为敌人 不如让玄清宗成为帮手 皮赞道 妙啊 夏北辰倒是没有急着赞他 而是说道 你给他服了春宵一课的事 才过去多久 你这个人情 人家不一定买账 然而叶云新嘴角上扬 反问道 谁说 我给他服下的 就是春宵一课呢 难道不是 夏北辰想起了 在玄清宗扇门时 于妙情的态度 难怪刚才他对你的态度 比之前在万人宗 遇到他时要好 感情你是吓唬了一下他 叶云新笑道 我给他服下的 是疗伤的丹药 夏北辰依然疑惑 那他之前悄悄失踪 又是怎么回事 叶云新猜测道 可能有什么事 临时离开了吧 夏北辰汗手道 他回玄清宗的时间 比我们到的时间还晚 所以 可以判定他 并没有要通风报信的意思 说着 他拉起了叶云新的手 既然决定去卖他的人情 那就走吧 否则去晚了 让别人吃了肉 我们连汤都捞不着了 叶云新白了他一眼 你这么急 是不是看上了人家了 没有的事 夏北辰坚决地说道 两位宗主成为你的女伴 不好吗 叶云新问道 想钓鱼 夏北辰一本正经地回道 三位宗主更好 要不下一站 我们去青蓝宗 然后扶持个女宗主上位 叶云新揪起了夏北辰的耳朵 这天还没黑呢 就做梦了 女王饶命 我也就说说而已 表面说 心里想是吧 没有 女王你才是我的菜 是吗 那我要不要告诉你 青蓝宗的宗主 也是女的 女 女的 青蓝宗的宗主是女的 夏北辰现在才知道 怎么 行动了 那下一站 让你去行动下 叶云新玩味地看了一眼夏北辰 太不失抬举了 竟然参与了谋害你的事 不能忍 夏北辰义愤填膺地说道 叶云新笑道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 说话间 两个人带着皮修 返回到了玄清宗的山门处 发现这会时间 不管是活着的弟子 还是挂了的尸体 都不在这里了 看来是回去了 就在这时 山上传下来了不少玄清色的光亮 虽然 看不到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夏北辰和叶云新 已经猜到了 看来 已经动手了 于是 他们朝山上掠去 玄清宗的山头也不少 不过 从山门开始 有一条主干的蜿蜒而上 直达各封建筑群 玄清宗的主封 是整个宗门的中央位置 其创派祖师 在营造宗门时 设置了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四座刺锋 以此来拱卫 介于他们之间的主封 隐藏了气息 两个人和两神兽 来到了主封附近 发现才刚刚经历了一场损耗的玄清宗 此时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以于妙秦为首 另一派以青龙长老为首 他们两派对峙的中间 躺着好几位弟子 这应该就是刚才动手后的结果 师叔 我师父尸骨未寒 你为何不以大局为重 反而行夺位之事 于妙秦质问起了青龙长老 尸骨未寒 青龙长老不屑地说道 你师父都灰飞烟灭了 哪来的尸骨 于妙秦气得发颤 你 青龙长老指着于妙秦手中 像征信宗主身份的玄清色令牌 大声道 我劝你 还是乖乖地交出令牌 于妙秦沉声道 师叔 你体内的骨毒还在 你就不怕伤及根本 扑了朱雀 玄武二位师叔的后尘 哈哈 青龙长老肆无忌惮地大笑了起来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我体内的骨 早已经解了 于妙秦握紧了拳头 青龙长老的笑容未减 你还记得你师娘是怎么死的吗 于妙秦眉头紧锁 什么意思 青龙长老猥琐地说道 你师娘年过千岁了 还那么水灵灵 我劣失了一记 将其送给试魂骨谷主寻开心 只可惜 你师娘太不禁折腾了 没几天就死了 听到他这话 于妙秦火冒三丈 所以 你身上的骨 就是这么被试魂骨的谷主解了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青龙长老继续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师父知道此事吗 你师父致死都不知道 青龙长老指住了大笑 一副可恶的样子 对了 我原本是想把你献给谷主的 可是没想到 阴差阳错地成了你师娘 够了 于妙秦怒道 所以 是你背叛了我师父 背叛了玄清宗 青龙长老嘴角一瞥 说道 谁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你师父当年不也找试魂骨做了交易 于妙秦寄出了自己的剑 既然如此 我就清理门户 青龙长老摇了摇头 你临海境中期的修为 拿什么赢我 你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也就恋神境初期吧 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忽然 一道霸气的声音传来 第零四三章 不服 那我就杀到你们服 队质中的两派 立马扭头看了过去 赫然发现 是去而复返的夏北辰 和叶云星 以及皮修 说话的 正是叶云星 毕竟 他的修为 已经是洞天境 对于他来说 练神境的都是弟弟 就连青玄子 这样练神境后期的 都没能抵挡住 叶云星的攻击 更别说中期了 所以 玄清宗的青龙长老 简直就是地中地 没料到 他们会去而复返 青龙长老 暗自吃了一惊 他身后的同伙们 心里都不禁咯噔了一下 因为 听叶云星的话 这明显是在嘲讽 青龙长老的 很明显 他是要站对于妙情一方 姓叶的 你为何不守信用 离开了还返回作甚 青龙长老不悦地说道 叶云星呵呵了一声 反驳道 我只对值得守信用的守信用 而你 说着 他竖起了食指晃了晃 不值得 看了一眼于妙情 他又道 今天 我要任于妙情做妹妹 作为姐姐 当然是要照着妹妹了 于妙情惊讶的抬眼 看向了叶云星 你 但青龙长老 因为他们插手 宗门纷争一事 很是愤怒 怎么 不服 叶云星祭出了星玄剑 直指对方 那我就杀到你们服 既然你们趋而复返 那我就放手一搏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吗 青龙长老说着 拿出了一枚丹药 就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丹药入口 他深周赫然冒起了一圈绿光 这让夏北辰和叶云星 忍不住想起了万人宗 那喜欢戴圆亮色帽子的护法长老 这两个绿色的家伙 不结成伴侣 都可惜了 看到他嗑药而发光后 于妙情示意大家小心 以防不测 一会后 绿光暗淡了下来 大家赫然发现 青龙长老的修为提升到了洞天境初期 甚至原本受的伤都好了 也难怪他敢要夺取宗主之位 因为有这个本钱 如果叶云星不返回 那他就是无敌的存在了 这家伙 难道服用的是禁灵丹 夏北辰看着他暴涨的境界 皱起了眉头 叶云星摇了摇头 说道 禁灵丹可以提升到下一个境界的同期 而且 禁灵丹只对林海境 及以下的修饰才有作用 很显然 青龙长老刚才服用的丹药 并非禁灵丹 瞥了一眼青龙长老 叶云星补充道 另外 禁灵丹提升的修为 其灵气是纯净的 而这条青虫此时的修为 透露着一股邪门 莫非是试魂鼓提供的 说起邪门 夏北辰忍不住想起了这个名字 清龙长老再次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叶云星 你我同见 今日你想安然离开 已是不可能 他凶神恶煞地看向了夏北辰 至少 我也要让你身边的这位小伙子 交代在这里 夏北辰有模有样地露出了惊恐之色 好啪啪哦 就会欺负我这种低等级修士 还真把自己当成一条龙了 皮修则一口同声地对青龙长老说道 今日有我们在这里 你是龙都得变成虫 接着 皮扫了一眼青龙长老身后的玄青宗弟子 并警告道 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你们不想成为炮灰的话 要么滚蛋 要么投降 修补充道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识去的就改邪归正 站在你们俞宗主的身后 这时 俞妙秦适时地补充道 迷途之反者 过错既往不救 可待会一旦动手了 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 见他发话了 青龙长老身后的一部分弟子 犹豫了起来 胆子大的 则往前走去 结果 青龙长老猝不及防地给了他一掌 瞬间将其击飞了出去 俞妙秦身后的一位弟子 立马冲出去 将其接住 然而青龙长老下手太重 一掌下去 便要了他的命 我看谁还敢背叛我 青龙长老 雄横地扫了一眼身后的弟子 毕竟提升到了洞天静的修为 其威慑力还是很大 起到了杀意紧百的作用 所以 他身后的弟子 一个个都不敢再上前 甚至都不敢犹豫了 俞妙秦喝道 师叔 你背道而驰 违背人心 即使给你做了宗主 玄清宗也会毁于你手 这就不是你该考虑的了 因为 接下来 你将不是宗主了 话音一落 他便对俞妙秦发起了攻击 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 先把宗主令牌抢过来 一个玄清色的法阵 出现在了青龙长老的面前 接着 一把巨剑从法阵里献了出来 洞天静的炼气化剑 一股威压 袭向了于妙秦 及他身后的弟子们 因为现在仅存的弟子中 修为都是灵丹静以下 所以 哪里静得住这威压的压迫 一个个被压迫地攻下了身子 而灵俱静的修饰 直接被压迫地趴在了地上 还有弟子喉咙一甜 吐血了 这 还是弃剑没攻击的情况下 如果弃剑朝他们攻来 恐怕会立马带走不少弟子 关键时刻 一道弧形的星光光幕 将于妙秦和他身后的弟子 笼罩在了里面 顿时如释重负 剑撞 青龙长老手往光幕的方向 做了一个下压的手势 那巨大的弃剑 便朝光幕砸下 然而没砸到光幕 一把实体剑 就对着弃剑的剑神飞刺了过来 瞬间将弃剑给打散了 众人一看 赫然是叶云星的星弦剑 接着 叶云星隔空操控着星弦剑 调转了方向 剑尖 直指青龙长老 我去帮忙 皮说着 朝青龙长老飞奔了过去 青龙长老手绝一掐 一个犯着绿光的法阵 就朝皮迎了上去 皮身上则泛起了金色火焰 猛冲了过去 哐嚷一声 绿光法阵 就被皮里撞散了 修泽待在了夏北辰的身边 保护着他 青龙长老的一些死忠分 尤其是他青龙丰的弟子 在他发起过攻击的那一刻 也对夏北辰这边发起了攻击 所以 一人一神兽 正和这些弟子打了起来 俞妙琴见状 吩咐了下自己身后的子弟 互相照应 不要各自为战后 他便勤剑而上 加入了战团 他已经确定 要给青龙丰来一次大换血 所以 也毫不客气地 对青龙丰的弟子下重手 夏公子 这个你拿着 俞妙琴击退了一些 围攻夏北辰的弟子 然后掏出了一样东西 第零四四章 小美女 要打针吗 这是 夏北辰看着面前的东西 发现是一个小盒子 俞妙琴打开盖子后 里面露出了一根青色的针 长度和大小 和绣花针差不多 这是我前几年游历之时 偶然所得 名叫青燕针 俞妙琴大方地说道 现在 送你了 灌入灵气即可催动 是片杀灵气 可以轻松对付灵丹镜 即以下修饰 夏北辰没有接过来 这么贵重 俞姑娘 你还是留着吧 俞妙琴把盒子 塞到了夏北辰的手里 你修为较低 用得着她的机会比我多 说着 也不管夏北辰接不接受 便转身离开了 手起剑落 几名青龙峰的弟子 就被她的剑扫的倒飞出去了 夏北辰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将青燕针加了起来 随即灌入了灵力 一股青色的火焰 赫然从针尖处冒了出来 难怪叫青燕针 虽然距离火焰很近 但夏北辰没有感到她的炙热 倒是给她一种温和感 不过 这就一根针 怎么产生骗杀的效果呢 就在夏北辰疑惑之际 得到了灵气灌输的 青燕针针的一声 自动脱手而出 整根针被青色火焰包裹了起来 然后朝周围 对她发起新一轮攻击的 青龙峰弟子飞去 速度极快 所到之处 只有一道残影 然而还没等夏北辰反应过来 那些围着她要攻击她的人 就纷纷身子一顿 短暂的一顿后 便纷纷倒地不起 我去 夏北辰心中一阵激动 这针 太特么牛皮了 不愧是灵气 当青燕针的火焰暗淡后 回到了夏北辰面前悬停着 这前后不到三秒的时间 就将周围十几个 玄青宗青龙峰的弟子 给打趴下了 见夏北辰使用了青燕针 于妙琴对她微微点了点头 并说道 是不是很容易上手 夏北辰抱拳道 多谢你的好意了 小心 于妙琴提醒道 忽然一阵风袭来 夏北辰也及时闪躲到了一边 抬眼看去 竟然是个灵动精 大圆满的白虎风弟子 趁她和于妙琴对话之际 想要偷袭她 玄青宗的每一脉弟子 都有一个对应的灰镖绣在衣服上 用以分辨出自哪一脉 对方手里握着一把弯弯的 镰刀一样的武器 刀刃上 还滴着血 不过 这血不是夏北辰的 因为偷袭没有得逞 血是站队于妙琴这边的弟子身上的 好家伙 竟然玩偷袭 夏北辰给她竖起了中指 兵不厌诈 对方反驳道 那 你要打这么了 夏北辰看了一眼 清燕真后 对对方说道 听着这话 对方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因为 夏北辰说得有些猥琐 差点把她听得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结果于妙琴 忍不住扶了扶自己的额头 并说道 夏公子 忘记提醒你了 清燕真每次使用 均要灌入灵气 夏北辰无语 难怪清燕真的火焰 暗淡了下来 早说嘛 不过想想 也情有可原 灵气灵气 不付出点灵气 怎么行 而白虎丰的这名弟子 听到了于妙琴的话 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 并借着这个空挡 再次对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弯弯的镰刀 对着她的喉咙就割来 不料 就在她的手中的镰刀 即将夏北辰碰到夏北辰之际 猛地传来了嘣的一声 下一刻 白虎丰的这名弟子 就闷哼着倒飞了出去 她在倒飞的过程中 看到了修护在了夏北辰的面前 没想到 自己也被偷袭了 不过 修没有闲着 她轻悦而起 空气里荡起了一圈圈连衣 这一幕 让夏北辰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快 连衣里出现了无数的金色剑士 清玉剑 嗖嗖嗖 金玉剑迅速地朝白虎丰的这名弟子 飞射而去 这名弟子脸上露出了骇然的神色 要知道朱雀长老 就在皮释放出来的金玉剑里吃过亏 甚至她的剑在金玉剑面前都不堪一击 连剑身都裂开成了碎片 然而 这名白虎丰的弟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不死于金玉剑 而是 清燕针 一道青色的火焰急迟而来 先于金玉剑一步 没入了对方的心口 接着 从她的后面透体而出 好快的速度 就连修都忍不住惊叹 在她看来 她的金玉剑已经很快了 没想到还被清燕针给赶上抢了人头 殊不知 夏北辰拥有快人一步的能力 刚才她听到于妙情内晚来的提醒后 立马再次给清燕针灌入了灵气 所以 抢人头 自然不在话下 对方在遭受了一阵穿心后 身子猛的一顿 接着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此时的她 还尚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但 好景不长 金玉剑紧跟其后 揪揪揪 不少箭矢 没入了她的体内 瞬间就将她射成了一只刺猬 这算我的 还是算你的 夏北辰看到对方脑袋一歪 彻底跟这个世界白白后 问起了修 修笑了笑 回道 你是老板 你说算谁的就算的 醒目 夏北辰说道 算你的吧 毕竟你刚才替我把她给撞开了 修夸道 老板大气 夏北辰扫了一眼 对自己虎视眈眈的人 然后对修说道 麻烦帮我盯一下他们 避免他们偷袭 我先回点灵气 好 修警惕地看着周围的人 这些人 看来是在执行青龙长老下的任务 要让夏北辰交代在这里 拿出了从万刃宗禁地里 搜官来的一枚丹药 他便放进了嘴里 三品回灵丹 可以回一些灵气了 清燕真虽然强悍 但是灵子当前 现在灵聚静修为的夏北辰 想要驾驭他 灵气有些接济不上 除非达到了灵海境 开辟了丹海 刚才的两次催动下来 灵气耗费了不少 幸好有回灵丹 即使是这样耗费灵气的灵气 还是给了一些修为低的弟子心理阴影 毕竟他第一次的时候 一眨眼的时间就放倒了十几人 夏北辰扶了回灵丹后 像打了鸡血似的 扫尸了一圈 对他虎视眈眈的家伙们 此时的清燕真 已经回到了他的面前悬停着 最后 夏北辰的目光 停在了一位女弟子身上 小美女 要打这么捞 第零四五章 傲娇成熟的师姐 你的才小呢 不料 对方挺了挺身前 还算伟岸的地方 傲娇的说道 你的才小呢 对方这回答 差点把夏北辰给整不会了 嗨嗨 轻了轻嗓子 夏北辰说道 不是说你那脸 对方不悦的说道 那是想说我年龄小咯 我是夸你年轻 你才年轻啊 老娘今年都两百多岁了 我去 原来是个老熟 说到这里 夏北辰的话 戛然而止 因为他意识到 可不能继续说下去了 毕竟刚送了他 亲燕真的余妙情 都两百多岁了 至于有了亲密 附近离接触的叶云星 更是三百多岁了 这要是没杀住车 就会把好几个女人给得罪了 那后果是相当恐怖的 嗨嗨 再次清了清嗓子 夏北辰改口道 嗨嗨 这位师姐 你要打真不 不料 对方还是生气了 不打 嗨 这女人 说她年轻吗 不乐意 说她年纪大吗 还是不乐意 不打真 不打真 你一直盯我看看吗 夏北辰质问道 这下子 轮到对方语色了 小子 敢调戏我们师姐 活你了 一名灵动近中期的男弟子 站在了 这名女弟子面前 嘿你这人这么不讲理 明明是你的师姐 老是盯着我看 夏北辰控诉道 我不说她的眼睛调戏 我就不错了 说着 清燕真立马化作了一道残影 从她面前离开了 下一刻 这名男子一个亮枪 单膝跪在了地上 过了一会后 她的表情变得有些痛苦 原来 清燕真在夏北辰的催动下 飞速地扎进了她的膝盖里 然后 透体而出 其他人 连同刚刚那名女弟子 都忍不住张开了嘴巴 呆若木鸡的样子 刚刚灵动进大圆满的同门 都被这针扎了的透心凉 那低于这个境界的 更是像只蚂蚁一样 随意被拿捏 关键是 夏北辰虽然是零聚敬 可他身上带着回灵丹 这种修为不够 课金 课丹来凑的修饰 怎样打 不过刚刚这一次 夏北辰却是没有下死手 各位 看你们这表情 我劝一句 投降如何 夏北辰再次挽起了劝降 他挑了挑眉 又道 趁你们那位青虫长老 应接不暇 时机最好了 话音刚落 就听到了有人闷哼了一声 随即传来了一道爆炸声 众人扭头看去 发现青龙肠 撞到了正殿的屋檐上 加之爆炸 所以屋檐都缺了一个老大的口子 而屋檐上方 叶云星剑植与手 清冷地 看着青龙长老 临时提升的修为 终究是昙花一现罢了 拿什么和十打十进阶到洞天镜 发现我交手 你还不如跪下求饶 并求我 赏你一枚静灵丹 青龙长老捂着心口咳了几声后 站了起来 结果刚一站起身 就挖的一下 吐了一口血 他的血 跟正常人的一样 不像之前的青玄子那样 带着些许暗黑色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他的骨 已经被试魂骨的骨主解了 都说铜镜可以做到一换一 但是现在看来 叶云星是毫发无损 倒是青龙长老 自己已经受了不轻的伤 可见 靠着试魂骨提供给他的进阶丹药 不是很靠谱 拿来虐恋神镜 即以下的修饰还差不多 叶云星 今日的梁子 我记住了 说着 青龙长老化作了一道绿光 朝外面离去 下辈子再记住吧 叶云星宁神说道 下一刻 青龙长老的身子猛然一顿 与此同时 他的四周各出现了一道光束 百世不厌的星光复 叶云星 你再赶尽杀绝 青龙长老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反正这两天杀了不少人了 多你一个不多 叶云星收起了星玄剑 然后来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北辰 他之前不是说 要我身边的你交代在这里吗 现在 给他点教训 夏北辰则看向了于妙晴 那要看于宗主舍不舍得了 毕竟这是他诗书嘛 青龙长老也看向了于妙晴 于诗指 你快让他们手下留情 我保证不会造反 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废了我的修为 不料于妙晴却狠狠地说道 晚了 看来 这家伙也是个贪生怕死的 夏北辰嘴角一瞥 清燕针针的一下 带着一股青色的尾焰 朝青龙长老飞去 一眨眼 清燕针就化作了一道残影 未等青龙长老再次开口发话 就没入了他的眉心 那一瞬间 他的眼睛睁大了不少 瞳孔 也渐渐地涣散了 最后 重重地往下掉去 蹦 一声巨响 青龙长老的整个身体 砸在了地上 砸出了一个深坑 一针毙命 虽然前有叶云心的星光复束缚住了他 但这针的威力 还是不容小觑 这才多久时间 死在清燕针的人 就不下二十个了 这时 叶云心的手轻轻一抬 青龙长老的尸体 便被他隔空抬了起来 接着 那四道光束 快速地缩小了范围 一个呼吸间 尸体破碎 连同猿鹰一起 扎都不剩 见造反的带头人 生死神灭 同伙们纷纷颤抖着 对于妙情跪了下来 宗主饶命 宗主饶命 于妙情一手扶在身后 一手执剑在身侧 颇有宗主的威严 晚了 只见他淡淡地说道 方才跟随青龙长老谋逆 且手上沾染了同门鲜血的弟子 最不可赦 宗主 一些弟子瞬间吓尿了 皮嘲讽他们道 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 就是 怕死还谋逆 修复喝道 于妙情看向了夏北辰 请求道 夏公子 我知道你从万人宗 带出了不少武器 劳烦帮我给他们 一人一把匕首 让他们自行了断吧 夏北辰点了点头 从无尽领域里 寄出了几十把匕首 现在 他可不缺武器 宗主 饶命啊 有人继续求饶 甚至使劲地磕头 把额头都磕烂了 站在于妙情身后的弟子 也不同情他们 虽然是同门 但刚才跟青龙长老 要夺宗主令牌的时候 没有一个是手软的 有人伸手拿过了匕首 就在大家以为 他是自裁的时候 赫然朝于妙情刺了过去 第零四六章 一晚上七次人生 交流体验 无独有偶 立马又有人拼死一搏 抓住匕首后 也朝于妙情刺了过来 不料还没到他的跟前 几个拼死一搏的弟子 就伸手易出 握着匕首的手 带着鲜血掉在了地上 好一会之后 大家才反应过来 竟然是叶云心 在关键时刻 练气化剑 将这些弟子的手臂 给砍断了 一时间哀嚎声遍演 剑状 一些自知没有活路的弟子 硬着头皮 握着匕首 或抹了脖子 或扎进了心窝里 对此 于妙情没有丝毫表情上的波动 对于刚才想对他 发起拼死一击的弟子 他更是改变了计划 祭出了自己的剑后 赫然自己动手了 鲜血再次飞剑 剩下的那些 迫于青龙弟子的淫威 不得不站队 但又没有对同门下手的弟子 于妙情则给了他们两个选择 一 先去外门做杂役两年 两年里 宗门除了生活日常用品 不会给予任何资源 但可以领取相关任务 去赚零食 二 下山和玄清宗断绝关系 从此不再是玄清宗的弟子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不能说是玄清宗的 可以加入新宗门 选项给了出去 这些人里 有三分之二选择了一 剩下的选择了二 于妙情尊重他们的选择 尤其是选项二的 他还让人给他们派发了些零食 当成遣散费 从此天涯各一方 至此 夺魏事件正式结束 而经过这么一出事件 玄清宗的弟子就更少了 活下来留下的不到五百人 不管是从实力上 还是修为上 别说保持原来的二流了 现在恐怕连三流都得掉车尾了 多谢二位及时返回出手相助 于妙情走到了夏北辰 和叶云兴的面前 感激到 如果没有他们 现在的地位 就是和青龙长老对调了 死的那个人 就是他 你客气了 叶云兴白手道 我猜到了那条青虫 不会善把甘休 与其让玄清宗落入这等人手里 不如帮你稳住阵脚 如姐姐不嫌弃 于妙情眼中泛起了柔光 从此以后 我玄清宗与天玄宗世代交好 姐姐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我于妙情和玄清宗 定当鼎力相助 屈而复反的目的 已然达到了 叶云兴柔声一笑 你认我这个姐姐 那以后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了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夏北辰 继而看回了于妙情 妹妹 重见玄清宗 也不难 哦 于妙情好奇地问道 姐姐有何高见 反正 钱不是问题 叶云兴豪气地说道 不管是阔剑 还是招人 夏北辰则是善善一笑 说道 为了感谢于姑娘送的清燕真 这阔剑和招人所需的费用 就包在我身上了 这 于妙情犹豫了起来 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不太好吧 叶云兴挽起了他的手 这有什么不好的 放心吧 他出得起 说着 叶云兴扭头对夏北辰 抛了一个眉眼 嘻嘻 这时修笑了笑 说道 于姑娘 你可能不知道 夏公子有种让人望尘莫及的能力 于妙情再次好奇 是吗 什么能力啊 修反问道 你想想 能一下子拿出三十万灵石犒赏的 有多少能做到 夏北辰尴尬一笑 咱低调点 不就拥有超能力而已吗 说完 直接拿出了一百万灵石 这阵仗 把玄清宗的人 吓得半死 他们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灵石 而且 都是极品灵石 正殿前的广场 都堆满了很大一块地方 以这里为原点 灵气瞬间覆盖了方圆几十里 一些飞禽走兽 感受到了这浓郁的灵气后 都忍不住好好享受一番 叶云心和皮修已经见怪不怪了 于妙晴张开了小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许久之后 他才回过神来 然后弱弱地说道 夏 夏冬子 这么多极品灵石 我们销售不起 还请收回去吧 叶云心则打趣道 销售不起 大不了妹妹以身相许呗 啊 于妙晴知道 叶云心和夏北辰关系匪浅 所以 听到他这话的时候 急忙摆手道 使不得 使不得 夏北辰满脸黑线 女帝陛下 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叶云心说道 那灵石和北辰 你选一个 必须要选吗 于妙晴问道 选夏公子吧 一旁的皮怂恿到 一栋钱装哦 于妙晴翘脸一红 随即回道 那我选灵石 叶云心说道 行 那这一百万灵石你收下 不过再叫它给 但 于妙晴说道 我有个请求 妹妹 什么请求 叶云心问道 就是 夏公子可否做 玄清宗的名誉长老 于妙晴看向了夏北辰 不用参与玄清宗的 一切大小事的管理 但可以调动 玄清宗的一切资源 夏北辰一听 这不等于是 玄清宗的座上宾了 这名誉长老 做还是不做呢 帝 系统空灵的声音 适时地在夏北辰的脑海里响起 宿主当前处境面临选择 一 接受玄清宗新任宗主于妙晴的请求 出任玄清宗的名誉长老 奖励 因于妙晴许诺了宿主相关东西 本选项不再进行额外奖励哦 二 拒绝于妙晴的请求 什么名誉长老 不在乎 奖励 于妙晴与宿主一晚上七次人生 交流体验 并附送原位贴身服饰一套 听完了选项二 夏北辰差点吐血三声 一晚上七次人生 交流体验 原位服饰什么鬼 六道报啊 系统 你压得越来越会玩了 玩的就是吃鸡是吧 如果选择二 MOM 现在是拉拢人心的时候 人生交流什么的体验 不着急 来日方长吗 不然的话 损失几个小目标的青蛙苗不说 可能还会被狠狠地揍一顿 于是 夏北辰选了一 已经有于妙晴送的青燕针了 有这么一件可骗杀的大杀器在 能快准狠 陪我去打劫 最后给夏北辰颁发了一块长老令牌后 于妙晴收下了他送的一百万祭品零食 看了下天色 已经是下午十分 玄清宗还有很多事 要于妙晴处理 所以 夏北辰 叶云星与于妙晴分别了 这一次 是真的离开了 于妙晴目送两人两神兽 消失在了视线后 脸上露出了悲伤之色 好端端的玄清宗 结果惹了一地鸡毛 他交代诸位同门师兄弟姐妹 做好善后工作后 自己走进了正殿 来到了宗主宝座 一会后 他在宝座下的暗阁里 找到了一个信封 拿起来一看 里面装了厚厚的一打信件 于妙晴靠在了宝座边上 坐在了地上 开始看起了信件上的内容 离开了玄清宗的地界后 夏北辰打了一个哈欠 想起来 自己快有一天没有睡觉了 陪着叶云星东跑西跑的 说不疲乏是假的 像叶云星这样的境界高的 几天几夜不睡 但是没什么 毕竟自己的修为不高 才跨过入门级别的菜鸟修饰阶段 熬一两个夜倒没什么 但这两天下来 不是大战追杀者 就是大闹狗家 接着灭万刃宗 收悬清宗 所以 是块钢板 都得累怕 见夏北辰打起了哈欠 叶云星有些心疼地问道 要不要找个地方休息下 睡个觉 点了点头 夏北辰眯着眼回道 好啊 说着 他拉着叶云星的手 就准备进无尽领域 反正里面有房子 还有各种生活用品 别说休息睡觉了 生活一段时间都不成问题 但叶云星却建议道 我们去清河郡吧 清河郡 嗯嗯 清河郡的和仙可是一绝哦 等你休息好 我们就去吃 看着叶云星津津有味地说着 夏北辰发现 他也是个吃货 点了点头 夏北辰说道 好 那就去清河郡 于是在傍晚时分 他们赶到了清河郡 清河郡 不在天玄宗的管辖范围 而是在清兰宗的 清兰宗 也是昨天参与了 陷害叶云星的几大门派之一 但是实力上 要比万任宗和玄青宗 弱上一些 勉强属于 二流宗门的车尾位置 夏北辰猜测 叶云星选择在了清河郡歇久 想必是有着他自己的打算 另外 清河郡 也是当年瑜伽所在地 进入清河郡前 夏北辰让皮修进入了无尽领域 他和叶云星走进了城里 首先是夏北辰去买回了两套成衣 至于叶云星 他在进城前 又摇身一变 换了一套夏北辰没见过的衣服 所以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云星 你是准备了多少衣服来一件更换啊 不料叶云星竟是开始勾起了手指头 一 二 五 数完了一只手的手指 还不够 又开始了另一只手的 结果数来数去 他晃了晃脑袋 说道 我忘了多少了 反正 应该不少于十套吧 夏北辰竟是无言以对 这是带了一个移动衣柜的节奏 那你的衣服平时洗不 这要是不洗 不得有很多原味的 叶云星回道 天玄宗又不是没有换一丝 夏北辰恍然大悟 对哦 差点忘了 你们内门弟子可以自己洗 也可以交给换一丝 作为外门弟子 他可没有这份待遇 天玄宗的换一丝 就类似于明清时期 为宫内皇亲国妻 提供洗衣的换一举 不过 换一丝不用他们外门弟子洗 而是专门雇佣了一些平民百姓 来做这个事 当然 除了这事 其他一些活 也会雇佣平民百姓 来和外门弟子一起做 用叶云星说的话翻译过来 就是可以提升当地就业率 叶云星笑道 以后要不要我帮你洗衣服啊 夏北辰挑了挑眉 问道 可以吗 叶云星回道 也不是不可以 要看你表现了 夏北辰好奇道 哪方面的表现 叶云星反问 你觉得哪方面呢 嗨嗨 夏北辰清了清嗓子 回道 那个 闲者状态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 你放心 我会表现出色的 叶云星俏脸一红 白了他一眼 想什么呢 满脑子都是色色的东西 夏北辰沉默一下 问道 那你知哪方面啊 叶云星贼嘻嘻地说道 等你先睡一觉 醒来后 你陪我去打劫 打劫 夏北辰比试了他一眼 我们这身家还要打劫 多多一善 叶云星握了握拳头 做着收拢的动作 打劫哪一家 夏北辰问道 青蓝宗 叶云星毫不避讳地说道 结果此话一出 街道上离得近一点的人 搜得一下 纷纷扭头看向了他们两个人 夏北辰急忙拉着叶云星 快步离开 同时低声说道 我的女帝陛下 这可是在人家的地盘啊 你这么大声地说 要打劫青蓝宗 这不等于在人家坟头上蹦迪 坟头蹦迪是什么 叶云星眨了眨眼就 好奇地问道 夏北辰想都没想 就回到 勾兰听取 夏北辰不屑地说道 青蓝宗都不如万刃宗 有什么好打劫的 叶云星回道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 夏北辰撇了撇嘴 狗家把产业送你 你都没要 那不一样 青蓝宗这个劫 哪怕只是个蚊子腿 我也要打 叶云星说着说着 停了脚步 转身面向旁边的一家店 夏北辰随即停了下来 一看 是一家客栈 招牌上 刻着一箱楼三个大字 光站在门口 就看到 不管是门口 还是里面 装潢的还挺豪华 简直是清和郡的五星级酒店了 今晚就住这里吧 叶云星建议到 一箱楼的和鲜 做得可好吃了 看到他都快要流哈喇子了 夏北辰说到排版道 没问题 不过 他却没有急着往店门口走 而是凑到了叶云星的耳边 对于青蓝宗 我倒是有个建议 你要不要听 什么建议 叶云星看了他一眼 洗耳恭听 第零四八章 北辰 我帮你洗吧 啪 夏北辰打了一个响指 说道 高价悬赏令 要青蓝宗的命 叶云星听后 微微一愣 这时 一箱楼的小二走了过来 热情地问道 二位客官 是要打牙计 还是住宿 夏北辰竖起了双指 两个都要 好嘞 二位请 小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夏北辰拉回了叶云星的手 别愣着了 进去吃饱喝足好睡觉 进店后 两个人上了二楼 坐在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点了几个招牌菜 鱼 蟹 虾 背等 都放在了一个大盘子里 中间还有些碎冰和装饰品 夏北辰一看 这块和他穿越前的世界 吃海鲜差不多了 只是这里的是河鲜 北辰 有机会我们去东海之冰玩玩 到时候 我请你吃海鲜 叶云星抓起了一只螃蟹 一边拆解 一边跟夏北辰说道 好 没问题 夏北辰加了一片 轻薄如意的鱼肉片 沾了蘸料后 放进了嘴里 入口极鲜 口感上 属实不错 以前 夏北辰只有在某位朋友的农场里 才能吃得到这么鲜美的河鲜 看了一眼正在津津有味 大快朵鱼的叶云星 夏北辰嘴角不禁上扬 没想到 平日里高冷的天玄宗宗主 北玄女帝 此时就像个吃货小姑娘一样 很接地气 感受到了夏北辰的目光 叶云星停顿了下 问道 怎么老是在看我 漂亮的妹子不仅扬眼 还秀色可参 看你可以增加食欲 夏北辰毫不客气地夸道 叶云星问道 你以前都是这么哄姑娘的吗 夏北辰苦涩地摇了摇头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过去的事 不堪回首啊 叶云星见状 便时去地岔开了话 同时给他递过了一半螃蟹 看我服务周到吧 夏北辰一看 竟然是蟹黄 没想到他把第一只螃蟹 其他地方的肉吃了 剩下蟹黄留给了夏北辰 夏北辰连壳一起接过来后 放进了碗里 然后用筷子夹成了两半 夹着其中一半 递到了叶云星的嘴前 礼上往来 叶云星没有拒绝 夏北辰未来的一半蟹黄 这一来一往之际 夏北辰发现 自己和叶云星的亲密度 竟是蹭蹭地长 又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了 所以亲密度由之前的2014 涨到了2514 恐怕用不了多久 又可以晋级了 再往下晋级的话 那就是灵动静初期了 届时又将是一个质的飞跃 叶云星吃下了他胃的那一半蟹黄后 他才吃另外的一半 小半个时辰后 两个人吃饱喝足 小二早已经帮他们订好了房间 一厢楼采取的是前十后宿的布局 前面酒楼部分是人来人往 各种交流声交织一起 后面住宿部分是一个比较僻静的院子 进了院子后 外面酒楼的声音就传不进来了 叶云星体贴地再点完餐后 就叫小二帮忙打了温水 好让夏北辰沐浴 房间够宽敞 洗澡完全不成问题 房间的一侧有一扇屏风 屏风的后面摆放了一个较大的木制浴桶 此时浴桶里已经装了大半桶温水 别说一个人洗了 两个人进去洗都绰绰有余 一旁还有一张小暗机 上面摆放着玉袍和一只香炉 一抹浓郁的檀香味弥漫在房间里 进了房间后 关上房门 叶云星走到了床前的桌前坐了下来 夏北辰则走到了屏风后 三下五除二 就把自己拖得不着寸侣 舒服 进了玉桶 搓了搓后 夏北辰就躺在水里 套在桶边 惬意地闭上了双眼 水 能洗涤污渍也能驱除疲乏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 琴声悠扬 夏北辰闻着琴声起身走去 衣服几乎是瞬间就穿上了 发现这地方竟然是白天 四周有花 有草 有山 有水 赫然一番仙境似的 想不到这一厢楼 竟然可以通往这么一处好地方 一会后 夏北辰来到了一处水潭边上 青泪的水 在微风吹袭下 轻轻地荡起了波纹 水里时不时有一群鱼从视线里游过 而琴声 正是一棵枫树下 坐着一窑窕淑女抚琴所传来的 北辰 那女子唤了一声夏北辰 夏北辰微愣 她竟然认得我 在她疑惑之际 抚琴的女子微微抬眼 向她看了过来 这一看 正好迎上了夏北辰的目光 四目相对之时 夏北辰却是发现 这抚琴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叶芸芸 芸芸 夏北辰迈步走了过去 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等你啊 叶芸芸停止了抚琴 起身也向夏北辰走去 很快 两个人便面对面站在了一起 如此景色 不好好利用一番 实属浪费 叶芸芸忽然娇羞地说道 芸芸 夏北辰刚想问她 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就被她给推下了水潭 哗啦 水花四溅 接着 又是哗啦一声 响起了一道入水声 赫然是叶芸芸也跳了进来 等夏北辰从水里冒出个头到水面时 叶芸芸已经不着寸缕地来到了她身边 北辰 我帮你洗吧 叶芸芸含情默默地看着夏北辰说道 看着这绝美的女子 夏北辰没有犹豫 没有拒绝 点了点头 好 下一刻 她身上再次没了寸缕 叶芸芸绕到了她身后 先是帮她搓背 不知不觉 柔衣就像一条水鱼 带着胆子从后背游一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芸芸 夏北辰的心跳 也加快了 叶芸芸红了脸 没有说话 而是看了她一眼后 便低手靠近 此时的水潭四周 鸟语花香 沁人心脾 如同春天一般 景色盎然 叶芸芸一招洗龙技能 差点让夏北辰忘了自己是谁 然后一改动作 这让夏北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浅浅地被追杀到了山洞之后 只不过 当时的曲目不像现在这般 还有前奏 一时间 带水里的扶龙腾起后 水潭里取晕悦耳 如同情声一般悠扬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 玉玲炼药法 映入眼帘的 赫然是一厢楼的客房 夏北辰这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不知不觉地 进入了梦乡 嗯 忽然 她发现了不对劲 一看 叶芸芸不知道 几时已经在玉桶里 云 夏北辰刚开口 声音就戛然而止 一时间 梦里的事情 赫然在这里 重复了一遍 这让夏北辰一度怀疑 是不是又是在梦里 两个人从玉桶里 到房间的其他地方 再到床上 直到发现 两个人的亲密度 惊人地达到了 2999的时候 夏北辰才反应过来 这 不是梦 一番输出之后 两个人熟睡了过去 当夏北辰睡了一觉醒来后 发现已经是月居高空 少许月光 从窗子的缝隙 投撒了进来 丝丝清风 也随之飘了进来 看了一眼 还在熟睡中的夜云星 夏北辰忍不住凑了过去 然后巴唧地 在他嘴上轻了一下 接着 起身 穿衣 弹腿坐在了窗前 拿出了系统奖励 给他的 真灵丹谱 就开始研究起来 原来炼制丹药 不一定用火 有些修饰 甚至可以做到 直接用灵气 来替代火来炼制 更牛批的是 连炼药顶都不需要 直接灵气搓丹药 看了 真灵丹谱的前沿 我这灵聚静大圆满的修为 能病气火 直接用灵气来炼药吗 夏北辰带着好奇 继续往下看 我去 还真可以啊 不一会 他就看到了 用灵气来代替火炼药的内容 上面记载着 真灵丹谱的作者 就是在灵聚静初期的时候 领悟到了 用灵气来炼药的方法 所以 用灵气炼药的方法 也叫御灵炼药法 又经过了漫长的 炼药岁月的沉淀 他在通天静初期的时候 写成了这本书 同时打造了药顶 真灵顶 所以 真灵丹谱 集合了作者 从灵聚静初期 到通天静初期的炼药经验 可谓是炼药大成之书 作者也因此自豪真灵上人 不过 书中也说了 由于境界的限制 灵聚七修士 只能炼制出最高三品的丹药 想要炼制出更高品界的丹药 就得提升修为 等到了灵海静的时候 不管什么品界的丹药 都能信手捏览 也就是说 等到了灵海静 六品丹药都不在话下 只要材料 被齐了就行 了解了之后 夏北辰满是憧憬 未来 一片光明 忍不住对灵聚静 就能炼制出三品丹药的 真灵上人在心里 送去了666 要知道 很多门派的炼药师 哪怕是灵丹静的修为了 也才炼出二品的丹药 一些灵海静炼药师 勉强靠着体内的灵海 提供的磅礴灵器 才能炼出三品丹药 纵使这样 炼药师在天穷大陆 也是抢手货 如果组队打boss 那领队一定会优先 选一个灵丹静的炼药师 而不是灵渊静的非炼药师 毕竟 这可是奶妈啊 有奶便是妈 打不过 嗑药 受伤了 嗑药 后都能耗死对方 灵聚静修为 每次只能炼制一枚丹药 到了灵动静修为 便可以一次性炼制多枚丹药了 不错不错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毫不吝啬地夸赞起来 真灵上人真的是人才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带着好奇 夏北辰将丹谱翻到那页的最后一页 发现右下角有落款 真灵上人 天穷历2020年 靠着原主的记忆 夏北辰看到这个年份时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 现在 是天穷历12023年 所以 这 真灵丹谱成书时间 赫然是一万年前 时间 有些久远 看完了前沿部分 夏北辰便挑选了 一品丹药养心丹 进行练手 养心丹 顾名思义 用于稳住心神 类似于镇定剂的功效 如果修士 在遭到幻音等 既能攻击心神时 就可以用养心丹来缓解 夏北辰从万人宗境地 那收集的材料里 找到了养心丹所需要的药草 和其他材料 将真灵顶拿了出来 在面前摆上 夏北辰便开始按照 真灵丹谱 上面教的方法 调动起丹田里的灵气 当灵气化作淡蓝色的气体 营绕在深周的时候 夏北辰一手 对着真灵顶一指 顶盖便打开了来 接着 另一手对着 拿出来的药草和材料一指 东西就朝真灵顶飘了进去 当盖子合上的那一刻 夏北辰对着真灵顶 输送起了灵气 灵气瞬间包裹住了真灵顶 并如同蓝焰火一样制烤着 真灵顶搜一下 抬升到了半空中 如此持续了一分钟后 顶开始快速旋转 旋转了几分钟就旋停了下来 这时 一股灵气从顶里溢散了出来 大概又过了十几分钟 灵气越来越浓郁 呼的 一道灵气从顶里扩散而出 如同波纹一样 奔向四面八方 接着 一道红色的光芒透顶而出 带伴随着一阵空灵声 真灵顶盖子自动打开了来 一枚拇指大小 发着红光的丹药 从顶里抬升而起 夏北辰一喜 丹成了 这 就是养心丹了 不过让他惊喜的是 炼制出来的养心丹 竟然不是一品的 而是 直接跳过一品 达到了二品 帝 这时 连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系统 都响起了他那空灵的声音 恭喜宿主成功迈入炼药师 这个香波波行列 并成功炼制出二品丹药 因是宿主首次炼药且大获成功 所以特 奖励宿主炼药加速技能 被动技能 后续炼药速度将提升一倍 爽歪歪 有了炼药加速 就可以在相同的时间里 多炼制一份丹药了 夏北辰大概估算了下 炼制出一枚二品养心丹的炼制时间 将近半小时 那下次炼制的时候 只需要15分钟就行 时间就是金钱 等到了灵动进修为 那15分钟 可以一下子炼制好几枚出来了 拿出了一个白玉瓶 将这枚二品养心丹放了进去 夏北辰就趁热打铁 又炼制了几枚 渐渐的 夏北辰已经是熟能生巧 当他炼制出第六枚养心丹时 忽然发现 他竟然是三品 第零五零章 要不搞点刺激的 没想到 炼着炼着 还炼出了更高品级的丹药 为了证实下 这是不是存在概率性 所以夏北辰打算再炼一枚 将药草和材料 放进真灵顶之后 经过灵气的炼制 15分钟后 红光乍现 当盖子自动打开 丹药飘出来之后 夏北辰嘴角上扬了起来 果然还是三品 这时 系统提醒到 宿主 如需炼制一品或者二品养心丹 只需要缩减相应的药草和材料成分即可 原来如此 换种丹药试试 这一次 夏北辰直接挑了三品丹药 疾风丹 这是服下之后 可以加快飞行速度的丹药 像极了加装了助推器的飞行器 所以 用来追人或者逃命 都是不用的选择 可能跟飞行有关 所以夏北辰发现 炼制他的材料里 需要好些飞鸟的羽毛 不过这些 都不是问题 毕竟万人宗之前收藏了好些 准备好了药草和材料 夏北辰如法炮制 这一次 在炼药加速的加持下 花了二十分钟左右 就炼制出了疾风丹 其颜色是纯白色的 上面竟然还有像风一样的丹纹 很形象 疾风丹 风一般的丹药 将疾风丹放入了另一支白玉瓶后 夏北辰发现 一双充满了好奇的眼睛 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叶云兴 竟然醒了 而且 此时的他 已经一件换装完毕 北辰 你大晚上的不睡觉 你搁这炼制丹药 未等夏北辰回答 他对着夏北辰手中的白玉瓶 隔空一收 白玉瓶就乖乖地飞到了他的手中 好浓郁的灵气 打开瓶塞后 鼻子不用凑到瓶口 他就感受到了灵气的存在 嗯 好香的药味 而且 还是三瓶的疾风丹 叶云兴说着 对夏北辰竖起了大拇指 给他点了个赞 夏北辰起身 走到了他面前 拿出了另一个白玉瓶 还有 叶云兴从他手中接过了白玉瓶 一看 竟然是养心丹 二瓶养心丹 不对 还有三瓶 夏北辰看着他激动的神色 然后耸了耸肩 说道 刚刚醒来闲来无事 我就捣鼓捣鼓 叶云兴眉眉目带着笑意 所以 开局就捣鼓出了二瓶丹药 夏北辰微微点头 嗯嗯 我原来是想炼制一瓶的养心丹的 谁知道炼好之后 出来了一枚二瓶的 指了指叶云兴手中的养心丹白玉瓶 然后炼着炼着 竟然出来了三瓶的 所以 意不意外 叶云兴看着他问道 何止是意外啊 简直是惊喜 夏北辰坐在了他身边 原来是我熟练了炼药术后 炼制低瓶一点的丹药 需要缩减药草和材料即可 否则 就会往高品街的出炉 那这些丹药 一共炼制了多长时间 一个十分左右 一个十分 叶云兴震惊了 竟然在一个十分的时间里 炼制了四枚二瓶养心丹 两枚三瓶养心丹 一枚三瓶疾风丹 夏北辰点了点头 童所无欺的样子回到 如假包换 叶云兴一手握着一只白玉瓶 然后忽然展开了双臂 将夏北辰抱在了怀里 你真是太棒了 嗨嗨云兴 轻点 我喘不过气来了 夏北辰差点被他抱得窒息了 毕竟叶云兴的苏满之处 可是很有压迫感的 叶云兴急忙松开了他 嬉嬉一笑 说道 不好意思 太激动了 夏北辰大口地呼吸了一下 随后说道 不就炼了七枚丹药吗 有什么好激动的呢 此言差也 叶云兴说道 一个个区区凌聚静的修士 竟然炼制出了三品丹药 在这之前 天玄宗都没出过这样的人才 那 你不也会炼药吗 夏北辰问道 我 叶云兴摆了摆手 回道 我是到了林海静之后 才半路休息的 半吊子炼药师 而你 潜力巨大 在夏北辰面前 他竟然谦虚了起来 说到这里 他好奇地问道 一般炼药师 都会拥有一种炼药之火 我刚才没感觉到热度 你是怎么做到的 莫非是传说中的寒冰灵火 夏北辰摇了摇头 我用的是灵气 灵气 叶云兴眉头青醋 玉灵炼药法 嗯嗯 那不是失传了近万年的炼药之法吗 运气好 细细 天选之人 叶云兴将两只白玉瓶 还给了夏北辰 传说玉灵炼药法 随着炼药师的境界提升 炼出来的丹药品阶 也会随之提升 没错 夏北辰点头回道 若我到了灵动镜 就可以一次性炼制好几枚丹药 叶云兴随即起身 走到了窗边 很多人炼药师苦苦寻找大半辈子 都没有觅得半点玉灵炼药法 所以 知道我为什么激动了吧 一阵清风吹了进来 聊起了他的发丝 夏北辰将丹药放进了无尽领域后 也来到了窗边 从后面抱住了叶云兴 叶云兴依偎在了他怀里 从未想过有一天 会有一位天之骄子陪我在窗边 迎着晚风 看着月 因为 你自己就是天之骄女 天底下能配得上你的 恐怕只有我了 叶云兴一听 扭头看向了他 你自恋起来 真是不脸红 夏北辰却说道 人不自恋 天诛地灭 叶云兴柔声一笑 问道 那配得上我的夏北辰 可以跟我去打劫了吗 你对打劫清兰宗一事 还挺执着啊 夏北辰笑道 给他们一个教训 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惹我 叶云兴霸道地说道 要不 搞点刺激的 夏北辰挑了挑眉 刺激 叶云兴不解 几个十分前 不才跟你刺激完吗 夏北辰老脸一红 此刺激 非比刺激 那是什么 叶云兴又问 快说 别吊人胃口 夏北辰说道 今天进城的时候 我无意间听到街边的小摊贩 在讨论清兰宗招兴一事 招兴 在清和郡 嗯哼 所以 你要 嘿嘿 夏北辰一脸猥琐地笑了起来 第零五妖章 花使招兴 掉足了叶云兴的胃口后 夏北辰才说道 花点小钱 把清和郡 想要加入清兰宗的青年才郡 调转方向 加入到另一个宗门 叶云兴眉头一挑 问道 加入到另一个宗门 哪个 玄青宗 说出了宗门的名字后 夏北辰也说出了顾虑 就是看你怕不怕玄青宗将来做大 并再次成为你的敌人 没想到叶云兴却是摇头道 有什么可怕的 说着 语气逐渐霸道起来 我能打残他们一次 就能打残他们两次 不 第二次 灭门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夏北辰双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将其掰转了身子 两个人面对面 如果有第二次 那我依然会像昨天那样 陪你一样灭了他们 叶云兴静静地看着他 一个寒情默默的眼神 胜过千言万语 夏北辰贼兮兮地笑道 所以 现在还早 我们要不再睡一会 说完 给叶云兴来了一个公主抱 猝不及防地 被抱起夏北辰抱起来 叶云兴条件反射地 啊了一声 下一刻 便被夏北辰往床上一扔 前两次都是你主动 这一次 换我了 夏北辰一边说着 一边宽衣解带 窗 窗子还没 叶云兴羞答答地提醒道 夏北辰目光如炬地看着他 随即对着窗子一伸手 接着往回一收 原本打开的窗子 便轻轻地吱压一声 关上了 不久后 房间里响起了洞听个乐曲 当太阳升起之后 清禾郡最热闹的大街上 赫然摆起了一个摊位 摊位由几张长桌摆放而成 再覆盖了一张布 两位女子坐在桌子后面 两个男子则站在了长桌的两侧 四个人身上穿着统衣的服饰 摊位后面竖着一面幌子 上面写了两个古朴的大字 青兰 没错 这四个人就是青兰宗的人了 他们摆个摊位在这里 就是用来招生的 快点 待会去晚了 没名额了怎么办 急什么 这才刚开始呢 有人急匆匆地往摊位走去 有人则不慌不忙的 不过 很快就有不少人围了过去 将摊位围得水泄不通 仙子 寻我 寻我 仙子 我会洗衣做饭 还会暖床 仙长 赢家很体贴的哦 不管是男的 还是女的 都极力地在推荐自己 搞得不像是在报名加入宗门 而是以身相许似的 姑娘 你这原味的肚兜收好吧 至于能不能加入宗门 还得测试过才知道 站在一位手拿红色肚兜的妹子面前的青兰宗男子 尴尬地说道 就在这时 有人将手放在了摊位前的一个球形物体上 球形物体立马由暗淡的状态亮了起来 接着 发出了蓝色的光 哇 蓝光也 周围立马有人羡慕了起来 恭喜你 通过测试 可以加入我们青兰宗 成为外门弟子 坐在右侧的女子宣布起来 测试之人 立马喜出望外地跳了起来 能成为外门弟子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荣幸的 青兰宗和天玄宗一样 都分了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 外门弟子再不济 都比为踏入修饰行列的人强 更何况 要是努力一把 或者遇到机缘 还能进入内门 做好登记后 青兰宗的人给他发了一块 通过灵器 将他身份信息 录入了进去的牌子 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捡到 或者抢走这块牌子 而冒名顶替 下一个 第二个人上前去 将手放在了球形物体上 一会后 周围的人惊呼了起来 紫色 刚当的蓝色 成为了外门弟子 这个紫色 岂不是 就在这时 坐在左侧的女子宣布 恭喜你 通过测试 可以加入我们青兰宗 成为内门弟子 测试之人 竟然跪在了地上 感激涕零地说道 感谢给我这个机会 接过了身份牌子后 他手舞足蹈地离开了 凡是通过测试的人 不管是外门弟子 还是内门弟子 都会在三日后集合 届时 会有青兰宗的长老 来接他们去宗门 有人陆续通过测试 也有人陆续被淘汰 只要把手放在 那个球形物体 好一会后 都没有反应的话 就是没通过测试 没通过的人 只能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了 越来越多的人 越跃欲试 忽然 一道洪亮的声音 划破了空气 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招人了 招人了 美通过测试者 奖励极品零食一百枚 并且一律成为内门弟子 听到这话 众人带着疑惑 奔得看向了大街上的另一侧 只见一位角色美女 站在了一张桌子前 旁边则站着一位 负责吆喝的帅气男子 哇 女的好美 男的好晒哦 有人立马犯起了花痴 什么宗门招人 还送极品零食的 我去看看 一位女子 急忙朝一男一女的摊位 跑了过去 玄清宗招人了位 一位男子 有模有样地喊道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极品零食 我通过测试了 零食已经到手了 就是这些人一喊 很多人都被吸引住了目光 而这一切的主谋 便是站在桌前的两个人 夏北辰和叶云星 准确地说 是夏北辰的计谋 夏北辰承认 花钱雇了几个拖来 附和自己的喊话 不过 这还不够 夏北辰抬手啪啪啪地 拍了三下手掌 掌声一落 他们身后就想了伴奏 竟然还专门请了乐队 接着 几位穿着性感的舞姬 从一侧缓缓进场 哇 还有舞蹈 一时间 夏北辰和叶云星这边 转足了眼球 花是招心 主打的就是花 小哥哥 你是玄清宗的 嗯嗯 夏北辰直接点头 现在他就是玄清宗的招生负责人 当然 没有得到授权的那种 小姐姐 你要加入玄清宗吗 夏北辰一边问 一边拿出了一个精美的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装着好些极品零食 通过测试的话 这个就归你了 真的吗 女子感受到了 那零食里充沛的灵气 但是还是不相信地问道 童所无欺 夏北辰坚决说道 那我试试 女子放下了顾虑 来 夏北辰说着 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个东西 放在了桌面上 这女子一看 竟然是一个 和夏北辰很像的公仔 嗨嗨 夏北辰清了清嗓子 说道 这是我的手办 你只要伸手握住手办 静等一会即可 好 一小会后 姑 姑娘 能不能握着手办的时候 表情不要这么消化 夏北辰尴尬直指着她的手 弱弱地问道 女子则是尴尬一笑 说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她的手感实在太好了 比真人的还要爽似的 夏北辰差点亮呛了 这说的什么话 真人的也很爽的好不 而且 手感更好啊 女子经过她这么一说 表情恢复了正常 握住了手办之后 静等了一会 呼的 手办发出了一道紫色光芒 第052章 神棍 是不是拿来就菊花的 恭喜通过测试 找我们的大美女登记好 即可领取60枚极品零食 夏北辰朗声宣布起来 剩下的40枚 到达玄青宗后 即可领取 记住哦 一定要去报道 否则不仅不会得到剩下的那40枚极品零食 还会进入玄青宗的黑名单 永不入用哦 听了她的提醒 女子点头道 谢谢小哥哥 我一定会准时报道的 夏北辰之所以把极品零食分成两部分来兑现 是因为她想要提升招星的成功率 她之前打听到往年青蓝宗招星的时候 有些人即使通过 也因各种事由没有去成 所以 为了再给玄青宗招星的事上 就得想个诱因 诱使通过测试的人 前往报道 而在天亮的时候 叶云星就给云妙秦传信 将他们在清和郡招星的事 告诉了她 并交代她 尽快修缮好玄青宗 以便几天后迎新 见有人得到了好处 立马就有下一位来尝试 接连几个人都通过了测试 得到了极品零食的那一刻 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当然 有人欢喜 就有人哟 不过 对于没有通过测试的人 夏北辰也本着重在参与的精神 给每个人发了五枚极品零食 所以 不管是通过的 还是没通过的 她都没有亏待他们 就这样 这个为玄青宗招星的摊位 立马就挤满了人 至于青蓝宗那边的摊位吗 门可罗雀 谁让他们小气呢 通过没有奖励 不通过也没有安慰奖 何况 在他们的认知里 玄青宗虽然不在北玄地盘 也不在青蓝宗的管辖地盘 但却比青蓝宗的实力强 毕竟他们还不知道 玄青宗遭遇了变故 哪怕知道了 也是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喂 就在夏北辰和叶云星 应接不暇的招星时 一男子扒开了围在摊子前的人 气愤地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夏北辰问道 要测试吗 欢迎从青蓝宗小学 转学到玄青宗小学哦 没错 来者正是青蓝宗摊位上的男子 此时的夏北辰 修为依然是邻聚静大圆满 叶云星则在昨天进城前 就将修为隐藏到了邻动静初期 今天出门前 不仅换了一身衣服 还戴了面纱 青蓝宗的这名男子 修为则在邻动静大圆满 距离邻丹静 只差邻门一脚 他毫不客气地对夏北辰怒道 你们抢了我们的人了 夏北辰看了一眼摊位前的人们 然后对他说道 兄弟 东西可以乱 不对 东西不可以乱吃 会拉肚子 话也不可以乱说 不然会被打的呢 什么叫我们抢了你们的人啊 难道这些人算你们的 那是算你们的爹娘呢 还是算你们的儿女呢 此言一出 周围的人都纷纷响应 对啊 说清楚 什么叫你们的人 在没加入任何宗门之前 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 酒香不怕巷子深 各凭本事招底子 夏北辰听后 心中窃喜 没想到 在青蓝宗的管辖地盘上 干了一件给青蓝宗捅刀子事 男子转过身去 看向了他们 你们都是清和郡的吧 没错 众人齐声回道 既然是清和郡的 那我再问你们 清和郡归谁管 当然得是郡守啊 郡守归谁管 亲 众人刚一开口 便戛然而止 怎么 不说了 男子狠狠地刮了他们一眼 你们都生活在我青蓝宗的底盘 却想把胳膊肘往外挂 就不怕得罪了青蓝宗 这 众人面面相去 哟 还知道威胁大家 夏北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你们青蓝宗 可有明文规定 不允许治下的百姓 加入其他宗门 据我所知 并没有 这时 一位围观的吃瓜群众说道 夏北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并对青蓝宗的男子说道 所以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 青蓝宗的男子 恶狠狠地横了那位吃瓜群众一眼 不料 那吃瓜群众非但没有害怕 还昂首挺胸地说道 你不用蹬鼻子上脸 我既不是你们青蓝郡的 也不是玄青宗治下任何一地的 你来自何地啊 他身边的一位青蓝郡人 好奇地问道 再下来自北玄 途经此地 那吃瓜群众回道 夏北辰网页云星看了一眼 幸好做了掩饰 不然的话 会有很大的几率 被人认出北玄女帝来 夏北辰眼珠子一转 然后问道 这位兄台 你们北玄的天玄宗 可有不让治下的百姓 加入其他门派的规定 对方摇了摇头 并肯定地说道 没有 我们北玄女帝陛下说过 大家加入哪个宗门 是自己的自由 夏北辰说道 看来 有些宗门名气不大 规矩倒是挺大 你 青蓝宗那男弟子听后 火冒三丈 区区一个零聚近的菜鸟 也敢口出狂言 说着 他寄出了一根青色的棍子 棍子上有一个乌龟头 龟 头神棍 看到他的棍子后 夏北辰忍不住给他点赞 造型不错 重阳节是不是要到了 你这棍子 是不是用来就菊花的 对方被夏北辰 气得浑身颤抖了起来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无知小辈 今日我就要教训你一顿 说着 便扬起了棍子 朝夏北辰的天灵盖砸来 啊 周围不少女子见到这架势 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然而 他们尖叫的声音还没落下 夏北辰就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他出现在了清兰宗的这名男子前面 洗不洗我捅破你喉咙 夏北辰冷冷地说道 此时的他 手里正捏着清燕针 清兰宗男子的脖子 忽然感觉到了一股炙热感来袭 清燕针 对使用者来说 只有温和感 而没有毫无炙热感 但对于要被攻击的人来说 他的炙热感很强 对方拿着棍子 要砸下北辰脑袋的动作 猛地一停 他暗吃了一惊 这灵俱进的家伙 速度上竟然如此快 快到他手中的棍子 还没碰到夏北辰身上的一根汗毛 自己就被对方给制住了 见识他有些出乎意料 清兰宗的另外三个人 赶了过来 玄清宗的人 清兰宗的另一名男子 瞥了一眼夏北辰 玄清宗就可以在我们的地盘放肆了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哈哈哈哈 不料 夏北辰大笑了几声 随即问起了被清燕针制住的男子 你听到了没 他竟然说你是狗呢 手感太好了 老想着摸 这时 清兰宗的一位女子 看了一眼夏北辰手中的清燕针 然后说道 公子误会啊 有什么事的话 好好商量 商量 可以啊 夏北辰没有急着收回手 今天我们再次招心 你们撤出清禾剧 等明天再来 休想 刚刚说 打狗还得看主人的男子拒绝之后 对刚刚的女子说道 师姐 这光天化日的 量他也不敢怎样 另一位女子也说道 对呀师姐 我就不信他敢对白师弟下手 说着 他不懈地瞥了一眼夏北辰 又道 我们清兰宗整体实力上 虽然与玄清宗还有些差距 可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兄弟 看来你这两位同门 是巴不得你死啊 夏北辰将清燕针送进了一点 针尖已然扎入到了 这姓白的男子的皮肤里 白姓男子 神情变得有些复杂 少再挑拨离间 另一男子喝道 我们秦通手足 岂是你能离间得了的 郭造 忽然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叶云新 开口了 而一开口 刚才的男子就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微压袭来 压得他对着夏北辰弯起了腰 这动作像极了给夏北辰鞠躬赔罪似的 好强的微压 周围有人惊呼了起来 那男子想奋力直起身子 却发现不仅没有丝毫作用 还越发力 微压就越强 碰 一声响 他被压得直接趴在了地上 嘴巴还和地面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见状 刚才说好好商量的女子急忙对叶云新说道 姑娘 还请手下留情 师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怂 另一位女子不悦地说道 他们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说着 他便祭出了自己的剑 要给点颜色夏北辰和叶云新看看 不料就在这时 天际飞来了一道光芒 很快就来到了人群中 一看 是一位穿着青蓝宗服饰的男子 四位同们 青蓝宗有急事 请随我诉回宗门 师姐一听 急忙把自己的师妹给拽住 随后 他对夏北辰和叶云新说道 我们答应你们 今日撤出清和郡 明日再来 看了一眼夏北辰挟持着的师弟 和被威压压迫在地上趴着的师弟后 他对夏北辰和叶云新诱道 还请二位放了我二位师弟 夏北辰这才收回了手 白信男子如释重负 趴着的那位 爬起了身 在经过夏北辰身边的时候 却是忽然对夏北辰动起了手 蹦 未等他碰到夏北辰 他就到飞了出去 最后砸中了一个摊位 将摊位给砸来砸烂了 师兄 另一位女子急忙跑了过去 叶云新冷然道 不想活命 我可以成全你 见他要动手 那师姐急忙带着他们 玉空飞离了清和郡 师姐 他们一个是灵聚静 一个是灵动静 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 为什么不让我教训他们呢 师妹生气地说道 你刚刚没看到 你白师弟和林师兄的遭遇 师姐白了他一眼 谁教训谁呢 白信男子心有余悸地说道 刚才那男子的速度极快 快到我都没反应过来 他就拿捏住了我的命脉 此时的林师兄 刚刚已经被叶云新 隔空一掌给击晕了 所以说不出感受来 师妹听后 摇了摇头薄唇 她的林师兄 可比她修为高一点 结果都被无形的威压 压得毫无还手之力 师姐 那女的是不是隐藏了修为啊 白师弟不解地问道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一个灵动静的修士 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威压 把一个灵缘静的修士 压得动弹不了 难说 师姐也猜不透对方 所以没法下结果 说着 她看向了前来通知他们 宗门有急事的同门 这位师弟 宗门发生什么事了吗 同门回道 宗门今早被一群散修围攻了 宗主特意派我等前去不同的地方 召回在外的弟子回去 共同抵御来犯之敌 被散修围攻了 师妹一愣 随后问道 还要召回我们 那些散修很强吗 同门点头道 好几位炼神静的 林海静的 也来了不少 师姐眉头一皱 随即带着他们 加快了速度 清和俊 夏北辰和叶云星 互相传递了一个眼色后 便继续招星 不一会儿 就招到了近三百人 时间临近中午 一些周边郡县的人 多闻声赶了过来 就这样 夏北辰和叶云星 忙到了傍晚时分才收摊 感谢各位今天的努力付出 夏北辰拿出了好些钱袋子 每个袋子里装了50枚几品零食 这是你们今天的工钱 请查收 谢谢老板 大家接过钱袋子后 纷纷道谢 这些人 都是夏北辰雇佣来了的零食工 有舞街 有吹拉弹唱的艺人 还有拖 事先夏北辰已经付过一笔定金 现在结算了全部工钱 老板 明天还招星不 其中一位零食工问道 明天 这里招的差不多了 我们该去别的地方了 夏北辰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怎么 你还想赚我的极品零食啊 嘻嘻 这人不好意思的笑道 谁会嫌弃极品零食多啊 哈哈 有道理 夏北辰也是笑了起来 对了 想赚极品零食 也不是不可以 哦 零食工们都竖起了耳朵 夏北辰提议道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测试进入玄清宗 那样 不就又可以获得一百枚几品零食了吗 可以吗 当然 夏北辰拿出了他的手办 我先来 我第二个 我第三个 就这样 几十个零食工通过了三分之二 夏北辰当场给他们颁发了通过奖励 剩下的则让他们去玄清宗领取 至于没有通过测试的 他按照今天的方法 给了安慰奖 夕阳西夏之时 大家好聚好散 临走前 还有蒙妹子还带着胆子 向夏北辰讨要了他的手办 夏北辰问他理由 妹子直言不讳 手感太好了 老想着摸 夏北辰竟是无言以对 最后 在叶云新那冰冷的眼神中 夏北辰送别了这位蒙妹子粉丝 就不应该帮你 做什么手办 带大家离开后 叶云新对夏北辰吐槽道 夏北辰笑着问道 陛下稍安勿躁 你不觉得 手办比清兰宗的那个球好多了吗 何止是好多了 简直是好的差点放身子里了 没那么夸张吧 夏北辰爆汗 指不定今晚就有一些花痴抱着他睡觉 那么小的手办 抱个寂寞呢 那要看人家往哪里抱了 夏北辰脑袋危痒 叶云新的话 他好像听懂了 又好像没听懂 我饿了 请我吃饭 叶云新拽起了夏北辰 就往一厢楼走去 好 管够 夏北辰大方帝说道 刚回到一厢楼 还没跟小二说点餐 他们就听到了店里的时刻 在议论着事情 唉 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没 什么 就是 第054章 该奖励不具备透视功能哦 就是清兰宗 被一群散修给攻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天上午啊 为什么会被一群散修给攻击啊 不知道 可能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不就散修吗 清兰宗还怕了他们不成 嗨 你有所不知道 去了好几个恋神境界的高手呢 除此之外 还有好些灵海境的 据我所知 清兰宗的宗主 现在才恋神境初期 剩下的人中 最高的境界的 是他们的大长老 是灵海境 其余的长老 都是灵圆静的 有人抿了一口酒后 弱弱地问道 你们说 清兰宗 会不会就此消失啊 消失 同桌的一个人 一边啃着螃蟹 一边说道 难说 对了 不知道 你们听说了没 什么啊 北玄的万人宗 被灭门了 其他人立马倒吸了一口气 什么 灭 灭门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 听到他们的议论 叶云星和夏北辰 不禁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从彼此的眼神里 看出了一丝得意 随即 夏北辰对小二喊道 小二 来一份你们店的招牌和仙 送我们房间 好嘞客官 不久后 当小二端来了一大盘 和仙和黄酒之后 夏北辰和叶云星 就端着他 来到了房间的屋顶上 一边欣赏夜色 一边吃喝起来 北辰 没想到你的悬赏令 还真管用啊 那是 毕竟我有超能力 夏北辰抿了一口黄酒 得意地说道 能花钱解决的事 那都不是事 原来 散修群体攻击青蓝宗的事 竟然是夏北辰在幕后指使 而散修 不像一些宗门那样 有着庞大的资源支持 他们很多时候 得靠自己的努力来修炼 所以 修到炼神镜的散修 也是不容易 更何况 夏北辰开的条件可不低 只要灭了青蓝宗 奖励极品零食五百万枚 一人灭的 那就一人独得 多人灭的 那就多人瓜分 当然 夏北辰可 不只是用几品零食来做奖励 还有丹药 事成后 每个人额外奖励 两枚三品丹药 如果不幸在攻击青蓝宗的战斗中殒命 夏北辰会将这笔奖励按照约定 让人送至该修士指定的亲朋手中 总之 一句话 只要灭了青蓝宗 他就不会亏待大家 对了 云星 夏北辰看向了叶云星 怎么了 叶云星看了过来 好奇地问道 什么时候回天玄宗 夏北辰反问 一开了视线 叶云星看向了天穹 我想去一趟南疆 南疆 夏北辰微愣 随即问道 为了古独之事 嗯 叶云星说道 等解决了他们 再回天玄宗清理门户 好 夏北辰拿起了一只大虾 包掉了壳 然后递到了叶云星的嘴里 不管你去哪里 我都支持你 陪伴你 那我们后天就启程 说着 叶云星一口吃下了大虾 这一次 他没有拒绝夏北辰 也没有建议 让夏北辰待在某地等他回来 不过 夏北辰倒是不解 为什么是后天才启程 而不是明天 叶云星回道 明天帮你解决一件事 哦 夏北辰微微一笑 说道 我能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不告诉你 没想到 叶云星竟是迈起了关子 两个人就这样 就着夜色一边吃着 一边聊着 吃到一半后 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戒指里传出来 夏兄弟 闻到你们在外面 吃香喝辣的了 可别忘了 还有二位没吃呢 夏北辰和叶云星一听 这不是皮的声音吗 戒指显现了出来 夏北辰说道 皮老兄 别急 马上给你带去 还有一半的和鲜 没吃完 梁小坛黄酒没拆封 我还没进过无尽领域呢 走 带你去看看 夏北辰端起了和纤盘子 对叶云星说道 叶云星之前已经知道了 他有空间领域 所以 一听夏北辰要带他进去看看 他就立马答应 毕竟 他对夏北辰的空间领域 也感到特别的好奇 戒指退址而出 随即夏北辰 用意念催动戒指 开启了传送之门 两个人一下子 就消失在了原地 哇 进入到了无尽领域 叶云星忍不住惊叹了起来 没想到 这地方比天玄宗还美 灵气也是相当的充沛 而且更纯 北辰 说着说着 叶云星往夏北辰看去 不料发现夏北辰站在了他一站晚 怎么了 这时 皮修一起走了过来 看到夏北辰一动不动的 便好奇地问道 就在叶云星摇头 准备回答不知道的时候 夏北辰身上光滑凸现 皮修顿时瞪大了他们自己的双眼 叶云星则再次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夏北辰 没想到 夏北辰 又双弱卓晋级了 爹 恭喜素 薛山如泥 对无尽领域的疑惑 哄 一声巨响 那块半层楼大的石头 被夏北辰给一掌 轰成了碎石 这 皮修看到这一幕 都吃了一惊 灵动静初期 竟然仅靠掌力 就能把这么大块石头 轰成碎石 就连叶云星也忍不住说道 我当年 还是靠着剑 才能劈开这么大的石头 夏北辰 憨憨地挠了挠后脑勺 是吗 会不会是这里灵气 比较充沛的原因 皮说道 不排除 但你确实优秀 叶云星走到了他身边 将星悬剑寄了出来 要不 你用星悬剑试试 夏北辰 接过了星悬剑 刚想对着一座山峰 挥上一剑 就突然停止动作 怎么了 叶云星疑惑地问道 去远一点吧 这里靠近建筑 把这周围的环境破坏了 就不美了 说着 他欲空飞去 叶云星和皮修跟了上去 至于那和仙 先放在这里 反正也没有其他人吃 看热闹要紧 夏北辰飞去了几十里 才停了下来 悬停在了半空中 夏北辰看了一眼 手中的星悬剑 随后 对着面前的 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挥出了一剑 刷 一道带着星光的剑气 直扑山峰 轰隆 剑气劈在山体的那一刻 天地都为之震动 一阵碎石 哗哗哗地朝四周飞剑 看热闹中的叶云星和皮修 急忙给自己 加上了一个防御结界 至于夏北辰 碎石没有一粒 飞剑到他的身上 完美地避开了他 皮看了一眼飞剑的碎石 感叹道 拥有着开山辟地之力 换成其他人 恐怕要灵丹镜才能做到 要不 我换一把试试 夏北辰将星悬剑 往叶云星的方向轻轻一挥 剑脱手而出 飞到了叶云星的面前 伸手将其接了下来后 叶云星又将其隐藏了 夏北辰意念一动 一把剑就从建筑里飞了出来 下意子就飞到了他面前 将其握在手中的时候 剑发出了一声轻盈 二话不说 夏北辰对着另一座山峰 劈了过去 刷 剑气横切而去 没有发出爆炸声 但是 剑气从山体的另一侧出去了 最后切在了这座山峰的 后一座山峰上 切断了不少树木 才被抵消 叶云星不禁皱起了眉头 怎么回事啊 修睁大了一双眼睛 不解地看着山峰 我过去看看 皮说完 正要动身之际 山峰竟然动了 动的是上半部分 紧接着 上半部分往一侧滑了起来 不一会就一声巨响 轰然倒塌 一阵灰尘腾空而起 皮和修面面相去 叶云星则飞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待灰尘消散 几个人的视线里 看到了倒塌之后 地面被砸出了一个深坑 而那剩下的半截山峰 其顶部赫然是一个平滑的横切面 原来 刚才的剑气 不动声色地切透了山体 难怪会从另一侧出来 这把剑论爆发力 比不过心弦剑 所以没有造成轰击的效果 叶云星从夏北辰手中拿过了剑 看着说道 不过 以你的修为 用它来将这山劈成了两半 也是相当的惊艳了 说到这里 叶云星直剑轻轻一挥 剩下那半部分山体 又被斜着劈掉了一截 剑气 透体而出 将后面的直线上的几座山峰 都给削去了一剑 薛山如泥 洞天竞强者 恐怖如斯 这比夏北辰刚才的剑气 要凌厉了好几倍 毕竟叶云星的修为百在者 这剑 低调 不错 皮看着此时在叶云星手中的剑 忍不住赞倒 不料 他夸赞的声音刚一落下 剑身就咔咔咔地出现了响声 叶云星眉头紧簇 夏北辰则略显尴尬 剑 竟然 裂开了 呃 哼 这个 皮尴尬的 爪子 都能在地上抠出个三十亿听网 不惊夸 修补充完了皮没说完的词 叶云星脸蛋发烫 不禁一红 那个 我 我没有用力 他就 听到他支支吾吾地说着 夏北辰白手道 没事 是他太脆了 再说了 还有那么多剑可以用 少他一把不算少 对对对 一旁的皮修齐声道 那么多剑 哪怕一天换一把 都够用好几年呢 而且 还有其他兵器呢 此时月亮已经爬上了天空 夏北辰招呼起来 实力是过了 回去吃和鲜去吧 等等 修这时喊道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夏北辰 叶云星和皮 看向了他 你们看 修指向了刚才被夏北辰 用星玄剑 劈成碎石的山体所在的位置 一堆废石印入眼帘 没错 打上引号的 以为 这些废石在月光下 闪烁着洁白的光芒 极品灵石 皮惊讶地喊道 没想到这山全是灵石 那座山也是 遍地灵石的节奏 修看向了刚刚被夏北辰 和叶云星 削去半截山 而露出的光滑横切面 竟然也在发着洁白的光芒 夏北辰闭上了双眼 感受了下周围的环境 赫然发现 竟然来到了 灵石矿麦的边上了 刚刚的山峰 就处于矿麦边缘地带 我去 拜家呀 轻松三剑下去 几座山峰都被削没了 相比皮秀的震惊 已经知晓了 夏北辰阔绰绰的叶云星 此时倒是心如止水 没有被震惊到 他只是好奇地问道 这些灵石 有人负责打磨成形吗 夏北辰挠挠后脑勺 在外面的时候 我只需要用意念 就能轻而易举地 取出灵石来 皮说道 差点忘了 你这空间领域里 不是有一座建筑吗 夏北辰点头 愣愣 皮指着建筑群的方向 其中一间楼阁 就满满当当地 储存了不计其数的 极品灵石 牌匾上面写着 聚宝阁三个大字 叶云星好奇问道 所以 这些那些成形的 极品灵石 自动形成 并自动摆放到聚宝阁里 夏北辰拖着下巴 皱着没说道 对于这个问题 我也想知道答案 毕竟这无尽领域 我也是刚获得不久 那是什么 朝我们这边飞来了 就在大家都好奇之际 山脉里 忽然出现了几道光 第056章 不能说好像 简直一模一样 光点有远极近 一会后 就到了夏北辰他们面前 当看清楚来的是什么之后 他们愣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因为 竟然是一群 长得有点卡通Q萌的蜜蜂 这让夏北辰看了后 以为他们是从三维动漫里 跑出来的错觉 表面上看起来 可爱且人畜无害的样子 不过 他们的体型 倒是比黄蜂还要大上好几倍 跟一只鹅蛋的大小差不多 这群小家伙 不会是要来遮我们的吧 皮看着来了不少的大号蜜蜂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刚刚是谁在破坏零石矿麦的 带头的一只蜜蜂 竟然开口说话了 成精了 夏北辰上前了几步 对他问道 你们是 这只蜜蜂扑上着翅膀 双手搭在身前 颇有气势地说道 我们是零石矿麦的矿工 兼无尽领域的守护者 矿工 守护者 夏北辰和叶云星 互相看了一眼 随后 夏北辰问道 原来 这个空间领域里的零石 是你们挖出来打磨 然后堆放到聚宝阁的 除了我们 还有会有谁 蜜蜂反问 说着 他对身后的同伴们挥了下手 身后的同伴就变换了队形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将夏北辰他们围在了一起 毁了我们的零石矿麦 今天不做点赔偿 休想离开 尾手的蜜蜂 严肃地看着他们说道 那生气的模样 让夏北辰感觉自己身灵三维动漫了 这时 另一只蜜蜂凑到了 尾手的这只蜜蜂耳边 低语了几句 尾手的蜜蜂点了之后 点了点头 然后对夏北辰说道 你们是怎么混进来的 夏北辰回道 就搜地一下进来了 蜜蜂露出了不幸的表情 皮扫了一眼四周气势汹汹的蜜蜂 说道 可爱的蜜蜂们 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他是这个空间领域的主人啊 旁边的那只蜜蜂又低语了几句 尾手的蜜蜂再次点了点头 你怎么证明 你是这里的主人 夏北辰啪地打了一下响指 接着意念一动 蜜蜂们就看到了建筑群里 飞出来了无数的光芒 光芒之中 是物品 不一会 东西都飞到了他们的头顶上空 蜜蜂们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些东西 夏北辰嘴角上扬 随即意念再次移动 右手一挥 这些物品都往建筑群里飞去 在无尽领域里 调动建筑里的物品 只有这里的主人才能做到 为首的蜜蜂嘀咕了起来 难道真是主人 蠢色片刻 他对叶云星说道 你试试 能不能将建筑物里的东西换出来 叶云星没有拒绝 意念随即移动 结果 好一会过去了 平日里 他就用意念 来调动天玄宗里的东西 可是在这里 失效了 安全起见 为首的蜜蜂看向了皮和修 你们也试试 皮则提起了条件 试试可以 但是你们千万别动屁股的那根针啊 到时候遮伤了我的脸 还怎么靠颜值出去混 俗话说 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 对面还是飞来飞去的蜜蜂 哪怕在牛的人和神兽 都怕被蜜蜂蜇得没脾气 被遮了 痛也就算了 还会肿起来起个包 弄清楚事情之前 不遮你们 为首的蜜蜂傲娇地说道 但要是你们敢骗我们 我们就把你们几个 遮成胖猪头 行 皮和修先后动起了意念 来调动建筑里的物品 但都和叶云星一样 没有任何动静 结果已经出来 答案已经揭晓 蜜蜂们都齐刷刷地 看向了夏北辰 夏北辰见状 干脆做个自我介绍算了 于是 本着尊重劳动者的原则 他对着这群蜜蜂抱拳道 在下夏北辰 于昨日成为这无尽领域的主人 画来 为首的蜜蜂 对着一侧的同伴吩咐了一声 一只蜜蜂微微点头 然后手中就出现一张卷起来的纸 究竟的几只蜜蜂飞了过来 和他一起展开了纸张 当纸张展开后 夏北辰他们发现 竟然是一幅画像 不过 是没有着色的工笔线描图 为首的那只蜜蜂 飞到了画的上方 看了一眼画像 又看了一眼夏北辰 还真有几分神似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满分几分 十分 蜜蜂回道 不得不说 有个八九分像 皮说道 不能说好像 简直一模一样 修则问道 玉物测试做了 画像也看了 该相信了吧 等等 为首的蜜蜂转过身来 看向了夏北辰 请滴一滴写到画上来 难道这个还要滴血认清吗 皮大祸不解 夏北辰不知道这些蜜蜂要搞什么鬼 但还是配合地 取了自己手指肚的一滴血 然后滴到了画面上 当血滴腐液接触到画面 就渗透了进去 随后消失不见了 一点血迹都没有 看得叶云星都暗脚神奇 就在夏北辰准备问蜜蜂 怎么没反应时 画面变了 由内而外 竟然自动着色 很快 线描图变成了色彩图 而且 是唯妙唯肖的色色工笔画 这时候再一看 画面的人和夏北辰无二了 还真是主人 蜜蜂们看了画之后 纷纷向夏北辰看了过来 其他人的血 是无法与画像产生反应的 为首的蜜蜂说道 所以 你真的是无尽领域的主人 也是我们的主人 说着 他招呼起了其他蜜蜂 和他排成了好几排 然后整齐恭敬 对夏北辰说道 见过主人 皮羞异口同声说道 误会已解 皆大欢喜 为首的蜜蜂 挠了挠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说道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主人勿怪 夏北辰爽朗地一笑 然后对蜜蜂们赞道 不愧是无尽领域的守护者 你们负责的态度 值得表扬 他调动了一些 从万人宗境的 搜刮来的药草过来 哇 好香 药草也是花花草草 所以蜜蜂们 闻到了清香味 不经心旷神怡 夏北辰说道 这些就种在无尽领域了 有花的时候 你们采采花粉 花蜜吃 就当套劳你们了 谢谢主人 蜜蜂们纷纷谢道 然后开始安排蜜蜂 去开辟一块地 把这些药草种上 至于那几座 被夏北辰和叶云 你个大老挫 快放开我 只见书籍的封面上 写着 无尽领域百科全书 八个字 主人 这是对无尽领域 各种详细记载的书籍 您请收好 有空的话 就可以看看 为首的蜜蜂 对夏北辰说道 好 谢谢 夏北辰伸手去接过了书籍 随便翻了翻 发现里面不仅仅是文字记载 还有图 图还是设色的公笔画 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 对于这本百科全书 夏北辰甚是满意 随即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对了 你有没有名字 蜜蜂摇了摇头 眼珠子转了转 随后眉头一挑 建议起来 要不 主人帮我取个名字 夏北辰拖着下巴想了想 然后问道 你是公的 还是母的 不料 一旁的叶云星扑呲一笑 讲究 夏北辰则厚着脸皮解释道 要是公的呢 就取个像我夏北辰 这样帅气的名字 要是母的 就取个像叶云星 这样美丽的名字 主人 用你们人类的话说 我在蜜蜂里 属于未出阁的姑娘 夏北辰等人听后 忍不住笑了笑 那就是个小年轻了 蜜蜂微扬起脑袋 自己想了想 然后说道 要不 我就叫叶小蜜 这个不错 叶云星立马点赞 夏北辰撇了撇嘴 你当然觉得不错呀 都跟你信了 你要是觉得心里不平衡 就让他叫叶小夏 叶云星笑着见一道 唉 算了 就叫叶小蜜吧 夏北辰将手搭在了 叶云星的肩膀上 对蜜蜂说道 以后 叶云星就是这里的女主人 谢谢主人 谢谢夫人 你们是最帅最美的 真不愧是蜜蜂 嘴巴抹了蜜 真甜 既然如此 那我也送你们一份礼物吧 叶云星笑着抬手一划 几个白玉瓶 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是我从天玄宗 带出来的灵液 取自宗里 一座山洞里的 对人类没什么用 但是对花花草草 小动物之类的 很有用 所以 给你们浇浇花 或者饮用都行 叶小蜜开心地说道 哇 太好了 你先尝尝 叶云星将一只瓶腮去掉 一滴灵液漂浮了出来 叶小蜜飞了过去 一口就把这滴灵液给吞了 刚开始还没什么反应 但是过了大约三秒的时候 就看到它浑身泛起了 淡蓝色的柔光 如此持续了几秒 淡蓝色的柔光 才暗淡了下来 咦 叶小蜜满脸的惊奇 我体内有一股灵气在汇聚着 你试着对那棵树发起攻击 叶云星提醒道 嗯嗯 叶小蜜点了点可爱的脑袋 然后朝不远处的树木 张嘴喷出了一个水球 水球在飞行的过程中 迅速凝结成了冰锥 下一刻 冰锥就没入了树干里 叶小蜜兴奋地大喊了起来 我便厉害了 叶云星说道 待北辰让你们移植的药草种好后 你们可以通过花粉或者花蜜 也能提升实力 真的吗 谢谢夫人 叶小蜜现在是得了名字 又得了林叶翠体 笑得无比开心 快把林叶带去 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 叶云星吩咐道 好嘞 我马上叫他们来搬走 今晚吃大餐 叶小蜜说着 便去找来了几个雄壮的宫蜜蜂 把林叶都搬了回去 带他们飞走后 下北辰他们便回到了石桌前 结果一看 咦 何仙呢 我们走的时候还在的 皮左看看又看看 修甚至在周边也找了下 都没看到 不见了 连叶云星都觉得奇怪 该不会是传送出去了吧 下北辰摇了摇头 说道 不会 禁物除非是我带出去 或者使用意念取出去 不然不可能自己跑了 那会不会是被什么东西给偷走了 皮猜测道 我用神识试探下 下北辰闭上了双眼 释放了神识 作为无尽领域的主人 在这里 他的神识 可以不受限制地试探任何地方 嗯 一会后 下北辰睁开了双眼 叶云星好奇地问道 怎么样 有发现吗 嗯 下北辰点头 随即转身轻轻地朝几丈远的一棵树走去 到了树下 他招呼叶云星过来 叶云星一个闪现到了他身边 然后顺着下北辰手朝树上看去 赫然看到一个树叉上 悠哉地坐着一只松树 他的双手 正抱着一只螃蟹 啃得津津有味的 叶云星看到这一幕 不禁回头看向了下北辰 他传音道 没想到 被这家伙给薅走了 下北辰传音回道 松树是杂食动物 看到这么鲜美的核仙 放在下面没人吃 就过来薅走了 也能理解 这时 皮修也走了过来 看到了松树 这 他们都惊认 他们都惊讶了 不过 就是这惊讶之际 上方的松树动作一停 接着低头看了下来 这一看 几对眼睛对视在了一起 松树先是愣了下 再是惊慌失措 连手中还没吃完的螃蟹都不要了 一松手 螃蟹直接掉了下去 砸到了皮的脑袋瓜子 小家伙 皮也的脑袋捏砸 皮一跃而起 松树想往他一旁的树洞跑 结果速度没有不够快 刚到树洞门口 就被皮给揪住了尾巴 松树挣扎着开口喊道 你的大老粗 快放开我 竟然和蜜蜂一样 我说话 叶云星惊奇地说道 莫非这里的小动物 都会说 皮已经揪着松树 回到了地面 别咬人啊 不然把你吃了 说着 他把松树递给了下北辰处置 松树却是嫌弃地说道 送给我咬 我都不咬呢 下北辰把他放到了桌面上 老师电鸥 不然烧烤了你 我浑身上下都不好吃 松树慌张地摆手道 你为什么偷吃我们的核仙啊 下北辰问道 放在这里没人吃 我以为没人要的 松树回道 不对啊 还剩下不少的呀 都被你吃光了 连壳都啃了 下北辰又问 盘子去哪了 他可不认为 这小家伙 能把比他住的树洞的洞口 还要大的盘子塞进去 不 我送给其他小伙伴了 松树如实回道 其他松树 下北辰嘴角一瞥 还会分享啊 松树白手道 不是松树 是 第零五巴掌 喝多了 还能乱一乱兴致 是一只小熊猫 小熊猫 下北辰眉头微皱 你 你不信 松树以为他不信 便很明确地说道 我带你们去找他 可以 下北辰同意了 于是 松树带着他们 来到了一处西谷 这里的温度比较低 走在西边 一阵清凉 看来真是有小熊猫 因为这样的环境 是他所喜欢的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一棵树下 莫 松树伸手指向了一处树枝上 下北辰和叶云星抬眼一看 就看到了一只 把头蜷缩在四肢中 前肢抱住头部 以尾覆盖在身上的小动物 这小动物 全身以红褐色毛发为主 长着一副小圆脸 稳步较短 脸颊有白色的斑纹 耳朵比较大 直立向前 而且 它的四肢粗短 毛发为黑褐色 尾巴较长且粗 毛发较为蓬松 并有多条红暗相间的环纹 还真是小熊猫 夏北辰看清楚了 他的样子后 惊喜地说道 这小家伙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叶云星说道 不过 长得挺可爱啊 夏北辰点了点头 确实 比干脆面 嗨嗨 比浣熊可爱点 要不要叫醒他 皮看了一眼小熊猫后 问道 我来吧 松鼠说着 轻快地爬上了树干 然后来到了小熊猫的身边 小熊猫 快醒醒 松鼠摇了摇小熊猫的身子 结果这一摇 树枝晃动了起来 同时 小熊猫忽然一醒 身子则条件反射地 往一侧一歪 嗨嗨嗨 在两个小动物 惊慌失措的呼喊声中 他们顺着树枝往下掉 叶云星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伸手隔空对着他们 释放了星辰之力 点点星光 朝他们飞去 随即把他们给拖住了 小熊猫这才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并问起了松鼠 小松鼠 是你啊 松鼠指了指下北辰他们 小熊猫松开了前肢 看了过去 额 他和松鼠之前 看到下北辰他们时的表情一样 先是一愣 人 人类 下北辰看着他 没错 人类 外加两只神兽 小熊猫看向了皮羞 然后咕噜地咽了咽口水 很明显 他有些害怕 你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他们是为了拿核仙来 松鼠说道 核仙 我 我已经吃完了 小熊猫弱弱地说道 该不会是他们的吧 对于小熊猫也会说人话 下北辰已经不惊讶了 毕竟之前见识过了会说话的蜜蜂 又见识过了会说话的松鼠 你说的没错 下北辰上前去伸手去抓住了小熊猫的尾巴 将其吊了起来 所以 庄和仙的盘子呢 盘子 小熊猫指向了西边 下北辰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原来庄和仙的盘子 就放在了他们刚才还没走到的地方 意念一动 下北辰来了一招隔空取物 盘子便飞回到了他的手里 看了一眼 竟然洗干净了 你洗的 下北辰问道 嗯嗯 小熊猫回道 我吃完后就洗干净了 想着以后放点食物 还挺讲究啊 下北辰把他放在了面前的树干上 又把松鼠也放在了他旁边 两只小动物并排坐下 既然和仙都被你们吃了 下北辰的话 刚说到一半 小熊猫和松鼠便哆嗦着身子央求道 别吃我们 别吃我们 九 下北辰忽然感觉到了一只乌鸦 从自己的鹅前飞了过去 谁说我们要吃你们的 你刚刚不是说要烧烤了我吗 松鼠说话的声音也发颤了 现在不想烧烤了 下北辰摇头道 难道要清蒸 小熊猫惊恐地说道 真会脑补 下北辰在他们的脑袋上轻轻一拍 放心 既不烧烤 也不清蒸 更不会油闷 就是想知道一些事 你们要知无不达 这样我就既往不救了 小熊猫和松鼠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回过头来 对下北辰点了点头 那 先回石桌坐着聊 下北辰收回了手 并对叶云新说道 我去找小二要点吃食 你和皮修带着他们在石桌那等我吧 叶云新汉手回道 好 下北辰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出现在了他们住的客房里 走出了客房后 便去前院酒楼找小二去了 不久后 他提了一个装有不少菜的竹篮子 回到了房间 再次进入了无尽领域 叶云新和皮修 已经带着小熊猫和松鼠 回到了石桌处 两只小动物 被叶云新放在了桌面上 吃货们 没吃够的 来吃吧 下北辰将菜放在了桌面上 两只小动物 自觉地往边上挪了挪 叶云新已经吃饱 再吃的话 用他的话来说 就胖了 所以他让给皮修 和两只小动物吃 小熊猫眼珠子 滴溜溜地转了转 随即说道 要不整点酒 你还喝酒 下北辰惊奇地问道 小熊猫毛了毛后脑袋 嘻嘻 我就喝一点点就行 主要是建议你和他喝 叶云新听后 对下北辰说道 我觉得他的建议不错 要不喝一个 既然他都说要喝了 下北辰自然不会拒绝 反正 要是喝多了 还能乱一乱兴致 下北辰微点头 准备再次离开无尽领域 回一厢楼拿酒的时候 小熊猫却是叫住了他 我知道哪里有酒 小熊猫指向了一个方向 下北辰疑惑地看了过去 那是一座并不高的山峰 闭上了双眼 用神石感受了一下 赫然发现 那山峰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岩洞 而岩洞 竟然是一个酒窖 很快 下北辰神石 发现了酒窖的入口 入口处 有一道河上的门 门上有一块牌匾 上面刻着三个字 醉仙教 酒来 夏北辰收回了神石 随即意念一动 酒窖的门自动打开了来 接着 几坛酒从酒窖里飞了出来 最后落在了石桌上 酒坛上 贴着一张菱形的红纸 上书醉仙酿三个字 看来 这就是酒的名字了 还没拆封 大家就闻到了 那浓郁的酒香味 你一谈 我一谈 他一谈 夏北辰将酒分发了下去 飘飘欲仙 神兽化形 怎么回事 皮和修都惊慌地 看着自己身上的异样 小熊猫和松鼠 慌张了起来 这 这酒该不会有 有什么问题吧 夏北辰和叶云星 也是大惑不解 他们和两个小动物喝了 也没有什么异样 难道这酒 对你们神兽有副作用 叶云星不解地说道 说着 他打了一记星辰之力 想帮缓解一下皮修的状况 结果 被反弹了回来 叶云星急忙将星辰之力一收 化解了反弹 你们现在是什么感觉 夏北辰急忙问道 皮回道 飘飘欲仙 啥 夏北辰无语 叶云星则双手捂住了 那绝美的脸蛋 不过 纸锋录得大大的 然后他说道 难不成你们呆会样 见状 皮满脸黑线 急忙解释道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 我真的飘飘欲仙 夏北辰尴尬道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不过 话音一落 皮和修 就真的漂浮了起来 大约两米多高的时候 一道光滑出现在了他们的身上 像极了人类修饰 晋级时的那样子 就在夏北辰 他们大惑不解之际 光滑散去 赫然露出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看起来 约某三十来岁的样子 男的长得还算帅气 只是比夏北辰差了几分 倒是有几分大叔的气质 女的长得风姿绰约 身材和叶芸芯差不多 而且颇有成熟女人的韵味 看到这一幕 夏北辰和叶芸芯面面相去 小熊猫和松鼠惊讶到 这是 画行了 没错 皮和修 画行了 皮是公的 所以画形成了男人 修是母的 所以画形成了女人 当然 并非是光秃秃寸缕不着的 而是 都穿了一套青铜色的服饰 乍一看 还真跟钱有关系 也比较符合皮修的身份了 一会后 皮修缓缓地落在了地面 然后转了转身子 可喜可贺啊 叶芸芯拱手道 二位以后 就可以人类的模样 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皮修点头 齐声道 这倒是方便了很多 想了想叶芸芯说道 他日重回天玄宗的话 你们二位 就做我天玄宗的护宗长老吧 皮修没有拒绝 当场答应了 而夏北辰 此时从惊讶中回过了神来 拿出了 无尽领域百科全书 迅速在目录也找到了影视片 看到了醉仙酿 翻到了对应的页面 看了一会后 夏北辰恍然大悟 江书递给了叶芸芯 皮修凑了过去 一起看了起来 夏北辰说道 原来这醉仙酿 具备可以让神兽化作人形的功效 不过 前提是 神兽的年龄在三千年以上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皮修 二位 你们年龄 皮修同时伸出了一个巴掌 夏北辰道 五千岁 皮修点了点头 修解释道 我们神兽三千岁成年 五千岁 还是算青壮年啊 夏北辰笑道 是是是 没人说你们老 既然你们化行了 何不也像叶小蜜那样 取个名字 叶芸芯建议道 皮兴奋地说道 好啊 行走江湖 总得有个名字才行 修也说道 到时候去踢馆 报上名字 多拉风 想了想 夏北辰给皮取了一个名字 皮大哥 你要不叫皮皮虾 皮皮虾 皮给他丢了一个白眼 那不是海鲜吗 不行 还不如叫皮一下呢 夏北辰立马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皮一下不错 那样的话 修大姐就叫很开心吧 皮修对他无语了 夏北辰收敛了不正经 认真地看了下叶空 然后说道 要不 披星戴月 叶芸芯试着念了一遍 披星长老 戴月长老 怎么样 夏北辰问道 不错 皮修回道 就这样 皮修同意了这个名字 皮更是有模有样地跟修说道 以后 我们去踢馆 你和我报名字的时候 来上一句 披星戴月在此 而等萧小 还不速速归降 修单手插腰 回应道 托 我们也想要一个名字 这时 小熊猫和松鼠 纷纷举起了双手 请夏北辰赐名 夏北辰指着松鼠 你就叫小松吧 至于小熊猫 它要是换熊的话 夏北辰会毫不客气地 叫它干脆面 未等夏北辰想好了 它就自告奋勇地说道 我这么可爱 要不我叫小可 嘿 夏北辰轻轻地拍了下 它的小脑袋 小家伙 你还挺自恋啊 行吧 那就叫你小可 好的 小熊猫开心地接受了 给自己取的名字 看了一眼它手中的 无尽领域百科全书 小熊猫和松鼠 似乎明白了夏北辰的身份 那你一定是我们的 无尽领域的主人了吧 没错 以后我们叫你主人 说着 他们看向了叶云星 这位漂亮的姐姐是 夫人 夏北辰介绍道 两个小家伙 立马恭敬地喊了一声 见过夫人 叶云星害羞地 脸色微红 没有拒绝这个称呼 以后 你们帮忙打理下那些楼阁 可以找其他小伙伴一起 和之前对蜜蜂一样 他取出了一只 装有灵液的白玉瓶 这是可以帮你们提成到 零五近初期 具备一定修为的灵液 送你们了 小熊猫和松鼠兴奋地喊道 谢谢夫人 叶云星笑道 先别线那么快 你们主人 还有事要问你们呢 嗯嗯 他们点了点头 接过了白玉瓶 看向了夏北辰 夏北辰招呼他们 继续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一边吃喝 一边聊天 小可 小松 你们没有其他同类了吗 夏北辰问道 没有 小熊猫挠了挠后脑勺 说道 我好像最开始并不是这里的 但我来自哪里 已经忘记了 松鼠答道 我也是 我还没在这里 见过其他松鼠呢 那你们记得 自己来这里多少年了吗 小熊猫和松鼠想了想 然后齐声说道 十年 十年 是啊 我们这十年来 一直是这个模样 既不长大 也不老去 那这无尽领域 是谁打造的 是 第060章 嘴平不平 是一事不就知道了 实不相瞒 我们也不知道 听到他们的回答 夏北辰愣了下 一点印象都没有 松鼠回道 我当年被一头猛兽追杀 逃跑的时候 摔下了悬崖 醒来之后 就发现在这里了 说着 他竖起了两吨手指 你们二位是我来这里之后 首次见到的人类 小熊猫撇了撇嘴 说道 你起码还记得自己来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是一点都不记得了 松鼠接着说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来这里之前 是不会说人类语言的 可到了这里之后 竟然会说了 小熊猫点头道 对啊 说来也奇怪 我们并不像 披星待遇二位神兽前辈 到达了一定修为后 就可以说人类的语言 夏北辰猜测道 如此说来 应该是帮你们弄到这里来的人 通过什么方法 让你们会说人类的语言 叶云星蠢撕了下 然后说道 或许 是那人想要这的主人 和你们沟通起来 畅通无阻 小熊猫和松鼠微微点头 不排除这个可能 夏北辰这时看向了松鼠 所以 你记得自己来自哪里吗 我也记不清楚了 松鼠遗憾地说道 看他们的样子 也不像是撒谎 算了 谁打造的无尽领域 他们是从哪里来 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这些问题 相信有朝一日会知道的 对于无尽领域的事 夏北辰也查过了 系统方面现有的资料 可惜并没有找到相关的 还不如 无尽领域百科全书的信息权 想了想 夏北辰换了问题 你们平时都喜欢 跟哪些小动物打交道啊 那群蜜蜂啊 没了 这倒是让夏北辰有些意外 因为这里的环境那么好 按理说 形成多个生态系统 都不成问题 小熊猫说道 反正我们所能触及的范围 并没有发现其他小动物了 也许很远的一些地方 会有 夏北辰看了一眼 远方层次分明的山影 看来改天得去探探险了 那到时候 请主人上我们吧 小熊猫请求道 好 夏北辰没有拒绝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伙把菜吃完了 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夏北辰起身 看着不远处的建筑群说道 云星 今晚我们就在这里住吧 好啊 叶云星立马答应 哥 小熊猫和松鼠打了一个宝格 主人 夫人 我们两个吃的有些宝 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我们去散散步 消化消化 我们也去 皮羞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后 说道 我们刚化人形 要熟悉熟悉一下 很明显 都是不想打扰夏北辰和叶云星的 随即 皮羞让两只小家伙 爬上了他们的肩膀 便带着他们兜风去了 有货 小熊猫和松鼠 开心到迎风大喊 不一会儿 两只神兽就带着两只 小动物走远了 而夏北辰和叶云星 来到了建筑群的主店 主店有两层 尚书北辰阁 看来它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 叶云星一边看着牌匾 一边对夏北辰说道 看样子似的 夏北辰说着 便再次拿出了 无尽领域百科全书 找到了建筑片里的北辰阁 第一层是厅堂 第二层是房间 而它的后面 有一座一层的屋子 依山而建 名曰 荣水居 有着芙蓉出水之意 里面 有一个温泉池 至于夏北辰的一些东西 则存放在了万物阁 包括之前在万人宗境地 搜刮来的七层楼的东西 北辰 我们去泡个温泉吧 在一旁一起看着资料的叶云星 看到荣水居后 提议道 依你 将《无尽领域百科全书》放好后 他带着叶云星来到了荣水居 看着一汪温泉 夏北辰忍不住说道 想起了前天山洞里的事 叶云星立马羞红了脸 夏北辰眉头一挑 贼兮兮地说道 前天是你硬上弓 今天 嘿嘿 笑声响起 下一刻 叶云星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坏蛋 你跟谁学的脱衣手法 动作如此之快 当然 是跟我的女弟陛下了 平嘴 嘴平不平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啊 接着 哗啦的入水声响起 云星 入水后 夏北辰观心地问道 昨晚还疼吗 叶云星看着他 柔声回道 那已经是第二次了 自然是不疼了 难怪人说 一疼 二紧 三舒服 什么歪脸 一顿半嘴后 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当一切归于宁静之时 夏北辰和叶云星 已经回到了 北辰阁的二楼房间里 寂静的夜晚 让他们很快变入了水 当他们再次醒来时 发现朝阳已经升起 从窗户 投洒了一米阳光进来 起床后 两个人精神抖擞地 去西边洗了一把脸 皮修 则天刚亮 就在西边打起了座 见夏北辰和叶云星 过来洗脸 便结束了打坐 皮星笑着说道 二位 看精神这么好 想必昨晚 是度过了一天 愿听差遣 笑全马之劳 小二的声音适时地传来 好嘞 那桌客人 立马转头朝夏北辰看了过来 和夏北辰的视线 对视在了一起 随即 那桌的客人纷纷起身 对着夏北辰拱了拱手 多谢兄弟 随即 刚才卖关子的那位男子 也对小二喊道 小二 来几坛酒 好嘞 小二开开心心地应了一声 便去准备了 卖关子的男子问道 不知道二位可否赏脸 一步我们这桌 夏北辰端着面走了过去 叶云星随即跟上 最后 夏北辰坐在了那男子的身边 而叶云星 坐在了一位女子的身边 并挨着夏北辰 对方一共四个人 两男两女 都是年轻人 修为跟夏北辰也差不多 在下宋明 不知兄台贵姓 刚刚那男子问道 免贵姓夏 双字北辰 夏北辰回道 那这位便是夏兄的红颜知己了吧 男子看向了叶云星 小女子叶星辰 叶云星想了一个名字后 便自己回答了 见过叶姑娘 林明随即对叶云星 另一侧作者的女子介绍道 这位是我二师妹 齐轩 她旁边的是三师妹 梁晴 剩下的这位 则是我的小师弟 陈鱼 没想到 他们的名字都是日字旁 都有光明的意思 而宋齐良辰 更是让夏北辰 想起了南朝四个朝代 几个人介绍完毕 一一问了声好后 小二刚好端着肉和酒上来了 互相敬了酒后 夏北辰问道 对了 刚刚宋兄的官子 可说了不 哈哈 没问题 宋明说道 我也是今早才知道的消息 说着 他往四周看了看 确定没什么人关注这边后 然后说道 清兰宗昨天不是被一群散修围攻了吗 双方死伤惨重 但是清兰宗更惨 所以 降了 降 夏北辰还没惊讶 他的师弟师妹 倒是惊讶了 宋明点头道 是啊 从此以后 清兰宗愿意听从悬赏令令主差遣 笑全马之劳 听到这里 夏北辰和叶云星互相看了一眼 不过彼此脸上都显得比较淡定 但是 内心却是欣喜的 因为 又解决了一个麻烦 那悬赏令令主是 何方神圣啊 小师弟陈云 好奇地问道 这谁知道呢 哪怕是 接了悬赏任务的人 都不得而知 这是规矩 宋明说道 也是 陈云点了点头 齐轩也问道 这清兰宗 虽然是几大派中的吊车尾实力 但怎么可能连一群散修都支不住啊 宋明白手道 因为散修去了好些练神境的 而清兰宗 只有宗主陆宇亭是练神境 自然是招架不住的 夏北辰也是有模有样地加入了话题 看来 清兰宗是得罪了什么人 宋明说道 能悬赏出这样的任务 背后之人 恐怕不简单 非富极贵 小师弟陈云说道 那看来赏金不少 早知道 我们也是捞一捞油水 嘻嘻 良情笑道 就我们这修为 还是算了吧 去了都是宋人头的 四个人中 作为师兄的宋明修为最高 是为灵丹静初期 剩下的齐轩 良情和夏北辰一样 都是灵动静初期 至于他们的小师弟陈云 则更低了 灵聚静大圆满 不要妄自菲薄骂 修为低 也有修为低的好处 说不定能简陋 夏北辰笑了笑 随即问道 对了 宋兄 你们出自河门河派 夏兄 我们无门无派 师父乃一散秀 所以我们算上师父 他老人家 就五个人 宋明伸出了手掌 打开了五根手指 此番下山 是师父让我带 三位师妹师弟游历的 夏北辰微微点头 挺好 无拘无束 哪里哪里 宋明白手道 我看夏兄和叶姑娘 才是无拘无束 如同神仙眷侣 让人献煞 哈哈 宋兄过奖了 六个人就这样聊着聊着 半个时辰后 便吃饱喝足了 看了时间 也该离开了 宋明带着师妹师弟们站了起来 江湖路远 夏兄 叶姑娘 我们后会有期 莫及 夏北辰没有急着和他道别 而是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几只白药瓶 其中有就自己炼制的养心丹 只不过 是一品的 除此之外 还有从万人宗 带出来的一些二品 三品丹药 既然相见 也是有缘 所以这些丹药 你们拿着 相信会对你们有帮助的 宋明一听 急忙摆手道 使不得呀夏兄 如此贵重的东西 我们收受不起 叶云星在一旁柔声笑道 你们就收下吧 他不缺丹药 莫非夏兄是炼药师 宋明投来了惊艳的目光 夏北辰则笑而不语 见状 宋明拱了拱手 既然比如 我等就不客气了 多谢夏兄妹业 说着 他让师妹师弟们 收下丹药 随即他让齐轩拿出了两份东西 递到了夏北辰和叶云星的面前 两个人一看 发现是千纸鹤 齐轩介绍道 这是我们特制用来探查敌情 或追踪目标的千纸鹤 只需要传输灵气 并在心里描述下目标特征即可 不管是近在直使的目标 还是远在五十里外 都不成问题 夏北辰和叶云星眼前一亮 随即也不跟他们客气了 到了一声谢后 收下了这份不得不说很给力的礼物 就这样 双方交换了礼物后 才正式道别 宋明带着三人往北走 夏北辰和叶云星往南走 离开了清禾郡 两个人玉空飞行的速度不算快 也不算慢 云星 你昨天说要先个地方吗 夏北辰看了一眼叶云星 叶云星回看了他一眼 我感觉 你应该有事要先处理 看来瞒不过你啊 嘿嘿 夏北辰指着前方 先去清禾郡城外百里 好 于是 两个人加快了速度 不一会就来到了百里外的 一座凉亭处 刚一落地 就飞来了一只鸽子 夏北辰接住了鸽子后 看到了鸽子腿上绑了一个小竹筒 解开了绳索 取下了小竹筒 夏北辰便让鸽子飞走了 叶云星好奇地问道 还有人给你飞鸽传书 嘻嘻 夏北辰笑着拧开了小竹盖 将里面装着的纸条拿了出来 并展开 第062章 角色宗主归祥 纸条不大 只有寥寥数语 令主 事情已经办妥 似是一刻 长亭剑 这 便是纸条上写的内容了 叶云星已经明白了过来 这是参与围攻青蓝宗的散秀之一 给他的飞鸽传书 看了下系统时间 正好是40 也就是24小时至的上午9点整 距离约定的时间 还有15分钟 夏北辰将纸条毁灭后 便和叶云星一起 走进了亭子里等候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长亭 是设在城外路旁的亭子 方便路过的行人歇脚 也是人们送行化别的地方 坐下后 夏北辰拿出了一块面具 这块面具 是出城之前 他在街边买的 毕竟 悬赏令令主的真实面目 可不能让他们看到了 以免以后节外生枝 夏北辰之前的悬赏 令是发在清禾郡黑市里的 赏金已经托付给黑市 至于手续费 也是交过了 悬赏令上 夏北辰交代清楚了两个方向 清兰宗要么灭亡 要么归降 没有第三条路 如果灭亡了 就不用向他交接了 直接去黑市 按照登记的名号 去领赏金即可 如果归降了 那夏北辰将亲自来交接 完事后 他们再去黑市领取赏金 行走在江湖 都是靠诚信立足 黑市有黑市的规矩 不过 黑市有规矩 参与任务的就难说了 里面不乏正人君子 但也不乏小人 所以 安全起见 夏北辰让叶云星 以恋神镜大圆满的修为 相伴他身后 并和之前一样 戴上了面纱 不过 今天的面纱不是白色的 而是和他衣服同色 这样不以真实身份 是人的目的 就是待会交接时 不暴露出身份 尤其叶云星 需要帮他镇住万一旗歹义的人 否则 像夏北辰这样修为低的令主 搞不好会成为 他们的第二个目标 而之所以让叶云星 将修为隐藏到 戀神镜大圆满 而不是洞天镜 也是因为不暴露 他的真实身份 经过了狗家的没落 万人宗的灭门 玄清宗的清洗 恐怕他进击到洞天镜的消息 已经被透露出去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低调点为好 要知道 活动在江湖中的洞天镜修 一波人出现在了夏北辰 和叶云星的视线里 为首的是一位 恋神镜后期的男子 他的身后 跟着几位统一服饰的男女 趁他们还未走近 叶云星便说到 统一服饰的那几个人 走在前面端着东西的 就是清兰宗的宗主 陆雨婷 夏北辰看向了陆雨婷 外表清冷 面容娇好 身材也是S型 玲珑有致 和叶云星一样 也算得上是角色美女了 不过 梅雨婷 似乎有些不服气 她身后的两位女子 左边的是她的师姐 右边是她的师妹 那两位男的是她的师叔 叶云星接续介绍起来 他们都是清兰宗里 地位最高的四位长老 夏北辰微微点头 明白 不一会 一行人走到了长亭边上 不知二位哪位是悬赏令令主 那恋神静后期的男子拱手问道 叶云星往后退了一步 站在了夏北辰的身后侧 这样 两个人的站位 便主次分明了 夏北辰按照规矩 拿出了黑市给他的令主证明 抛向了这名男子 男子接住后 和几位同伴查看了一番 确认是真的后 对着夏北辰再次拱手 见过令主 夏北辰走出了长亭 诸位辛苦了 接了悬赏令的诸位散修 齐声回道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随即 为首的男子说道 令主 青蓝宗宗主陆雨亭 率其四大长老 携宗主之印前来归降 不同的门派 象征掌门身份的物品 也不一样 青蓝宗的是宗主之印 有点华夏古代的玉玺 而玄清宗的是一块 玄清色的玉制令牌 至于天玄宗 则是如今夜云星使用的 新玄剑 新玄剑 是天玄宗宗主的身份象征 若宗主在外不幸允命 新玄剑会化作点点星光 飞回天玄宗 以传下任宗主 至今还未有人将他拦截成功 因为 拦截之人 非死极惨 抬眼看了一眼 夏北辰和他身后侧站着的叶云星 陆雨亭有些思想上的出入 他万万没想到 围攻他们青蓝宗的幕后之人 竟然是灵动静初期的修士 而不是他身后的那位女子 难道 这男子有什么过人之处 就在他心里嘀咕之际 夏北辰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陆宗主 可是真心愿意归降 面对夏北辰的问话 陆雨亭眉头微皱 夏北辰复首于身后 表情则十分严肃地说道 犹豫了 那就不是真心的了 咬了咬薄唇 陆雨亭说道 令主 只要你答应不屠杀我宗门弟子 我便真心归降 如今青蓝宗还剩多少弟子 夏北辰问道 五百不到 陆雨亭回道 五百不到 比玄青宗好不到哪句 你敢保证 他们都是真心归降 夏北辰又问 陆雨亭回道 如果有人有二心 我将亲手斩杀 这可是你说的 夏北辰郑重地说道 我答应你 多谢令主 陆雨亭随即担心 跪在了他面前 并将盖了一块 红色布的托盘抬高 从刚才恋神晋后期的 男子的话中 夏北辰就知道 这托盘上 放着的事便是宗主之印了 伸手将红布拿掉 夏北辰看到了 托盘上果然放着一方 纯精打造的拳头大小的印 上面雕刻了 青蓝宗的徽镖 拿了起来 发现这方印灵气充沛 看了一眼底部 刻着青蓝宗主之印 六个字扬文 满意地点了点头 夏北辰将宗主之印 放回了托盘 既然你真心归降 那这宗主之位 你继续担当吧 陆雨亭一听 惊讶地抬头 看向了夏北辰 你 夏北辰说道 我对你们青蓝宗的 宗主之位不感兴趣 但日后小事你做主 大事需和我商议 由我做主 回过神来 陆雨亭回道 是 卫表忠心 你们把这丹药服下 夏北辰取出了五枚丹药 要是哪一日 你们背叛了我 那他将会让你们 第06三章 留在他身边 去而复返 夏北辰说到关键之处 话音一停 停顿了一小会后 他才继续说道 穿肠烂肚 哪怕是仙人 也就不回你们 陆雨亭和四大长老一听 身子不经一震 好一会走 四大长老犹豫地 看向了陆雨亭 踪拙 陆雨亭再次轻咬了薄唇 似乎也在犹豫 不过很快 他就伸出了手 去拿住了白玉瓶 给自己倒了一枚出来 二话不说 就放入了嘴里 入口即化 夏北辰满意地拍了拍手掌 很好 健壮 他的两个师姐妹 和两个师叔 也不再犹豫 同样一人一枚服下了丹药 随着他们服下了丹药 夏北辰看向了那些散修 诸位 此次任务算是圆满完成 你们现在即可到黑市领域赏金 多谢令主 伞修们对他行了一礼 便纷纷道别离开了 一切 正常 剩下陆雨亭等五人 夏北辰说道 你们也回去吧 不料陆雨亭却是对四位长老说道 二位师姐妹 还有二位师叔 你们先行回去 稳定下宗门的弟子 接着 看向了他的师叔 将宗主之印递给了他 二师叔 宗门事务 就先由您赞管 四位长老一听 急忙齐声问道 宗主 你呢 陆雨亭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 而是看向了夏北辰 对其拱手道 我想留在令主身边 夏北辰倒是一愣 不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 不过 还是问了出来 陆宗主 莫非是想找个机会做掉我 陆雨亭也耿直 直言道 实不相瞒 我刚见到你的时候 确实有这个想法 因为 让我青蓝宗有今日之耻的人 竟然只是个灵动静初期的修士 夏北辰瞥了他一眼 所以 你不服事吧 不服 我也不甘心 陆雨亭松开了手 倔强地看着他 说道 你之前的神情 写着满脸的不服了 夏北辰嘴角一撇 又道 所以 为了你的青蓝宗 还能存活在世 你就好好习惯这份不服 甚至将它化为忠诚吧 陆雨亭双肩耸动 但没有接话 毕竟 能有今日之耻 也是他的实力不足 才给了人家有机可乘 因此 他心里的多多少少 也有着对自己的不争气的恨意 夏北辰问道 你真的不回去 陆雨亭摇了摇头 随即夏北辰看向了叶云星 你能不能留下 还是问问他吧 陆雨亭抬眼看向了叶云星 面带杀惊 只能看清楚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炯炯有神 而且透露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 这位是 陆雨亭不解地问道 叶云星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是回到了刚才夏北辰和陆雨亭的问题上 既然陆宗主想留下 那便留下吧 这倒让夏北辰差点没反应过来了 他觉得叶云星百分百会拒绝的 没想到 却是同意了 急忙传音问道 云星 为什么让他留下来啊 你之前不是说 想把几位女宗主 都收入囊中吗 叶云星反问道 现在 你轻而易举地收拾了他的宗门 他有主动要求留下 不正好吗 那不是你开玩笑的吗 夏北辰无语地回道 别紧张 叶云星语气中带着笑意说道 清兰宗虽然比不上万人宗和玄清宗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留他在身边 还能起到监视作用 避免清兰宗作妖 这 夏北辰犹豫起来 不用犹豫 答应他就是了 有什么事 有我在呢 我就不信镇不住他 叶云星自信地说道 好 夏北辰不再犹豫 看样子 叶云星是想把陆雨亭当成人质了 毕竟清兰宗不像玄清宗那样 是因为欠着人情 这种直接被打敷的宗门 哪天反弹了都有可能 就在夏北辰即将拍板 同意陆雨亭的时候 叶云星的话传来 你给他们服下的丹药是什么啊 真能让他们在背叛的时候 穿肠烂躲 夏北辰否认道 不是 我还没有炼制毒药呢 万人宗那搜刮来的 也没见这种效果的丹药 那是什么 叶云星好奇 嗨嗨 就是普通的疗伤丹罢了 夏北辰一本正经地回道 这真有你的 唬人还唬得挺像那么一回事 说着 叶云星提醒道 好了 你尽管答应他即可 随后 夏北辰和他结束了传音 对陆雨亭说道 既然他没意见 那你就留下来吧 陆雨亭点头道 嗯嗯 宗主 四位长老叫了下他 他回过头去 说道 你们回去吧 见他铁了心要留在夏北辰身边 四位长老便不再多言 告别了他们之后 就离开了 师叔 师姐 你们说 宗主会不会是对人家一见钟情了 陆雨亭的小师妹 很是不解地挠了挠头 你刚刚怎么不问宗主呢 师姐笑道 我哪敢问呢 小师妹弱弱地回道 不要忘家猜测 三师叔说道 宗主留下 想必有他的道理 只有等时间去解答了 这时二师叔说道 也不知道青蓝宗 为什么会被那名男子盯上 我们宗门最近又跟别人结怨吗 三师叔眉头微皱 结怨 二师叔眉头微皱 思索了片刻后 他猛然睁大了双眼 莫非 四个人同时惊呼了起来 好一会 二师叔才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都怪我没有劝见好宗主 让他受了你五师叔的蛊惑 才与那人结怨 现在好了 你五师叔生死盗销 青蓝宗也遭遇了大变故 二师叔 五师叔他 两位失职问道 嗯嗯 二师叔看着远方 微微点头 心中则是无限感慨 长亭边上 陆玉婷犹豫了一下 然后问道 可否告知我 你们的真实身份 夏北辰不答反问 理由是 陆玉婷说道 我想知道 我青蓝宗是败于何人之首 告诉你也无妨 夏北辰正准备说的时候 忽然远处来了一拨人 一看 竟是那些散修有小半人数 去而复返 第064章 没事 我邀好 他们怎么回来了 夏北辰眉头微皱 怕是动机不纯 陆玉婷猜测道 又要打架了 叶云星活动了下筋骨 很快 去而复返的人 就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总共有十个人 五个练神镜 三个灵海镜 两个灵渊镜 不知几位兄台回来 所为何事 夏北辰看着他们 问道 为首的 依然是那练神镜后期的男子 只听他回道 想问候下令主 当然还有这两位姑娘 哦 夏北辰眉头一挑 问道 是用手中的刀剑来问候 令主所言即是 对方回道 夏北辰指了指身边的叶云星 你们打得过他 对方不屑地说道 双拳难敌四手 我们五个练神镜 难道还打不过两个练神镜 陆宇婷也是练神镜 在练神镜初期 所以 夏北辰这一方 目前有两个练神镜 不过 对方却对陆宇婷说道 陆宗主 要不和我们一起联手 把他们两个人宰了 他扬剑指了指夏北辰 此人财大气粗 多夺了他的财富 这样 你的青蓝宗也能复兴 说不定还能成为天玄宗那样的巨博 陆宇婷说道 你这个建议不错 不过 话音未落 一道残影朝对方掠了过去 下一刻 刷一声 一名林海静的伞修 便身子猛然一顿 当大家反应过来时 那林海静的伞修 走往地上一抖 没想到 陆宇婷一见 就把这林海静的伞修 给抹了脖子 这让夏北辰和叶云星 都感到一丝意外 杀法果断 不拖泥带水 陆宇婷正好收拾 且说道 你们难道 忘了自己昨日 才把我清安宗打残 你 为首的男子火冒三丈 给你机会不要 那待会 我要好好地折磨你 尽管放马过来 对方高出自己两个层级的修为 陆宇婷也依然是丝毫不虚 陆宗主 你刚才不是想知道我们的身份吗 这时 叶云星上前了两步 那现在我就让你知道 我的身份 说完 接掉了面前的面纱 然后恢复了真面容 不过 最先惊讶过来的事 不是陆宇婷 而是对面剩下的九个伞修中的五个恋神静修士 看到恋神静的同伴们露出了惊讶之色 其中一位凌云静修士好奇地问道 这女的是 叶云星 一位恋神静初期的同伴回答了她的问题 叶云星 传说中的北玄女帝天玄宗宗主 两位凌云静修士张大了嘴巴 惊讶道 为首的男子回过神来之后 说道 传闻你不是被几大门派联合打败了吗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刚才那位恋神静初期的伞修接着说道 所以 你们想灭青蓝宗 是为了打击几大门派联合一事 你们的问题 不觉得有点多了吗 叶云星毫不客气地 朝那五个恋神静的伞修 释放了新光复 瞬间将他们笼罩在了光木牢笼里 不好好 去黑市林赏金 却想着回来打劫令主 那今日 我就让你们人才两空 叶云星话音一落 不再隐藏修为 动天静 除了夏北辰 包括陆雨婷在内 都惊呼了一声 陆雨婷紧紧地咬着自己的薄唇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和叶云星的差距 这么大 自己当初听从了武士书的建议 选择了与天玄宗的封信子 万刃宗 玄青宗等门派联合 现在看来 简直是异想天开了 而万刃宗的覆灭 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叶云星做了一个收拢的手势 那光木牢笼 迅速往中间收拢 五个恋神静的伞修 如同被施展了定身术一样 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光木牢笼来越来越小 最后 几声惨叫传开 他们就像五只小蚂蚁一样 轻而易举地被叶云星给捏死了 啥都不上 散修的资源 如何跟宗门比 所以 身上的绝技有限 要是某个宗门的五个恋神静放在一起 叶云星恐怕还没法一招毙命他们 这才一个照面下来 就先后损失了六个人 剩下了四个人 两个灵海静 两个灵圆镜 此时此刻 他们浑身都在发抖 更是欲哭无泪 一个灵圆镜的伞修 扑通地跪了下来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叶宗主饶命 叶云星收回了心弦剑 对方心中输了一口气 不料叶云星却是说道 陆宗主 最高修为的五个未经解决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放心 一个不留 陆雨婷嘴角一撇 擒着剑便掠了过去 跪在地上的灵圆镜伞修 首当其冲 他的表情还停留在输出 一口气势的样子 随即倒向了一边 没了气息 剩下的三人 转身拔腿就跑 不料他们的面前 忽然拔地而起了一道 山字形的石墙 这是青蓝宗标志性技能山蓝 作用就是切断敌人的后路 或者释放者 用来防御敌人的进攻 见后路被堵死 三人浑身哆嗦着 转过身来 跪地求奶奶告姥姥的 呵呵 我先做个选择 没 没有不妥 陆雨婷将身份牌 还给了夏北辰 所以 青蓝宗的事 你是不是更加不服了 夏北辰接回了牌子后 说道 悬赏令是我发的 这与云兴无关 至于为什么要针对你们青蓝宗 恐怕你比谁都更清楚 陆雨婷身子一顿 一会后 他看向了一旁的叶云兴 叶云兴则往前走去 相比万人宗 你应该庆幸 青蓝宗的招牌还在 陆雨婷跟了上去 那叶宗主 为什么不向万人宗那边 灭了青蓝宗 叶云兴瞥了他一眼 因为 我觉得 你们像玄青宗那样 还有救 玄青宗 陆雨婷眉头一皱 玄青宗莫非也 叶云兴收回了目光 说道 跟你们青蓝宗现在的处境差不多 不过 已经迷途直返 不久之后 就会恢复元气 陆雨婷急忙加快了步伐 站在了叶云兴的面前 抱歉 叶云兴脚步一停 陆宗主 可是为 参与了陷害我一事而道歉 是 陆雨婷直接了当地回道 叶云兴看着他说道 据我所知 你是一位心思缜密之人 陆雨婷接道 出掌宗门 心急了些 总想着做出点什么 你现在倒是耿直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叶云兴拍了拍他的肩膀 另外 你那武师叔 已经赔了性命了 这事就让他过去了 陆雨婷的武师叔 便是之前追踪叶云兴 和夏北辰到山洞附近 结果被叶云兴 给击杀了的林丹靖高手 松开了手 叶云兴问道 对了 我那宗主之位 可能已经被叛徒 给占据了 所以 我现在不一定是 天玄宗宗主 还有他 他看向了身后的夏北辰 都是天天行走在 刀尖上的亡命之徒 你确定 要留在他身边 陆雨婷也看向了夏北辰 不 我不是留在他身边 叶云兴问道 哦 反悔了 不反悔 陆雨婷坚定地说道 因为 我是留在你们的身边 另外 多一个人 打架时候 不就多了一个帮手 叶云兴露出了微笑 有道理 不过 你知道 我们即将去哪里吗 陆雨婷回道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是南辩 叶云兴笑容不减 确实没猜错 陆雨婷说道 正好 我也要去南辩 哦 我想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哈哈 叶云兴笑了起来 一会后 说道 既然目标一致 那自然是可以同行的 这时 夏北辰走到了 他们二位的面前 爱以后吃饭住宿 得掏多一分钱了 说完 他朝前走去 喂 叶云兴叫了一声 然后提醒道 往这边来啊 夏北辰脚步急忙一停 回看了他们一眼 发现他们 已经左拐 接着欲空而行 夏北辰看着他们不计前嫌 逐渐远去的背景 感叹道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我看两个女人 也成搭成一台戏了 一个时辰后 三个人来到了 一处僻静的谷地 虽然现在是秋天了 可这里依然如春天般 鸟语花香 生机勃勃 没有丝毫的颓败感 甚至 连落叶乔木都没有几颗 叶宗主 为何先来这里 站在了谷地入口处 陆雨亭好奇地问道 叶云兴看了一眼夏北辰 自然是为他而来 陆雨亭自信地说道 那我这个帮手 派得上用场了 听着他们两个云里 来雾里去的对话 夏北辰便不解 这地方干嘛的 你觉得 这地方是干嘛的 叶云兴不答反问 药谷 夏北辰左右看了看 虽然花花草草不少 但没发现一株 可以炼药的药草 待会你就知道了 叶云兴迈起了关子 这时 一道魂后的声音传来 何人来此 叶云兴 陆雨亭 二位美女 先后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另一位莫非是笼子 或哑巴 那魂后的声音 再次传来 不用想 这句话 说的就是夏北辰 夏北辰对着谷内说道 回这位瞎子 在下既不是哑巴 也不是笼子 而是夏北辰 叶云兴和陆雨亭 急忙扭头看向了他 两个人的表情 都有些扭曲 因为 他们没料到 夏北辰会这样回答 回过神来 叶云兴问道 你知不知道 这谷主是谁 夏北辰耸了耸肩 谷主不就是谷主吗 不也跟我们一样 长着一双眼睛 两个鼻孔 莫非多长了一只 谷主不悦的声音传来 小友 这里不欢迎你 你走吧 竟然吓起了逐克令 夏北辰继续朝里面喊道 瞎子 你猜我是走 还是不走呢 不走 我就赶你走 说着 一声剑鸣传来 接着一把遍体火焰的剑 朝他击飞而来 结果 被他轻而易举地躲开了 剑一击未得手 便调转了方向 继续朝他攻击 然而几招下去 都被夏北辰给躲开了 刷 四道光束 再剑四周出现 下一刻 剑竟是动弹不了 夏北辰赫然使用了 天玄宗的招牌技能之一 星光复 现在他已经是 灵动静初期的修为 所以 星光复使用起来 已经是得心应手 只是 威力上 还比不过叶云星 天玄宗之人 里面的谷主声音传来 看来 是你们叶宗主带来的了 叶宗主 你这属下 有些跳啊 叶云星眉头一挑 带着笑意说道 前辈说的是 所以还请前辈 您来给他点教训 夏北辰顿时满脸黑线 凑到了他耳边 笛声问道 有你这样坑亲夫的吗 好 里面回道 既然叶宗主主托了 那我就替你代为管教 这冒冒失失的属下 说着 他再次问起了夏北辰 再给你小子一次机会 走不走 等等 夏北辰从叶云星身边 往外的迈了一步 对着里面说道 等我一小会 我先做个选择 赶紧 里面催促道 而夏北辰 却是心中暗息 因为 系统也让他做了选择 第 检测到宿主正面临选择 宿主有以下两种选择 第066章 万物听我 一 立马拍拍屁股就离开这里 奖励 绝世功法一卷 待选择后 揭晓功法面目 二 既然来了 自走了之的道理 好羊毛 奖励 万物听我 除了人类 技能 实效两个实战 绝世功法是什么 没有明说 万物听我这个技能 貌似挺高大上 那就 悬二了 好了 夏北辰对着谷地里面喊道 小子 快说走 还是不走 里面的声音回道 自然是 不走 夏北辰坚决地回道 不走 那就休怪我欺负小辈了 是吗 那你可不要说 年轻人欺负你这个老瞎子 什么意思 就在对方疑惑之际 谷地里忽然响起了无数的剑名声 这是 里面的声音立马惊讶了 接着 不管是叶云星 还是陆雨婷 都看到山谷里 无数的剑带着剑光纵横交错地飞来飞去 就像脱缰了的野马 不受控制了一般 哎哟 我的房子 哎哎 我的毛测 我的雕像啊 夏北辰这时对叶云星和陆雨婷说道 你们不想进去看看 热闹吗 两位美女眉头青醋 不知道她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呀 不过 夏北辰话音一落 便朝谷地里走去 而且 一路走去 叶云星和陆雨婷 都看到两侧的花花草草 都悉数分出了些叶片 或者花瓣 朝她飞去 然后 半飞在她四周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花仙子下凡了 甚至一些蝴蝶和蜜蜂 都忍不住闻着卫飞了过来 叶宗主 她这 这是怎么回事 陆雨婷十分好奇地 凑到了叶云星的耳边 低声问道 她呀 叶云星嘴角上扬 笑道 她这人 不能用常理去看待 哦 陆雨婷眼睛指示着 走在面前的夏北辰 叶云星继续说道 因为 她不按常理出牌的 以后你就知道了 如此说来 我倒是更好奇了 陆雨婷心中嘀咕了起来 能让北学女帝都 心甘情愿跟着的人 定然有她的过人之处 不一会 夏北辰便来到了山谷的腹地 几栋茅草屋 已经是凌乱不堪 仿佛刚经历了暴风雨一般 那茅厕 更是炸了窝似的 没有了一点遮挡 好在坑比较深 没有把下面的东西 给炸上来 一位银发男子 正在哭丧着脸 大喊 快停下来 你们这些废铁 他骂的 自然是那一把把不同的剑 夏北辰看到了 这地方的剑 要比万人宗境地里 收藏的那些 要好上不少 不远处 有一个山洞 山洞前 有两把巨大的 看不出是什么材质的剑 交叉在这里 形成了山洞的门口 当然 洞口的一侧 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呢 被削去了一小节 不过还能看得清楚 上面刻着一个 大大的柱子 至于这石碑 为什么会被削去了一小节 夏北辰最清楚 见到夏北辰和叶云星 陆玉婷走了进来 男子转过身来 吹胡子瞪脸地 指着夏北辰骂道 好小子 这是不是你搞的鬼 看来真的是瞎子 夏北辰耸了耸肩 瘫了瘫手 说道 我都没干嘛 没干嘛 没干嘛 你赶进我零剑谷 原来 这里是零剑谷 传说中 铸造了不少绝世好剑的地方 难怪这里的剑 比万人宗境地里收藏得要好 幸好刚刚选了二 赚大发了 此时 银发男子从夏北辰的脸上 已经看到了一副老六的表情 还不快让这些废铁停下来 他跺脚说道 你骂他们是废铁 是把有脾气的剑 都不可能愿意停下来啊 夏北辰双手抱在身前 丝毫不为动地说道 你 气得对方满脸通红 随即怒道 那就休怪我对你 不客气了 随即他双手一展 远处的山头 瞬间清光直冲天穷 林剑阵 一声大喝 剑阴如同龙银一般 响彻山谷 不好 林剑阵 哪怕是通天进来了 都得忌惮三分 叶云星看着四周的山头的异样 便急忙对夏北辰说道 然而夏北辰依然是不为所动 还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并且 只说出来了两个字 莫慌 相对来说 陆雨婷倒是没有任何的慌张感 和夏北辰一样 他也比较淡定 甚至 他带着一副只好戏 我看定了的态度 毕竟 他对夏北辰的好奇心 又强烈了不少 喂 老瞎子 能不能加快点速度 夏北辰指着四周的山头 说道 你这什么林剑阵成形这么慢 就不怕别人快你一步 把你给揍了 狂妄小子 对方怒吓一声 林剑阵的几道清白光芒 终于汇聚成了一把巨大的剑 顿时 山谷狂风大作 可怜的茅草屋们 再也经不起这般折腾 西树被吹走了 夏北辰瞥了一眼茅侧的方向 然后对着一块大石头 就伸出了右手 那大石头 在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拔地而起 接着 被夏北辰指挥着 砸在了茅坑的上面 这样 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下面的东西 就不会飞上来了 陆雨婷伸出手 用衣袖遮在自己的面前 避免被一些茅草给吹到 叶宗主 这下公子的欲物能力 竟然到达了这般恐怖的地步 叶云星则在身外布了一道结剑 防止东西吹到身上 然后他看着夏北辰 说道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剑 剑状 陆雨婷也给自己加了一道防御结剑 此时 那把巨大的剑 已然朝夏北辰劈了下来 要不要帮他 陆雨婷看着那巨剑 真怕夏北辰 被他给劈成了渣渣 然而叶云星却是拉住了他的手 往外飞去了十几丈 看他那么自信的样子 铁定有应付的方法 所以 我们别给他添乱就行 哦 陆雨婷放下了对夏北辰的担心 但是和叶云星 站在了十几丈外的山洞洞口 夏北辰则左手插腰 右手对着向他劈来的巨剑 弹了弹手指 一圈波纹 朝巨剑飞了过去 不一会 波纹和巨剑相遇在了一起 哄 一声巨响擦船开 地动山摇 但是 却没有对周围的环境 造成破坏性的打击 反倒是 第067章 月姓都比他的超强发挥有规律 反倒是零剑阵该怎么来的 就怎么退了回去 一会之后 那把巨大的剑 也消失了 什么 这下子 不仅是那银发男子 还是叶云星和陆雨婷 都快要惊掉下巴 通天境都忌惮的零剑阵 竟然被夏北辰 给轻描淡写地化解了 你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谷主不可思议地看着夏北辰 结结巴巴地问道 不过 夏北辰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因此 夏北辰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爹 恭喜宿主用万物 听我成功将零剑阵化解 特奖励永久剑阵 零剑阵 即宿主可以凭自身修为的实力 释放一个小型版的零剑阵 来威慑对手 系统越来越厚道了 夏北辰嘴角露出了自信的弧度 随即对谷主说道 老瞎子 给你来个迷你版的零剑阵 什么 谷主眉头紧紧地拧成了结 他看到夏北辰双手结印 很快就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小型的零剑阵 零剑阵渐渐变大 将谷主笼罩在了清白光芒之中 一把虽然小了很多 但体型依然大的剑 由光芒汇聚而成 朝着谷主就劈了下去 剑释放出来的威压 将谷主身边的花草树木 都压弯了 倒是谷主还能坚挺着 只是衣服 在威压和气流的胶织下 用鼓风机吹衣服的时候还要夸张 不过 毕竟夏北辰的修为摆在这 要想给予谷主重击 显然是不可能的 谷主也不是坐以待毙之人 他的脚猛然踏了一步 浑身爆发出了一股能量 这能量 毅然将夏北辰释放出来的迷你零剑阵 给震碎了 最后 所有光芒退散 谷主是何修为啊 为何我查看不了 在山洞洞口那里 看戏的陆雨亭 好奇地问道 零剑谷的修炼体系不一样 所以无法查看也实属正常 叶云新说道 不过 我知道驻剑师分为三品 由低到高 分别是下品 中品 上品 先品 原来如此 陆雨亭微微点头 那谷主应该是先品了吧 叶云新看着远处的谷主 回道 当年我师父还在世的时候 就跟我说过 零剑谷的谷主 已经是先品驻剑师 陆雨亭说道 那确实该来这里 找一把适合的剑 不过 他看向了夏北辰 夏公子哪怕没有一把 撑手的剑 也能超强发挥啊 叶云新 则是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说道 他呀 也不是 每次都能超强发挥的 说到这里 他笑了笑 我们每个月的月姓 都比他的超强发挥有规律 陆雨亭一听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是得有一把防身的剑才行 嗯嗯 叶云新说道 这就是此行的目的了 零剑谷的剑都有灵性 一旦认竹 在剑主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会挺身而出 陆雨亭说道 不过 好建议找 但适合的可不一定了 叶云新看了一眼他 说道 有你这个帮手在 何愁找不到适合的 嘻嘻 区区灵动静修为 还是嫩了点 化解了夏北辰的迷你型零剑阵后 谷主得意地捋了捋 自己那不算长的白胡子 那 这个呢 夏北辰嘴角一撇 随即半飞在他身上的花草的叶子和花瓣 便朝谷主飞了过去 花里糊 谷主刚想把哨子说出来 却发现了不对劲 那得意的小表情瞬间凝固 定睛一看 舒尔一听 一群蜜蜂正在嗡嗡嗡地朝他飞过来 我去 谷主急忙扬起袖子就扇 企图扇走这些蜜蜂 但是 实在太多了 夏北辰从零剑谷入口处就开始招风影蝶 所以 这一路走进来 先不说蝴蝶引了多少 这蜜蜂都够呛了 哪怕谷主急忙在身外布了一道防御结界 还是由于慢了半拍 被折了不少下 老瞎子 这下服了吗 还要赶我走吗 夏北辰连续发问 不服 你给我赶紧滚 谷主气急败坏地回道 行 那我可要走了 夏北辰转身之后 有模有样地朝谷口的方向走去 结果 谷主就看到了自己谷内的剑 都跟着夏北辰往外飞去 这 这是要跟他一起滚蛋的节奏 谷主心在滴血 叶云星和陆雨亭面面相去 没想到 夏北辰竟然把零剑谷里的剑 拿捏住了 现在他更像是谷主 所有的剑都为他侍从 走了好几丈之后 谷主喝道 给老子停下来 然而 夏北辰没有听他的 依然朝谷外走去 同时看向了叶云星和陆雨亭 二位美女 不走吗 等蜜蜂来折你们 北辰 别闹了 叶云星飞到了他身边 说道 谷主可是先品住剑师 给他点面子撒 嘿嘿 夏北辰挑了挑眉 笑道 我也就做做样子而已 要是我真想走 刚刚就玉空飞走了 那 叶云星指了指天上 无数把飞剑 待会还给他 夏北辰说道 只是先陪着老顽童玩玩而已 说完 他停下了脚步 转回身去 这时陆雨亭走了过来 打去道 早知道夏公子有这本事 直接在零剑谷边上 悄悄找个地方 召唤这些剑出去 一把把挑了 现在倒好 跟个江阳大道似的了 嗨嗨 夏北辰清了清嗓子 如实说道 实不相瞒 我这只能坚持两个时辰 时辰一过 这些剑就不听我的话了 这 陆雨亭忍不住看向了叶云星 叶云星笑了笑 说道 是吧 我就说他的能力比我们的月姓还没规律 回过神来 陆雨亭问道 现在过去了多久了 夏北辰回道 半个时辰不到 好吧 还有时间 不过还是先看看 怎么解决和谷主的矛盾吧 陆雨亭看向了谷主的方向 发现他的脸蛋 已经肿起了好几个包 夏北辰对蜜蜂们 使用了万物听我的技能 很快 他们就飞散了开来 至于那些蝴蝶 早在他对谷主发起蜜蜂攻击时 就被他给放走了 夏北辰朝谷主走了过去 第068章 年轻人 你不讲武德 老瞎子 现在还敢不敢我走呢 夏北辰来到了他面前看了看 你这个年轻人 太不讲武德了 谷主见他把蜜蜂驱散了 便把身外的结界给撤掉 并且 一副哀怨的眼神看着他 夏北辰则从无尽领域里 拿了一枚丹药给他 老瞎子 这是解毒用的 服下之后 可以解除你身上的疯毒 该不会是更毒的毒药吧 谷主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毕竟他可不相信刚刚还大闹他灵剑谷的小子 一转眼就示好 不料夏北辰倒是直言不讳 是的 狠毒的毒药 服下之后 七天不能合眼 就这么一只眼睁睁地睁到死 谷主听后 浑身一哆嗦 怎么怕了 夏北辰一副 你是不是耸了的表情看着他 被他的眼神这么一刺激 谷主刷的一下就把丹药给夺了过来 然后放进了嘴里 入口即化 微苦 但过后还有点甘甜 很快 身上被蜜蜂遮过的包 就开始慢慢地消了 夏北辰又拿出了一枚丹药 说道 这没事给你止疼的 这一次 谷主没有狐疑 接过了丹药之后 就塞进了嘴巴里 同样是入口即化 见效的速度和刚刚的一样 一下子就让他身上的疼痛感 减弱了大半 用不了多久 他身上的疯毒和疼痛感 都会消失 摸了摸一下 还算有点胶原蛋白的脸蛋 然后又活动了下筋骨 谷主说道 还算你小子有点良心 那是 夏北辰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道 我一向尊敬老人的嘛 尤其是你这种眼睛不好的老人 你 谷主吹胡子瞪眼地说道 夸你一下 你还飘上天了是不 说着 他指了指天上的那些剑 这些 你不应该还我 夏北辰顺着他的手指 看了看那些剑 随即笑道 老瞎子 刚刚我都说了 你骂了他们 所以他们不高兴了 这才会听我指挥 甚至还想跟我离开这灵剑谷 去外面周游试剑呢 呸 谷主不相信地说道 你一定是用了旁门左道来 预使我这些剑 那你是在说 我们天玄宗是旁门左道了 夏北辰指了指身后的叶云星 去去去 你莫要挑拨离剑 谷主不悦地说道 赶紧把我的剑还回来 那你跟他们道个歉 夏北辰提出了条件 谷主气得直跺脚 可又拿他没办法 虽然他的修为 比夏北辰高了不少 嘿 你这小子 你刚刚还一口一句废铁的 怎么现在说剑了 夏北辰指了指鼓外 你不道歉 他们待会就要离家出走了 行行行 谷主整了整衣冠 然后正了正身子 对着那密密麻麻的 剑到了一声剑 灵剑们 小老在这给你们赔个不是了 夏北辰随即心念一动 在万物听我的技能作用下 这些剑 悉数从哪里来 回了哪里去 谷主见状 输出了一口气 这些剑里 有一小半 可是要在不久的时日里 交货给托付他住建的客人的 这要是被夏北辰给嚎走了 那他怎么教个 别给我耍花样啊 谷主甩了甩衣袖 看向了那几肩毛 山洞深处的熔岩 有点棘手哦 谷主挑了挑眉 棘手是吧 嘿嘿 夏北辰却笑了起来 说道 对我来说 这玩意能解决的事 都不叫棘手 话音一落 光芒一闪 刷的一下 把谷主给吓了一跳 因为在他的面前 忽然多了一堆极品零食 这 这么多零食 怎么样 还棘手吗 夏北辰问道 然而 谷主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说道 庸俗 我什么时候说 缺零食了 谷主一副视零食 如粪土的表情说道 赶紧收回去 别压坏了我的地 哦 夏北辰看他真不爱财 于是说道 要不这样吧 你那几间屋子 和那茅厕 我得赔偿吧 谷主点了点头 按理说 是得赔偿 夏北辰笑着说道 那这些零食 给你去买回点上等木材 盖几栋木屋 这样 下次我来的时候 什么 谷主一听 下次来 这些字眼之后 激动地跳了起来 你 你还想来 我这第二次 别激动 别激动 不来也行 夏北辰信信信地说道 老子不缺钱 感觉收起你的臭零食 谷主催促道 没问题 夏北辰 把零食给收回了无尽领域 和叶云星站在一起的陆雨婷 也是被他的这些零食给震惊到了 这家伙 真的是用零食都能砸死人 青兰宗 就是被他的超能力 给砸得差点灭门 见他把零食收了回去了 谷主才满意地说道 想要得到一把举世无双的剑 那就得做好顾武官斩六将的准备了 时刻准备着 夏北辰回道 行 你可是你自己选的 吃了苦头的话 可别怪我没跟你说 没事 吃了苦头 大不了把你零剑苦的剑都带走 每天一把不同样地绣起来 那就跟我来 谷主转身朝灵剑谷的最深处走去 夏北辰和叶云星 陆雨婷看了一眼 三个人默契地点了点头 然后跟了上去 四个人走了很长的一段之后 便来到了一处山洞里 起初山洞还挺凉快 可越往里面走 温度就越高 南部城里面还有个住剑的地方 夏北辰好奇地嘀咕着 谷主则摇了摇头 住剑在先前你们见过的那个山洞 已经足矣 说着 他拿出了四枚二品丹药 算上他自己 一人一枚 这是冰破丹 服用之后 可以抵挡高温 不过 药效只有一个时辰 说完 他自己先服下了一枚 夏北辰和叶云星 陆雨婷接过后 道了一声谢 便纷纷服下了 刚一服下 夏北辰就感觉到一阵透心凉 比夏天的时候 喝着冰气水还爽 四个人继续往里面走去 夏北辰用意念 从无尽领域里 折了一根树枝出来 结果刚一出来 叶子的水分 就迅速蒸发了 并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干枯了 这 叶云星和陆雨婷 看到了他手中的树枝变化 都忍不住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要是没有冰破丹的作用 恐怕他们的皮肤 已经被灼烧了 可见这山洞越往里走 温度就越恐怖 最后 树枝就剩下 被夏北辰拿着的那一点地方时 没有枯萎的 走了一小会 夏北辰将树枝丢了出去 结果刚一脱手 破 干枯的不能再干枯的树枝 瞬间燃起了火焰 几秒钟的时间 就被烧成了灰烬 然后散落在地上 陆雨婷看着地上的灰烬 说道 幸好有冰破丹 不然现在散落在地上的 不是这树枝了 而是我们了 夏北辰眼珠子一转 问道 谷主老头 这冰破丹 是你炼制的 谷主瞥了他一眼 难道是你炼制的 我炼制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告诉我药方 夏北辰自信地说道 你会炼药 略知一二 嘿 不告诉你 小气哦 就在这对冤家 在斗嘴之际 四个人来到了一处 火红的熔岩面前 夏北辰一看 这岩浆像一条河一样 贯穿去 难怪山洞里的温度 越来越高 原来 是因为有这条岩浆河在此 谷主指着岩浆说道 此熔岩已经形成了三万年 只要你们 取得它的火灵 即可完成第一关 火灵 夏北辰和叶云星 陆雨婷同时一口同声地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世上不少事物 达到了一定年份之后 就会凝聚成灵 如见有剑灵 权有权灵 谷主解释道 而这熔岩便有了火灵 听后 三个人微微点头 随即 谷主对着岩浆河的中间位置 击出了一掌 一个圆形的法阵 和岩浆碰撞在了一起 岩浆瞬间建了起来 接着 向法阵消散 碰撞之处 出现了一个漩涡 漩涡开始转得很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快 转了近一分钟后 忽然一阵丝鸣 从漩涡深处传了出来 谷主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说道 老夫只帮你们到这里了 剩下的 你们自己搞定 说到这里 他指向了洞口的方向 如果实在撑不住 就放弃 撒腿就跑完事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夏北辰没有看向他 眼睛紧紧地盯着漩涡口 那我在外面等你们 谷主耸了耸肩 记住 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要是一个时辰 不出去 可就真的会化成灰烬的 叶云星点了点头 对他说道 谷主 放心吧 我们会有分寸的 陆雨婷也点了点头 道别了之后 谷主便转身 朝山洞外走去 这小子 到底什么来头 一个灵动静的修饰 竟然能把我的灵剑阵 给化解了 这样也就算了 怎么谷里的剑 都听他的呢 谷主一边走着 一边想着 可是走到了洞口 都没有想明白 于是晃了晃脑袋 不去想了 回到了那凌乱的地方 他就一阵脑壳疼 等他们出来 一定要他们帮忙 收拾收拾才行 就在他盘算着的时候 深谷里 忽然一声嘶吼传来 忍不住抬头看去 却什么也看不到 而此时 山洞里 第070章 容颜巨兽 北辰 小心 叶云星担心地提醒道 一言将锁化的一兽 从漩涡里出来之后 便对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夏北辰左闪右躲 化解了对方的第一次攻击 随后定睛一看 这岩浆锁化的一兽 外表看起来像石头人 容颜巨兽似的 准确地说 是穿了猴子地狱火皮肤的 容颜巨兽 而他的心口处 有一个洞 洞里 有一个橙色的光球 想必 那就是火灵了 夏北辰看着他 他也看着夏北辰 只不过 他和夏北辰不同的是 眼睛都是 冒着火光的 好 又是一声嘶吼 这容颜巨兽 再次朝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只见他拍了拍胸口 便跳了过来 夏北辰将一闪 蹦 一声巨响 煽动都为之颤动 刚才夏北辰所在的地方 瞬间被他给砸出了一个深坑 这要是被他砸中了 那夏北辰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滩肉泥 北辰 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找机会 夺取他心口处的火灵 叶云星擒着心悬剑 掠到了容颜巨兽的面前 没有犹豫 一剑便朝他劈了过去 然而 容颜巨兽又是一声吼 接着浑身都散发出来了火焰 剑气劈在他身上 瞬间被这层火焰给抵挡住了 动天镜的叶云星 首次没有发挥出心悬剑的作用 换成是动天镜以下的修饰 这一剑 已经让对方招架不住 容颜巨兽 抵挡住了叶云星的一剑后 就朝他冲了过来 急忙往后一闪 叶云星闪开了对方的一击 最后 容颜巨兽的拳头 飞时走力四处剑射 陆雨亭则趁此机会 栖身而上 擒着剑就对着容颜巨兽后背 那火灵所在的位置刺去 结果 剑就差一点就要碰到他时 他一个转身 手臂便朝陆雨亭挥来 陆雨亭急忙抬剑去格挡 然而 容颜巨兽的力道非常之大 所以 他立马不堪地倒飞了出去 陆宗主 叶云星闪现到了陆雨亭的身后 接住了他 两个人落回地面上之后 叶云星关心地问道 你没事吧 停捂着胸口 摇了摇头 我没事 夏北辰则寄出了清燕针 对着容颜巨兽便来了一记飞针 眼看清燕针就要没入他的火灵所在之处 他竟是双手交叉着挡在了身前 见状 夏北辰急忙将清燕针撤回 避免真被对方的火焰给融化了 毕竟 这容颜巨兽来自这容颜的底部 其温度只会更高 好 容颜巨兽对着夏北辰嘶吼了一声 接着一道火球 赫然从他的嘴巴里喷了出来 赶在了火球打倒之前 跳开了去 幸好有快人一步的被动技能 不然 想要躲过对方的一击 还有很难的 手绝一掐 意念一动 几把大锤子从无尽领域里飞了出来 不巧 有一把钢出来 就像冰淇淋一样 融化了 夏北辰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到底是锤子的质量不行 还是温度太高了 可剩下的锤子 却是没有融化 不过 没有融化不代表没有情况 夏北辰看到 剩下的锤子 已经是遍体通红 跟锻造石一样 见状 夏北辰指挥起他们 朝熔岩巨兽砸去 嘣 嘣 嘣 几把锤子对着对方 就是一顿猛砸 将其砸掉了不少岩浆 有戏 一旁的叶云星和陆雨婷 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欣慰之色 不过 欣慰的时间 甚是短暂 因为 熔岩巨兽他 竟然可以通过岩浆来补缺 也就是说 你砸掉他身上多少 他就从岩浆河里补回多少 最后 几把锤子不堪高温 在坚持了一小段时间后 纷纷像水一样 掉入了岩浆河里 水 夏北辰眉头青醋 水克火 为什么不用水来攻击呢 克制之法 轰 火球轰在了熔岩巨兽的身上 顿时爆发开来 一时间 火光冲天 更甚的是 一股黑烟从他身上冒了出来 当火光和黑烟散去的时候 熔岩巨兽赫然乌漆抹黑的 好在他没有长头发 不然现在的他 绝对是一个黑脸加爆炸头的模样 因为 夏北辰使用万物听我技能锁 还回来的火球 就轰在他的脖子一带 所以 面部也是首当其冲 俗话说 打人不打脸 石头人也一样啊 所以 熔岩巨兽怒了 暴怒地吼了几声 随后便发了风式地朝夏北辰追去 一路上 也不管山洞如何曲折 或如何宽和窄 充就完事 因此 山洞时不时震动起来 无数的碎石 哗哗哗地掉落 一路肆虐下来 已经和原来山洞的天然通道 很不一样 窄的地方 变宽了 宽的地方 更宽了 为了可以成功地将熔岩巨兽引出山洞 夏北辰控制好了速度 始终和他保持着相同的距离 就这样 一人一兽 不久之后 便到了可以看到洞口的位置 夏北辰抬眼看去 叶云星 陆雨亭 和林剑谷的谷主 一起悬停在洞外的半空中 而他们的脚下 赫然布满了一层厚厚的冰 我不是调动了水过来的吗 怎么成冰了 夏北辰疑惑地嘀咕着 他的计划 便是引林剑谷周边的各种水 来对付熔岩巨兽 达到以水克火的效果 谁少了 一下子就会被蒸发 所以 就需要很多的水 这些水 包括林剑谷周边 高耸陆云的雪峰 侵略的小河 和不少湖泊的 不过 现在都成了冰 难道是谷主所为 想起了谷主给他们的冰破单 夏北辰觉得 谷主有将水 迅速结成冰的能力 也不是不可能 熔岩巨兽 已经暴怒无常 也不知道这些冰够不够 就在夏北辰即将飞出洞口之际 身后却是没有了动静 嗯 感觉到了异样的夏北辰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熔岩巨兽 却是停了下来 怕冰 夏北辰眉头一皱 随即也停了下来 所以警惕起来 北辰 怎么了 看到他停下来之后 叶云星放声问道 他看到冰块 就不敢追出来了 夏北辰回道 如果不把他引出来 我这寒冰绝 在那山洞里 就没法将水变成冰 谷主这时候 也对夏北辰喊道 啊 你们刚才所做的 一切准备工作 都是徒劳的 原来是寒冰绝 怪不得可以将他 调过来的水 都结成了冰 夏北辰朝外面喊道 你们等我 我无论如何 也要把他引出来 我去帮你 叶云星从外面 飞了进来 而陆雨婷 则飞到了洞口处 做好接应他们的准备 待叶云星进来后 夏北辰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云星 你在正面 吸引他的注意力 我找机会 留到他的身后 切断他的后路 把他往外赶 叶云星则说道 要不 换一下 你来吸引注意力 我溜去他身后 毕竟 溜到他身后的危险性极大 很有可能会被 熔岩巨兽 给堵死出去的路 然而夏北辰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想你涉险 我来 我也不想你涉险 叶云星看着他 说道 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 听话 夏北辰话音一落 便朝熔岩巨兽飞去 见状 叶云星不得不快速地行动 既出星玄剑 就朝熔岩巨兽 发起了攻击 熔岩巨兽抵挡了起来 竟是无暇顾及夏北辰 所以 夏北辰很顺利地 就溜到了熔岩巨兽的身后 二话不说 他立马将神石探入了无尽领域 不一会 无尽领域赫然有水 在半空中飞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正在和小熊猫小可玩耍的松鼠小松 大惑不解地看着这飞起来的水 能调动无尽领域里的任意东西 也只有主人有这能力了 小可说道 主人想要干嘛 小松挠了挠后脑勺 无尽领域里的另一个地方 莫非是夏公子遇到什么棘手势了 披星和戴月看到天空中飞的水后 不禁皱起了眉头 要不 我们出去相助下 戴月想了想之后 提议道 好 披星点头同意了这个提议 于是 已经化作了人形的他们 跟着水一起离开了无尽领域 出来一看 发现了熔岩巨兽 夏公子 你怎么跟这玩意杠上了 披星看了一眼熔岩巨兽 然后对夏北辰问道 不过 没等夏北辰回答 戴月就看到了熔岩巨兽的火灵 看来夏公子是想要取火灵 不亏是活了数千年岁月的皮修 火灵也认识 这时 夏北辰惊奇地发现 他们两个却是没有受到温度的影响 虽然这里临近洞口 不像山洞深处那般非常炙热 但熔岩巨兽所挥发出来的热量 也不容小觑 你们不热吗 披星戴月摇头 不热 披星继续说道 只要不是下岩浆 或者遇上千年寒冰 我们都不怕 虽然它也是由岩浆组成 但伤害不大 那 有劳二位帮我把它赶出去 夏北辰操纵着 从无尽领域里调动出来的 水往熔岩巨兽袭去 交给我慢 披星戴月说完 便恢复了真身 朝熔岩巨兽扑去 这一扑 赫然将熔岩巨兽 扑出去了好几丈 水 也紧随而至 熔岩巨兽嘶吼了一声 侧过了身去 谁与它擦肩而过 就差一点 不过 少许水溅到了它身上 赫然出现了扑哧扑哧水 浇灭火焰的声音 擦肩而过的水 最后飞出了山洞 下一刻 就在谷主的寒冰绝下 成了冰 披星没有犹豫 再次扑了过去 将熔岩巨兽 给踹出去了一点距离 就这样 熔岩巨兽到洞口了 你们等我一会 谷主说着 转身朝破败不堪的茅草屋飞去 不过 很快它就回来了 手里 拿了一根铁链 陆宗主 接着 谷主将铁链抛向了在洞口 伺机而动的陆宇婷 和里面的人合作 将其绑住拖出来 陆宇婷急忙一接 将整根铁链都接住了 然后他看向了洞内 第072章 收服 夏公子 看到了夏北辰的身影之后 陆宇婷便朝夏北辰喊去 夏北辰闻声 朝他看了过去 陆宗主 陆宇婷晃了晃手中的铁链 夏北辰随即明白了过来 陆宇婷对叶云星喊道 叶宗主 有劳了 好 叶云星点头回道 刚才他距离陆宇婷比较近 所以之前谷主和陆宇婷说的话 他都听清楚了 这铁链的用途 他已经明了 陆宇婷朝叶云星 扔出了铁链的另一端 叶云星则很默契地迎了上去 接住了另一端 陆宇婷手一松 让叶云星将铁链完全地接过了过去 叶云星趁披心待跃 牵制住熔岩巨兽之际 将铁链往夏北辰处扔去 夏北辰迎了上去 将铁链的另一头接住 接住的那一刻 他就迅速地从熔岩巨兽的另一侧飞了过去 恰逢熔岩巨兽和披心待跃打起来 夏北辰差点被熔岩巨兽的手臂给砸到 不过 好在有惊无险 夏北辰朝叶云星方向飞去 最后和他平行 铁链也因此 顺利形成了一个U字形 往外拉 叶云星对夏北辰说道 嗯 夏北辰点头 然后和他一起出力 往外拉 熔岩巨兽本来和披心待跃扭打在一起 结果被这么一拉 一个踉枪 身子晃动了几下 眼看 他就要往前倒地 而一旦倒地 铁链就无法拉他 只能贴着他的身子被扯走 披心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朝下北辰和叶云星喊道 二位 拉稳了 话音一落 他就到了熔岩巨兽的下巴前 蹦 一声巨响 披心攻击了熔岩巨兽的下巴 本来要摔倒的熔岩巨兽 顿时被他给揍得挺起了身子 哗啦 夏北辰和叶云星将铁链牢牢地拽住 然后继续往洞口拉去 不过 熔岩巨兽毕竟体型大 力道也不少 两个人费了老大的劲 哪怕灌输了不少灵力 都没法将其顺柳地拉出洞丸 于是 两个人和熔岩巨兽 就像在拔河比赛似的 再这样下去 熔岩巨兽不说可以出去了 这铁链子恐怕都要被熔断 我来帮忙 陆雨婷飞到了叶云星身边 伸出双手去拽住了铁链 鼓主也没闲着 飞了进来 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和他一起拽紧了铁链 四个人通力合作 一起往外拉铁链 熔岩巨兽也被拉出来了两三丈 但是 还不够 披心带跃健壮 也加入到了拉扯队伍里 就这样 四个人加两只神兽 终于将熔岩巨兽 给拽出了洞口 用水封洞口 刚一出洞口 鼓主便对夏北辰提醒道 好 夏北辰再次从无尽领域里 调动了水出来 然后在洞口形成了一个瀑布 也算是将熔岩巨兽 后退的路给封住了 不过 鼓主觉得这样还不够稳妥 于是使用了寒冰诀 将瀑布结成了冰块 这下子 熔岩巨兽 只能乖乖地变成瓮中之鳖 后路被封 前面有时寒冰 熔岩巨兽狂躁无比 便拼尽全力一甩 四个人和两只神兽 瞬间被甩了出去 蹦 最后 砸到了冰上 薄一点的地方 被砸出了裂痕 不过 大部分地方的冰 都很坚硬 所以 哪怕是皮修这样的神兽 砸过去 也没有丝毫的痕迹 你们没事吧 无视敌方攻击 拥有着无痛防御的夏北辰 最先起身 然后悬停在半空中 没事 大家也纷纷起身 汇报了情况 此时的铁链 断成了好多结 部分已经融化 而掉在冰上的 则没有融化 熔岩巨兽 要对它们发起攻击 但是却发出了 噗哧噗哧的灭火声 原来它脚下的冰块 对它起作用了 可惜 它不会飞 冰块在它炙热的温度下 在它的脚下开始融化 小部分成了蒸汽蒸发 大部分则化成了水 水 再次舔视着 熔岩巨兽的火焰与温度 还有水吗 谷主看向了夏北辰 有 夏北辰立马又从无尽领域里 调动了一些水 朝熔岩巨兽浇灌了起来 噗哧噗哧 水灭火的声音 络绎不绝 凝 谷主一声轻贺 浇灌在熔岩巨兽身上的水 便瞬间凝结成了冰块 冰块 把熔岩巨兽 给冻成了一个冰柱 我来加固 叶云星说着 便在熔岩巨兽的深周 来了一个星光复 这样的话 熔岩巨兽待会冲破了冰层 还能缓减他的行动 方便到时候 再给他浇水 或结成冰 很快 冰里面的熔岩巨兽身上的火焰消失了 接着 便是身子 也开始逐渐缩小 最后 竟然变成了巴掌大的小熔岩巨兽 不过此时的他 浑身都是橙色的 已经没有了任何岩浆 或者石头在上面 现在的他 就是一个灵体的状态 成功了 谷主看着那小熔岩巨兽 不禁松了一口气 如何收服他 夏北辰问道 直接过去收就行 谷主回道 于是 夏北辰朝小熔岩巨兽飞了过去 对方扬起了小脑袋 看着他 还别说 这迷你型的熔岩巨兽 模样还有些可爱 他此时的脚下 已经没有了冰河水 不过 脚下的草皮 并没有被灼烧 见状 夏北辰伸出了右手 在他的脑壳上轻轻一拍 原来 现在的他 已经没有了那股炙热感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温和感 不烫手 甚至很舒适 而且 对方也没有抗拒他 任由他拍自己的脑壳 小家伙 以后就跟着我吧 我带你去见识下外面的精彩事件 夏北辰豪气地说道 小熔岩巨兽听后 点了点头 然后 跳到了夏北辰的肩膀 跟一只宠物似的 站在上面 搞定 夏北辰回到了众人的面前 披心带跃化回了人形 也摸了摸小熔岩巨兽的脑壳 谷主捋了捋花白的胡子 然后说道 好了 火灵已经收服 去收服下一个吧 还有 披心好奇地问道 谷主反问道 不然怎么叫顾五官斩六将 我们刚来的 不知道呢 披心挠了挠后脑勺 这时谷主才注意到披心带跃 然后瞪大了双眼 你 你们 你们是皮修 第073章 怕是成精了吧 正是 披心带跃其身回道 这小子 什么来头 谷主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夏北辰 不仅身上有变态的功法 还养了两只神兽 关键他才灵动静出气 小子 你今年多大 谷主好奇地对夏北辰问道 18 夏北辰厚着脸皮说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谷主打死都不相信他只有18岁 难道我看着像180 夏北辰撇了撇嘴 你是不是隐藏了修为 谷主切而不舍地追问 我真的只是灵动静出气 如假包换 夏北辰童所无欺的样子 我可以作证 叶云星说道 还是我们天玄宗的外门弟子 扑 听到外门弟子四个字 谷主差点吐血三声 那表情 比之前陆雨婷知道夏北辰身份时 还要夸张 一个外门弟子 把我这里搞得鸡飞狗跳的 谷主回过神来 毅然说道 我不信 除非你们 帮我把茅草屋重新盖好 他指向了 那狼狈不堪的几栋茅草屋 老瞎子 你想套路我们 夏北辰给他丢了一个白眼 然后提议道 要不这样 我让披星戴月留下来帮你盖心的 披星戴月听了他们的对话 便问起了叶云星 这是他弄的 叶云星点头道 没错 他搞得烂摊子 竟然让我们来收拾 披星撇了撇嘴 一旁的戴月发现了陆雨婷 便好奇地问道 啊 好俊俏的妹子 跟叶宗主不相上下 莫非也是夏公子的红颜知己 陆雨婷一听 翘脸一红 我 我不是 不是 戴月善善一笑 不好意思 乱点了鸳鸯谱 你们是追随夏公子的 陆雨婷红着脸问道 是啊 往后一千年 都听他的 哦 对了 你呢 我 嗯哼 我 就在陆雨婷刚想回答戴月之际 就听到了谷主吹胡子瞪眼的 指着夏北辰说道 你小子不答应帮我盖好屋子 休想让我带你们去收服其他灵 这 夏北辰尴尬一笑 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先帮你盖好房子 说话 夏北辰和无尽领域的蜜蜂们 以及小可和小松取得了联系 让他们放下手中的活 出来帮忙干活 无尽领域里的小动物 只有主人可以将它们带出来 其他人或者他们自己是无法出来的 当一群蜜蜂出来的时候 把谷主吓了一跳 怎么这么多蜜蜂 还那么大 谷主心有余悸地说道 老头 少见多怪 叶小蜜捂着嘴巴笑道 还 还会说人话 谷主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哇 终于可以出来了 小可和小松的声音随即传来 在场的 就只有谷主和陆雨亭没见过他们 所以 不仅是谷主 陆雨亭都忍不住惊讶了 见过主人 蜜蜂们和小可 小松排成了好几排 对夏北辰恭敬地打起了招呼 各位 带你们出来透透气 夏北辰指了指那狼狈 和破败不堪的茅草屋 盖房子 小动物们齐声问道 没错 夏北辰回道 没问题 他们纷纷响应 交给我们 这 他们 能行不 谷主弱弱地问道 没等夏北辰回答 叶小蜜就双手插着风腰说道 谁说 我们不行的 谷主查看了一番 发现这群蜜蜂 以及小熊猫 小松鼠 像其他修饰一样 全具备了修为 而且 已经是零五近初期 不仅会说人话 还具备修为 这群小动物 怕是成精了吧 带着好奇 谷主嘻嘻一笑 随即说道 那就有劳各位了 他要看看这些小动物 是不是真能像夏北辰说的那样 还能盖房子 叶小蜜轻哼了一声 问道 臭老头 茅草屋不耐用 还是竹屋吧 凉快 对啊 你这住建之地 火气太旺 不怕哪天天干雾燥的 把茅草屋给烧了 小可附和起来 并怂恿到 还是竹屋吧 谷主无语 自己好歹有兵破丹 害怕火气太旺 不过 这只蜜蜂说的茅草屋不耐用 倒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 谷主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好 我把图纸给你们 你们在这带房子 我带你们主人去个地方 就你那水瓶 图纸还是留着擦屁股吧 叶小蜜一脸傲娇地说道 我们自己搞定 不满意的话 赔偿你 竟然被一只蜜蜂给鄙视了 谷主老脸一红 原本他的茅草屋 只能说是堪堪能住 要说多别致和多高雅 那是没有的事 夏北辰对他们说道 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请主人放心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蜜蜂们和小可 小松 齐声回道 干活 随后 他们在叶小蜜的一声令下 开始忙碌起来 给人去罚竹子 给人去做规划 有模有样的 瞎子老头 可满意 夏北辰看向了谷主 笑着问道 这才刚开始 怎么可能满意 起码也得等待好 我验收了吧 谷主双手背在身后 傲娇地说道 走吧 带你们去下一个目标所在地 说着 他在前面带路 遇空而行 安全起见 以及为了保障 小动物们的工作效率 大约提议 自己留下来 协助他们盖房子 夏北辰没有拒绝 便让其留了下来 披星子和夏北辰 叶云星 陆雨亭跟了上去 这一次 他们更深入了 瞎子老头 这地方还算不算 你零件谷的地盘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自然算 谷主回道 那你这地方还挺宽敞啊 怎么不招多些弟子 热闹热闹 夏北辰说道 谁说我零件谷 没有其他弟子的 谷主白他一眼 我给他们休假了 让他们下山历练去了 可以啊 竟然还有长假 福利不错 夏北辰说道 不过 你就那两三间茅草屋 够谁住呢 我就四个徒殿 谷主竖起了四根手指 第074章 地毯式搜索 四个徒殿 夏北辰眉头微皱 而叶云星则不禁和他对视了一眼 回过神来 夏北辰问道 你那四个徒弟 是不是宋齐良辰 你是说宋明 齐轩 良晴 陈云 谷主反问 对 夏北辰眉头一挑 点头回道 莫非真是这老头的徒弟 那也太巧了吧 就在夏北辰如此以为的时候 谷主却是摇了摇头 不是 夏北辰一愣 谷主回道 他们是我师职 谷主补充道 我同门师妹的青寿弟子 哦 夏北辰又问道 那意思是 他们不跟你们住一起 没错 谷主点头道 当年我继承了灵剑谷 我师妹继承了别处的事业 原来如此 夏北辰明白了过来 谷主好奇地问道 对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 夏北辰如是说道 在清和郡的时候 有过一面之缘 我们请他们吃肉 他们请我们喝酒 原来如此 这下子到谷主说这四个字了 而两个人交谈间 便来到了一处比较寒冷的环境之中 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这里的每一座 都有一半以上 是被挨挨白雪覆盖住的 看来 这地方便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了 收回了目光 夏北辰问道 先前是火灵 这次没猜错 应该是冰灵了吧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谷主捋了捋花白的短胡子 此话怎样 夏北辰差点没被他说的 云里来雾里去的 准确地说 是水灵 只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 他铸扎在这片冰雪里 谷主提醒道 要注意 水灵不像火灵那般 只以熔岩巨瘦的状态出现 他会合理利用周边的环境 来伪装自己 这么料 夏北辰问道 那该如何找到他的踪迹 除了雪之外的东西 都注意下 谷主提醒道 好 就在夏北辰应了一声之后 一直在他肩头上的 小龙岩巨瘦 都是有些躁动了起来 北辰 这地方寒冷 恐怕对他不利 叶云星提醒道 夏北辰看了一眼 箭头上的小龙岩巨瘦 然后将它放进了 无尽领域里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夏北辰打手一挥 正要去寻找和雪不一样的东西时 却是被谷主叫住了 莫及 他拿出了一支白玉瓶 倒了一粒丹药之后 放入了嘴里 这是服下之后 可以缓解雪盲症的丹药 同时还能抵御严寒 你这丹药还不少啊 那是 谷主自豪说道 夏北辰笑着接过了白玉瓶 倒了四里出来 和叶云星 他们分了 剩下的 还给了谷主 记住 和冰破丹一样 这丹药也是有时效的 即一个时辰 谷主接回了丹药后 说道 顺利的话 一个时辰也足够了 丹药已服 几个人加一只神兽 便开始分头寻找起来 时间 一点一滴地流逝着 大家找了不少山头了 却是没有一点进展 奇怪 怎么就没有一点痕迹呢 劈星嘀咕着 不远处的叶云星也说道 是啊 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你们看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另一侧传来了 陆雨婷的声音 众人扭头朝他看了过去 并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原来 一朵长得跟包菜有点像 但更像莲花的植物 映入了眼帘 雪莲花 谷主 这雪地里长着雪莲花 也算正常吧 叶云星询问道 谷主摇了摇头 要是在别的地方的雪地 看到他 自然是正常的 但是在这里的话 就不是了 微微点头 叶云星建议 既然如此 我们围过去 好 于是 四人一神兽 迅速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然后缩小了范围 叶云星更是已经做好了 释放新光复的准备 一旦有异样 可以封住目标的去向 很快 他们便围了过去 最后 夏北辰伸手准备去摘它 刷一下 采摘成功 这么顺利 似乎是太顺利了 陆雨婷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就在大家也这么以为的时候 夏北辰手中的雪莲花 却是化作了一小滩水 这水一点水灵的样子都没有 谷主说道 好家伙 这只是他用来迷人眼的把戏 夏北辰看着已经空荡荡的手 说道 比起那直接就干的熔岩巨兽来 这水灵的确很狡猾 继续吧 几个人再一次分开了来 刚才他们都是在半空中往下看着寻找 而这一次 夏北辰没有这样 而是靠双脚来走着寻找 这样更接近冰雪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时间 依然是悄无声息地流逝着 不知不觉 他们找到了入夜时分 月亮已经升起来 而这之前 他们也找到了跟雪莲花不一样的东西 可惜都是水灵的障眼法 入夜之后 纵使有丹药护体还是能体会到气温的下降 谷主 要效果了 夏北辰提醒道 幸好我多准备了一些 谷主再次将那白玉瓶拿了出来 看来吓我的时候 是我低估了水灵的能力 要不 我大吼一声 把他吓出来 披心建议道 不行 夏北辰摆了摆手 这样很容易引起雪崩 那怎么办 披心问道 夏北辰接过了丹药扶了下去 随即说道 这一次 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 我有个建议 叶云星从他的空间戒指里 拿出来了几根绳索 我们何不地毯式搜索 陆雨婷眼前一亮 眉头一挑 问道 你是说 我们没两人一组 拽着绳子往前走 以此刮最上面那层雪 没错 叶云星点头道 可行 大家一致同意了 他的这个建议 不过夏北辰补充了一句 方法可以 但是得换个东西 说着 他从无尽领域里 取出来了两张大大的网 用这个 这网孔的密度 也很合理 这样下去 效果要不绳索好上不少 这样 更像地毯式搜索 鸟 谷主捋了捋花白胡子 不禁赞道 就这样 叶云星和陆雨婷一组 谷主和披星一组 而夏北辰则负责观察 一旦网到什么东西 他就上前去查看 第零七五章 再收一零 约莫又过了一刻钟 叶云星和陆雨婷那一组 忽然发出了恩的疑惑声 而一直负责观察的夏北辰 也是注意到了他们手中的张网的情况 急忙飞了过去 夏北辰一脚踩在了有异动的地方 正好 将一个东西踩在了脚下 但因为有血的覆盖 所以脚底不是直接与那东西接触 夏北辰随即挪开了脚 正准备攻身去抓的时候 搜一下 一个白色的东西便从目标所在地窜了出去 抬眼一看 赫然是一只纯白色的蝉橱 这是这个世界里独有的一种冰蝉 夏北辰问道 这冰蝉可看得出是真的还是假的 管它真假 先抓了只爱说 谷主飞到了他的身边 然后是一批星和他一起将盖覆盖下去 冰蝉还想跳走 不料网罩罩在了他身上 刚起跳就被摁下来了 快 抓住他 谷主提醒道 夏北辰二话不说就扑了上去 结果 冰蝉猛然一变 赫然化作了一汪清水 从网孔里溜走了 见状 夏北辰倒是没有紧张 反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因为 这冰蝉 是假冰蝉 是水灵所画 找了这么久 终于找到了水灵了 网的作用已经不大 各位盯着他 将其拿下 夏北辰一边说着 一边朝水灵追了过去 其他人随即将网直接丢掉 朝水灵包抄了过去 夏北辰的万物听我技能 眼看就要到期了 急忙遇起一堆雪 在水灵的前方 竖起了一道雪墙 刷 水灵却是化作了一支兵剑 穿投了雪墙 没能挡住水灵 直至 万物听我也正是过了时效 剑下北辰的雪墙 没能挡住水灵 叶云星祭出了新悬剑 杨起剑 就朝水灵所画的兵剑劈去 咔 兵剑硬声而断 不过 就在此时 两扮兵剑 立马游兵的状态 便回了水的状态 随即会合在了一起 水 比风还要灵活 主要有空间 就能流动 兵来降挡 水来吐掩 这时 陆雨婷轻贺了一声 话音一落 四道山字形的土墙 就将水灵给挡住了 见状 夏北辰看向了陆雨婷 陆宗主 能否封住顶部 嗯 陆雨婷立马在四道土墙的顶部 加了一道土天花 本来想从上方流窜的水灵 被这道土天花给挡住 随即他想从从山字的低矮处溜走 云星 看出了他的意图的夏北辰 立马调度起来 明白 叶云星剑缝插针 从山字低矮的地方 丢了一个星光复 水灵四面家顶部的路 已然被封死 会不会往底部钻 叶云星想起了之前对付玄武的时候 就是被其从底部给溜走了 所以 夏北辰后来想了一个大锅来封路 听了叶云星的话 夏北辰立马从无尽领域里 寄出了N把剑 并迅速地并排一起 对着底部就插了进去 水灵的退路 至此彻底被封住了 瘦 夏北辰对陆雨婷提醒道 好 陆雨婷立马操控起土墙 压缩起了包围圈 水灵看到这架势 开始慌忙地乱窜 然而 不管他怎么使力 怎么窜 都没法突破土墙 哪怕他变成了剑 左披右披 甚至变成了锄头 都一样无济于事 就这样 当土墙即将把他压住的时候 他对夏北辰 发出了吱吱吱的声音 听声音 倒是有点像老鼠的 不过 造型上 倒是像一个小小的人 夏北辰看到他那求饶的眼神 便叫陆雨婷留了下来 走了过去后 夏北辰说道 小家伙 不跑了 水灵晃了晃脑袋 失意不跑了 夏北辰嘴角上扬 说道 那放你出来吧 陆雨婷将土墙撤掉 叶云星的星光复 也随之撤掉了 夏北辰伸出了手掌 水灵自知已经没法逃 所以乖乖地飞到了他的手掌上 至此 火灵 水灵均收服 谷主见水灵已经收服 便对夏北辰等人问道 夜深了 要不 先去我那休息一番 我被些韭菜招待诸位 夏北辰看了他一眼 瞎子老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你是想回去看看 你那几栋屋子盖好了没有吧 谷主白了他一眼 小子 你这说的哪里话 我这不是要尽一尽地主之意吗 夏北辰笑道 那行 正好大家没吃晚饭 我们去蹭饭去 于是 大家离开了这里 走之前 夏北辰还把两张网给收了回来 可不能浪费了 下次还能用来往其他东西 因为已经收服了水灵 所以不用像来石那样 眼观六路而听八方的找啊找 大家一路回去 花了不到来石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当他们回到了 灵剑谷谷主居住的地方时 赫然看到 三间竹屋 已经搭好了 更甚的是 原本三间茅草屋都是一层的 现在 中间的那一间 被盖成了两层 至于下风口处的茅厕 也都重新盖好了 而且 比之前的更豪华 更干净 因为 用竹筒引了一道水进去 然后再做了一个水池 边上放着一只葫芦瓢发 方便冲水 主人 圆满完成了你交代的任务 叶小蜜见他们回来 便飞了过来 对夏北辰汇报 夏北辰微微点头 看向了谷主 去验收一下吧 不得不说 这些小动物堪比工匠 这不到两个时辰的时间 就帮他把屋子给盖好了 把三间崭新的屋子 里里歪歪看了一遍 谷主两眼放光 并一个劲地点头称赞起来 好好好 好 连续说了四个好字 夏北辰问道 满意了吧 我都连说了四个好字 自然是满了 谷主笑着说道 夏北辰又问 损坏你茅草屋 亏不亏 不亏 不亏 哈哈 谷主大笑起来 原来有的 都摆回来了 原来没有的 都给我做好摆进去了 转了 夏北辰摸了摸肚子 那这得来一顿 乔迁新居的晚饭才行 必须的 去这就去准备 三间屋子 有一间是厨房 连灶台都给他砌好了 原本除了厨房 就是两间住人的 一间 是我和两个男徒弟住 一间 则是我那两个女徒弟住 谷主在忙活晚饭的时候 笑着说道 现在中间的屋子盖了两层 我和两个男徒弟 就不用挤在一起住了 让他们上楼去住 嘿嘿 夏北辰溜到了他身边 话说 你那兵破丹 第076章 互换 诚意满满 谷主停住了手中的活 斜眼看了一眼夏北辰 小子 还想打我那兵破丹的主意啊 莫非是你们灵剑谷的独门秘法 不外传 那倒不是 谷主回过了头 继续干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住剑师 所以这刀工也非常精湛 大有豪华五星级酒店的厨师风范 你那四个徒弟 会练药术 夏北辰看着他 一边切东西 一边问道 不会 谷主如实回道 那岂不是得失传 夏北辰略带遗憾地说道 要不这样 我用一些丹药跟你换 说着 他手一摊 好些白玉瓶悬停在半空中 有让你重振雄风的 有让你对象 哪怕没有水分 也能让你丝滑无比的回春夜 夏北辰如鼠家珍地介绍起来 还有让你在水里 也能游刃有余的避水丹 要五六品的丹药没有 但是一到四品的丹药 就不少 说到这里 夏北辰大方帝说道 随便你挑 谷主将切好的菜 放入了一个盘子里后 看向了那些灵王满目的丹药 好家伙 你当真是炼药师 夏北辰耸了耸肩 你看我像骗子吗 真的随便我挑 谷主有些心动了 童所无欺 夏北辰认真地说道 而且 你先挑好了 挑满意了 既然如此 谷主手掌一摊 清光一闪 随后他的手上 就多了一份卷轴 卷轴散发着淡蓝色的微光 还散发着一阵微弱的良意 兵破丹的炼制配方 你拿去 夏北辰一喜 上前去接了过来 入手 更清凉 我可以挑了吧 谷主指了指那些夏北辰拿出来的丹药 可以 夏北辰回道 谷主倒也不贪心 他需要的丹药 都只是拿了小半的量 用他的话说 便是研究多余使用 到时候 他会研究出该丹药的炼制配方 就能自行炼制 跟叶云星之前 跟夏北辰提议的计划一样 从万人踪进地里 搜刮出来的一些丹药 这两天 他已经抽空研究了一小部分 然后记录了下来 方便以后炼制 所以 谷主和他 表面上是以丹药换配方 实际上则是配方互换 挑选好之后 谷主还送了夏北辰一些丹药 作为补充 可谓是诚意满满 一会后 两个人交换完毕 夏北辰一看 调了调没问道 老家伙 那什么回春夜 撞编完之类的不要 老夫要那玩意干嘛 谷主嫌弃地说道 正因为老了 更需要啊 夏北辰秀了秀自己的身材 我这种小年轻才不需要 呸呸呸 你小子是在打击单身狗的吧 谷主撇了撇嘴 呃 老家伙 你就没有跟你那师妹 师妹 谷主脸上忽然出现了暧昧之色 不过很快就一扫而空 去去去去 瞎扯什么 说着 他撒了一把辣子进锅里 顿时 辣得夏北辰鼻子痒痒的 这老家伙 无奈 夏北辰指得迅速将东西收到无尽领域 然后离开了厨房 刚一出厨房 就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 在屋子前面的院子里玩耍的几个人 看到夏北辰打了喷嚏 还以为他是不是在雪山里冻感冒了 纷纷对他嘘寒问暖的 直到厨房里的辣味传出来了 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 这谷主搞的什么食材 这么辣 披心好奇地伸出了脖子 往厨房看了看 阿帖 结果 他也被辣到了 麻辣兔头 夏北辰回道 众人一听 差点流出了哈喇子 这一个个的 最小的年龄都是两百多岁了 最大的 也都五千岁了 早就已经达到了可以无骨不入的境界 但依然是难掩吃货本性 东西不一定得吃 但是美味的东西 必须得吃 这就像传说中的仙人 寿命已经够长了 还不是吃盘桃 对了 那些小动物呢 夏北辰扫视了一眼四周 发现蜜蜂和小熊猫 小松鼠都不在附近 便好奇地问道 叶云星说道 他们说 难得出来一趟 就想在这零剑谷里好好玩一玩 夏北辰担忧道 那老家伙的零剑谷这么大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叶云星的心里也没底 于是说道 要不 用齐轩送的千纸鹤去看看 差点把这个忘了 夏北辰想起了这事 今早宋明四人离别前 宋明让齐轩送了他和叶云星 各一只千纸鹤 夏北辰拿出了他的那只千纸鹤 灌入了灵气后 他心中默念了一遍 蜜蜂和小熊猫 小松鼠的特征 完毕之后 千纸鹤由静态的样子 出现了一圈流光 随后铺散起了他的翅膀 活过来了 陆雨婷和披星戴月 惊艳地看着这只千纸鹤 他们也是生平第一次见 铺散了几下翅膀后 千纸鹤身外的那圈流光 便消失了 接着 千纸鹤本身也渐渐变得透明 消失了 披星戴月一口同声地喊道 夏北辰摇了摇头 回道 只是隐身了 他和我的神识建立了联系 所以 不用担心 神奇 一旁的陆雨婷 忍不住赞道 夏北辰说道 第一次使用 别说你们了 我也觉得他很神奇 有没有距离限制 陆雨婷好奇地问道 夏北辰伸出了五根手指 方圆五十里不成问题 反正 齐轩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这千纸鹤的续航能力 应该比一些新能源车靠谱 都别愣着了 两个男的进来端菜 一会后 谷主的声音从厨房里传了出来 夏北辰和披星 立马转身去厨房 发现这会已经做好了不少菜 麻辣兔头一盘 龙凤汤一盆 酒转大肠一叠 红烧鲤鱼一叠 油炸花生一叠 拔丝红薯一叠 午菜一汤 分量十足 诚意满满 当然 还少不了谷主自己酿的 灵剑谷特色美酒 最后 大家围坐在了院子里的十凳前 酒到上 先干杯 一阵住酒词后 大家开始大快躲移 正吃得高兴的时候 派出去的千纸鹤 有了信息回传 第077章 无所不能的小动物 结果 夏北辰赫然发现 这群小动物之间 多了一个小伙伴 这是什么 带着好奇 夏北辰感受了一下 赫然发现 是浑身散发着 淡淡金光的灵体 于是 夏北辰向谷主 描绘起了他的模样 谷主身子猛然一顿 然后激动地说道 莫非是精灵 不太确定 夏北辰回到 不过 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 你的这些小动物 到底是什么来头 本事 当真是不小啊 谷主由衷地说道 不仅会说人话 还会盖房子 现在又一次抓了精灵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叶云星 叶宗主 你们天玄宗 莫非已经发展到 人才极其的地步了 连外门弟子都这么出色 叶云星尴尬一笑 说道 谷主见笑了 天玄宗像他这样的弟子 也就仅他一人而已了 他看了一眼夏北辰 继续说道 不过 按照我天玄宗的规定 只要突破到了灵聚境 即可成为内门弟子 谷主不解 如今他都已经是 灵动境初期的修为了 可是跨过了 灵聚境四期的修为 所以 不应该早就成为 内门弟子来了吗 我也有所好奇 陆宇听说道 在场的 也就叶云星和披星戴月 不好奇了 尤其是叶云星 因为 他带着夏北辰 从天玄宗一路杀出来 见证了夏北辰 短短两三天时间 就从一个菜鸟境界 提升到了灵动境初期 至于披星戴月 在万人宗见到夏北辰时 他的修为 才是灵聚境后期 结果一眨眼 就到了灵动境初期 所以 也是早就 过了那惊讶期了 叶云星抿了一口酒后 说道 二位有所不知 他呀 从灵舞境的修为 提升到现在的灵动境 也不过三天罢了 狂了 一只酒杯 从桌面摔落 掉在了地上 摔碎了 正是谷主 在听到叶云星的话之后 由于太过于震惊 所以不小心碰掉了酒杯 而陆宇婷 则猛然抬眼 看向了夏北辰 这么一个潜力十足的弟子 竟然被天玄宗给捡到了 为何不是我青蓝宗呢 不过 有这么一个人物 我青蓝宗输了 也不冤 起码 没有像万人宗那样 被灭门 抱歉 抱歉 失态了 谷主伸手隔空 对着地上摔碎了的酒杯一扫 随即酒杯碎片 便消失不见了 那个 谷主赫然打起了小算板 要不 你把这小子让给我 众人眉头一皱 叶云星疑惑道 让给你 怎么个让法 为等谷主回答 披心则邪魅一笑 说道 莫非是夏天搓背 冬天暖床那种 谷主白了一眼 然后说道 去去去 想哪里去呢 我是想让他败入我灵剑谷 原来是抢人啊 戴月笑了起来 要不 陆宗主 你也抢一下 把夏公子带回去 做个压寨相公 陆玉婷脸色微红 羞答答地说道 戴月姐姐 你不要拿我取消吗 叶云星则嗨嗨地清了清嗓子 随即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天玄宗规定 除非弟子犯了一定的错误 而被逐出宗门 否则 不可以败入他人门下 即使是内门弟子 也不可吝则师父 除非原来的师父陨落了 谷主善善一笑 那可惜了 不可惜 叶云星道 只要不败师 你哪怕教他住剑 也是不触犯门规的 哈哈 谷主再次一笑 说道 可是我灵剑谷不教外人 这时 院子的门被推开 众人抬眼看去 发现小动物们回来了 谷主视线放在了那拳头大小 且散发着淡淡金光的灵体身上 果然是精灵 确定了那是什么东西后 谷主惊讶到 一听 夏北辰心中大喜 无尽领域的这些小动物们 出去溜达了一下 竟然就收服了精灵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谷主捋了捋花白的胡子 说道 武灵已收服三灵 剩下两个 总归没那么棘手了 不料叶小蜜却轻横了一声 说道 谁说剩下两个的 谷主身子猛的一顿 同时斜眼看着叶小蜜 你的意思是 兄弟姐妹们 让一让 让他看一看 瞧一瞧 叶小蜜招呼起身后的同伴们 同伴们听后 纷纷往两侧让开 夏北辰等人和谷主 目不转睛地看着 下一刻 便看到了一个 散发着淡淡土黄色光芒的灵体 未等夏北辰等人反应过来 谷主就又惊讶了起来 竟 竟 竟然 竟然是土灵 听到土灵两个字 夏北辰等人面面相去 夏北辰走了过去 问道 小蜜 你们这才多久 就给我抓来了精灵和土灵 是怎么做到的 嘻嘻 叶小蜜笑了笑 回道 回主人 我们去外面玩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 一处泥土有异样 本着职业精神 我们上去查看了一番 发现 那里竟然有个小金矿 小金矿 谷主眉头一皱 在哪里 显然 他自己都不知道 灵剑谷竟然有金矿 距离此处四十多里的地方 叶小蜜指向了 灵剑谷的西北方向 天穷大陆 虽然不是以金银铜等珠宝 来作为硬铜货 但这并不等于没有金银铜 多数的金银铜 都是拿来打造器具或者手势 甚至拿来和其他材料炼制东西 金藏鱼时 依附着山 金润而生 聚土成山 有山必生时 所谓土生金 叶小蜜有模有样地说起来 所以 在土里发现金矿 不足为奇 巧的是 我们发现了金灵 收服过程中 发现了土灵 夏北辰点了点头 欣慰地说道 所以 你们得以将它们一起收服了 正是 叶小蜜招呼了一声土灵和精灵过来 随即对夏北辰说道 现在 请主人将它们收下 好 待会你们 把它们一同待会无尽领域 夏北辰满意地吩咐道 嗯嗯 你们想要什么奖励 蜜蜂们和小可 小松齐声回道 九 九 众人被他们的回答震惊了 忍不住往桌面上看去 上面好几坛子灵剑谷自酿的美酒 竟然好这一口 谷主笑道 没问题 我替你们主人送些酒 好好酬劳你们 第零七八章 寻找最后一灵 无尽领域里也吞了不少酒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喝腻了 想换换口味 所以看到灵剑谷的酒时 便动起了心思 不过他们的功劳不小 这酒也不能吝啬 夏北辰向谷主提议 自己掏钱买即可 但却被谷主拒绝了 并且 他说道 虽说我的茅草屋 是你弄得七零八岁的 但这新盖的竹屋 早已经超出了预期 既然超出了预期 我送些酒给他们 不是应该的吗 说着 当即让他们去附近的 酒窖里搬酒 小动物们也是有分寸 没有贪多 象征性地拿了几坛后 便回来了 谷主数了数 才酒坛 便不解地问道 你们这么多只 才拿酒坛 嘻嘻 夜小蜜回道 够了 我们喝不了多少的 蜜蜂们一共七坛 小可和小松 则各自一坛 在无尽领域里 夏北辰和叶云星 就见识过 这两个小家伙的酒量 所以 一只拿一坛 也不足为奇 不过 谷主却斜眼不悦地说道 你们这是看不起谁呢 说着 他大手一挥 同时说道 加倍 下一刻 大家就看到了不少酒坛子 从酒窖里飘了出来 酒飞到了他们的面前之后 小可和小松 叶小蜜 异口同声地说道 这么多 不多 不多 谷主白手道 小动物们也懂事 回过神来 立马跟谷主道了一声 谢 最后 小可提议 要不 我们也回去一起喝吧 我同意 小松举起手说道 叶小蜜则想了想说道 酒虽好 可不要贪杯 这样吧 这酒坛 大家今晚一起开心 一起干杯 指了指另外的酒坛 这些就分了吧 我们七坛 你们各自一坛 如何 小蜜说的没错 夏北辰赞成地说道 你们可以先存在 无尽领域的屋子里 想喝的时候 自己去取即可 见主人都发话了 小动物们便拍板 决定了酒的处理方式 最后 夏北辰将它们 送回了无尽领域 当然 精灵和土灵 也随它们一起 坐回了桌前 夏北辰看向了谷主 问道 如果我没猜错 得聚其金木水火 突兀林方 能铸造我想要的剑吧 没错 谷主点头道 如今只剩下木灵了 说着 他举起了酒杯 先吃饱喝足 再休息一会 我们便去抓了那木灵 也好 饭后走一走 活到九千九 夏北辰也举起了酒杯 九千九还是太少 何不九万九 披星和黛月 随即也举起了酒杯 修得大道 独断万骨 陆语霸气地说道 好话 都被你们说完了 我就不说了 叶云心笑道 随后大家笑着干杯 将酒杯里的酒 一饮而尽 吃饱喝足 收拾好残余之后 月亮已经爬升到了天空的最高处 唠嗑了一阵后 几个人在谷主的带领下 动身前往他所知道的木灵所在地 这一次 来到了一处茂密的森林里 在路上 谷主便说道 虽然不是初一十五 但今夜月光如洗 正是木灵出来晒月亮的好时机 这木灵长何样 披星扫了一眼四周 问道 因为是神兽 所以 披星和黛月 纵使是在森林里行走 也能来去自如 至于下北辰 自然是有不夜之眼 仅凭意念 就能切换成夜市模式 所以 现在的他 看着森林里的一花一木 都如同在白昼一样 相对于他们 叶云心 陆雨亭和谷主 则是因为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哪怕没有不夜之眼 也能凭借着敏锐的感知力 来获知目标方向 谷主摇头道 我也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倒是古籍上记载 木灵长着一对小翅膀 晒月亮 小翅膀 夏北辰嘀咕了下 随即抬头看向了头顶 稀稀拉拉的月光 从枝叶的间隙里照射了下来 我觉得 我们要分两路 来寻找木灵 夏北辰说道 很可能他在树冠上 正惬意地晒着月亮 大伙一听 纷纷点头 有道理 既然建议统一了 便分成两组了 夏北辰和叶云心 陆雨亭 组成空中小组来搜寻 剩下的披星戴月和谷主 则继续在森林里面搜寻 晚风吹拂着 树冠上的枝叶 轻轻地摇曳着 空中组三人 迎着晚风分散开来 扩大搜寻面积 和之前搜寻水灵一样 搜索了一段时间 还是没有找到丝毫的线索 就在夏北辰打算下去 问谷主有什么方法之时 赫然听到下方爆发出了打斗声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下降到了森林里 结果一看 发现谷主 披星戴月的面前 有一头浑身散发着绿光的妖兽 它们的旁边 则是一些断裂了的树木 没想到 这里还有妖兽 披星警惕地盯着 那头绿光妖兽 这时绿燕兽 会发射绿色的火焰 大家小心为妙 谷主提醒起大家 火焰 大约眉头一皱 那岂不是会把这森林给烧了 飞也 谷主摇头 刚想解释的时候 绿燕兽就张着嘴巴 朝他们喷了一道绿色的火焰 那火焰的现状 就如同喷火枪喷出来的火焰一样 谷主和披星戴月急忙一闪 躲过了那道绿色火焰 最后 火焰碰到了他们身后的几棵树上 就在大家以为这火焰会点燃树木的时候 却发现一点燃烧的迹象都没有 火焰碰到树木之后 竟然形成了一层绿光 将其包裹住 最后才消散殆尽 这么神奇 披星惊讶地说道 谷主解释道 这森林是这绿燕兽赖以生存的地方 可以说 有森林才有它 它的功法 自然对这些树木有保护作用 那岂不是护林员 这时 夏北辰的声音传来 谷主和披星戴月 看向了夏北辰三人 怎么样 有线索吗 夏北辰摇了摇头 没有 说着 他指了下绿燕兽 这家伙 怎么处理 披星往前了两步 说道 交给我来会一会他吧 你们先去找木灵 谷主则说道 只要鸡晕即可 不要伤了他性命 好 披星点了点 随即摇身一变 变回了皮的形态 皮翼生吼 绿燕兽竟是不禁颤抖了几下 第079章 隐身 偷袭 或许 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脉压制 夏北辰等人 交代了一句小心之后 便离开了 这一次 改变了策略 大家都从空中寻找 实在找不到 再另想办法 就这样 夏北辰把全部力量 放在了上方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着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下半夜 一阵流动的云 正好挡住了月亮 忽然 夏北辰等人 听到了刷刷刷的几声 好在反应快 他们敏捷地躲过了袭击 而夏北辰 更是伸出了手 然后两根手指之间 赫然夹住了一张叶片 大家这才发现 刚才朝他们袭击而来的东西 竟然是树叶 部分树叶没有袭击到人 便飞到了夏北辰等人 身后的树棺上 一些枝叶 赫然被树叶给切断了去 所以 可不要小看了 这大约有两根手指宽的叶片 它是具备杀伤力的 是什么东西偷袭 陆雨婷扫了一眼四周 不解地问道 莫非又遇到什么妖兽了 戴月警惕地看了看 刚才树叶飞来袭来而来的方向 夏北辰则摇头道 要是妖兽 不可能不声不响的 毕竟刚才的绿燕兽 在遇到谷主和披心戴月时 都闹出了不少动静 而这不动声色 不声不响的袭击 与妖兽的作风相差太大 不过 就在夏北辰摇头的时候 大家忽然互相看了一眼 似乎大家在同一时间 达成了某项共识似的 然后朝刚才叶片 袭来而来的方向飞去 刚飞了几张 嗖嗖嗖地破空声传来 小心 叶云星提醒着 天旋剑出现在了他手中 并坑坑坑地挥起了剑 被剑抵挡掉的东西 纷纷掉落 夏北辰捞了一只往下掉的东西 一看 竟然是尖刺的木棍 而且 外形跟剑一样 只是没有铁质的剑头罢了 谷主眉头一挑 断然道 这又是树叶 又是木剑的 可以断定 就是木棱在袭击我们了 夏北辰点头道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正愁找不到他呢 他倒好 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叶云星提醒道 这木棱比之前的水灵有攻击性 所以大家行动的时候 小心为妙 嗯 大家纷纷点头 这部 话音刚落 又是几道破空声传来 不过 这一次 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 刷刷刷 大家定睛一看 赫然是叶片和木剑一起朝他们飞来 而且 密密麻麻的 夏北辰趁机看向了叶片和木剑飞来的方向 凭借着不叶之眼的优势 他很快就捕捉到了异样 是一只发着淡淡褐色光芒的 长着一对小翅膀的小精灵模样的灵体 那 便是木铃了 我看到他了 夏北辰伸手指了过去 这时 叶云星用手帮他将一只流箭挡开 便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结果这一看 那木铃 赫然凭空消失了 会隐身 叶云星眉头青醋 夏北辰则拿出了之前派去寻找小动物们的牵纸盒 在小动物们回来之前 他便回到了夏北辰手里 并被放好 现在 该他再次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不知道会隐身的目标 能不能也锁定得了 试试吧 叶云星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只千纸盒 两个人互相点了点头后 便开始给各自的千纸盒灌入灵气 随即默念起了所见到的木铃的特征 很快 千纸盒扑闪起了翅膀 身上出现了流光 下一刻 便朝外飞了出去 不一会 流光暗淡 千纸盒也凭空消失了 隐身了 夏北辰和叶云星 各自与千纸盒有着神识上的联系 就看他能不能对同样具备隐身技能的目标起作用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被夏北辰发现了 所以木铃 在刚才朝他们射出叶片和木剑后 就陷入了休战期 这小段时间都没有遇到袭击 看来 这木铃也知道 再这样下去 会暴露了位置 所以 索性不袭击了 嗯 过了约莫两分钟 夏北辰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叶云星关心地问道 怎么了 我的千纸盒 竟然被困住了 夏北辰皱着眉头回道 哦 我都没有 不过他已经找到了目标 叶云星收到了他那只千纸盒的回传信息 原来 你的被木铃用叶片形成的牢笼给困住了 夏北辰说道 这术法 倒与星光复有几分像 叶云星说道 不过 他不会压缩空间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他 那我们追吧 说着 率先朝千纸盒反馈的地点 飞去 夏北辰紧随其后 最后 陆雨亭 谷主和黛月也跟了上来 很快 就来到了被困住的那只千纸盒所在的地方 没想到 困住千纸盒的 不仅仅是叶片 还有藤蔓 真是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啊 不知道是不是叶云星境界高的原因 他的千纸盒 在追踪木铃的时候 也受到了好几次攻击 但每一次都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甚至 他的那只千纸盒 还会反击 天旋星术都会 一阵星光迅速朝木铃飞了过去 将其团团围住 木铃想从间隙里溜掉 不料星光瞬间变成了一个球体 发着星光的球体 将木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他已经被困得没有脾气时 却是有好几道褐色的光 从星光球体里迸发出来 咔咔咔 星光球体 如同玻璃遭受了打击似的 忽然出现了裂痕 狂浪 最后 星光球体 硬生爆裂 而在其爆裂的那一瞬间 又有无数叶片和木剑 朝下北辰等人飞来 一道巨大的结界 笼罩在了大家的深周 一看 赫然是披星回来了 并适时地给他们加了一道防御结界 披星 那妖兽怎样了 谷主问道 放心吧 不仅没有伤到他 还没有击晕他 披星笑着说道 随即 他拿出了一样东西 递给了夏北辰 夏公子 试试这个吧 夏北辰一看 赫然是一个鸭蛋大小 且散发着淡淡绿光的珠子 第零八零章 你小子能不能快点 急死人了 内丹 夏北辰好奇地接过了东西 飞也 披星说道 这是那绿燕兽送的 他说可以克制木铃 方便收服他 所以 绿燕兽也会说人话 夏北辰又问 披星白手道 人话不会说 但我听得懂他的授语 夏北辰竖起了大拇指 老兄 你太溜了 嘻嘻 披星憨憨一笑 说道 哪里哪里 夏北辰收回了大拇指 笑着问道 这真的是送的 绝对送的 童走无期 披星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可是神兽 总不能欺负一只爱护森林的小妖兽吧 夏北辰继续笑道 哈 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 对了 这玩意怎么使用 披星回道 输入灵气即可 快试试 嗯 夏北辰立马就输入了灵气 绿珠子从夏北辰的手中飘浮而起 很快就升到了半空中 噗 忽然一下 绿珠子 赫然迸发出了绿色的火焰 像极了之前绿燕兽 对他们喷出的那个火球 火焰的范围越来越大 越来越宽 不一会 就把下方的大片森林给覆盖了 夏北辰担忧地说道 这火 不会烧到植被吧 披星解释道 据绿燕兽说 这绿火对森林的植被 不会产生任何伤害 但是对需要对付的目标 具有一定的伤害 那就好 夏北辰放下了心来 绿火开始朝下方的森林蔓延 如披星说的 以及之前他们被绿燕兽 偷袭时的情况一样 绿火果然对树木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众人也是感受到了一阵炙热感 很快 在绿火的威胁下 木林表现出了惊慌失措的样子 最后 抵挡不住 便朝夏北辰他们这边飞来 夏北辰嘴角一撇 露出了得意式笑容 木林来到了他们的面前时 没有发起任何的攻击 而夏北辰也看出来了他的来意 然后断开了继续输送给绿珠子的灵器 覆盖在森林里的绿火 随即自动熄灭了 不过 叶云星等人还是上来将木林给团团围住 怕他待会突然地搞事情 或者耍什么花招而溜了 木林扑闪着自己的小翅膀 左看看 右看看 夏北辰这时伸出了手掌 他便飞到了掌心上 停在了上面 见状 大家都输出了一口气 这小家伙 果然怕那绿火 披心说道 恭喜 武林已经凑齐 这时 谷主看着夏北辰掌心上的木林 对夏北辰道了一声喜 经过了这小段时间的相处 谷主对他早已经放下了芥蒂 这还得多亏老头你帮忙 夏北辰由衷地说道 帮你 也是在帮我自己吧 谷主说道 因为 我也想挑战下你所说的那把剑 说到这里 他已经是摩拳擦掌 事不宜迟 现在就回去 然后帮你锻造一把独一无二的剑 哈哈 夏北辰笑了起来 不亏得住剑师啊 这职业病都犯了 其他人也是满怀期待的样子 夏北辰则问道 老头 你不休息 要不 明早再锻造 不料 谷主却横了他一眼 你小子让我数羊或者数猩猩差不多 武林聚齐 你让我睡觉 双手抱在了身前 一副傲娇的样子 要睡 你们睡去 我去住见 说完 便朝住所育空飞去 见到他那顽童似的模样 夏北辰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即跟了上去 夏北辰在他身后笑道 老头 武林没有给你 你拿什么锻造 谷主身子一停 这才想起来 对哦 武林还在你小子那里 我空手回去 没什么 往回飞了过来 拽住夏北辰 便继续回住所 你小子能不能快点 急死人了 就这样 夏北辰被拽着 回到了那崭新的屋子前 待谷主回屋拿了一些材料之后 夏北辰等人 就跟着他去了住见的那个山洞 不过 并没有走到头 谷主就让他们停了下来 抱歉诸位 我林剑谷有规定 外人不可入内了 你们可以在这等我 指了指 他们刚才走过的路 说道 这山洞的前半段 可参观游玩的地方不少 你们随意即可 毕竟人家有门规在前 所以夏北辰等人 也不强求进入 刚刚走来的时候 发现这山洞不小 而且不少分岔路 每隔一段距离 还放置了发光的物品 用以照明 这让夏北辰 想起了喀斯特地貌的溶洞 确实可以观赏一番 于是 将金水火土四灵 从无尽领域里叫了出来 然后再把刚才收服的木铃 都交给了谷主 身上还有没有比较值钱的材料 谷主接过了武林后 问道 有 夏北辰拿出了一个 玄青色的东西 谷主一看 是一枚妖丹 这是击败玄武后所得的妖丹 你拿去 夏北辰将玄武妖丹 递给了谷主 谷主忍不住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啊 接着 夏北辰又给他拿了一些 珍贵的材料 谷主接过了东西之后 便转身独自走进了 外人不能进的地段 林剑谷的口碑 响彻天穷大陆 童走无期 所以 夏北辰放心地将东西交给谷主 不过 刚刚忘记 问谷主要等多久时间了 夏北辰挠了挠后脑勺 你还真打算在这干等吗 披心把手搭在了夏北辰的肩膀上 然后往另外一条岔路走去 看看那谷主的洞府里有啥宝贝部 时间流逝 夏北辰等人像急了游客一样 将山洞能逛的地方逛了一个遍 当然 他们可不是两手空空地进去 再两手空空地出来 此时的他们 收获了好几条鲤鱼 这些鲤鱼 赫然是山洞的一条岸河里的 水至上加 这鱼 自然也是美味的 所以 大家灌完了山洞 抓了鱼后 便出到了外面 架起了火来 起锅烧油 烤鱼 红烧鲤鱼 两种口味的香气 瞬间散发在了空气里 月亮还在空中 几个人一边吃鱼 一边赏月 一边等着谷主将剑锻造好 第081章 建成 引来不速之客 当红烧鲤鱼即将出锅 当烤鱼即将烤好的时候 不远处的山洞 所在的山峰 忽然出现了 赤城黄绿青蓝子 七道光芒 冲天起 下北城 叶云星 陆雨亭和披星戴月 立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朝七彩光芒的方向看去 赫然发现 不少地方都被这七彩光芒 给照亮了 天地 为之绚烂 不过 这七彩光芒 倒是与叶云星的七彩花 有一曲同工之妙 冲天起的七彩光 持续了一小会后 就吸引来了不少客人 一看 竟然都是些飞禽走兽 看到这一幕景象之后 披星甚是激动 百兽朝贺 吉祥之兆 他一边看着那七彩光芒 一边说道 北城小兄弟 看来是件锻造好了 经他这么一行 下北城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正 就在披星的话 刚一落下 他们就听到了一声悦耳的剑银传来 果然是剑 又过了一会 七彩光芒终于暗淡了下来 光芒所照之处 恢复了原来的夜色 不过 飞禽走兽们并没有离开 这时 又是争的一声 逐渐山洞的洞口 忽然一道七彩流光飞了出来 夏北城眉头一挑 放眼看去 赫然是一把剑 从山洞里飞了出来 最后 横着停在了夏北城的面前 紧接着 一道清光 也从山洞里飞了出来 在他停在了烧烤的火堆旁边时 大家一看 赫然是谷主 正好 还有一吃 谷主浓浓的笑意 洋溢在脸上 夏北城目不转睛地 看着面前的精美 而又霸气的剑 老头 你这就是 加入了武林等珍贵材料 锻造出来的新剑吗 如假包换 谷主拍着胸脯说道 这时 一张纸竟然凭空出现在了 夏北城的面前 这是 他不解地问道 契约书 谷主来到了夏北城的身边 凡我灵剑谷所打造出的极品神兵 均需主人与神兵签订契约 契约之后 任其主人使用 夏北城恍然大悟 这不就跟以前影视剧里 猪脚获得了牛皮轰轰的武器 然后滴血认主的做法 差不多吗 只不过 这里不需要滴血认主 只需要签约契约即可 夏北城伸手去拿住了那张纸 随后 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手指 灵气从指尖而出 他对着签名处 便写了起来 当夏北城三个字写完之后 契约光芒大胜 接着 揪的一声 光芒霉了 而契约则贴向了剑身 最后仿佛没入了剑身一般 也消失不见了 好了 夏北城看向了一旁的谷主 问道 好了 谷主捋了捋胡子说道 现在这剑 还没有名字 你取一个吧 夏北城想了起来 我建议 叫五星剑 就在夏北城刚开始想的时候 披星便有了剑意 毕竟他使用了金木水火土武灵 戴月则摇头道 你还有玄武的腰单呢 说着 他也建议了起来 要不 叫玄武五行剑 陆玉婷则打趣道 那干脆叫王八五行剑 结果其他人附和道 这个名字好 夏北城五语 我觉得 你们不是在给剑意 而是在找茬的 嘻嘻 陆玉婷善善一笑 接着再次提议 要不 叫七彩剑 刚才剑城之时 他迸发出了七彩光芒 夏北城则摇头道 感觉上 还是差了点 那不行 就叫彩虹剑吧 戴月也是再次建议 结果 夏北城再次摇头了 还是差了点 那 你想要什么样的名字 陆玉婷 披星戴月 同时问道 我有一朋友 他的剑的名字 就很有个性 水光炼炼剑 不过 他那把剑 煮一个水字 可我这把剑 不仅仅是水 还有鸡 木 火 托 夏北城看着面前的星剑 说道 叶云星则建议道 那待你想好了 再给他取名 也不迟 是啊 一旁的谷主黑黑一笑 然后咽了咽口水 说道 想不出来 就先坐下吃鱼吗 话音一落 伸手一挥 几坛酒 便从酒窖飞了过来 夏北城点了点头 给剑取名的事 便先放一放 那就先吃宵夜 美酒配美食 不料 就在这这时 天际有几道不同的光芒 朝这边飞了过来 嗯 谷主抬眼看了一眼 那几道光芒 这时候了 还有客人来访 叶云星也朝那几道光芒 看了过去 同时问道 谷主则摇了摇头 回道 这么晚了 从未有客人 这个时候来访的 那就是来者不善 陆雨亭猜测道 十有八九 是不速之客 谷主从位置上 站起了身 想必是感知到了 刚才星剑的出事 夏北城则说道 等他们来了 不就知道了吗 随后 大家都纷纷站起了身 叶云星迅速将修为 隐藏到了恋神镜出气 几个呼吸后 几道光芒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并悬停在半空中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何方神圣 这么晚了 还历领我这灵剑谷 谷主上前了一步 副手力 看着对方几个人问道 夏北城打量了一下来者 一共有五个人 身穿不同颜色的服饰 看来 不是同一个门派的 五个人中 修为最高的是 炼神镜后期 最低的 也有灵海镜后期 这五个人 哪怕是 放在一个门派里 也是宗师级的人物 刚才我等发现 这边有异样 便特意过来查看 顺便问候下谷主您 为首的炼神镜后期 修士说道 谷主看了看他们的手 然后说道 你们这问候别人 双手空空的 还挺抠门 唉 一位炼神镜初期的修士说道 谁说 我们是双手空空的 说着 他祭出了一把狼牙棒 随即将其拿在了手中 这 不就不空了吗 还是太抠门了 谷主嘴角一撇 接着无数剑迎声传来 五个人朝四周看去 赫然看到了无数飞剑 朝他们飞了过来 在距离他们 还有几张远的地方 停了下来 看到这架势 为首的炼神镜后期修士 却不以为然 他不屑地说道 谷主 这些剑 还不如那把呢 他的目光 投向了下北城手里的剑 剑随心动 瞬息万变 哦 夏北城嘴角一撇 随即说道 看来 眼光不错呀 呵呵 对方倾笑一声 随即徒手一指 夏北城手中的剑 小子 是你乖乖送上来 还是我们自己 下去拿上来 夏北城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这倒是个选择题 说着 他带着笑意说道 我还得谢谢你 给我这个选择的机会 话音一落 他便听到了 系统那空灵的声音 弟 宿主当前处境念灵选择 一 将灵剑谷谷主帮铸造的剑 乖乖地送给对方 奖励 大力神玩一枚 服下后 做什么都力大如牛 包括和妹子运动时候 二 费了多少心思才拥有的剑 送个锤子啊 送 不仅不送 还要劈它们 奖励 剑随心动 无需修习任何剑谱 即可任意发挥出剑的威力 宋分题 老规矩 玄二 这时 那炼神静后期的修饰 眼神凌厉地问道 想好了 所以 你的选择是 然而 夏北辰的眼神 更凌厉 你的选项 我都不选 对方眉头微皱 正想说 找死 结果刚说出找字 夏北辰手中的剑 便脱手而出 刷的一下 便窜到了对方的面前 剑尖 直至眉西 对方手一张 接着一把银扇 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啪哒一声 扇子在他手中打开 挡在他面前 剑钉地刺在了 银扇的一只扇骨上 并发出了小火花 对方的手 也随之一震 急忙后退了几张 他忍不住 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此时他的手 已然骂了 一开了视线 他看向了夏北辰 你这灵动静的修饰 真是有意思 承让承让 夏北辰有模有样地 谦虚地拱了拱手 这给你一个台阶 你竟然顺着下来了 所以 恋神静后期的修饰 脸上露出了不悦之色 那就别说我欺负你了 说着 他对着夏北辰 扇出一下手中的银扇 一阵迅猛的风 被扇了出来 而且 风吹向夏北辰的过程中 赫然将路过之地的花草 都灵虐了一番 就连地方的石块 都在他的肆虐下 碎成了粉末 看来这银扇闪出来的风 也不容小觑 不过 夏北辰的剑 立马由剑的形态 变成了一堵石墙 呵 对方不屑地轻喝了一声 说道 你是一点不把石头 被吹成粉末的 是放在眼里啊 而夏北辰却反驳道 你不要太自信了 刷 携带着被他灵虐 而起的花草 银扇的风硬声 吹到了石墙上 就在对方得意地以为 石墙也会变成粉末之际 不可思议地一幕发生了 风飞但没有对石墙 造成任何损伤 还被反弹了回来 而且 反弹回来的风 比刚才的更灵力了 对方急忙后退 但风速也快 很快就到了他面前 他条件反射的灰扇去挡 不料无数箭矢 朝他飞了过来 这是 他骇然地 看着密密麻麻的箭矢 这些箭矢 都是刚刚那堵石墙所化 并且 他的材质 还与石头毫不相干 因为 箭矢是金属的 点石成金 没等对方弄明白状况 他手中的银扇 就与反弹回来的风 相撞在了一起 一些箭矢 也叮叮叮地 碰撞到了银扇闪面 但是 抵挡的面积有限 还是有箭矢 射中了他 只是 让他走了狗屎运的是 没有射中 他的要害之处 急忙在自己的面前 布了一道银色的结界 这才堪堪抵挡住了 其他飞来的箭矢 然而 就在这时 箭矢忽忽然一变 变成了一朵朵火花 火花将对方团团围住 并且形成了一个 密封性的火球 什么鬼 这是什么办法的书法 火球里 传来了对方惊恐的声音 快救我 他的那些同伴们 听到他的呼救 也是犹豫了起来 连恋神经后期的修饰 都被困住了 那他们这些修为低一些的 岂不是 快用水 三位同伴 看向了另一位同伴 另一位同伴 这才回过神来 我马上救 救他 结结巴巴地说了之后 对着火球 就掐起了手绝 随即火球对应的天空 小范围的多了些乌云 很快 便下起了雨 然而就在这时 火球却是忽然 愤出了一道残影 接着 残影变成具象化 众人一看 赫然是一道光幕 笼罩在了火球的上方 雨水打在了光幕上 对其下方的火球 没有丝毫的影响 这 施展了云雨之术的修饰 瞪大了双眼 看着自己毫无进展的雨水 不禁亮呛了下 谷主嘲讽道 真是不自量力 竟然赶来我零剑谷撒野 这下子遇到对手了吧 这时 一声惨叫从火球里传来了出来 啊 惨叫声 响彻天地 听得剩下的四个人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我们撤吧 刚刚施展了云雨之术的修饰 小心翼翼地提议道 三位同伴这下子没有犹豫 点了点头 便调转了方向 想要离开 但是 夏北辰却是轻哼了一声 随即沉声道 你当这里是你们家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今天 就让你们的先许 供奉我的剑 四个修为 忍不住往后看了一眼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下一跳 之间刚才的雨水 竟然凝结成了冰 冰闪烁着寒光 朝他们飞来 他们还未来得及闪躲 就被冰块 准确地说 是冰片给割伤了 没错 雨水凝结成的是冰片 如刀片一般锋利 其中两个修士 脸上也挂彩了 被割出了一道很显眼的口子 这是什么变态啊 进阶再五个不速之客当中 最低的林海静后期修士 想哭的心都有了 没想到那把剑 既然瞬息万变 根本就让人招架不住啊 夏北辰则看向了叶云星等人 接下来 让你们过过手影了 还是交给谷主吧 叶云星说道 毕竟这是零剑谷的地盘 我负义 陆雨婷和披星戴月一同说道 好 谷主叫好了一声 就朝对方四个修士掠了过去 这时那火球已经焚烧殆尽 那连神经后期的修士 甚至连扎都不省 不过 毕竟是跨境界击杀了对方 所以夏北辰的消耗也不小 第08三章 金枪不倒散 不限鸳鸯丸 叶云星握住了夏北辰的手 关心地问道 你没事吧 夏北辰摆了摆手 说道 消耗有些大 容我休息一会 说着 他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枚回灵丹 服下之后 人就舒服了些 不过 想要恢复圆满的状态 还需要点时间 但不能一下子 服过多的回灵丹 免得到时候 一下子调息不好 有损伤自己的风险 而结束了战斗的剑 飞回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这剑 果然独一无二 陆宇亭满眼神的惊艳 是啊 披星也发出了感慨 我活了五千岁了 还是第一次见这样 可以随意切换形态的剑 最后 他连续说了 妙子三次 大约也说道 毕竟这剑汇聚了金木水活土武灵 所以 瞬息万变 应接不暇 陆宇亭此时的眼神 变得有些敬畏 他说道 虽然剑主的消耗比较大 但其威力也不容小觑 三两回合 便将一位炼神经后期的修士给消灭了 陆宗主 你也是炼神经哦 夏北辰笑着说道 陆宇亭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一声惨叫 大家抬眼一看 看到了那林海经后期的修士 被一把剑冻穿了胸口 谷主将剑拔了出来 那修士便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双腿瞪了两下之后 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剩下三个 这老头什么修为 为何这么厉害 之前施展云与术法的修士 紧张兮兮地看着谷主 对付你们这三个炼神进出 中期的 绰绰有余了 谷主傲然而立 脸上不带丝毫神色 声音 也颇具穿透力 娘嬉皮的 我们三人一起上 大不要跟他拼了 三人中修为最高的炼神进中期修士 一咬牙 便朝谷主冲了过去 呵呵 谷主这时才轻笑了一声 然后迎了上去 然而 让这炼神进中期修士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的那两位同伴 竟然趁自己先冲锋之际 他们却转身溜了 蹦 蹦 两声巨响 传开了去 没想到 想溜的修士 刚溜出去没多远 就撞上了一堵突如其来的石墙 就在他们两个人 以为又是夏北辰那变态施展出来的时候 却听到了一个女声 还想跑 夏北辰忍不住给陆雨婷竖起了大拇指 陆宗主666 哼 轻哼一声 陆雨婷又放出了一堵石墙 然后朝那俩修士逼近 两堵石墙要是合并 那他们就百分百地会成为夹心饼 不过 他们发现 这两道石墙并非方形的 而是山字形的 也就意味着 稍微低矮点的地方 有一线生计 然而 他们刚想从低矮点的地方溜走 却发现 好几把剑朝他们飞来 完了 溜走的路 被堵死了 这些剑 是谷主遇来的 对付你们 零剑阵都省了 谷主像看蝼蚁一样 看着他们两个人 此时 他身后的那练神经中期的修士 赫然被万剑穿星 无数的利剑 将他刺成了刺猬 血 顺着大大小小的剑 滴落在了地上 谷主的手 轻轻一抬 刺进对方身体的无数利剑 瞬间光芒大声 蹦 顿时 血雾弥散 最后 血雾消散得无影无踪 这个死法 对方甚至都来不及惨叫一声 接下来 轮到最后的两个修士了 不过 最后对他们造成致命一击的 不是谷主的剑 而是陆雨婷的那两道石墙 蹦 一声巨响 天地震动 两道石墙 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那两个修士 只发出了急促而又短促的惨叫 便失去了生命 好一个夹心点 最后 石墙轰然倒塌 不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就像从没来过似的 大家围坐在了烤鱼和红烧鲤鱼前 此时的美味 还冒着腾腾的热气 五个不长眼的不速之客 庆祝一下 夏北辰开始给大家分食烤鱼 正好一人一条 哈哈 谷主接过了烤鱼后 笑道 有酒 有美味 还有俊男俏女 今天我零剑骨 像急了过劫了 夏北辰咬了一口鱼肉 问道 剑已铸成 谷主老头 你想要什么酬劳 谷主一边啃鱼肉 一边白手道 不要一分酬劳 这怎么行呢 夏北辰凑到了他的身边 把这个给你 什么 谷主好奇地看着夏北辰手里的东西 竟然是几只白玉瓶 虽然上面此时没有标明是什么 但是凭着先前在厨房的印象 谷主便明白了过来 回春夜 金枪不倒散 不限鸳鸯丸 夏北辰用低的 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听清楚的声音 介绍道 这回春夜啊 男女可用 接着介绍起了 金枪不倒散 这东西还没炼制丹药 不过伞也很给力 男的服用哈 最后 这不限鸳鸯丸 则是女的服用 届时 可以不限鸳鸯不限限 只限自己这对 男将巡视魂 就在三个男人 在敲咪咪地说着的时候 对面三个女人的眼神 齐刷刷地看向了他们 戴月问起了披星 你们三个 在鬼鬼祟祟地说着什么 披星心里 立马咯噔了一下 然后白手道 没有 就是聊点家常 戴月狐疑地看着 一点都不像聊家常 聊人生大事呢 这时 夏北辰说道 说来听听 三个成人齐声问道 夏北辰处境不乱 有理有条地说道 就是 你们二位 什么时候生个小皮修 戴月先是一愣 随即脸色一红 对于这个问题 叶云星和陆语婷 也颇为好奇 所以 他们两个人 继而把目光投向了戴月 戴月红着脸 羞涩地说道 我们还年轻呢 不着急 叶云星伸出了五根手指 戴月急忙握住了 叶云星的手腕 然后另一只手 帮他把手指头勾了回去 叶宗主难道忘了 我们说过的话了 我们皮修一族 五千岁正当青壮年呢 叶云星笑道 对呀 正当青壮年 才是生个小皮修的好时光啊 叶宗主说的没错 陆语婷复和道 我也觉得 说的没错 谷主也跟着复和起来 戴月羞涩地动了洞身子 然后将火力传给了叶云星 那你们何时生 叶云星的笑容 立马止住了 这下子 轮到他脸红了 戴月见他脸红了 便继续说道 你们生个小宝宝 我们再给你们生个小皮修 给你们的小宝宝做宠物 这个建议不错 陆语婷第一个赞成 谷主笑着说道 你们都加把劲 到时候 找我给小家伙们打造一把绝世好剑 好了 不说这个 吃鱼吃鱼 叶云星给大家一人加了一块鱼肉 不知不觉 一顿宵夜下来 已经是破晓时分 新一天的清晨 悄然来临 几个人到小溪边洗漱了一番之后 也该告别林剑谷了 再会 再会 和谷主道别之后 夏北辰等人 便往南边飞去 披星和戴月 已经化为人形 所以没有回无尽领域里 而是和夏北辰 叶云星 陆语婷 组成了五人小队 前往此行的目的地 南疆 天穷大陆 将北旋以南的地区 分成了两部分 挨着天旋的那部分 中庸 清兰宗 便是坐落在中庸地界 中庸再往南的大片区域 便统称南疆 当然 西部还有一大块土地 叫西洋 至于大陆的东边 是东海 传说 东海有水族把持 而化世者 便是水族中的娇人一族 南疆 崇山峻岭 山川胡泽较多 但它却不是穷山僻壤之地 相反 还有不少繁华的城市 以及对于其他地方来说的稀缺资源 而也正因为 这里充满了各种机遇 所以 云木混珠 不少见不得光的门派 都喜欢选择在这里扎根 比如 曾经名震南疆 后来被叶云星剿灭的无极谷 比如 这一次 他们所要找的门派 是魂谷 无极谷当年做着不比 是魂谷有良心的坏事 甚至走私贩卖器官 连小孩都不放过 还将一些骇人不浅的邪术 传授给部分小门派 并以此 号令这些门派做事 后来剿灭无极谷的时候 天玄宗发现了 当年可是炙手可热的新型门派 天海楼 和它有密切往来 两个门派合伙 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 所以 叶云星挥师剿灭无极谷回城的路上 便踏平了天海楼 过了一段时间后 竟然被一些名门正派给抹黑了 陆宇廷说道 叶宗主 传说这是魂谷的行踪飘忽不定 想要找他们 恐怕得费不少精力 叶云星点了点头 赞同道 没错 批心好奇地说道 那先前的万润宗和玄清宗 又是怎么和他们勾搭在一起的 叶云星说道 弑魂谷形式诡秘 据说都是通过执事来作为桥梁 沟通与其他门派的合作事项 但愿没头青醋 如此说来 万润宗和玄清宗也没见过释魂谷的谷主 叶云星回道 别说谷主了 就算是长老 恐怕都没见过 这些 都是于妙秦之前告诉他的 不过 青兰宗倒是让叶云星有些意外 因为没和释魂谷有染 倒是陆宇廷的武师叔和万润宗 玄清宗做起了坑害叶云星的勾当 还把刚做宗主不久的陆宇廷给拉下水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下北城看了看天色 已经是临近中午 既然是中午 那就该去吃东西了 所以 下北城提议道 我们去找个酒楼坐下 一边喝酒吃菜 一边谋划谋划呗 可是 不是很 叶云星和陆宇廷一口同声地说道 披星戴月则说道 我们无所谓 嘻嘻 下北城笑道 民以食为天 虽然现在的境界 饿个十天半月都不成问题 但是 吃饭的地方 汇聚了三教九流 结果没等他说完 披星便明白了下北城的用意 哈哈 北城兄弟言之有理 人来人往的 捕捉点信息 还是挺有帮助的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叶云星恍然大悟 大约暧昧地看着叶云星 说道 没事 有北城兄弟这颗脑袋在 叶宗主就好生躺平吧 那 我们走吧 见他们没有意见了 下北城打手一挥 便朝西南方向走去 结果 走东南方向啊 其他人齐声提醒道 下北城脚步一听 随即露出了尴尬的脸色 记得昨天在长亭处 他也是这么帅气地先走 结果 走错方向了 陆宇听笑道 西南方向最近的城市 要超过两百里的路程 而东南方向 最近的城市 不到百里 还是静得好 下北城走回到了他们的身边 谦虚地说道 你们请带路 随后 几个人腾空而起 朝东南方向飞去 飞了不到百里 便来到了一座城的城门外 只见城门之上 写着南安城三个大字 第085章 与二女一起去酒楼 这名称 有着南疆永安之意 下北城看着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的城门口 不禁说道 这南安城的繁华程度 丝毫不比清禾俊弱呀 即使是青蓝宗宗主的陆宇听 也不得不承认 是啊 清禾俊和他比 还是略寻一筹 叶云星则说道 毕竟南安城是南疆的 中庸沟通的桥头堡 这里商谷云集 修士往来也密切 一些门派 还特意让门下的弟子 前来南疆历练 很多人来南疆的第一站 便是这南安城 陆宇听嘴角露出了优美的弧度 说道 实不相瞒 我当年也是来的南疆历练 只不过从才到这里三天 就因为宗门有其他任务 把我给招了回去 叶云星看了他一眼 如此说来 这是你第二次前来南疆了 正是 陆宇听点了点头 随即问道 你呢 如果我没记错 那作恶多端的无极谷 便是你率领天玄宗剿灭的吧 叶云星微微一笑 说道 看来你没有被洗脑 洗脑 陆宇听眉头青醋 不过很快 他就反应了过来 明白叶云星所指 我又不是井底之蛙 当年在南疆虽然待了三天 但关于无极谷的事 还是有所耳闻的 就在他们说着这事的时候 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宗门里 一位正坐在宗主之位 和新晋长老们讨论事情的女子 忽然阿提的打了一个喷嚏 夏北辰等人进了南安城 发现 街道上比赶机还热闹 真就是商谷云集 大街小巷 店铺小摊 都在忙碌着 夏北辰发现 进入了这南安城 每个人的修为 都被限制的往下降了一期修为 所以 现在的他 回到了邻聚境大圆满 其他人也一样 叶云星炼神境 陆语亭领海境 至于披星带月 他们的境界则有些不一样 毕竟他们是神兽 修炼的体系不一样 这南安城竟然还不了静止 发现了自己修为 被限制了的陆语亭 看了看四周说道 当年来的时候 还没有的 叶云星说道 无碍 只是下降了一期 夏北辰说道 这样也好 省得你隐藏修为了 这设置了静止的南安城 倒是让夏北辰 想起了以前玩过的一些 网游里的安全区域 一些城池 一旦进入 就不允许打架斗殴 要是实在首养忍不住 那就去擂台找人 PK去 或者经过对方的同意 在对方接受 PK邀请下 才能动刀动枪 随后 夏北辰问道 既然你们来过南疆 那这南安城 应该是也来过了吧 叶云星和陆语亭点了点头 夏北辰指了指街边的酒楼 问道 那这酒楼 该去哪一家呢 陆语亭说道 时光流逝 都不知道有多少酒楼的招牌 换了又换 叶云星则笑道 有一家开了近千年的 老字号酒楼 或许还在 那就去他那里了 夏北辰下起了决定 跟我来 叶云星在前面领路 夏北辰和陆语亭 披心带月 就像小跟班一样 跟在了他身后 拐了几个弯 然后在一处算不得繁华 但环境却不错的地段 看到了叶云星说的 老字号酒楼 叶云星解释道 以前这地方 便是南安城的城中心地带 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南安城已经扩建 所以这里就有点偏了 夏北辰指着酒楼的招牌说道 他这名字也是简单粗暴啊 没错 酒楼的名字就叫 老字号 陆语亭看着招牌说道 原来 老字号不仅说他年代久远 还说的是他的名字啊 之前我来的时候 对吃住没什么讲究 所以 还不曾注意到这酒楼 叶云星一边朝酒楼门口走去 一边说道 这招牌 我以前来的时候 还不叫老字号 而是会翠楼 诺 那块想必就是 他以前的招牌了 走进了店内 夏北辰便看到了一块 写着会翠楼三个字的招牌 悬挂在了门口 对过来的大堂前台上方 这时 刚好迎接了一波客人的小二 注意到了他们的到来 于是笑脸相迎 诸位客观 请问是住店 还是打牙计 夏北辰回到 打牙计 好烈 诸位客观 请随小的来 小二便领着他们 上了二楼 因为一楼 已经被客人给坐满了 像他们这样 一下子来了五个人的 根本就坐不下 最后 小二带着他们 来到了二楼 一个靠窗的位置 这样 不仅能听到 其他时刻的交谈 还能欣赏一番街景 坐下后 夏北辰 直接让小二来几个招牌菜 再来几坛酒 小二一声好累之后 便去给他们准备去了 酒先上来 待小二给他们的碗 倒满了酒 夏北辰便叫住了他 并示意他靠近一点 小二走了过去 将耳朵凑近了些 推荐函 投名状 还从一旁拉过了一张凳子 夏北辰让小二坐下来 坐着说 小二没有拒绝 当即坐了下来 夏北辰甚至还给他 倒了一碗酒 礼节上坐足了 两个人互相静了下 喝了一口酒后 小二便放低了声音 据可靠消息 今下午 试魂谷的人 会去乾坤拍卖行 参加拍卖会 拍卖会 是 想必是 看中了某样东西 来的是试魂谷 什么身份的人 夏北辰问道 据说是一位长老 小二回道 夏北辰和叶云星 陆雨亭 以及披星戴月等人 互相看了一眼 没想到 平日里先有抛头路面的 试魂谷长老 竟然亲自来这里 参加拍卖会 看来 是真的看中了某样东西 试魂谷有几位长老 夏北辰又问 小二竖起了三根手指头 据说有三位 今天来的是他们的三长老 除此之外 还有两位护法 称为左护法和右护法 两位护法也来了 小二点了点头 来了 小道消息 护法已于昨晚先行 一步入了城 至于投诉何处 那就不知道了 这时 陆雨亭问道 消息可靠吗 小二回道 三长老的消息 绝对可靠 护法的消息 还有待验证 说到这里 小二画风一转 这乾坤拍卖行 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得去的 看几位 应该是外地刚来的吧 夏北辰点了点头 小二挠了挠后脑勺 陌生面孔 需要有推荐函 方可进入拍卖行 推荐函 找谁要 夏北辰问道 小二眉头一挑 客观 这个好办 我们掌柜的就可以 我去给你弄一份来 披心一听 不悦地说道 小二 你个没眼力见的 没看到 我们一共五个人啊 你才弄一份 小二急忙解释 客观您误会了 一份里面 可以写上好几个人的名字 接着 他打着包票说道 你们五个人 放心 都可以进 夏北辰则问道 要你们掌柜的出一份推荐函 需要什么条件 条件也不是很苛刻 小二指了指桌面上的荷包 有了这个就行了 哦 夏北辰狐疑地看着他 这个就够了 够了 还有剩余 小二笑道 那你现在就给我弄一份来 夏北辰把荷包塞进了他的手里 事成之后 临时再给你和这荷包一样的分量 小二却白手道 我有您刚刚给的那些就够了 说着 他起身后退了两步 对着夏北辰说道 只希望客官们多多帮衬帮衬本店 没想到这个小二 竟然懂得适可而止 这要是搁其他人 恐怕早就狮子大开口了 其实 小二也有着自己的算盘 这酒楼毕竟是生意场所 既然是做生意 那得要客流啊 有客流 才能赚钱 赚了钱了 他们这些店里的员工 就不用担心酒楼倒闭 从而失业 夏北辰爽朗地笑了起来 没问题 小二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随即拿着荷包 便离开了 诸位 今天下午可有兴趣 陪我去一趟乾坤拍卖行 夏北辰倒了酒 举起了碗 这还用问 必须去啊 披心最先举起了碗 其他人自然也是不放过 看热闹的机会 纷纷举起了碗 最后大家干完了这碗酒 约莫过了半壳钟 小二手里拿着一份东西 带着两位端着菜的伙计 走了过来 带两位伙计 把菜放好在桌面并离开后 小二将手里的东西和荷包 递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客官 您要的推荐函和掌柜 给您退回来的零食 夏北辰先是拿过了 那份红色的文本 打开一看 果然是推荐函 而且 在落款的地方 不仅签了字 还画了鸭 掌柜的名字 叫万金油 果然是做生意的料 光名字 就取得很有钱 这最后一个字 要是改成油 就更妙了 小二指着一处 没有写上名字的地方 说道 你们只需要在上面写上 同藏之人的名字即可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他将推荐函 递给了叶云星 叶云星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一支笔 便在上面写起了名字 夏北辰拿过了荷包 发现 重量竟然没有变 眉头一皱 夏北辰问道 你们掌柜这是 小二上前了两步 凑到了夏北辰的耳边 低语了起来 夏北辰听后 忍不住看向了小二 小二再次后退了两步 对着夏北辰 便再次行了一礼 有劳客官了 说完 他便离开了二楼 下一楼去招待其他客人去了 此时 叶云星写好了大家的名字 看到夏北辰那有些惊讶的表情 他便问道 北辰 小二跟你说了什么 夏北辰笑了笑 说道 没想到 刚才还是赏金猎人的自己 转眼间就角色互换了 大家不解地看着他 此话怎讲 指了指刚写好名字推荐函 夏北辰说道 这是人家送来的投名状 说着 晃了晃荷包 一枚零食都没收 叶云星汗手看了一眼推荐函 随即说道 这么说来 还是有条件的咯 嗯嗯 夏北辰往前倾了亲身子 大家立马竖起了耳朵 夏北辰轻声低语地说道 掌柜万金有 让我们拿下试魂骨的长老 然后交给他来处置 叶云星几个人听后 纷纷一愣 陆雨亭最先回过神来 有过节 没说 但 八九不离时 夏北辰推测道 既然接了这投名状 那这试魂骨的三长老 必须拿下 叶云星霸气地说道 陆雨亭理性道 刚听小二说 是魂骨还有两个护法 也来了这南安城 所以 想要拿下他们的三长老 恐怕没那么简单 夏北辰嘴角 则露出了上扬的弧度 其露出了一副玩味的神情 不管简不简单 下午我都要先给他们的三长老 添一添堵 看到他胸有成竹的样子 四个人向他看来 大约问道 这么说 你已经有法子了 第087章 妖野女子 夏北辰则笑而不语 惹得大家一阵好奇兴起 不过 即使他卖起了关子 也没人催他说出来 毕竟 距离下午乾坤拍卖行的拍卖会开始 还有半个多时辰 到时候 就知道了 明以食为天 先吃饭 过程中 夏北辰将一些零食 打赏给了店里的其他伙计 两个钟后 大家吃饱喝足 又休息了一个钟 才起身离开了老字号 根据小二说的地址 夏北辰他们朝乾坤拍卖行走去 半个钟后 五个人来到了乾坤拍卖行的大门 这大门 修得气派非凡 这不禁让夏北辰想起了前两天去过的狗家 设在红叶镇的分舵府邸 不过 乾坤拍卖行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 拍卖行很赚钱啊 此时 因为临近拍卖会开始的时间 所以不少人都卡在这个时候来到 叶云星和陆雨婷 则在面前戴了一块面纱 两个美女正面纱一戴 倒是多了几分神秘感 但是 依然遮挡不住 他们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气质 所以 引得不少人朝他们这边投来了目光 男的 女的 都有 对于欣赏美女这样的事 女人可丝毫不会输给男人 当然 也有一些花痴女 把目光投向了夏北辰和披星 披星怕被戴月揪耳朵 所以她自己的目光 可不敢乱投射 老老实实地走在戴月的身边 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夏北辰走在最前面 叶云星和陆雨婷次之 披星戴月则垫后 上了台阶 到了大门 乾坤拍卖行的工作人员 便开始检查进入里面的客人的证明 有些人检查的是拍卖行处具的身份证明 这些人要么是有东西寄卖的 要么是进来参加拍卖的 还有些人 可是当地或者附近的世家大族 这些人 只需要亮出身份牌即可 或者 仅凭身上穿的衣服 就可以刷脸进入 哎哟 张公子 您来了呀 里面请 这不是赵公子吗 欢迎光临 里边请 同掌柜 别来无恙吧 孙家主 好久不见啊 一阵寒暄下来 进去了不少人 到夏北辰时 由于他们不认识 所以 露出了职业微笑 问道 您好 请问 您是初次来我们拍卖行吗 夏北辰点了回道 是 可有推荐函 有 夏北辰拿出了老字号掌柜万金友 给他的那份推荐函 对方接过后 看了一眼落款和花鸭处 便也不管上面的名字对不对 就恭敬地笑道 原来是万掌柜推荐的 欢迎欢迎 夏北辰拱手说道 还请多多关照 好说 对方对旁边的一位后者的属下 吩咐了一声 去给这几位客人 打开地字号相防 里面 那属下恭敬地回了一声 便对着夏北辰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随即 五个人跟着他往里面走了过去 一切顺利 没有发生像其他小说那样 主角一到个地方就被鄙视 被阻拦的事情 说明周围的人 还是挺有眼力见的 毕竟能来这一次拍卖会的人 都不是等闲之辈 其实 乾坤拍卖行举行的拍卖会 并不是场场高不可攀的 只是 这一场 比较特殊 来到了第字号厢房 发现这厢房装修的也是特别豪华 甚至还点燃了檀香 一张茶几摆在了临近栏杆的位置 待他们来了厢房 又吩咐人摆上茶水和水果后 那名属下便告退了 这么豪华的厢房 怎么才两张椅子 夏北辰左看右看 都没有发现第三张椅子 叶云星说道 没事 我们就不做了 今天你是主角 我们就当是你的跟班即可 说着 站在了右侧 陆宇婷也不做 站在了叶云星的身边 而披星戴月 则站在了夏北辰的左侧 这架势 还真像急了夏北辰的跟班 搞得夏北辰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坐下后 扫了一眼拍卖行 发现 像帝字号这样的厢房 这个空间里有四间 并且 都是在第二层 分别是天地玄黄 正好形成了一个正方形 豪华程度上来说 也是天字号最高 黄字号最差 帝字号与黄字号相对 天字号则与玄字号相对 换言之 夏北辰他们所在的地字号 左边的是天字号 右边的是玄字号 不过 由于场地的规划 导致了所在的厢房 是看不到相邻两边的厢房的 看了一眼黄字号 发现是在门口时 被工作人员称为赵公子的人 这人看上去 和夏北辰的年龄差不多 身边带了两个人 一个老者 一个年轻女子 老者站在赵公子的身侧 而年轻女子 则和他赵公子一样 坐在椅子上 除了二层是四间厢房 一层就是常规桌椅了 妥妥的厢房 是头等舱的席位 一层的是经济舱的席位 也不知道这天字号的厢房 是被何人拿到了 夏北辰好奇地嘀咕着 披星说道 那一定是比万金有 还要有脸面之人 这万金有的面子也不小了 天地玄黄四个厢房 竟然拿了豪华程度排第二的 待大家都入座好之后 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时 一位穿着低胸 开插到大腿跟着长裙美女 扭着魅惑的身姿 迈着妖野的步伐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欢迎诸位百忙之中 来到了乾坤拍卖行 我是本次的拍卖师 秦雅 人长得不错 声音也不错 和夏北辰以前见过的一些主持人 有的一拼 她的介绍刚一说完 一层就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看来 这妞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甚至还有一些狂热分子 大胆地向她表白 秦雅 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秦雅 嫁给我 我让你做二一胎 秦雅 我至今单身 只为娶你 这些家伙的话 惹得夏北辰等人 都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秦雅明显有些尴尬 但她却依然笑脸相迎 承蒙大家台爱 秦雅谢过各位了 随即她的目光 扫视了一眼二层 最后停在了夏北辰所在的 第字号相防 第088章 刺激地出嫁 北辰兄弟 他在看你呢 披星在一侧略显激动地提醒道 嗨嗨 夏北村清了清嗓子 然后说道 我不是瞎子 我知道他在看我 不过他看我干嘛呢 话音刚落 叶云星和陆雨婷 同时朝他看了过来 夏北辰感觉到了 他们的目光 是一副问你自己的样子 心里便不禁咯噔了下 急忙解释道 我跟他不认识 叶云星就差没有伸手 去掐下北辰的手臂了 你最好跟他是真的不认识 不过 清雅的目光 并没有在夏北辰身上停留太久 此时 他已经将目光移开 扫视了一下天字号 玄字号 黄字号 只是扫视的时间比较短 没有看下北辰的长 最后 清雅的目光停留在了一层 现在我们请出第一件拍品 这是 拍卖行的第一件拍品 往往只是开胃菜 吸引人的地方不多 所以起拍价不高 最后是一层的一个人 以500枚普通零食拍走 第二件是一把剑 起拍价1000枚普通零食 这件比起零剑谷的剑 差远了 竟然要1000枚普通零食 夏北辰摇了摇头 叶云星则说道 零剑谷的剑可遇不可求 并非有钱就能买到 也是 夏北辰点了点头 最后 这把剑被1500枚普通零食 被一层的人拍走 这第三件 秦雅的声音忽然高了不少 蓝灵扇 想必不少人听说过她的名字 有人立马问道 是不是3000年前 东海之兵 一位叫蓝灵的仙子所使用 正是 秦雅给她竖起了大拇指 另一人说道 传说这把扇子 能呼风唤雨 且凝水成冰 不仅可以单杀 还能骗杀 说的没错 我就不多介绍了 时光荏苒 仙子早已不知去向 只留下这把扇子 秦雅竖起了一根手指头 起拍价1000枚几品零食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00 1000几品零食 一层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1000几品零食 那可是一万普通零食 在座的 都是不是普通人 不就1000几品零食吗 这时坐在皇子后的那位赵公子 不屑地说道 此话一出 下方一片哗然 赵公子果然才大气粗 这把扇子 看来赵公子有想法 秦雅压了压在场的声音 然后嘴角上扬 微微一笑 说道 请诸位出嫁 2000几品零食 第一个出嫁的 果然是赵公子 2500 忽然 一个响亮的声音传来 但不是二层的 而是一层的 夏北辰笑道 看来一层的 也不全是拿不出几品零食的 陆雨婷说道 当然 有些人比较低调 所以就会选一层 再说 这二层的位置也有限 夏北辰看了一眼 左右两侧的三位美女 三位 喜欢这把扇子布 叶云星说道 这蓝灵扇是水系术法 再加上造型秀气精美 倒也适合女子使用 不过 我有心弦剑了 我的轻语剑也不错 陆雨婷回道 最后 大约说道 我也不需要 既然都不要 夏北辰耸了耸肩 那就不拍了 此时 蓝灵扇的拍卖价格 已经涨到了 三千枚极品零食 不管谁嫁嫁 赵公子都继续嫁 反正 他势在必得 想必他是想把这把扇子 送给身边的那位女子 毕竟那女子的眼神 显示出了对蓝灵扇的喜爱 不料这时 玄字号相防 传出了一声冷笑 随即说道 赵公子 好歹你们赵家 也是这南安城 数一数二的本地市家 怎么出嫁 却是这么小家子气 说着 对方的声音忽然大了不少 我出嫁五千枚 五千 顿时引起了一层 不少人的惊呼声 五千枚极品零食 已经超出了 三分之二的人的极限了 有人可能会有 五万枚普通零食 但不一定能拿得出 五千枚极品零食 所以 玄字号的人 把这价格叫到五千之后 一层顿时哑然了 黄字号的赵公子 顿时被气得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但碍于角度问题 看不到玄字号的人的样貌 握了握拳头 赵公子喊道 六千 七千 玄字号的跟进 八千 赵公子一咬牙 再次跟进 一万 不料 玄字号的人 竟然直接加了两千 赵公子一拳头 垂在了栏杆上 坐着的女子急忙起身 拉住了她的手 我们不要 这扇子了 留着点零食拍 我们这次想要的东西吧 赵公子看向了她 亲儿 你不是喜欢这把扇子吗 没事 我把它拍下来 不够零食 我跟家里拿便是 女子摇了摇头 坚决说道 不要 这时 秦雅已经开口 一万枚几品零食两次 赵公子不管那么多 喊道 一万二 赵公子 威武 听到她的喊价 一层的人喊道 大家也比较喜闻乐见这种 你追我赶的出价场面 这样 才刺激 这赵公子为薄红颜一笑 要下本了 披心看着对面的赵公子 说道 话音一落 玄字号再次喊价 一万五 疯了 竟然一万五了 这价格 听得叶云星这样的修真俱博的宗主 都忍不住吐槽了 赵公子还想喊价 结果他身后站着的老者 上前了两步 他焦急地劝道 公子 不能拍了 再拍 老爷交代的任务 就没法完成了 赵公子肩头耸动 最后 无奈地坐回到了位置上 见状 身边的女子和那老者 都松了一口气 玄字号的人见赵公子要放弃 便大笑了起来 赵公子 食食物者为俊杰 赵公子一拳锤打在了茶几上 茶几上的茶杯都被他给震了起来 好在女子及时伸手 把茶杯盖和杯子一起按住了 这才没让他震到 秦雅扫视了一圈四周 没有人出嫁后 便举起了食指说道 一万五千枚极品零食一次 停顿了大约三秒 他举起了两根手指 一万五千枚极品零食两次 眼看真的没人出嫁了 他举起了三根手指 忽然 一个声音猛然乍响 三万枚 第零八九章 杠上 三 三 三万枚极品零食 疯了吗 起拍价 也才一千枚极品零食 现在竟然涨三十呗 谁啊 好像是地字号的人 顿时 地字号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就连赵公子 都忍不住朝这边看了过来 夏北辰笑着对他拱了拱手 赵公子眉头一皱 随即回了一里 然后对着玄字号的方向笑道 玄字号怎么没声音了 这语气 大有一副 我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的架势 而这时 叶云星 陆雨亭 披星 黛月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夏北辰 叶云星开口问道 北辰 你疯了吗 这扇子 哪里值得三万枚极品零食 就是 陆雨亭附和道 如果还在沾染着蓝灵仙子的原味 倒是值得 夏北辰看了一眼陆雨亭 你是懂原味的 不可思议了一会后 披星笑道 没事 他那空间领域里 最不缺的 就是极品零食吗 夏北辰笑道 只我者 披星也 披星则不解地问道 但你拍 这把扇子的忧逆时 山人自有妙计 夏北辰一股老谋深算的样子 卖起了关子 等了一小会 不见玄字号的人出嫁 秦雅便开始畅读次数 当他说出三万枚极品零食第三次的时候 手中的锤子一锤 场面出现了热烈的掌声 秦雅看向了夏北辰这边 面带笑容的道喜 恭喜地字号的客人拍得蓝灵扇 夏北辰对着他拱了拱手后 接下来 第四件拍品 这件拍品是一枚二品的丹药 夏北辰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二品丹药 所以不拍 第五件 三品丹药 这一次 出嫁的人比二品丹药出嫁的人多 毕竟高了一个品阶 但要每高一个品阶 其要效是前两个品阶的总和 所以 想要得到的人 不少 最后 被玄字号的人以三千几品零食拍走了 话说 玄字号的人 会不会就是试魂谷的长老 大约好奇地猜测起来 有待考证 夏北辰说道 这时 第六件拍品出场 秦雅介绍起来 这是一卷功法 名为 容物 据说吸得此法之后 可以将任意两件东西 变成新的东西 有人等不及了 直言道 雅妹子 快说起拍价 秦雅笑了笑 举起了三根手指头 三千枚几品零食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两百 起拍价一出 之前对蓝灵扇不感冒的人 都纷纷报价了 看来 这卷功法 很多人都喜欢 三千二百 切 三千二百也好意思说出口 三千四百 笑话 你这不是五十不孝百拨 三千八百 五千 这时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赵公子 再次报价了 看来他这次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为了这卷 容物 来的 前五件拍品 一直没出价的天字号 也终于在这时 喊价了 六千 此话一出 立马让一层的一些人 收回了那蠢蠢欲动的手 这已经是一些人的极限了 不过 一层依然有些土豪跟进 六千五 六千八 七千 一层的人已经喊到了七千 赵公子则竖起了十指 一万 然而 玄字号立马跟进 一万五千 天字号 两万 有意思 夏北辰听着他们的喊价 这激烈的程度 丝毫不比刚才的兰陵扇的差 而且 这件拍品的时间 也比之前的长 不知不觉 已经叫到了八万 而这八万 是天字号的人叫的价 赵公子跟进 十万 不料玄字号的 似乎跟他有仇 立马跟进 十二万 赵公子没想到 对方再次和自己杠上了 正在他再次要喊价的时候 天字号的却抢先了一步 十五万 这下子 赵公子如泄了气的皮球 花个十五万几品零食 买这卷功法 已经不值得 所以 他选择了放弃 他身边的女子 握住了他的手 安慰道 没事 这次遇到的对手 都是有钱之主 回去之后 伯父也不会怪你的 这边 夏北辰问道 你们说 这试魂谷的长老 会不会就在这玄字号 或者天字号里 极有可能 但也不排除在一层 叶云星分析道 无妨 我不介意来一次双杀的 夏北辰嘴角一撇 随即举起了手 朝秦雅喊道 二十万 花 本次拍卖会的第二次哗然 源自同样的字号 哟 又是帝字号 帝字号这人 是什么来头 不认识 看着很面生 修为不高 但是他身边的人 修为不弱 看来是哪个富家子店 不少人纷纷猜测着夏北辰的身份 可以说 关注度拉满了 这一下子 将价格拉到了一个新高度 彻底把一层的人给拉牙火了 就连玄字号都沉没了 就在秦雅畅读二十万枚 极品零食第二次的时候 天字号竟然跟进了 二十五万 三十八万 夏北辰再次举起了手 不知阁下是何方神圣 出手竟然如此阔绰 天字号的人 出声问道 五名小族 不足挂齿 夏北辰回道 那可否 把这卷功法让给我 我将仲谢 对方再次问道 怎么谢 夏北辰反问 可以满足你任何的要求 几个 一个 一个 夏北辰差点没被对方 整得摔倒在地 你在打发叫花子呢 对方不开心了 阁下就是不让咯 你以为你是喝纯净水 或纯牛奶长大的呢 夏北辰毫不客气地骂道 是你太单纯 还是我太复杂 赶紧出嫁 不出嫁 就给老子闭嘴 你 对方被夏北辰激怒了 不过 乾坤拍卖行 也不是吃素的 场地早就布置好了阵法 一旦在这里动手 就会被阵法压制 修为高的 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至于修为低的 很可能就会把命交代在这里 所以 对方虽然愤怒 但也不敢造次 最后 他叫价 四十万 夏北辰嘲讽到 出息 才加两万 说着 他举起了手 第零九零章 最后一件 竞拍白热画 五十万 你 天字号的人怒不可遏 但又无可奈何 最后 夏北辰以五十万枚几品零食 拍得了 荣物 恭喜地字号的客人 再次拍下新衣的东西 秦雅再次向夏北辰 道了一声喜 接着 又放了几件拍品 这拍卖会 越往后的拍品 价值就越高 所以 竞拍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激烈 不过 夏北辰则是 只要天字号 或者玄字号的人 把嫁叫到在场的人 没法叫的时候 就出嫁 如此下来 钻石王老五一般的夏北辰 反倒是拍下了最多物品的 气得天字号和玄字号的人 直接放言 让夏北辰出去后 小心点 在乾坤拍卖行不能动手 可出去了 就没人管死活了 不过 听到他们的警告 夏北辰竟是肆无忌惮地 大笑了起来 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看得在场的赵公子和一层的一些人直呼过瘾 而夏北辰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要引蛇出洞 这蛇 自然就是世魂谷的长老了 至于天字号和玄字号里的谁 才是世魂谷的长老 只有出去后才知晓 一阵较量后 今天的压轴拍品 也就是最后一件拍品 终于出场了 我知道不少人的手里 还握着不少零食 现在 也是最后一件拍品了 秦雅那洞听又激扬的声音响彻全场 所以 诸位尽情地出嫁吧 随即 四个工作人员 把一个精美的箱子抬了上来 众人都伸长了脖子 眼睛直直地盯着那箱子 秦雅走到了箱子旁边 亲手将箱盖打开了来 引入大家眼帘的 赫然是一顶炉子 炼丹炉 有人好奇地问道 不像啊 他一体式的造型 怎么把材料放进去 另一人摇了摇头 说道 莫非有额外的空间 有人想起了空间领域那样的东西 秦雅带大家猜测了一番后 才说道 诸位 这顶炉子 传说是万年前一位散仙所著 可用于熔炼元灵 炼制丹药 提纯精血等 对修炼大有帮助 当然 要想使用它 非灵海境极以上境界不可 否则 极有可能会被它反噬 因此 目的不成 反倒成了它的供品 毕竟灵海境的修饰 其丹田已经开辟成了丹海 灵气上要比之前充沛不少 才有资本去驱动这顶炉子 一位灵渊境的修饰担忧地说道 那岂不是很危险 对你这种修为来说 肯定危险 一位灵海境的修饰 毫不客气地说道 自知修为不高 担忧的灵渊境修饰 信信地闭上了嘴 秦雅笑道 大家不要担心 修为嘛 练一练或许就上去了 现在用不着 难道将来也用不着 虽然说修炼之路 越往后越难 但是谁会承认自己不行 哪怕真的卡在了灵渊境 十几年上百年了 但也依然会觉得自己 有机会突破到灵海境 人嘛 总是要有点目标的 所以 刚刚那灵渊境的修饰 一听秦雅的话 便有了兴趣 接着 秦雅也不废话了 这顶炉子 真名为百炼 起拍价一万几品零食 每次叫价 不少于一千几品零食 他补充了一句 没有那么多几品零食的人 竞拍成功后 可在我行用普通零食来兑换 不收手续费哦 即使这样 这个起拍价 已经劝退了很多人 顶多也就过过嘴瘾 喊过一两回 不过 依然有些土豪在摩拳擦掌的 最先出嫁的 是一层的一位男子 一万一千 另一位女子叫道 一万两千 一万五千 有人一下子加了三千 两万 一位老者 一边捋着胡子 一边淡定地出嫁 天字号和玄字号的 没动静了 夏北辰在等待着 这两个乡房的出嫁 叶云星则说道 我觉得 他们不会放弃这个百炼卢 陆玉婷点头接道 我和叶宗主的看法一致 因为这百炼卢对试魂骨的术法来说 大有帮助 叶云星又道 这倒是让我想起了 狗家在红叶镇分舵地下室的血池 那不正是试魂骨 怂恿万人宗所为吗 说的没错 夏北辰看向了那百炼卢 这东西可正可邪 落入到证人君子手里 倒不会怎样 可一旦落入像试魂骨这样的门派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所以 我这炉子 我要定了 看到夏北辰那坚定的目光 叶云星点了点头 我支持你 陆雨婷和披星戴月 也纷纷表示支持 就在他们讨论之际 百炼卢的价格 已经较到了五万枚几品零食 这可是五十万的普通零食啊 有人一年到头来 都赚不到十万普通零食 更何况是五十万 而这五十万 赫然是赵公子开的 刚才他没出价 一直等到这时候才出价 难道他此行的目的 其实是这炉子 不过 夏北辰发现 这赵公子出价比较谨慎 他只在人家的基础上加了一千 这倒是明智的 万一真能以少的代价拍到 那就不用去多花那点冤枉钱 然而 他的话音刚落 悬字号的人终于开口了 六十万 这个价格 再次让一层不少人 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人感慨 有钱人的事件 我们不懂 然而 这还没完 一百万 终于 天字号的人也出价了 加这么多啊 有人惊讶到 该不会他是拖吧 如果让拖混了进来 那乾坤拍卖行 还有何脸面讲信于二子 也是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赵公子丝毫不退让 一百万零一千 赵公子 你这几奶呢 悬字号的人嘲讽了一句 别废话 有本事你就出价 别在这说风凉话 赵公子对了回去 好 一百一十万 悬字号的人也是硬气 再次拔高了不少 一百一十万零一千 赵公子依然是一千地价 不过 他加完 悬字号的人 还没来得及出价 就被人抢先了 两百万 众人纷纷抬头看去 第零九妖章 更改策略 不做冤大头 没想到 竟然是天字号叫的价 两百万极品零食 已经是两千万的零食了 这放在市上 也得是个势力不凡的市家 或者门派 才能一下子拿得出这么多的零食 夏北辰随即嘴角一撇 叫到 两百万零一千 竟然学起了赵公子的叫价方式 两百零一万 悬字号按耐不住 也跟进了 赵公子随后叫到 两百零一万一千 三位 你们存心是要给我添赌 这时 天字号的人再次不悦地说道 尤其是夏北辰 每次天字号的叫价 必有帝字号的跟进 所以 这就造成了 天字号竟然在这一次的拍卖会中 没有拍到任何一件商品 起码迄今为止 是这样的 至于这最后一件拍品 百炼炉 也不一定是他的 相比于天字号 赵公子倒是拍得了两件物品 至于悬字号 也在最初的时候拍得了一件 要不是下手的早 恐怕悬字号也得布了天字号的后尘 因为 夏北辰就是要拿他们两家双翅 而现在的夏北辰 已经成为了一件没拍到的天字号的头号敌人 虽然不能在乾坤拍卖行里动手 但他早在心里面 已经把夏北辰给剁成肉泥了 拍卖拍卖 自然是价格者得了 赵公子带着笑意的说道 没错 夏北辰补充道 如果你玩不起 那就回去吧 两百一十万 天字号的人不再跟他们废话 直接喊价 看来夏北辰的刺激 是有效的 紧接着 玄字号叫道 两百五十万 这回 赵公子身后的老者上前了两步 走到了他身边低语了几句 赵公子微微点头 随后带着笑意 说道 我赵家就不坐这冤大头了 你们随意 玄字号的人立马嘲讽道 之前在兰陵山上死磕 还以为赵家有多才大气粗的 面对对方的嘲讽 这一次赵公子没有生气 而是说道 相比于人傻钱多的人 我们赵家自然是稳定些 对了 既然阁下知道 我是赵家的人 何不也道上明来 让我知晓是何方神圣 赵家这么阔绰 对方也不隐藏 朗声回道 列阳门 无垢 明号抱上来之后 一层的人沸腾了 没想到是列阳门的 这无垢 不是门主无知的弟弟吗 是啊 是列阳门的副门主 夏北辰眉头微皱 前世的记忆里 竟然对这叫列阳门的信息很少 于是 他问道 这列阳门 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同为中庸人的陆语婷 说道 是我们中庸的一个家传门派 其先祖叫吴列阳 这列阳门的门人 大多数是无家族人 少部分是外星人 也不仅仅是修炼追求大道而已 还在甚多行业 有着自己的产业 夏北辰微微点头 随即问道 那他们和狗家相比 谁更雄厚 自然是无家的列阳门 陆语婷解释道 狗家虽然是在北旋 但其产业范围 只在周边的几个城市 没有延伸到其他地方 而这无家列阳门 将生意从中庸做到了南疆 狗家 原来如此 夏北辰明白地点了点头 难怪出手比赵公子还阔绰 那边 赵公子听到对方的名号后 也是愣住一回 没想到 竟然是列阳门的 原来是无父门主 幸会幸会 回过神来 赵公子笑着说道 看来 他对这列阳门 也是有所忌惮的 不料无垢并不是买账 而是说道 赵公子 好好坐在厢房里喝茶 看着我们玩就行 赵公子嘴角抽出了下 但还是压制住了 不悦的火气 难怪今天的拍卖 会这么劲爆 原来是来了这么多牛人 一层的人 再次议论了起来 是啊 很久没见到 这么劲爆的场面了 过瘾 他们既然已经没这么 财力参加竞拍了 那就做个吃瓜群众也不错 还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子 也不亏 秦雅笑了笑 说道 不知还有没有其他人出嫁 话音刚落 天字号的人叫了 三百万 天字号三百万枚极品零食 秦雅高声唱道 还有人吗 四百万 玄字号跟进 这一次 直接加了一百万 狠人 北辰 你不是说 要拍下那百炼炉吗 披星在一旁问道 现在这么高的价格 不值啊 不着急 夏北辰笑道 起码让我们知道了 玄字号不是试魂骨的人 披星接道 这倒是个收获 那天字号就很大嫌疑了 夏北辰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 所以 先等等 就这样 一个百炼炉 赫然从最初的 一万枚极品零食 涨到了八百万 八百万的极品零食 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要是用这八百万极品零食修炼 都够提升不少层级了 当天字号将价格 交到一千万时 玄字号却是没有根了 天字号的人大笑了起来 你们都是一群玩不起的 话音里 满是嘲讽 秦雅扫了一圈周围 还有没有人出 更高的价格 停顿了一下 说道 一千万极品零食一次 无副门主玩够了 我还没玩够呢 忽然 一个声音传来 众人一听 果然 还是地字号 他要出手了吗 他已经截胡了 天字号不少拍品了 刚才他报了一次后 就放弃了 我刚以为 他是嘴强王者嘛 真是大开眼界了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天字号再次报价 一千五百万 夏北辰笑道 看来天字号的老兄 富可敌国呀 对方自豪地回道 不好意思 我们别的不多 就是极品零食多 是吗 夏北辰玩味一笑 再次叫价 三千万 天字号丝毫不让 五千万 看来 你是真的喜欢这东西 夏北辰眼珠子一转 随即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同时接道 既然你喜欢 那我忍痛割爱了 天字号的人轻哼了一声 说道 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 陆雨婷担忧地说道 这天字号的人 要真是是魂谷的长老 那这百炼炉 相当于掉入虎口啊 没事 我改变策略了 不通过近拍 来破坏是魂谷的计划 不做这个冤大头 夏北辰说完 做了一个抓握的手势 看着她的神情和手势 不管是陆雨婷 还是叶云星 和披星戴月 都明白了过来 地灵 万万没想到 藏得真甚 秦雅见地字号放弃了近拍 便直接宣布 百炼炉 由天字号的客人拍得 一时间 这个拍卖场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秦雅交代了近拍成功 如何完成交易后的方法 然后再客套了几句 便宣布 本次拍卖会圆满结束 在一片欢呼声中 大家纷纷散场 散场的时候 夏北辰放弃近拍的 这一举措 让不少人 一时摸不着头脑 甚至有人觉得 他是声张虚实罢了 不过 也有人反驳道 刚刚人家 都叫三千万了 你管这叫声张虚实 马上有人附和道 就是 要是天字号的 人像他那样放弃 这三千万 还不是得地字号来出 三千万 那可是三个一普通零食啊 够不少人吃好几袋了 就在夏北辰等人起身 即将离开地字号相防之际 一个人推门后 走了进来 一看 竟然是秦雅 他迈着轻盈的步伐 走了过来 诸位 请稍候 夏北辰问道 不知秦雅姑娘 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当 秦雅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 为了保护客人的安全 秦雅请诸位 先等天字号的客人交付了之后 你们再去 不至于吧 披星说道 你们这里 不是不给大家都欧吗 秦雅面带微笑 柔声回道 在这里是不可以 但要是让知道了 你们就是地字号的人 带出去后 就难说了 夏北辰对他拱手行了一礼 多谢秦雅姑娘好意 不过 我们就是想让对方知道我们的身份 这是为何 秦雅不解地问道 夏北辰没有打算解释 而是说道 请秦雅姑娘 带我们去交付吧 既然如此 那诸位就请随我来 秦雅只好带他们 离开了地字号的厢房 又经过了好几次 左拐右拐的 终于来到了一处室内 诸位请稍等 让夏北辰等人在门口等待之后 秦雅转身走了进去 东家 地字号的客人来了 有请 是 一会后 秦雅走了出来 对夏北辰等人微微一笑 久等了 我们东家有请 有劳秦雅姑娘了 夏北辰带着叶云星等人走了进去 秦雅则走在最后 并将门关上了 夏北辰发现 这个屋子的空间还挺大 而且 还摆上了不少文丸 怎么没见到天字号的人 看了一圈 劈心好奇地问道 他们已经走了 秦雅回道 走了 劈心随即明白了过来 看来 刚才姑娘 带我们左拐右拐的 是故意的吧 抱歉 我也是奉命行事 秦雅回道 这时 一位背对着他们站立的男子 转过了身来 并对夏北辰等人拱手道 欢迎诸位 历龄乾坤拍卖行 夏北辰等人回了一礼 随即 夏北辰把一堆极品零食拿了出来 这一阵势 让得拍卖行的东家和秦雅 都猝不及防 好一会之后 东家说道 夏公子 你这是要干嘛 夏北辰指着零食说道 当然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呀 不料东家却说道 夏公子 我何时说过 要你的零食呢 这差点把夏北辰整不会了 前辈 这做生意 还有不要零食的道理 当然有 东家笑道 夏公子 难道忘了我们之间的交易 夏北辰眉头微皱 身后的叶云星和陆雨婷 披星带月不禁对视了一眼 大家的神情都充满了疑惑 二位 认识 叶云星问道 东家则说道 算是半认识吧 还有半认识的 披星不解 自然 东家捋了捋下巴的一小撮山羊胡子 而这时 夏北辰倒是恍然大悟了 他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万万没想到啊 接着 他在叶云星等人的疑惑下 对着面前的男子拱手道 万掌柜 藏得真深啊 万掌柜 叶云星等人惊呼了一声 呵呵呵呵 对方大笑了起来 正是笔人 万金友 夏北辰说道 真是没想到 这乾坤拍卖行 竟然是万掌柜的产业 来来来 几位入座 万金友请他们坐在了茶几前 请雅 看茶 好的 请雅给他们一一蒸了茶 众人以茶代酒 互相进过之后 夏北辰放下了茶杯 问道 对了 万掌柜 既然拍卖已经结束 那刚才想必已经见到了天字号的人了吧 万掌柜回道 没错 已经见到了 可是是魂谷的长老 夏北辰又问 是是魂谷的 但非长老 万掌柜放下了茶杯 来的是他们的左护法 左护法 是啊 来的是左护法 否则 我早就将其拿下 夏北辰不解 万掌柜 拿下了他们的左护法 还怕引不出他们的长老 万掌柜白手道 是魂谷的护法 随时可以陷阱 所以 抓了他们的护法 不会有任何作用 夏北辰点头道 这倒是挺符合 是魂谷的作风 想了想 他问道 对了 不知道万掌柜和这是魂谷 有何冲突啊 为什么要让我请到他们的三长老后 将其交给你 唉 万掌柜悠悠一叹 说道 二十年前一个晚上 我金家惨遭屠戮 上下进百口人 只剩下我 当初若不是我外出游学 逃过一劫 恐怕我金家已经绝了 听了他的话 夏北辰等人面面相去 没想到 还有这仇恨在里面 这万金有 竟然不是姓万 而是姓金 我当年誓死要为族人报仇 为了让自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 找到更多的线索 我易容改名 走进了繁华的城市 承蒙老字号上一代的掌柜厚爱 让我从一个小学徒开始学习 经过了十年的成长 我在他临终前 接过了老字号 这二十年来 我苦苦追寻着线索 一直到最近才终于得知 当年屠戮我金家的带头人 是试魂骨的三长老池屎 夏北辰听到这里 问道 这池屎 为何要屠戮金家 第093章 追 万掌柜遗憾地摇了摇头 是什么原因 还需抓到他才能揭晓 说着 他站了起来 对夏北辰深深地鞠了一躬 还请几位 助我一臂之力 事成之后 我定能中陷 外加今日夏公子所拍的物品 一律不受取一枚零石 夏北辰见他这架势 被吓了一跳 急忙起身 扶住了他 万掌柜 你这是干嘛 折杀我了 对啊 万掌柜 你不必这般 叶云星在一旁说道 他可不是缺钱的主 夏北辰接道 你的推荐函 不就是跟我的交易吗 所以 这拍卖的零石 我还是得付的 说着 他将那些零石 往角落里堆了堆 零石我就放大了 拍瓶吗 为表诚意 我们先去拿下目标 再回来拿 说完 他往后退了一步 拱手行了一礼 万掌柜 从兜里拿出了一瓶东西 递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我在士魂谷左护法的身上 悄悄地涂了下特制的药水 所以 只需要用这瓶子里的虫子 即可跟踪到他的位置 夏北辰接过了瓶子 看来万掌柜 也是老谋深算之人 难怪刚才让秦雅 兜兜圈圈的 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 原来是事先已经做好了手脚 算算时间 现在士魂谷的左护法 已经走远了 搞不好已经和右护法 以及三长老回合 所以夏北辰 这时间 卡得也挺不错 夏公子 我会让秦雅跟你们一起去 万掌柜看向了秦雅 说道 多一个人 多一个帮手 夏北辰看了一眼秦雅 发现他的境界是零元静 如果他跟着去的话 那除了夏北辰 就是他的修为最低了 这 恐怕不是多个帮手 很可能是多个拖油瓶 不过 像他这么漂亮的瓶 也不能说是的拖油瓶 而是花瓶 就在夏北辰打算拒绝 他一同前去的时候 他竟然像之前的叶云星那样 摇身一变 立马换了一套长裙 纯黑戏 适合晚上行动 这一身黑色长裙 颇有欲解范 就缺一根小皮鞭了 这倒是让夏北辰 想起了之前遇到的余妙情 巧了 两个人的名字 都带了一个情字 而秦亚摇身一变的换装后 夏北辰等人发现 他的修为 竟然是灵海竞大圆马 因此 夏北辰忍不住问道 万掌柜 敢问你们拍卖行的人 也受你们的特殊阵法压制 而降低一期修为吗 万掌柜没有隐瞒 点头道 一视同仁 这回答 让夏北辰忽然明白了过来 之前 秦亚也是隐藏了修为 什么灵源竞修为 那是假的 他真正的修为 是炼神竞初期 既然是炼神竞初期 那就是和陆雨婷一样 确实是个帮手 唉 夏北辰心里悠悠一叹 想不到 到头来 自己才是那个拖油瓶 请诸位多多包涵 秦亚对着夏北辰等人 抱拳行了一礼 欢迎加入我们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待遇 这是开口道 而陆雨婷则说道 秦亚姑娘 我们待会你和我们一起 把是魂骨的三长老拿下 别让夏公子给抢了功劳哦 秦亚狐疑地看了一眼夏北辰 夏北辰无语 随即转身朝外走去 陆雨婷拉着秦亚 走了 不要质疑她的实力 不然你会掉眼珠子的 五人小队 变成了六人小队 离开了乾坤拍卖行后 大家的境界 立马就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经过了一个下午的拍卖 此时的天色 早已经暗了下来 夜晚 来临了 将万掌柜给的那瓶子 拿了出来 揭开了筛子后 一只萤火虫 竟然从里面飞了出来 在半空中停顿了几秒后 她便朝南边飞去 于是夏北辰等人 纷纷跟了上去 不一会儿 竟然出了城 看来他们已经离开 难安城了 叶云星说道 得了百炼炉 他们自然要离开得快一点 否则很可能会被杀人越货 夏北辰说道 叶云星看了他一眼 然后笑道 北辰 你放弃竞拍百炼炉 想必就是想着 拍卖会结束后 杀人越货吧 唉 夏北辰悠悠一叹 说道 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火眼金睛啊 一行人跟着萤火虫 往南飞了近二十里路程 随即进入了一座山脉里 没想到这萤火虫飞得还挺快 披心看着前方的萤火虫 忍不住赞道 秦亚自豪地说道 这是我们东家用秘法培养出来的萤火虫 其丝毫不比会追踪的千指鹤若 你也知道那千指鹤 夏北辰问道 嗯嗯 略有耳闻 秦亚回道 巧了 我们正好有两只 夏北辰笑道 哈哈 我是不是在自夸了 秦亚笑了起来 笑得身前的山巒不禁耸动 各有千秋 夏北辰回道 就在这时 他忽然疑惑地 嗯了一声 叶云心问道 怎么了 萤火虫停下来了 夏北辰指着前方 众人顺手一看 果然停了 难道 找到目标了 可夏北辰利用不夜之眼看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迹象 当然 除了他们六个人 急忙飞了过去 查看了一番 终于知道了 萤火虫为何停了下来 因为 一件外衣 披挂在了一棵树上 要不是临近一看 还发现不了 这衣服 秦亚看了看这件外衣 然后想了起来 这不是释魂骨左护法 今日穿的吗 难道他发现了我们跟踪 陆雨婷 猝眉问道 就在他们不解之际 夏北辰拿出了千指鹤 让秦亚描述了一番 释魂骨左护法的样貌后 夏北辰便灌入了灵气 用意念复述了一遍 千指鹤流光营绕间 拍起了翅膀 一会后 流光消散 千指鹤朝西南方向 急速飞去 这速度 比刚才的萤火虫快了不少 其实 这速度取决于使用者的修为 以及灌入的灵气 多和少有关 要是换成叶云星 他的速度将会更快 跟上 夏北辰提醒道 话音一落 朝千指鹤追了上去 当六个人离开之后 一道阴森的笑声 出现在了刚才的挂着衣服的树上 第094章 杀人越货 就这点伎俩 还想追踪我 一道黑影划过 随即黑雾弥漫之间 一个人现出了真身 正在他得意之际 另一道黑影 现出了一个人 左护法 你是怎么发现有人追踪你的 起初我也不知晓 但我留了个心眼 在路上做了些手脚 一旦有人跟来 就会得知 原来如此 对了 右护法 你一个人来吗 三长老呢 原来 这两个人 正是视魂谷的左右护法 三长老在某个地方等着 他怕有什么不测的事发生 所以派我来接应你 右护法说道 左护法微微点头 然后说道 那事不宜迟 我们去跟他会合 右护法则指了指挂在树上的衣服 这还要吗 区区一剑一赏 不要也罢 左护法说着 便对着那衣服 释放了一个小火球 衣服燃烧了起来 这家伙也不管衣服 还挂在树上 照烧不误 眼看 衣服的火势 就要蔓延到了树枝上 忽然 一阵清凉洗来 刷 一道清水 赫然扑向了衣服 接着扑施一声 火竟然被谁给扑灭了 左右护法猛然一惊 随即往四周看了一眼 谁 是你大眼 一道低沉的声音 从黑暗里传了出来 左右护法 朝声音从传来的方向看去 一个年轻人 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而他的身后 则跟着四女一男 是 是你吗 左护法看到来者后 露出了惊讶之色 就你那点小伎俩 还想瞒天过海 夏北辰像看小丑一样 看着左护法 林海静大圆满 就这修为 竟然能坐视魂骨的护法 语气里 满是嘲讽 这听的左护法 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还捂着肚子说道 黄口小儿 你还是灵动静呢 有何资格说我 结果 夏北辰没有接话 披星倒是对左护法喝道 给你脸了是不是 信不信我拍扁你 他有脸吗 夏北辰嘲讽道 左护法一听 就想动手 这时 又护法急忙挡在了他身前 示意不要冲动 他看了一眼 夏北辰身后的五个人 发现 有四个女的 都是练神经 还有一个女的 看不出是什么境界 而刚才这五个人 都走在了 这年轻男子的后面 所以 很显然的 这年轻男子才是头 几位 我二位与你们应该没有任何冲突吧 右护法谨慎地问道 这家伙虽然是练神经初期 但是看上去 要比左护法沉稳点 冲突大了去了 夏北辰说道 话音一落 刚刚剿灭了火的水 竟然没有消散 反而凝聚成了一把剑 剑 直直左右护法 交出百炼炉 饶你们不死 原来是为了他而来 错 夏北辰纠正道 是为了你们的狗命而来 顺道把百炼炉抢了 呸 左护法说道 原来是想杀人越货 夏北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恭喜你 答对了 左护法眉头一皱 所以 你们刚刚也在拍卖行了 夏北辰也不隐瞒 第字号 正是我们 小子 原来是你啊 左护法得知了真相 牙痒痒的 恨不得把夏北辰给啃了 要知道 今天下午 夏北辰把他很多心意的拍品给截糊了 而白炼炉也是被夏北辰添了一把火 所以 价格硬是从最开始的一万几品零食 交到了最终的三千万 要不是因为这家伙 哪里需要那么多 而古里要求 不管花多大代价 也要下来百炼炉 不然他早就放弃了 毕竟 三千万几品零食 可是三个亿的普通零食 用其他人的话来说 够吃好几代人了 正想着抽个时间去找你算账呢 没想到 你竟然送上门来了 左护法看着灵动静的夏北辰 就像看一个小屁孩似的 不料披心对道 小子 你是吃大蒜了吗 口气竟然这么大 说着 他上前了两步 你爷爷来陪你玩玩 话音未落 就到了左护法的面前 带着强劲拳锋的拳头 朝左护法的头部轰去 速度很快 而那拳头 如猛虎一般 呼啸而至 忽然 红色光芒大胜 哄 披心的拳头 轰在了红色光芒上 咔咔 碎猎声随即传开了来 红色光芒就暗淡了下来 露出了一个防御盾 盾的后面 是右护法和左护法 这防御盾 正是右护法急忙出手 释放出来的 但此时的盾面 已经出现了裂痕 而当披心拿开拳头的时候 狂了 一声响 防御盾便碎成了碎片 最后 化作了虚无 接着 左护法和右护法 被震推了好几张 披心的这一拳 力道可见一般 稳住了身子后 右护法对左护法说道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待会我来拖住他们 你赶紧去和三长老会合 结果未等左护法说话 一道冷冷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想跑 一看 赫然是一位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子 出现在了他们的右侧 接着 另一位女子 则出现在了他们的左侧 看这架势 是不想给他们撤退的机会 而那黑色长裙的女子 自然就是乾坤拍卖行的琴雅 刚才距离有点远 再加上是晚上 所以 左护法没有发现是她 现在看到是她 左护法怒道 没想到 你们乾坤拍卖行 也做着杀人越货的勾当 我们做不做这勾当 就得看人去了 琴雅用那悦耳的声音说道 不巧 你们两个 值得我们这么做 左护法则威胁道 你就不怕我们试魂谷 把你们乾坤拍卖行给灭了 还是先关心下 你和你同伴的生死吧 琴雅刚一说完 就掠了过去 一把遍体雪白的剑出现在了她的手里 剑状 左侧的陆雨婷也寄出了自己的清语剑 和琴雅一起夹击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右护法提醒起了左护法 然后寄出了白色的骨剑 这骨剑像极了某种妖兽的背脊 整个剑身由一节一节的骨头组成 一个练神镜面对两个练神镜 第一招就迸发出震天动地的杀气 第095章 下辈子做个好人 做个畜生也行 左护法兼右护法和对方打了起来 便趁机溜了 而这一溜 竟然没有人追来 这让她忍不住输了一口气 毕竟对方还有四个人呢 除开那个年轻男子 还有三个人是修为高的 其中就包括 刚才对她出拳的男子 左护法没有想太多 欲空飞行 一路狂奔而去 也不管右护法的结果怎样 身为试魂骨的护法 早就做好了贡献生命 奉献一切的准备 今天换做是她来拖延对方 也是如此 就这样前无拦路 后无追击的 左护法顺利地飞了几十里 最后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山谷 这山谷的入口 极窄 两侧则是高耸入云的山峰 如果不仔细看 都不会发现这里 右护法替她拖延对方 制造溜走的机会时 便悄悄将地址告诉了她 进了山谷 来到了一个小湖泊边上 没想到 这里的景色竟然不错 虽然是晚上 但是借着月光的头洒 也能看清楚 湖中央有一个亭子 亭子里 正坐着一位老者 和站着几位下属 见到这老者后 左长老彻底地 像卸下了千斤担子一般 然后经过木桥 朝亭子走去 走进了亭子 看到那老者 正在一个人下着棋 他面前的是黑子 对面的是白子 白子在黑子的围攻下 已经所剩无几 看样子 是黑子要赢了 老者放下了手中的黑棋 问道 回来了 左护法 三长老 百炼卢已经成功拿下 但是 却花了三千万枚祭品零食 所以 戒指里的零食 已经不多 左护法来到了桌子前 将一枚戒指拿了出来 放在了棋盘边上 三长老示意 一侧站着的下属 将戒指收走 然后对左护法问道 东西呢 左护法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一样东西 往地上一放 这便是那传说中的百炼卢 三长老忍不住站了起来 走进了些仔细看了起来 看了一会后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不错 将视线从百炼卢上 转移到了左护法身上 随即夸赞起来 左护法 你今天可是立了一件大功 左护法激动地回应道 卫士魂骨赴汤蹈火 一会后 他说道 不过 这次能安全地将他带回来 多亏了右护法 三长老看了一眼胡编 这才发现没有看到右护法 右护法可是他派去接应左护法的 怎么派去接应的人没回来 于是三长老问了起来 三长老 你有所不知 左护法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整个过程告诉了三长老 内容还包括了在乾坤拍卖行的 如此说来 还有其他人惦记着这百炼卢 三长老眉头一皱 停顿了一回 他问道 那小子叫什么名字 左护法摇头道 未曾听过他的名字 那出自河门河派 三长老继续问道 左护法摇了摇头 三长老看着棋盘说道 他身后的几位高手 又是什么来头 实在想不通 便说道 罢了罢了 既然他们没追来 我们就等右护法半个时辰 如果他不回来 我们也得离开了 三长老 要不派几个人去支援 左护法建议道 三长老摇了摇头 不必了 人多不方便行事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口中的右护法 此时 已经被陆雨婷和秦雅 一人一剑给刺穿了身子 一抹鲜血 从他嘴里喷了出来 还未死透之际 两位美女将手中的剑拔了出来 接着 毫不客气地对着他 又劈了几剑 下辈子争取做个好人 不然做个畜生也行 在他瞳孔彻底涣散之际 陆雨婷用剑拍了拍 右护法的脸 而话音一落 刚刚只剩下一丝气息的右护法 就这样断了气 收拾了他 秦雅看向了之前夏北辰 带着叶云星和披星戴月追去的方向 也不知道 他们追上了没有 陆雨婷则说道 放心吧 夏公子刚才不就是靠着牵指鹤 识破了左护法的诡计 结果不仅没有摆脱我们的跟踪 连右护法都把命给交代在这里了 点了点头 秦雅问道 那我们是在这里等还是 等吧 陆雨婷回道 随即 两位美女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了下来 赫然聊起了天 陆姑娘 你是做什么的 我 我是青蓝宗的宗主 啊 怎么 这么惊讶吗 嗯嗯 停顿了一会 秦雅又问 那叶姑娘 她 她来头更大 陆雨婷说道 此话怎讲 你知道天玄宗吗 知 刚一出口 秦雅的话便戛然而止 好一会之后 她才说到 天玄宗 叶云星 嗯哼 天呐 她竟然是北玄女帝 天玄宗宗主叶云星 秦雅一脸崇拜的样子 好一会之后 她问道 另外两位呢 他们也是来头不小 该不会也是某个门派的大佬吧 哪有那么多大佬 陆雨婷笑着白手道 他们是上古神兽 不是吧 秦雅惊讶道 两位上古神兽 两位宗主 是什么原因 和只有灵动静修为的夏公子走在一起的 陆雨婷回道 说来话长 不过 从刚才的接触看 夏公子的却有他过人之处 秦雅一边说着 一边泛起了花痴 是吧 其实 我也这么认为的 陆雨婷微笑着说道 陆姑娘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呗 你对夏公子 忽然 某个人忍不住鼻子一仰 打了一个喷嚏 我去 这个时候 谁在讨论我啊 夏北辰一阵无语 而随着他的这一声喷嚏传开 就把他和叶云星 以及披星戴月 都给暴露了 谁 湖泊中央的亭子里 试魂谷的三长老 猛然抬头 看着某一处冷冷地问道 你们是魂谷的人 难道都喜欢 问这个问题吗 夏北辰现出了身 回道 都说 是你大爷了 你是 三长老打量了一下湖边的夏北辰 他怎么跟来的 左护法不解地看着夏北辰 随即对三长老说道 他便是我跟您说的那个灵动静修为的年轻人 第096章 断经 三长老一看 嘴角不禁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意 不过 这笑 更像是嘲笑 灵动静 还是初七 听到三长老的话 左护法低声提醒道 三长老 他身后 还有人 正好这时 叶云星和披星戴月一起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三长老那带着笑意的脸上 忽然一致 夏北辰一跃而起 跳到了亭子前的木桥上 灵动静怎么了 死在我手上的炼神镜 也不是没有 话刚一说完 他双手一展 小湖泊里的水忽然在他的两侧抬升 形成了两道水柱 自从在灵剑谷获得金木水火突兀灵后 夏北辰就发现自己具备了调动这五种元素的能力 水柱刷得朝亭子里冲去 没想到 这个灵动静初期的年轻人 说动手就动手 所以 不禁令三长老也是微愣了下 不过很快 他就回过神来 伸出了右手 挡在了身前 随即一道红光出现 并形成了一个弧形 将他和左护法保护在了里面 这倒是让夏北辰 想起了刚才又护法所释放的护盾 看来 这便是士魂谷的招牌防御 与此同时 夏北辰调动而来的两道水柱 如同高压水枪一般 冲在了弧形的红光护盾上 由于被护盾所挡住 所以一些水便朝外建设开来 不料 这建设而出的水 竟然形成了一块块锋利的冰片 在清丽的月光照射下 竟然泛起了寒光 刷刷刷几声 冰片 毫不客气地扎向了亭子里的那些下属 这些属下的修为 最高也才灵丹靖后期 所以猝不及防之下 一片血雾弥漫 冰片的锋利 可见一斑 北辰的修为 毕竟才灵动靖初期 要是灵丹靖初期 这几个小喽啰 就得避命 还未动手 且看着亭子里的一举一动的叶云星 对披星和戴月说道 披星语气里 带着些许欣赏 即使如此 北辰兄弟的实力 也已经不容小觑了 下北辰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看戏的三个人 这两个人交给你们 开玩笑 带着大腿来 自己翘着二郎腿看才对 披星咧嘴一笑 跃到了下北辰的身边 笑道 老板不发话 我们哪敢抢工啊 这不是个好员工 下北辰吐槽道 戴月也跃了过来 笑道 嘻嘻 这不陪老板娘一起看戏吗 下北辰将水柱撤掉 随即抬升而起的水 有部分回到了小湖泊里 而剩下的一部分 则化成了一支支 闪着金光的箭矢 这些箭矢 赫然如雨点一般 朝三长老的下属飞去 本就被冰片划伤了的下属 这时候 再突然遇到箭矢 头皮都发麻 更甚的是 一道清白光 忽然从一侧冲来 随即如同一只巨大的手 助推了一把箭矢似的 箭矢竟然更快了 啾啾啾 一阵没入肉体的声音 响彻了小湖泊的四周 一阵惨叫 也是随之传开 哗啦 有人在被箭矢射中后 又被巨大的力道推向了小湖泊 掉入了水里后 一阵血红色冒了上来 三长老和左护法 瞪大了双眼 看了一眼他们的下属 短短的时间里 悉数殒命 他们惊讶于下北辰的手段 竟然变化多端 也骇然于叶云星的实力 如此恐怖 没错 刚才那道清白光 便是叶云星施展而出的 虽然他的修为隐藏了 但依然具备 吊打一切炼神镜的打击能力 就在他们瞪大眼睛之际 叶云星对着三长老的宏光护盾 就是一挥手 星辰之力 直冲而去 咔咔咔 下一刻 护盾应声而练 手当其冲的三长老 不禁闷哼了一声 接着 他连带着左护法一起 经受不住力道 往后退了好几步 尤其是左护法 要不是亭子里有护栏挡着 他就得要下饺子了 而这时 三长老稳住了脚步 然后抬眼看向了面前 带着面镜的叶云星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应该是天玄宗的人 叶云星再次伸手 释放了一道星辰之力 那百炼炉就被抬升而起 随即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夏北辰二话不说 就把他放进了无尽领域里 并让叶小蜜他们 把他放进万物阁里 看到试魂骨辛辛苦苦 付出了三千万极品 灵石静帕尔德的百炼炉 竟然被他们给夺走了 三长老怒道 竟敢动我是魂骨的东西 活腻了 话音一落 他便向叶云星发起了攻击 叶云星丝毫不拒 抬手之间四道光束在对方的深周 冲天起 三长老急道 星光复 叶云星冷然道 还算你识相 星光复的光木牢笼里 将围棋也围住了 只见三长老遇起了那些棋子 然后朝四道星光飞射而去 不料非但没有击破星光复 还被反弹了回来 搜搜搜 一粒粒或黑或白的棋子 反弹后 击打在了三长老的身上 惹得他急忙伸手来挡 结果 打在他的手上惹得他一阵嚎叫 当棋子全部掉在地上之后 他的手 以及被棋子钻了空荡的地方 已然轻重了起来 云星 记得我们和别人的交易 夏北辰提醒道 放心 我记着呢 叶云星说着 手中便出现了他的心悬剑 手一挥 心悬剑脱手而出 刷刷刷 剑光如洗 三长老的身上 里面多了好几道剑伤 鞋 也从口子留了下来 扑通一声 他的膝盖 重重地着地 夏北辰定睛一看 发现三长老的双手和双脚 均有一道剑伤 原来是叶云星 将他的手筋和脚筋都割断了 所以 此时的三长老 在肉体上 已经是废人 看着心悬剑 回到了叶云星的手里 三长老这才意识到 对面的这个女子的真实身份 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还活着 叶云星将心光复的范围 缩小了不少 同时说道 承蒙你找的那些猪队友 办事不力 我不仅还活着 还让我有了更雄厚的实力 话一说完 不再隐瞒身份 他摇身一变 换了一身衣裳 连面纱都不戴了 第097章 不仅把女人宰了 还要抢你地盘 动 动天静 三长老看到叶云星的修为后 如泄了气的皮球 境界越往上 就越能体现出云泥之别 炼神经大圆满到动天静初期 有的人 一辈子都没法起急 今天我不杀你 但看在你勾结我天玄宗大长老 以及其他门派陷害我一事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叶云星提着剑上前去 我要废了 你的修为 三长老身子猛然一顿 眼神骇然地看着叶云星 但一股威压 瞬间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 就是来自于动天静的威压吗 叶云星没有用剑 而是携带者霸道的星辰之力 一掌拍向了三长老的天灵盖 下一刻 一声惨叫 响彻了山谷 不少栖息在树上的鸟都惊慌地飞走了 不久之后 叶云星收回了手 施展在三长老身舟的星光腹 也随之撤掉了 此时的他 已经不堪痛苦 昏死了过去 死是死不了的 但想要有所作为 已经是不可能 他 已经彻底地成为了一个废人 解决了他 夏北辰和叶云星看去 发现披星和黛月 已经不知不觉地 把左护法给宰了 夏北辰瞥了一眼 亭子的栏杆边上躺着的左护法尸体 然后对披星问道 你就没打算活捉他 披星挠了挠后脑勺 憨憨地一笑 说道 我以为你把他交给我们来对付 是把他给宰了 看到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左护法 夏北辰摆了摆手 罢了罢了 虽然不是最优的方法 但也不是最差的办法 说着 他指向了三长老 起码这老家伙是被拿下了 不怕他不交代试魂骨的下落 披星则弱弱地说道 万一这家伙嘴硬 不交代怎么办 那就扣你俯落 叶云星收起了星玄剑后 说道 其实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试魂骨了 我们今晚击杀了他们的三长老 和左护法 说到这里 他忽然想到了幼护法 于是接道 想必幼护法 已经被陆宗主和秦雅姑娘击杀了 所以 哪怕我们不去找试魂骨 他们也会找上门来 夏北辰微微点头 你说的没错 不过为了让试魂骨尽快来找我们 我觉得 还需要放出点风声才行 说完 他对着躺在地上的左护法一挥手 争 一声剑音 剑光一闪 下一刻 躺在地上的左护法 忽然是伸手分离 剑又回到自己手上后 夏北辰对披星交代道 这家伙的脑袋交给你了 找个地方悬挂起来 啪 披星打了一个响指 说道 我看这山谷就不错 一手难攻 只要我们在入口处 设置一道寨门 将这颗狗头悬挂在寨门上 再放出风声 不怕他们不来 夏北辰听后 蠢色片刻 随即点了点头 可行 那就依你的方法来 接着 他调了一对无尽领域里的蜜蜂出来 由叶小蜜亲自带队 执行营造山寨 并在四周设置防御攻势的计划 来一出揪战雀巢 不仅把你们的人宰了 还要把你们的地盘给抢了 叶小蜜欣然领命 带着一对蜜蜂 当即就忙碌起来 而安全起见 夏北辰也染披星和戴月留了下来 协助叶小蜜他们 就这样 他带着叶云星压着受了重伤 且被废了修为的和隔断手脚筋的 是魂骨三长老 朝来时的方向飞去 嗯 正在大石头上聊着天的陆语婷和秦雅 看到天际飞来了两道清光 不一会儿 两道清光飞进 两位美女一看 是夏北辰和叶云星回来了 看了一眼他们的身后 没有发现披星戴月 夏北辰落在了大石头上 说道 不用看了 我另有任务交给他们了 微微点头 陆语婷看向了他手里压着的一位老者 他是 是魂骨的三长老 秦雅听后一喜 竟然把他给拿下了 叶云星说道 我已经将他的修为废了 手脚筋已经被我割断 秦雅点头道 甚好 这样就不用担心 他突然搞什么事了 夏北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地上 躺着的诱护法 陆语婷顺着他的视线 看了过去 然后说道 这家伙 已经被我们宰了好一阵子了 夏北辰放心地说道 意料之中 那 怎么处理他 陆语婷问道 直接毁尸灭迹还是 夏北辰回道 留下他的狗头 剩下的 该毁灭就毁灭 于是他如法炮制 将诱护法的脑袋也割了下来 至于尸身 夏北辰则是一把火 将其烧了 把小可和小松叫了出来 主人 再次出了无尽领域 两个小家伙 心情也是大好 本主人给你们一个任务 夏北辰指着诱护法的脑袋 请主人吩咐 两个小家伙齐声说道 夏北辰吩咐道 把这狗头带去与披星他们会合 交给他处理即可 两个小家伙纷纷点头 保证完成任务 去吧 夏北辰挥了挥手 路上注意安全 小可问道 对了主人 我们和他们会合后 还需要回来找你吗 夏北辰回道 留在那里协助叶小蜜吧 我们会最晚明天 就会和你们会合 好嘞 小可和小松一动物 一手拎起手机上的头发 抬着手机就要出发 等等 叶云星这时叫住了他们 他们停了下来 叶云星拿出了两枚丹药给他们 这时可以暂时提升修为的丹药 如果遇到比你们强大的敌人 可以服下来硬敌 夏北辰一看 好熟悉的丹药 随即传音道 这不是禁灵丹吗 叶云星回道 没错 反正他们有没有对象 影响不大 夏北辰带着笑意说道 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收下了丹药 两个小家伙到了一声邂逅 便和夏北辰等人到了别 朝山谷所在的方向跑去 此时的他们 已经完成了筑击 步入了林武进的修为 路上哪怕遇上普通的野兽 也能轻松应对 但就怕遇到点实力不弱的 所以 叶云星出于这个考虑 才给了他们担要 出手阔绰 当他们回到南安城的时候 街道上已经没有了白日里的 那番热闹景象 有的只是零零散散的游人 或者小滩 离开南安城的这段时间 夏北辰等人因为拍卖行的事 成为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谈起地字号的年轻人时 大家都是眉飞色舞的 乾坤拍卖行 暗机前 万金有正在来回地夺步着 并且时不时转头 看向了门的方向 过了一会 他实在没法憋住了 就转身朝门处走去 想到外面等候 不料 刚走到了门前 门 就被人给推开了 抬眼一看 赫然发现 是夏北辰等人回来了 夏公子 怎么样 万金有焦急地问道 夏北辰让开了位置 随即秦雅将一个人压了过来 万金有看向了那人 一小会后 他激动地说道 这 便是 一时间 激动地不知道把话说完了 秦雅见状 直接说道 是魂骨的三长老 池屎 万金有此时 已然是老泪纵横 甚至忍不住跪了下来 不过 他不是跪池屎 而是跪下北辰 夏北辰急忙上前了两步 将其扶了起来 万掌柜 你这是干嘛 快起来 今日夏公子替我抓住了他 便是我的大恩人 万金有动情地说道 唉 夏北辰连忙纠正 万掌柜 你错了 这家伙可不是我抓的 他看向了秦雅和陆雨婷 他们二位 亲手宰了右护法 另外 批星和黛月没来 我有其他任务安排了去做了 而他们则宰了左护法 最后 夏北辰看向了叶云星 池屎这样的人 自然是云星来帮他们收拾他 云星 听到这两个字 万金有眉头青醋 随即看向了叶云星 你是天玄宗宗主 北玄女帝叶云星 见名字已经被夏北辰给透露了 叶云星便不再隐瞒 点了点头说道 正是 久仰大名 池屎里面后退了两步 对着叶云星行了一礼 在城外的时候 秦亚已经从陆雨婷口中 得知了叶云星的身份 所以 她倒是不像万金有那样 显得有些诧异 万金有一边心里 一边对叶云星说道 不知道陛下光临寒舍 请 结果话没说完 叶云星便打断了她的话 万掌门不必多理 这里不是北玄 你也非我北玄子明 你就当我是你们老字号 以及这乾坤拍卖行的顾客即可 万金有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说道 没想到 在下竟有如此大的造化 有你们这帮高手帮忙 万掌柜 此言诧异 叶云星纠正道 针对试魂谷 并非只是帮你 还有我与试魂谷的过节 万金有问道 莫非坊间传闻 陛下被几大门派联合陷害一事 是真的 而则试魂谷 也是始作俑者 叶云星点头道 正如你知道的一样 点了点头 万金有对他们说道 瞧我这激动的 快进来 不要站在这里了 让夏北辰等人进去后 万金有交代秦亚吩咐下去 好好看住池室 如果他醒来 就立马来禀报 待夏北辰他们坐下 万金有亲自给他们针酒 随后 他端起了自己面前的碗 诸位 在试魂谷一事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请允许我先敬大家 说完 仰头便喝下了手中的酒 他这话 听得夏北辰和叶云星 以及陆语廷有些耳熟 在来南安城的时候 陆语廷便和叶云星讲过这话 虽然青兰宗 没有像万人宗和玄青宗那样 直接和试魂谷勾搭在了一起 但陆语廷还是怀疑自己的武师叔 和试魂谷油染 所以 这一次来南疆 除了想了解夏北辰之外 便是寻找武师叔 和试魂谷油染的证据 好像青兰宗上下有一个交代 万金有喝完了自己碗里的酒 夏北辰三人 也端起了各自面前的酒 咕噜咕噜几下 便喝完了 万金有将空碗再次倒上了酒 夏北辰趁这个空隙 对他说道 万掌柜 那迟使就交你处理了 他的生死 由你来决定 好 万金有点头道 我除了要让他交代当年金家的事 还要交交更多关于试魂谷的事 夏北辰问道 对了 既然说到了金家 我们现在是称呼你万掌柜好 还是金掌柜好 万金有心里 早就有了答案 所以 他说道 等我金家的是真相大白 我便改回金信 并决定了 就叫金万有 不过 你们现在还是叫我万金有吧 夏北辰听后 再次端起了酒 那我们在这里 提前祝贺金掌柜了 叶云心和陆雨婷也说了住酒词 随后 四个人将碗里的酒 一饮而尽 放下了碗 万金有再次盗满酒后 放下酒坛子 他没有继续端起 酒喝起来 而拿出了一枚戒指 递给了夏北辰 夏东子 这便是你今天在我拍卖行 所拍得的物品 以及我送的一些小礼 夏北辰听后 用神识探查起了戒指 发现他是一枚那件 里面除了自己今天近拍所得的物品外 还真有一些额外的东西 比如药草 药方 功法 好家伙 出手还挺阔绰 药草是稀少的 药方甚至最低的都是三品的 虽然没有六品 但是却有五品的 而且 刚好又是真灵丹谱 没有记载到的 这将是一次很好的补充机会 我见夏公子今日拍的不少东西 都是炼药之类的材料 便猜测 你应该是一位炼药师 万金有说起了自己送药草和药方的原因 所以 我送了些药草和药方于你 夏北辰立马起身 对他拱手行礼 多谢万掌柜 万金有站了起来 摆手道 不言谢 互相帮助不言谢 说着 他指向了室内一角堆放的极品零食 还请夏公子 将这些极品零食收回去吧 万掌柜 我最不缺的 就是极品零食 夏北辰拒绝回收了这些极品零食 我甚至 还可以再给你一些 这话 吓得万掌柜身子 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第零九九章 山寨营造 有模有样 在遇到夏北辰之前 就算是他的老字号 和这乾坤拍卖行加起来 极品零食都拿不出一千万枚 倒是普通零食 能拿出上一枚来 毕竟一些人拍得了物品 拿不出那么多的极品零食 便用普通零食来支付 而极品零食 现在已经被夏北辰堆放了那么多了 他居然说 还有 要不是这个屋子的空间够大的 恐怕已经被极品零食给挤得爆仓了 所以 万金有急忙摆手道 别了别了 夏公子还是留着吧 不然就是 看不起我这朋友了 夏北辰大笑了起来 既然万掌柜不爱财 那就勉强了 不过 他只是象征性地 收回了一枚极品零食 剩下的那些 依然让他们躺在那里 见状 万金有也是拿下北辰没办法 只好作罢 接着 他拿出了两个荷包 递到了叶云星和陆雨婷的面前 这里也有些东西送给你们 两位美女互相看了一眼 随即叶云星说道 我们也有啊 还请笑呢 万金有说道 叶云星和陆雨婷一人接过了一支 发现里面装了不少丹药和弓法 万金有说道 弓法可能对二位不是很有用 但可以补充你们的弓法库 给其他人用一颗 陆雨婷看过了弓法的名称 便说道 万掌柜严重了 你这些弓法都很实用 就这样 四个人喝着酒 不知不觉 竟然天亮了 夏北辰三人起身道别 昨晚的金龟子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还给了秦雅姑娘 我们还有其他事要做 就不讨扰了 好 三位 后会有期 万掌柜 后会有期 离开了乾坤派卖行 三个人便离开了南安城 朝西南方向的山谷飞去 而他们刚这一走 秦雅便来到了万金有的面前 东家 迟迟 醒了 万金有眉头一挑 立马来了精神 将昨晚通宵的困意 一扫而空 该找他算账了 再次回到了那山谷入口处 夏北辰和叶云星 陆雨婷赫然看到了一个 债门立在了那里 上面写着 灭邪债 当然 不仅仅是债名三个字 还有一行小字 那便是 披星题 这三个字 写得苍净有力 入目三分 竟然是披星老兄写的 毕竟人家可是财库守护神 这名字 取得挺好 像试魂谷那样的歪门邪道 就该灭之 三个人 你一言我一句地说着 这时 一个小脑袋 趴在了债门上的小阁楼前的瞭望台 咦 主人回来了 这小脑袋 是小松的 夏北辰吩咐道 小松 快打开债门 小松整个身子跳到了瞭望台上 然后插着腰说道 代理债主有令 任何人来此 都要抱上口号 纸码开门 夏北辰随口一答 小松身子一个亮枪 差点从瞭望台摔下去 主人 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口号的 你也不看看 你主人是谁 夏北辰挺直了身子 小松站稳了身子 然后对着门内 侧吹了一个口哨 支呀 山寨的门 便被两只蜜蜂 给从里面打开了 欢迎凯旋 叶小蜜带着一群蜜蜂 已经列好队 见到夏北辰他们的时候 便欢呼起来 这一世感 妥妥的 待他们进到寨子里 门关上的那一刻 还有蜜蜂撒起了花瓣 真走花落 看了一眼两侧的山头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便赞道 一夜之间将这里营造成了寨子 不错 多谢主人认可 蜜蜂们齐声回道 对了 小可和披心待跃呢 夏北辰看了一眼四周 并没有发现他们三个 去检查防御工事了 叶小蜜回道 说完 他拍了拍手掌 四只蜜蜂便从一侧飞了出来 夏北辰和叶云星 陆雨婷一看 发现每两只蜜蜂 抬着一只竹灭编制好的笼子 笼子的恐怖小 不妨碍看里面装着的东西 而装着的东西 正是视魂骨左右护法的首级 既然主人回来了 我们就把这挂上 叶小蜜交代起来 夏北辰满意地点头 做了一个竹笼 考虑还挺周到 而叶云星则留了一个心眼 让四只蜜蜂仙等等 只见他依然打了一个守绝 星辰之力便作用在了两只竹笼上 夏北辰一看 那星辰之力便形成了一个小法阵 然后将竹笼笼罩在了其中 最后 泛起了一小灰清白光 很快 清白光消散 竹笼看上去 一点异样都没有 叶云星收回了手 解释道 家道禁止 当只有人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前来偷着两颗狗头 夏北辰立马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叶小蜜这才让那四只蜜蜂 去将竹笼悬挂在寨子门前 陆玉婷则有些好奇地说道 走 带我们也看看这个寨子 做得怎么样了 好的 请跟我来 叶小蜜点了点头 不过 他带夏北辰等人去看之前 特意交代了小松和其他同伴 你们务必要看好寨门哦 小松和其他蜜蜂齐声回道 没问题 代理寨主 您放心 叶小蜜有模有样地清了清嗓子 并提醒道 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比如玩忽职守的事就按军阀处置哦 明白 小松和其他蜜蜂再次齐声回道 这叶小蜜的管理能力可见一斑 夏北辰说道 等灭了试魂谷 我们就开一场庆功业 好爷 小动物们纷纷各就各位 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蜜蜂们手里都拿了一根毛一样的武器 这玩意将其中一头削得一样锋利 哪怕不能杀人 也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跟着叶小蜜往里走 不一会就来到了那小湖泊边上 水里的尸体都已经处理了 此时的小湖泊和那亭子 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接着 他们沿着山头查看了一番 发现山顶靠外的一侧 还设置了陷阱 届时士魂谷进攻时 可以防止他们奋兵翻山过来偷袭 反正 这寨子防御原则 按照叶小蜜他们说法 便是让士魂谷有来无回 最后 在寨子的另一个方向 夏北辰等人和披星戴月会合了 这里是整个寨子的罪里面 但是有一道 来人了 你们回来了 见到夏北辰三人回来 披星迎了过来 怎么样了 夏北辰询问道 就等着士魂谷的人来了 披星回道 夏北辰微微点头 说道 我已经在南安城放出了风声 想必用不着多久 士魂谷就会收到他们三长老 和左右护法毕命的消息 你们把三长老给 披星做起了割脖子的手势 已经交给万掌柜处理 但对外透露的风声是 已经被杀了 夏北辰一边说着 一边看起了眼前的建筑公事 这里原本是士魂谷所开发的 一处僻静之地 如果他们来攻打 地理环境定是比我们熟悉 叶云星问道 所以 你要做何打算 夏北辰看向了他 我们人员有限 所以 还请你帮忙布几个法阵 陆语婷这是毛遂自荐 法阵我也会一些 所以我和叶宗主一起布置吧 夏北辰点头道 那最好不过了 叶云星想了想 说道 要不这样 我来布置攻击法阵 陆宗主来布置防御法阵 陆语婷没有犹豫 回道 好 随即叶云星看回了夏北辰 需要你贡献一些武器 现在的夏北辰 临时是最多的 而排在第二多的 想必就是万人宗搜刮来的武器了 所以 不缺 二话不说 夏北辰就把一堆武器 给从无尽领域里换了出来 武器 全部悬浮在半空中 任由叶云星调动 两位美女便去安排了 这时 一只蜜蜂火辽火急地飞了过来 叶小蜜最先看到它 便问道 你不是 在山寨大门看守吗 怎么来这里 那只蜜蜂回道 有人在寨门外喊话 披星转身问道 难道试魂谷的人来了 戴月则问道 来了多少人 四个 蜜蜂回道 四个 披星差点亮腔下 这试魂谷 是有多看不起人 才来四个人 夏北辰则问道 他们喊话 喊的什么 蜜蜂如是回道 有一个男的是主人您的朋友 得知您在这里便前来助阵 我的朋友 夏北辰眉头 莫非是万金有派人来了 说到这里 他又问道 来的都是男子 是二位男子 二位女子 听到蜜蜂的回答 夏北辰眉头一挑 而披星则小声地嘀咕了一下 两男两女 莫非 嘀咕到这里 他看向了夏北辰 随即两个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看来是宋齐良辰四人 既然朋友前来 那我去接他们入寨 夏北辰说着 朝山谷的入口处飞去 来到了寨门上的阁楼前 往下一看 果然是宋明 齐轩 梁晴 陈云四人 见到他之后 四人朝他挥了挥手 夏北辰吩咐门内的密封开门 然后他亲自下了城门 来到了四人面前 夏北辰笑着对他们拱了拱手 几位 这么快就见面了 寨子离情 四人回了一礼 随即宋明说道 我们收到了师叔的传信 说你们去过了林剑谷 又去了南疆 准备对士魂谷动手 所以 我们四人就当即调转了方向 往南疆赶来 好巧不巧 刚到南安城 就听到了夏兄 你在这里击杀了士魂谷的三长老 和左右护法 并在这里安营扎寨的风声 说到这里 宋明指了指山寨寨门外挂着的两个手机 夏北辰哈哈地笑了起来 说道 所以 你们就赶来帮忙了是吧 宋明收回了手 笑道 夏兄手段广大 我们也算不上帮忙 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宋兄谦虚了 夏北辰说道 我正愁人手不够呢 这不 你们来了 可谓是吉时雨啊 五个人一边说着 一边走进了山寨的山谷里 真没想到 这处地方比想象中的美 入了门 齐轩和良晴不禁感叹起来 这还得多亏了 世魂谷此前在这的营造 否则 上哪去找那么美的山谷 夏北辰打去道 总不能去你师叔的灵剑谷 白吃白住吧 哈哈 宋明和陈云大笑起来 陈云随后说道 夏兄要是愿意 也不是不可以 我们听说 你把他那破茅草屋给拆了 盖成新的竹屋了 宋明接道 对啊 新的竹屋那么宽敞 好几栋呢 光师叔他们那一脉 哪里住得完 哈哈 夏北辰笑道 倒是方便你们平日里串门去 说到这里 宋明带着三位师兄弟 歉意地说道 先前在清和郡的酒楼里 我们对夏兄和叶姑娘 隐瞒了真实身份 还请夏兄 夏北辰听到这里 为等他说完 便打断了他的话 宋兄 不必如此 那会我们刚认识 也算是陌生人 有所隐瞒 也是应该的 其实 我们也一样 当时宋明说 他们无门无派 师父乃一散修 所以算上他们的师父 也就五个人 而到了林剑谷之后 夏北辰才知道 林剑谷和他们是同门 只是 谷主继承了林剑谷的 住剑事业 而他的师妹 继承了另一份事业 至于是什么事业 没说 你是说叶宗主 宋明一副了然的样子说道 夏兄 你有所不知 叶宗主的身份 已经由我那师叔 告知我们了 所以 我们算扯平了 一旁的齐轩感慨道 真没想到 那天我们竟然和 名动天下的北玄女帝 一起喝酒唠嗑了 早知道 让她给我签个名了 齐轩身边的梁晴 瞬间化作了 叶云星的小迷妹 夏北辰笑着扬了扬下巴 看向了不远处 正朝这边飞来的两个人 然后对梁晴说道 诺 你的机会来了 众人顺着她看的方向看去 赫然发现 叶云星和另一位女子 很快 两个人就到了他们面前 互相问候之后 齐轩和梁晴 就上前去挽起了 叶云星的手臂 叶姐姐 又见面了 没想到 是你们来了 叶云星柔声说道 几个人寒暄了几句后 夏北辰介绍道 这位 是青蓝宗宗主 陆雨婷 你便是陆宗主 宋奇梁晨四人 好奇地看向了陆雨婷 第101章 真相 如假包换 陆雨婷回道 夏北辰接着介绍起了 宋奇梁晨四个人 介绍完后 陆雨婷惊讶道 原来 你们便是 灵剑谷谷主的四位师侄 没错 宋明笑道 想必我那师叔 应该也提到了我们 缘分真是个美妙的东西 梁晴说着 看向了夏北辰 问道 夏公子 两位美女宗主相伴你左右 有何感想啊 能有何感想 真是让人羡慕 齐轩说道 夏北辰急忙插开话题 几位既然来了 那就帮我看看 这山寨 还有哪里需要 加固防御工事的吗 如试魂骨功来 还得仰仗几位 宋明拱手道 夏兄尽管吩咐和安排即可 随即他们 做了一下安排 待叶云星和陆雨婷 将各处的法阵布置完毕后 一行人从头到尾 再检查一遍 不知不觉 便临近中午了 就在夏北辰 打算邀请众人 去无尽领域喝酒的时候 天际飞来了 还三道光芒 很快 几道光芒停留在了山寨门前 夏北辰一看 竟然是秦雅带着两个人来了 哇 竟然又来了一位美女的小姐姐 良情看到秦雅的时候 惊艳地说道 而齐轩则显得沉稳一点 问道 先别饭花痴 看看对方是敌还是有 宋明想了想 然后说道 我见过他 他好像是乾坤拍卖行的 夏北辰接道 宋兄说的没错 他便是乾坤拍卖行的秦雅姑娘 说着 他吩咐蜜蜂们开门 夏北辰带着大家在门口迎接秦雅等人 秦雅姑娘 你们怎么来了 秦雅回道 我们东家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还请夏公子不要嫌弃哦 夏北辰笑道 秦雅姑娘来的正是时候 让我们这山寨 如虎添翼 这几位士 秦雅看到多了几位陌生的面孔 便好奇地问道 随即 夏北辰给他们做了介绍 双方纷纷问好之后 回到了山寨里 竟然人这么多 那我们就去个地方聚一聚 夏北辰提议道 好啊 在大家叫好的时候 秦雅则微笑道 实不相瞒 我们东家派我前来 可不是两手空空的哦 还为大家带了韭菜 夏北辰竖起了大拇指 万掌柜怕是神机妙算 算到了 我们还没吃午饭 宋明建议道 这里的景色不错 我看 就在这山谷里吧 也好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可以及时应对 秦雅点了点头 以示赞成 据说里面还有一个小湖泊 湖泊上有一个亭子 我们去那吧 既然有人送来了韭菜 外加上客人们都想在这里 那就没必要去无尽领域了 于是 夏北辰带着众人 来到了湖泊上的亭子里 昨晚试魂谷三长老下棋 用的那张石桌子 已经被他们打斗的时候打烂了 所以 换了一张更大的 十二人刚好坐得下 秦雅从自己的那戒里 拿出了好几个菜盒子 当菜盒子的盖子 被打开的时候 香气四溢 而当十几个人菜 都摆到桌子上的时候 宋明忍不住说道 这 这不是老字号会脆楼的招牌菜吗 宋公子好眼力 秦雅说道 这正是那的招牌菜 说着 他和另外两个人 纷纷给大家倒上了酒 率先将酒断了起来 秦雅说道 我先反客为主 敬大家 众人纷纷端起了酒 待秦雅进完后 众人一起回敬了他 秦雅说道 以后诸位有什么需要到乾坤拍卖行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们不能说会做得最好 但定会尽全力帮助 听到他这话 宋明当即拿出了几样东西 托付给他进行拍卖 秦雅发现 竟然是几颗腰胆 而且 品杰还是中等片上的 让其中一位同事收下后 秦雅对宋明说道 请宋公子放心 我们乾坤拍卖行 定能让你掌获一个满意的价钱 有劳秦雅姑娘了 接着 其他三位师妹师弟 也拿出了几样东西来 这些都是他们由历史所得 东西对他们来说 作用不是很大 所以 还不如既拍卖行来拍卖了 夏北城看了一下 这些东西虽然也珍贵 但他的无尽领域里 还有不少 否则的话 他会当即掏出几品零食 来买下他们的东西 在一起聚餐才知道 原来宋奇良辰四个人下山游历 他们的师傅 只给了他们每人一颗几品零食 也就是他们加起来 一共才40枚普通零食 这 哪里支撑得起他们的游历 头几天还能好吃好喝 往后不得住荒郊野岭 所以 他们便想了一个法子 那就是收集些有价值的东西 到时候拿去卖了 有时候 他们在一处热闹的城镇 还会支起一张桌子来摆摊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他们师傅这样的方式 还挺锻炼人的 所谓自己动手 风衣足尸 不知不觉 久过三巡 夏北城问道 对了 秦雅姑娘 你们万掌柜那是 进展得怎样了 已经说出了真相 秦雅回道 当年正是那迟史待人 涂了金家上下近百口人 是何原因 夏北城继续问道 原因便是当年的金家家主 也就是我们东家的爷爷 无意之间撞见了 他和他人的龌龊事 他们便起了灭口的邪念 后来 他发现金家的长孙 不在家逃过了一劫 为了防止春风吹诱声 便四处寻找金家长孙的下落 但找了几年都无果 他们怕人复仇 便加入了侍魂谷 借此作一仗 听后 夏北城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宋明等人有些不解 毕竟不知道前因后果 于是 夏北城给他们讲了一下 万金友和弑魂谷三长老 迟迟的恩怨情仇 听得他们不禁为万金友感到惋惜 也不禁为迟迟的凶残感到愤慨 如此说来 那家伙没有死 宋明义愤填膺地说道 如果还没死 那就慢慢折磨他 让他尝尝生命流逝的滋味 秦雅共情地说道 待他交代一些事情后 我们东家自然不会放过他 名誉宗主 镇守安排 他们寻找多年都无果 半年前却不知道从哪里听到小道消息 说金家的长孙 很可能败入了天玄宗门下 所以 他们从半年前就开始秘密实施了一场计划 不惜一切代价 将几大门派分化 再把叶宗主 你给从宗主之位弄下来 好让天玄宗掌控下傀儡手上 听了秦雅的话 夏北城说道 这已经超出了斩草处根的范畴了吧 秦雅微微点头 没错 在分化几大门派的过程中 他们尝到了甜头 因此 计划就由当初单纯的斩草处根 加码到了掌控各大门派 企图借此掌控天下 以便实现更大的野心 一侧是宋明说道 莫非这是魂谷 是想做这天下的共主 不排除这个可能 夏北城回道 然而听到这里 叶云星倒是一阵无语 随即他不禁吐槽道 这都什么小道消息 差了十万八千里 是啊 谁也没想到 当年外出游历 而侥幸逃过一劫的金家长孙 最后为了生存 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复仇 不习惯改名换姓 甚至改头换面 折服在了南疆的南安城 近二十年 并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开始 成为了南安城一方势力的头子 结果 搞了近二十年 是魂谷竟然搞起了乌龙 搞了乌龙也就算了 还想做天下共主 哼 没门 既然是魂谷野心勃勃 那我正好又流灭了他们 叶云星攥紧了拳头 语气霸道至极 那女帝的气质瞬间就迸发了出来 此时她的心情 谁都能理解 正所谓 人在家中 锅从天上来 夏北辰分析道 如今几个门派经过这事 覆灭的覆灭 衰败的衰败 可以说是魂谷的野心 已经达成了一半 陆雨婷这时端起了酒 站了起来 之前青蓝宗与天玄宗 发生了矛盾 实属不该 也多谢了二位手下留情 没有让我青蓝宗 铺了万人宗的后尘 我陆雨婷今日在此 向二位保证 青蓝宗绝不会再做出 如此糊涂的事 且尽心追随二位 平定着天下不公之事 我愿用我的轻语剑 斩尽一切牛鬼蛇身 夏北辰和叶云星 听她感慨的话语 被深深地感染 两个人随即也站起了 端起了酒 三个人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一旁的秦雅 即是给他们满上酒 叶云星对陆雨婷说道 天下正道 何则天下心 分则天下乱 望我天玄宗 与青蓝宗世代交好 陆雨婷微微点头 随即看向了夏北辰 如今青蓝宗大势 皆有夏公子决策 我相信 在他的决策下 青蓝宗定能与天玄宗 凝成一股绳 所以 说到这里 他单独进起了夏北辰 为了更好的方便 夏公子行事 还请夏公子 担任我青蓝宗的 名誉宗主 名誉宗主 活了五千岁的披星 都忍不住说道 这么多年来 就没见过 设置名誉宗主的门派 名誉长老倒是见过不少 大约说道 看来 陆宗主是存心向好 不过 这会不会被世人 望一城离京叛道 欺师灭祖 披星也问道 不知青蓝宗有没有规定 其他门派的弟子 不能败入 陆雨婷回道 不会 我青蓝宗的创派祖师 曾说出过 将来宗门微微可及之时 可令寻能人 担任宗主 渡过难关 并且 没有限制该人是散修 还是其他门派弟子 夏北辰赞道 想来 数千年前 你们的创派祖师 是位开明之主 这让他想起了职业经理人 公司创始人 没法很好的经营企业 那可以让职业经理人来管理 创始人翘起二郎腿 在家数钱就行 当然 也有一个风险 那就是 职业经理人 也会有坐大且翅膀硬的时候 不排除学古代 全程篡位的行为 陆雨婷的手 还端着酒 所以 叶云心催促起了夏北辰 你倒是回人家陆宗主啊 夏北辰没有犹豫 便答应了下来 好 我答应你 陆雨婷脸上露出了微笑 随后恭敬地进了夏北辰 以后 我就叫你夏宗主 夏北辰立马回敬了他 并笑着提议道 以后 还是叫我名字吧 叶云心点头道 说到这里 我也有话要说 既然以后我们是 齐心协力的一家了 那就不要左一口叶宗主 右一口陆宗主的了 接着 他给陆雨婷倒了酒 如果可以 我们现在开始 结为姐妹 陆雨婷惊讶地看着叶云心 真的吗 你看我像是说的假话 叶云心反问 只要云心姐姐不嫌弃 我便是你的雨婷妹妹 陆雨婷将酒往前推了下 叶云心也将自己的酒往前推了下 两个人碗碰在了一起 两个人一饮而尽 既然这样 我们也一起碰一个吧 宋明笑着说道 随即 其他没站起了的人都站了起来 干了 就在大家一口喝完碗中的酒时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主人 有人债钱叫阵 众人扭头一看 发现是叶小蜜 这一次 竟然不是朋友来临 夏北辰问道 何人叫阵 叶小蜜回道 不知道 说是受人之托 前来消灭我们 哟 口气不小啊 披星跟大家说道 你们继续喝 我去会一会他们 抱歉 酒已经喝完了 秦亚笑着提醒道 所以 我也去会一会 夏北辰则冷静地说道 大家稍安勿躁 为防止这是有阴谋 还请大家分工协作 说着 他拿出了一张纸 在上面刷刷几下 就勾勒出了整个山谷的平面 接着 他做起了安排 正门 由我和云星镇守 后门 由披星戴月镇守 左翼 由雨婷和秦亚姑娘 及其同事镇守 右翼 则由宋兄四位师兄妹镇守 大家当即表示同意 既然没有一个人有异议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 而在大家分头行动前 秦亚拿出了几块玉符 第103章 信你 还不如信使可浪 秦亚介绍道 东家 在我出发来这里之前 给了我几块传音玉符 那我就按照刚才夏公子的安排 给每个方位派发两块 没问题 大家没有异议 随即秦亚将传音玉符做了分发 拿到了玉符 纷纷朝预定的方位飞去 夏北辰将桌子上的餐碟碗筷 利用水灵 来了一次瞬间清洗后 便将其整齐地摆在了桌面上 快叫你们寨主出来 我们要取他的巷上人头 一个人对着山寨大门 大叫了起来 真是不自量力 我们主人 是你有资格叫嚣的吗 小松站在了瞭望台上 指着对方大骂 赶紧滚蛋 不然射死你 话音一落 小手一抬 一群蜜蜂 手里拿着迷你弓箭 对着悬空在寨门前半空中 有挤脏远的几个人 不料 刚才叫嚣的人 却是捂着肚子大笑了起来 笑死我了 你们主人脑子 是不是被驴给踢了 也不舍得雇几个人 来把手债门 竟然找了你们这些小可爱 小松咬牙切齿 你骂谁小可爱呢 说着 他的小手一挥 蜜蜂手中的弓箭 立马射了出来 嗖嗖嗖 无数的破空声响起 即使箭矢泛起了寒光 对方几个人 却一点无惧 在他们看来 这玩意 就是挠痒痒的 我来 另一个稍微矮一点的胖子 来到了几个人的面前 然后抡起他手中的大圆锤 就挥了起来 一道锤子轮廓的结界 迸发而出 最先飞过来的迷你箭矢 被没收了 嘿嘿 就在这矮胖男子 得意一笑之际 山寨寨门的楼阁里 飞出了无数的水地 那后续的箭矢 瞬间被水地给追上了 当水地遇上箭矢 二者立马融合了一体 矮胖男子疑惑之际 听到了一阵水结冰的声音 下一刻 箭矢成了冰箭 他那锤子轮廓的结界 冰箭直接无视他的存在 揪揪揪 好几只冰箭冷漠无情地 没入了他的身子里 血液溅了出来 但很快 他的血液也凝结成了冰 他身后的同伴看到这一幕 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矮胖男子便成了一个冰团 随即重重地往下坠 坠到地方的时候 像玻璃一样 哐嚷一声 碎了 没错 连人都一起碎了 并且 这还没完 冰团碎了之后 把领略的寒气 顺便在地上蔓延开来 将几十丈宽的门前之地 给冻成了一块冰地 毫不夸张地说 谁在上面溜冰都可以 剩下的人 一脸震撼地看着下方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星辰之力猛然袭来 没等他们做出任何反应 便听到了啊的一声惨叫 一道血雾 飘在了他们面前 这时他们才回过神来 刚才叫嚣着 要去山寨寨主向上人头的人 赫然是伸手易触了 一眨眼的时间 就损失了两位同伴 这火人的心 都不禁咯噔了几下 水滴顺序 汇聚成了一把剑 而让叫嚣之人 伸手易触的 则是另一把剑 此时 这把蕴含着 星辰之力的剑 飞回到了寨门上的阁楼前 与此同时 头和身子 都掉在了地方 结果可想而知 都被冻住了 阁楼这时 飞出来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正是夏北辰 和叶云星 夏北辰的剑 在他身边 来回切换着 不同的形态 他冷冷地看着 对方还剩下的四个人 就你们几个 还好意思叫阵 四个人看向了夏北辰 发现他才灵动静初期 但他手中的剑 却不容小觑 不过 最不容小觑的 则是他身边的 那位绝色美女 林海静初期的修为 竟然猝不及防地 就让林海静 大圆满的修饰 伸手分离了 这不应该是 炼神静的修饰 才能做到的碾压吗 这一男一女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只有夏北辰清楚 叶云星又把自己的修为 给隐藏得低一点了 之前还隐藏到炼神静 现在好了 干脆往下跳两个段位 所以 外人看来 他只是林海静的修饰 这扮猪吃老虎的套路 算是给女帝陛下玩溜了 一位比较瘦的男子 善善一笑 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校正 刚刚都是 他在这里撒野 说着 他只向了伸手分离的那个同伴 夏北辰像看小丑一样 看着他们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抱歉抱歉 我们马上走 兽子说着 便想转身 不料刚一转身 他就看到他们 四个人的身周 就出现了四道冲天的光芒 这是 有人惊讶地 看着这四道光芒 兽子还算见多识广 他惊慌地提醒到 天玄宗的新光复 什么 其余的三个人 同时也露出了惊慌之色 难道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 新光复的威名 他们是听过的 这玩意 可以让敌人 死无全是 甚至 连渣都不胜 想要活命 也不是不可以 叶云星开出了条件 那就是 把让你们前来的幕后指使者说出来 兽子说道 我们就是几个散修罢了 无门无派 没有人指使我们 叶云星问道 刚刚是谁说 你们是受人之托 前来消灭我们的 是他瞎扯的 兽子再次指向了 地上躺着的 已经成了两块冰块的同伴 但他刚一说完 小松则指着他说道 就是你说的 别狡辩 兽子的身子猛然一颤 不过很快 他就脑子一动 看着夏北辰和叶云星 说道 我们是人类 不要相信这种小动物说的话 夏北辰却反驳道 难道让我信你 那我还不如信使客浪 既然撒谎 那就 一旁的叶云星话没说完 手一收 星光腹赫然分化出了一个单独的出来 兽子看着自己 单独被束缚在了一个星光腹里 瞬间被吓尿 刚想求饶 结果四道光芒迅速一收 刷 原本活生生的一个人 瞬间化作了泄物 但很快又化作了虚无 见状 他的三个同伴 吓得里面在半空中跪了下来 饶命啊 饶命啊 跪在地上 叶云星命令道 三个人 敌人来了 就在对方要招供 且说出来第一个字时 意外发生了 一道红色的光 冲天而降 只见跪在中间的这个人 身子猛然一顿 见此情况 夏北辰和叶云星 不禁互相对视了一眼 当他们再次看向 跪在中间的那人时 发现 他已经是云命 见状 叶云星飞了出去 同时一剑劈出 剑气直冲九霄 刷 霸道的剑气 瞬间没入了云间 接着 一声尖叫传来 便有一个身影下坠 果然有人偷袭 最后 人掉在了 跪在中间的人的尸体旁 叶云星二话不说 直接手做了一个收的姿势 那星光复便立马收拢 瞬间将尸体和那下坠之人 给来了一个毁尸灭迹 夏北辰也没有闲着 而是掠了出去 云星撤掉星光复 嗯 两人互相默契地配合 夏北辰将剩下跪在地上的两个人 给拎了起来 而叶云星则负责护送他们回去 预防还有人偷袭 很显然 刚才躲在云层之间的人 是在监督这些前来叫阵的人 一旦他们人有被策反的迹象 就实施灭口行动 星光复虽然对非同门 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但是却也有他的缺陷 那便是上下两代不能封死 这就像一个长方体的盒子 只有四个面 这就给了别人有机可乘的条件 不过 大部分人在被星光复束缚的时候 是不能动弹的 除非他的修为 高于星光复的使用者 比如之前在万人宗遇到的那玄武 又或者有能力 从高空或者挖地道偷袭也行 很快 在夜云星的护送下 夏北辰拎着那剩下的两个人 回到了山寨里 然后 将他们丢进阁楼里 来了一个五花大帮 瞧见了没 夏北辰看着他们两个人说道 如果没有猜错 刚才的那人 是来灭口的吧 你们辛辛苦苦地为 他们卖命 结果呢 到头来 却要被他们给宰了 真的豆鹅都没你们冤 虽然对方不知道豆鹅是谁 但是从夏北辰的话中 他们还是听出了 是这么个道理 现在你们的任务失败了 回去也是死 何不跳反 把你们背后的指使者告诉我 其中一个人问道 我告诉你 你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吗 只要你告诉我 你们两个都有保障 说着 夏北辰做了一个割脖子的手势 否则 你们死的会比你们那些同伴还要惨 两个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思想斗争了一会 其中一人不再隐瞒 说道 是试魂谷的二长老联系的我们 夏北辰嘴角一瞥 果真是是魂谷啊 接着 他问道 他们二长老 为什么要联系你们 前来踢钢板 对方回道 因为 我们是梦魇山庄的人 梦魇山庄 夏北辰眉头一皱 竟然有这么一个势力 这时 在外面查看了一番 没有发现其他敌人后的叶云星 走了进来 他说道 梦魇山庄 是南疆的一个杀手组织 杀手组织 夏北辰眼神凌厉地 看向了对方两个人 看来 平日里做了不少十恶不赦的事了 两个人的心 咯噔了一下 大侠 饶命啊 你刚刚还说 只要我们告诉你 你就会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呢 夏北辰忽然冷笑道 死罪可饶 活罪难逃 说着 他站了起来 废了他们的修为吧 听到他的话 叶云星二话不说 上去就把这两个人的修为给废了 两声惨叫 同时响彻了山谷内外 听得其他方位上镇守的人 都忍不住朝正门方向看去 又一 宋明嘀咕道 这是哪两个倒霉鬼 叫得这么凄惨 齐轩说道 看来正门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陈云则摩拳擦掌地说道 什么时候 这个方向也来几个叫阵的家伙 好给我们过过手影 梁晴气定神闲地 靠在了一棵树上 这地方居高临下的 一手南弓 想必有敌人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边 左翼 宇听见 你说敌人会从这边攻上来不 秦雅朝远方眺望着 难说 陆雨婷不确定地回道 他们两个人和宋齐良辰四个人 分别镇守在山谷的左右两翼 地势很高 站在山顶上 可以一览众山小 此时 山谷的后门 刷刷刷地来了好几道红光 最后悬停在了门外的半空中 对方的服饰 都是统一的款式和颜色 暗红色从长袍 而结合刚才飞来的时候 深周发的红光来看 这些人 应该是是魂骨的了 于是 披星立马通过预服给大家传音 是魂骨的人 出现在了后门 很快 他便收到了夏北辰的声音 来了多少 看了一眼外面的人 披星回道 正好十个 需要支援吗 夏北辰问道 十个领海惊霸了 都不够我俩塞牙缝 披星霸气地回道 对方十个人没有说一句话 短暂地停顿后 他们便对着后门发起了攻击 左右两翼的人 看向了后门的方向 看到了两道金光和那些红光交织在了一起 宋明说道 正门派的是杀手组织来阳宫 而后门才是他们是魂骨的主公 师兄 看 就在宋明的声音刚一落下的时候 陈云指向了又一句点外的天空 三位同门同时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赫然看到 十个红光从这边飞来 来活了 宋明祭出了自己的配件 自信地说道 既然是来帮忙 我们就帮出个风采来 陈云则祭出了一把玉制的扇子 让来犯之敌 有来无回 宋明看了一眼齐轩 齐师妹 告知夏夏凶 齐轩点了点头 拿出了传音玉符 夏公子 又一发现敌情 来了几个人 夏北辰问道 也是十个 修为也是林海静 齐轩回道 夏北辰当即提醒道 你们四位也是林海静 如果落下风的话 不要应战 将他们引入攻击法阵的范围 好 第105章 压力给到了正门 北辰 夏北辰刚和右翼的通话结束 就接到了左翼传来的消息 真是陆雨婷的声音 左翼也发现敌情 也是十个人 夏北辰问道 不是 有二十人 陆雨婷回道 二十 夏北辰一愣 没想到左翼来了这么多 后门和右翼加起来 才是左翼的人数 这时 一旁的叶云星问道 这二十人 修为如何 陆雨婷回道 两位练神静 剩下的有林海静 和林渊静 叶云星说道 看来他们 是把重点进攻的方向 放在了左翼 秦亚已经和他们交手了 我去帮他 陆雨婷说了一句后 便朝外掠了出去 夏北辰吩咐道 你们左翼也一样 如果落了下风 就将他们引入法阵 再伺机击杀 明白 一顿折腾下来 夏北辰发现 自己和叶云星镇守的正大门 反倒是最没威胁的 但夏北辰感觉 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走出了阁楼 看向了其他方向 不同的光芒 交织在一起 北辰兄弟 后门的威胁已经解除 不一会 披星的声音 通过御符传了过来 我让戴月去支援右翼 收到 毕竟是上古神兽 不仅从年龄上碾压对手 还从实力上碾压 当初要不是有系统的帮助 夏北辰也不可能收复得了 披星和戴月 目前 实力上 右翼是山谷最弱的 因为没有炼神镜的修饰 戴月的支援 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个缺陷 待戴月到达右翼的时候 发现这边是十个敌人 已经毙命了三个 不过 陈云也受了伤 拿出了一枚丹药服下后 他便调息了起来 短时间内 已经没法再战 看了一眼宋明 戴月提议道 为了均衡各方实力 我建议宋公子 你去后门 与我夫君批心一共御敌 这里就交给我 和你二位师妹 宋明觉得 这样的安排更合理 不然到时候 又一来了个炼神镜的修饰 就不好对付了 于是 他先把陈云带到山谷里 让其自行疗伤 然后去了后门 秦雅拿出来的传音服 并非只是一对一的传音 而是只要传音 山谷四个方位上的自己人 都能听到 所以 现在做了防守调整 夏北辰也是第一时间就知晓了 先前 他之所以这么安排 就是把重点防御 放在了前后门 人员上则是以默契为主 毕竟夏北辰和叶云星 已经共事了好几天 那默契 自然是不用说的 而披星戴月 更不用说了 宋奇良辰 则是同门师兄弟妹 所以也有默契 就拿陆宇婷和秦雅来说 两个人昨晚 还一起击杀了 试魂骨的诱护法 秦雅带来的同事 也是林海静的修为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同境界人数不多 还能抗衡 可人数一多 就有些吃力了 想了想 夏北辰的视线 移动到了左翼 随即他对叶云星说道 云星 要不你去支援雨婷和秦雅他们 叶云星则担忧地说道 那你这边 夏北辰自信地回道 放心 我是天选之子 犹豫了下 最后叶云星听从了安排 叮嘱夏北辰 一具小心形势后 他便朝左翼飞了过去 就这样 正前门 就剩下夏北辰和叶小蜜 小松 以及一部分蜜蜂 至于小可和其他蜜蜂 则分别在分布其他方位上 主人 这边还会不会有敌人来犯 小松一边跳往了山谷外 一边问起了夏北辰 结果刚问完 就疑惑地疑了一声 主人 快看 小松指向了正前方 夏北辰和叶小蜜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赫然看到密密麻麻的光芒 朝这边飞来 不仅有红色 还是其他颜色的 可谓是五光石色 看来 是士魂谷 联合其他势力来了 咦 好像不仅仅的人 还有其他异兽 叶小蜜惊叫了起来 这时 那些光芒进了不少 夏北辰也看到了 来得不仅仅是人 一些异兽长者翅膀的 是飞着过来 一些没有翅膀的 则是奔跑着过来 很快 正门外 不管是半空中 悬停了一堆 人和长着翅膀的异兽 而地上 也占满了 不会飞的翅兽 我的个乖乖 这人怕是有好几百人吧 小松不禁咽了咽口水 翅兽也不少 加起来 怕是上千了 没错 现在 压力竟然给到了 夏北辰镇守的正门了 地上的兵 在一些浑身散发着 火焰的翅兽作用下 瞬间融化了 甚至 地上的一些东西 包括之前殒命了的尸体 都被烧成了灰烬 看向了山寨 一位单眼戴着黑色眼罩的独眼龙 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灵动镜的小伙子 刚才是谁家传情报说 这里有个灵海镜修饰的 夏北辰一看 这个人是炼神镜后期的修为 难怪这么嚣张 剩下的人中 不到十个人 是炼神镜初期或中期的 一半的人是灵海镜或者灵源镜 剩下的那些 还有灵动镜和灵丹镜的 看来 灵动镜和灵丹镜的 属于炮灰级别了 北辰 你那边是不是有敌情 左翼 叶云星发现了这边的异样 便传音了过来 为了方便大家能及时获取信息 他没有和夏北辰 使用天玄宗的传音术 而是直接用的传音御符 来了一批人和异兽 夏北辰回道 还有一兽 批星的声音传了过来 叶云星这时 说道 左翼的敌人已经被我们消灭 我派秦雅姑娘到右翼 右翼戴月长老前往正门支援北辰 好 于是 秦雅往右翼飞去 戴月此时已经联合齐轩 良情把右翼的敌人也消灭了 于是 待秦雅到来之后 戴月朝正门飞去 哟 来了一位美人啊 那独眼龙看到风姿绰约的戴月后 双眼放起了光 毕竟此时 化作人形的戴月 就跟一位三十出头的美妇一样 成熟又有风韵 正是令不少男人神往的阶段 一个小屁孩 也敢在姑奶奶面前撒眼 戴月话音一出 就朝对方的阵型 丢出去了一击竖法 金光闪烁 刷刷刷 赫然是无数的金色刀片 朝他们切了过 击退 火口 披星和戴月的功法颜色 都是妥妥的土豪金色彩 不愧是镇守金库的神兽 而那些金色刀片 下北辰乍一看 赫然是宁气化刀片 刷刷刷 一些修为高的 还能截起防御 截戒抵挡 而那些修为较低的 直接挂踩 最严重中的 直接被抹了脖子 还有不少人 不是断手 就是断脚 而那些异兽 也好不到哪里去 缺胳膊少腿 断翅膀的也不少 一个照面下来 正面进攻的敌人 赫然少了近五分之一 独眼龙见状 不可思议地看着戴月 想到 你竟然有这么强悍的骗杀技能 戴月带着笑意 问道 怎么样 姑奶奶的刀片 是不是很锋利 独眼龙轻哼了一声 下令道 修为高的在前面顶住 修为低的 紧随其后输出 是 好 他身后的人和异兽 齐声应道 立马变化了阵型 正是朝山寨 发起了进攻 蜜蜂们在小松的指挥下 一波波地射出了箭矢 箭矢在夜云星 事先步的阵法的加持下 不管是速度上 还是威力上 都增强了不少 一只只迷你箭矢 射出去的过程中 被星辰之力附着其上 体型上立马增大了N倍 一时间 箭如雨下 不过由于对方修为高的 顶在了前面 所以这一次 没有像刚才戴月那样 形成了大范围的骗杀效果 只是少部分漏网之余 被射成了刺猬 很快 敌人就攻到了门前 这时 几道清白光忽然冲天而去 夏北辰和戴月 纷纷抬头看向了天空 天空之上 立马出现了七个法阵 而七个法阵 正好对应了北斗七星 这便是满级天玄星术 布置出来的法阵 戴月忍不住惊叹道 就连夏北辰 也不禁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了 虽然前世在天玄宗 做外门弟子已经好些年了 但印象中 也是现在才看得到这景象 也许以前是没有机会 或者是叶云星的修为 未达到洞天境的缘故 七星法阵 刷得洒下了光辉 夏北辰和戴月 看到了法阵里 赫然还有字符在跳动着 这些字符 戴月没看懂 夏北辰也没看懂 不过 跟他以前玩游戏时 见过的符文倒是挺像 夏北辰就暂且叫它是符文 这些符文 嗖嗖嗖地朝目标飞去 七星阵光照下的 弑魂谷众人和异兽 顿时血肉模糊 那情况 不比星光复好 此时的夏北辰 感觉山寨前 有一个巨大的破壁机 正在将它里面的一切 打碎成粉末 这些粉末 又在符文散发出来的 星辰之力中 消失殆尽 化作了虚无 活生生的人 扎都不胜 这威劣 不比刚才戴岳释放出来的 金色刀片弱 杀伤力更甚 想不到叶宗主的七星阵 已经恐怖到这种地步 看着山寨前毫无招架之力 一副人间地狱般的景象 戴岳忍不住再次惊叹起来 夏北辰笑着问道 莫非戴岳大姐 你当才手下留情 对待这群垃圾 不值得手下留情 戴岳摇着头解释道 方才是试试他们的精良 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说着 双手结印 随后金色光芒大盛 他对着天空一指 一阵人听起来 都有些难受的声音传开 山寨门前的异兽 在听到这阵声音后 纷纷露出了惊骇的神情 没坚持过久 他们便惊慌失措地乱窜 所以 士魂谷正面进攻的部队 还没摸到山寨的寨门 就损兵折将不说 现在还被异兽冲散了阵型 看着下方乱成过一锅的敌人 夏北辰说道 这一波进攻 算是抗主了 自己这一方 因为有戴月和叶云星的进攻法阵 七星阵在 不管那夏北辰 还是蜜蜂们 或是小松 都毫发无损 反观独眼龙带来的这一批敌人 已经损失了四分之三 独眼龙悲愤地看着 寨门上的夏北辰和戴月 撤 随即 他一声令下 下令剩下的人和异兽 撤离战场 这是一次完全不对等的攻防战 不撤的话 全都得交代在这里 然而 七星阵的余威还在 他们撤退的过程中 再次折损了不少人和异兽 结果撤退到七星阵范围外的时候 剩下不到五分之一的人 损失惨重 北辰 放过他们还是 看着狼班逃得试魂鼓众人 戴月问起了下北辰 巧了 就在戴月问他的同时 系统也给出了选项 爹 检测到宿主正面临选择 宿主有以下两种选择 一 穷兵莫追 放他们一马 奖励 修为进阶一期 二 往死里追 逮到一个杀一个 奖励 随即礼物一份 目前自己估计最缺的 就是修为了 因此 夏北辰选了一 他对着戴月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追杀了 先等他们逃回去 说到这里 他拿出了齐宣宋的追踪千指鹤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会逃去哪里 灌入了灵气 流光营绕着千指鹤 不一会 他扑闪着翅膀 飞了起来 接着 他进入了隐身的状态 朝独眼龙等人逃离的方向追去 夏北辰说道 只要他们在五十里内 就逃不出我掌心 到时候 再把试魂谷派来进攻的人 一锅端了 话音一落 他身上一道光滑升起 你 你竟然又突破了 看着此时 从灵动静初期 突破到中期的夏北辰 戴月惊讶地说道 嘻嘻 夏北辰笑了笑 说道 淡定 以后这种事会是常态 就是因为成常态了 我才惊讶 不对 这哪里是常态 是变态好不 说道一半 戴月纠正道 我就暂且当你是在夸我了 夏北辰厚着脸皮说道 这时 传音符传来了话 北辰兄弟 你那边怎样了 听声音 是披星的 威胁已经解除 夏北辰回道 好 披星松了一口气 左右两翼怎样了 夏北辰询问起来 左翼敌人已经消灭 叶云星回道 右翼敌人也已经消灭 陆雨婷回道 接着 陆雨婷又道 我这边抓了两个火口 哦 夏北辰吩咐道 把他们押到亭子里 我要审他们 第107章 论审讯 还得扶下北辰 好 陆雨婷回了一声 便押着两个火口 去了小湖泊上的亭子 刚一到 夏北辰也到了 为了防止有人再次偷袭 所以其他人没有跟来 夏北辰走进了亭子 看了一眼那两个人 都是林海静的修为 此时 他们的嘴巴 都被一根布条给绑住了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们 猝不及防之下 服毒自尽 夏北辰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罐粗盐 又拿出了一瓶醋 一瓶酱油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这阵仗是要烧烤 最后 他拿出了一个碗 和一个刷子 将盐酱醋倒入了碗里 然后搅拌均匀 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两个人开始慌了 他们可不认为 夏北辰是要给他们做什么菜吃 他们挣扎着 但由于手脚都被捆绑住了 任凭他们怎么挣扎 都无济于事 夏北辰将碗凑到了他们的面前 然后刷子 蘸了蘸碗里的调料 陆语听心道 难道要喂他们喝 结果 就在他还在侧侧之际 夏北辰手里的刷子 赫然刷到了其中一人的伤口上 被刷了蘸料的人 立马瞪大了眼睛 整个脸都扭曲了起来 那酸爽程度 可见一般 他的同伴 听到他的声音 看到他的神情 立马哆嗦了一下 就连心跳也加速了 陆语听忍不住张开了玲珑小嘴 他刚才怎么都没猜到 夏北辰要干嘛 他给对方的伤口 刷上蘸料 看到这里 陆语听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随即摸了摸自己手臂 仿佛那疼痛感会传染似的 夏北辰准备刷对方另一道伤口的时候 说道 我呢 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两个 不知道你们赏不赏脸 被刷了伤口的人 此时的脸上 已经冒出了痘大的汗 听到夏北辰的话 立马就疯狂地点头 然而夏北辰却是看向了另一个人 你想不想占点调料 对方立马摇头 不想是吧 夏北辰再次问道 呜 对方摇头确定 那行 我就把机会给你了 夏北辰挪到了他的面前 蹲了下来 但是手中的刷子 还是停留在了另一个人的面前 另一人见状 急忙用他的胳膊碰了碰下北辰 并呜呜呜地叫个不停 很显然 他不想再被刷占料了 不然那滋味被杀了他还难受 你们嘴里有没有自尽的毒药 夏北辰问起了第一个问题 结果 一个人摇头 一个人点头 刚才被刷了占料的人是摇头 夏北辰则盯着面前这个 还没被他刷占料的人 手中的刷子往他伤口前移动 他刚才是点头的 呜 这下子 轮到他紧张了 夏北辰笑道 怕不怕死 他点头 怕死还来攻打山寨 夏北辰说着 事宜陆雨婷将他嘴巴上的布条给解开 解开后 他立即吐出了一枚暗红色的药丸 夏北辰拿出了青燕针扎了一下药丸 发现针的表面 竟然黑了 果然是毒药丸 在对方的脸蛋上擦了擦 吓得对方紧张兮兮的 夏北辰掉动了水 冲洗了青燕针后 便收了起来 大 大侠 我说了吧 我这真的有资金用的毒药 我没有骗你 对方着急地解释着 那就是 他在撒谎了 夏北辰说着 将刷子狠狠地刷在了 另一个人的另一道伤口上 对方身子痴疼地挣扎着 算了 他撒谎 就让他死吧 夏北辰一边说 一边再次示意陆雨婷 去解开另一个人的布条 当布条解开后 对方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 可见疼得有多离谱 不过 见他这么大喊 也没见他吐出药丸来 莫非 真的没有在嘴里 藏着自尽用的毒药丸 夏北辰将刷子放进了碗里 腾出一只手 去捏住了对方的腮帮子 对方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呜起来 不过 这一次夏北辰听明白了 他呜的说什么音了 我没有毒药 夏北辰的手 松开了他的腮帮子吧 还真没有毒药 对方忍着剧痛结巴地说道 毒 毒药 不够了 所以 所以没发道 道我 这样啊 夏北辰眼光投向了他的同伴 那公平一点 我刷他一下 话音一落 快速地拿起了刷子 就往那个还没被夏北辰 刷过战料的人的伤口上刷去 哈 一阵哀嚎声 响彻山谷 听得阵守四方的人和小动物们 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好了 他也被刷了 这下一把刷子刷身上 我就不知道了 夏北辰将刷子放进了碗里搅了搅 把机会留给你们 大侠 只要您高抬贵手 你问什么 我就打什么 刚刚被刷了两次的人 异常诚恳地说道 而他的同伴 也尝过了战料的滋味 便接道 大侠 我也是 你问什么 我就打什么 不错不错 夏北辰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希望待会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们要这么积极 两个人像小鸡啄米一样 疯狂地点着头 好 接下来 抢答题环节 谁抢到 谁打 夏北辰说出了规则 回答者 免受战料之苦 而没抢到者 嘿嘿 说着 夏北辰脸上露出了一抹邪笑 两个人不禁咽了咽口水 这紧张的氛围感 一下子就更浓郁了 玉婷 这个你拿着 待会由你来做执法官 夏北辰将碗和刷子 递给了陆玉婷 陆玉婷松开了摸着自己手臂的手 然后点了点头 接过了碗和刷子 论审讯 他还得扶下北辰 碗和刷子转移了人手 是魂骨 看来 你是皮痒了 你们是从哪里出来 前来山谷的 结果 夏北辰的问题 才刚问到奶子的时候 就有人抢先举手了 随即 他一脸坏笑地 看向了左边的那个人 这个家伙 只被刷了一下 看来 你是皮痒了 竟然敢为贵 夏北辰一边说着 一边对陆玉婷做了示意 陆玉婷二话不说 上次就在对方的一道伤口上一刷 对方立马喊了起来 夏北辰警告道 记住了 在我的问题还没说完之前 不要提前举手 说完 他看向了右边的人 这次机会 让给你 当然 你可以选择回答 也可以选择不答 不答的后果吗 我答 我答 右边这人急忙回道 我们是从百里外的暗影鬼堡出发的 暗影鬼堡 夏北辰眉头一皱 随即说道 是什么地方 话音一落 刚才被陆玉婷刷了战料的人 立马举起了手 还挺自觉 好 你来回答 夏北辰指着他说道 没有示意陆玉婷 去刷刚刚回答了问题的那人 对方回道 暗影鬼堡是我们示魂谷的分舵 有二长老掌管 夏北辰提醒道 继续说 我们示魂谷 有三位长老 两位护法 这我知道 夏北辰打断了他的话 他哆嗦了一下 然后弱弱地请求道 请大侠听 听我说 说完 行 夏北辰示意他继续 他继续说道 三位长老 分别掌管了三个分舵 每个分舵 有两位舵主 大长老掌管的分舵 叫幽名殿 三长老掌管的分舵 叫绝命谷 刚才负责进攻正门的 便是绝命谷分舵 哼 夏北辰轻笑了一声 说道 你们这名字 取得一个比一个绝啊 这下好了 三长老的绝命谷 真绝命了 刚才一战 绝命谷已经损失惨重 剩下不到两百人逃离 而且 还是夏北辰暂时放他们一马 否则 现在的绝命谷 已经绝技 夏北辰看向了右边的那个人 我也给你一个回答的机会 三个分多的驻地 分别在哪 嗯嗯 多谢大侠 右边这人对夏北辰 道了一声泄吼 说道 绝命谷的驻地 在北旋与中庸的交界处 位于天穷大陆中部位置 可谓是恶天下的咽喉 夏北辰则说道 那这绝命谷来的速度挺快 竟然半天就达到了此地 对方说道 因为绝命谷的弟子 有着御寿的能力 继续 夏北辰让他继续说下去 对方没有犹豫 接道 幽冥殿驻地在中庸与南疆的交界处 距离南安城五百里 位置偏东 临近东海 至于暗影鬼包 则位于士魂谷总堂附近 拱卫总堂 听了对方的话 陆雨婷这时忍不住惊叹道 没想到士魂谷的分布如此之广 看来 已经形成了 要吞并天下之势 夏北辰微微点头 同意他的说法 这和之前秦雅 从士魂谷三长老 实施口中带来的消息差不多 现在的士魂谷 野心大道 已经想做天下共主 要不是夏北辰 准确地说 是这副皮囊的前世 在关键时刻 揭发了封信子 和几大门派的阴谋 恐怕 叶云星已经凶多吉少 整个天玄宗 万刃宗 玄清宗 青蓝宗等 以及狗家 都成了士魂谷的傀儡 或者说 成了他通向野心巅峰的垫脚石 如今绝命谷 已经不成气候 夏北辰这时说了一句后 便竖起了两根手指 准备抢答下一个问题 对方两个人 刚才还以为他 放弃了抢答的环节 直接改为一问一答 没想到 还是用回这个方法 所以 当他们听到夏北辰 说抢答下一个问题的时候 两个人的心都拧成了结 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的他们 再次变得紧张兮兮的 双眼死死地盯着夏北辰 生怕待会抢答晚了 遭罪 停顿了一下后 夏北辰接到 剩下的暗影鬼包和幽民店 有多少人 刷一下 右边的人举起了手 夏北辰示意陆宇婷动手 于是 下一刻 左边那个举手晚了的人 再次被刷了战支 嗓子经过了之前的哀嚎后 现在的声音 显然小了很多 待对方接受了惩罚后 夏北辰这才示意 右边抢到机会的人回答 暗影鬼包 今日来了十人 剩下两千多人没来 幽民店距离这里较近 但也属于暗兵不动 跟我们一样 像真性地拍了些人来 就是之前攻击 你们左一点的那二十人 陆宇婷问道 左一点有两位 炼神镜的修士 那是什么身份 对方回答 其中一位是幽民店的舵主 另一位 则是总堂派来的 据说是二长老的亲信 所以 他们有多少人 夏北辰问道 五千人 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 光一个分多就五千人 这甚至比一些 颇有底蕴的宗门 都要多了 何况是一群 都具备修为的修士 天下不是所有的城市 都是些修士 更多的是平民百姓 所以 一旦攻城掠地 一个分多的五千修士 可抵百万大军 这么说来 在这次进攻前 侍魂骨的人员 竟然达到了近万人 不对 他瞄的 还有总堂呢 夏北辰再次对这个问题加码 总堂有多少人 对方立马回答 一万 陆雨婷忍不住和夏北辰对视了一眼 整个侍魂骨 近两万人 天玄宗内外门弟子加起来 都没有这么多人 甚至万人宗 玄清宗和清兰宗的总和 都不及他们 夏北辰意识到 光靠自己这几个人 根本没法将侍魂骨连根拔起 何况现在外人宗已经覆灭 玄清宗和清兰宗 已经被他和叶云星削弱 所以 还要团结其他的人 夏北辰心中 立马有了一个计划 不过 现在最关键的 还是要弄清楚 视魂骨的具体位置 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笔墨指研 夏北辰命令道 现在给你们两个最后的机会 将视魂骨总堂 各分都所在的具体位置画出来 否则 死 第109章 你信吗 事已至此 他们该说的已经说了 所以 也不差这点动手的时间了 他们点了点头 答应了夏北辰 接着 陆雨亭抬手一个动作 捆绑住他们手脚的绳子 便断了 既然能把他们抓住 就不怕他们逃跑 再说 在这山谷里逃跑 被射成刺猬 也是分分钟的事 何况 还有那么多高手 在四周镇守着 一人主笔 一人在一旁辅助 就这样 两个人共同协作 花了两颗钟多一点 就把一张地图给画好了 视魂骨总堂 以及各分舵所在的位置 也给画出来了 当然 还有一些明显的 山川城镇等标志性东西 都画了出来 虽然不能说十分准确 但这图丝毫不比一些藏宝图差 不过 夏北辰 还是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这个地图 要是有半点差池 我会把你们错骨扬灰 他们一听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随即 哆嗦着说道 大侠 饶命啊 这地图 绝对准确 不幸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们带路 但是前提是 你们得要保证我们的人生安全 这可是你们说的 说着 夏北辰从无尽领域里 拿了两枚能压制修为的丹药 他可以将一个修士的修为 压制到灵武尽 对于修士来说 灵武尽就是个菜鸟 掀不起什么风浪 就好比一个扑通的成年人 手无腹机之力似的 夏北辰对他们说道 将这丹药服了吧 如果你们诚心带路 我就给你们解药 否则 你们会穿肠烂肚 死得很惨 两个人犹豫了一下 片刻后 还是接过了两枚丹药 没有再犹豫 立马服了下去 服下去 戴罪立功 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不服 他们可不认为 眼前的这一男一女 会放过他们 很快 他们就发现自己的修为 从灵海静降到了灵武静 妥妥的菜鸟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最后 他拿出了传音御符 对陈云说道 陈兄 你现在在哪 右翼的一块玉符 宋明交到了陈云手里 就是方便 他这个有点伤的失地 可以和大家联系 很快 陈云便回答了他 正在小湖泊附近的 一棵树脚下调膝 接着 问道 怎么了夏兄 夏北辰反问 你的伤怎样了 服了丹药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膝 已经好了七八成了 我有个任务 需要委托下陈兄 好 我马上过去 来湖上的亭子 收到 陈云结束了 和夏北辰的通话 立马朝这边赶来 而趁此空档 叶云心询问起了 夏北辰情况 北辰 有收获吗 收获不小 夏北辰说道 待会你们安排好防御后 来亭子处商议事情 好 叶云心和其他人 纷纷回道 这时 陈云来了 夏兄 我来了 夏北辰对他拱了拱手 说道 陈兄 这两个是世魂骨的活口 想要戴罪立功 所以 先委托你看管一下他们 待到下一步计划时 需要他们 陈云没有犹豫 立马点头说道 没问题 保准帮你看好他们 夏北辰凑到了他耳边 用只有自己和陈云 才能听得到的声音说道 他们的修为 已经被我用丹药压制在了领武镜 待会你带着他们 进我的无尽领域看守即可 无尽领域 陈云眉头一皱 可是空间领域 嗯嗯 夏北辰微微点头 里面灵力充沛 或许对你有帮助 陈云随即笑道 多谢夏兄信任 夏北辰白手道 你才为了我们的事儿受伤 要谢 也是我谢你 陈云笑着看向了 试魂骨的两个人 抱上你们的名字来 在下 嗨嗨 小的明平道 小的朗中 陈云说道 现在开始 我是你们的临时大哥 这 平道和朗中 看了一眼夏北辰 虽然夏北辰的修为 没有陈云高 但是在他们看来 夏北辰才是妥妥的大哥 陈云拍了一下 他们的后脑勺 傻呀你们 这当然是 你们的大大哥 是是是 两个人急忙点头回应 见过大大哥 见过大哥 夏北辰一笑 随即将陈云和他们 带进了无尽领域 刚进去 三个人都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那下巴 就岔掉地上了 大 大大哥 这是哪里 平道看着四周优美的环境 问道 结果未等夏北辰回答 陈云就白了平道一眼 这是你该问的吗 平道立马闭上了嘴巴 朗中也是左看右看 这地方 有着他们从未见过的充沛灵气 所以 陈云赫然感觉到了什么 立马打起了座 不一会 就一道光滑落下 好家伙 立马由距林大圆满 突破到了灵动境初期 而两天不见 之前是灵动境初期的齐轩 今天看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灵动境中期 至于他们的大师兄宋明 隐约有从灵丹境初期 突破到中期的迹象 可喜可贺啊 夏北辰对陈云道了一声喜 陈云则再次感谢了他 夏北辰发现 他们这一脉 和灵剑谷一脉的修炼体系不一样 灵剑谷是助剑师体系 而他们这一脉 则是和寻常修饰的体系一样 夏北辰叫来了一只蜜蜂 给陈云做陪伴 方便 他对这里有所了解 省得待会 想去哪里而迷路了 交代好事情后 夏北辰便离开了无尽领域 陆雨亭等在亭子里等候 其他人还没有到来 夏北辰示意陆雨亭坐下来 两个人坐在了石桌前 夏北辰问道 你刚才是不是想起了前两天 我给你服下的那门药丸 陆雨亭之前 带着四位长老 前来归降的时候 夏北辰就拿出了五枚丹 要让他们服下 并警告道 要是哪一日 你们背叛了我 那他将会让你们穿肠烂肚 哪怕是仙人 也就不回你们 当时叶云星还问他 给陆雨亭等人 服下的是什么药 陆雨亭微微点头 夏北辰笑了笑说道 如果我说 那只是疗伤的丹药 新行动计划 了却心愿 看着他的样子 夏北辰微微一笑 说道 是不是在心里盘算着 既然没有服下毒药 那一走了值得了 陆雨亭回过神来 双眸看着他 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说道 不走 哦 这倒是让夏北辰有些意外 陆雨亭认真的解释道 我陆雨亭认定的是 不会轻易改变 所以 你依然是青蓝宗的名誉宗主 夏北辰刚想接话 发现大家都朝这边聚来了 于是 结束了和陆雨亭的对话 大家来到了这里之后 夏北辰示意他们坐下 这是刚才那两个活口 所绘制的地图 叶云星等人 将视线投向了地图上 看了一会 叶云星有些激动地说道 这是试魂谷总堂 和分舵是分布图 没错 夏北辰点了点头 然后将手放在了地图上 有了这份地图 我们就可以实施 对试魂谷的剿灭计划了 宋明看着地图 笑道 夏兄叫我们来 想必就是商讨这计划的吧 没错 夏北辰说道 虽然刚才一战 让试魂谷损失了近千人 但还是没能撼动他们的根基 因为 他们原先近两万人 两万人 齐轩忍不住教道 这人数上 怕是很多宗门加起来都达不到吧 对啊 良情复刻道 如果想要剿灭他们 去哪里召集人马 陆雨亭说道 如今青兰宗 还剩下几百名正式弟子 虽然不多 但不会退缩 秦雅说道 我们乾坤拍卖行养了一千安卫 东家说了 不管夏公子做什么 我们都无条件支持 我们人丁单薄 怕是 宋明难为情地说道 毕竟他们就算上灵剑谷 总共也才十个人 而且 除了他们师父和师伯 主位师兄弟姐妹的修为 都不是很高 毕竟年龄百在这 夏北辰说道 广袤的沙漠 都是由一粒粒沙子组成的 我们团结在一起 便能迸发出无限的力量 宋明和齐轩 良情立马拱手道 剿灭是魂谷 我等义不容辞 听凭夏兄差遣 夏北辰起身 郑重地对他们行了一礼 多谢 而叶芸欣 是与士魂谷 势不两立的直接敌人 所以 他说道 放心 冲锋陷阵的事 我来 一直还未说话的披心 看着地图 然后说道 我觉得 芸欣姑娘 很有必要回天玄宗 清理门户了 大月点头接道 没错 天玄宗 可是天下第一宗门 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这时 陆宇婷也说道 二位说的没错 如此话 那我清兰宗 可助姐姐一臂之力 杀回天玄宗 替姐姐清理门户 叶芸欣听到他们的建议 心中无比动容 随即他当即拍板 好 既然诸位如此支持我 那我们先杀回天玄宗 我重掌天玄宗后 灰师讨伐师魂谷 夏北辰赞成道 行 那就这么行事 先收复天玄宗 再灰师 讨伐师魂谷 随后 众人一个个伸出了手 然后搭在了一起 此刻 大家凝成了一股绳 朝着共同的目标 互相鼓励着 夏北辰提醒道 为了行动计划顺利 讨伐师魂谷的事 还请大家不要声张 免得打草惊蛇 众人齐声回道 一定守口如瓶 最后 夏北辰建议 将此处山谷布局成一个个沙阵 并在今晚全员撤出 给师魂谷留下一个空谷 一切 顺利进行中 入夜不久 夏北辰吩咐全员 撤出灭邪债 小动物们 全部回到无尽领域待命 不过 蜜蜂们回无尽领域前 给山谷留了一手 那就是制作了不少假人 乍一看 这些假人 很是逼真 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不得不说 这些蜜蜂 简直是夏北辰的一群工程兵 一切搞定之后 众人趁着月亮 还未爬到半空的时候 悄悄地离开了 由于小动物们回了无尽领域 夏北辰就让陈云 回到了现实空间 平道和朗中 则交由叶小蜜来看守 一行人先回了南安城 乾坤拍卖行里 宋明四人先和万金 又熟络了一番 接着 夏北辰询问起了迟迟的情况 万金友如实回道 我已经将他的首级 斩下 祭奠我金家亡灵 夏北辰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大仇得报 他们全下有之 也欣慰了 万金友后退了两步 对着夏北辰等人 深深地鞠了一躬 夏北辰上前扶住他 说道 万掌柜 我有一事想要请你帮忙 万金友握着夏北辰的手 郑重地说道 夏兄弟 你无需客气 尽管吩咐即可 我哪怕赴汤蹈火 也要帮你 夏北辰凑近了他 耳边低语了起来 万金友是一边听 一边点头 当夏北辰说完后 他后退了两步 拱手道 放心夏兄弟 这是包在我身上 随即 他拉过来的秦雅 对夏北辰等人说道 秦雅是我当年 很好的一朋友之女 她临终前将其托付给我 我是亲眼看着她长大的 并早已经是她如己出 还请诸位 允许她和你们一同前行 多增加些历练 秦雅抿了名嘴 欲言又止 叶云星拉过了秦雅的手 柔声一笑 说道 万掌柜言重了 秦雅和我们是好朋友 她和我们一同前行 能让我们如虎天意 何乐而不为呢 东家 感谢您这十几年来的养育 与教育之恩 请受秦雅一拜 秦雅说着 跪了下来 万金友立马制止她 傻孩子 要说感谢 也是我感谢你父亲 当年要不是她 我恐怕已经化成了一堆白骨了 我本来想收你为女 但是碍于我大仇未报 怕连累你 便一直以上下级的关系相处 听到她的话 夏北辰笑着建议 如今你也是大仇得报了 何不乐了这桩心愿 宋明大笑着附和道 下兄所言即是 这择日不如撞日 我看就今天吧 万金友忽然老泪纵横 看着秦雅 孩子 你愿意认我这个义父吗 秦雅立马跪了下来 我愿意 随即 她对着万金友 磕了三个响头 陆雨婷则帮她端来了一碗茶 秦雅道了一声谢后 接过了茶 然后敬上给万金友 请义父喝茶 万金友抹了抹眼角 开心地接过了茶 仪式简单 但在众人的见证下 也是情意满满 万金友更是吩咐后厨 准备了满满的一大桌韭菜 来招待他们 第111章 称帝 建国 晚宴结束 一行人继续就着夜色 离开了南安城 继而离开了南疆 路上 夏北辰的表情 不禁有些凝重 因为他在回想着晚宴时 万金友给他们透露的可靠信息 所以 一时间 他的速度竟然比其他人慢了一点 原来 凭借着在南疆商道 打拼了十几年的人脉 万金友最新得知了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 是关于氏魂谷的 其实 氏魂谷已经不是单纯的 以修士来吞并天下 而是 养了不少兵马 他们挟持了不少像狗家那样的富家 便是利用这些家族的财力 来给自己的野心做保障 要知道 打仗是要花钱的 招兵买马要花钱 粮草资重要花钱 至于养了多少兵马 据万金有透露 保守估计有十万多人 而且 不包括那近两万修士 这 已经是一只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了 所以 离开从乾坤拍卖行出来 夏北辰的表情 就开始凝重了 叶云星发现了 他没跟上来 于是回头看了他一眼 随即放慢了速度 等他 待夏北辰跟上他的时候 他关切地问道 北辰 你没事吧 没事 夏北辰摇了摇头 回过神来 叶云星柔声一笑 说道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是在想试魂骨的事吧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夏北辰露出了笑容 接着 他又道 北玄的土地和人口 占据天下近半 这样的资源 可谓是一大杀器 所以 你想 叶云星问道 夏北辰一听 表情变得极为严肃地说道 称帝 称帝 叶云星一愣 夏北辰补充道 有你称帝 建国 叶云星说道 我本就是北玄女帝 对我来说 北玄女帝这四个字 只是一个称号罢了 并无多大义 没有一套朝廷班底来管理 仅靠天玄宗那点人 迟早出问题 不对 夏北辰改口道 已经出问题了 比如 封信子 他这么一死 恐怕北玄的很多事物 都得停摆了 叶云星眉头青醋 说道 我不是很明白 夏北辰说道 简单讲 先让你做北玄帝国之主 继而做天下之主 可是 这谈何容易 无妨 我帮你 怎么帮 得明星者 得天下 你在北玄的呼声那么高 别说一呼百应了 一呼万应都不成问题 夏北辰侃侃而谈 待收复天玄宗 你列出是魂蛊十大罪状 不告天下 未减出这颗毒瘤 安定天下 特招正义之事 成立讨伐大军 待天下大定 论功行赏 加官进爵 叶云星犹豫了下 然后接受了他的建议 好 嫌疑你说的做 看了一眼前面的人 发现已经拉开了 他们好一段距离了 于是叶云星提醒道 先不谈这个事了 一切等回到北玄再说 我们跟上他们吧 好 夏北辰点头回应 两个人回到了队伍中 一行人 除了他们两个 还有宋岐良辰四人 披星戴月二人 以及陆宇婷和秦雅 原本万金有事 想给秦雅配几个下属跟着的 但是被他拒绝了 历练就得有历练的样子 怎么能带几个下属出来呢 何况 别人都不带下属 不久后 十个人进入了中庸地界 陆宇婷停了下来 回身看向了大家 到这里 宇婷要和大家临时分开一段时间了 婷姐 你快去快回哦 秦雅握着她的手说道 这两天 从合伙击杀试魂谷又护法开始 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少 已然成为了一对好姐妹 而陆宇婷和叶云星认了姐妹 秦雅也自然是叶云星的妹妹了 陆宇婷对秦雅说道 放心 我又不是一去不回 何况 还有你云星姐在呢 按照之前的计划 陆宇婷回到中庸后 便回清兰宗整顿一番 最后率领门人前去北旋支援叶云星 收复天旋宗 当然 夏北辰还给了她一个任务 那便是暗中联络其他政派 及世家大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 来应对是魂谷的野心 姐姐 我们北旋见 陆宇婷看向了叶云星 嗯 北旋等你 叶云星和她抱在了一起 一会后 两个人松开 最后秦雅加入 三个人又抱了一会 你路上务必小心 叶云星吩咐道 嗯 陆宇婷看向了夏北辰 北辰 照顾好他们哦 夏北辰则笑着说道 他们修为那么高 应该是他们照顾好我才对 宋岐良辰和 披星戴月听后 相视一笑 陆姑娘 我们北旋见 北旋见 告了别 陆宇婷朝青兰宗所在的方向飞去 待她消失在大家的视线后 大家继续赶路 终于在天亮之后 来到了北旋和中庸的交界处 嗯 忽然 披星指向了前方不远处 有不少人在前面 夏北辰等人 顺着她的手指的方向看去 看见了不少人 在一处空旷的地方 正面朝他们 似乎在等他们的到来 莫非是拦路抢劫的 陈云好奇地说道 飞也 夏北辰和叶云星的声音 同时传来 随即 夏北辰指着那些人中的 竖起来的一面旗子说道 看到那旗子没 好熟悉的旗子 齐轩说道 嘿嘿 这时 宋明倒是笑了起来 那是玄清宗 玄清宗 陈云和齐轩 良情惊讶道 他们在那里干嘛 等我们的 夏北辰回道 叶云星说道 离开南城城后 我便传信给玄清宗的 新任宗主于庙情 原来如此 最后 九个人纷纷降落到了地面 夏北辰和叶云星走在了前面 朝玄清宗等人走了过去 陆宗主 夏公子 别来无恙吧 没等夏北辰和叶云星开口 于庙情便迎了上来 且笑着问候了起来 三个人寒暄了几句后 便开始介绍起了其余的几个人 之前披星戴月还未化人形 所以对于庙情来说 也是陌生人 因此 夏北辰把他们两个也介绍了进去 于庙情听后 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第112章 北玄及天玄现状 好了 别惊讶了 给你介绍下这五位朋友 夏北辰开始一一介绍起了宋明 齐轩 梁晴 陈云 以及秦亚 互相认识后 于庙情便给他们也介绍起了 自己带来的几个人 这些人 也将会是他们这一次 协助叶云星回天玄宗的得力帮手 夏北辰说道 本来还有一个人的 他有事离开了 不过相信在不久后 还会见到他的 于庙情笑道 莫非是青蓝宗的陆宗主 你都知道了 夏北辰看着他 问道 青蓝宗的事 我已经知晓 于庙情点头道 随即 他看向了叶云星 云星姐 即将进入北玄的地界 怀念吗 虽然才离开没几天 叶云星看向了北玄的方向 这一次 失去的 我都要拿回来 于庙情务必认真地说道 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叶云星对他行了一礼 多谢妙情妹妹 你们赶了一晚上的路 我们先去附近的小镇稍作休息吧 北玄这几天发生的事 我也好跟姐姐说一说 听到于庙情的建议 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 一起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 是我们玄清宗庇护之地 也是我们以前举行大规模行动时 经过的一个落脚点 来到了镇子前 于庙情介绍起来 大家抬眼看去 入口处 有一个牌坊 上面写着 父亲镇 意思是 依附在玄清宗门下的小镇 这个牌坊 作用可不小 抵挡了不少想来此打架结设的家伙 毕竟玄清宗 可是二流宗门里排前面的 天穷大陆 只有一个超级宗门 那便是天玄宗 除了他之外 与其的 都得从二流开始进行排行 万刃宗和玄清宗 便是二流宗门里的佼佼者 夏北辰说道 像这样的小镇 有多少个 北玄和中庸地界 近三十个 待云清收复天玄宗中 将镇中百姓往北玄附地迁移 毕竟昨晚于妙晴 便收到了叶云清的传信 得知了不少信息 所以 他没有犹豫 点头应承道 明白 一旦士魂谷开始吞并天下的进城 那布局在中庸和北玄地界的兵马 就会攻入北玄和中庸 与布局在中庸和南疆的兵马 形成南北合击 那这些如同桥头堡一样 沟通两地的小镇 就会首当其中 夏北辰在建议迁出镇中百姓的时候 也有了另外的想法 那便是在叶云清收复天玄宗 且布告天下是魂谷的十大罪状后 他也会招兵买马 广纳人才 然后 将这些城镇作为根据地 用以分化和瓦解式魂谷 布局在北玄和中庸一带的兵力 正面刚不过 那就打游击 正面刚得过 那就打尖击 跟一块狗皮膏药那样 将其拖住 然后分化 瓦解 在傅清镇的一个庭院里 余妙清给叶云清讲起了这几天北玄发生的事 不过 他们的交谈并非关着门 两个人单独谈的 而是大伙一起 原来 叶云清被几大门派联合封信子陷害 而杀出天玄宗后 天玄宗参与了谋逆的门人 便对外宣布宗主暴病身亡 更甚的是 他们不知道 从哪里找了一具尸体 其容貌 身材等都跟叶云清长得很像 并且在天玄宗设了灵堂 这是很显然是做给北玄的大众们看的 目的就是让大家相信 叶云清已经成为过去世 而封信子将任新一代天玄宗宗主 当然 一些叶云清的死忠坟 自然是不乐意了 他们怎么也不会接受 女帝报辩王的说法 结果 和天玄宗谋逆派发生了冲突 一时间 血雨腥风 而天玄宗里 目睹了谋逆派陷害叶云清 且又不愿意归降的弟子 悉数被清理 不是被关押起来了 就是被杀了 同门相残杀的事 愈演愈烈 叶云清听后 忍不住一拳锤打在了桌子上 桌子 硬生裂开了 但仅仅坚持了一小会 桌子便散架得不成样了 可见他心中甚是愤怒 夏北辰将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示意他冷静 于妙清看了一眼夏北辰 然后继续说道 在夏公子为我玄清宗物色弟子之际 我便派出了一些机灵弟子 前往天玄宗周边地区收集情报 看来他做了玄清宗的宗主后 除了宗门的事 其他的并非什么没做 夏北辰说道 这些天玄清宗招新一事 怎样了 相当顺利 于妙清回道 如今 新招弟子已经超过一千人 并且还在增长中 夏北辰点头道 那接下来 我建议 安排些可堪当大任的人 暗中招兵买马 并且操练 至于钱嘛 自然是由我来出 听到钱这个字 于妙清急忙摆手道 夏公子 你之前已经给了我们一笔极品零食了 不用你破费了 你那点还不够牙缝 夏北辰说着 赫然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只荷包 这只荷包 可不是一般的荷包 他的里面 装了上一枚极品零食 拿去 夏北辰将荷包 塞给了于妙清 这 于妙清犹豫了起来 收下 不够再找我要 夏北辰笑道 好 最后 于妙清不再犹豫 收下了荷包 并说道 如今玄清宗得以换星重生 多亏了夏公子的帮忙 从今以后 我玄清宗便是夏公子的玄清宗 听到他的话 其他人一愣 不过 很快 批心便说道 于宗主 莫非你也要让夏公子 做玄清宗的名誉宗主 名誉宗主 于妙清嘀咕了一句 然后两眼放光地说道 披心前辈 你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所以 夏公子 从今往后 你便是我们的名誉宗主 说着 他起身 后退了两步 对夏北辰行了一礼 夏北辰扶起了他 对于他的请求 夏北辰没有拒绝 如今正是用人的时候 玄清宗的宗门底蕴 还在 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这股力量归自己所用 谁会拒绝呢 所以 夏北辰说道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现在云清更需要你们玄清宗 所以这段时间 听从他安排吧 于妙清没有犹豫 硬承了下来 接着 大家开始制定 收复天玄宗的计划 如今封信子生死到消 身形俱灭 恐怕谋逆派还未知情 夏北辰打算利用上这一点 第113章 构想 三年学分制 大敌当前 大家都积极建言宪策 而在父亲镇修整了两天后 一切准备妥当 众人分两队出发 一路由夏北辰和叶云清 带着披星戴月 一起先行一步 秦雅 宋其良辰和于妙晴 则带着玄清宗的人马 稍晚一点出发 方便他们与陆宇亭会合 路上 叶云清和夏北辰交谈了起来 当时门中半数长老 被封信子策反 这对应过来 怕是会有一半的人 站在他们这边 夏北辰则一点也不担心地说道 这些长老门下弟子 必有身不由己的 届时我们将他们收编过来 微微点头 叶云清问道 北辰 你们外门我先有过问 不知道有没有人参与到了这事的 夏北辰则没有犹豫 回道 肯定有 毕竟 修炼嘛 路漫漫其修远西 有些人终其一生 都没法突破智谷 从而停留下在较低的境界中 说到这里 他毫不脸红地说道 不是谁都能像我这样 短短几天 就生了两个境界 你还挺自夸 叶云清白了他一眼 嘻嘻 夏北辰笑着说道 所以 不是前立鼓 自然就有人想着走捷径 外门弟子 要是被内门长老说为徒弟 那在外门 可是一招土鸡变凤凰的事 毕竟进入到内门 修炼资源 自然就会外门多了不少 叶云清说道 你说的捷径 是通过非正常方法 以不符合规矩的形式 成为内门弟子吧 嗯哼 那 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下外门的问题 如今 夏北辰就像叶云清的军师一样 我倒是有个建议 夏北辰很快就有了想法 叶云清眉目一挑 哦 说来听听 夏北辰斩钉截铁地回道 取消内外门制度 取消 叶云清眉头一皱 没错 取消 夏北辰解释道 其实 外门弟子更像是实习生 但这却是没啥资源培养的实习生 到头来 没多少人转正 有些人带不下去 就退出了天玄宗 而一些人 再怎么努力 都没法更进一步地突破 苦于没有好的资源 但又不舍得离开 如此就几十年如一日地待在外门 还有些人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走捷径 助长歪风 因为前身便是外门弟子 所以夏北辰说起外门来 是一条一条的 叶云清则虚心地听着他的话 所以 我建议 取消内外门制度 新招的弟子 经过测试后 天赋高的 便直接分给各位长老培养 天赋略低 但觉得他 还是快可速之才的 便集中一起 做三年或者五年的培养期 在这个时间里 制定一定的课程 让他们休息 叶云清点头道 这个方法不错 对了 能具体说说不 希希 没问题 夏北辰继续说了起来 举起例子 如果采用三年制 便分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每位分配到集中培养期的弟子 每一年都有相应的学分要修 一年级结束 便举行一次大考 考验各科目休息情况 学分合格者 给予奖励 不合格的 那就扣出相应的学分 期待他第二年能修上来 三年级结束 学分合格者 颁发毕业证书 并进入长老分配池 采用随机匹配的方式 给他们找师傅 一旦匹配 长老不可挑剔 必须英才诗教 否则 罚 听到这里 叶云星问道 那要是三年修下来 不合格者如何处理 夏北辰打了一个响指 回道 好办 不合格者 有两次机会复读 给你一个机会 要是复读一年后的大考合格了 那就颁发毕业证书 同样进入匹配池里 匹配师傅 那要是复读一年 还是没过呢 那就再回炉重造一年 叶云星微微点头 这个方法不错 夏北辰接道 当然 回炉重造的话 也将是这个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届时 合格者自然拿到毕业证书 匹配师傅 不合格者 便没有机会 也没有必要留在天玄宗了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吧 说到这里 夏北辰问道 如何 叶云星点了点头 我觉得可行 随即 他看向了披星待月 二位也是荣誉长老 监护山长老了 你们觉得如何 刚才夏北辰讲的东西 他们两个人虽然没有出声 但一直在听着 所以 叶云星问他们之后 他们回道 我们刚才便是一边听着 一边点头称赞 不过 披星问道 这教学的先生 怎么挑选 戴月接着问道 是让门中的长老任教 还是额外聘请 夏北辰胸有成竹地说道 好办 到时候 恐怕玄清宗和清兰宗 已经与天玄宗 名成了一团 实现了三教合一 既可以请这两个宗门的长老去讲课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长老讲课 举个例子 比如披星老哥 你术法厉害 那就过来教术法 戴月大姐全谋厉害 那就教全谋 陆宇廷阵法厉害 那就教阵法 同理 天玄宗的长老 也可以去这两个宗门里教点东西 披星则说道 这恐怕得跟另外二位宗主商量了 叶云星则笑道 三教合一的事 你都说出来了 你就怕那两位找你麻烦 嘿嘿 夏北辰微笑道 资源共享 共同进步吗 这时 戴月说道 清兰宗我觉得没有问题 毕竟他们创派祖师爷 就是个开明之人 从北辰兄弟 做了清兰宗的名誉宗主 这是可见 陆宗主也继承了那开明的遗风 哈哈 一切都是构想装 夏北辰说道 实在不行 就安排自己宗门的长老任教 制定教学计划 戴他说完后 披星说道 三年学分制相比 与之前的内外门 确实公平了不少 也不会埋没了像北辰兄 这样的优质潜力者 戴月也说道 三五年时间 培养好一点 自然会有脱颖而出的弟子 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叶云星点头说道 那这事 就暂且这么定了 第114章 斗逼 猪龙 有了解决内外门问题的法子 他们便加快了速度 朝天玄宗所在的方向飞去 不久后 来到了一座城的城门前 赫然发现 人们从这座城 进进出出的话 竟然需要接受检查 没有着急进去 夏北辰拉来了一个人问了起来 这位大哥 怎么现在进出城 需要检查了 这人看了一眼身后 然后说道 哎 四位有所不知啊 我们北辰女帝前几日忽然驾崩 以防北辰有什么异常情况 天玄宗已经下令 对北辰境内的各大小城市 实行进出检查制度 夏北辰忍不住看了一眼一旁的叶云星 此时的他 早在接近城郊的时候 就已经戴上了面巾 所以 现在除了夏北辰和披星戴月 没人看得出他是谁 那人打亮了一眼他们四个人 四位 如果想进城 尽管尽即可 俗话说得好 白天不做亏心事 夜半不怕鬼敲门 说着 他对他们拱了拱手 我还有事 告辞了 夏北辰拿出了几枚极品零食 谢谢了 出行注意安全 这几枚石头 当时我们请你喝个小酒了 对方没有拒绝 接过了零食后 道了一声谢 便和夏北辰他们别过了 叶云星盯着城门处站岗直守 并查看进入百姓样貌等项目的守城弟子 没想到 他们竟然如此愚弄百姓 夏北辰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们应该是想揪出我们两个人吧 怎么样 披星问道 我们还要进城吗 不进了 继续赶路 叶云星回道 没错 大约赞同道 时间还早 赶路才是王道 走 夏北辰大手一挥 要是困了累了 或者饿了 那就去无尽领域里休息 于是他们转身离开 飞了两刻钟后 披星停了下来 怎么了 大约好奇地问道 好像 有人在跟踪我们 披星敏感地说道 夏北辰和叶云星一听 便也停了下来 披星说道 因为我们神兽能感应到人类所感应不到的波动 所以 你们可能没发现 但我发现了 大约这时 闭上了双眼 好好感受了一下 很快 他就感应到了对方的存在 甚至 手指向了东南方向 正在两里外 两里 也就是一千米 这个距离 夏北辰没法感应到 即使是叶云星到了洞天境 也没法感应到 那么远的地方 距离正在缩短 披星提醒道 夏北辰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伸手指向了一座山的山脚 那里有块大石头 我们先去那里等他们过来 没有犹豫 大家点头同意 刚到大石头的一侧 然后在相对隐秘的地方停了下来 刚一过来不久 便有两个人来到了他们刚才所在的地方 他们身上穿的是天玄宗的弟子服饰 两个人左看看 右看看 奇怪 怎么突然不见了 一个人相对较高的男子 收回了目光 皱着眉头说道 另一个要矮一点的男子则说道 师兄 会不会是看错人了 那身影很像 因为我见过他 师兄坚定地说道 可他区区一个外门弟子 修为那么低 即使和叶云星侥幸逃脱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啊 师弟说到他的时候 满脸的不屑 而夏北辰和叶云星 听到他们说的对话后 便明白了过来 这是在追踪他夏北辰的 竟然是他们 夏北辰轻声嘀咕了一句 你们认识 叶云星好奇地问道 夏北辰回道 他们之前便是外门弟子 只是两天没见 竟然做了内门弟子 修为提升了一个小阶段 那高一点的叫豆皮 平日里我们叫他豆皮 那矮一点的叫猪龙 叶云星点头轻声说道 看来他们便是你之前说的走捷径的外门弟子 你们在这等我 我去会一会他们 夏北辰说着便想走出去 不过刚想迈步便停了下来 不去会一会 叶云星看着他问道 夏北辰则说道 去 不过去之前 还请你帮我隐藏下修为 哦 那你想隐藏到什么境界 叶云星再次问道 零五近后期吧 在夏北辰说出这个境界的时候 叶云星忍不住一笑 好家伙 那你这可是 比那猪龙的境界都低了一期了 更是比那已经邻居进出期的豆皮 低了两期 夏北辰耸了耸肩 说道 歌要的就是这种节目效果仨 叶云星笑道 好 待会要是被嘲笑了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哦 夏北辰撇了撇嘴 说道 他们倒是没笑 你先笑了 放心吧 论嘲讽 我排第二 就没人排第一 叶云星微微点头 随即帮助夏北辰 将境界隐藏到了零五近后期 夏北辰从天玄宗出来的时候 也才零五近后期的修为 被叶云星霸王硬上弓后 境界了一期 到了零五近大圆满 所以 既然是老熟人再见 那就用老境界面对面了 虽然隐藏了修为 但实力还是隐藏前的境界的 这就好玩有句多了 准备妥当后 夏北辰整了整衣服 整了正身子 然后从石头的另一侧走了过去 再朝豆皮和猪龙走去 再呢 猪龙的眼睛 忽然看到了夏北辰 随即伸出了手 指向了他 豆皮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是几日不见的夏北辰 二位 可是在找我 夏北辰朝他们走了过来 并在距离两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脸上瞬间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咦 豆皮 哦不 豆B 你竟然邻居竟出妻了 接着 他看向了猪龙 一副羡慕的神情 猪龙兄 你竟然也突破了 见到夏北辰 对他们一副惊讶和羡慕的样子 他们便在心里乐开了花 这样子 曾经是他们 拿来看内门弟子的 如今 他们已经成为了内门弟子 面对夏北辰这个外门弟子 终于体验了一把 当初别人所享受的 那份自豪感了 嗨嗨 清了清嗓子 豆皮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道 夏北辰 快说出叶云星的下落 第115章 我刚才只用了五成立 夏北辰双手抱在身前 宗主的名讳 岂是你们两个可以直呼的 哟 还挺会维护他的呀 豆皮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该不会是暗恋他吧 哈哈 这时 猪龙捧起肚子大笑了起来 就他 就他这修为 宗门里扫地的阿姨 山脚下村子里的寡妇 都看不上他 算了 算了 估计这家伙得了妄想症 豆皮摩拳擦掌地说道 我看 还是先把他抓起来 绑回去交给宗门的长老逼供他 我看他招不招出叶云星的下落 唉 猪龙拦住了蠢蠢欲动的豆皮 师兄 杀他这只鸡仔 怎么能用你这把牛刀呢 豆皮停下了脚步 猪师弟 你这是要 交给我 猪龙拍着胸脯说道 您去旁边休息休息 也行 豆皮点了点头 如今你也是被破格录取的内门弟子了 相信拿下这小子不成问题 说完 他便退到了一棵树下 此时刚刚入夜 天空晴朗 所以看戏还能看得清清楚楚 夏北辰 往日里在外门的时候 你多让着我 你我本不该相残的 要不 猪龙没有立马对夏北辰发起攻击 而是劝解了起来 你就乖乖跟我们回去 告诉大家叶云星的下落 这样的话 将功赎过 可能会成为内门弟子 夏北辰看着他 说道 你也还记得我多让着你 毕竟你年龄小 另外 今天说出这番话 也还算良心未明 何不改邪归正 一起揭穿谋逆派的嘴脸 回归征途呢 猪龙摇了摇头 这可是来之不义的机会 怎么能让我说 不要就不要呢 何况 谁做宗主 谁做北玄之主 都一样 你我都是一介普通人 又能左右得了什么呢 夏北辰也是摇了摇头 执迷不悟 罢了 既然你把路走小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打得过我吗 猪龙寄出了一把剑 这一次 我让你先出招 因为他还未到灵俱镜 所以还不能欲空而行 刚才追踪他们的时候 靠的是其他飞行法宝 不过 并非他现在手中拿着的那把剑 这把剑 算不上多好 也算不上多差 但对于一个刚从外门 转入内门的弟子来说 这已经是天大的荣幸了 整把剑 散发着淡淡的清光 将猪龙的脸蛋 都照得发白 一阵清风吹袭而过 夏北辰说了一句承让后 便朝他出手了 嗯 结果 不管是和他面对面的猪龙 还是退到一侧 看着这里的豆皮 都不禁发出了一声疑惑 因为 夏北辰的速度 很快 快到只看到了他的身子 化作了一道残影 便到了猪龙的面前 猪龙还未来得及反应 便听到嘣的一声 接着他的胸口处 就传来了一阵疼痛感 遭此一拳 猪龙被击退了好几步远 最后 右脚往后一蹬 身子才堪堪稳住 你 猪龙稳住了身子后 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夏北辰 你这速度怎么来的 夏北辰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是反问道 还让我不 俯了俯刚才被击中的胸口 猪龙说道 推力不小 但是你的拳头还是差了些火候 这要是换成斗师兄来这一拳 恐怕我已经倒地不起 那就是 还能承受是吧 夏北辰嘴角 露出了一抹微笑 随即他举起了手 展开了手掌 竖起五根手指 补充道 实不相瞒 你成歌我 刚才只用了五成力 哼 猪龙不屑地说道 夸你一句 你还乐出花来了 刷 剑一挥 他做好了出击的准备 既然刚才已让你一招 那接下来 就尝尝我这一招 话音一落 他就朝夏北辰掠了过来 剑身 清光闪烁 看起来 倒也炫酷 如果这剑 给修为高一点的人来使用 不管是视觉效果 还是威力 都将拉满 可惜 猪龙的修为 太低了 无异于花架子 所以 夏北辰都懒得 寄出自己的剑 就这么徒手 和他PK 眼看猪龙 便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剑 往夏北辰的身上切去 结果 剑却是切了个空 原本站在原地的夏北辰 忽然不见了 其实 也不是不见 而是化作了一道残影 以极快的速度 消失在了他的面前 下一刻 呵呵 夏北辰那玩味的笑声传来 猪龙急忙扭头向右侧一看 赫然发现 夏北辰竟然如同鬼魅般的 到了他的右侧 而且 刚一现身 他就出拳朝猪龙的手腕处袭来 速度 也是很快 快到猪龙都来不及反应 蹦 骨头发出了一声闷响 猪龙还不及感觉到疼痛感 就被那酥麻感给袭上了心头 原来 夏北辰竟然对着他的麻精出拳 猪龙的手颤抖了几下 夏北辰却是没有收手 而是继续给他的肘部来了一拳 这一次 肘部的麻精未能避免 麻上加麻 所以 猪龙的手 条件反射的一松 手中的剑 便脱手而出 往地上掉去 夏北辰对着剑柄 便是一脚踹了过去 剑 受了踢力 猛然朝前飞去 而这个方向 正好是那豆皮所在的地方 豆皮见到剑被踢飞了过来 急忙在自己的身前 布了一道结界 最后 剑被他挡了下来 然而这时 猪龙那边 再次传来了一声闷响 豆皮连忙抬眼看去 正好看到了夏北辰的脚 踢到了猪龙的脸蛋上 一口苦水 都被踹出来了 接着 猪龙重重地倒地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夏北辰 你 你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 夏北辰则淡淡地说道 是你便捞了 胡说 我修为比你高一气 猪龙不相信地说道 是不是那叶云星 给了你什么资源 让你的速度和身手 都所有提升 兄弟 夏北辰在他身边蹲了下来 有些事 不该问的 不要问 话音一落 夏北辰便毫不客气地 一拳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猪龙就这么 被他三两下给KO了 第116章 执迷不悟 豆皮那一双眼睛的眼珠子 都要冒出来了 他站在那棵树下 都还没几个呼吸 自己的小伙伴 就被激晕了 难道真如猪龙所言 夏北辰这小子 得到了叶云星的什么好处 不过 此时的豆皮 已经是邻居进的修为 所谓高一个境界 就是爹一般的存在 所以他在心里 啪啪啪地打起了小算盘 既然叶云星给了他什么好处 那我就打败他 然后把他得到的好处 拿走 变成我的 想到这里 他一脸坏笑地 朝下北辰走去 夏北辰 这猪龙毕竟比你高不了多少修为 你也不要高兴太早了 因为 还有我在这里呢 不就一个邻居进出七吗 夏北辰不屑地说道 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结局 那就是 你和猪龙一样 都得趴下 说完 他不再隐藏修为 立马亮出了自己的真实修为 零 零动静 中期 豆皮看到了夏北辰的修为之后 眼睛都快要蹬到了地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摇头看着夏北辰 你这才多少天 天才都不可能做到这样 夏北辰呵呵了一声 说道 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 不可能 豆皮一边大吼 一边对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拳头 迸发出了淡蓝色的青光 同时 还有星光萦绕 这便是天玄宗的招牌术法 天玄星术了 天玄星术 可谓是百搭功法 可以作用在剑上 发挥出不凡的威力 也可以作用在拳头上 让拳头刚进迅猛 当然 还有别的 主要使用者 如何融会贯通了 夏北辰面对他的拳头 并没有回避 反而淡定自若地说道 那就试试你这拳头和我的拳头 到底哪个厉害 他也扬起了拳头 一股更加庞大的灵力 从拳头迸发而出 那光芒更加耀眼 一拳出 星辰洞 相比之下 豆皮的拳头 简直是小屋 面对夏北辰拳头的威压 豆皮的神色 露出了一抹沮丧 甚至是骇然 蹦 两个拳头 对碰在了一起 哄 两股星辰之力碰撞之后 迸发出了不少的能量 但 主要是夏北辰的星辰之力 占据了主导地位 所以能量形成了一道 横切出去的风波 刷一声 刚才豆皮所在的地方的那棵 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报得了的树 竟然应声而断 哗啦 树 朝后倒去 最后倒在了地上 这下子 倒是把七夕在树棺上的几只鸟 给吓得落荒而逃 但 豆皮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夏北辰和他对群儿轰 将他身后的树木给嘎断之后 他也受不住这力道 倒飞了出去 树叶因倒地还没静止下来 就又被他一身肉给砸了下来 瞬间不少枝叶就被砸断了 可怜的豆皮 自以为强于夏北辰 又不相信夏北辰的真实修为 现在倒好 倒地之后 立马就挖了一身 吐出了一滩血 你们不是想见宗主吗 那我现在成全你 夏北辰来到了豆皮的身旁 站着看着倒在地上 手臂不停颤抖着的豆皮 这时 一块大石头处 传来了一阵掌声 豆皮扭头看去 发现正是叶云星 不过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男一女跟着 他从大石头一侧走了出来 你果然没有死 豆皮看到叶云星后 说道 我死没死 谋逆的那些家伙 不是很清楚吗 叶云星一边走过来 一边说道 而你们 竟然招告整个北辰 说我已经暴病而亡 背地里 却派人搜查我的下落 豆皮倒也硬气 你若不死 封长老如何坐稳宗主宝座 又如何坐北辰之主 夏北辰说道 看来你是封信子的死忠粉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成为了内门弟子 怕是经过他的同意吧 呵呵呵呵 豆皮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大笑了几声 随即看着他说道 夏北辰 就算你得到了他的什么好处 有如何 如今你和他都成了丧家之犬 迟早会落得个凄惨下场 何不投了封长老门下 想他杀了 我带你回去将功赎罪 夏北辰却说道 你还在这打算盘呢 你觉得我打得过他 说着 他牵住了叶云星的手 不好意思 叶云星已经是我的人 哪怕流落街头 我也愿意 叶云星接着说道 而我 在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夏北辰是我叶云星看上了的人 刚才还和朱龙一起嘲笑 夏北辰的逗批 听到这句话之后 表情立马凝滞 他原本以为 自己投靠封信子 将外门大部分弟子策反 而得逞为内门弟子 已经是领先不少人了 结果 夏北辰却比他还要给力 这才几天 竟然从零五境 晋升到了零动境 足足跨越了三个境界 这 甚至优质了多少倍 原来 自己才是要被嘲讽的那个人 不仅被揍了一拳 还为了一把狗粮 一会后 叶云星显露出了那股冷然的气质 他问道 给你一个机会 把禁弃宗门里的事 逐一告诉我们 我要是说不呢 斗批倔强地回道 痴迷不悟 叶云星一道竖法 打在了半空 很快 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段影像 这情形 已经不是夏北辰第一次见了 所以 现在看到这投屏 也不觉得稀奇 毕竟到了一定修为后 利用自身的灵力和记忆融合 将其经过的一些事 给再次呈现出来 不过 时间过去的不能太久 时间半月之内 倒不是问题 而超过了这个时间 就难以投影出来 此时 播放的是 风信子等人 被击杀的片段 尤其看到夏北辰 一人立抗九个高手 甚至还轻而易举地 把几个修士给击杀了的时候 豆皮胸口的气血 猛得一番疼 结果 就又吐了一滩血 夏北辰的修为 真的是灵动静中期吗 当看到风信子身死盗销 最后扎都不剩的时候 豆皮赫然开始怀疑了人生 风信子 天玄宗谋逆的头号长老 竟然死了 这几天 他们都没有看到风信子的身影 都以为他在和其他门派的长老们 在密谋其他事 没想到 连同那些长老一起 没有一个活着回去的 第117章 望北辰 豆皮随后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笑了一会后 他才停止下来 随即说道 罢了罢了 就当是昙花一现吧 叶云星撤掉了头影之后 对他说道 豆皮 看在你和北辰同为外门弟子的份上 本宗主可以饶你一命 呵呵 豆皮自嘲的一笑 说道 饶我一命 我回去也是死 夏北辰则说道 有我们在 谁也要不了你的命 然而 豆皮摇了摇头 并把自己的灵口给扒开 夏北辰和叶云星 披星带月看去 不经一愣 只见豆皮露出来的肌肤上 爬满了暗红色的纹路 这些纹路看起来 甚是甚人 回过神来 夏北辰说道 这暗红色的纹路 如果我没有猜错 怕是试魂骨所谓吧 豆皮说道 是不是魂骨我不知道 但凡是投靠 封信子一方的弟子 都会有这样发纹路 并且 每三天可以凭借 功劳领取解药以缓解 夏北辰立马从 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些丹药 死马当活马医了 看看能否解毒 说着 他便准备给豆皮 喂上几粒试试 但是豆皮却说道 没用的 同门中 有人试过了不少丹药 结果加重 更甚的是当场暴毙 所以 不要做这些徒劳的事了 他看向了一旁 躺着的昏迷不醒的猪龙 朱师弟是受我的怂恿 才投靠封信子的 没什么罪恶 另外看在你 和他以前关系 还算可以的份上 就将活着的希望给他吧 交代完这事 夏北辰等人 忽然看到 豆皮身子猛的一将 豆皮 夏北辰急忙从查看了下 发现他已经断了气 将其放了下来 夏北辰看了一眼猪龙 这时披星也看向了猪龙 并走了过去 扒开了气铃口 披星说道 这小子的身上 没有那暗红色的纹路 大约疑惑道 莫非是漏网之鱼 叶云星则说道 或许是魂谷的鼓毒 对修为高的人的作用更大 夏北辰点头道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了 这几天 和我们交手中的一些人 便是这么在最后时刻 暴毙而亡 叶云星说道 没错 最典型的 便是封信子 之前 包括封信子在内 都会有黑物包裹起来 随即被包裹住的人 整个人都被拉扯和扭曲起来 最后 连渣都不上 而黑物幻化成出来的飞蛾 还会袭击他人 不过 现在豆匹 却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 便猜测是修为不高的原因 修为低的修士 身上并没有太多 可以增加生存率的东西 不是谁是夏北辰带这个系统 所以 是魂谷的鼓毒 杀死他们 轻而易举 至于一些修为高的修士 那致死量得加大 否则极有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 破除鼓毒 脱离控制 夏北辰看着不远处的猪龙 说道 算这小子幸运 回过头来 他一边看着豆匹 一边说道 为防节外生枝 烧了他 话音一落 他的手上冒出了一团火焰 如今的他 金木水火土武林都是他的 所以各种元素随意掌控 但叶云星和戴月一起后退了几步之后 夏北辰便将火焰打在了豆匹的身上 豆匹身下的树枝树叶 都被点燃了 火势 有小到大 最后熊熊大火 将猪龙放进无尽领域之后 夏北辰说道 我们走吧 好 几人不再理会火焰 也不用担心 火把整个山头给烧了 因为这毕竟的火灵之火 没有夏北辰事先的指令 是不会点燃目标以外的东西的 最后 豆匹只会是尘归尘 土归土 也不知道天玄宗的弟子们 都怎么样了 身为一宗之主的叶云星 再次踏上回天玄宗的路途时 有些担心的嘀咕着 夏北辰再次牵住了他的手 并安慰到 天无绝人之路 我相信士魂谷 还不会傻到一口气 将天玄宗给灭了 北辰兄弟说的没错 这时披心也说道 天玄宗毕竟是天穷第一大派 士魂谷要想控制北玄 便绕不开天玄宗这个巨无霸 而一口气将天玄宗灭了 场面根本控制不住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想方设法 去控制万人宗 玄清宗以及青蓝宗 把他们的资源占为己用 而不是去灭了他们 夏北辰点头道 没错 何况天玄宗在北玄登深蒂固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北玄境内的百姓 自然是不会做事不管的 毕竟士魂谷 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的存在 戴月也说道 是啊 放宽心一点 事已至此 我们唯有早日收复天玄宗 解救那些不服逆贼 而被关押或者残害 以及误入歧途的弟子 叶云新听着他们的安慰 心里的忧愁便捡了不少 这个结果眼上 自己更要打起精神才对 所谓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自己不是还有这么多人支持吗 深夜 几人来到了距离天玄宗 还有五十里路的一座城的郊外 这座城 名为望北城 其与天玄宗相望于南北 又算是天玄宗南边的 一座卫星城 天玄宗的不少物资 由它来供应 平日里没什么警戒的 但现在和下午时 见到的那座城一样 有不少天玄宗的弟子警戒 并对近近处处的人进行盘查 不过 现在这个点 近处的人不多 在一处隐秘的地方 夏北城望北城的南门 说道 根据妙庆的部署 望北城里 有不少清安宗的人 潜了进去 所以 我们还是要进去一趟 直接进去 还是 披星说道 我不会一容术 要是直接进去 我怕摔不过三个呼吸 夏北城尴尬地说道 要不 我去挑事 你们趁机进去 披星建议 夏北城摇了摇头 否掉了他的建议 先看看有没有法阵 说着 夏北城祭出了自己的建 随即饶了半圈 从西南方向 朝往北城 急迟而去 那是什么 很快 驻守在南门的人 发现了 带着尾燕的东西 从西南方向飞来 第118章 把两左猫给我 随着个别人的一声疑惑 不少人都纷纷看向了半空 很快 那带着尾燕的东西 映入了眼帘 赫然是一只 飞鸟 这鸟是吃了什么啊 飞得这么快 有人大惑不解 快把他打下来 有人紧张喊道 慌什么 不还有护城大镇吗 另一个人淡定地提醒道 而经过他这么一提醒 刚才紧张的人 立马输了一口气 是哦 差点把这个忘了 很快 飞鸟到了城市上空脊障处 忽然 一圈波纹荡开了来 夏北城看到这圈波纹之后 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力 星辰之力 果然有法阵 这也验证了夏北城的猜测 毕竟是接近天玄宗的一座城 其防御能力并不低 不过 夏北城这一世 并没有就此罢休 只见他的手轻轻一挥 那和望北城上空防御阵法 碰撞在一起的飞鸟 立马改变了形态 由飞鸟 变成了无数的箭矢 刷刷刷 如同雨水搭在游布上似的 发出了声音 怎么变了 这是嫡媳 看着像 快通知深途长老 很快 南门的城墙楼阁上 一只带着红色烟雾的响笛从冲天起 同时 东门的一些弟子 也开始往这边支援而来 就是现在了 夏北城指向了南门方向 趁他们现在手忙脚乱的 我们混进去 话音一落 便率先朝南天掠去 你们掩护北城 叶云星向披星戴月吩咐道 你呢 戴月好奇地问道 我来帮北城添一把火 叶云星看向了望北城半空中的法阵 想起灭邪寨布置的那些法阵 披星戴月便明白了过来 这望北城的法阵 毕竟是天玄宗的产物 或许 他有破解之法 披星戴月随即跟上了夏北城 而叶云星则一道竖法 朝法阵打了过去 轰轰轰 一时间 巨像平传 原本深夜的环境 瞬间亮堂了不少 以南门为中心 方圆十里都亮了起来 瞬间 黑夜如白昼 也就是这一下 大家的眼睛被这强光一照 忍不住 要么用手袖遮挡 要么闭上双眼 而下方的夏北城 和披星戴月 由于没有抬头看向天空 所以 眼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就这样 在大家都陷入短暂的智忙时刻 夏北城凭借着变态般的移动速度 顺利地从南门溜了进去 而披星戴月 眼看就要跟着进了去 结果 光芒暗淡了不少 一个守城弟子回过了神来 指着他们俩问道 慢着 披星戴月脚步一停 接受检查 这弟子力声喝倒 一旁的其他弟子也反应了过来 然后眯着眼睛 上前拦住了他们俩 已经进入了城内的夏北城 回头看了一眼他们 便点了点头 示意他们接受检查 然后光明正大的进来 毕竟 他们之前不是天玄宗的人 不像他夏北城和叶云星 已经被天玄宗的谋逆派给记在了心里 所以 这才要盘查过往的人 披星戴月 见夏北城已经顺利进了城 和叶云星一起掩护他的目的 已经达到 于是 接受了这些弟子的检查 从哪里来的 东海之兵 来这里做什么 做生意 问了两句 一弟子 示意他们到一旁的一个光球前 待他们 走到光球前的时候 一道蓝光投射了出来 并打在了他们身上 无异常 可入城 刚才的弟子说道 披星拱手道 有劳了 那弟子警告道 进去之后不要搞事 不然我们天玄宗绝不饶恕 保证不搞事 披星戴月 有模有样地沉默起来 那弟子挥了挥手 披星戴月 便转身朝城内走去 进了门 披星朝不远处的夏北城 挑了挑眉 示意一切顺利 走了一段距离后 发现守城弟子 没有注意到这边时 夏北城和他们俩会合了 刚一会合 夏北城便对披星 挑了挑眉头 说道 披星老兄 有个事请你帮忙 披星笑道 嗨 我们俩谁跟谁呢 帮忙不说请 你尽管开口 夏北城竖起了两根手指 把两小搓泥 脸上的毛给我 披星眉头一皱 不解地问道 你要干嘛 有用 可是 很疼的呀 你个皮操肉厚的 五千岁的神兽 给我说疼 夏北城一脸鄙视地说道 嗨嗨 披星竖起了两根手指 两根行不行 夏北城回道 不行 两根还不如我自己 扯两根头发呢 那你要干嘛 披星弱弱地问道 刚刚谁说的 我们俩谁跟谁呢 帮忙不说请 你尽管开口 夏北城学着 披星刚才的语气说道 行行行 我给你拔两戳 披星执拗不过 妥协了 要脸上的 也不要其他部位的 夏北城认真地说道 当然 总不可能拔夜毛 和裆部的给你拔 披星善善一笑 随即在一个 没有外人的角度里 便回了皮修真身 四 四 连续两声 他拔了两小左毛 大概是他下巴位置的毛发 诺 给你 递给了夏北城 夏北城接过后 将其送进了无尽领域 让夜小蜜帮他处理下 一会后 带披星化回人形之时 那两小戳毛发 重新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里 一看 竟然处理过了 而且 成八字形 夏北城拿着他 就往嘴边贴去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披星终于明白了 夏北城 找他要两小戳脸上的毛发的用意 因为 要乔装 还行 夏北城贴好胡子后 问道 不错不错 有成熟男人的模样了 披星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带月打量了一番 倒也有几分儒雅气质 不过 不过什么 夏北城问道 手里 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带月回道 对对对 披星附和道 就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夏北城嬉戏一笑 说道 我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了 这个好办 意念一动 一样东西 就从无尽领域里飘了出来 第119章 九四暗示 赫然是一把扇子 呦赫 披星眉头一挑 笑道 对对对 就是这个位了 随即 夏北城啪哒一声 单手打开了手中的扇子 然后有模有样地 朝城里的其他地方走去 北城兄弟 叶宗主怎么办 大约看了一眼半空中 正在出现波动的法阵 他的实力比我强多了 他进来 比我们更方便 夏北城一副不用担心的样子 说道 对于叶云星 夏北城是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 放眼整个北玄 能打败他的个人 怕是没有 除非像之前那样 使用卑劣手段陷害他 那我们现在去哪 披星问道 夏北城拿出了一块腰牌 上面刻着一个鱼字 这便是于妙琴之前 交给他的腰牌 凭借这个腰牌 他们去到望北城的一间九四即可 按照于妙琴给他的标志性建筑 一路找去 夏北城带着披星戴月 很快变到了一条 还算僻静街道的屋子的后门 上前去 夏北城轻轻地敲了敲门 咚咚咚 咚咚 先三下 后两下 不一会之后 里面传来了咚 咚咚的掀一下 后两下的敲门声 接着 夏北城咚咚 咚咚掀两下 后两下地回敲了门 待他敲完后 门支压一声 开了 夏北城和披星戴月见状 快速进了屋子 随即 他们看到了一个白头白发 勾搂着身子 拄着拐杖的老人 待他们进了屋子后 门被关上了 跟我来 老人转身朝里面走去 夏北城三人跟了上去 走到了一道墙面前 老人伸手 在墙前暗桌上的一个香炉上 轻轻一转动 夏北城他们眼前的这道墙 赫然发出了解锁般的声音 随即缓缓地由左向右打开了来 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暗室 三位请 老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夏北城拱手道 有劳了 随后 他们一起越过了入口 沿着一道台阶往下走 每隔一段距离 都点上了蜡烛 所以 这暗室里 也算是灯火通明 下到了地下室 夏北城和披星戴月 看到里面就像一个办公机构一样 正在井然有序地运转着 每个人都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夏北城看着这一幕 似乎猜到了 这里是干嘛的 情报机构 老人带着他们左拐右拐 终于在一处还算僻静的地方 达到了目的地 只见老人来到了一道石门前 站在了门口处的最中间的那块石板上 手中拐杖地 在前一块石板上敲了敲 一共敲了三下 敲击完毕 石门缓缓由右 向左打开了来 三位请 老人站在门口 老人站在门口 再次面向着夏北城他们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夏北城拱了拱手 便带着披星戴月走了进去 入了门 老人没有跟进来 而是转身离开了 带他的脚 从那最中间的石板上挪开后 那道石门缓缓地关上了 夏北城他们 此时已经看到了一个人 坐在了一张桌子前 不过见到他们来了之后 便起身迎了上来 三位便是于宗主所说的 夏公子和披星前辈 戴月前辈了吧 夏北城三人和他一一做了介绍 而对方的名字叫莫灵渊 至于是他的真名 还是江湖一鸣 就不得而知了 流程还是要走的 所以夏北城拿出了 于庙秦给的那块 刻着鱼字的腰牌 莫灵渊接过之后 看了看便问道 对了 听闻叶宗主是和三位一起的 他人呢 夏北城回到 正在南门 莫灵渊点了点头 那我便将这里的情况 告知夏公子吧 他拿出了一轴秘卷 据我们最新收集到的情报得知 下午诗魂谷 已经派出五万仙头部队 从南疆开始 一路向北打去 已经开始了 夏北城和披星戴月 不禁一愣 是的 随即 夏北城打开了秘卷 上面记载了诗魂谷的一些情报 甚至 还派人将南安城围了 不过 此时的南安城 还没有遭受到战火的洗礼 但仙头部队在灭血谷一带 遭遇了重创 也算是间接解了南安城之危 夏北城说道 我想 你应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信息 要交给我们 看完了秘卷之后 他看向了莫灵渊 夏公子说得对 经过夏北城这么一提醒 莫灵渊再次拿出了一份卷轴 夏北城打开一看 赫然是一份名单 上面记载了谋逆派的人名 夏北城说道 这份名单 真 莫灵渊认真地说道 千真万确 他可是牺牲了好几位兄弟 才从天玄宗里带出来的 夏北城将卷轴收进了无尽领域里 还有吗 夏北城挑了挑眉 嘿嘿 莫灵渊笑了笑 说道 什么都瞒不过夏公子 接着 他再次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上面 是我们已经劝详的人的名单 会配合我们相关的行动 夏北城看了一眼 然后问道 这份名单 没有外门弟子的 莫灵渊如实回道 外门弟子 不是在谋逆名单里 就是不知所踪了 原来如此 夏北城看了一眼四周的环境 说道 你这组织成立了多久了 不久也就三天 莫灵渊自豪地竖起了三根手指 三天就能打造出这么一个暗示 不简单啊 夏北城赞道 非也 莫灵渊纠正道 这地方 原本就有的 之前是我们莫家的一个暗示 只不过 我如今拜入了玄清宗门下 这地方便按照余宗主的命令 打造成了一个情报机构 在这特殊时期 收集天玄宗 以及世魂谷的动向 我们将全力配合叶宗主 收复天玄宗 听了他说的话 夏北城随即问道 缺钱不 莫灵渊有些淡疼地 摸了摸后脑勺 说道 实不相瞒 这三天花费了不少 好说 夏北城大手一挥 一堆极品零食出现在了一旁 这些你们拿去用 莫灵渊睁大双眼 差点惊掉了下巴 夏公子 你真是我的神啊 有了这笔钱 鬼都能推没了 不怕计划不成功 第120章 护城阵法被迫 行动开始 我这些零食 就当是给你们的见面礼 不过 可不是白给刀 夏北城笑着说道 明白 莫灵渊点头 随即拱手道 夏公子 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即可 望北城于天玄宗的作用 想必你也是清楚的吧 夏北城问道 莫灵渊再次点了点头 清楚 属于 务必要把望北城 输往天玄宗的物资 给扼杀在摇篮里 夏北城的手掌一翻 一团火焰便出现在了上面 实在不行 就毁了 莫灵渊上前了两步 说道 夏公子 这毁了的做法 就当是下策 我现在有上策 哦 夏北城嘴角一撇 说来听听 二位先坐下喝口酒 莫灵渊拿出了四坛酒 给自己和夏北城 一人一坛 毕竟上面就是酒四 所以不缺酒 几个人干了一下 喝了一口酒后 莫灵渊说道 我想把一些物资 给抢购过来 抢购不过来的 就威逼利诱 最后 有多少 就往外秘密转移多少 届时 把这些物资 摇身一变 成为我们的物资 用来消灭试魂苦的大军 不过 你放心 威逼利诱的对象 不是生产者 而是那些中间商 夏北城点了点头 想必你已经有了 详细的计划了 那就按你的计划行事吧 没问题 莫灵渊回道 我本来怕资金不足 没法完成于宗主交代的任务 谁曾想 财神也来了 嘿嘿 夏北城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所以 你小子刚才 需要我挤水分一样 一点点挤出我想的信息 是吧 莫灵渊笑道 我们于宗主说 夏公子不缺钱 实在手头紧 就找他 夏北城无语地瞥了他一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今天进的是虎穴呢 嘻嘻 这时 门外传来了三响 莫灵渊去到身后的墙边 触碰了一个机关 随即 那关上的石门 重新打开了来 那勾搂着身子 扶着拐杖的老人 走了进来 莫绍 最新消息 望北城的法阵 已经破了 莫灵渊一愣 夏北城和匹心 戴月忍不住看了一眼 一会之后 莫灵渊问道 是谁破的 老人摇了摇头 尚未知晓是何人 批心则说道 是叶宗主 莫灵渊急忙站了起来 真是神助我眼 随即他看向了老人 吩咐下去 立马占领望北城 是 老人回了一声 然后直起了身子 手中的拐杖 赫然变成了一柄红鹰枪 接着 衣服一扯 露出了年轻人的装扮 好家伙 没想到他刚才是假扮的 那花白的头发 也变成了黑色 灵海镜大圆满 隐约有要突破到 炼神镜的迹象 或许 突破就在这一站了 很快 他便离开了这里 莫灵渊将酒坛子 推到了下北城三人的面前 问道 三位 可否愿意和我一起 登高赏夜呢 何乐而不为呢 下北城三人 将酒坛子和他的碰了下 最后 大家一眼下 痛快 走 莫灵渊将酒坛子 往地上一放 便带着他们 走向了室内的一侧 又是一道机关 打开之后 露出了一个向上的楼梯 楼梯成螺旋状 蔓延而上 来到了入口处 下北城抬头一看 隐约看到了夜空 晴朗的夜空 三位 请跟我来 莫灵渊带着他们走了上去 旋转了好几圈后 下北城他们发现 越来越凉快 没想到 还真是通往高处的 带他们来到最高处的时候 赫然发现 这是一个高高的楼阁 一阵晚风吹袭而来 倒也沁人心疲 而他们刚一上到上面 就看到城中不少地方 同时升空起了一记响笛 不一会之后 城中不同的角落 传来了不同的树法光芒 没有了法阵的守护 望北城瞬间失去了 那让人敬畏的一面 取而代之的 是沙法 或者 是任人宰割的一面 北城 你在哪 这时 夜云新的声音传了过来 下北城报了地点后 很快就看到了一道青光 朝这边飞来 一会后 青光来到了不远处 云新 下北城朝来者挥了挥手 夜云新注意到了他们 便飞了过来 哇 这是哪位贤女姐姐 莫灵渊好奇地问道 她便是夜宗主了 一旁的披星说道 原来是夜宗主 莫灵渊闻声 对夜云新行了一礼 参见夜宗主 你便是妙情说的莫灵渊吧 夜云新落到了楼阁上 说道 无须多礼 正是在下 几声响笛 可是你的人放的 原本是带余宗主前来后 一起想办法攻破望北城的法阵 再拿下这战略要地 莫灵渊说道 谁知道法阵现在就破了 那便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夜云新微微点头 然后问道 你们有多少人 城中三四百人 城外近千人 这么多 这倒是出乎了夏北城等人的意料 嘻嘻 有一半是我 莫家养的修士 莫灵渊回道 大手别 夏北城拿出了一个荷包 里面有不少零食 届时好好犒劳下他们 多谢老板 莫灵渊竟然一改夏公子的叫法 叫起了老板 站在夏北城的角度 人家莫家都处理到这个份上了 总不能吝啬这么点钱财 毕竟人家是拿命在帮忙 莫灵渊有些担忧地说道 夜宗主 夏老板 今夜之战 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天玄宗上面那些谋逆的家伙 得知了消息的话 定会派人前来支援 夏北城说道 披星老兄 戴月大姐 你们支援下他们 好 披星戴月齐声回道 然后朝不同的方向飞去 夜云星倒是气定神弦地说道 我已经在望北城四周布下法阵 从那一刻开始 在法阵外 将无法听到望北城里的声音 看不到城里的树法光芒 有效时间 十二时辰 十二个时辰 于宗主早已带人前来 届时只需要守好城 防止敌人反扑即可 第121章 会合 安排 莫林渊听后 如同粉丝见到偶像一样 露出了崇拜之情 半个时辰之后 望北城各处升空了 好几道绿色的烟雾的响敌 之前行动开始的时候 升空的是 红色烟雾的响敌 莫林渊看着这些升空而起的绿色烟雾 脸上露出了喜悦之情 绿色响敌升空 已经成功拿下望北城了 原来 这绿色烟雾的响敌代表的是胜利 红色的响敌代表的是行动开始 据莫林渊介绍 如果升空的是黄色烟雾的响敌 那就意味着行动失败 听到他说的话 夏北城和叶云星也是露出了喜悦之情 看来 莫林渊这几天在望北城的部署 很周到 所以 这才仅仅花了半个时辰 就把整个城市给拿下了 莫老爹 做得不错啊 夏北城毫不吝啬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莫林渊则白手道 夏老板 这功劳可不值我的 要不是叶宗主把望北城的法阵给破了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夏北城笑着大手一挥 莫林渊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荷包 夏北城说道 里面有十万枚极品零食 拿着去犒劳下今晚参与行动的人吧 谢谢夏老板 莫林渊没有拒绝 道了一声谢后便是收下了这个荷包 叶云星这时说道 既然望北城已经拿下 那你们在这做好防御 等待你们于宗主的到来 莫林渊拱手道 领命 叶云星看向了夏北城 我们走吧 二位可是要回天玄宗 莫林渊问道 要不要派些人手给你们 叶云星没有回答 夏北城则白手道 不用 都留给你用吧 见状 莫林渊提醒道 那你们要多加小心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撤回望北城 嗯嗯 两个人点头 随即和莫林渊道别 不过 道别前 夏北城和莫林渊走到了一旁 赫然说起了悄悄话 莫林渊是一边听 一边点头 最后 打着包票对夏北城说道 没问题夏老板 这是包在我身上 夏北城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和叶云星一起离开了楼阁 离开了楼阁后不久 披星和黛月便和他们两人会合了 就这样 四个人准确地说 两人两神兽一起朝天玄宗的方向飞去 刚离开望北城 叶云星便接到了一个信息 陆宇廷已经到了天玄宗附近 陆宗主还是挺速度的嘛 得知消息后 披星笑着说道 叶云星点头道 嗯 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天 好事 夏北城握起了拳头 说道 望北城提前拿下了 陆宇廷又提前就位了 那接下来就该我们出场了 叶云星这时好奇地问道 对了 你刚才和莫灵渊说了什么悄悄话 嘿嘿 夏北城笑了笑 说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竟然是卖起了关子 这么神秘 叶云星柔声一笑 说道 行 那我就期待一下 是什么事 当然是好事了 夏北城拉起了叶云星的手 随即加快了速度 一路上 夏北城和叶云星也遇到了一些 去望北城方向的弟子 不过这些弟子最终都没有去城 因为被夏北城和叶云星给截胡了 不是被打晕 就是被关在一个阵法里 几个时辰内 他们是别想逃掉了 不久后 四人来到了和陆宇廷约定的地点 赫然是一处比较茂盛的山林里 而且正好劈开了天玄宗 与望北城的必经之路 几天没有见面了 陆宇廷一见到叶云星 便上前去抱在了一起 薛寒问暖了几句后 几个人一一打起了招呼 最后 陆宇廷隆重介绍了一遍夏北城 这位公子 便是我们清兰宗的名誉宗主了 说着 他带头给夏北城行了礼 见过夏宗主 清兰宗在场的人 纷纷跟着陆宇廷一起行了一礼 这声音可不小 不过 叶云星在来到的那一刻 遍布了一道 阻隔声音扩散的法阵 所以 哪怕是在这个范围内蹦迪 外面都听不到 夏北城简单地说了几句后 便在人群中 发现了几位熟人 这不是当日在清和郡招新的四位吗 夏北城看了四个人一眼 那四个人顿时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陆宇廷扭头看向了他身后的四个人 随即招呼了他们过来 才发现 你们是不打不相识吧 陆宇廷笑着说道 一位女子拱手道 那天不知是叶宗主 还望叶宗主和夏宗主见谅 叶云星柔声说道 无碍 你们陆宗主说了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吗 没错 他们便是当时在清和郡 负责给清安宗招新的四个人 碰到了招新鬼才夏北城 所以 那天他们都没怎么招到新的弟子 几乎都涌向了他们的摊子 毕竟 既有表演看 又有几品临时领取 之前是误会 不过 本宗主还是要表示歉意 夏北城手一挥 面前便出现了四个白玉瓶 这些四品丹药 就当时给你们的赔礼 四品四品丹药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几天空余时间里 夏北城就导过丹药 凭借着已经是灵动进中气的修为 他成功地导过出了四品丹药 当然 这也得益于他得到了五菱 其中的火菱和他自身的灵气相融合 使得他炼起药来得心应手 结果就是 更有效率了 而且 有效率的前提 还有质量 平日里 他们这个级别 最多也就得到过三品丹药 可是现在 一瓶的四品丹药 就在自己的面前 所以 他们也是犹豫了起来 这 这 夏北城将白玉萍 硬塞进了他们的手里 说道 别这的 那的 如果觉得不需要赔礼 那就当成我给你们的见面礼了 说着 他再次大手一挥 结果让众人惊掉了下巴 竟然是 一堆丹药 一品到三品不等 现在的夏北城 因为能炼制出四品丹药 所以 他已经可以一次性批量炼制一品 二品和三品丹药 而且 所花的材料 是别人的一半 但是 药效却比别人的提升了一倍 还不快谢谢夏宗主 看到清兰宗的长老和弟子们 一个个愣在原地 陆雨婷没好气地提醒道 经过陆雨婷这么一提醒 他们纷纷回过神来 多谢夏宗主 不用客气 夏北城说道 从我成为你们的名誉宗主开始 我们便是一家人了 既然是一家人 那我们就不要那么敬晚 以后 给你们什么 就收下什么 夏北城的话一落 众人便齐声回道 是 夏宗主 满意地点了点头 夏北城吩咐道 请大家 根据自己的修为需求 来收下自己的想要的丹药 大家不要争抢 不够可以找我要 毕竟修为较低的人 原本只能适合服用一品丹药 结果你服用了二品或者三品 那只能适得其反 搞不好会像一个装满了水 还要装水的杯子一样 浪费之余 还搞得自己一身湿了 众人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所以再次齐声回道 明白 派发了丹药之后 夏北城又给大家一人 准备了十枚极品零食 有人接到零食后不久 立马就突破了 可见 这极品零食的零力 是充沛到什么程度 就这样 清兰宗的人 对夏北城 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知道夏北城只是灵动静的修饰 便大惑不解 这样一个只比灵武镜菜鸟 提到了那么一两个境界而已的修饰 竟然能做我们的名誉宗主 这样的疑惑 在夏北城绣出丹药 绣出极品零食的时候 迎刃而解 看着清兰宗的这些长老和弟子 此时对夏北城是心服口服的 叶云星便在心里露出了喜色 论收买人心 还得看下北城 赠送了见面礼后 大家便进入了此时来此的正题 搭建了一个零食指挥所 夏北城在一张空白纸上 画出了整个天玄宗的地形图 天玄宗的天玄殿 位于宗门的主峰 那里是整个宗门最宏伟的地方 天玄峰也是宗主所在一脉 左右两侧 分别为天玑峰和天书峰 之前是由大长老封信子 掌管着天书峰 二长老松云子 掌管着天玑峰 平日里 这两脉是相互制衡的 所以 给的资源都是一样的 但前段时间 叶云星被陷害 却少不了这两脉打破了均衡 走向了合作 如今大长老封信子 已经身死到消 所以 天书峰已经不成气候 剩下的二长老松云子 掌管的天玑峰 有些棘手 据最新的情报得知 松云子已经是 炼神境大圆满的修为 这修为 哪怕是封信子没有死 他也超过了封信子 大有取代封信子地位的迹象 不过 他原本的修为 并没有这么高 只是和封信子一样 处于炼神境初期的修为 可现在 怎么短短几天时间 就提升了 而且 还是提升了三气 这速度 比夏北辰还要夸张 毕竟境界越高 提升就越难 夏北辰一边话 一边给他们讲解起来 最后 听到了关于松云子的信息后 陆雨婷认真地对叶云星说道 姐姐 这松云子 怕是只有你 才能对付得了他 叶云星点头道 没问题 松云子交由我来牵制即可 夏北辰则分析道 既然松云子修为提升了 那他坐下的几名得意弟子 也会有所提升 叶云星眉头微皱 如果真这样 小雨恐怕也已经是 炼神大圆满的修为 直追其师父松云子 小雨 是天玄宗天机风的 天才性修士 其修炼天赋 虽然没有当初的 叶云星那本变态 但也是几百年来的 一抹高光 如果天玄宗 没有叶云星 那么 他将是那一辈的龙头 一柄天机伞的名号 被他打造成了 仅次于新玄剑的存在 他是松云子的得意弟子 如今松云子和风信子谋反 他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除此之外 风信子的弟子也有几名杰出者 之前就已经到达了炼神境初期 陆宇婷则说道 那这小雨 交给我和秦亚吧 她和秦亚 都是炼神境 两个炼神境 对付一个炼神境 不说绰绰有余 起码能牵制住了 此时的秦亚 和于妙秦一起 不过半天时间 就能赶到望北城 其余的炼神境修士 便交给披星带月了 至于宋明 齐轩 梁晴 陈云 其修为不算高 也不算低 对付一些 跟他们差不多境界的弟子 还是没问题的 而且 四个人一同作战 早已经形成了默契 拟在一起 也是一股不凡的力量 披星这时猜测到 试魂谷的人 想必也派住了些在天玄宗吧 夏北城点头 同意了他的猜测 那我们就来了斩首行动 怎么行动 众人好奇地看向了他 明日 我和披星老兄 潜入宗门 悄悄把试魂谷 派出来的头目给 夏北城 做起了一个割脖子的手势 结果话音刚落 叶云星 陆雨婷 戴月都不同意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戴月看了一眼披星 说道 这事 就交给我们两口子去吧 夏北城看了一眼地图 然后说道 实际的天玄宗 比这地图还要复杂 你们对天玄宗具体的环境 不熟 所以 这事由我和披星出马即可 还是我去吧 叶云星说道 你不要过早暴露自己 夏北城摇头拒绝道 你在这 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更重要的是 叶云星眉头微皱 此话怎样 夏北城回道 想必明天会有一些人相应号召 前来投靠 你作为核心人物 需留下安排好他们 叶云星还是不解 夏北城笑道 你忘了先前离开望北城之前 我和莫林渊说的悄悄话了 所以 你跟他说的是 叶云星反问 夏北城回道 我让他放出消息 说叶云星并没有死 并让他将你被陷害 并杀回来的事情散播出去 第122章 追杀与被追杀 叶云星微微一愣 好一会之后说道 每一次你都计划得很周到 谢谢你 说完 赫然点起了脚尖 凑到了夏北城的嘴巴 毫不吝啬地搏一声 竟然大庭广众之下 把夏北城给亲了 虽然两个人 早就已经有了 副剧里的亲密接触 但像这般这样秀恩爱的 还是第一次 那来自心底里的爱意 油然而生 看得周边的大火 都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清兰宗的弟子 有些羡慕地说道 这是爱的鼓励吗 充满能量的鼓励 要不 我也潜入天玄宗 走之前 你也鼓励鼓励下 不要 羞羞的 许久之后 叶云星移开了自己的柔唇 看着夏北城说道 一切小心行事 夏北城微微点头 回道 放心 有披星在 不会有事的 披星爽朗地说道 没错 有我在 他一根汗毛都别想掉 叶云星交代道 你们要互相照应 都要小心行事 说完 戴月也说道 切不可逞强 嗯嗯 一切都听你们的 不逞强 要小心行事 夏北城和披星 异口同声地回道 这时 陆玉婷走了过来 看向了夏北城 然后递给了他几块小玉符 这是护身法阵 紧急时刻使用 可以帮你摆脱困境 夏北城没有跟他客气 接了过来 道了一声邂逅 将这法阵 收进了无尽领域里 而借此机会 他将朱龙 从无尽领域里放了出来 这家伙 就交给你们处理了 看得下朱龙的着装 是天玄宗内门弟子的 所以 陆玉婷将储之权 还给叶云星 叶云星说道 待他醒来 我会问他一些话 现在暂且关押起来吧 于是 陆玉婷安排了两名 灵动静的弟子 勘压他 除非他开挂 披星摇身一变 便回了皮的原形 然后对夏北城说道 北城兄弟 上来吧 我拖着你 也方便护你安全 没有犹豫 夏北城一跃而上 披星方向一转 便朝天玄宗的方向飞去 众人一直目送他们 消失在视线为止 而他们刚一出发 叶云星等人 便收到了于妙晴送来的消息 他和宋岐良臣 以及秦雅 此时已经距离望东城 还有二十里 望东城 顾名思义 和望北城一样 其位于天玄宗的西面 拱卫着天玄宗 妙晴竟然去了望东城 得知这一消息后 叶云星眉头微皱 陆雨亭则猜到 莫非 他是想拿下望东城 叶云星蠢死了片刻 便对戴月说道 戴月姐 你带一队人马 前去与妙晴会合 如果他们要攻城 全力支持他们 好 戴月领命 随即在陆雨亭的安排下 他带去了百来号人 正在朝天玄宗 飞去的夏北城和披星 到了半路时 赫然选择了放弃飞行 而是走下方的山路 这样 才不会太过招摇 夏北城气定神闲地 坐在披星的背上 拿出了他之前 用过的那把扇子 有模有样地扇着 嗯 就快要到达 天玄宗山脚下的时候 披星忽然发出了一声疑惑 夏北城问道 怎么了 有人朝这边来了 披星回道 想起了之前豆匹 和朱龙跟踪他们的时候 也是披星发现了 所以 夏北城提示先隐蔽 于是 披星带着他来到了 一棵大树后面 很快 便传来了一阵打斗声 怎么会有打斗声 这是谁打起来了 夏北城探出了头 看了过去 赫然看到 一拨人正在追杀另一拨人 不过 这两拨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便是 都穿着天玄宗内门弟子的服饰 内讧了 夏北城带着疑惑 继续看去 这时 被追杀的人 已经倒下了两个 只剩下五个 而追杀而来的人 有二十个之多 二十几个人 一分为四 将剩下的五个人 围在了一起 你们别欺人太善 五个人中的一位 林渊静的女子 提见扫了一圈包围圈的人 狠狠地说道 她的正前方 一位林海静的男子 则说道 难道不是你们不识好歹 在山上有吃有喝供着 竟然还想着逃下山 女子沉声道 你们桑尽天良 助纣为虐 我们不稀罕 师姐 你错了 你这思想要不得呀 难怪你入门比我早 修为却慢了不少 男子竟然不忘 扑阿那女子 这叫悟尽天择 适者生存 少在这里装算 女子身边的 一位林丹静的男子 指着这林海静的男子 说道 性仇的 少在这里摆谱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问问 自从宗主先逝后 你们这些逆臣贼子 对同门做了哪些缺的事 郭躁 林海静男子 听到对方的话 便有些不耐烦 随即对其动手了 她手里的剑 幻化出了无数的剑 朝对方飞去 这是要被击中 那就是万剑穿星 林圆静女子 急忙在他们的身前 布了一道结剑 但是 修为的差距摆在那里 所以 结界只支撑了一小会 便开始破裂了 眼看就要防不住了 师姐 你们快走 林丹静男子 推了一把身边的师姐 和另一个师兄弟 我来拖住他们 师姐说道 不行 你是拖不住他们的 何况 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说着 奋力地释放了灵力 加固了防御结界 待会就算是死 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说着 她便情见要冲出去 跟包围他们的人拼命 不要这时候 一道洪亮的声音传来 谁说无路可走的 话音一落 一侧包围的人员 瞬间被冲散了 献出了一道口子 然后一道影子 搜的一下 便到了那五个人面前 紧接着 一道金光 猛然扩散开来 哄 一声巨响 震耳欲聋 林海静男子 那幻化出来的剑 瞬间化作了虚无 哐当一声 男子手中的剑 赫然断成了两剑 看着手中的短剑 对方眉头 快要拧成了剑 随即他抬眼看去 看到了一位年轻人 正坐在一只神兽的背上 那年轻人 长着八字胡子 手中拿着一把扇子 灵动静的修为 竟然也敢坏我们的诗 第123章 反弹 啊 我的屁股 林海静修士不悦道 你是什么人 不知道这是天玄宗的地盘吗 夏北城挥了挥扇子 说道 你也我又不眼下 难道看不出 这是天玄宗的地盘 林海静男子警告道 知道还不速速离开 得罪我们天玄宗 小心你小命不保 搞笑 不知道也要得罪的 就是你们吗 夏北城说着 对着林海静男子 便扇了一下 一道淡蓝色的弧形气体 猛然朝对方飞去 林海静男子 将手中的半截断剑 插入了地里 然后双手迅速掐着手绝 刷一声 夏北城的四周 便出现了四道光芒 星光复 夏北城嘴角一撇 平日里 要么自己或者叶云星 对别人使用者星光复 没想到今天 自己也能体会这个了 不过 对方并不知道 他夏北城 并不是什么外人 顶多是外门弟子 但依然属于天玄宗的弟子 所以 林海静男子 给夏北城释放的星光复 没有多大是伤害 夏北城眉头一挑 笑道 我劝你还是换一个手法 林海静男子眉头一皱 大祸不解 为什么星光复 对你没作用 夏北城则毫不客气地 钻起了空子 因为我是你大爷 你 对方气急败坏 随即调动灵力 催动起了星辰之力 一个耀眼的光球 在他的手中 由小便大 最后 直径足足有半掌之大 既然你爱多管闲事 那就和这五个垃圾 一起去死吧 说着 对方一声力和 将蕴含着星辰之力的大光球 朝下北城砸去 玩球你就以为你是两年半 夏北城给了他一个白眼 反弹 夏北城一声轻贺 那光球打在了一道 无形的墙上似的 接着赫然反弹了回来 林海静男子 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师兄 快跑 他旁边的师弟 急忙提醒他 然而 还是慢了 哄 一声巨响 地动山摇 当耀眼的光暗淡下来后 大家花了一点时间 去适应了一下 当他们适应之后 赫然看到 那林海静的男子 身体一片焦黑 只露出了两只眼睛 一口牙齿 不是黑色的 更深的是 衣服都烂了 手臂剩下一点烂布 小腿处的布料也是 当然 那关键部位 还是完整地遮挡住了 至于那鸟有没有烤熟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你 这 什么 变 太的 对方的字后面的话 还没说出来 他便倒地上去了 最后昏死了过去 师兄 周边的师弟们急忙上前去扶起了他 披星这时候好奇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 反弹 我刚才难道是吐字不清吗 夏北辰反问 厉害啊 披星道 这是功法 竟然能将对方的攻击反弹回去 虽然不能反弹全部杀伤力 但这已经是很逆天的存在了 重创了对手 嘿嘿 刚获得的 夏北辰笑道 什么 刚获得 披星差点惊掉了下巴 没错 披星有所不知的是 夏北辰的反弹技能 正是刚才系统的奖励 因为 他又做了选择 弟 检测到当前环境宿主面临选择 献给宿主两个选择 一 建议勇为加英雄救美 出手救下这五个同门 奖励 反弹技能 顾名思义 对敌人使用该技能 即可反弹70%对方的任意攻法 二 拍拍屁股走人 人有什么好救的 奖励 大胖妞一个 可以与宿主一起忠老 面对这样的选项 夏北辰一边吐槽选项二 一边选择了选项一 开玩笑 有叶云星这个大美人 我要你个大胖妞干啥 所以 夏北辰就这样 不声不响地获得了反弹技能 说明中 没有提到她的实现 这让夏北辰欣喜若狂 没有实现 也就意味着 她是永久的 和不夜之眼的一样 无限使用 你们谁还想试一试 夏北辰扫了一圈周围的人 问道 他们这群人中 林海静的弟子 就刚刚那一个 其余的林圆静 林丹静 林动静不等 连林海静的都重伤了 更别说他们了 不过 就在大多数人犹豫之际 一个人忽然说道 各位同门 他就一个人了 我就不信 双拳能敌四手 我们一起上 把他打成筛子 说着 他便祭出了一把弓箭 左手拿弓 右手拉弦 一把燃烧着火焰的箭 便凭空出现在了弦上 夏北辰看着对方 原来是远程射手 难怪有嚣张的资本 对方不懈地轻哼了一声 随即右手一松 搜 箭 猛然朝下北辰射去 你的太少了 都不够看 夏北辰说着 手一挥 手中的扇子 竟然变成了一把箭 箭 又立马化作了 无数金色的箭矢 然后朝对方射去 其中一只箭 与对方射来的箭 正好相遇 箭尖对着箭尖 最后 对方的箭矢没法抗衡 最后消散了去 而无数的金色箭矢 朝他射了过来 吓得他惊慌失措地 大喊了一声 接着抱头数窜 但是 仍然有不少箭矢 射中了他的屁股 一时间 他的屁股弹 被射成了刺猬 不过 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命 因为夏北辰控制了力道 怎么样 夏北辰看着他那滑稽的模样 笑道 还要不要把我打成筛子 对方听后 呜呜地哭了起来 啊 我的屁股 这一哭 不少人都条件反射地 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仿佛那疼痛感 疼到了自己的屁股上面去了 还有谁要挑战下的 夏北辰再次扫视了一眼周围 目光所到之处 都纷纷退让了几步 就耸了 夏北辰对着其中一个女子 勾了勾手指头 你 出招 结果 对方又后退了几步 于是 夏北辰指着另一个男子 要不你来 结果 对方选择装聋作哑 夏北辰看了一眼 被自己救下的五个人 然后说道 既然都不敢 那我就要带走他们了 哪里来的灵动静 竟然敢在这撒眼 忽然 一道声音破空而来 很快 一道清光游远极静 夏北辰一看 竟然是 第124章 身份猜测 天机风的小雨 这女人怎么来了 夏北辰看向了来者 心中有些疑惑 莫非是路过 还是在山上发现了这里有情况 便下来查看 小雨师姐来了 这时 有天玄宗的弟子 大声喊了一声 随即其他人纷纷看了过去 并给他让出来了一条道 小雨的身后 跟着两位同门 一位是林海静大圆满 一位是林圆静大圆满 说天玄宗是天下第一大派的修真巨拨 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 大多数高手 都集中在了天玄宗 尤其是林海静及以上的修士 近一半出自他 小雨师姐 他刚才重伤了我们两个人 有人开始告状起来 小雨走到了人群面前 随即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 且黑不溜秋的那名男子 一会后 他又看向了 那屁股被箭矢 扎成刺猬一样的男子 之后 眉头不经一皱 一个林动静中期的修士 竟然把一个林海静的修士给打晕了 又把一个林丹静的修士 给射成了刺猬 所以 他心里甚是不悦 一个区区林动静 你们都被拿捏成这样 批评一句他们之后 小雨对夏北辰说道 自费修为 并跪下来磕三个响头 我便饶过你 夏北辰还没发话 但是批心却是大笑了起来 小女娃 你沾的什么心啊 怕不是狼心吧 明明是你们的人 对他们几个人 尽心赶尽杀绝 我们只不过是见义勇为 拔刀相助 你不表扬一下就算好了 竟然还想做大梦 要人家自费修为 要求人家自费修为也就算了 还要人家磕响头 批心哗哗的一顿话下来 惊呆了不少人 尤其是刚来的小雨 和她带来的两名同盟 这神兽 竟然会说话 有意思 回过神来之后 小雨并没有怒火冲天 而是指着批心说道 你这头神兽 我要定了 要 要定 批心一脸嫌弃地说道 别看你那规模不小 可我已经是明草有主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这话 惹得夏北辰不禁一笑 并说道 老兄 你这脸皮的厚度 又增加了 批心则回道 这不是跟你接触多了 就跟你学了 有趣 小雨说着 嘴角微微上扬 接着 夏北辰和批心 便感觉到了一股威压 不过 很快批心便释放了一个强大气场 将小雨的威压 给降到了最低 看来 收服了你这头神兽 这男人便任由我拿捏了 小雨见威压 很快就被化解了 便觉得 夏北辰取胜的关键 在于他坐下的神兽 呵呵 批心笑了起来 你是不是搞错了 本末倒置了 小姑娘 哦 小雨寄出了自己的天机伞 天机伞升空而起 到了夏北辰和批心的头顶 在距离他们脑袋一丈高的地方 忽然有小便大 紧接着 一道清光从伞盖下投撒下 将下方的夏北辰和批心 笼罩在了其中 批心提醒道 小心 这天机伞可不是什么等闲之物 它会让人置换 并在幻境中不知不觉地死去 你认识这把伞 夏北辰问道 批心回道 我不仅认识这把伞 还认识他的上一代主人 见识过他对别人的伤害 我虽然听过天机伞 但还没领教过 不知道他反弹回去 会是怎样的结果 夏北辰说着 脸上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 什么 批心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了夏北辰一声反弹 脱口而出 随即夏北辰提醒起了 被他们救下的那五个人 往我这边靠 五个人立马靠了过来 夏北辰飞快地 启动了无尽领域的传送 下一刻 将五个人带进了无尽领域里 小可 小松 出来迎客 夏北辰招呼了一声 来哥来了 两个小动物应了一声 便朝他们赶了过来 这五个人 是天玄宗的师兄弟姐妹 替我照顾下他们 好嘞 小可和小松回道 保证照顾得稳稳当当的 这位公子 就在夏北辰要出去的时候 之前的那位 凌元静的女子说道 公子请留步 夏北辰停了下来 看向了她 可告知身份不 对方请求道 无名小卒罢了 夏北辰并没有打算告诉她 不料对方却说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公子应该也是 天玄宗的弟子吧 这倒是让夏北辰 不经畏之一了 难道我暴露了 对方接着说道 星光复乃是天玄宗的 天玄星术的术法之一 他对非天玄宗的人 杀伤力可不小 但是对公子 却是没有丝毫的伤害 如果公子是 林海静 或者更高的修为 那我倒不会觉得奇怪 可公子的修为 仅是灵动静中期 天玄宗对你 却是没有一丝伤害 足以证明 公子 你便是我们 天玄宗的弟子 听到他的分析 夏北辰觉得有道理 因为 星光复是对 同门没啥伤害的 至外人于死地 却对自己人 最多就像绳索一样的 捆绑感 见夏北辰没有说话 对方继续说道 如今 天玄宗已经被 封信子为首的 逆臣贼子把控 搞得乌烟瘴气 更是不惜残害同门 公子你身法了得 如果可以 请带领我们一起 当敌你贼 说着 他对着夏北辰 深深地拘了一躬 见状 夏北辰急忙上去 扶住了他 说道 师姐 不必如此 听到他叫自己师姐 女子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 证明他的猜测是对的 随即 夏北辰拿出了 自己的身份牌 女子接过来一看 赫然是外门弟子的身份牌 你 你是外门弟子 他愣住了 其余的四人 也是愣住了 如假包换 夏北辰拱手道 我叫夏北辰 见过诸位师兄 师姐 没错 在场的 修为都高于他 且入门也比他早 夏北辰 一位男子眉头一皱 随即恍然道 想起来了 这不是那天宗主被陷害 他揭穿逆贼们阴谋的 外门弟子吗 啊 其他人 大为震惊 夏北辰点头道 正是 女子回过神来 问道 那我们宗主 第125章 掠夺 无实效限制 不用担心 宗主好得很 夏北辰说道 死的那个是冒牌的 五个人一听 顿时热泪盈眶 有人问道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夏北辰回道 等我处理完外面的人后 我再让你们出去 和云星会合 云星 听到夏北辰 直接叫宗主的名字 而且那么轻密 让五个人暗自吃了一惊 好了 你们在这里好生休息 我先走了 夏北辰说着 便和披星离开了无尽领域 回到了外面 夏北辰看到 地上躺了不少人 有的人重伤 有的人轻伤 当然 也有人毙命了 就连小雨 现在嘴角都流出了一抹鲜血 很显然 都是天机散的杰作 夏北辰收回了目光 说道 看来你们 是经历了一波幻境的生死考验 可恶 你到底使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 小雨抹了抹嘴角的血迹 卑鄙 你是在骂你自己吗 夏北辰笑道 这难道不是你天机散的威力 虽然只有七层 我就不信你一个灵动镜 还能翻了天 被一个灵动镜弄得翻了船 小雨的自尊心都受到了打击 随即 对夏北辰疯狂地发起了攻击 夏北辰乐了 皮心老兄 站稳了 不要慌了针脚哦 放心 有你那变态的技能在 我趴下睡大觉 都不成问题 嘿嘿 在夏北辰的笑声下 小雨发起的攻击 都被她给反弹了回去 结果便是 她的修为太高 以至于殃及了鱼池 毕竟 修为越高 反弹回去的七层威力 也越高 她自己还能抵挡得住致命一击 可那些之前追杀而来的弟子 就没那么幸运了 几招下来 二十多人 只剩下不到十人 你越对我痛下杀手 你身边的人就死得越惨 夏北辰提醒道 收手吧 我会饶你一命 天玄宗的弟子 宁可战死 也不求饶 小雨捂着心口 说道 那是对外 现在是同门残杀 何必呢 说着 夏北辰取下了贴在嘴巴上的八字胡子 接着 将身份腰牌丢给了小雨 作为天机风的得意弟子 小雨自然也是参加了那天 接待几大宗门的长老的宴会 也知道了一个叫夏北辰的外门弟子 紧急时刻 揭穿了封信子等人 坏了他们的好事 而且 还见过夏北辰 只是毕竟没有过多焦急 所以贴上胡子之后 他一下子没有想到 是谁 毕竟此时的夏北辰 可不是那天的零五镜 也不是这一身衣服 换成谁 也不会觉得 就是他 短短的几天 竟然晋升了两个境界 然而 就在小雨震惊之际 夏北辰赫然又提升了 刷的一道光滑落下 他从灵动镜中期 变成了灵动镜后期 这取决于他这几次战斗中 积累的经验 爹 系统空灵的声音传来 恭喜宿主的修为再创新高 刷新了天穷大陆的提升速度 特奖励 掠夺技能 宿主 可对任意目标 使用该技能 即可掠夺对方的攻法和武器等 此技能 可以看作是 复刻技能的升级版 但最大的区别是 他无时效 666 夏北辰忍不住给系统送去了赞 任意目标 也就是无视境界 开玩笑 有了这玩意 还那么辛苦干嘛 直接躺平加躺鹰 夏北辰二话不说 直接就对 还在震撼于他突破修为的小宇 使用了该技能 因为 现在 就他的修为最高 就如同之前的复刻技能一样 挑修为最高的来就完事了 瞬间小宇的攻法和天机伞 被夏北辰给掠夺了 来 尝尝你自己实力的滋味 夏北辰对小宇说道 话音一落 对着他便是一顿输出 几个呼吸间 小宇便瘫软在了地上 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了反手之力 甚至已经没有了腹肌之力 夏北辰将天机伞 没收进了无尽领域里 从披星身上下来 走到了他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说了 饶你一命 一会后 从他身旁饶了过去 往天玄宗的方向走去 北辰兄弟 你刚刚又是怎么回事 为何可以 将对方的攻法和武器 占为己有呢 哈哈 刚得到的技能 夏北辰笑道 这 披星已经想不出 任何词来形容了 许久之后 问道 所以 我们现在直接这样 上天玄宗 嗯 夏北辰说道 待会挑他们 修为最高的来 我想 一定是松云子了 披星综合了之前的信息 说道 松云子都没有 他徒弟小宇的 修为高了 小宇早就是 青出于蓝 胜于蓝的存在 对付松云子 岂不是绰绰有余 哈哈 有道理 夏北辰说道 反正 谁就为最高 谁就是我的目标 声音颇具穿透力 小宇一听 神色可谓是五味杂陈 等等 就在夏北辰和披星 走了几丈远的时候 小宇的声音 在他们身后传来 率先停下来的是披星 然后他提醒了一句 他叫我们呢 不过 在披星提醒了之后 夏北辰还是停了下来 但 没有转回身去 依旧是背对着小宇 小宇走了过来 来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我跟你们一起回去 犹豫了一会 他说道 夏北辰瞥了他一眼 说道 犹豫了 那就是立场不坚定 你还是洗洗睡吧 女娃 你不去追杀你那些同能了 披星在夏北辰说完后 立马问道 小宇自责地说道 我踏上修炼之道 只为寻求至高真理 维护世间正义 修的正果 这些时日 是我糊涂了 披星在问 可站在我们对立面的是你师父 你舍得对他动手 小宇抿了鸣嘴 说道 我会劝他回头 夏北辰这时却问道 你觉得他 回得了头吗 小宇一时语色 好一会之后 他无比严肃地回道 如果真到那个地步 我就死劝 话音一落 他便拿出了一把匕首 在自己的手掌上一划 鲜血 顺着刀刃流了出来 最后滴落到了地上 夏北辰静静地看着他 也不知道 这妮子 是不是在他面前演戏 不过 哪怕是演戏 也无所谓 刚才他就已经被打败了 这 披星凑到了夏北辰耳边 还是快点决定 让不让他跟着吧 否则时间耽误了 嗯 夏北辰微微点头 随后抬眼看着小宇的眼睛 说道 修炼之道 走成人样 还是狗样 最主要的 还是看你自己 说着 他将天机伞拿了出来 让其悬停在了小宇的面前 天机伞还给你 用它来危害世间 还是匡扶正义 你自己选择 小宇一听 身子猛的一顿 我们走 夏北辰招呼了一声披星 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了几步路 一跃而起 坐回了披星的后背 披星搜的一下 已经是离开了数十丈远 当快要达到天玄宗建筑群的时候 忽然一道清光冲天起 到达一定的高度后 清光不再继续上升 而是朝四周呈圆形扩展 如此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光幕 光幕的下方 符文跳动着 第126章 兄弟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是 披星带着夏北辰 来到了一个大石头的后面 惊讶地看着天穷上的变化 虽然上方是清光 但这些符文的光泽 倒是暗光 如果我没有猜错 夏北辰停顿了下 然后坚定地说道 融合了天玄宗 和世魂谷的功法 一起创造的法阵 法阵 披星沉吟了一会 说道 要不 我去试试 能不能破了它 说着 就要变身人形 准备行动 别冲动 夏北辰立马按住了 披星的皮头 这个法阵 还不知道是防御型的 还是攻击型的呢 你贸然行动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听后 披星谨慎地说道 如此说来 是得悠着点 这就对了 夏北辰松开了手 笑道 披星扫了一眼前方 如今整个建筑群 被笼罩在了其中 不管是防御型 还是攻击型 都有些棘手啊 还是得先试试 夏北辰说道 披星差点无语 收回了目光 问道 怎么是 自然不是冲动的事 而是 夏北辰伸出了手 张开了手掌 只见手掌 释放出了淡淡的清光 虽然和天穷之上的 规模和亮度 没法比 但披星却看得出 夏北辰掌前的清光 不简单 蕴含了磅礴的灵力 就像是一浓缩型的法术 几个呼吸之后 夏北辰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 披星看在眼里 看来 要来大招了 掠夺 夏北辰轻轻一鹤 手中的清光 便朝那跳跃着 暗光符纹飞去 哄 一声巨响 震天动地 覆盖在建筑群上方的法阵 赫然也跟着震动了起来 这就是 你之前对小宇那小女娃 用的那招吗 披星长大着嘴巴问道 是 夏北辰回道 不过现在 是对法阵使用 我也不知道有何效果 太变态了你 披星忍不住感慨 庆幸自己和戴月当初 能够及时地弃暗投明 否则的话 惹上这么一个变态的家伙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法阵震动之际 几个清光 从建筑里飞了出来 不过仍然是置身于法阵里 何人偷袭 声音透过了法阵 朝外面传来出来 夏北辰一看 为首的 竟然是掌管天机峰的二长老 松云子 在风信子这只老虎没了之后 那他现在就是天玄宗的猴子大王 在松云子的左侧 分别是天书峰的几名 执事及风信子的得意弟子 右侧 则是他松云子的几名 得意弟子和几名执事 看来情报没错 这松云子 果然已经达到了 炼神境大圆满 如今眼前为时 还是让夏北辰吃了一惊 之前听你说 他短短几天时间 就从炼神境初期 提升到了如今的炼神境大圆满 看来确实有点意思 执行看着松云子说道 不过 我发现他的气息不是很稳 而且 隐约有种暗黑的气息 夹杂在里面 夏北辰说道 如此说来 怕是借助了是魂骨的力量 来达到如今的修为的 那 下一步怎么做 执行询问道 夏北辰这时收回了手 说道 搞定 我们去会一会他们 搞 搞定了 披星一愣 竟是没反应过来 后续没看到呢 不过 既然夏北辰说搞定了 那就是一定搞定了 所以 他驮着夏北辰便朝外飞去 最后停在了法阵外面 和松云子等人 处于同一高度线上 是你 松云子等人看到夏北辰的那一刻 大吃了一惊 看来 真如传言所说 你没死 松云子看着他说道 如此 那叶云星也还活着了 很不巧 夏北辰说道 死的人 恰恰是你们的同党 对了 是不是很久没有收到 封信子那老豆逼的消息了 松云子一听 眼神凌厉起来 什么意思 死了呗 夏北辰轻描淡写地说道 其实不用我说 你们应该也会感觉到吧 说着 夏北辰给他们丢进去了一块玉符 灌入灵力 就会看到你们想看的 松云子接住了玉符 内心再次被震惊了 他们已经布置了护山法阵 别说是人了 就算是一只苍蝇 都难以进来 而夏北辰 却是轻而易举的 就将这块玉符给丢了进来 好一会后 松云子才回过神来 半信半疑地看着手中的玉符 犹豫了一会 他才灌入了灵力 随即玉符从他手中 抬升到了半空 一个画面便投射了下来 这块玉符 是叶云星在他和披星 前来天玄宗之前 交给他的 目的就是让天玄宗上的叛徒们 看看头号叛徒的下场 不久 松云子等人便看完了 他们天玉符的人 表情却没有显出 什么多大的哀伤来 反倒是天书峰的执事 和得意弟子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师父好歹也是练神经初期 怎么会这么轻易死了 一定是你们弄的假消息 封信子的首席大弟子 图小图 发了封实的喊道 图师直 冷静点 天玉符的一位执事 拍了拍图小图的肩膀 解爱 松云子则看着外面的夏北辰说道 这玉符 非洞天境修士 不能传输画面 可纵观我天元大陆 能达洞天境者 少之又少 我不信你认识这样的人 夏北辰大笑了一声 我想 你已经猜到是谁了吧 何不大胆地说出来 结果松云子没说 他身边的天机风执事 说了出来 莫非是叶云星 另一位执事则说道 叶云星中了淫魔果 虽然大难不死 但也不可能晋升到了洞天境 夏北辰笑道 就喜欢你们这样自信的样子 随即 他直视松云子 你是天玄宗的二长老 此次叛乱 你也难逃责任 如今封信子已死 如果你带领诸位同门放下执念 回归本性 那自然是可以留你一条命的 松云子嘴角一撇 质问道 就凭你 哦 夏北辰无所畏惧地说道 看来 你也是贪图宗主之位 极其权力的了 罢了 看来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松云子说道 口出狂言 看你能否留下 全尸再说吧 杀鸡烟用牛刀 这时 悲伤的天书风 图小图愤恨地说道 松云子看了一眼他 图失职 那这个人就交给你了 萧北辰冷笑一声 上一次说 杀鸡烟用牛刀的人 早已经化成鸡粉了 兄弟 你可要想清楚了 然而 他话音未落 图小图就朝他掠了过来 第127章 抠脚大汉一起击剑 双剑何必 北辰兄弟 匹心主动请应 这个家伙就不劳烦你了 交给我来收拾即可 夏北辰却是说道 不用 给他来一道结剑 阻挡他一下 呃 匹心威愣 但还是立马照做 眼看图小图就要掠到法阵的边缘 忽然崩一声闷响 脑袋率先撞到了 匹心布置在前面的结剑 这一撞 撞得他七荤八素的 夏北辰则称这个机会 对着松云子等人说道 不要浪费我时间 你们一起上吧 什么 结果 松云子那几人还没震惊 匹心就先震惊了一番 喂 北辰兄弟 你要是单独对上一两个 我觉得没问题吧 可对面近二十个人呢 而且 最少都是林海竞出七 夏北辰嘴角自信地上扬 随即说道 你忘了在山脚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的话了 谁修位最高 谁就是我的目标 话还很压运 想起了之前夏北辰在山脚的时候 对付小雨等人的手段 披心那玄珍的心 也放了下来 也是 小雨都已经练神经大圆满了 不照样在他夏北辰的手里吃亏了 这回 轮到对面的松云子等人 震惊了 松云子师兄 这小子敢这么挑衅我们 我想他的手里 一定握着一张底牌 天机风的一位直士说道 我也这么认为 松云子的二徒弟宋思流 也是谨慎地说道 师父 还是让我来吧 点了点头 松云子说道 你图师兄林海晶后期的修为 比你高一重 或许可以与他携手破敌 北辰兄弟 这些家伙还挺谨慎啊 披心听着他们说的话 对夏北辰说道 夏北辰说道 天玄宗的这些人 各个都是人精 你以为像外面 见到的那些二百五那样 各个是二哈 二哈是什么 狗子 宋思流去扶住额头上 已经起了一个大包的图小图 图师兄 你没事吧 图小图拉着面子说道 没事 刚刚是我大意了 大意 宋思流趁图小图不注意 暗自笑了一下 图小图揉了揉额头 宋师弟 我们一起击剑 来个双剑合璧 将这小子灭了 好 宋思流当即答应 夏北辰则被他们说的招数给雷到了 这尼玛是什么神仙招数 击剑 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基剑吗 而且 还能双剑合璧 原本想要用掠夺给他们一网打尽的 结果听到他们说这个 夏北辰倒是改了注意 先看看 他们是如何基剑 如何双剑合璧的 批心也是抱着和夏北辰同样的心思 所以 这一次没有主动请应 出于谨慎 图小图和宋思流没有越过法阵 而是置身于法阵的边缘 和夏北辰 披心拉开着一定的距离 图 宋两人守绝一掐 各自的剑便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剑 很常规 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只是 他们拿剑的时候 却是拿剑的手 翘起了兰花纸 那动作 差点让夏北辰 有种看到了岳不群的记事的 正 图小图和宋思流两个人的剑 交织在了一起 夏北辰以为他们的剑迸发出来的术法 会是清光 结果一看 竟然是 特么的粉光 没错 少于粉 还好叶云星不在 不然得要被他们气死 堂堂天元大陆的修真巨拨 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剑法 北辰兄弟 这就是你们天玄宗的双剑合臂吗 披心脸上大写的好奇 呃 不是 绝对不是 夏北辰差点不知道怎么解释 只好扯个理由忽悠下了 怎么说呢 其实这是道旅之间 或者同门师姐妹之间休息的 也叫鸳鸯剑法 或者闺蜜剑法 谁知道 这两个家伙也学了 就在他们说着话的时候 图小图和宋思流的剑分开了 并且 图小图在左边 宋思流在右边 同时花了一个半边心红心 当心成了之后 他们喝压一声 剑指指夏北辰 粉红色的心 便立马向下北辰冲了过来 妈呀 披心喊道 这要是被他们的心击中了 会不会爱上他们 这话 听得夏北辰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还附送了一个冷战 不行 特么地受不了这两个鸡老了 夏北辰不悦地说道 随即守绝也是一掐 不过他并不是 挤出他的剑 而是 使用了起了自己的技能 忽然 建筑群上的法阵 开始出现了波动 那刻有两个抠脚大汉 图小图和宋思流 双剑合臂下 释放出来的粉色心形剑气 竟然被反弹了回去 啊 图小图和宋思流 惊讶地大叫了一声 眼看粉色心形剑气 就要轰到他们身上 二师只小心 天书峰的一位直士 急忙掠到了他们面前 准备替他们化解剑气 结果 轰 剑气 还未等他有所反应动作 就轰在了他身上 嗯 夏北辰和披心 发出了一声疑惑 因为 他们原以为 那心轰到人之后 会和其他形态的剑气一样 给予人一定的创伤 结果 却是发现 人没有一点皮外伤 难道是内伤 内伤比外伤更惨 然而 下一秒 夏北辰和披心 就发现自己以为错了 只见这天书峰直视 遭受粉色心形的冲击了 深周赫然冒起了一颗颗 不同大小的粉色心形 而夏北辰更是发现 这效果 跟撸啊撸狐狸的异技能魅火妖术很像 那只是中了剑气之后 如同喝醉了一般 眼神都是迷离的 还摆出了妖野的姿势 夏北辰第一次见这样的 不好 天书峰的一位直视急道 这招数会扰乱人心智 变得极其淫荡 见到石头 大树就想过去对几下 这 这么夸张 天书峰的另一位直视 瞪大了双眼 问道 没错 天书峰说法的直视解释道 而且 不对道破皮出血 都不会罢休 夏北辰和披心听后 则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你马 自作孽不可活啊 刺激 很快 天书峰这中了双剑和壁剑气的直视的目光 停留在了下方的一棵大树上 松云子心头猛的一跳 赶紧对着对身边的人吩咐道 快 你们赶紧拦住他 第128章 大势已去 后悔也来不及了 几个弟子立马飞了过去 想要组织他们的直视 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不然的话 到时候 不仅是魔秃鲁皮那么简单了 搞不好会绝后 可是 几个人刚到他面前 准备出手的时候 却被他先发致人 尤其是天书峰的一个弟子 被他抓住 就将其掰了过来 隔着衣服 就是从后面一对 这弟子条件反射下 惊叫了一声 脸色也是这样的通红 是又羞愧 又无地自容 巴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各位师兄弟 还不快点 他只好对一起来的师兄弟求助 快快快 几个人一起上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他们的直视给制住 为了预防他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松云子将他击晕了 并对一个弟子吩咐道 带他回去吧 不带他走 恐怕天玄宗的面子 都要被丢光了 是 这弟子回了一声 便带着中了双剑 何必的直视离开了 北辰兄弟 还好你有高他们一筹的绝技 不然的话 说到这里 披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然后才继续说下去 不然的话 出洋相的 恐怕是我们了 是啊 夏北辰赞同他的说法 此外 他们也算是自作孽了 听到夏北辰那侮辱性的话和笑声 松云子一脸的不悦 马上命令道 日后宗内男弟子之间 不允许休息双剑合璧 是 身后的众人听令 图小图和宋思流的双剑合璧 被夏北辰破了之后 脸上满是猛逼的样子 一个灵动静后期的家伙 竟然一招就能轻而易举地 把他们的双剑合璧给破了 所以 两个人的内心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要知道 宋思流是林海静中期 图小图则是林海静后期 这要是换成别的修士 来对战他们三个 下场就是 刚刚那位直视的样子 师叔 师父 弟子无能 未能击败他 师兄弟俩来到了松云子的面前 羞愧地说道 不过没等他们说话 松云子便抬手 示意他们不用多言 让他们退到了身后 松云子则往前了一仗 副手而立 对夏北辰说道 既然你有两下子 那就游来 送你下地狱吧 夏北辰则笑道 你应该庆幸 你刚才派了那两个废物 来延长了你们覆灭的时间 狂妄 松云子一边骂着 一边祭出了自己的剑 窝犯剑 顾名思义 这剑的属性为水 使用的时候 释放出水 甚至形成巨大的漩涡 来吞噬对手 松云子 你当真不愿意回头 夏北辰问道 松云子伸手握住了窝犯剑 剑指夏北辰 你如果是怕了 就乖乖地自费修为 然后滚下山去 迟迷不悟 夏北辰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摇了摇头 没救了 既然这样 就不要怪物 不念同门之情了 是时候 送你们上路了 哼 松云子轻贺一声 不自量力 话音一落 他便情剑 朝夏北辰和披星 打起了进攻 一个巨大的漩涡 在天穷他和夏北辰之间形成 并且 乘逆时针旋转 周边还有不少水滴 因为旋转而被甩出来 一时间 周围空气的湿度都大了不少 温度也低了些许 哼 漩涡出现了一下 略微停顿了片刻 便朝夏北辰冲击而来 夏北辰却是面不改色 没有丝毫的畏惧之感 眼看漩涡就要冲到法阵的边界 夏北辰此时 嘴角竟是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抹脚侠的微笑 不过 这脚侠的微笑 松云子却是因为漩涡的遮挡而看不到 嗖嗖嗖 呼的 法阵内的符文 猛然从暗光的状态 变成了金光状态 并朝漩涡猛地扎了进去 噗 漩涡竟然被符文给击散了 漩涡的水 四处飞散 最后 纷纷往地上灵去 什么 松云子身后的人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万万没想到 恋神经大圆满的松云子 所施展的漩涡一击 竟然被化解了 前后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是怎么做到的 图小图眼睛瞪得老大 有疑问 留着夏辈子问吧 夏北辰的眼神 忽然变得异常凌厉 并且 话音一落 法阵便发出了争的一声 松云子扫了一眼四周 发现法阵正在快速缩小 不妙 快 夏落 松云子急忙喊道 夏北辰则说道 徒劳 法阵突然加快了缩小的速度 并且以泰山压顶之势 由上自下压去 瞬间 就将松云子等人压到了地上 哄 几个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砸到了地上 砸出了一个个深坑 建筑群中的一些弟子看到之后 纷纷跑了出来 结果 法阵的余威还在 哄 那些金光符文立马化作了一支支箭矢 朝这些好事者击射而去 一时间 血色弥漫 哀嚎声不断 披星忍不住喊道 北辰兄弟 你这什么招数 杀伤力如此之大 以欺人之道 还致欺人之身罢了 夏北辰说道 莫非就是刚才对小雨那女玩使用的那招 披星猜测道 没错 我掠夺了这个法阵的所有功能 夏北辰一边看着下方 一边说道是防御法阵 那他也会反过来为我们防御他们的攻击 是攻击法阵 那他就被被我利用来攻击他们 原来如此 披星点了点脑袋 现在看来 这个法阵 防御和进攻都有 夏北辰接道 对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块玉符和你的结界能进去的原因 因为 已经被我破掉了他的防御属性 披星也看向了下方 现在看来 效果不错 他们好像动不了了 夏北辰分析道 如果我没猜错 这个法阵 真是他们融合了天玄 士魂 两个门派之长所打造出来的 他比青蓝宗和玄青宗的护山大阵 还要强 只不过 遇上了我 说到这里 夏北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神色 披星老兄 我们下去吧 好 披星带着夏北辰下到了广场 悬停在了三丈高度 俯视着下方的一切 此时 法阵的攻击 已经停止 说来也是神奇 这法阵 竟然只对人有攻击效果 那些建筑 就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看来在布这个法阵的时候 他们将建筑物的保护 都考虑进去了 否则 此时的天玄宗 早已经是一片废墟 可嗨嗨 一个深坑里 传来了几声咳嗽声 夏北辰和披星一看 发现是松云子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他的手 正在捂着胸口 嘴角 已经流出了一丝血 不过 血 不是红色的 是乌黑色的 快去看看其他人 松云子对那些侥幸 在符文变化的箭语中活下来 但只是 受了轻伤的弟子说道 这些都是 跟着他和封信子的反叛分子 他们立马去检查 其他人的情况 夏北辰也不着急 将他们一网打尽 现在试魂谷 驻扎在天玄宗的人 还没出来 总得留一些人 届时好在是魂谷的人 不出来的时候 可以逼供 不一会 那些弟子便去而复返 回二长老 其他 其他人 都陨落了 什么 松云子身子猛地一垮 瘫坐在了地上 刚刚接近二十人的团队 现在就只剩下了他一人 这落差感 如同一把尖利的匕首 狠狠地扎入了他的心窝里 基本上 跟着他和封信子 一起反叛的人 都折损了 剩下的那些弟子 已经掀不起任何风了 夏北辰看着他说道 松云子 你们大势已去 后悔也来不及了 叶宗主对你们几位师叔不薄吧 你们非但没有好好辅助他 还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你们死了之后 用什么颜面 去见天玄宗的列为祖师 松云子也看向了夏北辰 今日折在一位外门弟子手里 出乎我的意料 你很强 夏北辰脸皮厚地说道 你是为数不多 承认我强的 那我就收下这个夸赞了 看来 你这么谦虚的份上 我就留你全尸 夏北辰 寄出了一把遍体 都是水样子的剑 刚才你用窝饭剑 那我就以谁属性送你一程 话音未落 剑指松云子 松云子调息了之下 缓解了下自己的伤情后 正了正身子 整了整衣冠 我好歹也是天玄宗 掌管一封的二长老 岂能这么容易束手就轻 他一脸严肃地说道 不过 说话的力度 明显比之前的弱了不少 讲究啊 松云子 夏北辰说道 松云子没有接话 而是手绝一掐 他的那把 刚刚因为掉落坑里 而一头扎进地里的窝饭剑 便回到了他的手里 握住剑柄的那一刻 一声剑银传出 你比封信子有骨气 夏北辰说道 但 你却和他一样糊涂 你不应该和他同流合污 松云子也是剑指夏北辰 来吧 小子 且慢 就在这剑拔弩张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声音划破了天际 随即 一道尾燕从山下急速飞来 第129章 愿为你奴仆 包括奉献我自己 靠 夏北辰暗自骂了一声 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披心扭头回看了一眼 他怎么来了 有一伞 就在他们两个 各自嘀咕之际 一把伞出现在了夏北辰 和松云子之间 没错 来者 正是松云子的首席大弟子 小语 小语 你来了 快把他宰了 松云子见到小语的那一刻 如同九汉冯甘霖 见到了一丝生机 然而 当小语来到天际伞旁边 立于一侧的时候 他并没有对夏北辰动手 而是 看向了松云子 师父 收手吧 什么 松云子不敢相信地 看着自己的首席大弟子 你 你说什么 虽然知道 师父听清楚了自己的话 但小语还是再次重复了一遍 师父 收手吧 甚至 他还一边扫着广场上的尸体 一边还加了一句 不要徒增不必要的内耗了 松云子怒道 小语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师父 小语落到地面 扑通一声 对松云子跪了下来 正是我知道 我才劝你收手 你 松云子原本缓解了的伤势 瞬间又加重了 尤其是内伤 你知不知道 你的二师弟宋思流 就在刚刚被他给击杀了 松云子仰天长笑 逆徒 逆徒啊 听得那些侥幸活下来 但已然受了伤的弟子们 心有余悸地看着他 又五味杂陈地看着小语 要不是二长老松云子 通过特殊手段 短短几天从炼神初期 晋升到了炼神境大圆满的话 在年轻一辈中 除了宗主叶云心 就是小语修为最高了 而且 小语的修为 比他师父的更为稳固 小语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一丝鲜血 从嘴角里渗了出来 他没有抹掉嘴角的血迹 并对松云子说道 师父 我已经败给夏北辰了 我承认 我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 松云子再次震惊了 他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 带着水分的 所以 哪怕输给身怀绝技的夏北辰 也不算冤 但自己的首席大弟子小语 已经在炼神境大圆满的地步很久了 可谓是稳如泰山 和他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果 他也败了 松云子看向了夏北辰 难道 一个外门弟子 有如此手段 是败叶云心所赐 夏北辰则说道 是 但完全不是 小语这时 抬头看向了夏北辰 夏公子 念在同门的份上 还请饶了我师父 说着 他跪着调换了方向 被夏北辰磕了一个头 小语师姐 我本给过你师父机会 夏北辰没有因为此而动容 反而语气冷然地说道 但他执迷不悟 执意要战 如今落的这个下场 也是他旧游自取 听到夏北辰叫自己师姐 小语心中有些欣慰 看来 他认同他 还是同门的 咬了咬嘴唇 小语说道 如果夏公子放我师父一命 小语甘愿 为你奴仆 为你做任何事 此话一出 周围的弟子们 都惊呼了起来 这 小语师姐不是下跪 就是求饶 这几百年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他 我又何尝不是呢 这叫夏北辰的那门弟子 怕是第一人吧 如此说来 那些死去的家伙 死在他手里 也不算冤 而作为这件事 主角的夏北辰 没料到小语会这么说 他和叶云星一样 是天玄宗 乃至天元大陆的天之娇女 说出来这样的话来 不仅是那些同门惊讶 连他夏北辰也惊讶了 但退一步想 也属实正常 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他是松云子的第一个徒弟 数百年来 一直尊尊教导 让他有了如今的境界 如果他不求情 反倒是冷漠了 可谓是六亲不认 当真可以做任何事 夏北辰露出狡黠的笑意 当真 任何事 包括 奉献我自己 小语坚定地说道 夏北辰看向了松云子 看到了没 松云子 你的大徒弟 可比你的二徒弟出息多了 松云子身子猛的一阵 夏北辰将视线移回到了小语身上 随即说道 我可以饶了松云子一命 但他必须自费修为 此话一出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修为是一个人 行走在这个世界的底气 尤其像松云子这样 是已经站在了 天元大陆金字塔顶端的一类人 让他废了修为 也一语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要是逐出师门的话 恐怕 不出三天 甚至不出三个时辰 不是被人宰了 就是被妖兽给吃了 不过 夏北辰的话 还没说话 只听他严肃地说道 从此以后 幽闭尽地 不得问世 短短十二个字 便决定了松云子余生的归属 当然 选择权和决定权 还是在松云子手里 修为是他自己的 命也是他自己的 师父 小语听后 看向了松云子 他已经知道了风信子的下场 所以 不想看到自己的师父到头来 别说一具尸体了 连渣都不上 松云子再次正了正身子 说道 在天玄宗 忤逆乃是死罪 就算你下北辰饶了我 叶云星也不可能饶了我 何况 我已经中了蛊毒 下场 只有和风信子一样 没想到 松云子也中了蛊毒 难怪他嘴角的血色是乌黑的 什么 小语尖头猛地一颤 说着 他疯了似的朝松云子跑去 结果 松云子一道结界 打在了他们之间 小语还没靠近 就被弹飞了好几仗 不要过来 松云子警告道 否则 你也会死 小语哭着说道 师父 你快让我过去 我看看能不能解了你蛊毒 没用的 风信子 就是被这蛊毒害得身死盗销 松云子摇头道 所有中了蛊毒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修为越高 发作的时间 就越快 要不是我有密法临时镇压 恐怕这回 已经 说到这里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看了一眼天书风和天机风的那十几个人 已经有人开始黑话了 夏北辰听到松云子的话之后 也是警惕地注意着广场上的动静 要知道 刚才的那十几个人 虽然修为没有松云子高 但是也中了蛊毒 只要中了蛊毒 那最终的下场 都是会和风信子一样 见状 夏北辰只好让手中的剑 化作了一股天火 搜搜搜 天火降落在了尸体上 瞬间点燃了 为了防止有黑化的漏网之鱼出来 夏北辰还在他们上方 加了一道防御结件 省得那些古毒化作虫子 危害天玄宗 松云子看到这火后 输了一口气 他看夏北辰的眼神 也少了几分恨意 夏公子 你是不是有办法 小语看向了夏北辰 哭着问道 夏北辰摇了摇头 截指目前 别说是我了 宗主也是 所以 面对势滚骨的古毒 我们也束手无策 松云子说道 修为越高 反噬越大 反而是修为低的弟子 还有机会拯救 这话一出 一些之前跟着反叛的弟子 仿佛见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也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不做任何抵抗 打算任凭夏北辰处置 那为何我没事 小语急忙问道 你没事就好 松云子欣慰一笑 说道 小语眉头一皱 师父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师姐 忽然 这是一名天机风修为 只有心动七大圆满的弟子 说道 二长老之前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他和是魂骨的人 做了交易 把自己的领海 贡献了一半出去 啊 小语一听 脑子一片空白 夏北辰看着松云子 看来这师父 对自己的徒弟 好得没得说 只可惜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终究是扑了 封信子的后尘 在反叛之前 两封可是互相牵制的 如今落的这个下场 当真是旧由自取 夏北辰从劈心身上跳了下来 说道 时间不多了 你们试图好好做个道别吧 说完 他朝大殿走去 北辰兄弟 你不让他说出 是魂骨柱扎在天玄宗的人的下落吗 劈心跟了上去 好奇地问道 夏北辰摇了摇头 不用我来问 他回头看了一眼小语 那不是 有个大活人吗 劈心也看了一眼 随即明白了过来 久违的大殿 虽然过去没多少天 但融合了这具身子原主的记忆 反倒让夏北辰 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大殿里的摆设 没多大改变 但人 已经变了很多 正所谓物是人非 不过如此 哇 你们的大殿 是我这几千年来 经过最为雄伟的一座了 劈心进入了大殿 化作了人形后 忍不住赞道 是吧 夏北辰笑道 做我们的护山神兽 不会差吧 当然 我还想赖在这里不走了吗 劈心也笑了起来 大殿内 也被法阵的符文击杀了不少人 就在他们 走到大殿中间的时候 发现了一具 身穿不同服饰的尸体 天玄宗除了外门弟子 和内门弟子的服饰不同外 内门弟子的是一样的 宗主一脉 和其他两脉 只有在文士上 有一点点区别 用夏北辰的话来说 其实就是旗下logo的不同 见状 他们朝那具尸体走了过去 第130章 头怀送抱 腰都要搂断了 这是 披星来到了那具尸体的一侧 就要蹲下去查看一番 结果被夏北辰给拽住了 小心 话音刚落 一只黑色的毛毛虫 就从这具尸体里钻了出来 正好和披星擦肩而过 就在夏北辰以为 他会攻击人 并已经做好防御他的时候 他却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把腿就朝天玄大殿的门口逃去 你个小短腿还想跑 夏北辰对着他一伸手 下一刻他便动弹不了了 星光附在这天玄宗 对同门们没有什么作用 可对这些非人类 还是很有效果的 夏北辰没有打算 让他人道主义毁灭 而是将其吸了过来 被一股星光包裹着的毛毛虫 悬空在了夏北辰和披星面前 这毛毛虫 好像不具备攻击力 夏北辰看着他 猜测着 好像是不具备 披星壮着胆子 伸出了自己的食指 然后戳了戳毛毛虫的腹部 结果真的发现 他不咬人 也不攻击人 虽然已经被星光腹束缚住了身子 可他脑袋和嘴巴还能动 夏北辰看了一眼 地上的那具身穿着墨绿色衣服的尸体 发现是衣服上 绣着一个魂字转体 看来这家伙是是魂骨的人 披星点头道 是啊 可惜被法阵的威力击杀了 不然抓他来审问一番 停顿了下 他继续说道 没有自爆 看来他体内没有骨毒 夏北辰问道 是魂骨本意就是要控制各大门派 是你 你会让自己也中骨毒 对哦 披星反应了过来 他们是放骨之人 所以 夏北辰指了指面前的毛毛虫 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猜 你说他 会不会是能解释魂骨骨毒的解药 披星一听 眉头一挑 不排除这个可能 于是 夏北辰带着他离开了大殿 而披星则继续留在殿内 快试试用他能否解除 松云子体内的骨毒 来到了广场外 他一边走着 一边说道 结果定睛一看 哪里还有什么松云子 只有小雨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还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弟子 夏北辰已经意识到了 松云子已然曝了风信子的后尘 小雨仰天长笑 声音在天玄宗回荡着 夏北辰走了过去 拍了拍他的肩膀 节哀 小雨如同黑暗里 见到了一座灯塔 忍不住起身 一把抱住了夏北辰 夏北辰呆若目击 这 这 这 他竟是一时不知所措 好一会之后 夏北辰弱弱地问道 小雨师姐 你没事吧 小雨吸了吸鼻子 梨花带雨地回道 借你的肩膀 用用 我怕我崩溃后 走火入魔 夏北辰无语 这哪里世界肩膀 这简直是头怀送抱啊 快把老子的腰都搂断了 就在夏北辰 准备继续安慰他的时候 他竟是脑袋意外 嗯 夏北辰急忙伸手搂住了他 原来 他悲痛之下 竟是晕厥了 就连那只毛毛虫都惊讶了 算了 留你一段时间 先进无尽领域 夏北辰一挥手 作用在毛毛虫身上的星光复 便消失了 就在毛毛虫暗喜的时候 下一刻 他就出现在了一个陌生 但又满是美丽风景的地方 这看得他两眼放光 因为这只毛毛虫比较萌化 所以 他这表情有些可爱 小可和小松发现了他 朝他跑了过来 你们还愣着干嘛 赶紧做事 夏北辰瞥了一眼 那些受伤 但是还能活动的同门们 是是是 有人开始负责打扫战场 有人开始负责填平那几个深坑 夏北辰 则将小雨带回了天旋殿 北辰兄弟 之前 听说那些不参与扰乱的弟子 都被关起来了 这回是不是要把他们找到 放他们出来 披星迎了过来 问起了夏北辰 嗯嗯 夏北辰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大殿 发现这些人内门弟子收拾起来 丝毫不比他们外门弟子慢 尸体该抬去埋的埋 埋不了的就烧 烧不了的 就让其彻底消失 这不 几分钟就收拾好了 夏北辰将小雨放在一张椅子上 靠着坐下来 随即朝大殿外喊 门外所有弟子都进来 听到声音后 那些弟子 纷纷从四面八方 汇聚天旋殿 不一会儿 就挤满了人 不过 他们都面向夏北辰 每个人的脸上 都仿佛写了重敬两个字 此时的夏北辰 像极了天旋宗的宗主 还有些人 脸上多了几分惊艳之色 尤其是那些外门弟子 可以说 夏北辰是天旋宗创建以来 修为进展最牛批的那个人 那个男人 还有人后悔 怎么当初紧急时刻 揭穿封信子等人谋逆的外门弟子 不是他 各封统计下现有人数 夏北辰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 便是这 天书封 天机封 很快就将人数上报了过来 每封只剩下一千多人 看来 已经损失了大半 天旋风的人何在 夏北辰问道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回师兄 天旋风的师兄弟们 都关押在后山密洞里 忽然有个人往前了一步 对夏北辰回道 后山密洞 夏北辰眉头一皱 都在 除了之前反抗最激烈的 被下了毒手之外 剩下的迫于淫威 束手就擒 这个人说出了实情 同时脸上带着羞愧 不过 纵使这样 他们也没有背叛宗门 很好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亏是宗主一脉 不闹 叶云星知道 心里也会宽慰许多了 你来着哪一脉 夏北辰又问刚才那人 回师兄 我是刚来不久的外门弟子 萧郎中 对方继续摸了摸后脑勺 回道 师兄 我俩虽然没见过 但我已经听闻你 前几日的壮举了 现在看到你这英姿 飒爽的模样 好生羡慕 这家伙有意思 夏北辰又问 你怎么没穿外门服饰 萧郎中脸色突然一红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刚才是准备在你们大战之际 换一身便衣 以便溜下山去的 哦 夏北辰一笑 问道 为何 留在这里 也是炮灰啊 还不如另寻他路 萧郎中也耿直 大说实话 哈哈 夏北辰没有怪他 毕竟这是人间真实啊 不与风信子和松云子等人 同流合污 那就溜之大吉 惹不起 还躲不起 总不可能让他上去拼命吧 毕竟 不是谁都像他夏北辰那样 可以激活系统的 笑了一下 夏北辰便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你马上统计下外门弟子人数 是 趁着他数人数的空档 夏北辰看向了一位天书丰的弟子 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这弟子一听 心中一喜 急忙拱手道 任凭师兄差遣 夏北辰吩咐起来 你带几个人去把天书丰和其他卖不愿反叛 而被羁押起来的师兄弟姐妹们放出来 并带到这里 是 说着 对方便清点了几个人 跟他一起离开了大殿 刚走不久 萧郎中便清点好了外门弟子的人数 夏师兄 外门弟子 现今还剩857人 857人 夏北辰印象中 离开天玄宗之前 外门弟子满打满算的1000人 如今 算上新进来的几十个新人外 也才857人 还算折损的不多 如此 除了被羁押的人 还剩下不到4000人 对了 还有几位呢 夏北辰想起了 还在无尽领域里的几个师兄弟姐妹 于是当即把他们放了出来 众人这才发现 这几个之前出逃的同门 没有被追杀上 现在看来 是被夏北辰给救了 加上他们几个 巧了 正好4000人了 下面 还有一个事情 夏北辰副手而立 看了一眼众人 大家纷纷向他投来了注目里 等待着他发号施令 第131章 搞了半天 竟然不在这里 是魂谷的人去哪了 原来是问这个 一位天书风的弟子上前了一步 夏师兄 这是魂谷的人 行迹飘忽不定 我们在山上也是鲜少见到 夏北辰说道 方才在这里 就发现了一具 是魂谷的人的尸体 那人我倒是见过 天习风的一位弟子说道 好像是是魂谷派驻我天玄宗 负责给大伙中骨的 哦 夏北辰看着他 问道 这么说 这个人的身份还不低 这时 披星则说道 刚刚我查看了一下 至少也是林海晶后期的修为 天习风的那弟子点头道 是的 比现在在场的 大多数师兄弟姐妹的修为 还要高 所以 这些天也没少在我们天玄宗 作威作福 夏北辰忽然表情严肃起来 既然是作威作福 又有部分同门修为高于他们 你们为何不反抗 结果 听得这位天习风的弟子 哑口无言 羞愧难当 好一会之后 他以及部分人 羞愧地说道 我等有辱师们 我看你们辱师们倒是没有 愧对宗主是真 夏北辰语气也变得凌厉起来 要不是你们师长们死了 恐怕现在的你们还是叛贼 不知 在哪追杀着自己的同门 对此 被夏北辰救下的那几位同门 可是深有体会 最有发言人 夏北辰的话一出 几个人就指责起了他们 参与了此次谋逆的人 与此同时 那些参与了谋逆的人 立马对着大殿内的宗主宝座 跪了下来 夏北辰一看 站着的 也就是没有参与的人 不足一百 除了那五个被他救出来的 就是炮灰中的炮灰 外门弟子 可见这比例又多讽刺 你们暂且跪着 夏北辰吩咐到 回到刚才的问题 是魂谷的人 去哪了 说着 他从台阶走下了宝座所在的台子 来到了他们之间 一边背着手 一边说道 提供有用信息者 赏几品临时一百 此话一出 不少人蠢蠢欲动 夏北辰看在眼里 有些人 其实是知晓的 只是不知道 碍于什么原因 竟然选择监口 结果 现在听到赏几品临时一百的话后 倒是松口了 一个门派的人了 人心也就更复杂了 有清流 也会有泥石流 就在有人想要举手说出来的时候 却被另一人给抢先了 夏诗殿 我们或许知道些 夏北辰文生 回头一看 原来是自己救下的 五个同门中的那位师姐 也是之前在无尽领域里 通过星光复 就猜到 她是同门的那位 对了 还未知师姐方面 夏北辰语气柔和了一些 之前情况紧急 所以救下他们 待到无尽领域后 他只做了自我介绍 而没有问他们名字 师姐柔声回道 天玄峰 白糖 白师姐 夏北辰不解地问道 你刚才为何说是 或许 白糖如实回道 因为 我们也不确定 白师姐 但说无妨 夏北辰鼓励道 应该是在望东城 白糖回道 我们先前好巧不巧地 听到了松云子等人的讨论 得知了这个消息 所以 便计划着趁此机会 逃离这里 结果刚离开不久 就被发现了 后面的是 夏北辰已经知道 并就吓了他们 望东城 夏北辰眉头微皱 于妙晴不就带着玄清宗的人 去了望东城吗 叶云星为了让望东城的实力增强 还特意派了戴月前去 同时 陆玉亭安排了百号人 随戴月一同前往 没想到 自己和披星上天玄宗 实行斩首行动的目标 竟然就这么废了 搞了半天 竟然不在这里 而且 就一个负责重骨的家伙在这 夏北辰看向了披星 披星老兄 马上给戴月大姐 传达这个信息 随即 夏北辰将齐轩等人 送给他的纸贺 交给了披星 这纸贺灌入灵力 不仅可以追踪 还能带信 妥妥地传书飞贺 披星点头接过了纸贺 好 我这就去 结果 披星刚写好纸条 拿着纸贺到天玄店外的时候 东方便有数道不同的光芒 冲天起 嗯 夏北辰也发现了 光芒反射过来 一闪一闪的光亮 便急忙赶到了店外 莫非 已经行动 夏北辰说着 想了一下后 便对披星说道 披星老兄 你去支援下吧 披星回头看着他说道 我走了 你怎么办 我没事 夏北辰指了指 身后店内的众多弟子 他们还奈何不了我 有的是拿捏他们的办法 披星还犹豫了起来 不要犹豫 夏北辰认真地说道 试魂骨的人在那 远比我们计划中的要棘手 那行 披星不再犹豫 我这就去支援 如果真遇到什么情况 记得灯 我们赶来再处理 好 夏北辰塞给了他一个荷包 里面是一些丹药 你拿去 以备使用 披星没有拒绝 接过了荷包 告辞后 便化作了一道光芒 拖着尾燕 朝往东城飞去 白糖的猜测 是对的 夏北辰转身回到了大殿 刚才天玄宗的白师姐 提供了重要信息 现在奖励他一百枚几品零食 结果 话音一落 白糖拒绝道 夏师弟 你救了我和四位 师弟师妹之命 你的大恩大德 已经让我们莫尺难忘 哪里还敢要你的极品零食 白师姐 这可是极品零食哦 夏北辰将一百枚极品零食 从无尽领域拿了出来 顿时 一股浓郁的灵力 蔓延在了店内 一些弟子瞪大了双眼 真的是极品零食 平日里 只有一些修为高 深得师掌们喜欢的弟子 才有极品接触到极品零食的机会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用的普通零食 或者积攒够一定的普通零食数量后 再去兑换极品零食 一百枚极品零食 很多人只是在一些账单 或者报价单上见过 尤其是外门弟子 白师姐 我可能其他东西不多 可这极品零食嘛 多如野草 所以 小小奖励 不要拒绝 但 白糖淡薄名利 不为所动 夏北辰凑到他耳边 用只有他们两个人才听得见的声音 补充道 白师姐 我刚出的游戏规则 你可不要带头打破规则哦 先拿着吧 不行你就待事后 把他们分给你那四位师弟师妹 白糖被夏北辰的举动 惹得脸色微红 抿了抿嘴 他将极品零食收下了 多谢夏师弟 就在其他人以为没了机会的时候 夏北辰又拿出了一些极品零食 白师姐 我有些事 需要麻烦你们几位 夏师兄请说 白糖齐声回道 帮我登记下这些人里 有哪些是被中了蛊毒的 好 还有 这一千枚极品零食 继续收集试魂蛊的相关信息 你们初步筛选 觉得可以的 便奖励提供者二十枚 好 毕竟已经错过了第一个题 剩下的那些人 就别吃螃蟹了 稳点位 给二十枚即可 一时间 天玄宗的天玄大殿里 跟赶集市的 大约半个时辰过去了 东方升起了一道绿光响笛 第132章 猝不及防的报报 这升空的响笛 被夏北辰看到了 脸上露出了欣慰之色 望东城 搞定了 如今 四个城市 搞定了两个 再加上夏北辰搞定了天玄宗 那完全可以 让叶云新回来了 于是他叫来了萧郎中 萧师弟 你马上换一套衣服 前往天玄宗西边的望东城 找到一间名叫007的94 然后 让一个叫莫林渊的男子 带去你见宗主 见到宗主后 告诉他 天玄宗已光复 萧郎中立马抱拳道 夏师兄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夏北辰拿出了 一百枚几品零食给他 这个你拿着 萧郎中眼中泛起了泪花 夏师兄 这太多了 不多 夏北辰摆手道 说着 他又拿出了一样东西 萧郎中一看 竟然是一把折扇 夏北辰吩咐道 到了00794 把这个折扇拿出来 那的人就知道 是谁派你来的了 这把折扇 便是他之前和披星去94时 乔装打扮后所用的 所以 94的人自然明白 好 萧郎中接过了折扇 结果 一手拿着折扇 一手拿着装着零食的袋子 你就这样下山 夏北辰问道 萧郎中善善一笑 我的储物袋 满了 满了 嗯嗯 太小了 夏北辰于是大方帝 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个乾坤袋 我这有多余的 你拿着 这 别不好意思啊 多谢夏师兄 萧郎中接过了乾坤袋 将东西放进了里面 然后挂在了身边 刚一挂好 就隐形了 这样可以低调些 不吸引歹人的眼球 我这就去换装 然后下山 萧郎中抱拳告辞 夏北辰叮嘱道 注意安全 目送他离开后 夏北辰去到了偏殿 那些之前被关押着的同门 被带到了偏殿 三十分二的人 是天玄丰的弟子 接近两千人 剩下的三分之一 则有外门弟子和天书丰 天机丰的弟子组成 虽然天书丰 天机丰的弟子少 但也足以说明 丰信子的天书丰 和松云子的天机丰 还是有正义之事的 就拿这人数来说 都比如今的玄清宗 和青蓝宗多 天玄宗 依然是这片大陆的修真巨拨 这些被揪出来的人 已经得知了 丰信子和松云子的下场 脸上的愁容 都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 而且 也已经知道 就他们出来的人 是夏北辰 这位便是夏师兄 有人提醒了一句 他们纷纷对着夏北辰行了一礼 见过夏师兄 多谢夏师兄相救 不管是师兄还是师弟 亦或是师姐 还是师妹 都把夏北辰叫师兄了 这倒是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了 于是说道 诸位同门 该叫我师兄的 就叫我师兄 该叫我师弟的 就叫是师弟哈 结果 话音一落 他们再次感激到 多谢夏师兄 弟 相救 诸位同门客气了 还望今后 我们齐心协力 同仇敌忾 让天玄宗再续巅峰 此话一出 群情激昂 齐心协力 同仇敌忾 再续巅峰 那雄壮的声音 顿时响彻天玄宗 如此持续了大约一分钟 夏北辰打手一台 众人的声音 戛然而止 各位同门 如今望北城和望东城 已经被我们收复 可望西城与望南城 尚未收复 夏北城扫了他们一眼 再次发话 据我所知 这两个城 有其他门派的顽固分子 在驻守 至于士魂谷 有没有派人加入 尚未得知 这两个城 就像两把利剑 如果不拔除 那他们会随时刺向我们 说到这里 有人高呼 收复望西城 收复望南城 有人开了头 便有人跟上 收复望西城 收复望南城 这气势 如吞山河 夏北辰说道 既然大家决心是一致的 那等宗主回来之后 我们便出征 在这之前 封锁山门 只准进 不准出 众人齐声回道 是 这见面 像极了动员大会 一阵安排下来后 已经是一个时辰后 夏师兄 宗主回来了 正在大殿 听取白糖汇报的夏北辰 听到了一个声音 抬眼一看 赫然是萧郎中 他喘着粗气说道 宗 宗主回来了 好 夏北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随即对白糖说道 这些资料 我待会交给宗主 白糖点头道 好的夏师弟 如有其他安排 尽管吩咐我们即可 没问题 夏北辰和他结束了谈话 转身朝大殿外走去 落过萧郎中身边的时候 拍了拍他的肩膀 夏北辰说道 做得不错 你先休息下 晚点有事要交给做 多谢夏师兄抬爱 师弟定会全力以赴 萧郎中激动地抱拳说道 夏北辰立马吩咐下去 所有人殿外集合 说完 立马对刚跑腿回来的萧郎中说道 你不用 萧郎中摆了摆手 笑道 嘻嘻 没事 我跟大伙一起即可 夏北辰拿出了一枚丹药 敬灵丹 可帮助你提升修为 多谢 萧郎中受宠若惊地接过了丹药 夏北辰随后继续朝大殿外走去 一出到大殿门口 一道倩影便猝不及防地掠来 下一刻 夏北辰便被抱住了 这一幕 看待了众人 由于倩影来得有点快 众人还没看清楚是谁 有人好奇地问道 这是谁啊 莫非是夏师兄的相好 萧郎 几乎是同一时间 大家惊呼了起来 宗主敬和夏师兄 弟 抱在了一起 他们俩关系这么亲密 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 此时的叶云星 已然是洞天静的修为 比他当日 带着揭穿风信子等人谋逆的夏北辰 离开时的修为还要高 惊呼完之后 天玄宗的所有人 除了夏北辰 都依礼道 见过宗主 叶云星转过身去 看向了已经在广场上 排好队形的同门 下方的人 有些是师兄弟姐妹 有些则是徒孙 甚至更小辈的 至于叶云星 尚未收徒 所以没有清传弟子 意气风发的叶云星 摇身一变 恢复了头戴金色流苏凤冠 身着一袭珠红色 露腿长裙的装扮 妥妥的宗门女殿 随即他双手一展 说道 诸位免礼 第133章 改革措施宣布 大军整装出征 谢宗主 大家正了正身 将他拉到了一边 夏北辰拿出了白糖 帮记录下来的一些信息 随即低声说道 这是白糖师姐记录的 我看了下 有些信息和莫灵渊 给的本子里 记载的差不多 哦 叶云星拿过去 翻了翻 尤其对比起了 印象深刻的地方 果然 看完后 他合上了资料 将其收进了 自己的空间戒指 随即他走回了 刚才所站的位置 当着大家的面 拿出了一个本子 大家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了 他手中的本子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叶云星问道 所有人 除了下北辰 都摇了摇头 这是玄清宗的一位朋友 交给北辰的 现在到了我的手里 叶云星说道 这是他授予宗主之命 收集起来的情报 关于谁参与了反叛 谁残害过同门 都写的一清二楚 此话一出 不少人心头一跳 身子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这些细节 都逃不过 已经是洞天静的 叶云星的法眼 北辰 借火一用 叶云星看向了下北辰 下北辰没有犹豫 祭出了火灵 火灵落在了叶云星 和大家之间的空地上 随即 叶云星将本子丢入了火里 一转眼 本子就被燃烧 成了灰烬 天旋宗那些 不管是参与了叛乱 还是没参与的 都沉默了 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瞪大了双眼 看着那灰烬 随风飘散 震撼过后 一批人赫然跪了下来 下北辰一看 这些人都是参与了叛乱的 他们没有说话 就是这么跪着 叶云星拍了拍手 说道 天旋宗这段时间 在这场内斗中 已经折损了不少优秀的弟子 再这样下去 怕是要灭亡了 所以 过去的事 既往不救 希望你们摆正自己的心态 迎接新的开始 刚来从望北城 回天旋宗的路上 叶云星就向萧郎中 询问起了近段时间 天旋宗的情况 在下北城回来之前 时不时有不愿意 跟着反叛的弟子被残害 也时不时双方爆发打斗 最后只好 把他们都关起来 但仍然有像白糖 他们那样溜走的情况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都会被发现 一阵逃亡之下 被追上 最终的下场 要么乖乖地回去 要么被杀 白糖他们 是幸运的 另外 叶云星也从萧郎中的汇报中 得知了下北城上山后的事情 甚至 一边听 一边震惊 他的内心是 这家伙 实力又大增望 尤其是听到下北城 轻而易举的 就将松云子等二十位高手打败 一大拨人一起陪葬的时候 可谓是五位杂陈 下北城的实力增长 他是开心的 可杀了那么多同门 他又有些心疼 不过 他知道 如果下北城不这样做 天玄宗的局面 就不可能那么快被他控制住 恐怕现在还是一场恶战 杀一紧百 有时候 必须要做 既然有下北城来替他杀一紧百了 那就让他来止血吧 毕竟有些弟子 只是立场不坚定 但又碍于实力不够 就只能依附封信子和松云子等人 当叶云星对大家说出既往不救的那一刻 那些参与了反叛的弟子 已然是热泪盈眶 一位弟子站了起来 誓死追随宗主 一旦激起千层浪 剩下的人也表明了自己的忠心 叶云星看着这样的状态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下北城先前也做过动员了 所以就无需再多说什么 待他们的声音停下后 叶云星让他们起身 随后颁布了一些改革措施 即日起 取消内外门制度 新招的弟子 经过测试后 天赋高的便直接分给各位长老培养 叶云星补充道 由于本次内乱导致三脉长老折损十之八九 所以不久后 我会重新挑选几人担任长老 届时还望肩负起教导之责 是 大家齐声回道 接着 他继续宣布 测试后 天赋略低 但是快可塑制裁的新进弟子 集中一起 进入三到五年的培养期 并休息相关课程 即 采用三年制 将新进弟子分为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每个人 每一年都有相应的学分需要修的 每个年级结束的时候 举行一次大考 考验各科目休息情况 学分合格者 给予奖励 不合格者 扣除相应学分 但在第二年补修上即可 三年级培养期结束 学分合格者 颁发毕业证书 并进入长老分配池 采用随机匹配的方式 匹配长老来教导 此外 一旦匹配 长老不可拒绝 需应才施教 否则长老受罚 不合格者 则有两次复读机会 复读一年后的大考合格 颁发毕业证书 同样可以进入匹配池里 匹配长老作为师傅 如果复读一年 依然不合格 就在回炉重造一年 届时合格者拿到毕业证书 匹配师傅 不合格者 便失去了最后 留在天玄宗的机会 叶云星说完了改革措施后 大家炸了锅时地讨论起来 尤其是外门弟子 讨论最为激烈 几乎超过了五分之四的人 立马表示支持 剩下的五分之一 则还没反应过来 至于现在就是内门弟子的人来说 反应稍微弱一点 但反响也不错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 表示了支持 同样剩下的三分之一 还没反应过来 叶云星笑着说道 没反应过来的人 不要紧 慢慢消化 该改革方案 不久后就会实施 现在首要的任务 便是收复旺西城和旺南城 众人一听 立马停止了讨论 一致高声喊道 收复旺西城 收复旺南城 叶云星随即拿出了一大批丹药 这些丹药 有部分是玄清宗和清兰宗赠语的 各位按照自己的修为 来挑选合适自己的 遵命 众人齐声回道 叶云星安排起来 旺南城由于宗主 陆宗主等人 带领天玄丰弟子前往收复 旺南城由我和北城 带领天书和天机两丰弟子 前往收复 大家听明白了没 听明白了 大手一挥 叶云星高声说道 半个时辰后 我们出发 遵命 宗主师姐 我也要去 忽然 殿内传来了一个声音 夏北城和叶云星 转头看去 发现正是之前昏迷过去的小雨 叶云星凑近了夏北城耳边 问道 你把他搞定了 呃 夏北城撇了撇嘴 说道 搞定一词有奇异啊 萧师弟回来的路上 没跟你说吗 唯独缺了这个事没说 叶云星一副你自己看着半的眼神 看着夏北城 夏北城无语了片刻 小雨已经走了过来 叶云星上前了一步 握住了她的手 那你随我和北城 去收复旺南城吧 小雨没有拒绝 点头回道 好 随即叶云星安排起来 秦雅 送其良辰 披星 戴月等人的任务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半个时辰过去 大家已经准备妥当 叶云星喊道 出发 第134章 开岛与安慰 进攻计划 出发 声浪一波接一波 传遍了整个天玄宗 好在夏北城事先就在四周 安排了人职守 防止有细座潜入 不然这架势 恐怕会引起望南城和望西城的动静 天玄宗交给披星 戴月夫妻两个人 带着原来的外门弟子镇守 夏北城和叶云星 率领天书峰 天玄峰弟子 奔赴望南城 云妙晴和陆宇亭 率领天玄峰弟子 奔赴望西城 至于秦雅 宋明 齐轩 梁晴 陈云等人 则率领三宗各抽出来的一百人 则绕到望南城和望西城之间 准备唯一点打员 这样 即使有望南城和望西城的敌人 想要撤退 他们就可以及时感到 予以消灭 而之所以安排 云妙晴和陆宇亭 攻打望西城 主要是因为 这望西城里 还有玄清宗和清兰宗的参与几大门派 配合封信子 推翻叶云星宗主之位的人 当初玄清子安排宗门好几位长老 前往天玄宗 除了被夏北城和叶云星击杀的 剩下的便在叶云星离开天玄宗后 派去了望西城 同样的 陆宇亭的清兰宗 也这样派去了几位长老 并且 和几大门派 共同参与瓜分望西城的资源 所以 现在派他们前去望西城 效果是最好的 甚至有机会兵不血刃 哪怕对方死不回头 他们也有理由清理门户 至于望南城 叶云星最新拿到的情报是 有几位是魂谷的长老在 并且还有其三四流门派的弟子 想浑水摸鱼 所以 这消灭是魂谷长老的任务 就天玄宗自己来 大军浩浩荡荡地 就着夜色出发 随行的小雨 虽然是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但是她的状态 不是很好 叶云星碰了碰下北辰的肩膀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叶云星对着小雨扬了扬下巴 随即说道 你去安慰安慰她 夏北辰白了她一眼 有你这样 把自己的男人 推给别的女人的吗 叶云星笑道 早就跟你说过 另外两位 宗主你拿下的话 我也不会介意的 夏北辰来到了小雨身边 在想什么呢 小雨微微侧头看了她一眼 夏 夏师殿 夏北辰笑道 小雨抿了名嘴 回道 没想什么 你一定在想松云子的事吧 夏北辰也看向了她 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这份情 早已经是根深蒂固 是啊 平日里 一向淡泊名利的师父 竟然 小雨惋惜地说道 终究还是权力和利益害了她 你会不会怪我 夏北辰继续看着她 问道 小雨眼睛微动 问道 怪你 为何要怪你 怪你以惊艳之事 杀回天玄宗 说到这里 她摇了摇头 成是在天 谋是在人 师父被盗而迟 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何况 她转过了头去 眺望起了望南城 是魂谷才是要怪罪的 他们的野心 我已知晓 其目的 并非与各大门派合谋那么简单 而是最终 要吞并着天下 做这天下共主 夏北辰暗自吃了一惊 看来 她是个明白人 这点不仅从现在看得出来 从她之前迷途知返 也可看得出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小语说完后 没有听到夏北辰接话 于是扭头看了一眼 发现她正在看着自己 神情还有些惊讶 夏北辰回过神来 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份资料 这是我们南疆一行 收集到的一些 关于是魂谷的信息 你可以看看 小语接过了过来 翻了翻 这一下子 轮到她惊讶了 你们去了南疆 嗯 夏北辰点头道 不仅去了南疆 还和他们交过手 甚至灭过他们的高手 小语张大了她的樱桃小嘴 你们还顺手收了 玄清宗和清兰宗是吧 否则那两位宗主 也不会听你们号令 夏北辰则说道 我们现在是朋友 互相帮助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凝成一股声 团结一致 对付是魂谷 那万刃宗呢 小语继续问道 万刃宗 你没收到消息吗 夏北辰反问 小语摇了摇头 夏北辰说道 万刃宗太明完不化了 所以 前几天 他们就不复存在了 啊 小语震惊地叫了一声 夏北辰补充道 对了 披星和黛月 原是替万刃宗 镇守宝库的上古神兽 万刃宗被灭 就成了我们天玄宗的神兽了 时间 一千年 啊 小语此时的嘴巴 可以塞得下一个苹果了 好一会之后 他才嘀咕道 夏师弟 这几天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一下子 从零五进 晋升到了灵动七后七 说着说着 他激动了起来 你这速度 堪称我天玄宗 哦不 堪称北玄 乃至整个天穷大陆 都是第一人 不管是语气 还是神情 都充满了崇拜 虽然夏北辰 虽然夏北辰现在只是灵动后七 但再发展下去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一七绝成 夏北辰被他这么一夸 有些不好意思了 挠了挠后脑勺 说道 小语师姐也不赖啊 嗨 小语白手道 跟你比起来 差太多了 何况 我前面还有夜事姐呢 谦虚了 夏北辰说道 小语深呼吸了一口气 放松了一下心情 随即说道 夏师弟 跟你聊了会儿天 我感觉自己 心情好很多了 是吗 那有空随时和我聊天 夏北辰一边说着 一边看了一眼叶云星 叶云星一直注意着他们这边 见到小语心情好了不少 便忍不住给夏北辰 竖起了大拇指 经过了这次的叛乱 原有的天玄宗高层人才 就剩下他和小语了 接下来 重振天玄宗 还需要小语 夏师弟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小语抿了名嘴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夏北辰看着他 好奇地反问 小语师姐 你想问什么问题 只要不过分 我置无不答 你 你和夜师姐 什么关系啊 小语犹豫了一下 然后压低了声音 只有他和夏北辰 才能听得见 夏北辰没想到 他会问他这个问题 不过 夏北辰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继续反问 你觉得 我和他像什么关系 我觉得 小语正想要说 但却突然改口 算了 这个答案 我突然不想知道了 你也不要告诉我哦 夏北辰感觉到了 自己的额头上 飞过了一只乌鸦 留下了一串什么略号 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了一道轻光 并且朝这边飞来 叶云星举起了手 示意大家停下 很快 一位天书风的弟子 飞到了他们面前 叶云星在大军开拔之前 安排了几个人 先去探查望南城的情况 其中一人 就是这位弟子 宗主 他来到了叶云星面前 抱拳说道 望南城外西南方向无理地 发现有大批平民百姓迁徙 叶云星眉头微皱 问道 怎么回事 该弟子回道 我们有人混进了迁徙队伍里 打听了一番 原来是有人要将他们迁到南疆 迁到南疆 叶云星急问 是谁组织的 该弟子回道 百姓无人知晓 只说是有人出了钱 让他们迁徙 并许诺他们到了南疆后 赐予他们土地 免他们的税收 叶云星和夏北辰 互相看了一眼 随即 两个人的心里 都明白了什么 回过头去 叶云星问道 如今望南城怎样了 回宗主 望南城戒备森严 只准出不准境 说着 他拿出了一份图纸 展开一看 发现是望南城 现在的城防图 没想到 对方竟然把重点防御 放在了北门 夏北辰指了指望南城的北门 说道 看来 望南城的敌人 真的还不知道 天玄宗已经再次变了天 没错 叶云星点头道 东边有望西城 西边有望东城 南边就是天玄宗 对于他们来说 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三个地方 就是他们可靠的支援力量和后盾 夏北辰接道 所以 他们把重点防御放在了北门 因为北门 最有可能遭受外来势力的进攻 小宇看着城防图说道 那我 门就给他们来得措手不及 说到这里 他的御冲指 指向了望南城的南门 从他们南门进攻 小宇师姐说的没错 夏北辰点头道 我们主攻南门 阳攻北门 叶云星接道 望西城与望南城之间 有秦雅等人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望西城的敌人出来支援 而望东城已被我们收复 由自己的人助手 所以 等同于切断了望南城敌人的退路 三个人商量好之后 叶云星便下令 小宇师妹 你与北辰主攻南门 我来阳攻北门 小宇则主动请鹰 叶士姐 北门防御重 压力大 所以 还是由我去吧 你和夏师弟主攻南门 夏北辰扯了扯小宇的衣袖 说道 还是听宗主的安排 我们快速攻占南门 也有利于他进攻北门 缓解北门敌人的防御 见夏北辰这样说了 小宇便点了点头 好 于是 大家分头行动 天书峰的弟子 分出一半 随叶云星前往北门 届时先由北门发起进攻 过半炷香时间 再由夏北辰和小宇 对南门发起进攻 第135章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安全起见 且为了不让敌方先发现他们 叶云星带着天书峰一半的弟子 进入了到了必经之路的一个山谷里 并借着夜色 在高山密林的掩护下 飞向了高空 借着云层的遮挡 朝望南城飞去 成功飞越了望南城后 他们在北门外溢里的地方降落 落地的时候 叶云星将自己的修为 隐藏到了炼神近初期 而此时 相对路程要近一点的夏北辰和小宇 也已经到达了指定的地点埋伏着 北辰 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由于叶云星和夏北辰都带了传音御符 而且就仅仅隔了一座城的距离 所以 还能很好地进行传音 这得多亏了秦雅 从万金有那带出来了几块 之前在南疆营造山寨 对付式魂谷的时候 就用过 我们也到达了 夏北辰回到 不过 还是有些老百姓 从城里出来 据探路的师兄弟回报 大概还有两刻钟 百姓就会被他们全部迁徙出来 叶云星随即部署道 既然如此 那带百姓都出了城 让小雨带人前去截下 把敌方宰了 带百姓离开吉里走 我再对北方发起进攻 夏北辰身边的小雨听到后 立马回应 好 随后 他带了几十个人和探路的弟子 悄悄地朝百姓迁徙的方向掠去 时间 一点一滴地流逝 很快 两刻钟过去了 百姓全部离开了望南城 此时的城里 除了个大小门派 和是魂谷派驻的人之外 依然是一座空城 这样最好 可以避免伤疾无辜 哪怕望南城打烂了 也可以重建 至于重建要花费 那都不是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 夏师殿 百姓们已经过了城外两里地了 一位随小雨行动的弟子 回来传递消息给了夏北辰 好 夏北辰点了点头 然后通过传音御符给叶云星 将消息传了过去 叶云星得到消息后 带着天书峰的弟子们 以钳子的行事 向北门逼近 一个火球打响了攻城第一炮 哄 火球轰在了城墙上 顿时黑烟冒起 城墙上的阁楼瓦力飞溅 城墙的砖头也飞出来不少 接着 不同属性的法术 都轰在了北门上 还没等北门上 住房的敌人反应过来 北门就已经被轰击得 矮了三分之一 甚至上面的楼阁 全部化成了积粉 有人偷袭 这时 驻守北门的敌人才反应过来 但已经有一部分守军 去见了阎王 有天书风的弟子议论起来 这望南城的敌人心也是真大 竟然没有给望南城 加一道防御法阵 估计他们做梦 也不会想到 望南城会被攻击 那这对我们来说 是件好事 好了 不跟你们聊了 我要去建功立业去了 喂 别一个人吃毒食啊 等等我 最先抵达城墙前的弟子 眼看就要对城内的敌人 发起进攻 不料 一声巨吼传来 不少修为没达到 灵丹镜的弟子 顿时头脑发晕 胸口沉闷起来 争一道剑气 切了过去 叶云星飞身而至 将这些弟子挡在了身后 剑气朝发出巨吼声的 一头凶兽劈去 凶兽再次张开了大嘴 企图用声浪 来抵消叶云星批来的剑气 哄 剑气与声浪相遇 震天动地 把距离近的一些房屋 都震倒塌了 不过 毕竟叶云星 已经是动天境的存在 所以 星玄剑劈出来的剑气 占了上风 那凶兽被震退了好几丈远 而叶云星 则没有后退嘶吼 他对身后的弟子们下令 灵丹镜以下的弟子后撤 灵丹镜及以上的弟子第一梯队 是 很快 灵丹镜以下的弟子 后撤到了第二梯队 灵丹镜及以上的 来到了第一梯队 二话不说 第一梯队的弟子 对着那凶兽 就是一阵猛攻 俗话说 是头大象 都能被一群蚂蚁啃势掉 更别说 面对上百位灵丹镜 及以上的修士 所以 几个呼吸下来 那只会河东施吼的凶兽 就轰然到底 一个暗紫色的内丹 从他体内飘了出来 叶云星对着内丹一伸手 他便飘了过来 还行 给下北城炼丹用吧 随即 他将这枚内丹 放进了空间戒指里 至于那凶兽的尸体 不少东西 都是不错的原材料 比如 皮毛 牙齿 骨骼等 凶兽的尸体 派个人收一下 叶云星吩咐道 好 一位灵圆镜大圆满的女弟子 自告奋勇上前去 不料刚要达到凶兽的尸体前 就被叶云星发现了不对劲 快回来 叶云星急速掠去过去 在他面前打了一道防御 并且拽着这位师妹 就往后撤 刚撤回去 不到一丈远 那凶兽的尸体 就崩的一声巨响 赫然是暴体了 然而 暴体之后 飞溅出来的 不是血水 也不是五辅六藏 而是 一团团黑烟 这黑烟 恐怕除了下北城 就是他叶云星最为熟悉了 没想到 这凶兽 也被视魂骨的人种了骨毒 黑烟立马化作了一只只 飞蛾模样的虫子 然后开始啃食起凶兽 残余的灵不见 很快就啃食的扎都不省 叶云星看着这些虫子 知道他们下一步 便是要调转方向来攻击他们了 快 第一梯队使用星悬术 换出七彩花 是 身后的弟子们 立马手绝一掐 纷纷施展出了七彩光芒 这时 叶云星刚才布下的那道结界 在抵御了三分之一的虫子后 终究还是破碎了 虫子 立马朝他们这边飞来 刷刷刷 就在这时 左前方和右前方 均赶来了一拨人 趁他们对付蛊虫之际 对他们发起攻击 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好 在其中一人的安排下 两拨人对叶云星他们 发起了攻击 第二梯队的弟子 立马出手阻止他们 一时间 不同颜色的法术 交织在了一起 再加上现在是晚上 所以这打斗特效的视觉效果 可谓是拉满 中间的叶云星等人 施展出来的七彩光芒 已然迎着蛊虫飞了过去 飞到半程的时候 七彩光芒迅速交织成了一朵朵 不同大小的盛开的花 毕竟修为等级的不同 所以这七彩花所形成的大小 也不一样 其中 叶云星的最大 众人施展的七彩花 一眨眼到了黑烟焕的蛊虫面前 由于七彩花的数量不少 所以叶云星都没有额外施加一道 星光芙来防止蛊虫落网逃窜 一很快 蛊虫被吞噬殆尽 黑烟散去 七彩花也完成了使命 随即也纷纷消散了 叶云星看向了那两侧的敌人 发现不是是魂蛊的人 他警告起了对方 你们是河门河派 如果不想徒增伤亡 马上退出望南城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双方这时停止了攻击 为首的一人看着叶云星 说道 你们是天玄宗吧 为何要攻击望南城 不是说好了 这里有我们共享资源吗 另一人接着说道 莫非是想反悔 让你们新认的 画室人封信子来说 他是不是想反悔 天玄宗的众人 忍不住笑了 笑中带着一抹 像看小丑一样的眼神 其中一位弟子 忍不住喝道 放肆 真是无知小儿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他是谁 管他是谁呢 对方不信这个邪的说道 如今封信子上位 难道就可以忘了 我们这些帮助过他 推翻叶云星宗主之位的同盟吗 叶云星则说道 封信子谋逆的第一天 就生死盗销了 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叶云星说了谋逆二子 他回道 那让松云子来 叶云星说道 松云子刚不久 也已生死盗销了 什么 图小图呢 死了 小语呢 正在收拾你们的同伙 叶云星表情忽然严肃了起来 再给你们一点点时间考虑 要不要撤出望西城 吓起了最后通牒 他便让身边的一位师弟 倒数十个数 当数到五的时候 对方冷哼了一声 随即说道 我看 就是想赖账 随便编个理由来 糊弄我们吧 说着 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对叶云星等人 再次发起了攻击 勇气可嘉 叶云星一边说 一边给他们丢了一个星光复 刷的一下 他们便动弹不了了 既然你们执迷不悟 那我就让 你们后悔来这一趟了 叶云星说完 手指轻轻一划 星玄剑从他们面前飞过 鲜血飞机而出 刚开始 他们还没感觉到什么 带过去了一小会后 一阵撕裂的疼痛感 从他们的肚皮处 传遍全身 赫然是被剑划拉了一剑 鲜血直流 甚至有肚皮薄一点的 肠子都出来了 我们走 叶云星收回了星玄剑 没有再理会他们 也没有直接用星光复 将他们绞杀 而是要他们体验生命的流逝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一如当初下北城在山洞外 复刻了封信子修为后 对万人宗一名修士 使用星光复石那样 没人就得了同伴 否则施救之恩 不死也得脱层屁 就在叶云星带着大家攻入北门的时候 南门的战斗也由下北城打响了 但北门的防御 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固 叶云星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随即猛然看向了南门方向 第136章 这么多人看着 你难道要在这 情况有变 在叶云星疑惑之际 身边的一位师妹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莫非情报有误 叶云星摇了摇头 不像 随即他吩咐道 你们继续进攻 占领望南城北部的制高点 是 交代了任务后 叶云星朝南门飞去 兄弟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便是那下北城了吧 南门 城楼之上 一位身穿黑色衣服 化着黑色烟熏装 手持一把黑色折扇的年轻男子 一边摇着扇子 一边对下北城问道 下北城副手而立 说道 阁下在这猜 还不如先报上名来 不然你这称兄道弟的 真以为是自来熟呢 对方停下了扇扇子 抱拳回道 在下是魂骨肚子疼 肚子疼 下北城眉头微皱 随即问道 你是不是来越试了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肚子疼啊 说到这里 还补充了一句 莫非 你是女扮男装 对方的身子猛的一顿 嘴上也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扒了下北城的皮 抽了他的筋 喝了他的血 这时 肚子疼身边的一个人 指着下北城喝道 大胆 区区一个灵动静后期的修士 竟敢对我们少主无礼 哦 下北城眼神凌厉地 看向了那手拿黑色折扇年轻男子 你是视魂骨的少主 对方啪哒一声 将折扇打开 难道我的属下刚才说的你听不清楚 呵呵 下北城冷笑了一声 说道 我还以为望南城没有视魂骨的人呢 即使是有 也应该是几个小喽啰 双手抱在身前 他嘴角一撇 笑起来却不是那么冷了 没想到 竟然炸出了 你这么一个肚子疼的少主 让你嚣张一会 肚子疼说道 这个灵动静的 不值得本少主出手 我怕弄脏了我的手 所以 他看向了身边的属下 对其说道 你去把他的向上人头砍了 赏金一万枚零食 一万枚 几个属下两眼放光 眼珠子都要夺眶而出了 少主 我也想砍了他的向上人头 有人伸出了舌头舔了舔唇 一脸猥琐的样子 肚子疼说道 总赏金就一万 你们随意 哈哈 不料这时候 夏北城大笑了起来 二货 你那零食是极品 还是普通零食 要是一万枚破普通零食 也敢悬赏 你也太垃圾了吧 说到这里 他伸出了五根手指 我出五万枚几品零食悬赏任务 取肚子疼肚子 不是 取他向上人头 两人取 就赏金十万枚 以此类退 有人一听 倒吸了一口凉气 天玄宗的人 已然是摩拳擦掌 夏师爹 真的吗 夏北城二话不说 哗啦一下 就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二十万几品零食 一股磅礴的灵力 瞬间让望南城的南门 如同仙境一般 末了 夏北城还朝肚子疼扔过去了一枚 肚子疼伸手一揭 眉头突然一皱 还真是几品零食 怎么样 夏北城问道 肚子疼的属下们 你们也有份啊 只要砍了他们少主的人头 不论多少人参与了 每个人都是五万枚几品零食 此话一出 世魂谷甚至其他门派的不少人 都齐刷刷地 把目光投向了肚子疼 这些目光 如同饥渴了几万年的变态之人的目光似的 五万枚几品零食 很多人一辈子 哦不 应该是几代人都没法获得这么多 看到这些蠢蠢欲动的人 夏北城添油加醋地扑二起来 而现在 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们迎娶白富美 嫁给高富帅 成为富二代他爹 他娘 也可以拿去提升修为 开宗立派 留下自己的传说 这么煽动的话 听得越来越多的人心痒痒的 夏师殿 别说了 我先去拿他巷上人头 记得给我留五万枚几品零食 天玄宗这边 已经有人按捺不住 擒着剑就冲了上去 牵一发而动全身 见有人行动 试魂骨的弟子还在犹豫 但那些其他门派的人 可没那么多江湖道义 给你们讲了 立马就趁天玄宗这边的弟子 没赶到之前 率先对杜子疼发起了攻击 呼驾 杜子疼急忙喊道 几个还算忠诚的弟子 立马挡在了他的面前 结果 哗啦一声 身子骨立马被人 给撕成了两半 夏北城嘖嘖嘖了几声 说道 可怜的娃啊 现在好了 临时没拿到 命却丢了 何必呢 这句话 彻底瓦解了 试魂骨一些人的忠诚度 妈的 横竖都是一死 试试 立马调转了方向 朝杜子疼宫去 你慢 杜子疼急忙后撤 并对要攻击他的人 发起了反击 手中的黑色折扇 对着他们一扇 急到寒光搜的一下 就从扇鼓里飞射而出 手当其冲的几个人 正中了眉心 只见他们身子一顿 接着便纷纷往下掉落 最终重重砸在了地上 但 已然是有不同门派的人 前赴后继 而夏北辰 则吩咐天玄宗的弟子 把目光头像收复望南城 攻破南门的任务 才是最紧要的 让杜子疼和各门派的人内斗 这样才有利于他们天玄宗 作收渔翁之力 就在望南城的敌人狗咬狗的时候 原本以为会是一场恶战的叶云星 发现画风有些不对劲 宗主来了 有人提醒道 夏北辰一看 发现叶云星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北辰 这是怎么回事 夏北辰笑了笑 告诉他原因 好家伙 叶云星听后 直呼了起来 有钱就是任性啊 真的是能使鬼推磨 夏北辰笑道 好了 你也别感慨了 北门怎样了 北门出乎意料的顺利 叶云星回道 反倒是让我觉得 你们南门的防御 才是中了不少 嗯嗯 夏北辰点头道 本来南门没有什么防御的 可突然冒出了 试魂谷的少主 说着 他扬了扬下巴 呜 就是那拿着扇子装批的家伙 试魂谷少主 叶云星看向了肚子疼 既然是试魂谷的少主 那就没必要客气了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不能抓活的 拿下他人头也行 就在这时 北门冲天起了一道 绿色的响笛 叶云星一看 脸上露出了微笑 北门攻破 那这南门 我也要加把劲了 夏北辰说着 寄出了自己的剑 刚要收拾残局 却被叶云星拉住 怎么了 夏北辰不解地问道 你休息一下吧 叶云星柔声笑道 休 休息 夏北辰看了看四周 云星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难道要在这里 结果叶云星白了他一眼 撑道 想什么呢 我是想说 你又出钱 又出力的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夏北辰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 所以 所以 这种出力的事 就交给我来吧 叶云星手掌一身 星悬剑出现在了他手里 夏北辰急忙问道 你很缺钱吗 缺 叶云星指了指南门被攻击后 落下的满目疮痍 重建城市 要花不少钱呢 我这一宗之主 得赚点资金吧 夏北辰说道 你男人 嗨嗨 我不差钱啊 自己挣 体验挣钱的快乐 叶云星说完 便朝杜子疼追了上去 一眨眼就到了他的面前 杜子疼急忙一停 看到是个角色美女 便说道 美人 你是来救我的吗 我是来赚钱的 叶云星的剑 直指肚子疼 不过 我不会娶你向上人头 而是要活捉你 说话间 嗖嗖嗖地几声飞来 肚子疼便被不少人给包围了 现在的他 在这些人眼里 已经不是一个活人 而是一堆极品零食 不过 当一些人看到叶云星的时候 忍不住心头一跳 叶 叶 叶云星 什么 叶云星 不少人朝叶云星看了过来 不是说叶云星中的淫魔果身亡了吗 不可能 这绝对是假的 叶云星露出了狡黠的一笑 手中的星玄剑轻轻一挥 争 一声悦耳的剑影响起 一道清白剑气带着璀璨的星光 朝杜子疼切了过去 杜子疼急忙催动术法来抵挡 结果下一刻 便倒飞出去了十来丈远 哇的一声 他就吐出了一口血 杜子疼是灵海境大圆满 比那些被下北城利用极品零食 策反的人高了一些 刚才要不是人多 双拳难敌四手的话 杜子疼早就杀出一条血路突围了 星玄剑 有些识货的人 看出了叶云星手中的剑 他真的是叶云星 此时的叶云星 修为隐藏到了炼神境初期 这小子的命 归我们天玄宗了 叶云星扫了一眼其他门派的人 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 立马带着你们的人滚蛋 是北玄境内的 就滚出北玄 不是北玄境内的 从此不再踏入我北玄半步 第137章 玩得这么花吗 虽然有人认识星玄剑 但这些人都不是各个门派的画室人 所以当日宴席的时候 没有出席 因此 也就不认识叶云星了 有人就是范剑 明知山有虎 天象虎山星 所以 在叶云星的警告发出后 选择了左耳进 右耳出 诸位 一起上 我就不信他能怎样 其中一个长着一头绿色头发的家伙说道 结果还没有人回应他 他的身子变猛的一顿 下一刻 蹦的一声 摔倒在了地上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了一根带着青色伪艳的东西 从他身体里钻出来 随即飞到了下北辰的面前 下北辰伸手用双指将其夹住 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使用过青燕针了 下北辰觉得 是时候该拿出来用用了 否则会生疏的 我不是让你不要出力吗 叶云星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下北辰耸了耸肩 回道 我就随手一甩 青燕针就出去了 我没有用力呢 叶云星像的小女友一样 嘟了嘟嘴 然后对下北辰说道 那行 你继续 好嘞 下北辰眉头一挑 随即仰起了手 对面的人看到他这架势 急忙往后退了几张 还有几个人掉头都跑了 诸位 我先走了 此生不再踏入北轩 靠 下北辰骂了一声 小爷我又不是猫 你们有必要像只老鼠一样 溜那么快吗 说完 他看向了剩下的人 你们呢 是准备要命 还是要尸体 我们要几品零食 剩下的人回答之后 立马朝肚子疼扑了过去 他娘的 与其穷死 不如搏一搏 把肚子疼给抓了 这样还能领赏金 所谓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这一次 没有了退路的他们 下手也狠了很多 所以 几个回合下来 肚子疼就像一只 被追赶得疲惫了的老鼠 最后 他气喘吁吁的 靠在了一个空摊位前 一根柱子上 他嘴角 都不知道流了多少次血了 而且身上 尤其是脸上 已经是青一块 紫一块 左肿一块 又凹一块 原本还有些帅气的 暗黑系脸蛋 此时怕是送给乔比罗 都会嫌弃他了 不过 追击他的人 也好不到哪里去 跟他的模样差不多 而且 原本有近五十人 结果经过这几回合的 你追我赶 就剩下这九个人了 加上肚子疼 还是十个人 这折损率有些高 不过 这正是夏北辰 想要的结果 让棒喝相争 他好坐收渔翁之力 而且 此时的他 和叶云星 以及天玄宗的弟子 像在决斗场看戏一样 看着杜子疼 和这些杂牌门派的弟子 狗摇狗 见杜子疼已经跑不动了 九个人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于是 对他形成了和谓 杜少主 乖乖投降吧 你已经是强强弩之末了 一人盯着肿成了猪头一样的脸蛋 一边向杜子疼靠近 一边说道 呵呵 杜子疼冷笑了一声 说道 我是强弩之末 可你们这群垃圾呢 不也是一样 说着 他便扬起了扇子 使出了吃奶的力 朝着九个人横扫了一圈 嗖嗖嗖 挤到黑雾 急速地从折扇里飞了出来 下一刻 有七个人的脸 被黑雾给扑中了 黑雾随即幻化成了飞蛾的模样 开始疯狂地啃食着这七个人的脸 几个呼吸间 他们的脸就干瘪了 继而整个身子都一样 大家小心 叶云星提醒着天玄宗的弟子 然后祭出了一朵七彩花 所以 为等那些黑雾幻化而成的毒虫 向他们出击 就被七彩花给消灭了 混蛋 剩下的两个人 一咬牙 仰起了拳头 朝肚子疼砸了过去 蹦蹦蹦蹦 一人两拳 砸到了肚子疼的脸上 这一下子 他也成了猪头了 不过 这两个人还不解恨 一人站到了肚子疼的面前 一人站到了他的后面 靠 玩得这么花吗 夏北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忍不住暗道 这难不成是要让肚子疼 变成夹心饼 一人从前宫 一人从后宫 就在夏北辰以为 他们要发生点什么时候的时候 前后两人赫然仰起了一条腿 对着肚子疼 就是一对 蹦蹦 两声闷响后 肚子疼尖叫了一声 一手捂着裆部 一手捂着屁股 夏北辰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们两个人 是要踹肚子疼 而不是要攻他 会错意 会错意 天玄宗的一些男弟子 看到这一幕 竟是条件反射的夹紧了双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们被踹了呢 肚子疼的额头 冒出了痘大的汗 剧痛让他只坚持了一小会 便两眼一翻白 眼皮子随即一沉 竟是倒在了地上 其中一人蹲了下来 伸出了那也肿得像猪蹄一样的手 去探了探肚子疼的鼻息 随即这人回道 还有气 没死 夏北辰这时 啪啪啪地给他们鼓起了掌 不错不错 活到最后的 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说着 他从无尽领域里 取出了两个乾坤袋 每个里面装了五万几品零食 我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所以 这些归你们了 夏北辰将两个乾坤袋 抛给了他们 两个人接过了之后看了一眼 心里一喜 本来脸上也应该洋溢着喜悦的 可现在那不成样了的脸蛋 实在是无法展现那喜悦感 所以 看得夏北辰都觉得有些滑稽 滚 在他们接过了零食后 夏北辰立马下起了逐克令 也不说声谢谢 他们便转身离开了 你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叶云星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问道 夏北辰看了他一眼 笑道 我总得做一回好人吧 我看你是好多坏心思的人吧 叶云星打句道 哎 这都被你知道了 哦 看来被我猜中了 没有接过叶云星的话 夏北辰竖起了三根手指头 就在叶云星好奇他要干嘛到时候 他竟然倒数了起来 三 勾起了一根手指 二 只剩下一根 一 就在他收回手的那一刻 不远处的天空 传来了两道竖法的轰击的声音 叶云星急忙扭头看去 第138章 不正经 他们都看着呢 一旁的几位天玄宗弟子也是好奇地跟着他一起看了过去 只见那两个刚离开望南城范围不远的家伙 这会被两道雷系术法给击中 顿时身上冒出了火花 接着火花散去 留下一身焦黑 头顶冒着黑烟 还有五缕黑烟 则是从他们各自的嘴里 鼻孔 耳朵里冒了出来 这模样 又凄惨 又搞笑 整的叶云星等人也不知道是该笑 还是该同情了 视线中 两个人从一处黑暗中飘了出来 来到了刚才那被他们轰击了雷系术法的两个人面前 从他们身上拿走了装着极品零食的乾坤袋 刚拿走 那两个倒霉蛋就倒下了 从此再也没有起来过和睁开眼睛 竟然是杀人越货 叶云星看着他们的行径 说道 怀必欺罪 夏北辰说道 每个人手里揣着五万枚极品零食 无异于一座行走的钱庄 所以自然会有人动歪心思 一位天玄宗天机风的师姐问道 夏师弟 那你那十万枚极品零食 就这样让别人抢走了 放心 这十万枚极品零食 不经过棘手倒转 就回不来 因为 夏北辰眉头一挑 可烫了 叶云星点头道 没错 那可是两个烫手山芋 一定还会有人争夺的 话音一落 一把剑就从一侧飞出 速度之快 让那两个刚拿走了极品零食的家伙 反应不及 刷一下 剑光闪过 其中一人的手臂 就被剑给割断了 手臂连同装着五万枚极品零食的乾坤袋 都掉在了地上 而另一个人 运气不错 只是被割出了一道剑伤 鲜血是流了出来 但是相比于同伴 已经算是轻伤了 谁偷袭 他一边喊着 一边想要帮同伴 拿起掉在地上的乾坤袋 至于断臂 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有这些极品零食 找几十个妹子 来服侍吃喝拉撒 睡喜啪 都不成问题 想要带着同伴离开 一到土墙拔地而起 将他们的去路挡住 此路是我开 此树 此墙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钱 一个长着八字胡的小老头 从一棵树上跳了下来 站在他们的后面说道 两个人转身看去 原来是你 那没断臂的人惊奇地说道 你我两家的宗门算得上邻居 平日里往来交好 你竟然偷袭我们 那小老头 左手扯了扯自己八字胡 右手掏了掏耳朵 什么 我们是侍仇 平日里斗的你死我活 你 对方被气炸 这是故意歪曲 小老头猥琐地黑黑一笑 说道 既然是世仇 那我就不客气了 灭了你们 都什么就过去了 师兄 他是想像咱们刚才那样 杀人越货 所以跟他讲情面 是行不通的 那断臂的人虚弱地说道 你带着极品临时先走 我来断后 师兄急到 可你的手臂 走一个 总好过两个人都交代在这里 断臂随即推了一把师兄 不料 小老头的那毒土墙 竟然还能升高 所以 他师兄瞬间被挡住了 想走 没门 小老头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神色 要是被你溜走了 回去岂不是要 将我杀人约祸的事 告诉你们师门 到时候 两派免不了冲突 断臂说道 原来你刚才真的是装聋卖傻 当然 小老头一伸手 剑搜的一下 回到了他的手中 该送你们上路了 师兄 我来拖住他 你找机会走 断臂对师兄说道 随后他一咬牙 朝小老头迎了上去 然而 本身修为就比对方低了一个大境界 所以 两招下来 他便败下阵来了 更惨的是 另一手臂 也被小老头的剑给劈断 整个人倒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 师兄见状 想要绕过那堵土墙 结果忽然一道力士 夹在了他的脚踝上 把他摔了个狗啃屎 小老头 更是一脚踩在了断了双臂的人的脑袋上 就凭你们两个家伙 还想对付我 我吃的盐都比你们吃的米还要多 说完 他一剑劈了下去 断臂就这么被他伸手分离了 随即 他朝对方的师兄走去 这时 一个人从一侧飞过 师兄灵机一动 将其中一袋极品灵石抛向了天空 那个人条件反射地接住了 一看 竟然是极品灵石 混蛋 竟然敢耍小心思 小老头没有理会天空上的那人 而是对眼前的这个家伙 发起了进攻 因为低了两个境界 所以 三招下来 他便招架不住了 最后 五万枚极品灵石 落入了小老头的手里 那个获得了意外之材的人 已经溜之大吉 不料刚走不久 就遇到一拨人打劫 而小老头也没能逃过一件 正如夏北辰说的 这十万枚极品灵石 不经过棘手倒转 就回不来 而在他们 在望南城外 争夺极品灵石的时候 夏北辰已经和叶云星 收复了望南城的南门 我原以为南门会很棘手 谁料比北门还要轻松 叶云星柔情似水地看着夏北辰 看来 还是你的计谋好使 那是 夏北辰心不跳 脸不红地说道 也不看看我是谁 再说了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吗 你是谁 叶云星斜眼看了他一下 王的男人 夏北辰凑到了他耳边 结果叶云星脸色一红 原本高冷的模样 瞬间焦滴滴的 看得天玄宗的众人 就都愣住了 不正经 他们都看着呢 叶云星红着脸吐槽道 夏北辰看了一眼同盟们 结果他们都拾去地 一开了目光 看向了别处 或做着其他事 他们现在都清楚 叶云星能活着回来 多亏了夏北辰当时在宴会上 敢于站出来 揭发封信子等人谋反 而且 在叶云星离开的这些时间 有夏北辰在身边陪伴 携手前进 不仅灭了万人宗 还收编了玄清宗和青蓝宗 还给天玄宗收了两个上谷神兽 还在南疆让试魂谷吃了一窥 所有的这些事 都让他们觉得 夏北辰和叶云星的关系 已经不简单 何况 夏北辰现在表现出来的惊人实力 也让不少人折服 就在他们两个人 打情骂靠的时候 城外忽然传来了 一阵哀嚎声 第139章 毛毛虫的用途 赫然是一把伞 迸发出来需求的暗器 四周的人 一个个在哀嚎声中倒地 小鱼 她的出现 也就意味着 拯救望南城百姓的任务 圆满完成 而随她一起去执行任务的 天玄宗弟子 也在她出手后 跟进了攻击 所以 那些你抢我零食 她抢你零食的人 最后统统见鬼去了 看到小鱼已经是练神镜 有些还想着伺机而动的人 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 打消了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计划 灰溜溜地走了 因为不走的话 不仅不会捞到什么好处 还会给望南城交 留下一具肥料 肃清了这些碍事的家伙 小鱼带着一起去执行任务的同门们 来到了叶云星和夏北辰面前 小鱼简单地向叶云星 汇报了一遍情况 一派部分弟子 将百姓送往天玄宗安顿 待望南城收复后 即可让他们回来 所以 拯救百姓的任务 算是圆满完成 还抓了几个俘虏 叶云星吩咐派几个身手 和人品过得去的弟子 看守这些俘虏 到时候他要审问 小鱼汇报完工作后 抛了抛手中的两只乾坤袋 问道 师姐 我看他们不要命地抢这个 我刚开始还挺好奇 后来打开一看 我滴个乖乖 竟然每个袋子里 装了五万枚几品零食 叶云星忍不住看了一眼夏北辰 随即玩耳一笑 对小语说道 小语 你真是好心啊 小语尴尴尬一笑 问道 怎么了 你问他 叶云星指了指夏北辰 没等夏北辰说话 小语便说道 这两个袋子 该不会是夏师弟的吧 嗨嗨 夏北辰清了清嗓子 这么好 小语眉头一挑 是送给别人的 还是被人家打劫的 一位天机风的女弟子笑道 师姐 那是夏师弟奖励人家的 出手如此阔绰 给我讲讲 发生了什么事 小语八卦了起来 刚才 经过师妹的一番描述 小语忍不住赞道 厉害哦 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夏北辰善善一笑 你和宗主 真不愧是天玄宗的 两位天之娇女 说的话都快一样了 那是 小语将乾坤 带往自己怀里收了收 撞到了 他那柔软之处 竟然还产生了些许弹力 夏师弟 这十万枚几品零食 是不是算我的了 呃 夏北辰点了点鼻子 算是吧 师姐 没意见吧 小语笑着问起了叶云星 呃 被他这么突然一问 叶云星脸色一红 我 不是 你问我干嘛 他说了算 嘻嘻 小语毫不客气地 将乾坤带 收到了自己的那戒里 多谢夏师弟慷慨解囊 夏北辰摆手道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好了 临时收了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小语问起了叶云星 叶云星指了只躺在地上的肚子疼 他是试魂谷的少主 肚子疼 小语看了过去 发现虽然昏迷了 但那脸部实在有些滑稽 所以忍不住笑了笑 原来他就是啊 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之前在宗里见过这家伙 叶云星说道 望南城南门北门已经收复 东门和西门我已经派人前去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收复了 小语点了点头 然后夸赞道 由夏师弟在 收复望南城 确实轻松了很多 瞥了一眼下北城 叶云星说道 好了 你别夸他 等一下他的尾巴都要翘起来了 谢谢 小语笑了笑 说道 我去肃清一下城里的残敌 要是有落网之鱼就不好了 叶云星提醒道 好 注意安全 嗯嗯 小语随即带了十几个人 前往城里搜索起来 毕竟城里的已经没有一个老百姓 除了天玄宗的人 就是试魂谷或其他门派的 找起来 也方便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东方的天空泛起了鱼堵白 朝阳即将升起 经过了晚上的战斗 望南城宣告收复 望南城的中央大街上 所有天玄宗的弟子 都集合在了一起 今日收复望南城 诸位同门功不可没 叶云星站在了队伍的前面 面向着大家 夏北城和小语 则站在他身旁 众人齐声回道 多谢宗主给我等机会 叶云星继续说道 机会是你们自己争取的 如若你们不迷途知返 现在已经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其他的话 我就不再多言 你们的小语师姐 有话要说 小语上前了两步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话不多说 小语直接从那戒里 拿出了俩东西 众人一看 竟然是两个乾坤蛋 夏北城则眉头一皱 这妮子 要干嘛 在大家的好奇下 小语说道 这里有十万枚几品零食 我想留一部分 作为今日收复望南城 和望西城 而牺牲的同门慰问金 其余的 由大家分了 哇 此话一出 众人惊呼了起来 原来 小语要这十万枚几品零食 是用来犒劳大家的 早说啊 就在夏北城有所动作的时候 小语说道 你们可别谢我 要谢 就谢夏北城师弟 众人齐声说道 感谢夏师弟 师兄 夏北城在他们的感谢声中 单手一挥 顿时 一股充沛的灵力 包裹着众人 大家一看 赫然是一枚枚极品零食 虽然此时的太阳 还没有爬上山坡 但依然不妨碍 他们在 Building Building的闪烁着光芒 见到这么多极品零食 不仅他面前的同门们 看傻眼了 就连小语都看傻眼了 夏北城豪气地说道 每个人一千枚极品零食 来吧 自行装弹 但大家很有纪律性地没有去 而是看向了叶云星 叶云星则笑着说道 去吧 于是 大家开始瓜分这一大堆 极品零食 当他们每个人拿完后 还剩下三分之一 这部分 夏北城打算拿来 慰问牺牲的同门的家属 若家中已无亲人 就用作修复 望南城和望北城的基金 对了 夏师殿 小语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说道 昨日忘了一个事 夏北城走进了去 小语继续说道 我师父临终前 跟我说 是魂蛊重骨之人 身上带着一只毛毛虫 那只毛毛虫 可以破解蛊毒 毛毛虫 夏北城眉头一皱 第140章 拔毛 驱毒 想起了那只 在天玄宗天玄大殿里 从那是魂蛊弟子尸体上 跑出来的那只毛毛虫 当时夏北城就猜测 他可能和视魂蛊的蛊毒有关 本想带着他 出去问松云子的 谁曾想 松云子没能坚持到 他出来的那一刻 无奈 夏北城只能将那只毛毛虫 放进自己的无尽领域里 现有小可和小松看着他 这回小语提起来 他回过神来 将毛毛虫从无尽领域里 将其照了出来 小语看着他照出来的毛毛虫 说道 如今天玄宗剩下的弟子 即使中了蛊毒 也因为修为的限制 不会像先前修为高的师长们那样 生命垂危的时刻 遭到蛊毒的反噬 嗯 这个问题 我也发现了 夏北城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对了 这毛毛虫该怎么用 松云子有说吗 嗯 这下轮到小语点头了 只要把他一根毛 从人的掌心处扎进去即可 扎 夏北城眉头微皱 这毛毛虫的毛 能扎得进去 看着他身上的毛 都觉得痒痒的 这把毛的话 想想都快要起鸡皮疙瘩了 不料 就在夏北城疑惑之际 小语却是快速地一伸手 还没怎么看清楚他的动作 他便把手伸到了夏北城的面前 夏北城一看 发现毛毛虫被拔下的这根毛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着 最后 变成了一根晶莹剔透的针 其外形 比一根绣花针还要细小 并且 还看到针身上 渐渐的 有绿色的液体在流动 夏北城忍不住屈指弹了一下 发现液体是在里面的 还想弹第二次的丝毫 小语立马挪开了来 夏师殿 不可 小语急忙制止他的行为 你若是把他弹断 里面的液体泄露了 那这针就废了 夏北城明白了过来 那就是说 破解古毒的关键 就在于这针里面的液体 没错 小语点头道 夏北城随即看向了一位 已经将获得的几品零食 放入了那界里的同门 于是夏北城招呼道 师兄 有请过来夏 这师兄没有拒绝 走到了他们身前 张开手掌 小语吩咐道 对方听小语这么一说 脸刷得一下红了 还不知道张开手掌要干嘛 小语师姐 那只手啊 男左女右 小语吩咐道 对方乖乖地展开了左手手掌 小语继续吩咐 将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手掌上 好 对方全神贯注地 看着自己的左手掌 小语捏着毛毛虫的毛 变成了针 就朝他的掌心位置扎了下去 刚扎进去 对方眉头紧锁 显然是吃疼了 但碍于面子 没有喊出来 小语则再次吩咐 调动体内的灵力 将针里的枝叶 引导至全身 好 对方咬着牙点了点头 然后立马照着小语吩咐地去做 小语收回了手 后退了几步 站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看着对方的变化 很快 他整个人都泛起了绿光 这绿光要是放在夜晚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一束人形鬼火 夏北辰看到扎在这位师兄掌心里的针 像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粉笔 正在渐渐地变短 而过程中 绿光靠近身体的地带 从对方身体里散发出了一圈黑雾 这些黑雾 像老鼠见到了猫似的 看到绿光就想逃窜 结果 被绿光给逐渐进化了 当整根针全部消失之后 对方身上的绿光逐渐消失 感受了一下 他眉头忽然舒展了起来 因为 他发现 体内的骨毒被清除了 随即他激动地后退了两步 对着夏北辰和小语行了一礼 多谢小语师姐 夏师弟 小语摆手道 不用谢我 这毛毛虫可是他找到的 不用谢我 夏北辰笑道 要不是小语师姐知道他的用处 现在也没法清除你们的骨毒 二位谦虚了 对方攻身说道 日后二位有需要的地方 尽管吩咐 虽然我修位不高 但会尽全力帮忙 好 夏北辰抱拳回了一礼 现在真的需要师兄帮个忙 请吩咐 劳烦师兄将当才小语师姐 交予你的方式 去帮其他同门清除骨毒 没问题 看到对方这么积极 夏北辰急忙将毛毛虫递给了他 他接过后 小语吩咐道 对了 这毛毛虫的毛一日 最多可把三百根 否则一旦超过一根 他就会死掉 对方看了一眼毛毛虫 嗯嗯 小语师姐放心 我记住了 还可以把二百九十九根 拔完几指 好 去吧 带他走后 夏北辰问道 那这毛毛虫的毛够不够用啊 目前就发现他这么一只 毕竟现在看起来 中了嗜魂谷古毒的同门不少 不少于一半 莫慌 小语自信地说道 明早他就会在一个时辰内长回来 所以 也不需要多少天 整个天玄宗的弟子 就可以驱毒完毕了 夏北辰蠢丝了起来 一会后 他打了一个响指 肚子疼那家伙 想必也有 小语听后 脸上一笑 对哦 差点把那小子给忘了 夏北辰看了一眼四周 没有发现一个鼻青脸肿的家伙 肚子疼也是可怜 堂堂视魂谷的少主 竟然在危险的关头 没有多几个能替他挡得了刀枪 挨得了拳脚的人出现 好不容易 有人经受住了夏北辰糖衣炮弹 赏金 结果却没经受住 别人发现围殴 可怜的娃 夏北辰收回了目光 问道 对了 他现在在哪 小语回道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叶师姐已经命人 将他押送回田园总 夏北辰眉头一挑 邪恶地说道 等我们班师回朝 再耗他羊毛 不是 再耗他的毛毛虫去 不久后 二百九十九人的鼓毒被清除 叶云星便安排了一部分人留下注 并在百姓回来后 一起修复望南城 临走前 夏北辰和叶云星 给望南城加了几道法阵 一道攻击法阵 一道防御法阵 最后又来了一道攻击法阵 这样 哪怕是炼神经大圆满的修士来了 也够他喝上一壶的 一切安排妥当 班师回天玄 这时 东方一道绿色的响敌冲天起 第141章 天玄学院 看到这一幕后 众人喜出望外 这一道绿色的响敌 意味着望西城 已经被于妙晴 陆雨亭他们收复 至此 天玄宗的四座卫星城 接回到了叶云星的掌控中 第二天 玄清宗 清兰宗 分别在于妙晴 和陆雨亭的带领下 齐聚天玄宗 天玄宗一下子热闹了许多 甚至经过了一番相处 有些不同宗门弟子 竟然对上了眼 不管是天玄宗 还是玄清宗 亦或清兰宗 都不禁止夸宗门恋爱 只要两情相悦 都可以交往 继而提亲 不过 纵使以前不禁止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样的例子 现在 这些人只是有点苗头 就看后续会不会修成正果了 更何况 现在的夏北辰 不仅是玄清宗的名誉长老 还是清兰宗的名誉宗主 三派若是有有情人 那更好办了 夏北辰一句话的是 两位妹妹 难得来我天玄宗 先住上几日 我好招待招待 叶云星见到于妙晴 和陆雨亭后 便迎上去 拉住了他们的手 于妙晴笑道 叶姐姐 我们两个宗门的人数可不少哦 不怕我们把你们吃穷吗 叶云星把视线投向了夏北辰 这不有他在吗 于妙晴和陆雨亭相识一笑 说道 对哦 咱们的名誉长老 宗主 不缺钱 接着两人决定 在天玄宗住上几天 同时也可以让各宗门的弟子 互相交流下心得 这尤其是 对那些修为卡在瓶颈期的弟子 很有帮助 对了 那试魂谷的少主 姐姐打算如何处理 于妙晴问道 叶云星拉着他们 走进了天玄殿 说道 是魂谷之事 关系到的 不仅仅是我天玄宗 还有你们两个宗门 所以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其实很想宰了那家伙 陆雨亭愤恨地说道 毕竟要不是他们是魂谷 我们玄清宗 也不会遭逢变故 但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叶云星 叶姐姐昨天没有当场宰了他 想必他 还有其他用处吧 所以 不管叶姐姐什么打算 我都支持 一旁的于妙晴点了点头 也表了态 我的意见和雨婷一样 看到他们这样回答 叶云星笑了笑 说道 多谢二位妹妹支持 姐姐 陆雨婷说道 既然她是侍魂谷的少主 我想她必定知道 侍魂谷的一些秘密 对 于妙晴接道 譬如侍魂谷独毒的破解 之前听说天玄宗部分弟子的独毒 已经被一只毛毛虫给解了 那如果以后 直接与侍魂谷发生冲突后 所遇到的独毒 又如何解呢 陆雨婷点了点头 也接过话 还有就是侍魂谷对天下的野心 如今进行到了哪一步了 叶云星再次看向了夏北辰 这些问题 我们大可交给北辰去处理 于妙晴和陆雨婷都看向了她 夏北辰审问人的手段 于妙晴在南安城的时候 就有幸见识过了 所以 她没有意义 陆雨婷虽然没有见识过 但是同样没有意义 夏北辰笑道 巧了 我正好也要找她 那你们把一些想要知道的事 都告诉我 但这小子醒来后 面貌没那么吓人了 我再好 审问审问 毕竟肚子疼 现在是鼻青脸肿的 二师兄都比她帅 真怕去了 也是土字不清 增加审问工作量 三日后 清晨 阳光明媚 鸟儿成对 这一天 外门弟子早早地就起床 洗漱好之后 开始收拾了一番 现在的外门 比起三天前 已经变化很大 好了 集合了 萧郎中站在外门建筑群中间 空旷的小广场上 对着大家喊道 很快 外门弟子就集合完毕 这时 几道光芒 从天玄宗主峰的方向 飞了过来 众人一看 正是夏北辰 叶云星 小宇 以及在天玄宗 做客的贵宾 落到了集合队伍的前面 叶云星发言了几句后 便宣布 外门摘牌一试 现在开始 话音一落 众人欢呼起来 一男一女出列 来到了外门入口处的牌坊上 微微点头 他们一左一右的腾空而起 一下子就把刻着天玄外门 四个大字的牌匾 给摘了下来 回到了队伍前 他们将牌匾递到了 叶云星的面前 叶云星则看向了夏北辰 北辰 外门改革的措施是你提的 而且 你之前也是外门的弟子 所以这块牌匾 就由你来处理吧 好 夏北辰上前了一步 祭出了木林 守绝一打 木林便朝牌匾扑去 一会后 一块崭新的牌匾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并且 那天玄外门四个大字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天玄学院 叶云星的目光 看向了小雨 小雨师妹 你是天玄学院的首任院长 所以 就由你将这牌匾挂上去吧 小雨没有拒绝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她将牌匾挂回了牌坊上 叶云星朗声宣布 天玄学院 正式成立 话音一落 几道烟火同时升天 大家 再次欢呼了起来 接下来 叶云星宣布了教职人员的任命 大院任副院长 批心任教务长老 除此之外 秦雅 宋明 齐轩 梁晴 陈云 也任教天玄学院 至于于妙星和陆雨婷 则为外聘老师 就这样 天玄学院出具规模 将来还会完善下去 让更多刚入门的弟子 学到更多的东西 不过 天玄学院成立的第一天 并不是上课 而是在夏北辰的提议下 夏山招兴 于妙星和陆雨婷 虽然是玄青宗和青蓝宗的 但也跟着一起去了 早在两天前 天玄宗就放出招兴消息 夏北辰还在消息里 放上了诱人的条件 所以 刚到山下 就有人要报名了 想起了自己们派招兴时 被夏北辰的花式招兴 打败得一塌糊涂 陆雨婷便忍不住笑了笑 论招兴 还得是你啊 夏北辰脸皮加厚 说道 一般一般 我说第三 没人说第一和第二 一个上午 招兴便满了 速度之快 让人惊叹 甚至还有一些 奔着夏北辰名头来的 说要加入天玄宗 但名额有限 天玄宗是没法加入了 除非等待下一年的招兴 不过 他趁热打铁 把一些愿意加入 玄青宗和青蓝宗的人 帮于妙晴和陆雨婷招了 就这样 一个上午 为三派增加了不少苗子 第二天上午 正式上课 至于那些愿意加入 玄青宗和青蓝宗的新人 于妙晴和陆雨婷 分别让各自的同门 将他们带回去 同时 两个门派的人 也分批撤离天玄宗 第二天晚上 叶云青把夏北辰 叫到了自己的寝室里 见到夏北辰后 叶云青一把将她勾了过来 北辰 你帮我检查下 我体内的毒素 是否还有残留 第142章 三位美女 宗主亲密度合并 夏北辰大写的无语 云青 想要我交公粮就直说吗 不应该早在煽动的时候 就帮你把体内的毒素 清除了吗 说到这里 夏北辰一脸的委屈模样 要说看 也是你帮我看 毕竟你体内的阴魔果毒素 有部分都转移到了我的体内 叶云青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对哦 所以 夏北辰一脸坏笑地挑了挑眉 叶云青也是一脸坏笑 那我看看你的 说完 直接将夏北辰 推倒到了床上 这一次 叶云青先下半段 再上半段 一阵小急着米进行仗 就在夏北辰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将叶云青反推了回来 之前两次都是你主动的 这一次换我了 下一刻 房间里响起了狂野 而又动听的律动声 幸好叶云青 提前加了一道隔音结界 否则 嘿嘿 时间流逝 不知不觉间 叶云青重掌天玄宗 并收复四座卫星城 已经过去了七天 这一次 是余妙青和陆雨亭 辞别天玄宗 带剩下的一些弟子 回各自宗门的日子 这七天里 两个宗门的弟子 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不少人 所以 此时两位宗主各自剩下一百人 在天玄宗 而为了增进三个宗门的感情 叶云青和他们两个人商议 互相派驻弟子 因此 余妙青和陆雨亭 各自又留下了五十人 叶云青也给余妙青和陆雨亭 各派去了五十人 姐姐 一有诗魂谷的动向 我便通知你 陆雨亭说道 毕竟 青兰宗的地理位置 距离诗魂谷比较近 将来 与诗魂谷发生战争 那他青兰宗 将是桥头堡 好 叶云青说道 我这几天 也会联系其他门派 加入到我们的阵营里 余妙青则担心地问道 那要是他们不愿意呢 这个问题 夏北辰回答了起来 软硬兼施 先礼后兵 这样 可以防止他们狗急跳墙 加入到是魂谷阵营 也能起到威慑他们的作用 当然 我想 肯定会有一些硬骨头的 所以 面对这些硬骨头 我的看法就是 大不了 再灭几个宗门 云妙青点了点头 我觉得可行 不知不觉 叶云青和夏北辰 已经将他们送到了山脚 宋军千里 终有一别 刘布 云妙青和陆雨亭齐 齐声说道 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叶云青停住了步伐 随即看向了夏北辰 北辰 你再替我送送他们吧 好 夏北辰欣然答应 不用了 于妙青和陆雨亭 赫然拒绝道 夏北辰双手抱在了身前 不是吧 我好歹一个身份是名誉长老 一个身份是名誉宗主 你们就这么拒绝了 你再送 我们怕舍不得你 继续留在天玄宗了 陆雨亭说道 要不 你跟我回青蓝宗 先回我玄青宗吧 于妙青说道 我们宗门禁 先到呢 这 这什么这 你竟然还犹豫了 两位美女虽然要抢人 但还是同步一起上前 一左一右地捏了下夏北辰的胳膊 哎呀呀 咱们动口不动手啊 夏北辰急忙喊道 那行 两位美女说完 便都凑到了夏北辰的脸上 我靠 下一刻 夏北辰瞪大了双眼 心都要飘起来了 自己竟然同时被两位宗主亲了 看得一些弟子 目瞪口呆 尤其一些男弟子 快把夏北辰 当成自己的偶像了 除了这两位宗主 还有叶宗主呢 简直是人生巅峰啊 哦不 应该是人生辉煌之路上升器 恐怕以后还会有更多美人贴贴 对了 叶宗主还在呢 众人回过神来 结果发现 哪里还有什么叶宗主 刚才还在这里的 这回竟然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这是唱的哪出啊 把夏北辰亲了一口后 于妙琴和陆雨婷 才红着脸退了两步 我们走了 不要想我们哦 等等 就在他们转身要走的时候 夏北辰叫住他们 怎么 改变主意了 要跟我们一起 于妙琴和陆雨婷转过身来 问道 夏北辰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两个巴掌大的盒子 一人一个 这里面有几枚丹药 希望能对你们提升修为 有所帮助 知道你还有个炼药师的身份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于妙琴将木盒接了过来 随后 陆雨婷也接了过来 将盒子打开一看 愣住了 竟然是三枚四品丹药 同样 于妙琴也是 跟他一样的神情 你 你竟然可以炼制出四品丹药了 嗯嗯 在夏北辰点头之际 除了于妙琴和陆雨婷 其他人都震撼了 四品丹药什么概念 部分林海静的炼药师 要想炼出三品丹药 都得需要靠着体内的林海 提供的磅礴灵器 才能做到 而夏北辰 此时也才灵动 大圆满的境界 没想到 竟然炼制出了四品丹药 炼药方面 他比林海静还牛逼 不要惊讶了 不然我到时候炼制出了五品丹药 你们岂不是要 惊掉下巴 夏北辰笑着打趣道 我们现在已经要惊掉下巴了 于妙琴和陆雨婷 异口同声地回道 夏北辰接着拿出了两枚戒指 一人一枚 夏北辰解释道 这里面有不少一品 二品丹药 很适合新人和修为低的修饰使用 拿回去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激励吧 于妙琴动容地说道 不愧是名誉长老 想得真周全 陆雨婷眼眶都快要泛起泪花了 夏北辰伸手抚了抚二位的脸蛋 夏北辰说道 时间不早了 出发吧 嗯嗯 两位美女转身 带着自己的人和天玄宗派驻的弟子 便离开了 夏北辰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形为止 才转身回去 相处了一段时间 说没有感情 那是胡扯 要不是怕辜负他们 夏北辰早就听取了叶云星的意见 将他们两位收了 毕竟 自己之前的修为 真的不咋的 如今 他已经是灵动大圆满的修为 而且 隐约要突破的节奏 灵丹静 离他越来越近了 爹 就在他刚转身 往天玄宗飞回去的时候 系统空灵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 宿主与叶云星 于妙晴 陆雨婷等人 均有亲密互动 现本系统将他们的亲密值 进行合并 以并宿主 获得更好的奖励 当前宿主 与异性的亲密度 达到了59421 这个数字 真你妈好 我就是爱你 那是不是该来奖励了 就在夏北辰这么想着之际 忽然又是 滴的一声 来了 第143章 这风景秀烈 要不帮我吸一吸 恭喜宿主 与异性的亲密度 达到了59421 此数字为幸运数字 特奖励宿主武器库一座 该奖励已经下发 请宿主查收 并在不久的将来 率领诸位征战四方 夏北辰愣住了 这奖励 大手笔 跟当初奖励无尽领域一样 豪气冲天 临时矿卖就是钱 武器库就是话语权 俗话说得好 枪杆子里面出正权吗 回过神来 夏北辰发现 武器库竟然出现在了无尽领域里 很好 安全有保障 忍不住进入了无尽领域里 小可和小松跑了过来 夏北辰发现 这两个小家伙 修为上都上升了一层楼 对付灵动静的敌人 都不成问题了 甚至在见到夏北辰之后 他们还秀了一段 用学会的术法对轰 一时间惹的其他小动物 都来围观了 夏北辰眼珠子一转 随即问道 你们开了零食的有没有 一些小动物犹豫了起来 不知道它要干嘛 快说啊 主人帮你们提升实力呢 小可和小松停止了切磋 急忙异口同声地提醒道 听到他们的话 这些犹豫的小动物 立马舒展了眉头 纷纷出裂 夏北辰数了数 有二十多个 围观的还有几十个是 没有开零食的 只要他们开了零食 就可以修炼了 夏北辰拿出了二十多枚丹药 让小可和小松发放给他们 这丹药名为助击丹 你们并非人类 所以 所修之道 与我们人类不同 具体的 你们自己去参悟了 夏北辰指了指北辰歌 上面收藏了不少修炼点击 你们可以前去翻阅 此话一出 一些动物欢声雀跃的 切记哦 夏北辰提醒道 可不能把点击给弄烂了 否则 嘿嘿 见到他赫然咽了咽口水 一副想要吃美味式的表情 明眼动物一看 就知道夏北辰要干嘛了 一旦损坏了点击 那会被他烧烤后吃了 吓得他们急忙点头 嗯嗯嗯 好 你们先去忙吧 夏北辰对这些开了零食 拿了助鸡丹的小动物 挥了挥手 同时对其他还未开零食的小动物安慰道 不要灰心 时间问题 说不定哪天后机勃发 冲到他们前面去了呢 未开零食的小动物们点了点头 心中大受鼓舞 纷纷按下决心 早日开零食 小可 小松 跟我来 夏北辰招呼起他们两个 跟自己走一趟 主人 不用叫上叶小蜜吗 小可问道 会路过灵脉 到时候把他叫上 夏北辰回道 好嘞 一会后 夏北辰带着小可 小松 叶小蜜 来到了依山而建的一座建筑前 颇为雄伟 快赶上北辰阁了 只见正门上面的牌匾处 赫然刻着 无尽无库 顾名思义 这五库现在属于无尽领域了 而既然是无尽 那就跟极品零食矿卖一样 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吧 结果 就在夏北辰想当然地以为时 不出意外地猜错了 只见无尽武库里 飘来了一卷卷博 叶小蜜急忙飞了上去 将卷博接住 随即飞回到了夏北辰和小可 小松面前 主人 给 叶小蜜把卷博递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结果后 夏北辰当即打开了卷轴 一看 竟然是这无尽武库的介绍 以及使用方式 原来 这里面有数百种不同的武器可以锻造 包括联弩 刀剑 红鹰枪 甚至还有战车 工程车 投石车 除了攻击性武器外 还有盾牌 护甲等防御性装备 这让夏北辰 有种处于游戏世界武器商城的感觉 初始的武器数量并不多 每一件也就十几二十件 所以 偌大的武器库 还有很多空间 这些空间 可以通过锻造武器 来堆满成品 看了下 锻造所需的材料 无尽领域里面 就能解决大半 可以说 达到了自己自足的地步 哪怕那一小半 也不是很难找 外面多的是 夏北辰将卷博悬空在半空 方便小可和小松 以及叶小蜜看 他指着一些 现在就能解决的材料说道 你们三个负责把这些材料备齐 并按照上面教的方式锻造武器 三只小动物没有拒绝 当即领了任务 小可说道 好像 参与武器的锻造 就可以 让我们多了一重身份 锻造师 小松接过了话 除此之外 无尽武库还能升级 到时候 将会为主人解锁更多动能 没错 利己利人 收获满满 夏北辰点了点头 笑道 你看无尽领域里的蜜蜂们就知道了 那些参与了几品零食挖掘与打磨的蜜蜂 也到了一定的锻造师级别 那他们 来参与锻造武器的话 就会更得心应手 叶小蜜笑道 这就叫做 既多不压身吗 嘿嘿 小松已经摩拳擦掌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什么时候开动啊 现阶段的数量 已经够装备天玄宗的弟子 夏北辰跟他们说道 不过你们 也不能怠慢 越快越好 因为试魂谷已经在南疆一带 蠢蠢欲动 好 叶小蜜和小可 小松点了点头 一口同声地回道 叶小蜜接着安排了起来 小可 小松 你们立马去召集大伙来这里集合 我现在就制定一份执行计划 没问题 三只小动物很快就便进入了状态 分头行动去了 夏北辰安排好了工作后 便离开了无尽领域 此时的他 已经回到了天玄丰 前几天 叶云星就叫他搬到天玄丰住下 给他的理由是 方便 至于方便什么 叶云星没有明说 夏北辰当时贼笑了起来 说道 我懂 北辰 天玄宗所有弟子的古毒已经解除 将他叫到了后山 叶云星说道 新招的弟子和先前的那些外门弟子 在天玄学院的学习 已经步上了正轨 好事 夏北辰将他揽入了怀里 我开始还以为改革起来会有不少困难 没想到出奇的顺利 你那一夜之间 以雷霆手段 把逆贼给镇压了 谁还敢阻拦 叶云星围养着脑袋看着他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如今是越来越多弟子扶你了 那是自然 夏北辰脸布红地回到 随即眉头一挑 说道 云星 这风景秀丽的 又没什么人出没 要不在这里帮我吸一吸 什么 叶云星脸色刷得一下红了 第144章 总有几天不行 不能浴血奋战 混蛋 不说这是还好 一说我要批评你了 叶云星回过神来 红着脸白了夏北辰一眼 为什么 我难道做错了什么 夏北辰一脸冤枉地问道 你还好意思说 叶云星指了指夏北辰的小腹 上次一吸 就是半个时辰 才出来 我嘴都累了 呃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夏北辰自豪地笑了笑 随后说道 年轻气盛嘛 打的就是持久战 哼 叶云星轻哼了一声 不能以吸为主 那 夏北辰不解 当然 是把它作为调味剂了 叶云星忽然一脸坏笑 下一刻 他就拉起了夏北辰的手 跟我来 去哪里啊 被拉起来起飞的夏北辰问道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叶云星卖起了关子 不久后 他带着夏北辰 来到了一处山洞 这山洞 比之前拿了一血的那个还要大 更隐秘 而且 环境也更好 更甚的是 夏北辰还感应到了充沛的灵力 进去了一看 原来有一汪泉水 想必这泉水 便是灵力之源 就在夏北辰这么觉得的时候 叶云星说道 这里是我以前尚未达到炼神禁食 经常闭关修炼的地方 这泉水的拳眼下方 是一块非同寻常的灵石 之所以不同寻常 是因为它的灵力 用之不竭 比极品灵石还要强 说到这里 叶云星扬了扬拳头 而且 它的大小 就跟拳头这般大 并非一座矿脉 夏北辰看了一眼清拳 这么神奇 难怪你以前到这闭关 而且 它比极品灵石的灵力 充沛了好几倍 我感觉到 你又有突破的迹象了 叶云星说着 赫然退去了自己的衣服 夏北辰忽然来了感觉 白齿干头 好不客气地立起来 叶云星三下五除二 就把夏北辰给扒光 今天 我们就在这里双修了 说完 两个人一起跳进了清泉池里 夏北辰这才发现 这泉水是凉的 而不是温泉 时间 刘氏 该做的做了 该修的修了 两个人一起到达了云端之后 忽然两道光滑打到了他们身上 夏北辰和叶云星 睁开了双眼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两个人 都突破了 此时的夏北辰 竟是突破到了灵丹镜出气 并且 一枚金丹 在他丹田里凝结而成 更甚的是 他此时的丹田 要比寻常修饰的大不少 体内的灵力 也是相当的雄厚 至于叶云星 已然是洞天境中期的修为 没想到 今天的双修 竟然双双突破了 嘻嘻 夏北辰笑了笑 说道 这里好啊 要不以后 我们多多在此双修 叶云星 戳了戳下北辰 说道 不行 要懂得节制 再年轻气盛 也要适可而止 而且我每个月 总有那么几天 是不可以的 可不能浴血奋战 再说了 我已经是洞天境中期 越往后 突破就越困难 这里已经不能满足 我的修炼需求了 夏北辰点了点头 嗯 那倒也是 不过 我还是可以经常来的 嘿嘿 叶云星依偎在了他的怀里 说道 放心了 除了每个月拿几天之外 我们还是隔几天 就可以来一次的 要不 再来一次 夏北辰立马提枪前进 叶云星忍不住啊的 大喊了一声 你个混蛋 能不能不要这么突然 要的就是出其不意 夏北辰得意地说道 靠 不行 本姑娘好歹也是天玄宗宗主 北玄女帝 我要化被动为主动 叶云星翻身而上 位置调换了过来 如此 填空题 变成了套圈题 你怎么也会说靠了 跟你学的 还学了什么 卧槽 就这样 又过了大半个时辰 天色早已入夜 月亮爬上了半空 一缕月光 从洞外照射了进来 结束了交流的夏北辰和叶云星 此时已经穿好了衣裳 两个人来到了洞口 欣赏起了月亮 叶云星说道 北辰 你已经是灵丹镜初期了 相比之前 更上了一层楼 所以你觉得 现在的你 对战什么境界的敌人 又把握战胜 夏北辰想了想 说道 之前练神镜都不在话下 我想 应该可以对战动天镜的了吧 哦 叶云星眉头一挑 要不 不要吧 夏北辰拒绝道 为何 你都动天镜中期了 我可能勉强对战初期的 我怕待会给你揍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万一试试就试试了怎么办 夏北辰眯着眼睛 瞥了叶云星一眼 再说了 刚才一共大战了好几个时辰 你还好吗 哼 叶云星狠狠地刮了他一眼 这么久了 早就适应了你的形状 那也要休息休息撒 夏北辰一本正经地说着 但他内心是窃喜的 不行 跟我切磋一下 叶云星寄出了自己的星弦剑 遇下北辰拉开了距离 正准备发起进攻 不要这时候 有人发现了他们 并朝这边飞来 宗主 夏师弟 夏北辰和叶云星一看 发现是白糖 白师姐来了 夏北辰立马迎了上去 叶云星只好收回了星弦剑 今天就先不跟他切磋了 找了你们一阵子了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白糖来到了夏北辰的面前后 说道 他看了一眼夏北辰 之后神情表现出了诧异 夏 夏师弟 你 你 我怎么了 夏北辰皱着眉头问道 你的境界 又提升了 兮兮 又自用得好 没错 我现在已经是临丹靖出气 这时 叶云星来到了旁边 白糖问候了一声后 再次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师姐 你竟然动天境中期了 嗯嗯 刚刚和北辰交流下心得 没想到突破了 叶云星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道 白糖没有想太多 很单纯地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叶云星说道 白师妹 你也不懒 这会已经是临海靖出气了 这放在如今的天玄宗 也是名列前茅的修为了 白糖则谦虚了起来 承蒙师姐和夏师弟这些日子 对我们的关照 还让我们跟其他两宗进行交流 所以才让我们的修为有所进步 夏北辰笑道 白师姐 谦虚了 白糖白手道 没有没有 叶云星这时问道 白师妹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哦 对了 白糖急忙回到了正题 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 第145章 瓦剌留学生的故事 有几个三流宗门 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招安 得知他们正在秘密联合起来 反抗我们 听了白糖说的话 叶云星嗚了一声 还有这是 那这几个宗门 平日里都在做些什么 白糖如实回道 把持这几个小城镇 在那里作威作福 说完 他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一个本子 恭敬地递到了叶云星的面前 这是收集到的 关于他们的罪证 均是我和几位同门走访所得 叶云星接过来 看了看 便递给了夏北辰 真是一颗老鼠屎 搞坏一锅粥 关键是一下子好几颗 夏北辰看了一眼 便记住了这几个宗门的名字 随即他说道 乌房 还掀不起什么了 这样的宗门 其实和一个家族差不多 当初红叶镇的狗家 不就是一个例子 难免会有些泥石流 对了 还有一事 白糖表情忽然有些严肃 叶云星问道 怎么了白师妹 白糖回道 是魂谷另立了一位少主 另立 夏北辰和叶云星 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 没错 就在三日前 白糖说道 试魂谷得这少主被俘 甚至生死不明的情况下 有人果断站出来 建议另立少主 这试魂谷谷主 有几个儿子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白糖回道 据说俩俩俩俩女 而且 均为不同的妻妾所生 好家伙 妻妾成群 多子多福的节奏 叶云星补充问道 我们抓住的 是排行第几的 敌长子 白糖回道 现在立的是老三 也就是说 老二和老四是女儿 正是 夏北辰忍不住对白糖赞道 白师姐 没想到你们的情报工作 做得这么出色 白糖白手道 这得多亏了玄清宗的莫灵渊啊 他干这个 才是最厉害的 夏北辰点头道 嗯 那家伙 确实是个情报高手 白糖后退了两步 师姐 师弟 我要汇报的是完毕 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告退 辛苦了 夏北辰和叶云星齐声说道 随即 白糖和他们道了别 收回了目光 叶云星看向了夏北辰 北辰 看来我们手中的这个筹码 失去了他的价值了 这招完得溜啊 夏北辰忍不住说道 该不会对面 也有个穿越来的家伙吧 什么 叶云星没有听懂 疑惑地问道 哦 没事 夏北辰反应过来 解释道 我给你讲个故事 好啊 叶云星一听夏北辰要讲故事 便没飞色舞的 这段时间相处以来 夏北辰就没少给他讲故事 有些听起来天马行空的 他好久都消化不了 比如飞机是什么 手机是什么 他听了之后 怎么都是鸡 你老家对鸡这么执着的吗 夏北辰清了清嗓子 开始讲起了瓦剌流学生的故事 听得叶云星的神情 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变化着 这一招 属实妙啊 在为于少保留了几滴眼泪后 叶云星夸起了于少保果断另立心群 组织的京城保卫战的壮举 为国家又续了近两百年的命 所以 夏北辰一脸狡黠地说道 我们何不给世魂谷送份贺礼 给他们送回去一个少主呢 叶云星已经明白了过来 随即赞同道 好主意 夏北辰说道 反正 这几天该寡的情报都寡了 该耗的羊毛也耗了 那就让这个不值钱的筹码 发挥他的剩余价值吧 叶云星点头道 那晚点 我便去安排这事 夏北辰一脸期待地说道 我相信 是魂谷四个兄弟姐妹的剧情 总比大明两个兄弟的剧情精彩 说不定 我们的这个留学生 回去也把他们的少保送上了断头台 叶云星看着夏北辰 微笑道 你这可是一旦多鸟了 看了看天色 已经是深夜了 夏北辰说道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你呢 叶云星问道 我有点事要处理 夏北辰回道 什么事啊 叶云星又问 自然不是去会别的女子 夏北辰笑道 能去会别的女子 也是你的能耐 记得带回来给我见见 叶云星挑了挑没说道 嘻嘻 见夏北辰无语 叶云星笑了笑后 便离开了 而夏北辰目送他离开后 就朝反方向飞去 此时的他 已经是林丹靖初期的修为 所以 别说玉雾飞行了 就算是玉空飞行 都不在话下了 甚至在系统的加持下 飞行速度都比同期的修饰 飞得快上两三倍 夜晚的时间 一点一滴地流逝着 天玄宗 天玄风 叶云星阅览文件 到了凌晨 才回自己的寝室睡下 一觉好梦 当第二天一米阳光 从窗外头洒进来的时候 叶云星悠然地醒来 结果刚一醒来 寝室门外便有人敲门 师姐 宗主 小宇师妹 叶云星起身 聚开了房门 结果发现 果然是小宇 小宇此时的脸上 挂着灿烂的笑容 师妹 莫非你遇到什么喜事了 怎么今日这么开心啊 叶云星被她的笑容感染力 随即也露出了微笑 小宇打算拉着她走 师姐 快 去哪呀 叶云星不解 小宇一停 反问 师姐 你洗漱了没 你看我像是洗了吗 叶云星给了她一个大写的无语 那我给你给你打水 小宇松开了叶云星的手 马上给她打水去 怎么回事啊 怎么感觉小宇师妹 有点兴奋过度了呢 叶云星一头雾水嘀咕着 很快 小宇就端了一盆清水 和一杯漱口水回来了 将水都放在了暗机上 快师姐 洗漱完毕 我们去主店 就不能先告诉我们 叶云星一边洗漱 一边问道 嘻嘻 等一下你 去了就知道了 小宇卖起了关子 我来帮你梳妆吧 不用 叶云星摇身一变 便换了一身装扮 连发型都是梳妆好了的 把小宇都看傻了 叶云星洗漱完毕 笑道 小宇师妹 你已经是练神镜了 也可以试试这样换装 小宇叹道 我现在才知道呢 现在知道 也不晚 叶云星转身朝外走去 走吧 去主店 看看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 搞得这么神秘 第146章 也才 不足挂齿 小宇跟了上去 挽着叶云星的手臂 师姐 你这换装换的 岂不是可以让人双倍快乐 叶云星瞥了他一眼 那加上你 岂不是超级加倍快乐 呃 小宇好奇地问道 什么是超级加倍 改天叫你打地主 叶云星回道 打地主 打劫是吧 好啊 小宇激动地说道 我最喜欢杰富济平了 叶云星无语 说的是一种休闲娱乐纸牌游戏 那是什么 小宇不解 以后再说 我也是北辰刚教会不久 叶云星笑着说道 两个人飞到了天旋店门前的广场上 降落了下来 此时广场上已经站了不少人 整齐华衣地捂起了剑 像学生做早操一样 见过宗主 见叶云星来了 距离将近的弟子纷纷停了下来 行礼问候 你们继续 叶云星吩咐道 是 小宇和叶云星则走到了主店 一看 正是夏北辰在店内 没有看到了其他人 叶云星说道 小宇 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见北辰要搞得这么神秘 这时 夏北辰转过了身来 朝他走了过来 同时拍了拍手掌 几位熟悉的朋友 从正殿的两侧入场 每个人的手里 都托着一个托盘 很快 夏北辰就看着他们 来到了叶云星的面前 宗主 今日阳光明媚 鸟语花香的天气 实在太好了 忍不住想给你送上几份礼 叶云星微微一笑 说道 鸡皮疙瘩都给你说出来了 你当你写文章呢 随即他看向了 大家手中的托盘 这红布下盖的是什么啊 站在他面前的齐轩笑着回道 叶宗主 你揭开来 不就知道了 那我就从你这里开始 叶云星说着 揭开了齐轩托盘上的红布 赫然是一块宗主令牌 下面还压着一份文件 这 叶云星惊讶地看着他 随即拿了出来 常月宗的宗主令牌 和其响表 说着 他另一只手去揭开了 戴月手中托盘上的红布 番茄门的门主令牌 下一个 飞鹿剑阁的阁主令牌 起电的店主令牌 当全部都揭开之后 叶云星发现 自己的手都拿不下了 一共十几个门牌的一把手令牌 就这样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白师妹 这是怎么回事 叶云星好奇地问道 昨夜你不是说这些宗门 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招安 还正在秘密联合起来 反抗我们 师姐 这个问题 你应该问下师弟 白糖对着夏北辰扬了阳下巴 叶云星看向了夏北辰 不过 没等他回答 叶云星便笑了起来 笑得很迷人 因为 他知道答案了 他说道 原来你昨晚说的 有事要处理 竟然是去把这些三流宗门给薅了 夏北辰问道 喜欢吗 喜欢是喜欢 但是 叶云星转折的时候 停顿了起来 但是什么 夏北辰紧张兮兮地问道 其他人按道 叶宗主该不会要批评他了吧 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以后这样的事 麻烦跟我知会一声 不然我怕你打过人家 叶云星说出了 但是后面的话 夏北辰则笑着说道 这可不行 我自己都打过瘾 还分你点 哈哈哈哈 众人开心地笑起来 叶云星将令牌 放回到了一个托盘上 对白糖吩咐起来 将这些令牌全部销毁 只留图样记录在侧 白糖回道 好 我这就去办 叶云星当即宣布 今晚举行晚宴庆祝一番 主店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当消息传到广场上时 欢呼声更大了 一个门派一把手的令牌 其地位就像一些国家的 传国玉玺一样重要 投降的时候 不仅要上乘响表 还有这个令牌 当你的令牌 以你下跪的姿势 交到别人的手上时 也就意味着 你的门派正是灭亡了 其实 之前给过这些三流宗门选择 但他们选择了对立面 甚至还有些扬言要加入试魂谷 那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 夏北辰没有给他们 像玄清宗和清兰宗那样的机会 当然 也没有像万人宗那样被他屠灭 只是废弃了他们的修为 全部财产和产业 归天玄宗 门派建筑 该改造的改造 该拆的拆 因此 仅昨晚 夏北辰就给天玄宗 回来了不少资源 虽然这些三流宗门的底蕴 没有天玄宗 玄清宗 清兰宗厚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一些修为高的弟子用不着 那新入门或者修为低的 总用得着了吧 还有一些实在用不了的 就转拍卖行去买了 所以 天玄宗又与万金友 建立了生意往来 夏兄 你真是神人啊 宋明忍不住赞道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 这么多将表和令牌 我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陈云接道 而且 更关键的是 我看夏兄昨天下午 还是灵动镜大圆满 竟然一夜之间 就突破到了灵丹镜 非夜 夏北辰纠正道 并非一夜之间突破 而是突破后 一夜之间灭了十几个门派 此话一出 在正殿的一些人 倒吸了一口凉气 灵丹镜初期 就去灭人家 这放以前 都不曾有过的事 夏北辰白手道 各位也不用惊讶 就是逐一击破罢了 何况 这些三流的门派一把手 也才灵海境大圆满的修为 不足挂齿 什么 死 夏北辰的话 再次让不少人 倒吸了一口凉气 话重点 也才灵海境大圆满 不足挂齿 有人甚至怀疑 人生地勾勾手指头 看看灵丹镜初期 和灵海境大圆满 隔了多少期修为 而且 一个门派哪怕最高 是灵海境大圆满 那与你灵丹镜初期 同修为的 也应该不少吧 俗话说得好 双拳难敌四手 但在你这里 失效了 想到这里 大家又不禁想起了 当初夏北辰带着披星 一人一神兽 就杀上了天玄宗 先是小宇 后是松云子 都不是对手 那时候 夏北辰可没现在的修为 所以 现在 更上了一个境界的夏北辰 实力更恐怖了 别说是灭一个 只有灵海境大圆满的 修士坐镇的门派 哪怕是灭一个 炼神境大圆满的 修士坐镇的 都不在话下 因此 众人一脸震撼之感 第147章 天玄宗副宗主 天玄宗众人 都沉浸在喜悦中 就这样 一直到了晚上 数千名弟子 齐聚天玄风 桌子 从天玄店主店 摆到了偏店 又从偏店 摆到了广场上 得亏了天玄宗地盘大 否则几百桌 哪里摆放得下 上次三大宗门齐聚 都没有全部宴请大家 而是让个卖分别宴请 至于之前 叶云星被陷害的那一次 就更加了 只是宴请了 个门派的高手 和自己门派的长老 所以 这一次 是第一次 这么大规模的举办宴席 汇聚了 东南西北四座卫星城的 食材资源 更甚的是 还有东海之冰的海鲜 这些海鲜 都是从附近几个城市的 商贩那里买断下来的 否则根本就没法 保这个口服了 入夜后 全部弟子都暗号入座了 只等叶云星一声令下 宴会才开始 不过 为了拉近与大家的距离 叶云星把主桌 设在了主店门口的平台上 这样 不管是店内店外 都能看得到他 甚至听得到他的说话声 一切准备妥当 叶云星站了起来 今日 应是天玄宗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次宴会 话不多说 先干一杯 大家还以为会是长篇大论 没想到 一上来就是干一杯 这倒是让大家愣了一回 怎么 不干 见大家没反应过来 叶云星故作不悦地说道 众人立马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敬宗主一杯 一杯酒下肚 叶云星宣布 就此机会 我有一件事要宣布 众人纷纷把酒杯放下 看向了他 自上次本宗遭遇变故以来 各麦首作空缺 所以 现在任命新的首作 天淑峰首作 小宇 天机峰首作 白糖 众人发现 出自天机峰一麦的小宇 成了天淑峰的首作 出自天玄峰一麦的白糖 成了天机峰的首作 其实 这个主意 是夏北辰出的 采用流关的方式 防止首作根深蒂固后 出现造反的情况 而且 以后要是谁更有能力了 不管是出自哪一麦 都能出任其他麦的首作 除清寿弟子外 其余的均留在原来的一麦 叶云星继续宣布 此外增设三大阁 司徒阁 负责宗门各麦招新 及人事调动 司典阁 负责宗门各种点击的管理 和借阅工作 司药阁 负责宗门的药草种植与开发 并承担单药炼制的工作 每阁由阁主担任负责人 下面 任命三大阁阁主 前面两个 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 因为以前也差不多是他们 就是没有单独成一格 第三个 大家听到了名字后 都欢呼了起来 众望所归 司药阁阁主 夏北辰 这段时间 夏北辰为宗门提供了不少丹药 也用丹药给宗门创收了不少 夏北辰计划 帮天玄宗培养几个炼药师 为接下来和世魂谷的战争中 输出几个奶妈 下面 最后一个任命 叶云星继续宣布 即日起 夏北辰着身为天玄宗副宗主 协助本宗主处理宗门事项 这个宣布 夏北辰愣住了 要说司药阁的阁主夏北辰 是事先知道的 毕竟除了司药阁 刚才宣布的其他任命 都有他的建议 但唯独 这副宗主的头衔 叶云星没有事先跟他沟通 所以 这才让他感到了意外 身份地位 一下子提到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听到了任命宣布后 众人立马恭敬地 对夏北辰行了一礼 见过副宗主 同样是众望所归 他们甚至怀疑 夏北辰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叶云星 再不计 也能打个平手 实力为尊 再加上夏北辰 为叶云星重掌天玄宗 立下了不朽功劳 所以副宗主 当得 这也是天玄宗有史以来 第二次出现副宗主 上一次 还要追溯到创派祖师 创派祖师为宗主 其红颜之己 为副宗主 至于他们后来怎样了 翻古籍才能知道了 夏北辰没有角色这个任命 端起了酒杯 随即大家伙也一起干了一杯酒 每一卖每一个会匹配几位长老 长老名单就不在这里公布了 届时请大家看不告 叶云星说着 随即大手一挥 耽误了大家一盏茶的功夫 现在本宗主宣布 宴会正式开始 话音一落 宴会现场立马热闹了起来 人声鼎沸 吆喝声不断 有人喝着酒 猝不及防的一道光滑下来 竟然是晋级了 跟夏北辰做一桌的首座 阁主们忍不住 看向了这些晋级的同门 白糖说道 副宗主 你这灵果酝酿的果酒 当真有用啊 这么多人晋级了 小语也说道 是啊 我粗略算了下 不下于五百人 夏北辰点头道 这种果实 对灵动镜及以下的修饰很有帮助 虽然不像静灵丹那样飞快地提升 但好在它没有副作用 也不会让你回到原来的境界 几个人点头道 原来如此 说到这果实 名为灵动果 产自夏北辰的无尽领域山脉深处 是前几天小可和小松偶然所得 咬了一口果子后 发现味道极好 便极力推荐给了夏北辰 夏北辰拿到后 翻开了无尽领域百科全书 一看 竟然是灵动果 不仅可以生吃 还能酿酒 尤其是酿酒后 对灵动镜及以下的修饰大有帮助 可助在瓶颈期的突破 而且 成久时间快 三五天即可饮用了 后山我也种植了十几棵 你们以后谁有需要的 自行前往采摘 不过记得留一点哈 夏北辰笑着说道 哈哈 没问题 几个人也笑了起来 小雨则打句道 你就不怕 我们把树都拔了 一直回我们那去 夏北辰则说道 那我可要赖在你们那不走了 或者抓几个壮丁 给我私药阁做苦力去 司徒阁阁主说道 那岂不是有机会接触丹药 久不久偷吃一粒 哪天说不定就无敌了 四点阁阁主接道 那我也想去做苦力了 夏北辰挑了挑眉 好 满足你们 我那私药阁 可是刚要种地 除草的 白糖哼哼了一声 说道 只要有好东西 别说种地除草了 哪怕是帮你新盖一座阁楼 都不成问题 哈哈 那感情好啊 记得多来私药阁窜门 就这样 大家有说有笑的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宴 宴会后 叶云星请示礼 第148章 当然是要废了 你的第三条腿啊 北辰 你不会愿我擅作主张 任命你为副宗主吧 叶云星上前坐在了 夏北辰的腿上 不会 倒是要感谢你 夏北辰由衷地说道 那就好 叶云星放下了心来 不过 不用谢 这是你应得的地位 云星 夏北辰轻声唤道 怎么了 叶云星关心地问道 不久前 你是高高在上的天玄宗宗主 北玄女帝 我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外门弟子 夏北辰感慨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煽动那事 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叶云星看向了他的双眼 你知不知道 我醒来的那一刻 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这个问题 夏北辰从来没想过 所以 不知道 于是 好奇问道 你当时怎么想的 叶云星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说道 你先说说你当时的心境 夏北辰笑了笑 说道 我当时 怕急了 因为你的身份 也因为追求你的人 数不胜数 哪怕不被你宰了 也会被你的那些追求者给宰了 叶云星听后 如实说道 实不相瞒 我当时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想宰了你 要你粉身碎骨 夏北辰问道 啊 为何改变主意了 叶云星记忆犹新地说道 因为那一句 今日有我在 休想再伤叶云星一根汗毛 夏北辰明白了过来 原来如此 我记得 你那天也因为这句话 感谢了我 叶云星依偎在了他怀里 其实 远不止一句话罢了 还有你为我做的一切 云星 夏北辰再次清欢 嗯 叶云星回应着 夏北辰看着他 认真地说道 我 如何才能配得上你 叶云星心头一跳 脸色刷的一下 红了 你 现在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不对 应该是从我煽动出来 为你吸一吸的那一刻开始 你便是我认定的人 这将近一个月过去了 你的经验之才 足以傲视群雄 所以 在我眼里 在我心里 无人可以替代你 夏北辰微愣 一会后问道 你这是在表白吗 是 叶云星斩钉截铁地回道 那 夏北辰赫然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一枚精美的银制戒指 嫁给我 叶云星看着他手中的捏着的戒指 神情波动 久久不能言语 云星 夏北辰提醒了一下 下一刻 叶云星握住了他的手 说道 北辰 不论你是否向我求婚 我都是你的人 至于嫁娶一事 还是等试魂谷一事烧定后 再说吧 好 夏北辰见他这么说 便点头道 试魂谷的事 我会和你一同面对 如今 试魂谷在南疆开始行动 距离北玄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但双方爆发战争 是迟早的事 叶云星作为天玄宗宗主 北玄女帝自然是要以事业为重 所以 夏北辰能理解 虽然叶云星想暂缓嫁娶一事 但戒指还是接受了 并柔声说道 从这一刻起 我便是你的未婚妻 两个人情到深处 心中无比动容 随即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三日后 天玄殿内 宗主 副宗主 试魂谷前 少主杜子藤带到 两名天玄风的弟子 将杜子藤带到了殿内 夏北辰副手而立 看着他说道 杜子藤 想必在天玄宗的这些天 你也知道了 你在早几日的时候 已经被撸掉了少主的头衔 那又如何 杜子藤正了正身子 我觉得这样挺好 省得你们以我为人质 要挟我圣谷 在试魂谷的人心里 试魂谷的名字便是 圣谷 说得白杰又高雅 夏北辰走到了他的面前 冷笑了一声 随即说道 死鸭子嘴硬 原本是试魂谷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少主 现在却沦为了 没有一点实权的和头衔的弟子了 你心里平衡吗 杜子藤眉头紧锁 唉 夏北辰叹气了一声 我看你也是可怜之人啊 用不着你在这里假惺惺的 杜子藤倔强地说道 夏北辰盯着他的眼睛 问道 你知道我们 得知了少主另力后 为何不杀了你吗 杜子藤眼睛微眯 他得知试魂谷另力少主的事后 心里也冒出过这个问题 夏北辰继续说道 你已经毫无价值了 按理说 架好柴火 再架一口大锅 把你洗赶紧丢进来 煮了都不为过 结果这话听得杜子藤 忍不住一哆嗦 毛骨悚然的 后来想想 算了 夏北辰拍了拍他的肩膀 宰了你 也胜之不武 杜子藤眉头一皱 问道 什么意思 夏北辰嘲讽道 一只丧家之犬 放出去之后 哪里需要我们动手 自然会有一些 跟你们试魂谷不对路的人 想要你的狗命 你 杜子藤气的肩头耸动 拳头也是紧紧地拽了起来 但是 他打又打不过夏北辰 所以 只能甘生气 你今日不杀我 那将来 就是我杀你 他咬着牙 对夏北辰说道 放肆 敢这么威胁 我们副宗主 一旁刚才 将他带到这里的弟子 看不下去后 一脚踹在了他的腿窝子上 他一个亮枪 跪了下来 夏北辰低声瞥了他一眼 我既然让你成为手下败将一次 就有让你成为手下败将的第二次 我随时欢迎你来挑战 说完 挺着身子 宣布 把这家伙放了 副宗主 这家伙就这么放了 白糖不解地问道 随即看向了叶云星 叶云星点了点头 一旁的小雨接道 不费他一条胳膊啊 腿脚之类的 或者一个境界的修为也行啊 好主意 叶云星笑道 小雨师妹 你废他一条胳膊 或者腿脚吧 白师妹 你废他一个境界的修为吧 遵命 小雨和白糖 摩拳擦掌地 朝肚子疼走去 肚子疼竟是有些害怕地 后退了几步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俘虏的 小雨邪妹一笑 这几天你上养好了 吃的喝的 都是天玄宗供应的 难道不应该留下点什么 作为补偿 你都说躺平了 那我就成全你 肚子疼猛地夹紧了自己的双腿 结果是 这边夹紧 这边又想逃跑 所以 便亮呛了一下 摔倒了 来了一个狗啃屎 眼看小雨和白糖就要得逞 这时 披心带月从殿外走了进来 夏北辰随即对小雨和白糖说道 好了 你们在吓唬他 万一下傻了怎么办 两位美女 嘿嘿一笑 小雨则收回了剪刀 披心带月 来到了他们面前 拱手行了一礼 夏北辰回了一礼 便说道 二位 有事要拜托你们一趟 夏兄殿 有事尽管吩咐即可 披心豪爽地说道 夏北辰指了指摔倒在地上的肚子疼 有劳二位 将这小子 护送回南疆 哦 披心带月 看了一眼肚子疼 随后带月问道 只需要送他回南疆即可 无需送回湿魂谷吗 夏北辰点头回道 南疆即可 都给他送到家门口了 剩下的路 就让他自己走吧 好 披心带月说道 这事 就放心交给我们两个即可 对了 此番前去南疆 会经过玄清宗和清兰宗 二位可以拜访一下两派 夏北辰拿出了两个乾坤袋 这些是送给他们两派的东西 还请二位代劳了 披心接过了乾坤袋 一定帮你带到 这时带月提议 夏兄弟 既然是去南疆 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 带上一些弟子 前去历练一番 夏北辰看向了叶云星 这是 云星如何看 叶云星回道 自然没问题 不过一路风险不小 不适合让新入门的弟子 前去历练 夏北辰点了点头 没错 说到这个 我倒是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 叶云星好奇地问道 让灵动进大圆满 和灵丹进大圆满的弟子 前去吧 夏北辰回道 此话一出 小雨和白糖都纷纷点头 副宗主的这个建议不错 叶云星随即也点了点头 没错 正好这些弟子 处于向下一个境界 突破的瓶颈期 或许就缺一个机缘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夏北辰笑着说道 此时就有劳诸位 通知夏侠的一脉中 附和这两个境界弟子 两个时辰后 在广场集合出发 好 几位首座阁主 立马离开了天玄殿 回自己所在的一脉去了 肚子疼听到了 要送他回南疆的话 神情一致 好一挥后 他站了起来 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夏北辰 不料 啪的一声脆响 响彻天玄殿 下一刻 肚子疼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 他的肩膀 被披心拍了一掌 小子 你又不是娘们 用不着那样 看我们副宗主吧 披心的手 没有挪开 搭在了肚子疼的肩上 肚子疼只感觉 自己的肩头火辣辣的 他万万没想到 披心的掌力 简直是太山压顶 他还不知道 披心是上古神兽呢 缓解了下疼痛感 他问道 你们当真要放了我 夏北辰 副手而立 反问 你看我们 像是开玩笑的 杜子疼听后 竟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但过了一小会后 他傲娇地说道 别以为 你们放了我 我就会对你们既往不救 哦 夏北辰笑道 莫非你将来真的要回来复仇 还是要踏平这天玄宗啊 披心轻轻地拍了拍 杜子疼的肩膀 吓得杜子疼急忙闪躲 他还真怕 披心突然地一下加重力道 那他的胳膊就得废了 披心说道 小伙子 不是我吹牛 再给你一千年 你都赶不上咱们副宗主的实力 此外 你能活着回去 不代表你能在试魂谷活到最后 你先处理好你家的那点破事 再说大话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天玄学院任教的原因 披心是越来越有老师 不 是越来越有政教处主任的犯了 批评起人来 一套一套的 而话音刚落 他便拽着肚子疼朝大殿外走去 二位宗主 我们做些准备 一边两个时辰后出发 这小子 我们就先带走了 披心一边住拽着肚子疼走 一边跟夏北辰说道 夏北辰说道 有劳二位了 路上替我们好好管教这孙子 目送披心待月离开后 偌大的天玄殿便只剩下了夏北辰和叶云星 夏北辰看着殿外的蓝天白云 也不知道这家伙回去后 能不能活过两极 叶云星则说道 拭目以待吧 夏北辰点头道 先让他们内卷一番 我们在四季而动 云星 这次如能让四孔谷在内卷重伤了元气 那对北辰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看向了叶云星 他认真地说道 届时即可登基称帝 号令北辰 再一举南下 征伐四孔谷 叶云星也看向了他 说道 好 一切以你安排 夏北辰指了指那越来越小的肚子疼的背影 如果这小子 对我们消灭四孔谷 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介意留他一条命 用以安抚试魂谷旧部 届时 可以先将他们牵到我们的眼皮底子 再将他们进行分化处置 叶云星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有你在 事情就好办多了 哈哈 你怎么感觉像那甩手掌柜了 夏北辰笑着吐槽道 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就只能躺平了 叶云星星不跳 脸不红地回道 霍霍 我发现你现在的脸皮 越来越厚了 夏北辰打趣道 还不是跟你学的 叶云星眉眼一瞥 夏北辰凑近了他耳边 你刚刚说什么 跟你学的呀 叶云星重复道 再上一句 夏北辰提醒道 我只能躺 叶云星说到这里 急忙一听 随即警惕地看着夏北辰 你该不会又再打什么坏主意了吧 既然你都说躺平了 那我就成全你 夏北辰忽然将他抱了起来 啊 叶云星条件反射地尖叫了一声 你喊这么大声 不怕被人听到吗 夏北辰坏笑着问道 随即毫不客气地 在叶云星那富有弹性的屁股上 捏了一把 混蛋 叶云星娇羞地骂道 这大白天的呢 去山洞 夏北辰抱着他 朝主殿的侧门走去 第150章 丹药 被足 混蛋 到了山洞后 叶云星满怀期待地 等着夏北辰采摘 结果 竟然把他放下后 他就在一旁炼丹了 同时拿出了一堆药草 让他按照 真灵丹谱 上的方子 进行配药 这不有两个时辰的时间吗 夏北辰看着 哀怨的叶云星 露出了笑脸 说道 在披星待月 他们带着一众同门去南江前 给他们准备点丹药 哼 叶云星白了他一眼 那你为何不去你的风地 炼去 哎呀 丝药阁这步才建起来没两天 还有很多东西 还没准备妥当吗 夏北辰解释道 叶云星指了指山洞 这里比丝药阁还要简陋 夏北辰竖起了食指 晃了晃 飞也 这里简陋是简陋了一点 可这里灵力充沛 是丝药阁无法比你的 哼 我看你是想让本宗主 给你打下手吧 叶云星像个野蛮女友一样 上前掐了掐下北辰的手臂 夏北辰 你好大的官威啊 不料 夏北辰露出了一抹邪笑 下一刻 叶云星忍不住啊了一声 并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两步 和夏北辰拉开了点距离 揉了揉自己身前的苏满 叶云星吐槽道 你个流氓 哈哈 夏北辰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随后 两个人停止了打情骂靠 抓紧时间分工合作 夏北辰将真灵顶拿了出来 把叶云星为他准备好的药材 放了进去 他的御灵炼药法 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地步 更何况 现在他已经是灵丹镜初期的修为 炼制四品丹药 已经不在话下 不过 鉴于此次参与历练的弟子 基本是灵动镜大圆满 和灵丹镜大圆满的修为 所以 需求量最大的 还是二品和三品的丹药 当然 他也会炼制部分四品的丹药 以备不时之需 拥有真灵顶和炼药加速技能的他 一个时辰的时间过后 只写的 回灵的 短时间提升实力的 增加自身防御值的 多种不同种类的丹药 被他炼制了出来 山洞内外 已然是要香味十足 甚至引来了不少山兽 在洞外徘徊 或吸收着发散出来的 充沛灵力 如此又过了半个时辰 夏北辰看着面前的一堆丹药 便满意地点了点头 北辰 这些丹药已经足够多了 何况你昨夜灭了那些宗门 也收缴了不少丹药呢 叶云星一边替他将丹药 装进不同的白玉瓶里 一边说道 嗯嗯 夏北辰点了点头 口服的倒是像你说的那样 足够多了 听你的意思是 还想练这些不是口服的 叶云星问道 没错 夏北辰伸手对着放在一旁的 真灵丹谱 一招手 书便朝他飞了过来 剩下半个时辰 练制一些防身用的 他一边打开真灵丹谱 一边指着上面的药方说道 比如 这种 叶云星凑过去一看 发现这枚丹药 竟然可以投掷 名为 催泪丹 比如 某人遇到危险的时候 打不过对方 那就跑 而跑还得有时间 争取得到才行 所以 这丹药 就是给他拿来投掷出去 然后爆破 并散发出刺鼻的味道 夏北辰之前看丹谱的时候 就仔细研究了下 这玩意 跟现代社会的瓦斯 催泪弹的作用差不多 所用的药材 都是一些味浓的 一旦投掷过去 不管碰没碰到人 都会爆破 只需一个呼吸 就能让对方泪如雨下 眼睛都睁不开 要想消除这个效果 就得需要大量的清水去清洗 夏北辰翻到了下一页 指着上面说道 这个也炼制一些 叶云星再次凑近一看 发现这丹药叫五行迷幻丹 这种丹药是一组的 每组五枚 囊括了金木水火土 五种元素 使用者可以一下子投掷五个出去 也可以丹个丹个来 五行迷幻丹 顾名思义 中招者会陷入 对应属性的幻境中 丹药的品阶越高 破除环境的难度就越高 如果被攻击的人 自身的弓法 刚好被换进克制的话 那他就凶多吉少了 除此之外 还有叫飞流直下三千件丹 名字和主流的丹药不一样 长得很 这种丹药 使用灵力催动 便会飞到敌人的上方 随即会分化出不少箭矢 届时便会像瀑布的流水一样 直落而下 如果敌人没有强大的防御方法 来抵御的话 那他极大可能地 被射成刺猬 时间关系 就先炼制这三种 非服用性丹药了 夏北辰将真灵丹谱 交给了叶云星 好 叶云星接过之后 立马和夏北辰 一起开始配药草 他配置催泪丹 夏北辰则配置五行迷幻丹 剩下的飞流直下三千件丹 待夏北辰炼制催泪 或五行迷幻丹的时候 叶云星再配置 这样可以节省点时间 时间流逝 当半个时辰过去 所炼制的催泪丹 五行迷幻丹 飞流直下三千件丹 便全部出炉了 全部四片 夏北辰 可谓是非常舍得下本 为了避免和其他 口服丹药搞混淆了 他做了一些区分 口服丹药 是散发着药香味的 而则些非口服的丹药 则是刺鼻味的 甚至在颜色上 也做了下区别 非口服药用了一些 让人毫无食欲的颜色 这便可以避免 他们误食了 时间到了 我们回去吧 叶云星提醒起来 嗯 夏北辰点了点头 将这些丹药 全部收进无尽领域后 便和叶云星 离开了山洞 山洞外的山兽们 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这天玄宗地盘上的 飞禽走兽 都快跟无尽领域里的 洞梦一样 开灵制了 一些颇有岁月的 对付境界低的修士 都不在话下 还未到广场上 夏北辰和叶云星 便看到了一批人 在广场中集合完毕了 出发 一口咬定是冒牌货 夏北辰和叶云星 随即在众人的注目下 他们两个人行了一礼 诸位勉励 叶云星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都准备妥当了没 众人齐声道 回宗主 一切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出发 好 叶云星点了点头 披星对夏北辰和叶云星说道 此次参与历练的 有三十名弟子 其中二十名 为灵动静大圆满 十名为灵丹静大圆满 这么少 夏北辰听后 问道 披星回道 其他符合条件的弟子 门派已经安排了其他任务 所以只有这三十名 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行 这三十名弟子 就交给你们二人了 夏北辰叮嘱道 一定要完整地带出去 再完整地带回来 披星郑重回道 必须的 夏北辰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刚才在后山山洞里 炼制的丹药 这些我为大家炼制的丹药 这一批的口服的 这一批是给你们 遇到危险的时候用的 接着 他将口服的丹药 给到了带月 非口服的 就给到了披星 将灵力灌到平身 即可知晓使用方式 你们在路上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一下 好 披星和带月齐声回道 然后收下了丹药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带月赞道 比起你们带队的二位 我这算得了什么 夏北辰白手道 随后他看向了大火 希望大家在这短则一个月 多则两个月的时间里 能有所突破 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归来 大火行了一礼 齐声回道 多谢宗主厚爱 那 我们出发吧 披星看了下天色 然后说道 等等 夏北辰笑道 不要着急 我还有东西要给你们 哦 披星好奇地看着他 夏北辰手一挥 下一刻 大家感觉到了一股充沛的灵力 定睛一看 赫然是一堆极品零食 这玩意 比丹药多得多 所以夏北辰出手阔绰 一下子就拿出了三十万枚极品零食 每人一万枚 他豪气地说道 领完后 就出发吧 众人一听 倒吸了一口凉气 副宗主 这也太多了吧 有弟子回过神来 弱弱地说道 是啊 副宗主 有人复合道 其实极品零食给我们每个人一百枚也足够了 何况我们是去历练的 这花钱的时候 应该不多 夏北辰笑道 哈哈 你们有这觉悟 我很开心 但是这极品零食嘛 好处多多 出门在外带多点 不是坏事 这时叶云星说道 副宗主可不缺极品零食 他给你们的 你们就收下吧 那 披星 戴月二位长老 有人看向了披星戴月 因为此行出去 一共有三十二个人 要是一人一万枚几品零食 那他们两个人就没有了 披星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小子 我的几品零食 怕是够你用上几千年了 嗨 这 这么多 因为副宗主豪气啊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客气什么哦 赶紧领了 出发去 好 大家不再犹豫 纷纷领了自己的一万枚几品零食 夏北辰叮嘱道 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 要是遇到强大的敌人 打不过 我们就避其锋芒 敌进我退 再另寻机会 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明白 众人齐声回道 夏北辰最后叮嘱 记得男生多担带点女生 谨遵副宗主教会 众人再次齐声回道 随即叶云星大手一挥 出发 带你们归来时 我会在天玄殿设宴 为你们接风洗尘 披星戴月和三十名弟子 面向他行了一礼 随后在披星和戴月的带领下 欲空而行 那肚子疼 已经被叶云星施了术法 禁锢了他的修为 以防他中途搞事 等到了南疆之后 这禁锢就会消失 还他自由 当然 那时候的他 能不能在世魂骨的斗争中 活过来 就看他自己的了 夏北辰等人则目送他们 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 直至消失在了天际后 才收回了目光 接下来的几天里 夏北辰全力协助 叶云星等人 重建四座卫星城 并且为四座城 设立了城主进行管辖 而城主 由叶云星亲自任命 天玄宗的出色弟子担任 除此之外 城主以下 设置了相关的职位 管理城中的各项事务 各职位对从城主负责 而城主对天玄宗和宗主负责 而其他城市 天玄宗也采取了 类似的方式进行管理 待到北玄建国后 夏北辰便会按照规划来 形成一套官制 并定期举行科举 吸收更多的人才 如今北玄境内 在形式上已经基本统一 那些不听话的门派 等待他们的 只有负面 不知不觉 一个月过去了 凭借着夏北辰的超能力 望东城 望西城 望北城 望南城 焕然一新 任命的城主 和其属官正是妇人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 天玄宗新扩了数千名弟子 与封信子等人谋逆前相比 规模上 已经迈上新的高度 而且 还在一些山头 扩建些建筑群 三大阁已经营造完毕 正式启用 夏北辰从天玄学院里 挑选了一些 对炼药有兴趣的弟子 组成了炼药师特别版 每个月安排几节课 教他们炼药术 当然 丝药阁负责的药田 也将由这些弟子打理 所以 此时的丝药阁 已然跟一个花园一样 各种药草的香气 弥漫在山谷 这一个月来 批星和黛月 也会时不时回传些消息 给天玄宗 因为一路历练 所以 到达南疆的时候 已经是距离出发时间 过去了二十天 所以 十天前 他们一行人到达了南疆 并将杜子藤 送回了士魂谷 面对突然出现的杜子藤 士魂谷的人都傻眼了 在他被天玄宗俘虏后不久 士魂谷便改离少主 为了让天玄宗手中的这张牌 失去威胁的作用 士魂谷便放出消息说 他已经被天玄宗杀害 因此 批星黛月等人 到达士魂谷 约定会面地点的时候 还没说上三句话 就被士魂谷的人发起了攻击 士魂谷还一口咬定 他们送回来的肚子疼 是个冒牌货 第152章 临时改地点 担忧与迷茫 十天前 南疆 南安城一家客栈里 批星老兄 这士魂谷的人可是不讲情面的 依我看 还是约他们来此座交接 万经友得知 批星黛月等人来了南疆 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后 便来了客栈拜访 而这间客栈 和老字号一样 也是他名下的产业 在夏北辰他们离开后的这段时间里 万经友基本上将整个南安城 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再加上拍卖行和老字号 他已经是南安城 吉州边几个城市最大的商人 他抖一抖脚 这几个地方都得震一震 得知批星黛月等人 要将士魂谷的前少主杜子疼 放回去的消息 他对交接的地点提出了建议 南安城处于南江北部 距离士魂谷的势力范围有点远 所以相对安全一些 万兄所言即是 但是如果不去他们指定的地点 雪峰城的话 他们是不会派人交接的 批星说道 哦 那看来 他们已经不怎么在意肚子疼了 万经友分析到 很可能会放弃他 到时候 来个鱼死网破也不一定 这个问题 我们也考虑过了 但是这盘棋下到了现在 批星坚定地说道 掀起来的是浪花 还是水花 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 才能见晓 说完 他站了起来 拱手道 万兄 此番我们带来了三十名弟子 这交接一事 我计划只带五人前去 剩下的二十五人 就先拜托万兄帮忙照看下 万经友也站了起来 握着批星的手说道 批星兄客气了 秦雅可是他们的老师 我作为他的父亲 自然会带他们如自己的家人 接着他豪气地说道 这南疆不比北玄 所以我 安排几个陵渊进大圆满 到陵海进大圆满的高手给你 他们对南疆各地都比较熟悉 相信可以帮上你们不少忙 批星想了想 说道 万兄好意 在下心领了 考虑到试魂谷的作风 我想越少人去 就越安全 所以 唉 万经友打断了他的话 批星老兄 千万不要客气 正所谓多一人 就多一份力 多一双拳头 即使试魂谷的人想搞事 也得掂量下 何况 这些高手都是身兼百战 战斗经验丰富 批星见他这么说了 便不再拒绝 第二天上午 批星和戴岳点了五名弟子 和万经友安排的六个高手 就带着杜子藤 前往雪丰城 经过了半天的路程 十三人来到了雪丰城外 雪丰城 城市的主体部分 是一山二建 而被靠着的山 高耸入云 常年积雪 一年四季 温度都比较低 尤其夏天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非常舒适 所以 不少人夏天的时候 都喜欢到这里避暑 而冬季的时候 就比较冷了 所以 冬季除了原住民之外 外地人就少了不少 现在正值秋天 还没到冷的时候 批星等人来到了雪丰城外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一股凉意 南安城的诸位兄弟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 我建议大家分散行动 但又可以互相呼应 批星对万金有安排的六个高手建议道 好 为首的一人点了点头 拱手道 全凭批星长老安排 随即他拿出了几块玉符 这是我们拍卖行的特产 传音玉符 安全起见 每人一块 方便联系 批星笑着说道 这个我有 你们小姐之前就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块 所以 这些给我们天玄宗的几位弟子便可 好 将传音玉符分发了下去 告诉他们 怎么使用后 一行人混合打乱 然后分组行动 一共分成了三组 其中两组为五人 一组为三人 三人的那一组 由批星和一名天玄宗弟子 及一名拍卖行高手组成 他们三人亲自带着肚子疼 这样安排妥当后 三组一次进城 早在到达南安城之前 天玄宗众人就已经换成了变装 所以 现在的他们 要是自己不说的话 根本不会有人看得出 他们适合身份 再加上来雪丰城的人还有不少 余目混逐间 更没人注意到他们 此时 天色已经是下午 三组人分别在一条街 不同三家客栈住下 按照与试魂谷的约定 交接的事情 安排在了下半夜 真是月黑风高好做事啊 上半夜无事 顺利地在雪丰城过渡到了下半夜 此时已经是紫时末 就在披星三人 准备带着肚子疼赴约的时候 忽然一只箭头 从窗外飞了进来 最后扎在了房间的一根柱子上 披星三人看去 发现上面记着一张纸条 天玄宗的那名弟子 想上前去取过来 却是被披星制止了 小心有毒 还是我来吧 说吧 披星隔空对着箭头伸出了右手 随即往后一收 箭头带着纸条 便被他吸了过来 一股灵力释放了出来 检测到没有毒之后 他才放心地将纸条的绳索解开 另外两人凑了过来 只见纸条上赫然写着几个字 丑时一刻 后山苍茫亭 落款处写着是魂谷三个字 苍茫亭可是在雪峰山半山腰啊 拍卖行之人说道 这些家伙 怎么说改地点就改地点 是啊 天玄宗弟子附和道 原本说在城北徐宫亭 现在却改成后山苍茫亭 而且还是丑时一刻 披星说道 现在还差一刻钟 来得及 随后 他祭出了一缕火焰 将纸条烧成了灰烬 诸位听令 他拿出了传音御符 我们三人先行去苍茫亭 其次是大约第二组 最后是第三组 达到雪线的时候 换成白衣 明白 二组和三组 立马回复了起来 披星看向了肚子疼 发现他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 甚至 眼神中还带着些许迷茫 迷茫一刻钟后的自己 最终的归属是怎样的 是活 还是死呢 或者 活的话是被囚禁 还是被监视 走到了他身边 披星问道 是不是在想你的结局 杜子疼收回了目光 看向了披星 第153章 尼玛 故意的是吧 如果待会有诈 我来掩护你们撤退 你们只管走 不用管我 披星微愣 他万万没有想到 杜子疼会说出这样的话 回过神来 他笑了笑 说道 你这是良心发现了吗 杜子疼自嘲地笑了下 摇头道 那倒不是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还是会找你们报仇的 披星爽朗一笑 接道 那我就和副宗主的态度一样 随时欢迎你找 我们报仇 随即将刚才的那只箭头 往杜子疼的手里一塞 这是你们是魂骨的东西 现在送回给你们 接过了箭头 杜子疼将其握在了手里 然后看了眼窗外 他淡淡地说道 时候不早了 我们出发吧 好家伙 你这是 把我的台词给抢了 披星说了一句后 对同伴们说道 我们出发吧 好 下一刻 几个人离开了客栈 朝城后的雪风山飞去 待他们到达了雪风山脚的时候 待越领先的第二组也出发了 越靠近雪风山 且越往上 温度就越低 好在大家都是修炼之人 对这点温度的承受能力 还是有的 到达了半山腰的时候 远远地看去 一座挂了几只灯笼的亭子 出现在雪白的松林间 那便是雪风山的苍茫亭了 拍卖行的同伴 指着亭子说道 白雪哀哀 苍茫一片 这苍茫亭的名字 取得真的应景 披星感慨道 就在他们要继续往苍茫亭飞去的时候 杜子疼叫道 等等 披星三人回头看了他一眼 杜子疼拿出了一根绳索 既然是俘虏 就应该有俘虏的样子 你们这样 他们会怀疑我们的关系 披星看了一眼他手中的绳索 随即让天玄宗的弟子 将他的双手反绑上 不过并没有给他打死结 而是做做样子即可 万一真遇到试魂谷发难的时候 他还能快速地反应过来 做出应对 随后 披星在前面 拍卖行和天选之弟子 一起有模有样地压着杜子疼 朝苍茫亭飞去 此时戴月的第二组人员 已经达到了雪线处 并换好了戴着连衣帽的白色衣裳 与白雪融为了一体 而第三组人员 也在这时候来到了山脚下 披星等人来到了苍茫亭边上的时候 看到了亭子四周 也挂上了一些灯笼 所以这地方 加上茫茫白雪 倒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 黑漆漆的一片 亭子里坐着一个人 站着五个人 而亭子外 则呈弧形站了一排 所以 人数上 起码有三十人 对比起披星这边 算上肚子疼才四个人 对方这阵势算是不小了 由于是在亭子外 他们身上的颜色 和亭子里的人 形成了鲜明对比 亭子里的人是一身黑色长袍 亭子外的人 此时被雪花给染成了白色 作者的那个人 倒是有些闲情意志 此时正在喝着温酒 见披星他们来了 便对一旁站着的一位手下 挥了挥手 这手下挥了一声事后 走出了亭子 雪花 洒在了他的头上和肩膀上 挨者何人 他来到了披星等人 面前半丈远的时候 停住了脚步 并问道 披星双手抱在身前 瞥了他一眼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我们是何人 这么久了 你们会不知道 说着 侧过身来 让出了视线 知道这人是谁吗 对方抬眼一看 借着灯笼的光看去 便看到了 被反绑着手的杜子疼 烧 烧 他刚想叫杜子疼 但声音戛然而止 没有说出 哨子后面的那个主字 毕竟此时的肚子疼 已经不是他们是 魂骨的哨主了 原来是交接人质的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后 便转回身去 回到了亭子里 在那喝着温酒的人 耳边低语了几句 那人抿了一口酒后 将碗放了下来 随后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衣领 接着站了起来 双手附在身后 朝亭子外走去 原来是天玄宗的人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请见谅 对方口头说着客套的话 动作却依然是背着手 而且 一脸不屑的样子 不过 不得不佩服你们 大老远的跑来交接 才带这么点人 披星说道 人不在于多 在于精 要全是些虾兵蟹将 哪怕站满了山头 又有何用呢 说着 他扫视了一眼 亭子内外的人 随后继续说道 用我们副宗主的话说 那全都是炮灰 听了披星的话 对方的嘴角 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而且 眼神里闪过了一丝不悦 眼见的披星 把他的神情捕捉在了眼里 但他没有去理会 对方的不悦 而是开门见山起来 人已经带到了 按照前几天的约定 我们一手教人 一手教物 按理说 确实应该这样 对方贪了贪手 说道 可我圣古的 毒精 是何其珍贵 哪怕是腾超的半本 也是价值连城 莫非你们想反悔 披星问道 反悔倒不至于 总得让我们验证下 你们的人质 是不是真的为我 试魂骨的前少主吧 看了一眼 披星身后的杜子疼 对方说道 万一你们糊弄 来了一个冒牌货 我们岂不是人才两空 对 一名手下附和道 说不定杜子疼 早已经被你们 天玄宗的人杀了 混账 忽然杜子疼喝了一声 然后对着围首的那人道 九归一 你区区一个直视 少在这里小人得志 你好好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本少主的真容 不料这叫九归一之人 却是说道 刚才已经验证过了 你真不是我们的少主 好家伙 你搁着玩文字游戏呢 披星说道 前少主行了吧 不好意思 我现在 已经不是直视了 而是心静的长老 九归一双手抱在身前 一口咬定 他也不是我们的前少主 你们就是 弄来了一个冒牌货 靠 披星忍不住爆出了 从夏北辰那里 学来的骂人的话 你嘛 故意的是吧 九归一忽然伸手 指向了披星等人 本长老宣布 天玄宗利用他人 来冒充我圣谷前少主 企图骗取我圣谷的 毒精 味觉后患 格杀勿论 第154章 看戏的人 是不是该露露脸了 试魂谷的人 听到他的命令后 立马朝披星等人围了过来 杜子腾 则站在了披星三人面前 你们这是存心 要置我于死地 九归一凶神扼杀地说道 少主有令 对于冒牌货 就要一杀了之 你 杜子腾怒道 好 那我就要看看 你这条狗有多大的能耐 话音一落 他便挣脱了手上的绳索 要对九归一发起攻击 但被披星给拽住了 稍安勿躁 随即拿出了一枚丹药 扶下这枚丹药 你的修为便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并短时间内 可以提升两层修为的实力 肚子疼没有犹豫 到了一声泄后 拿过了丹药 就扶了下去 披星则对着天玄宗的那名弟子 递了一个眼色 眼看侍魂谷的人的法宝 就要砸到他们头上 天玄宗弟子 在披星的眼色下 心领神会地 拿出了三枚丹药 炸你们鸭的 三枚丹药 被他丢了出去 形成了左中右三道弧线 侍魂谷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三枚丹药 便在他们人群里炸开了 顿时一股刺鼻的味道冒了出来 手当其中的几个人 动作立马停了下来 因为此时的他们 不仅仅是闻到了刺鼻的味道 就连眼睛都受到了影响 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他们便像急了没了亲人一样 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九龟一立马捂住了口鼻 提醒道 快捂住口鼻 这东西有问题 捂得了几时 披星这时狡黠一笑 掏出了一枚颜色上 略有不同的丹药 九龟一见状 力生喝道 节症 剩下的那些 没有受催泪丹影响到的人 马上变化起了位置 很快便在他们和披星等人中间 布了一道防御节节 小伙子们 搞错方向了 披星嘴角一撇 然后将手中的丹药 往天空一抛 九龟一等人张大了嘴巴 睁大了双眼 看着这枚丹药 划过了一道 优美的上升的抛物线 待他到达一定高度 然后下降了些许之后 立马破碎了 嗯 九龟一等人一愣 但很快就大笑了起来 这是搞笑的吗 你还不如拿个鸡蛋来砸我们 兄弟们 他们这般忽悠我们 宰了他们 看到这一幕 不仅是视魂谷的人 还是这边除了披星之外的三个人 都犯起了尴尬症 披星长老 这丹药 怎么回事啊 天玄宗弟子 弱弱地问道 披星没有回答 而是啪的一下 打了一个响指 声音刚落 视魂谷的人头顶上方 赫然出现了好些箭矢 小心 看到这里 九龟一的表情突变 像急了吃了死老鼠一样 他急忙提醒道 快躲避 搜搜搜 箭矢如雨点般 朝他们砸了下来 那些中了催泪丹的人 根本就来不及闪躲 几道哀嚎声响起之后 倒下了几具尸体 但很快 这些尸体 就被射成了刺猬 至于九龟一 运气不错 被他躲进了苍茫亭里 这才逃过了一截 除了他 还有二十多人 也逃过了一截 这还没摸到对方 几方就损失了近十人 九龟一神情 开始凝重起来 九长老 怎么办 一名手下问道 九龟一指着肚子疼说道 绝不能让他回圣谷 务必要将他截杀在此 是 剩下的手下 立马对披星等人 再次发起了攻击 给他们来刺大的 披星毫无畏惧地 对天玄宗弟子说道 好 天玄宗弟子 立马掏出了一枚丹药 就朝他们丢了过去 试魂骨的人 还以为这是催泪丹 急忙捂住了口鼻 结果 判断失误 他也不是飞流直下三千件 而是 五行迷幻丹 刷的一下 最前面的四五个人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这 看到同伴们凭空消失了 剩下的人一脸茫然 他们去哪里了 话音一落 便看到了不少泥土的碎屑 凭空出现 有一些泥土的碎屑 甚至还飞进了他们的嘴里 呸呸呸 为什么会有泥土 九龟一看了一眼四周 提醒道 他们的东西太过于诡异 都退回来 想退 披星露出了坏笑 嘿嘿 下一刻 他便丢了一枚丹药过去 结果 又有七八个人原地消失了 这下子 剩下不到十个人 不久之后 凭空见出了些水花 很显然 之前的那枚丹药 将那四五个人 拖进了土属性的幻境里 而刚才的七八个人 则是被拖进了 谁属性的幻境里 怎么样 披星看着九龟一 是不是感觉到了一股恐惧 对未知的恐惧 说着 他拿出了另一枚丹药 给你也尝尝 话音未落 他就将手中的 这枚丹药丢了出去 九龟一看着丹药 划过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朝他飞来 眼看就要砸中他了 一咬牙 他赫然拽过来了一名手下 然后朝丹药推了过去 手下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与此同时 九龟一往后退了两丈远 就这样 那手下和还未来得及 闪退的人 便被像前两拨人一样 凭空消失了 很快 便发出了一股焦糊的味道 九龟一 杜子腾间对面 只剩下四五个人了 便对九龟一喝道 今天我就让你交代在这里 披星祭出了一把剑 小子 拿着 杜子腾腾空而起 握住剑之后 便朝九龟一等人掠取 经过刚才的事情 他已经清楚 这些家伙 已经站在了他同父一母的三弟一方 他们之所以敢说 他是冒牌货 很显然是受了三弟的指示 否则给他们一百个胆 都不敢这样造次 拍卖行的同伴 和天玄宗弟子 想上去帮忙 却被披星给拦住了 不用 现在是 他们自己内部的事 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披星说着 扫了一眼四周 随后说道 正在外围暗处 看戏的人 是不是该露露脸了 披星身后的两个人 不禁一愣 这说的是谁 不可能是戴月长老吧 就在他们疑惑之际 不远处的一排松树上 刷刷地下来了一拨人 拍卖 亲自送上门 为首的人 竟然是一位女子 啪啪啪啪 女子伸出了双手 鼓起了掌 真是好强的察觉力 披星不屑地说道 只能怪你们的隐藏手段 只是雕虫小技把了 这时 肚子疼解决了九龟一的一名手下 拉开了点距离 看向了这女子 随即 她惊奇道 竟然是你 大少爷 别来无恙吧 女子看向了她 虽然口里叫着她 大少爷 问候了起来 但却是没有行李 很显然 此时的肚子疼 已经不是少主了 权力早就旁落 肚子疼没有回答她 而是问道 你该不会是和他们一样 是来要我命的吧 结果 话音刚落 女子便对自己带来的手下说道 主人有令 九龟一以下犯上 企图谋害大少爷 见者人人可诛之 是 她身后的手下们 立马对着九龟一几人 发起了攻击 一个照面下来 九龟一身边 只剩下两名属下 混账 你们不帮忙也就算了 还敢忤逆少主之令 九龟一解决了一人后 指着女子大骂 你们就不怕少主知道了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哈哈 女子大笑了起来 只要你死了 少主又怎会知道呢 随即 束手一挥 上 下一刻 她的手下 刷刷刷地 对九龟一三个人 形成了合围 面对这样的场景 僻心自然是很乐意看到的 不用自己动手 敌人就被卷死了 只需坐收鱼翁之力即可 九长老 我们掩护你 你快走 其中一人 推了一把九龟一 然而 女子岂能让她离开 立马便堵住了 九龟一的去路 回去的路 你就别想了 我还是送你 去黄泉路吧 女子嘴角一撇 露出了一抹邪笑 九龟一一咬牙 便去和她过起了招 然而自己猜 陵渊镜大圆满的修为 又如何打得过 这陵海镜中期呢 所以 三招下来 她就落了下风 第四招的时候 她猛地扑一下 吐出了一口老血 血 剑洒到了雪地上 将雪染红了一小片 九龟一捂着胸口 亮枪了两下 最后 丹西跪在了染红了的雪地上 与此同时 她的两名手下 在女子的手下合围下 没有坚持三招 便被击杀了 女子朝九龟一走了过去 手中的剑 绽放着冰冷的寒光 你 九龟一愤恨地看着她 然后话才说出第一个字 她就再也说不出第二个字了 女子赫然手起剑落 九龟一的人头 便和身子到了别 手机掉在了地上 翻滚了几下 在雪地上 留下了一条血迹 解决了九龟一 女子转身看向了杜子疼 然而 她没有再和杜子疼说话 而是对手下们说道 我们走 说完 转过身去 准备离开 等等 杜子疼叫住了她 女子没有转回身 而是背对着她 杜子疼问道 是我堂姐让你来的 女子则说道 大少爷 有些不该问的 还是不要问 杜子疼眉头一皱 然而还未等她回过神来 女子便率先腾空而起 不一会 就和她们渐行渐远 手下们见她走了 便纷纷跟了上去 就这么走了 天玄宗弟子 看了一眼这些远去的家伙 又看了一眼身边的肚子疼 唉 披心叹了一声 难搞哦 竟然带了个谁也不想接手的家伙 这任务 怎么就那么难呢 随即 她拿出了那块传音御符 将这里的情况 告诉了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同伴们 很快 二组和三组的人 便来到了苍茫亭 看到了满地尸体 并且已经有不少雪花洒落在上面 戴月随后看向了杜子疼 那女子是何人 杜子疼回到 圣谷的一位直视涂雪 隶属于我唐姐杜子韵一脉 杜子韵 杜子疼伯父的独女 在试魂谷的地位 仅次于谷主的四个孩子 早些年杜子疼的伯父去世 她唐姐杜子韵便接手了这一脉 虽然涂雪没有明说是杜子韵派来的 但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是她了 披心想了想后 再次掏出了一枚五行迷幻丹中的 火属性迷幻丹 将九归一三人的尸体 集中在了一起 然后把火属性迷幻丹丢了过去 很久 他们便原地消失了 不久就传来了一阵骄狐味 当骄狐味散去 说明三人已经不复存在 甚至 杀都不剩了 而雪地上的血迹 很快就被新的雪花给覆盖了 相公 下一步 怎么办 戴月问起了披心道 披心则看了一眼肚子疼 蠢色片刻 回到 先回雪丰城吧 第二天 披心带着天玄宗和拍卖行的人 亲自将肚子疼送往试魂谷 既然让你们交接 你们却一口咬定是冒牌货 那我就干脆把它亲自送上门 而不得不说 这试魂谷的位置也挺偏僻 左拐右拐 然后穿梭了好几个山谷 才来到了一处不显眼的地方 这要不是肚子疼带路的话 仅凭披心等人 怕是要走猴年马月都到不了 而过了那不显眼的地方后 众人是豁然开朗 如果此时此刻 夏北辰在的话 他一定会想起了 桃园鸣笔下的那个世外桃园 坐拥风景秀丽之色 甚至很多东西都能自给自足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竟然是一个邪恶组织的窝点 真是有点浪费了 很快 试魂谷的人发现了他们 嗖嗖嗖地几道光芒 从最里面飞了出来 然后停留在了他们面前 何人胆敢闯我圣谷 为首一人 立一声问道 我 一道比他的还要大的声音 从披心身后传来 为首之人一看 神情忍不住一致 一会后 他回过神来 却是一脸严肃地问道 你是何人 这个问题 反而让杜子疼的神情治了下 披心用只有他和杜子疼 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看来 他们是铁了心 不认你这个人了 杜子疼压制住自己内心的怒火 但拳头却是紧紧地攥了起来 几个呼吸后 他松开了拳头 恢复了平静 对此人说道 我要见我父亲 第156章 诱敌深入 一举歼灭 圣谷脸 没有你的父亲 对方冷然说道 杜子疼大声喊道 我要见谷主 不料 对方拿出了一块腰牌 少主有令 传我圣谷者 格杀勿论 杀 杀 杀 一片喊杀声响起 随后 试魂谷的人 便对披心他们 发起了攻击 一时间 天玄宗和拍卖行 不同颜色的竖法 与试魂谷暗黑系的竖法 交织在了一起 几经战斗 天玄宗有弟子受了伤 而试魂谷这边 则被击杀了不少人 你们快走吧 要是他们倾巢而出 你们恐怕谁也走不了 杜子疼击退了一名 试魂谷的弟子后 对披心等人说道 他说的没错 大约击退了几名 试魂谷弟子后 飞了过来 对披心说道 毕竟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人数上不占优 好 披心随即下令大家撤离 结果看到杜子疼 却是没有撤离的意思 你不走 披心一掌拍晕了一名 试魂谷弟子后 来到了杜子疼的身边 问道 我有预感 试魂谷不仅仅是 换了少主那么简单 很可能 杜子疼说到这里 便停了下来 然后改口道 我要留下来 你在开什么玩笑 披心立声说道 没看他们要杀你啊 放心 我身上有他们要的东西 他们还杀不了我 杜子疼自信地说道 随即拿出了一本书 交给了披心 披心一看 赫然写着 圣谷独仆 这便是之前说的读经了 夏北辰在他们出发前 就交代过披心 想方设法将他搞来 研究一番 这样便可知己知彼 以后和弑魂谷发生冲突 有招架之力 毕竟几大正派之前 都被弑魂谷阴了一番 不得不重视起来 杜子疼说道 这是上部 下部我也没接触到 没事 聊胜于无 披心立马将 圣谷独谷 放入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不过 我还是要把你带走 你留下来 只会更危险 说着 刚想要去拉杜子疼离开 却被杜子疼 忽然一击黑雾袭来 情急之下 披心闪躲开来 而此时 杜子疼已经转身 朝试魂谷内部冲去 保重 他头也不回地 对披心说道 这时 树道身影 从试魂谷不同的山头飞出来 披心只好避其锋芒 带着众人杀出去 至于杜子疼 那就听天由命了 披心带着众人 退出了试魂谷 但却依然被试魂谷的人追着 眼看追击而来的敌人 也要出谷了 忽然入口处 两道光芒从两侧发出 并对冲在了一起 混蛋 谁开启了防御门 有人大骂了一声 快 打开 不能让他们跑了 披心想起了刚到入口的时候 杜子疼在这里左看右看了一会 现在看来 他是在为开启防御门做准备 不得不说 这小子是有先见之名的 这道由光芒形成的门 原本是用来防御外来之敌的 此时变成了披心等人的防御门 更是试魂谷追敌的拦路门 见试魂谷的人被困里面 披心趁此机会 带着众人继续撤退 离开后不久 防御门重新开启 追 试魂谷的人 朝着披心他们撤退的方向 继续追去 结果追了几十里 硬是没追上 最后还追丢了 此时 他们正在一个山谷里 可恶 竟然被他们跑掉了 那我们先回圣谷复命吧 好 说着 试魂谷的人准备回谷 结果刚转身 几道竖法从山谷的两侧 急速飞来 嫡妻 试魂谷的人大喊起来 不料 话音刚落 就被一道竖法击中 蹦 一声闷响 他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紧接着 一枚丹药升空 在他们头顶上方 悬停了一会后 立马化作了一只只箭矢 搜搜搜 箭矢 毫不客气地 朝他们射了下去 叮叮叮 试魂谷的人 立马使用武器 或者竖法来抵挡 然而 箭矢实在是太多了 立马就倒了一大片 还是这种具备 骗杀功能的丹药给利亚 披星一脸兴奋地说道 披星长老 有无封路用的 拍卖行的一人说道 这样封住了他们去路 将他们全部击杀在此 封路 披星嘴角一撇 回道 丹药没有 但是术法是有的 说吧 他朗声下令 天玄宗众弟子听令 在 用心悬术 将他们的退路封住 一举击杀他们 是 一拨弟子立马行动起来 在戴月的带领下 堵住他们的后路 还有两拨弟子 来到了侧面两翼 防止他们从两侧的山峰逃走 就这样 一张封堵地往行程 不好 再这样下去 我们要全交代在这里了 试魂谷 有人意识到了严重性 立马提醒道 快突围 另一人说道 结果刚要往后撤退 就发现自己动弹不了了 糟了 星悬术 不少人惊骇地发出了疑问 因为在这个大陆 只有天玄宗 有这种能禁锢人的术法 那便是 星悬术 在飞流直下三千剑 和星悬术的星光副作用下 是魂谷的人再次锐减 不多时 追击而来的敌人 便在哀嚎声中被消灭了 这一招诱敌深入 成功了 天玄宗的弟子们 欢呼了起来 披星则对戴月说道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先退到雪丰城 嗯 戴月点了点头 说道 不过 雪丰城属于士魂谷的势力范围 我们此时去 要小心为妙 没错 披星看了一眼那些受伤的弟子 找个地方 让这些受伤的弟子疗伤 然后我向宗门汇报下 这段时间的情况 随后 几十个人往雪丰城飞去 北玄 天玄宗 思耀阁 也不知道肚子疼那小子 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了 夏北辰对刚到思耀阁 找他的叶云星 说道 过程虽然曲折 但也算是初步完成了 将他送回去的计划 就看他的命运不应了 叶云星分析道 好歹也是士魂谷的前少主 除非他人品不行 不然不可能没有追随者 夏北辰点头道 这些追随者 和他身上所带着的东西 很可能就是 他保命的本钱了 叶云星猜测道 话说 有没有可能 他父亲要么被软禁了 要么被杀了 所以才立的新少主 夏北辰接道 不排除这个可能 而为了稳住局势 士魂谷没有对外公布谷主的情况 第157章 白墨注入笔心 突破洞天后期 看向了四耀阁外 夏北辰副手而立 就看肚子疼这小子的命了 这是魂谷的事 先放一放吧 有一件事要跟你讲讲 叶云星走到了他的身边 站在了右侧 也看向了外面 哦 夏北辰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近日 有人在北海之兵 发现了一丝 暗海族的踪影 叶云星说道 暗海族 夏北辰眉头一皱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叶云星开始给他科普起来 暗海族上古时期的玄魔族 只是后来被正道打败 退到了海洋上隐居 便改变暗海族 这数千年来 天穷大陆 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任何新记载 仅能从一些古籍里找到 关于他过去的记载 原以为他们会在茫茫大海上生活着 不再染指天穷大陆 可北海之冰冬段 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奇怪的事 有渔民莫名其妙地 被一群不明的海洋生物袭击 袭击后 渔民浑身皮肤呈现污紫色 三日后 逐渐变样 有人头上长出了一对角 也有人手臂变长 但外形却如同鸟的爪子 还有人身上长满了鱼鳞状的东西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与当年的玄魔族卑劣手段很像 夏北辰听得 忍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什么变态功法 简直是变异啊 叶云星回到 古籍记载 玄魔族善于驯化各种妖兽 取其妖丹和精血 再用秘法炼化出 可以让他们使用的魔毒 这些魔毒有个特点 便是对人族有很大的伤害性 而对他们自己却没有丝毫的作用 夏北辰眉头一皱 还能这样 所以 现在怀疑这些渔民 便是中了他们的魔毒是吧 嗯 叶云星点头道 夏北辰认真地说道 这北海可谓是我们北旋的黄金渔场 要是被这些家伙污染了 这对我们的税收和民心 都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所以 叶云星看向了他 我想派你和小雨师妹 去一趟北海之兵 查明真相 并帮助渔民渡过难关 夏北辰二话不说 点头答应了下来 叶云星吩咐道 如若真是暗海族所为 我们便派人前去剿灭 我先探探情况吧 夏北辰说道 如果此番前去 我们能遏制住是最好的 这样可以避免南北作战 我们重点的对手 世事魂骨 叶云星点头道 嗯 你们见机行事 商量完了事情后 叶云星小鸟依人地 往夏北辰的怀里靠 夏北辰搂住了他 北辰 我体内的毒素 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清楚了 叶云星柔声说道 夏北辰低头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的脸蛋竟然红了 眉头一挑 夏北辰问道 所以 所以 今天我们一股作气吧 叶云星羞答答的说道 哦 夏北辰笑着问道 怎么个一股作气 叶云星咬着薄唇 抬头看着夏北辰 可以尽情地输出给我 你就不怕重了 夏北辰摸了摸 他那扁平的肚子 叶云星则摇头道 体内的淫魔果之毒 彻底清除之前 不会有事 那意思是 彻底清除之后 就有机会了 夏北辰停下了动作 你不是每个月的新月 与满月之夜 要交公粮吗 嗯嗯 夏北辰点头说道 不过呢 由于最近交了不少公粮给你 我发现我体内 给你度过来的毒素 也少了不少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算是要超额完成了 叶云星害羞地 将脑袋 埋回了夏北辰的胸膛 然后弱弱地说道 下次的时候 我在安全的时间段 你也可以放心地输出 罢了罢了 下次还有好些时间呢 先搞定今天的再说 夏北辰一把给叶云星 来了一个公主抱 然后一脸坏笑地说道 这死药阁今日没人来 而且又是新环境 我们试试氛围 叶云星提醒道 大白天的 你可要清点 不然被别人听到 就不好了 夏北辰却说道 怕什么 隔音节节安排 不久后 私药阁迎来了 他的第一次 人生交流的切磋 新的环境 丝毫没有让 两个人的狂热锐减 反而 有种刺激的新鲜感 就这样 两个人先是互相 做着口算题 然后做起了填空题 最后 夏北辰将白色的墨水 注入到了 叶云星那红色的笔心里 距离开始 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时辰 离别前的考试 圆满结束 忽然 娇柔地喘着气的叶云星 身上泛起了一圈 微弱的清光 看了一眼自身后 他脸上洋溢起了 一抹星月之色 这也意味着 他体内的银魔果毒素 已经全部被清除 按照以往的惯例 这个时候 他也该有所突破了 果然 就在夏北辰 这么想着的时候 叶云星身上 一道光滑打下 此时的他 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光芒 他那双深邃的眼眸 更是如同明镜一般 反映出他那过人的智慧和决断 举手投足之间 都散发着非凡的气质 看着叶云星此时的样子 夏北辰的嘴角微微上扬 有幸见识到了 洞天晋后期的诞生 当他到达洞天晋初期的时候 已经是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待光滑散去 叶云星上前紧紧地抱住了夏北辰 说道 之前的银魔果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夏北辰抚摸了下他的后背 说道 这便是 或吸服所以吧 随即他也感慨道 要不是遇见你 恐怕我现在也是个 碌碌无为之人 所以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 没了你 我恐怕不知哪年哪月 才能从恋神境突破到洞天境 叶云星点了点头 眼睛里不禁泛起了泪花 而且 这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连跳三级 经过了洞天初期 中期 到达了现在的后期 夏北辰说道 放心 我有你在 你会到达更高的境界 叶云星则说道 不过说起来 你的灵丹境初期 已经相当变态了 要是继续往前突破 我也要甘拜下风 夏北辰认真道 这样 我才能为你做更多的事 将你捧在心里 你今天嘴里是抹了蜜 叶云星看着他 笑问 夏北辰贼笑道 要是说蜂蜜的话 那是没有抹 不过你的蜜 倒是抹了不少 哼 叶云星脸色又红了起来 不正经 随即他离开 夏北辰的怀抱 将之前随意脱落在地上的衣裳 捡起来 然后穿了回去 夏北辰也把自己的衣裳穿上 北辰 小宇师妹 想明天就出发去北海之兵 你看看这时间如何 叶云星穿好衣裳 一边插发簪 一边说道 那就依小宇师姐的时间出发吧 夏北辰没有意义地回到 你可要替我照顾好她 叶云星警告道 要是她少了一根汗毛 就拿你是问 说到这里 她嘻嘻地贼笑了下 只可以给她增加东西 不能让她少东西 夏北辰眉头一皱 一头雾水地问道 什么叫增加东西 嘿嘿 自己体会去 叶云星竟是迈起了关子 时间流逝 第二天上午 天玄宗天玄殿里 叶云星为夏北辰和小宇践行 小宇师妹 北海之兵一事 就有劳你和北辰了 叶云星端起了一碗酒 对小宇说道 小宇申请严肃地回道 师姐放心 我们定会查明真相 还北海之兵一份安定 如果有什么活要干的 你尽管吩咐北辰即可 叶云星说着 和她敬起了酒 小宇看了一眼夏北辰 然后说道 打架的事交给她 夏北辰笑道 行 我去打架 你来收战利品 三个人商议了一些事情后 叶云星同时进了 夏北辰和小宇九 酒下渡 两个人辞别了叶云星 这一次 就他们两个人去 没有带任何弟子 夏北辰给炼药师班级 安排了些作业 尤其是要园子里的药草 让他们好生照料 带他回来后 还会对他们进行摸底考试 成绩好的 有奖励 店底的几个 就得受惩罚了 小宇在昨天的时候 就已经交代好了 学院的一些事 如今披心待跃都在南疆 学院剩下的事 就交给白糖 秦雅和宋明 齐轩 梁晴 陈云几位了 一路向北 临近中午的时候 两个人来到了 北旋北部的重镇 永定城 北辰 我们中午就在永定城 休息一会 打个牙记吧 小宇指着不远处的 永定城说道 小宇师姐 我还是第一次往北边走 所以这休息打牙记的事 你说去哪里 就去哪里吧 夏北辰说道 那就塌了 小宇收回了先手 然后看向了夏北辰 有些害羞地说道 北辰 以后你还是叫我小宇吧 你叫师姐 不也是名字 夏北辰一愣 随即笑着说道 好 那请小宇带路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 降落在了城门外 自从叶云星重掌天玄宗后不久 便规定北玄境内的城市 必须布置防御法阵 以此保护城内的安全 因此 不管是谁 都没法直接从外面飞进城里 要从城门进入 否则 轻则伤 重则死 第158章 这是什么取名鬼才 从南门进入了永定城之后 繁华便映入了眼帘 这永定城是天玄宗出来后 所经过的第二座比较大的城市 第一座是天玄宗的卫星城 望南城 这永定城则距离望南城四百多里 换算成公里 便是两百多公里 这里 又差不多位于天玄宗到北海之滨的半路 所以 它的地址位置 在北玄的北部 有着重要的作用 商旅不绝 且很多东西汇聚于此 相当于一个枢纽站 随后 两个人找了永定城最大的殿 永香楼 殿小二在他们还没进门的时候 就面带微笑地迎了上来 二位 要住宿 还是打牙记啊 夏北城回到 打牙记 好嘞 二位请随小的来 店小二领着他们上了楼 这永香楼 一共二层 此时一楼已经坐满了人 二楼的话 有三分之二的桌子 已经被人使用了 二位客观请问 想坐哪里 店小二问道 当然 如果想要包箱也行 正好还有一个 夏北城 则问起了小宇的意见 你觉得呢 小宇扫了一眼二楼 然后指着靠窗的一张桌子 要不 就那里吧 夏北城点了点头 然后对店小二说道 就临床边上的吧 好嘞 店小二立马先小跑了过去 然后用搭在肩膀上的 抹布擦了擦 确定干净无尘之后 便请夏北城和小宇入座 而他们两个人刚想入座 却是一道身影掠来 小二 这位置 小宇我看上了 夏北城和小宇的脚步一停 看向了这身影的主人 发现是个一副吊儿郎当的小伙子 年纪上 看起来和夏北城差不多 店小二有些不悦 但看到了这人的面貌之后 他难为情地说道 卫少 这不太好吧 嗯 对方立马丢给了店小二 一个凶狠的眼神 这眼神 吓得店小二 瞬间跟淹了的茄子似的 随后 店小二看向了夏北城和小宇 未等店小二说话 夏北城则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并微微一碰 将这欣慰的年轻男子 给挤了出去 对方立马一屁股摔到了地上 模样 甚是狼狈 你 对方坐在地上 指着夏北城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竟然赶紧小爷我 夏北城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对着小宇说道 坐吧 小宇随后坐在了夏北城的对面 店小二知道欣慰的不好惹 急忙上去扶起他 温少 您没事吧 谁知 好心荡成了驴肝肺 啪的一声脆响 店小二就感觉到了 自己的脸火辣辣的 下一刻 脸蛋上竟是多出了一个手艺 红红的手艺 店小二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没有修为 被已经是林渊静的对方 呼了一巴掌 哪里吃得消 很快 他的鼻子和嘴角 都流出了血 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这人是谁啊 竟然这般蛮不讲理 就是啊 竟然对一个没有修为的人下手 噓 你们有所不知 这是我们永定城世家大族的公子哥 卫生精 那也不能这般嚣张跋扈 可人家有嚣张跋扈的资本啊 此话怎讲 他可是北海之兵的 新晋丹簧球雕师的关门弟子 什么 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难怪这么嚣张 原来这小子是个炼药师啊 夏北辰和小雨 听到了周边的人的议论后 大致对欣慰的这小子 有了一个了解 吃瓜群众们说的没错 这家伙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不仅仅是永定城世家大族的公子哥 还是北海之兵 新晋丹簧的关门弟子 这可是奶妈职业啊 炼药师的重要性 夏北辰自己很清楚 不过 这小子的名字倒是 把夏北辰给逗乐了 虽然这个世界 没有姨妈精致玩意 但他作为一个穿越而来的现代人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忍不住暗笑了 这特么都是什么取名鬼才 才会帮他取这个名字 他爷爷 他父亲 该不会是他母亲吧 这小子如此嚣张跋扈 必须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殿小二被卫生巾打了一巴掌后 猛逼了好一会 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竟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也就是在这时 一样东西忽然飞进了他的嘴里 入口即化 入喉清凉 接着 那清凉的感觉 传遍全身 很快 他鼻子和嘴角的血都止住了 那手指印 也消失了 快要肿胀起来的脸蛋 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小二 把你们这里的招牌菜都上一份 夏北辰吩咐道 再上两滩酒 结果殿小二 还没从这突然的反转中 回过神来 直到小宇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才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去吧 这里交给我们 小宇柔声说道 殿小二点了点头 然后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先跟掌柜回报下 卫生巾左手揉了揉 自己的屁股后 蹦的一声 竟然是他的右手 一巴掌拍在了桌面上 而这右手 就是刚才招呼了 殿小二巴掌的那只手 结果 他的手拍在桌面上 想要收回去的时候 却是发现 根本没法动弹了 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手掌 跟被钉在了桌面上似的 夏北辰忽然寄出了一把匕首 你 你想干嘛 卫生巾慌了 他急忙看着夏北辰手中的匕首 接着 寒光一闪 他便看到了 匕首由高到低扎了下来 他条件反射地闭上了双眼 大喊了起来 伴随着的是一道入目的声音 手指上 也是湿湿的 难道 是血 断了 卫生巾瑟瑟发抖地睁开了眼睛 原本以为断了手指的 发现却根本没有断一根 至于那湿湿的 竟然是眼前的这人 不知道从哪里拿过来了一坛酒 然后往他手指上挡 至于那把匕首 则稳稳当当地 从食指和中指的指缝里 扎入了桌面的木头里 虚惊一场 他额头都冒了痘大的汗 可现在 手指是没断 却还是不能收回自己的右手 你 你对我使用了什么药法 卫生精致问道 第159章 不好意思 我早就炼制出四瓶了 对付像你这样的渣子的妖法 夏北辰将酒坛子轻轻一推 就将他推到了隔壁桌上 谢谢你们的酒 客气客气 旁边那桌回道 夏北辰大气道 今日这二楼的诸位的单 我来买 想喝什么 吃什么尽管点 真的假的 众人一愣 有人试探性地问道 出门竟然遇到这等事 众人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童所无欺 夏北辰立马拿出了一个乾坤袋 丢给了隔壁的那桌 这些够整个二楼的韭菜钱了吧 够了够了 隔壁那桌点头道 其他人一喜 信了 夏北辰豪气地说道 多得你们另行处理吧 多谢兄太 夏北辰摆了摆手 随后看回了这位生精 你这手 倒是挺细皮嫩肉的 说吧 把扎在桌面上的匕首拔了出来 卫生精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瞪大了双眼 你 你想干嘛 声音都发颤了 刚 刚刚那你也听说了 我可是心境丹黄的弟子 你要是动了我 你将会死得很惨 夏北辰的视线没有看他 而是一直停留在匕首上 一边用手拇指去刮一刮 一边问道 那你自己呢 是个什么级别的炼药师 卫生精挺了挺胸膛 傲娇地回道 小爷 我已经可以炼制出三品的丹药了 此话一出 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三品 他好像才临缘进大缘满 不愧是丹黄绸雕师的弟子 假以时日 成就不会低 按照这样推断 林海静的时候 怕是能炼制出四品丹药了 是啊 卫生精听着周围的人的议论 脸上的傲娇不紧 更是眉飞色舞的 就在吃瓜群众们惊讶之际 夏北辰却是冷冷地呵呵了一声 林园进大缘满财三品 呃 众人一听 惊讶了 莫非 夏北辰扭头看向了卫生精 说道 我邻居进的时候 就已经能炼制出三品的丹药了 什么 不管是卫生精 还是周围的吃瓜群众们 这一次 惊讶地发出了声 卫生精好一会之后 才回过神来 直直无无地问道 你 你现在能 能炼制多少 多少品的 呵呵 不好意思 夏北辰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 举起了四根手指 已经可以炼制四品 什么 四品 众人再次一惊 有人正在喝酒 听到他的话后 被呛到了 因为 现在的夏北辰 也才林丹靖出气的修为 林园进大缘满的卫生精 也只能炼制出三品的丹药 他递了将近个境界 竟然可以炼制出四品了 就在众人惊讶的时候 卫生精却是大笑了起来 哈哈 笑死我了 你要是说 你能炼制出二品 我肯定不会笑话你 可你一开口 就说四品 你吹牛也不用这样着急吧 没有理会他的话 夏北辰嘴角一撇 随即心念一动 几样药草 便从卫生精手指上 带着的空间戒指里 飘了出来 卫生精没有一皱 自己的空间戒指 竟然可以被他操控 随后 夏北辰将真灵顶记了出来 卫生精再次笑了 啊 你拿我的药材就算了 可你拿着丁点大的药顶出来 是看不起我的药材吗 夏北辰则说道 顶不在大小 而在于炼药之人 有没有炼制的水平 说着 夏北辰将匕首交给了小宇 由小宇看着卫生精这小子 使用灵力 将真灵顶的盖子打开后 手对着药材轻轻一挥 药材便进入了药顶里 好家伙 直接在这里炼制起来 一时间 二楼的所有食客 都朝这边投来了目光 甚至在一楼前台的掌柜 在接到刚才电小二的反馈后 也匆忙地赶了上来 却不曾想 遇到了这难道的一幕 不过 他有点担心 万一炼制四品的丹药失败 会不会把他这二楼都给炸了 虽然药顶不是很大 但是炸起来 也不好受 看好了 夏北辰提醒了一具卫生精后 双手对着真灵顶 释放出了灵力 灵力瞬间化作了淡蓝色的火焰 哦 有人惊呼了起来 竟然是御灵炼药法 什么 传说中失传了没有一万年 也有八千年的御灵炼药法 真是火久见了 没想到能在有生之年 见到传说中的炼药法 卫生精作为新晋丹黄的徒弟 自然也听说过这御灵炼药法 可数千年过去了 已经没有人会这种炼药法 现在却是 这一度让他怀疑 夏北辰的是不是御灵炼药法 时间流逝 永香楼赫然洋溢着一股浓郁的药香味 这惹得一些非二楼的好事者 上来一探究竟 所以 丹药还没炼好 这二楼就快挤满了人 这搞得掌柜不得不安排人手 控制点人上来 也因此有些人不甘心 就爬到了对面的店铺的二楼看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 夏北辰像一个耀眼的明星似的 不久后 药顶的盖子打开的时候 竟然像剑一样 发出了一声悦耳的剑影 随即七彩光芒从里面绽放而出 一颗丹药 从里面飘了出来 众人 再次吃了一惊 当七彩光芒散去 丹药露出了真面目 上面 竟然还有很清晰的丹蚊 还散发出了光泽 果然是四品 有人激动地大喊了一声 但是 好像比其他四品的丹药 香气更浓郁 丹蚊也更清晰 我感觉它介于四品和五品之间 夏北辰将悬浮在半空中的丹药 拿在了手里后 对卫生巾说道 你所谓的三品 我要炼制的时间可以缩减大半 说着 他再次从卫生巾的空间戒至里 拿出了一些药材 将药材丢进药顶后 夏北辰再次炼制起来 大家再次投来了目光 结果几个呼吸间 药香味就出来了 这 这也太快了吧 我的天啊 又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丹药成了 七 夏北辰轻喝一声 真灵顶的盖子再次打开 一枚散发着清光的丹药飘了出来 三品 夏北辰将这枚三品丹药 递到了卫生巾面前 看你有点虚 这枚三品雇员金丹就送你了 不用谢 第160章 后会有期 毫无人性 卫生巾脸色忽然一下就红了起来 他怒道 你 你压的才是虚呢 夏北辰则劝说道 兄弟 在这里承认自己虚不丢人 要是在关键时刻 当着女伴的面虚了 那就丢人了 呸 卫生巾一甩一袖 然后气急败坏地说道 小爷我今日就不跟你计较了 下次别让我再遇到你 夏北辰则笑着说道 我觉得 我们后会有期的 卫生巾弄了奴嘴 暂时想不出什么回怼的话 于是冷哼了一声后 便离开了 见他离开 周围的吃瓜群众们 欢呼了起来 诸位 好戏已经结束 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哈 夏北辰对他们爽朗地说道 我买单 此话一出 欢呼声更大了 这时 夏北辰看到了掌柜和殿小二 于是招呼了他们过来 掌柜的 这一楼和二楼客人今日的账 寄我的 说着 他拿出了一袋极品零食 掌柜接过之后 眼睛瞪得比他门口处挂的灯笼还大 够不够 夏北辰问道 够 有多的 掌柜急忙回道 夏北辰则说道 有多的话 就拿来做好事吧 好 掌柜功声回道 那我便收回一半的成本即可 剩余全部来了不失 兄台大义 听到夏北辰和掌柜的对话 在场的食客们 纷纷向夏北辰敬起了酒 掌柜的 我们这桌的酒菜 夏北辰则问起了掌柜 掌柜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然后说道 抱歉 我这就去吩咐他们快点 说着 他便下楼去了 亲自去后除催 小二 看着也要离开的店小二 夏北辰叫住了他 客官 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店小二转回身来 问道 这没丹药送你了 夏北辰豪爽地 将三品丹药递到了他面前 这 店小二受宠若惊的样子 不过随后他尴尬地说道 客官 我还没对象吗 所以 这 这丹药我也用不着 哈哈 夏北辰看着他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即他解释道 这丹药 根本就不是什么雇员金丹 而且隐气聚灵丹 店小二摸了摸后脑勺 一脸都不解 别说他了 一些时刻也同样不知道这玩意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不过 时刻技术那么多 自然就有董哥 所以 有人惊呼道 我听过 他可以让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在服用后 只要调息得当 最快可一日 最慢也是三日 就可以迈入练气初七 原来如此 有了隐气聚灵丹 以后小二就不用被人欺负了 夏北辰面带微笑地问道 听到他们说了的吧 不用我再解释一遍 给你听了吧 不用不用不用 店小二急忙摆手道 可是 这丹药太贵重了 我受不起啊 这时小宇说道 你就拿下吧 丹药对于他来说 跟一颗糖没什么区别 刚刚你也看到了 他几个呼吸间 就能炼制出了三瓶丹药 要是二瓶 一瓶 更是一眨眼的事 店小二听后 颤抖着双手 接下了三瓶影气聚灵丹 一激动 更是想要跪下来 给夏北辰道谢 夏北辰急忙扶起了他 无需客气 这丹药 就当我感谢你 刚才维护我们的权益 对了你的伤 好了吧 店小二回道 多谢公子关心 已经痊愈了 夏北辰点了点头 好 店小二将丹药 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啊 公子先坐 我去给你上菜 等等 夏北辰再次叫住了他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这丹药你现在就服下 店小二听话地回道 行 于是将丹药拿了出来 当场服下 入口即化 什么感觉啊 有人好奇地问道 温润 店小二感受着 一股暖流 从喉咙缓缓地下降 然后往其他地方扩散 既然他送了你丹药 那我便送你一本功法吧 刚才那好奇之人 拿出了一本功法 属于低阶的防御功法 适合练气器的修饰学习 这 店小二不好意思起来 拿着 那个人也是豪爽之人 一把将功法塞进了店小二的手里 大男人的默默唧唧 可不行 多谢 店小二感谢了一句后 给夏北辰和那个人鞠了一躬 随后下楼去忙活了 刚下去不久 就又上来了 与此同时 还有掌柜和两个小伙计 招牌拆上了五六个 掌柜亲自给夏北辰和小语满上 二位客官 慢用 道了一声谢后 夏北辰和小语吃了起来 正所谓 人是铁 饭是刚 修士可以好几天不吃不喝 但却没法做到彻底的壁骨 毕竟 还没成仙呢 再说了 这世上 有没有仙人 还不知道呢 也不知道 带夜云新修的通天大圆满后 会不会像传说中的那样 渡劫 然后飞升 就在夏北辰想着的时候 小语将酒凑到了他面前 在想什么呢 这时候 不该干一杯吗 夏北辰回过神来 露出了笑容 拿起了自己的碗 与家人共饮 幸会幸会 两个人干杯后 便饮了一口 放下酒后 小语问道 平日里怕是没少跟师姐共饮吧 夏北辰心道 酒倒是没喝多少 这整倒是供了不少次了 拿起了酒坛子 给小语满上 夏北辰笑道 在什么山头 唱什么歌吗 小半个时辰后 两个人吃饱喝足 时刻纷纷离开 走之前都感谢了一番夏北辰 甚至还有妹子打听起了他有没有对象 哪怕小语在身边 还问缺不缺铜藏之人 这让夏北辰好一阵尴尬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在青楼喝花酒吗 小语为了缓解他的尴尬 拉着他离开了 刚下到一楼门口 就看到掌柜的正在带着一群人 在一侧布施 有粥 有饭 还有菜 甚至酒都摆出来了 看着在忙碌的掌柜和伙计们 夏北辰没有去打扰他们 而是和小语离开了这永定城 继续赶落 第161章 出手相救 接下来 途径的两个城市 夏北辰和小语都没有逗留 并于晚上到达了北海之冰 这北海之冰还未到冬季 所以还没有冰封 不过 在往北的一些海岛 倒是白茫茫一片 眼前所见 只是北海之冰的一个区域 这也是北海之冰最为繁华的地带 因为正好有一条河 在这里汇入大海 不仅人口比北海之冰的其他地方多 就连渔场也多不少 而且 水产更丰富 最关键的 景色宜人 海风送爽 这片地方 开发成海滨旅游胜地也不错 小语提议 北辰 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 再去找些线索 夏北辰点头道 那找一渔民家住下 还可以打听下情况 小语面带微笑地说道 英雄所见略同 就在两个人想找一户渔民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阵嘈杂声 从不远处传来 夏北辰和小语看去 发现几十丈外 聚集了不少人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后 便那边赶去 一个老头正半躺在地上 央求着几位 身穿统一制服的年轻男子 新人饶命啊 再给我们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我们必定将你们要的东西奉上 臭老头 前三天前 你就是这么说的 其中一男子 一脸不悦地反驳道 老头只好竖起了两根手指头 那两天 两天也不行 男子傲娇地回道 就一天 一天 周围的人听到这个时间 都惊讶了 那么凶险的地方 去采集所需的东西 别说三天了 三个三天都难熬 不料另一个男子 扫了他们一眼后 他们立马闭上了嘴 不敢说话了 老头一咬牙 好 一天就一天 这 周围的人听后 脸上露出了愁容 记住了 明日这个时候我再来 要是交不出来 我就拿你孙女做敌啊 刚刚那男子 吓起了最后通牒 这时 他的视线看向了 老者一旁的一位 花季少女 他看起来的样子 正在担惊受怕地 缩在一旁 男子朝他走了过去 还猥琐地伸出了 自己的舌头 舔了舔自己的嘴巴 啊 看到男子的样子 少女尖叫了一声 老头健壮 急忙起身过来 护住自己的孙女 让开 男子想要去扒开老头 结果 手相碰到了一块钢板似的 崩的一下 很快 手肘都肿了起来 一阵痛感袭来 男子错愕地转头看来 发现一个 和自己年轻差不多的男子 站在了他的身边 你是谁 回过神来 男子眼神凶狠地 盯着夏北辰问道 我是来教训你的正义之人 夏北辰说着 一把掐住了他的腮帮子 刚才不是很猥琐地伸头的吗 来 现在再伸出来看看 对方已经被掐得无法说话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什么玩意 这么丑 夏北辰和小语回头一看 正看到几个人气冲冲地 从这边赶来 还有人将挡在路上的行人 给扒拉开了 这不是刚才那些 灵要倒的弟子吗 夏北辰说道 好像 有个熟人 小语发现了人群中 有个人眼熟 夏北辰随后也发现了 有喝 还真是 没错 那人正是之前在永定城遇见的卫生精 这时 卫生精也注意到了他们 在看到他们的那一刻 他急忙来了个急刹车 你 你们说的 是他们 卫生精颤抖着语气问道 大师兄 就是他们 是不是激动地说话都发颤了 卫生精的二师弟指着小语 那牛很正 到时候给你双修 听到他的话 原本有些耸了的卫生精 立马来了精神 那小子炼制的丹药牛皮 但不代表他在身手上也牛皮 再说了 现在好几个师弟都在 他们最低修为 也是灵动静 正所谓 双拳难敌四手 怎么也得把他给虐一遍了吧 至于他旁边的那妹子 嘿嘿 今夜 我要好好待他 卫生精脸上的表情 竟是越想越猥琐 现在小语的修为 为了掩人耳目 已经被他隐藏到了 灵丹镜大圆满的修为 只比夏北辰的修为 刀出三七 所以 卫生精想要把在永定城 丢下的面子 在这里找回来 夏北辰看了一眼小语 小语 他们想打你的主意呢 师姐说 让你保护我 你可不能让我受到伤害哦 小语像只小猫咪一样 躲到了夏北辰的身后 夏北辰无语 公子 姑娘 我们走吧 不要理他们 老头见情况不妙 便提醒起来 小语从夏北辰的身后 挪不到了老头和小暖的身边 大叔 没事 今天让他帮你好好教训一顿 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 这 他们的大师兄 是丹黄球雕师的青瘦弟子 比那几位其他长老的座下弟子受器重 老头怕夏北辰打不过 和惹不起卫生精 小语说道 大叔 你有所不知 死在我这师弟手里的炼神镜坏人 怕是一只手的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了 所以 这几个小喽啰 不够他撒牙缝 就算是他们的岛主来了 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大叔一听 露出了矛盾的脸色 毕竟 夏北辰的修为境界摆在哪 虽然自己不是什么修道之人 但却知道 高一个境界 就是天壤之别 这时 卫生精等人 已经来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小语则带着老头和小暖 往后退了一点距离 把这场地 留给夏北辰来发挥 诸位师弟们 把这小子弄残废了 再把那小妞拿下 我给你们每个人 送一枚三品丹药 卫生精摩拳擦掌地说道 大师兄威武 底下的师弟 也是摩拳擦掌 随即拉开了阵势 准备围攻夏北辰 夏北辰则寄出了一枚丹药 哈哈 卫生精看到他手里的丹药 便大笑了起来 还没打开就嗑药了 你行不行 你以为这丹药 是我要吃的 夏北辰眉头一挑 然后将手中的丹药甩了出去 与此同时 立马提醒周围的人 捂住口鼻 卫生精等人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看到那甩过来的丹药 在他们人群中 嘣的一声 赫然炸开了 一绿白烟飘散而出 同时伴随着一股恶臭 哦 哦 卫生精等人毫不防备下 闻到这恶臭的气味 直接让他们的体内 是翻江倒海的状态 有两个湿地 更是受不了这臭味 立马呕吐了起来 就差没把自己的胃 给呕出来了 小雨则在夏北辰提醒的时候 很及时地 在她和老头 小暖的身周布了一道结界 所以 气味蔓延不到他们 而其他的路人 则趁机躲得远远的 就这样 卫生精等人 几乎是把这臭味给毒响了 一会后 当臭味消散 他们已经是被熏得晕头转向 这是什么玩意 这么丑 有一位师弟 含着泪哭诉着 诸位师弟 既然他这么不讲武德 我们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卫生精忍无可忍地 率先扬起了拳头 朝下北辰冲来 结果冲到一半的时候 身子骨竟然软绵绵的了 简直是有气无力 其他人也是一样 好累啊 不行了 我要躺下了 我也是 就这样 三三两两地躺在了地上 卫生精修为比他们高点 倒是没有躺倒在地上 但身子勾搂着 已经挺直不了 行不行你们 夏北辰竖起了食指 晃了晃 欣慰的 我早就说你虚了 送你三品雇员金单 你却不要 你 你个混蛋 敢对我们灵药岛动手 灵药岛绝不饶你 话说得挺严重 但难以掩盖他的虚弱 夏北辰拍了拍手 然后朝他走去 快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手里多出了一条绳子 卫生精咬牙切齿 却不再逞强 想要溜之大吉 等后续有机会再找夏北辰算账 又想走 你刚才说话的样子 不是挺能耐的吗 夏北辰一把将绳子丢了过去 没想到 这绳子早就套成了圈 所以 往卫生精身上丢去之后 立马将骑像一匹马一样套住了 化身成套马的汉子的夏北辰 冷笑起来 别走啊 还没完够呢 你 你想对我做什么 卫生精颤抖下身子 我可是丹黄的弟子 你要是在北海之冰动我 你就真的完蛋了 他那躺在地上的二师弟 艰难地翻过身来 看着夏北辰 没错 我们 我们可是临要岛的弟子 我们是不是丹黄 嗨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口嗨 那我就让你们嗨个够 夏北辰操控起了绳子 很快就把他们给全部捆绑在一起 接着将他们全部丢到了海滩上 海水 时不时滑地一下 冲刷着他们 海水 猛地灌进了他们的嘴里 把他们弄得够呛的 你 有人想骂夏北辰 结果刚一张开口 海水又冲过来了 第163章 打得一手好算盘 可嗨嗨 把他呛得剧烈咳嗽起来 夏北辰拍了拍手 随即便有不少东西 从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飘了出来 我的药材 花 海水 很快又堵住了他们的嘴巴 夏北辰将他们身上带的药材给横扫了 全部收进了无尽领域里 随后他回到了小雨三人面前 我们走吧 老头和小暖 却是还未回过神来 眼前的这个人 竟然一下子就把对面一群人给制服了 大叔 我们走吧 夏北辰见他们没反应过来 便再次提醒了一次 这一次 老头和小暖才回过神来 好 好 我们走 四个人转身 头也不回地朝家的方向走去 二位 刚才多谢你们相救 否则 老头一脸心酸地 感谢起了夏北辰和小雨 大叔 此乃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夏北辰白手回道 这会 四个人走到了一间屋子前 老头推开门 寒舍简陋 还望二位物嫌弃 大叔哪里话 我们怎么会嫌弃呢 夏北辰和小雨纷纷回道 将他们迎进了屋子后 小暖很懂事地去给他们倒了两杯水 哥哥姐姐 请喝水 多谢 夏北辰和小雨接过了水 道了一声谢后 各自喝了一口 对了 刚才听说 小暖的父母 是为了去找那海浑草和金落草 而遭遇了不幸 那林药岛 为何要你们去找这些东西啊 夏北辰放下了水后问道 老头摇了摇头 回道 这个 我们也不知道 林药岛并未说明原因 夏北辰又问 他们不支付报酬给你们吗 这么凶险的事 不能白帮他们做吧 老头怒道 有个屁 全都是逼着我们去的 隔壁老李家本来不想去的 结果每次打得于回来 都被他们收缴得一干二净 这 这还让人怎么活啊 夏北辰和小雨 面面相去 这他们是白嫖啊 既然他们这么作恶多端 为何你们不派人去天玄宗告状呢 小雨回过神来 问道 老头晃了晃手臂 说道 没用的 之前有个年轻人 好不容易走到了永定城了 结果被林药岛的人抓了回来 现在还不知道情况如何了 我看啊 多半也是凶多吉少了 老头补充道 北海之兵的海货 基本是林药岛低价购入 然后高价转卖去其他地方 哼 小雨冷哼了一声 一拳砸在了桌面上 愤然道 林药岛弟子也有数百人之多 他们哪怕再不计得修为 也比你们强 为何他们不自己去呢 林药岛练药是一流的 但却不像我们那样熟悉水性 老头自豪地说着 别看我们北海之兵的渔民 没多少人修真练道 但潜水的本领 可不是说说而已 因为我们有避水绝 潜入海里 可以两个多时辰之久 然后说着说着 他的脸上露出愁容 唉 他叹息了一声 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优势 如今却成为了我们之命绝了 小雨则摇头安慰道 大叔 这不能怪碧水绝 要怪 也是怪这林药岛 夏北辰听了老头的话 发现他们真的没有修为 去海里寻找海魂草和金落草 别说是 他们没有修为之人了 哪怕是有修为的修士 也是凶多吉少 这林药岛 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不过 林药岛这个事 必须也要解决 否则 北海之兵 永无宁日 如今渔业被他们垄断 这对天玄宗来说 也不是个好事 直接影响了税收 夏北辰猜测道 看来 之前卫生金那小子去永定城 想必就是要探探 有无人离开北海之兵去告状 老头探道 唉 他们每天都会派些人去盯着 不管是城镇 还是山间小路 小雨说道 如此一来 这北海之兵 岂不是成了他们掌中之物 随他们拿捏 二位有所不知 进入北海之兵的那一刻起 你们就会被人监视了 老头看了一眼门外 恐怕 待会还会有人来找你们麻烦 夏北辰嘴角一瞥 无所谓地说道 大叔无防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不知二位来我们这里 要做什么事呢 老头好奇地问道 实不相瞒 我们二人来自天玄宗 小雨介绍起来 我是天淑峰长老 这位公子 是我们天玄宗副宗主 啊 老头听后 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随即他起身 后退了两步 对着夏北辰和小雨 就要行礼 夏北辰急忙一个剑步上去 拦住了他 大叔 使不得 我们二人此次是微服到来 还望大叔不要张扬 所以叫我小夏即可 身份已经亮明 小雨便开始打听起暗海族一事 近日 是不是有渔民莫名其妙地 被一群不明海洋生物袭击 老头点头道 没错 而且 我们的渔民被袭击后 浑身的皮肤呈现乌紫色 三日后逐渐变样 夏北辰接问 听说有人头上会长出一对脚 也有人手便长 但外形却如同鸟的爪子 还有人身上长满了鱼鳞状的东西 老头再次点头 没错 咦 你们都知道了 自然 夏北辰说道 我们天玄宗 怎么会忘记你们呢 老头说道 我们私下一论 这灵妖岛 很可能便是这袭击事件的始作俑者 夏北辰则问道 不知大叔可否听说过暗海族 老头摇头道 不曾听过 那玄魔族呢 夏北辰又问 老头还是摇了摇头 也不曾听过 看来 这个种族 只有在古籍里 才能看到记载了 小夏 那这个所谓是暗海族是什么来头 老头好奇问道 于是 夏北辰给他讲起了来北海之兵前 叶云星给他讲过的暗海族历史 老头听后 问道 所以 你们怀疑 我们渔民被袭击一事 和暗海族有关 夏北辰点了点头 没错 小宇接着问道 对了 大叔 灵药岛可有人像渔民那样被袭击 老头坚定地说道 据说没有 哦 夏北辰和小宇再次互相看了一眼 那就有猫腻了 啊 忽然 院子里传来了一声尖叫 夏北辰和小宇眉头一皱 这声音好熟悉 是小暖 小暖给他们倒了水之后 便出门了 夏北辰搜的一下 掠了出去 第164章 什么年代了 还悦无非行 只见屋外小暖 正在被一个人挟持住了 他们的一侧 则站着好几个人 卫生精 你呀真的是阴魂不萨啊 看了一眼 他们浑身湿漉漉的样子 夏北辰说道 小子 赶紧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 否则 小门可要带回去了 卫生精威胁起了夏北辰 你今日敢带走他半步 我便废了 你一条腿 夏北辰面对他的威胁 非但没有退去 还反过来威胁起了他 好好好 你有种 卫生精随即手一甩 转身说道 我们走 把这小娘们带回灵药岛 给长老们当炉顶双修 不料 话音未落 一阵风袭来 下一刻 一阵哀嚎声传开 蹦 一声闷响传出 卫生精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 嘴里大喊叫 爆了 但 但爆了 他的几个师弟 这回才刚转过身 然后急忙脚步一停 看到了他们的大师兄 正在拱着身子 捂着自己的装部 他额头上 也冒出了痘大的汗 脸色 也变得铁青 而这一幕 被一些露出的人看到了 都好奇地做起了吃瓜群众 有人笑道 原来废他一条腿 是这一条啊 这腿要是废了 那他整个人都废了 这时 老头和小雨从屋里出来 看到自己的孙女被挟持了 便喊道 快把我家小暖放了 说着 便操起门口的一根棍子 就要冲上去救人 小雨急忙拦住了他 说道 大叔 交给他来处理吧 夏北辰则没有理会 刚被自己踢爆弹的卫生巾 静止地朝那挟持了 小暖的男子走去 这男子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此时的夏北辰 眼神里充满了杀气 也就是这眼神 看得男子心里发毛 快 拦住他 他急忙向身边的师兄弟们求助 结果话刚说完 就发现 夏北辰已经到了他面前 这速度 将他吓了一跳 下一刻 一样东西赫然捶打在了 他的手肘上 直接击中了麻精 就是这一下 他挟持着小暖的手 猛地一松 夏北辰则趁机将小暖拉了过来 这时 男子的同门师兄弟们 才反应过来 急忙朝夏北辰发起攻击 结果 一把锤子搜的一下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就是这把锤子 刚才击中了挟持小暖的男子的麻精 锤子忽然便大了几倍 朝他们袭来 一个个急忙寄出自己的武器来抵挡 结果武器迸发出了火星 随即连带着人都被震退了好几丈远 夏北辰飞身而起 随即跳跃到了小雨和那老头的面前 将小暖交给了小雨来照顾 锤子这时则是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把剑 下一刻 夏北辰朝他们飞掠而去 争的一声 发出了剑音 随即和夏北辰会合 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一道虚影在灵耀岛的几个人之间穿梭 速度快到 他们没法看清楚 而且 他们身上 一阵皮肉裂开的疼感 袭上了心头 鞋 也随之见了出来 当夏北辰的身形 再次出现在小雨等人身边的时候 灵耀岛的这些弟子 已经挂彩 每个人的身上 都被划拉了一剑 一个个伸手捂着伤口 脸上纷纷露出了难受的神色 今日这些伤 就当是给你们灵耀岛的一份见面礼 夏北辰说道 希望下次见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还能活着 从我眼皮底下离开 哼 这时 有人不服气地怒道 伤了我们 还敢口出狂言 说着 他拿出了一块拇指大小的玉片 然后用力一捏 玉片便给他捏碎了 这时 一道绿色的光雾 冲天起 最后在天空扩散开去 没有发出什么爆破的声音 也没有像响敌那样 发出刺耳的声音 不过 夏北辰一眼就看出 这家伙的目的 那便是 搬救兵 莫非是叫你们那丹黄岛主 来给你们找回面子 夏北辰收回了目光 淡淡地说道 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 从天际传来 哄 紧接着是 是一道破空声 天空风云涌动 持续了一小会后 便献出来了一个 脚踩八宝葫芦的 长着八字胡 挺着大肚子的中年男子 大胆小儿 我们岛主启示 你想见就见的 这大肚子男子 看了一眼夏北辰 眼神里 充满了对他的轻视 区区一个灵丹镜 还劳烦不了我们岛主 我来收拾你即可 夏北辰嘴角一瞥 说道 什么年代了 还欲物飞行 语气里 满是嘲讽 而夏北辰刚说完 身子就消失在了原地 还未等那大肚子男子 反应过来 夏北辰就到了他的面前 玉空才是王道啊 夏北辰说着 一箭劈去 刷的一下 将葫芦的一端 给削去了一剪 结果 葫芦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嗖的一下 窜了出去 在空中不规则地晃动了几下 混蛋 竟敢坏我饱饿 大肚子男子气到 输可忍 审不可忍 你压是逗逼吧 夏北辰骂道 结果 话音还未落 就有到了对方的面前 大肚子男子 表情猛的一致 这 这人 速度好快啊 在他惊讶的时候 夏北辰毫不客气地 仰起了自己的腿 朝对方踹了过去 蹦 一声闷响 大肚子男子 便朝地上摔去 最后 摔到了沙滩上 好巧不巧 此时竟然遇到了离岸流 这离岸流 哗啦一下 将他带到了海里 师叔 灵耀岛的弟子 急忙喊道 原来 这家伙是他们的师叔 一个灵海精 大圆满的师叔 却是被一个 灵丹靖初期的年轻人 给踹到了海里 这结果 让他们怀疑了人生 然而 他们有所不知 灵丹靖初期的夏北辰 就算是遇上了 炼神镜的修饰 都能让其怀疑人生 夏北辰落回到了地面 转身向小雨等人走去 同时对灵耀岛的人说道 回去告诉你们岛主 不久后 我会登岛造访 挤得热情款待 师叔都被人给揍了 他们再继续待在这里 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命运 最怕命运的齿轮 生锈了 于是 急忙朝沙滩溜去 先想办法 把师叔就回来再说 结果 他们刚走没进步 一根绳索 就将他们串联了起来 接着绳索一紧 不等他们挣扎 就被抬起来 形成了一道抛物线 哗啦 可怜的灵耀岛弟子 一头扎进了海水里 第165章 拜入天玄宗 夜探灵耀岛 将灵耀岛和长老 和这些弟子 教训了一顿后 就清静了不少 就这样 夏北辰和小雨 留在了老头家吃晚饭 刚入座 夏北辰就问起了老头 对了 我有一个想法 不知大叔你是否同意 小夏 什么想法 老头端上了一盘盘 香喷喷的饭菜 而夏北辰 则拿出了他带来的果酒 随后 老头在夏北辰 和小暖之间坐了下来 四个人围坐在小桌上 老头和小暖 都是第一次 品尝这种美味的果酒 喝完之后 人不但没有醉醺醺的感觉 还精神倍儿爽 夏北辰看向了小暖 我建议 让小暖拜入天玄宗 什么 拜入天玄宗 老头有些惊讶地 看着顾夏北辰和小雨 大叔这表情 莫非是不同意 坐在夏北辰 另一侧的小雨 笑着问道 老头则摆了摆手 急忙解释道 不是 不是 我只是有点激动和惊讶 随后 他也看了一眼自己的孙女 随后问夏北辰 他 真的可以拜入天玄宗吗 当然 夏北辰点了点头 之前小雨就告诉过 老头他们的身份了 所以 在得到夏北辰确定的回答了 他连忙站了起来 端起了酒 小老头我 再次敬二位 大叔 客气了 夏北辰和小雨端起了酒 回敬了对方 放下了酒后 老头担忧地说道 小暖从来没有修炼过 所以 他修炼起来比较麻烦 这没关系 我们有办法 夏北辰微笑着说道 天玄宗已经成立了天玄学院 小暖可以在那里学习几年 相信他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老头依然担忧着 可是 小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他 大叔 大叔 你放心 小雨接过了话题 我会在天玄宗安排好 小暖在那里 会得到大家的照顾 这时 小暖咬了咬牙 也说道 爷爷 我已经长大了 不用担心我 只要我学得了本领 我看谁还敢欺负你 夏北辰指了指小雨 说道 你们不知道吧 小雨可是天玄学院的院长 见天玄宗要收徒 小暖有意向 老头当即点头好 既然如此 那就让小暖去天玄宗 说着 他示意小暖和他一起起身 随即后退了几步 对着夏北辰和小雨 竟是跪了下来 见状 夏北辰已经双手一抬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他们拖了起来 大叔 无需客气 随即 夏北辰从拿出了两个白玉瓶 这两个瓶子 大叔你拿着 递到了老头面前 他说道 这是用以防身的 这段时间 我们可能会随时外出 为了防止有人前来捣乱 而我们一时半会 回不回来的话 你们就用这里面的丹药 来砸向敌人 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 不拖他们后腿 老头接过了夏北辰 送给他的丹药 这里面装的丹药 不比之前披星戴月 出发去南江前 他送的那些差 甚至 有些还是加强版 随便一枚丹药丢出去 都不会让敌人好受 晚饭后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夏北辰和小雨 查看了一下附近的海域 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北辰 我有个想法 一座小岛上 小雨对夏北辰说道 什么想法 夏北辰问道 小雨回道 想要找到一些线索 或许有一个地方 需要去一次 夏北辰猜到 你是说灵药岛吧 小雨笑道 看来 你也有这个想法 没错 夏北辰解释道 灵药岛盘踞在北海 已经有不少年头 如果暗海族的在这岛市 他们有两种选择 要么对抗 要么苟和 小雨点了点头 接过的话 现在种种迹象看来 北海之兵并无对抗的迹象 那就是选择了 苟和 随即他拿出了一张 北海之兵的地图 在西北方向 有一座较大的海岛 上面标注了 灵药岛三个字 我们正在这里 小雨指了指 他们当前所在的 这个小岛的位置 夏北辰一看 发现 处于地图的中间地段 去灵药岛并不远 欲空飞行的话 最多也就大半个小时 收回了目光 夏北辰说道 那事不宜迟 我们趁夜突访一下灵药岛 等等 小雨叫住了她 这么去的话 难免会打草惊蛇 所以 说着 她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两套衣服 这衣服 和今天见到的灵药岛弟子 穿的款式是一样的 还是你心心啊 竟然连这个都准备好了 夏北辰赞道 小雨则白手道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 而是白堂师妹 在出发前给我们准备的 夏北辰这才想起来 白堂现在还负责着 天玄宗情报机构的工作 之前南疆幻少主 以及这北海之兵 出现疑似暗海族迹象的情报 都是她掌管的情报机构得到的 所以 刚才的地图和这衣服 也都是她负责安排的 你试下合不合身 小雨将一套男弟子的衣服 给了夏北辰 夏北辰换掉了自己的外衣 穿上了灵药岛的 完全合身 随即 小雨也换掉了自己身上的 不得不说 这灵药岛的弟子服饰 可不比天玄宗的差 将她的身材勾勒得娇美而婉约 一摆随着海风飘动着 让夏北辰有一种看到了仙子的感觉 夏北辰欣赏了一会后 答句道 小雨 你这身段太耀眼了 不怕灵药岛的人 一看出来你的冒牌弟子 你是在夸我吗 小雨迎上了夏北辰的目光 算是吧 夏北辰没有避开她的目光 笑道 灵药岛那么多弟子 我就不信 他们一个个都互相认识 小雨自信地说道 说到这里 她还是补充了一句 不过 还是要悠着点 嘻嘻 那走吧 夏北辰面朝西北方向 说道 嗯嗯 小雨收拾了一下发誓后 便和夏北辰飞升而起 朝西北方向飞去 虽然不是月圆之夜 但这月光 照的海面 一片清亮 第166章 全都拔了 不一样的鲨鱼 半个多时辰后 夏北辰和小雨 便来到了距离灵药岛 还有五里的地方 虽然是晚上了 但是还有不少人往灵药岛飞去 或者从里面飞出来 看他们的服饰 就知道 全是灵药岛的弟子 有些弟子 见到夏北辰和小雨后 还会打一声招呼 毕竟 灵药岛弟子 虽然算不上多 可也算不上少 所以 一些弟子之间 没怎么见过 也正常 除非 像剑谷那样 弟子的人数 一只手的手指头 都能数得过来 忽然 另一个方向 有几道身影 向灵药岛飞去 其中三个人 所散发出来的 是暗紫色的光 尊者 前面便是我们灵药岛了 暗紫色三人旁边 则是几个灵药岛的人 刚刚说话的人 和之前在小暖家 遇到的那个长老的服饰一样 想必也是卫生巾的某位师叔了 剩下的 则是弟子 不错不错 暗紫色三人中为首的一人 满意地点了点头 果然是灵药岛啊 这隔着几里的距离 都能闻到一抹药香味 哈哈 尊者过奖了 两个人客套了一会后 便加速朝灵药岛的方向飞去 不远处的夏北辰和小雨 都没被他们在意过 看来光一套弟子服饰 就挺有作用的 否则 怕是已经被视为入侵者 北辰 那人你觉得是什么身份 带那些人走了 小雨问起了夏北辰 感觉他们和视魂谷一样 都是暗系术法 但又与视魂谷有所不同 夏北辰分析着 最后说道 不排除是暗海族的人 小雨点了点头 得想办法 看看他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随后 两个人也加速朝灵药岛飞去 当他们降落在岛上 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周围并没有人 不过 这个地方倒是让夏北辰有些兴奋 因为 他们好巧不巧地 登陆在了一块药田里 哇撒 小雨忍不住叫道 这么多药草 还有不少珍惜的 夏北辰则戳了戳手 挑了挑眉头 说道 捡到饱了 说着 开始了大扫除 拔草的速度极快 小雨本想帮忙的 结果刚要挽起袖子的时候 发现 这药田 只剩下灵星的几株杂草了 北辰 你炼药速度快也就算了 怎么把药草的速度也那么快 不快的话 待会被人发现 岂不是要被当成贼了 夏北辰黑黑地笑了笑 然后拿出了一枚丹药 你要干嘛 小雨不解地看着他手中的丹药 给他们一点惊喜 说着 夏北辰把丹药 往已经光秃秃的药田里砸去 丹药接触泥土之后 立马破碎 并发出了点点星光 billingbilling地闪烁了几下后 原本光秃秃了的药田 赫然一片葱郁 小雨愣了愣 随即露出了微笑 说道 真有你的 拍了拍手 夏北辰说道 好了 咱们先去下一个地方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药田 有的话 一并搜刮了 行 小雨随后拿出了另一张地图 赫然是一张灵药岛的地图 上面标注了一些建筑群 河山头 就是没有标注药田 小雨比划了一条直线 说道 我们沿着这条线 往他们灵药岛的主峰找去 好 夏北辰没有意义 毕竟自己的无尽领域 大得很 别说装几块药田了 就算是装整个灵药岛的所有资源 都不在话下 然而 就在两个人打算动身之际 忽然身后哗啦地传出了声响 夏北辰和小雨 急忙往身后的海面看去 只见一个漩涡出现在了海里 不一会 一个黑影跃出了水面 接着 又落回到了海里 那是 小雨和夏北辰 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鲨鱼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不过 语气里带着些许疑惑 因为 那鲨鱼 外形看起来 又和印象中的不一样 而且 还散发着淡淡的暗紫色光泽 想起了最近北海之兵 出现的海洋生物 袭击渔民致死事件 夏北辰觉得 这只鲨鱼 肯定也有问题 小雨 你继续留在岛上 见机行事 我去看看这鲨鱼怎么回事 好 小雨吩咐道 你要注意安全 夏北辰点头道 嗯嗯 随时用传音御符保持联系 话音一落 便朝鲨鱼落入海里的地方 飞掠而去 最后 在距离灵耀岛两里外 锁定了那鲨鱼的位置 随即 夏北辰一头扎进了水里 清楚最近一些渔民遭遇的小雨 看到他一头扎进了海里 不免有些担心 不过 他还是按照夏北辰说的话来 继续留在岛上 并按刚才自己规划的路线 向灵耀岛主峰移动 扎入了水里的夏北辰 身外泛起了一圈结界 且泛起了淡淡的清光 清光持续了一小会后 便消失了 不过 他使用的 并非什么避水诀 而是服用了自己炼制的一枚丹药 这枚丹药服下后 会像现在这样 形成一道防水的结界 在海里 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 行动自如 水见不到他 但他的攻击 可以穿透着防水结界 刚才的那只鲨鱼 也发现了夏北辰 猛然掉转了方向了后 咧开嘴巴 露出那锋利的牙齿 就朝他袭来 夏北辰二话不说 给鲨鱼丢了一个星光复过去 如今 他的天旋星术 虽然没有连成多少众 但发挥出来的效果 除了叶云星之外 就没有其他人在他之上了 而他之所以选择星光复 也是为了速战速决 毕竟 这可是在人家灵耀岛的地盘上 要是拖得太久 动静闹得太大 就容易被灵耀岛察觉 鲨鱼似乎没有见过这星光复 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是何物 所以 一股脑的朝下北辰袭来 结果发现 那光线编织而成的牢笼 竟是越来越小 一种不祥的预感 漫上了鲨鱼的心头 这个人类 和那些渔民 不一样 他萌生了退意 却是发现 自己的根本动弹不了了 刷 星光复毫不客气地 缩小到了鲨鱼的身上 并在鲨鱼的身上 形成了切割效果 海水 赫然红了一片 一会后 一枚拳头大小的椭圆形物体 飘在了水里 第167章 全是属性极寒的丹药 飘到了这东西之前 夏北辰伸手将其拿在了手里 一看 发现这拳头大的珠子上面 竟然有一个悬子 看起来像内丹 但又不似内丹 更像是一颗人造的内丹 灌入了灵力试探了下 发现里面有一股暗潮在涌动 不过 这暗流始终没法突破内丹的范围 被夏北辰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不久之后 血水被其他海水淡化 最后恢复到了正常的样子 夏北辰在这枚刻着悬子的内丹外面 裹了一层树法 以免到时候 让灵药岛或者暗海族的人察觉到 查看了一番四周的情况后 没有发现其他有问题的海洋生物 于是 他拿着这枚内丹离开了事发地 在靠近灵药岛海岸的时候 他一跃而起 跃出了海面 并迅速地朝灵药岛掠去 小雨已经不在刚才被他拔光了药草的药田上 看样子 是按照之前的计划 往灵药岛主风的方向移动 拿出了传音御符 夏北辰联系上了小雨 于是追了上去 来到了约定好的地方时 夏北辰发现 竟然是在一个山洞前 小雨 这山洞莫非有什么宝贝不成 小雨没有回答她的话 而是反问 你知道我在里面发现了什么吗 夏北辰眉头 往洞里看了一眼 深不可测的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啊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走吧 小雨转身 便朝里面走去 夏北辰带着好奇心 跟着走了进去 不过她发现 越走越冷 气温简直是成斜线下降的节奏 小雨 这山洞怎么这么冷啊 夏北辰调动起了火元素 在体内运行 也让自己的体温 维持在了比较舒适的情况 因为 这里面的情况 你自己看吧 经过了一个拐角后 小雨停在了一出入口的地方 夏北辰来到了她身边 抬眼一看 我去 差点看傻眼了 里面 竟是亮堂堂的 她忍不住暗道 这是进入了炼丹炉了吗 不过 这炉子不是滚烫的温度 而是寒冷的温度 只见 拐角之后 赫然是一个三层楼高 两个教室宽的空间 洞壁上 镶嵌着一排排架子 看起来 像书架似的 每个架子上 都有不少格子 当然 这里面的东西 除了格子里悬浮着的 发着淡淡清光的东西之外 都裹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看来 都是些不错的宝贝啊 夏北辰扫视了一眼四周 惊奇地说道 不比尿甜差吧 小宇双手抱在身前 问道 当然 夏北辰一边回答 一边飞升而起 朝其中一个方向飞去 最后悬停在了一列架子前 然后伸出手 将其中一个东西吸了过来 这是一个椭圆形白瓷盒子 被他拿在手里的时候 清光散去 一层霜 出现在了盒子表面 不过在夏北辰火元素的影响下 霜很快化成了一缕水蒸气 夏北辰将其盖子打开了来 一看 竟然是两枚大拇指大小的三品丹药 寒心丹 眉头微皱 夏北辰接着将另一个两指宽的白玉瓶 给吸了过来 和刚才一样 清光散去后 有一层霜 将其蒸发后 夏北辰拧开了筛子 查看了下 同样是三品的丹药 不过名字不一样 而是 冰破丹 如同小拇指般大小 又带着不解 夏北辰连接打开了其他几种丹药 发现 都是属性极寒的丹药 将手中的一些丹药拿了下来 夏北辰落到了小宇身边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吗 小宇问道 夏北辰将丹药递到了他面前 都是属性极寒的丹药 不知道灵药岛 为何要这么多这样的丹药干嘛呢 小宇猜测道 莫非是他们 有人修炼了火属性的功法 为了防止走火入魔 这个问题还是不急着找答案 先把这些玩意搜刮了再说 夏北辰两眼放光地看着四周 小宇则往后退了两步 说道 把场地让给你 一起吧 夏北辰往后看了他一眼 我的速度远不如你 小宇笑道 夏北辰则说道 别 一起搜刮才有乐趣 就像当初和云星一起去打劫万人宗一样 行 反正是一条船上的 不一起搜刮点 也说不过去 小宇随即先一步 对着其中一个方向的架子 进行了扫荡 而当他只搜刮了三分之一的时候 发现后动手的夏北辰 已然将剩下的三分之二给收入了囊中 这令得他忍不住张开了小嘴 像怪物一样看着他 真想知道 他跟师姐那啥的时候 有没有那么快 不知道他心里所想 夏北辰对他说道 搞定 还有哪里有宝贝吗 我们继续 小宇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 暂时就发现了这里 那就撤 夏北辰转身 面向了洞口方向 你不搞点障眼法吗 小宇提醒道 对哦 由于搜刮了那么多战利品 夏北辰感觉自己有些飘了 竟然忘记了这个事 障眼法吗 自然是要搞的 说着 他从无尽领域里 拿出了N枚丹药 小宇一看 发现全是一品的丹药 对夏北辰来说 这一品的丹药 除了给刚踏入修饰门口的人用之外 对很多人都没什么用 所以 用这些来换人家的三品 甚至不少四品丹药 简直不要太值了 将它们全部悬浮在了面前后 夏北辰手轻轻一挥 这些丹药 如同众神归位似的 一一去到了架子上 他看了一眼小宇 小宇 帮个忙 小宇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然后手绝一掐 天旋心术施展了出来 然后分化成了好些光点 并对应着朝架子上的丹药飞去 下一刻 每颗丹药上 都被一个器皿给装住了 虽然没法做到 还原的一模一样的地步 但已经够忽悠人了 接着 上面还泛起了清光 如此 只要不是遇到个记忆力超强 和极为心细的人 乍一看的话 根本就不会发现 丹药已经全部被调包了 而不得不说 灵药岛 真是心大 除了洞口 小宇好奇地问道 北城 那鲨鱼怎么回事啊 就在下北城要回答的时候 忽然眉头一皱 随即拉着小宇 一个闪现 到了几帐外的一棵树后 下一刻 两道身影从远处飞来 第168章 有人在打眼 小鸭道友 这边我们灵药谷的冰镇煽动了 一位身穿灵药岛弟子服饰的男子 对另一位身穿不同服饰的男子说道 不错不错 那男子吸了吸空气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已经闻到了浓郁的药香味了 灵药岛弟子嘴角上扬 随即说道 小鸭道友 你们师尊需要的药 就在里面了 请随我来 好 有劳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 飞进了山洞里 带他们走后 夏北城和小宇 互相看了一眼 看来 很可能是今日来灵药岛的那个人 需要这些丹药 小宇嘀咕道 夏北城不解 他要这么多韩信的丹做什么呢 小宇问道 要不 带里面的人出来后 我们跟上去 好 不过 最好从现在 就开始掌握他们的意图 夏北城说着 拿出了当初齐轩送的纸贺 这只纸贺 可不仅仅是追踪那么简单了 因为 已经经过了齐轩等人的改造 现在 他具备了收音和传音功能 传回来的声音 只有使用者才能听到 哪怕是小宇 都听不到 夏北城对峙 纸贺灌入了灵力后 纸贺拍了拍翅膀 腾空而起 流光营绕了一会后 他便引了身 朝山洞飞去 差点忘了 小宇眉头一挑 随即也拿出了一只纸贺 之前齐轩也送了我一只纸贺呢 说着 他灌入了灵力 纸贺和刚才夏北城的那只一样 最后引身朝洞里飞去 看来 你跟齐轩混得不错了 夏北城笑道 小宇自豪地说道 那是 毕竟我是天玄学院院长嘛 那岂不是受贿 这叫进水楼台仙得月 既然小宇有这种纸贺 也省了到时候 还要把听到的话 转述一遍 这样的话 就浪费时间了 小鸭道友 里面比较寒 你应该不受影响吧 当然不受 恨不得里面 是块千年寒冰呢 哈哈 那就好 哎 自从万年前的大战之后 我们族人体内 就像受到了诅咒一样 每个人一到一定的年龄 就会出现激烈的火毒 既然你们和我们联合了 那我们自然会帮你们 拔除体内的火毒 多谢了 相信我们暗海族 我们一定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让你们成为这天穷大陆的一方霸主 哈哈 好 夏北城和小宇各自的指贺 同步给他们传回来了里面的对话 在听到暗海族的时候 两个人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 夏北城说道 看来 刚才的灵耀岛热情接待的人 真的是暗海族 也就是以前的玄魔族 小宇微微点头 说道 从刚才他们的话中可知 暗海族自从那次大战后 世代之人体内都会出现火毒 也正因此 他们找到了灵耀岛合作 夏北城接到 而灵耀岛的野心 便是称霸一方 小宇说道 称霸一方 说明其野心还没试魂骨那么大 就是不知道放任其壮大之后 会不会是第二个试魂骨 夏北城的眼神忽然凌厉起来 放心 这次来此 便是要将他们饿死在摇篮里 他们要出来了 忽然小宇提醒着 随即 两个人停止了交流 不一会 两道身影从里面飞了出来 然后朝主峰方向飞去 两只纸鹤 紧接着也从山洞里飞了出来 小宇和夏北城对视了一眼后 彼此微微点头 随即继续让纸鹤跟踪 暗海族和灵耀岛的人 不得不说 灵耀岛的人心 真的很大 这么一个藏着丹耀的山洞 一枚多少植被遮拦 二枚加点禁止 属于谁都能进出的 这一下子 被搜刮了所有丹药 也是活该啊 北城 你不是要再看看 还有什么宝贝吗 小宇说道 那我们分开行动 你再去找找 我跟着纸鹤的后面 往主峰方向跟去 毕竟小宇的修为 已经是炼神境 只要不是遇到群殴或者埋伏 基本上就不会有谁 可以伤得了他 所以 夏北城不用担心 他的安全问题 于是点头同意了他的建议 就这样 小宇跟着纸鹤的反向飞去 夏北城则迂回了一下 不过总的反向 依然是主峰 这灵药导的东西 值钱的 必须耗一遍 想成为一方霸主 呵呵 让他们 做春秋大梦去吧 师兄 清点了 大约找了七八里路的时候 夏北城 忽然听到了一个迷离的声音 作为老司机的夏北城 眉头一挑 这压的 绝对有人在前面打野的节奏 于是悄悄地朝声音 传来的方向略去 一会后 夏北城发现了一男一女 正坐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 搂搂抱抱的 师妹 可想死我了 这段时间 有没有想我啊 讨厌 多怪你说 要去什么外面历练 这下好了 我弟被人打了 你都不能及时帮他出气 谁吃了豹子胆 竟然敢坐咱弟点 那个人据说是 刚来北海之兵的 不过 他的修为 只有林丹靖出气 林丹靖出气 嗯嗯 小金不是已经 林渊靖大圆满了吗 是啊 不知道为何他会被那人揍了 尤其在永定城的时候 就被他吓唬了一顿 你们魏家 不是永定城的世家大族吗 怎么他竟然敢在那里动手 是啊 非常嚣张 就那林丹靖的家伙一人吗 据说他身边还有个 也是林丹靖的女子 脚下一片泞泞 嗡嗡嗡 忽然 一阵刺耳的声音传来 那男子眉头一皱 随即抬头一看 惊呆了 女的则期待着他的下一步进攻 却是发现 迟迟没有动作 于是睁开了眼 看着男子 结果看到了 男子正左看看 又看看 女子也跟着这样看去 下一刻 他的表情和男子的一样 快跑 男子撒腿就跑 姓氏浑然不顾女子 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意的男子离开了 他尖叫了一声后 哭着喊道 师兄 别丢下我呀 只见两拨蜜蜂 朝他的师兄追去 他却是惊奇地发现 蜜蜂竟然没有攻击他 惊慌的心 立马平复了 看着被蜜蜂追的师兄 他狠狠地躲了躲脚 让你不带我一起 活该了吧 就在他准备起身 从另一个方向 绕回自己师门一脉所在的方向时 看到了一个人朝他走来 来着 穿着他们灵耀岛的服饰 只不过 他从未见过这个人 不知道是哪位师叔的座下弟子 他怎么在这里 刚才的事 莫非被他撞见了 想到这里 他急忙起身 整理了下衣冠后 问道 这位师兄 你怎么在这里 结果话音一落 人便掠到了他的面前 速度 很快 夏北辰到了他面前后 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 长得倒是秀美 只是识人不会啊 我是大长老 坐下弟子卫生子 不知师兄如何称呼 不告诉你 夏北辰眼神轻浮地看着他 你刚刚不是一副迷离的样子吗 你在说什么 卫生子挣扎了下 还在装蒜呢 夏北辰学起了他那师兄的语气 太久不息了 胀得发慌了吗 卫生子脸色忽然发烫起来 甚至 红了 师兄 请你放尊重点 夏北辰松开了手 卫生子旋着心眼放了下来 就在他以为眼前这个同门就此罢休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了自己身上一阵清凉 他猛地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身子 赫然发现自己就剩下一个肚兜和一条蟹裤了 他万万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人解衣速度如此之快 地上静静地躺着他的外衣 而自己的衣带则在对方手里 嘖嘖嘖 夏北辰好好地欣赏了一番这眼前的美景 想不到这样的你更诱人 身材也堪称极品 没错 没有束缚的他竟然该秃得秃 该细的细 蹦蹦蹦蹦 卫生子的心猛然跳动着 仿佛要跳出心房 他的脑子忽然一片空白 自己 难道就要背 这时 夏北辰再次朝他靠近 下一刻 聊拨了起来 师兄 卫生子呢喃了一句 不一会就急促地吐气 原本就被老乡好聊起来又降下去的兴趣 现在又起来了 他本想拒绝 却是发现 自己欲聚还赢 很快 泛滥了 他闭上了双眼 就在他准备 从了的时候 周围 一边静悄悄的 呃 眉头微皱 他睁开了双眼 却是发现 刚才的师兄 不见了 难道是吗 往四周看了看 也没发现人 再低头一看 自己的身子却告诉了自己 一切是真的 脚下 已然是一片泥泥 小雨啊 小雨 此时 已经溜了的夏北辰 心里吐槽起了小雨 正在关键时刻呢 他竟然通过了传音 浴符给他传了话 说他那边有新的发现 无奈之下 他知道放弃了好好调教卫生子的计划 一个闪现 离开了调教现场 留下一头雾水的卫生子 也罢 来日方长 他如果不想自己的弟弟卫生经 有个不好的结局的话 有的是时间 接受调教 想到这里 夏北辰嘴角露出了邪魅的弧度 很快 夏北辰来到了小雨约定的地点 刚走到他面前 他就像只小狗一样 吸了吸鼻子 北辰 为何我发现你身上有一股清淡的香味 小雨一边闻着 一边问道 夏北辰心头一跳 不会吧 你刚刚去哪了 小雨继续问道 夏北辰急忙回到 路过了一片花地 说着 他拿出了一束鲜红的花 递到了小雨面前 送你了 小雨一愣 不过很快他就说道 可你身上的味道 和他有点不一样啊 夏北辰怀疑 这妮子是属狗的了 心里一阵郁闷 本来以为可以糊弄过去 没想到 他还是察觉到了异样 其实这树花 并不是他刚才在灵药岛上摘的 而是从自己的无尽领域里摘的 不过 小雨还是接过了花 这灵药岛 虽然宝贝不少 但你 也要小心为妙 毕竟人家是炼药著名的 可别中了什么毒 听着他的劝说 夏北辰哭死 急忙接到 放心吧 我早已经百毒不清了 自从和叶云星交上公粮后 他便开始对不少毒素 产生了免疫 而随着他成为一名炼药师后 更是到达了百毒不清的地步了 也是 你不给人家投毒就不错了 小雨笑着说道 花我收下了 谢谢哦 说着 他把花放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然后开始了正题 让你过来 是刚刚我发现了异样 所以没有继续跟踪那两个人 而是停了下来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是什么异样 小雨看了一眼四周 没有发现灵耀岛的弟子出没后 便说道 跟我来 说着 便拉起了夏北辰朝一侧掠去 距离刚才会合的地方不远 夏北辰估算了一下 也就一百多米 只不过 这附近比较多植被 而且 还是一个山谷 当小雨拉着他来到了山谷之后 小雨对他说道 你不是有青燕针吗 用他对着那些 藤万飞一下 夏北辰二话不说 祭出了青燕针 随即手一挥 针 青燕针带着青色的尾燕 朝一侧山体上长着的藤万飞去 眼看就要刺中其中一处藤万 刷 一声轻响 藤万竟然 往两侧躲避了 夏北辰忍不住看了一眼小雨 小雨则指了指山体 夏北辰移回了视线 赫然看到 藤万躲避了之后 原来的位置 露出了一片相对平坦的山石 而且 上面刻着三个字 第170章 下次 我们再深入探讨 裴直洞 裴直 夏北辰嘀咕了一句 然后问道 小雨 你进去看过了没 小雨摇了摇头 还没有 不过 我感觉到 这里有股黑暗邪气 所以没贸然进去 夏北辰听后 闭上了双眼 去感受了下 果然 似曾相识的感觉 夏北辰睁开了双眼 神情有些惊愕 而心中 却是涌起一股好奇与疑惑 他缓缓靠近那块山石 仔细观察那三个字 字迹刻得深入山石 显得极为古朴而有力 裴直洞 他再次低声念叨了一句 然后准备查看了一下有无静止 小雨这时说道 我查过了 有一道静止 不过 这静止问题不大 说着 他上前了两步 运转起了天玄星术 炼神期的他 对天玄星术的运用 仅次于夜云星 无数的星光 朝石头飞了过去 最后如同粘在了上面似的 刷的一声 一道暗紫色的光 朝左右两侧扩散 好在暗紫色的光不怎么亮 再加上这地方 比之前的他们放丹药的山洞 还要隐秘 所以 哪怕破除了静止 也没有多大动静 静止解除 一阵清风吹过 那片山石旁边的藤腕 开始晃动起来 就在夏北辰和小雨 以为这些藤腕有灵性 并要对他们发起攻击时 却是不动了 刚才的动作 反倒是像欢迎他们的到来似的 不过 夏北辰还是留了一道心眼 立马让小雨在上面 打了一道隔音结界 因为 她预感 有声音会发出来 果然 就在小雨打了一道 隔音结界的那一刻 这裸露出来的石面 竟然像门一样 开了 并且发出了 哐郎的移动声音 洞口 就这样露了出来 往后看了一眼后 夏北辰和小雨对视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便朝山洞走去 洞内一片漆黑 也很宁静 她和小雨轻微走路的脚步声 都在空气中回荡 祭出了自己的剑 切换到了火属性的状态 照亮了前进的路 沿着石路走 看到了洞壁的两侧 刻着一些壁画 描绘着一些神秘的仪式和祭祀 壁画里的一些物品上 有玄字 看来 这壁画讲述的是玄魔族的东西 小雨看了一眼壁画后 说道 夏北辰微微点头 没错 又走了一小段路后 听到了前方传来一阵水声 两个人立即加快步伐 向前走去 最后一个巨大的石室 映入眼帘 而这个石室 竟然破天荒的春意盎然的样子 里面矮小的植被满垫 花草加灌木 山泉水流经这里 然后又从一处石壁下流走 只是 整个石室不是被绿色占据主导 而是被暗紫色的光芒遮盖不少 因为 夏北辰看到了里面 有很多拳头大小的圆形珠子 难怪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 和他从那头怪异的鲸鱼 抱出来的那单 很像 小雨见到石室的场景后 都忍不住愣住了 尤其石室 中间有一座小的石拱桥 桥面放着一本石制的书卷 书卷上 有一个鸭蛋大小的暗紫色珠子 它赫然是一个能量之源 往其他珠子 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暗紫色的能量 这能量所迸发出来的 便是刚才小雨在洞外说的邪气 夏北辰将那枚鲸鱼 抱出来的那单拿了出来 告诉了小雨她的来源 小雨听后 眉头青醋 所以 那头鲸鱼 就是受到了这个东西的控制 导致了身体上的变异 从而变得更加暴怒和残忍 夏北辰点了点头 说道 现在推测是这样 要是再遇到一两头其他海洋生物 就可以下结论是不是了 这是非常严重啊 小雨表情严肃起来 要是不解决好 恐怕会对北海之兵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夏北辰接道 没错 会时刻 威胁到渔民的安全 说吧 夏北辰朝那小石拱桥走去 来到了那石制书卷前 发现上面 竟然刻着一个复杂的小法阵 这个法阵 催动着那鸭蛋大小的珠子 往其他珠子输送能量 而这个培植洞 他们也终于明白 为何叫这个名字了 因为 是用来培育某种神秘珠子的地方 夏北辰向那颗暗紫色珠子 伸出了手 小心 忽然 小雨飞升而过 赫然将夏北辰推开 两个人也顺势倒下了 石拱桥下的草地上 而他们刚离开 那暗紫色的珠子 便发出来一道能量波 朝夏北辰刚才所在的位置袭去 最后 击中了山洞的洞顶 轰隆一声 碎石掉落 麻蛋 大意了 夏北辰看了一眼 那些掉落下来的碎石 眼看一些碎石 就要砸中一些 接受能量的珠子上面 却是看到了 那暗紫色的珠子 再次发出了一道能量波 能量波横切而去 最后如同防空导弹一样 将那些碎石 一一击成了积粉 这玩意竟然既可以攻击 还能防御 看到这里 夏北辰心里暗乐 这玩意 它要定了 到时候恋话一番 破阵 这归我了 夏北辰被他的话 惹得也脸蛋发烫 尤其是下次 在深入探讨中的 深入二字 今日 还有要事要办 那就下次再深入地探吧 夏北辰没有说话 跟着野起身 整理了下衣冠后 将目光重新投向了 那小石拱桥上的 十字书本 以及 那还在源源不断输送能量的珠子 蠢色片刻后 他再次朝石拱桥走去 这一次 小雨紧跟他身后 并且 依旧是警惕地看着深周 以便有什么突发事件的时候 还能护下北辰周全 其实 他有所不知 夏北辰那变态般的实力 根本不惧突发事件 他缓缓走上前去 再次打量起了 那本十字的书本 这法阵既然是暗黑系的 那用光明能否驱散呢 夏北辰疑惑道 光明 小雨看了他一眼 可以试试 说着 他上前了一步 与夏北辰并排而战 随即再次运行 起了天选星术 天选星术 如同漆黑天幕里的星辰 代表的 便是光明 夏北辰则祭出了自己的剑 切换到了火属性的状态 整把剑呈现出橙色 并且剑身外围 有着橙色火焰 在舔尸着空气 随即 剑变小了 与小雨施展出来的天选星 竖破阵之法 融合在了一起 夏北辰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可以了 小雨微微点头 便将破阵之法 指向了那十字书本 和那珠子之间的小法阵 流光营绕着迷你的小剑 一起朝那小法阵的中间位置 飞了过去 率先穿透那小法阵的核心 一股强大的能量 从法阵中爆发出来 像连一般扩散开来 夏北辰紧紧盯着眼前的一切 同时保持警惕性 他的手 都已经做好了拉小雨的准备 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 就将小雨拽走 忽然 山洞颤动了一番 那法阵 就像被出现了裂痕的玻璃一样 从中间裂开 然后中间位置 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孔 火箭带着天旋星术的流光 对着这个小孔猛扎了进去 下一刻 法阵哐郎一声 硬生碎裂 夏北辰与小雨对视一眼 脸上都露出了一丝欣喜之色 因为 小法阵 破了 破了之后 那暗紫色珠子 便被切断了能量供给 最后暗淡了下来 牵一发而动全身 剩下的那些接受能量的珠子 也一一暗淡了下来 不久之后 这洞穴里 紫光不在 整体陷入了漆黑 揪的一下 火箭腾空而起 绽放出了明亮的火光 将洞穴重新点亮 火箭也在这个时候 发挥了它额外的作用 熊熊的火焰 除了照亮了四周外 还把一些邪气给吞灭了 北辰 你检查下这颗珠子 我去看看其他珠子 小雨收回了手势 对夏北辰说道 好 夏北辰点了点头 随即叮嘱到 虽然小法阵被破了 但还是要小心行事 嗯 你也是 小雨说罢 便一跃而起 飞下了小拱桥 来到了就近的一枚珠子前 而夏北辰 则是伸出了手 将眼前的这颗珠子 拿在了手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以它为主输送能量 它里面已经染了一些紫色 看起来 香块紫色的翡翠似的 想起了刚才它既能防御 又能攻击的样子 夏北辰决定 试一试 于是 它调动起了自身的灵力 灌入了珠子里 很快 进入了珠子里的灵力 就和里面的紫色之力 发生了冲突 还一度差点被消灭 所以 夏北辰不得不加大了灵力输出 不过 始终还是差那么一点 就可以成功了 想了想 夏北辰决定 将五行之力 灌入里面试试 随即 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之力 被它灌了进去 如同迅猛的野兽 五行之力 将紫色之力 压得毫无脾气 几个呼吸间 五行之力 就把紫色之力给消灭了 随后五行之力 在珠子里面 形成了一朵花瓣样图案 而珠子也呈现了琥珀色 原本上面有个悬字的 现在已经消失不见 夏北辰突发奇想 拿出了一把匕首 直接在上面刻了一个尘字 就这样 宣摄主权 从此以后 这珠子 就归它了 珠子的邪力 就这样被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温润的感觉 北辰 这些珠子上的符纹 都呈现出暗紫色了 要是不处理 恐怕植入到了动物体内 就是个祸害 这时 小语把就近的一些珠子 查看完毕 并对对夏北辰说道 嗯 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夏北辰自信地说道 哦 小语没想到他 这么快就有了办法 你先上来 夏北辰提醒道 于是 小语放下了手中的珠子 飞回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夏北辰二话不说 便拉着他的手 上升了半掌高 随后两个人悬停在了半空 夏北辰这才松开小语的手 然后催动起了 刚才已经被他侧反了的珠子 忽然珠子光芒大胜 并射出了一道金色的光线 快速地将桥下的那些珠子 连在了一起 小语惊奇地看着 目光所及之处的珠子 符纹上的暗紫色 正在慢慢地消失 过了一会 全部消失了 而且 整个珠子呈现出琥珀色 只不过在颜色上 要比夏北辰那枚淡上许多 见状 夏北辰让火箭化成了无数的火箭 朝这些珠子飞射而去 就在火箭朝珠子飞射而去的过程中 那刻着陈子的珠子 立马扩散出了一道琥珀色的光幕 光幕所及 火箭悉数被扑灭 而部分火箭漏网之余 则被那些淡色一点的珠子 给发出来的光束给击中 最后也是灭了 没想到 这些珠子经过进化之后 也能防御性攻击了 真是捡到宝了 随后 将火箭悉数撤掉 并恢复成了火箭的样子 继续照亮着山洞 小语 收战利品了 夏北辰提醒着 已经发愣了的小语 小语眨了眨眼 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还得势你 随即他问道 一人一半 夏北辰笑着指了指那刻着尘子的珠子 我只要这枚 其余的 你随意 没问题 小语欣然接受 接下来就是赵丹全收了 第172章 替我保密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这次能收这么多 除了自己的天玄星术外 就是夏北辰的那把剑 以及他强悍的灵力 所以 当小语把所有的珠子都收了之后 再次问道 北辰 你真的只要那枚珠子吗 夏北辰微笑着点头 重申了一遍 嗯 我只要那枚珠子 其余的 你可以全部拿走 我也只要一枚即可 剩下的 就交给宗门处理吧 小语说道 我觉得 倒是可以作为考核的奖品 夏北辰建议道 比如某一次考核后 奖励排名前三的一人一枚 小语点头道 你这个学院创始人的建议不错 本院长觉得可行 夏北辰笑道 那多谢院长青烂 小语看了一眼洞口的方向 好了 既然战利品收了 也该溜了 免得到时候 被人逮个正着 于是 两个人离开了这培植洞 当二人站在洞口的时候 面向着那道石门 小语 有办法 来点障眼法吗 夏北辰问道 毕竟这个不像前两次 可以用点丹药来糊弄过去 小语摇了摇头 随后说道 倒是可以在这洞门上 做些手脚 给他加上几道法阵 让他们一时半会打开不了 听他一言 夏北辰便有了主意 我先用五行换阵 你最后用天旋星术演示下 好 二人将石门关上后 夏北辰随后掏出了五枚丹药 依次向石门砸去 时长是十二个时辰 如果这个时间没有人前来的话 就会自动消失 而如果有人前来 那就将会陷入到五行换阵里 凶多吉少 接着 小语加了天旋星术 让他看起来跟之前的样子一样 看不出被人进入过 就连那些藤腕 都乖乖地回拢了过去 遮住了石门 一切 恢复如初 搞定这些之后 夏北辰和小语便离开了 接下来 直奔灵耀岛主峰建筑群 不得不说 灵耀岛的主岛面积不小 相当于四大卫星城中的 随便两座城市之河 在它的周围 还有一些小岛屿 主峰建筑群 位于灵耀岛偏北地带 此时 主峰建筑群是灯火通明 半空中看起来 颇有美感 这时 一群蜜蜂飞了回来 小语刚开始 还以为是不是碰到了蜜蜂窝 而引来的一群蜜蜂 他们来到了他们面前的时候 其中一只还上前了一点 就在小语准备出手驱赶他的时候 夏北辰挡住了他的手 这时 蜜蜂摇身一变 变成了萌萌哒的样子 和刚才的样子 有了很大的区别 剩下的蜜蜂也随之一变 现在看去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主人 你安排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叶小蜜对夏北辰汇报了起来 小语傻眼了 这蜜蜂 竟然会说话 好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没有小伙伴伤亡吧 没有 叶小蜜自豪地回道 尿 夏北辰站了之后 便让他们回无尽领域里 小语 夏北辰在小语面前晃了晃手 小语这才回过神来 刚刚的蜜蜂是怎么回事啊 跟我来 夏北辰拉起小语的手 便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他们出现在了一个新的环境里 哇 小语惊叹了一声后 说道 这是你的空间领域 夏北辰说道 没错 此处名为无尽领域 有多大 我也不知 接着 他带着小语 把主体建筑逛了一遍 看得小语连连称赞 离开无尽领域 回到了外面后 小语发自内心地说道 你到底还有多惊喜 在等着我发觉 夏北辰眉头一挑 那就慢慢发觉 一点一点地来 就在两个人说着的时候 已经靠近了主体建筑 来到了一处广场上 一些灵要倒的弟子 手里端着韭菜 果书走进了大殿里 放眼望去 看到了大殿内 正在宴请宾客 不用猜 就知道是灵要倒 在宴请来自 暗海族的客人了 小语 你再次见机行事 我找个机会溜进去 夏北辰收回了目光 对小语说道 好 小语没有异议 于是点头应成 于是 夏北辰沿着 上菜弟子来的方向 朝后厨的方向走去 他发现这些弟子 都是外门弟子的服饰 看来跟改革 之前的天玄宗一样 外门弟子 还负责杂役 不过 他现在穿的是 内门弟子的服饰 就在他计划着 怎么搞定一套 外门弟子的服饰时 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视线 正好这个人身 穿外门弟子的服饰 而且还落单了 鬼鬼祟祟地 朝一棵树下走去 机会来了 夏北辰迅速掠到了 他的身后 结果发现 这家伙正在偷吃东西 一看 竟然是个鸡屁股 舔了舔鸡屁股后 他如获至宝 然后咬了一口 一边咀嚼 一边发出了满意的声音 唉 夏北辰按照叹息了一声 这林药岛 待遇也推不好了吧 看把这孩子饿的 忽然 对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急忙往后一看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竟然突然出现 本人在身后 而且 还身穿内门弟子的服饰 这对于他们这些身份地位 低一点的外门弟子来说 无异于老鼠见到了猫 可他又不敢 再被吓了一跳后大喊 不然会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到这边 那时候 偷吃的是曝光 就 轻则被罚 做完所有杂活 还要被拿去试药 重则逐出师门 永远不得踏入林药岛的海域 是 师兄 对方哆嗦着说道 我 我 夏北辰看了一眼他手中 吃剩下的半只鸡屁股 师爹 你这吃得挺香啊 你也不想大伙知道 你偷吃 混进正殿遇见他 这一幕 把夏北辰都惹笑了 师爹 这怎么解释啊 结果 话音刚落 对方却是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师兄 我真的真的 没有撒谎 见他这样了 夏北辰也不逗他了 而是对他说道 把你衣服脱了 呃 对方一听 愣了下 脱 脱衣服 他哆嗦了下 有点啪啪的往后仰 是 师兄啊 咱们林药岛那么多有姿色的师姐和师妹 用不着搞这么激情吧 夏北辰毫不客气地 踹了他一脚屁股 你呀瞎说什么 老子对你可不感兴趣 哦 哦 别摇了 赶紧脱 脱外衣就行 好 脱外衣 脱外衣 对方揉了揉屁股 然后快速脱下了自己的外衣 夏北辰将自己身上的那门弟子 外衣也脱了下来 然后丢进了无尽领域里 拿过了对方的外门弟子外衣后 便三下五除二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还算干净 不过 由于这小子是在后厨忙活着 所以 上面有点胃 立马拿出了一枚丹药 捏碎洒在了外衣上 外衣立马清醒起来 是 师兄 我可以走了吗 对方弱弱地问道 走 夏北辰看向了他 不着急 端菜的事 交给我来 你呢 说着 他拎起了对方 便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他们到了无尽领域里 小伙伴们 出来接客了 夏北辰话音一落 小松和小可便溜了过来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 看着他 是 交代了下之后 夏北辰便离开了无尽领域 回到了外面 整理了一下衣冠 他便朝后厨走去 后厨正在忙碌着 之前已经端走了不少菜了 没想到 这回还有不少菜正在做 所以 忙起来的时候 哪怕混进来了一个夏北辰 都没人察觉 一张桌子上 摆了一些做好的菜 见到端菜的外门弟子 直接进来就端走 每个人的盘子上 都装了三碗菜 看来 宴席有三桌 夏北辰准备有样学样 不过 既然来了 怎么可能不做些手脚呢 悄悄地拿出了一枚丹药 然后在手里捏碎 往桌子上的菜的上方 迅速划过 药粉 入碗集容 随后 他端着三碗汤 放在了盘子上 便离开了后厨 一位外门弟子 正端着菜在他前面 而他身后也有一位 三个人前中后 到了正殿门前的时候 有一位弟子 将他们拦了下来 夏北辰看到他手里 捏着一根银针 不用想 就是来试读的 不过 夏北辰依旧是不慌不忙的 管你压得怎么试 试出来算我输 很快 第一个人试了之后 银针没有变色 然后到夏北辰端着的汤了 银针深入汤里 等了一小会 对方将其抽了出来 没问题 然后第二碗和第三碗汤 都没有问题 对方挥了挥手 示意他可以进去了 于是 夏北辰端着汤卖过了门槛 走进了正殿里 瞄了一眼四周 发现这灵耀岛正殿 装修的也是十分豪华 丝毫不比天玄宗的天玄殿差 看来买药的果然很有钱 装修都是大手笔 整个晚宴 的确是三桌 主桌面对门口 坐着两个人 一男和一女 下方左手边 坐着几个暗海族之人 其中一人是之前被称为尊者的人 还有一位 就是被称为小鸭道友的人 右手边则坐着灵耀岛的三个长老 其中一人 是之前陪同尊者 前来灵耀岛之人 每一张桌子 都坐着三个人 所以 整个宴会 吃饭的只有八个人 来 尊者尝尝我们灵耀岛 特地为你们熬制的海鲜汤 带下北辰 将三碗汤摆到他们的桌上之后 坐在主桌的男子 对左边一桌的暗海族尊者说道 好 尊者脸上露出了笑容 说道 早就听闻灵耀岛附近海域盛产的海鲜 乃天穷大陆最好的海鲜 今日我等有口福了 就在下北辰准备转身离开之际 却是被坐在右边的长老给叫住了 这位弟子 帮尊者称汤 此时 原先走在他前面的端菜弟子 已经离开 而身后的那位弟子 正在给煮桌上菜 所以 现在就剩下他比较近 本质究竟原则 因此这长老叫他来 也比较合理 下北辰将盘子放在了一旁 然后拿过了汤勺 给尊者舀了一碗汤 随后 给坐在他身边的两位弟子 也舀了一碗 请 主桌的男子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尊者便喝了一口汤 享受了下 他放下了碗 竖起了大拇指 妙啊 真是难得的美味 虽然汤是温热的 可下喉之后 一股清凉蔓延 而且 还能与我们体内的火毒相抗衡 一口汤下去 他是一阵夸 夏北辰本想走了的 但却是被主桌上的女子叫住了 让他站在客人这一桌旁 坐起了服务员 对此 夏北辰没有拒绝 这是接近他们的好时机 于是 他拿起了盘子 站在了这一桌的旁边 随着时间的流逝 久过三巡 陆陆续续上来的菜 也都尝过了 最后 主桌的男子举起了双手 拍了拍手掌 随即 一位窈窕女子 从外面端着一个盘子 走了进来 很快 便来到了尊者他们这一桌面前 女子微微抬头 却是愣住了 不仅是他愣住了 夏北辰也愣住了 因为 这女的 竟然是卫生子 靠 真是冤家路窄啊 这要是被他举报了 免不了提前开战 夏北辰想到这里 便做好了准备 一旦他将自己说出来 就动手 先把暗海族的尊者给宰了 然而 卫生子很快就回过神来 没有说话 不过脸色倒是一红 不知道是不是脑海里想起了刚才在野外时候的那一幕 这时 主桌男子指着盘子上的三个盒子 说道 尊者 这是我们特意为你们炼制的冰镇丹药 对你们体内的火毒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方才我们灵药岛弟子 与你的小丫头一起去取的 尊者对主桌男子拱了拱手 多谢岛主 原来这家伙是岛主啊 而卫生子端来的竟然是丹药 难怪一股寒气 只是 这丹药 夏北辰暗自露出了一抹邪笑 第174章 他 竟是敌人 尊者好不容易来我们灵药岛一趟 所以这三枚丹药 先行奉上 岛主说着 做起了请的手势 三位 请 尊者和两位弟子拱了拱手 回谢道 多谢岛主 随即 三人同时将丹药放进了嘴里 入口即化 一股清凉 瞬间从喉咙蔓延下去 果然很冰镇 像急了 嘴里含了一冰块似的 很快 变透心量 尊者感受着丹药在体内化开 一股清凉透心的感觉 瞬间扩散至全身 他微微点头 对岛主赞道 此丹药果然如传说中一般 具有冰镇之效 非常感谢岛主的慷慨 岛主微笑回应 尊者客气了 能得到您的赞赏 是我们灵药岛的荣幸 说到这里 他画风微变 只是 这三枚丹药 只能缓解 您体内的火热质感 却无法跟除病因 若要彻底治愈 还需寻得其他更为稀有的药材 尊者点头表示理解 随即问道 不知岛主说的稀有药材是指 岛主略作思考后回答 在北海的深处 有一处名为冰岩岛的地方 那附近的海里 生长着一种名为 海魂草和金落草的神奇药材 海魂草和金落草 尊者眉头微皱 这两样药草 我好像听闻过 想了想 他继续说道 海魂草还被叫做还魂草 能把人从鬼门关给拉回来 金落草 则是金鱼陨落之后 沉入海底 经过一定的岁月后 金落的地方生长出来的草 可以治疗各种损伤 以获得新生 岛主听了他的介绍 点了点头 尊者说的没错 随即他拍了拍手掌 掌声落下 刚刚献了丹药之后 退出去的卫生子 再次走了进来 身边还有另一位女子 同时是身穿灵药岛 内门弟子的服饰 他们两个人手上 各自端着个盘子走了进来 盘子上面 还有一块红色的布遮盖着 待卫生子和同门来到了 尊者一桌旁边时 岛主说道 尊者 揭开红布 看看有何惊喜 尊者带着好奇 走了两步 来到了卫生子二人面前 然后揭开了卫生子手里 盘子上的红布 而下北辰的视线 也转移到了盘子上 只见红布被揭开后 露出了一棵 闪烁着淡蓝色光芒的草 岛主说道 早知道尊者来访 所以我们便提前了不少时间去 采摘了这两样药草 这便是金落草了 尊者听后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拱手道 那就有劳岛主了 岛主摆摆手 笑道 能与你们合作 是我灵药岛的福分 接着他提醒道 尊者 请揭开另一块红布 尊者笑了笑 说道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 这应该便是海魂草了吧 说完 揭开了这块红布 一株像海草一样的植物 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只不过 它被盘成了一盘 金落草有着淡蓝色光泽 它却没有 岛主这时说道 尊者 这两株药草异常难寻 为此可是付出了 我们灵药岛不少代价啊 尊者后退了两步 随即他的两位弟子和他一起 对着岛主行了一礼 多谢岛主与灵药岛全体道友 夏北辰则在心里 已经把岛主和灵药岛这些家伙的 祖宗十八代 骂了一个遍 什么他娘的 付出了灵药岛不少代价 把功劳全归你们灵药岛了是吧 好好 这么玩是吧 卫生子和同门上前了一步 请尊者收下 好 尊者面露喜色 正准备去拿的时候 海魂草和金落草竟然腾空而起 下一刻便到了他们身后 尊者和两位弟子急忙扭头一看 发现药草到了刚才给他们 盛汤的灵药岛弟子手里 见状 灵药岛两桌人立马站了起来 其中一长老对着夏北辰喝道 你这是做什么 你科目眼下 夏北辰毫不客气地对回去 当然是把这两样东西占为己有 混账 该长老怒道 还不快快送回地尊者 送 你个二货的 夏北辰一边将药草放进了无尽领域 一边骂道 灵药岛逼迫北海之兵的渔民去深海采药 基本是九死一生 还想把功劳占为己有 逆徒 岛主这时也加入了骂战 献你三声交出药草 否则 废你修为 丢去死灵岛 岛主 你口气不小啊 夏北辰一个闪现 消失在了原地 就在他们惊讶之际 他现身在了主桌旁 而且 岛主夫人赫然被他给挟持住了 夫人真是韵味十足啊 手感 都这么好 夏北辰捏住岛主夫人下巴 猥琐地说道 这夫人 一看年纪就不是很大 应该是三十出头 真是激发男人梦得属性的年纪 而这时候 岛主脸都绿了 你不是我们灵药岛的人 最开始说话的那位长老 正是发现了猫腻 发现得有些晚了吧 夏北辰嘲笑着说道 你是何人 岛主贺问 灭你们灵药岛的正义之事 夏北辰冷然道 就在这时 岛主夫人的手 忽然让夏北辰袭来 结果 被夏北辰另一只手 直接捏住了 夫人 手这么不老实 是不是经常用手 替你的岛主解决问题啊 你 夫人气红了脸 这时 门外的一些弟子和长老冲了进来 实距地就放开夫人 否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结果 几个弟子一看 傻眼了 怎么 什么破虚灵剑阵 给老子破 没想到 竟然亲自送上门了 这时 之前怒喝夏北辰的那位长老 露出了一抹邪笑 今日就让他有来无回 把他拿下 我正缺一味药饮 正好可以用他来炼药 就在几个长老想先上的时候 夏北辰却是不慌不忙地说道 你们先顾好自己吧 话音一落 刚才参加宴会吃了东西的人 身子猛的一顿 接着都纷纷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其中 就包括他们的岛主和岛主夫人 剑药笑已经起作用 夏北辰狠狠地在岛主夫人身上 开了一把油后 将其推开 动作不大 但是侮辱性极强 怎么回事 那些刚进来的长老和弟子 大吃一惊 夏北辰大笑了起来 怎么样 是不是很舒服啊 刚才参加宴会吃了东西的人 眉头紧醋 想起刚才夏北辰还为他们端菜上来 就明白了过来 你 你在菜里投毒了 反应的有些慢了吧 夏北辰嘲讽道 随即他看向了暗海族的尊者 及其两位弟子 还有你们 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了一股热腾腾的火气 在体内流窜 尊者三人忍不住颤抖了下 脸色大变 没错 刚才他们的体内 因为服用了丹药来凉爽至极 可现在 却是烈火焚烧的感觉 毒 竟然是毒 混蛋 我们刚才都吃了他端来的东西 这一幕 吓坏了刚才站在门口 拿着银针是毒的弟子 他慌忙冲了进来 跪了下来 弟子 弟子 刚刚明明咽过了 银针没有变色 可不知为何 岛主晃了晃手 却是没有怪罪他 而是说道 此人非常狡猾 在汤里做了手脚 夏北辰的脸上露出了脚侠的笑容 别担心 我刚才在菜里下的毒 不会立即让你们死亡 你们还有一段时间忏悔下 最近你们所做的事 胡长老一脸阴沉 他没想到 夏北辰竟然悄悯地到了林药岛 还敢对他们岛主和尊哲几人下毒手 胆大包天 胡长老看了一眼 没有参加过宴会的同门 诸位同门 结证 今日势必要拿下这家伙 否则我们林药岛的颜面何存 是 立马有长老回应 今日他就一个人 也不要想着逃走 就算拼个鱼死网破 也要让他交代在这里 夏北辰则不嫌不淡地说道 这毒一旦进入体内 是很难清除的 如果你们不想死得太早的话 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听话 林药岛的长老贺道 哨在这里威严耸听 论恋药 这天穷大陆 还没有谁与我们匹敌 真是好大的口气 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道女声 众人纷纷看去 赫然是一位撑着伞的女子 此女子也穿了一套 林药岛内门弟子的服饰 只不过 大家都对他很陌生 怎么他也来了 之前在北海之兵见过小雨的人 纷纷惊呼道 不用一惊一乍的 小雨走进了大殿 然后扫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 并对胡长老等人打了一声招呼 诸位 别来无恙吧 好好好 没想到 两位一起来了 正好可以一网打尽 胡长老对众人说道 节阵 话音一落 刷刷刷的好些身影 腾空而起 居高临下的将夏北辰和小雨 围在了下方 随即 他们纷纷打起了手印 每个人对着大殿上方一指 好几道光束冲天起 正 忽然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 从大殿上方传开 下一刻 夏北辰和小雨 便看到一个巨大的法阵 出现在了头上方 哄 一声巨响 法阵的中间位置 风云涌动 一会后 出现了一个漩涡 噼里啪啦 漩涡里 赫然是电闪雷鸣 刷刷刷 无数稍微小点的声音传开 竟是无数把带着闪电的剑影 从漩涡里冒了出来 这架势 怕是想要把顾北辰和小雨 砸成刺猬的节奏 夏北辰和小雨对视一眼 彼此的眼神里没有畏惧之感 破虚灵剑阵 胡长老低喝一声 浑身灵力涌动 唱出了这法阵的名字 这法阵的名字倒是不错 夏北辰说道 只是不知道威力如何 这法阵 纵使是炼神镜修饰 也难逃重伤 更何况是低于炼神镜的了 胡长老扬眉吐气地说道 在他看来 这破虚灵剑阵一开 那他今天在北海之兵失去的面子 就能在这里找回来 说着和诸位同门一起 一声吏喝 杀 一时间 漩涡里冒出来的剑 朝夏北辰和小雨直落而来 而且 每把剑的剑身 有一道符文在闪烁带电的光芒 这气势 这逼格 都很高 这一击的威力 我来试试 小雨说着 便催动起了手中的天机伞 天机伞 立马大了好几倍 瞬间 将他和夏北辰 笼罩在了伞下 嗖嗖嗖 带着闪电的剑 毫不客气地冲了下来 然后打在了伞上 蹦 蹦 蹦 无数的声音 从伞盖传了下来 并且撞击处 形成了一道道能量波 朝四周扩散 能量将这大殿的门窗 都切烂了 不过 毕竟是人家一派的大阵 所以 小雨抵挡了一会后 便感觉有些乏力了 夏北辰伸手拿住了伞鼓 忽然一道巨大的能量 冲天起 能量 直冲玄雾而去 下一刻 整个破虚灵剑阵 竟是晃动了几下 那些带着闪电的剑的数量 立马锐减 剑撞 夏北辰寄出了自己的剑 正 他毫不客气地 朝上劈了一剑 什么破虚灵剑阵 给老子破 夏北辰霸气喝道 碰 很快 一声巨响传开 那些在半空中 结阵的灵药岛之人 修为稍微低点地 立马被震的倒飞了出去 最后 纷纷倒地 哇的一声 吐出了血 如此 结阵的人 少了三分之一 而那些修为稍微高点的 虽然没有被震得那么远 但也被震得受了些内伤 什么 未参与结阵的弟子一看 呆住了 破虚灵剑阵 竟然被人给破了 第176章 否则 杀无赦 为何一个灵丹镜 初期的修士 能破开我们灵药岛的法阵 是法阵年九十修了吗 胡说 法阵每个月 都会维护的 难道是他们隐藏了修为 灵药岛的弟子们 带着惊讶议论了起来 尊者忍着炙火焚烧剧痛 对岛主说道 岛主 我怎么感觉这女子手中的伞 有点眼熟啊 是啊 为等岛主回他 一旁的一位长老便点了点头 表示 他也有这种看法 小语这时 轻笑了一声 说道 猜不出来 就不要猜了 现在 我来告诉你们 我是谁 话音一落 手中是伞 便发出了光泽 很快 便有星光萦绕在散四周 灵药岛众人和 暗海族三人一看 仿佛万般星辰 被引到了这店内 再加上现在是夜晚 效果更加 在他们惊呆了的眼神中 有人惊呼了起来 天玄星术 什么 天玄星术 有人听到天玄星术四个字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 岛主身子一震 指着小语说道 你 你 你是天玄宗的人 暗海族的尊者 也恍然大悟 天机散 没错 他手中的武器 便是天机散 岛主接道 所以 你是天玄宗的小语 正是你们姑奶奶 小语霸气地回道 岛主沉声道 所以 你就是隐藏了修为 既然你们知道了 那我就不隐藏便是了 小语说着 便将自己的修为 完全释放了出来 炼神境大圆满 看到小语的真实修为后 灵药岛众人的脸色 像吃了死老鼠一样难看 他们岛主的修为 也才练神境中期 所以 小语足足高出他两重修为 长老们普遍在 灵海境各个阶段 至于暗海族的三个人 尊者也是练神境中期 他的两个弟子 一个灵海境初期 一个灵渊境大圆满 所以 小语赫然成为了现场 修为最高之人 年轻人 你也不要藏着掖着了 尊者回过神来 看向了夏北辰 不好意思 我的确是灵丹七 初七 夏北辰不卑不亢地说道 而且 说到灵丹靖初期五个字的时候 声音加大了几个分贝 他的话 自然有人不信 因为 不管是之前在北海之兵 还是现在 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都不像是灵丹靖初期的修士所为 毕竟 灵海境的胡长老 都被他揍下了海里 更别说其他灵渊境的弟子了 诸位 灵海境以上的 全力围攻小语 剩下的人 把这小子拿下 灵药岛的一位 长老提议 岛主点了点头 就按朱长老所言执行 随即 殿内的众人 将分成了两波 一波将小语围住 一波将夏北辰围住 你们可要考虑好了 夏北辰笑着扫了一眼 刚才在宴会上吃了东西的人 中了我下的毒药 一旦催动灵力 强行使用武力 轻则四肢无力 如染瘟疫 重则 修为禁尸 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修炼所付出的努力 将化为泡影 呵呵 朱长老冷笑了一声 说道 修想虎人 不信 夏北辰玩味地看着他 不信 那就试试吧 刚才破掉他们的破续灵剑阵时 由于结阵的人都是没有参与宴会的 所以 现在没有人四肢无力 或者修为禁尸 也正如此 有人不信这个险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灵药岛的其他弟子 也纷纷支援了过来 赫然将正殿内外 围了个水泄不通 灵药岛的目的很明了 就是要逮住夏北辰和小语 朱长老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狠力 他心中明白 今月要想尽一切办法 将这两个人拿下 否则 灵药岛的颜面何在 传出去的话 都以为他们 是好捏的软柿子 既然如此 那我就来会会你 朱长老寄出了一把三尺剑 对着夏北辰一指 正 一声剑银 响彻殿内 随即带着绿光 朝夏北辰急驰而去 这家伙 衣着是绿色系的 现在连用的剑也是绿色的 喂 你该不会被人绿过吧 竟然这么喜欢绿色 夏北辰嘲讽道 去死 朱长老的剑 带着凶猛的气势 对着夏北辰的眉心刺来 刷 眼看 就要刺到了 结果 剑竟然停了下来 众人一看 赫然看到 夏北辰竟然伸出了他的左手 用食指和中指 给夹住了朱长老的剑身 剑尸 立马被他化解掉了 朱长老身子一颤 自己 这么想死 那我就送你一程 此话一出 众人便听到了咔的一声 夏北辰手指夹着的剑 赫然断成了两截 朱长老猛然挖的一下 吐出了一口老血 这剑 算是他的本命剑 一旦被毁 主人也会波及 再加上他刚才催动了灵力 现在真的感觉到了 自己是四肢无力的状态 剑状 一些灵妖岛的弟子 开始动摇了 要知道 之前被灭掉的那些宗门 他们知道 有些是有炼神镜修饰作证的 甚至 还不止一位 结果还是被夏北辰 一人之力给覆灭了 此时的朱长老 都不到炼神镜 如果夏北辰灭掉的宗门是事实 那他们的朱长老 打不过也正常 朱 你的修为可要看好了 不然就像你走过的岁月一样 说没了就没了哦 夏北辰收回了自己的手 调侃了起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政教处主任 再叫人做人 朱长老的身子 终究是没能撑下去 最后软绵绵的一滩 然后躺在了地上 师父 他门下的弟子 急忙上前去 要扶起他 不过 刚到身边 就被他拒绝了 他想要躺着 这样才舒服点 夏北辰扫了一眼其他人 还有没有人上来比划比划 朱长老成了前车之剑 所以夏北辰的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起来 朕被迫 人被毒 其余的不够塞牙缝 一时间 竟是没有人奈何得了夏北辰和小雨 随即夏北辰飞身起 来到了主座上 然后毫不客气地对着林药岛岛主踹了一脚 就这样 被踹了下去 要不是被林药岛的弟子接住了 恐怕他已经摔了个狗坑屎 落座 而是走到了岛主宝座前 随后 夏北辰霸气地转身 下一刻 正殿上方 赫然出现了一个法阵 如今的夏北辰 在法阵的造诣上 几乎是无人能敌了 就连已经是洞天镜的叶云星 都得逊色几分 殿内 除了同为天玄宗同门的小雨 其余的人 在法阵出现的那瞬间 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威亚 这威亚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就连躺在地上的软骨头猪长老 此时也是异常的难受 再这样压下去 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 都要被压出来了 那些站着的人 立马被这威亚压的单膝跪地 此时的夏北辰 像急了一位霸道的君王 他们正在向他臣服 夏北辰沉声道 现在 你们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 交出岛主之印 奉上祥表 二 全都给我死在这里 强大的威亚之下 配上低沉的声音 却依然震耳欲聋 整个正殿 都弥漫着一股沉重的氛围 夏北辰说出来的话 如同冰冷的剑锋 刺入每个人的心中 他们无法反抗 甚至也无法拒绝 除非 死 哇 吐 一会后 有人受不了那股威亚 不是吐血 就是喷血 一看 赫然是一些修为低的弟子 真是欺人太善 这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传来 众人一看 赫然是暗海族的小鸭 他张红了眼 对着夏北辰怒道 今日哪怕是死 也要拉你一起 小鸭 尊者立马大声喊道 不要啊 然而 小鸭已经狂暴起来 暗红色的器物在他身边萦绕着 很快 便形成了一个两丈高的暗红色影像 而且 凶神恶煞的 一只手拿着斧子 一只手拿着锤子 夏北辰眉头微皱 没想到这家伙修炼的是神魂之法 有些人可以通过强大的灵魂力 来修炼出神魂 神魂都比较大 像个巨人似的 当然 也不一定人像 可以是阿修罗 妖兽 等等 小鸭站在树杖外 对着夏北辰挥出了一拳 随即他的神魂影像 就朝夏北辰挥来了斧子 这是 神魂 看来 还有救 一定要劈死那家伙 不少人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然而 夏北辰却是不慌不忙的 反而嘴角露出了一抹上扬的弧度 看了一眼这神魂的斧子 夏北辰说道 本来还能多活点命 现在好了 不仅仅是灵力超支了 灵魂力也得超支了 三 面对着即将到达自己面前斧子 他竟然数起了数 二 眼看 斧子就要劈到了他的脑袋上 一 夏北辰一边说着一 一边打了一个响指 忽然 斧子在他额头前两寸的距离处停住了 众人平住了呼吸 结果 没等来夏北辰被斧子劈成两半 倒是等来了吐血的声音 吐血的 自然不是夏北辰 而是 暗海族的小鸭 只见他一口血吐了出去 将身前的地板都染红了一片 那神魂 也是随之消散 最后化作了虚无 小鸭 鸭师兄 尊者和其另一个徒弟 急忙忍受着威鸭带来的压力 而冲到了小鸭的身边 两个人一左一右地将小鸭扶住 你怎么样了 师父 师弟 我 我 小鸭虚弱地说话都艰难了 我来替你说吧 夏北辰副手而立 说道 你命不久矣 话音一落 小鸭的身子一顿 接着修为全部没了 感觉到了他的情况 尊者身子猛地一颤 然而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他和另一个徒弟看到了小鸭的身子 正在渐渐地化作光点 光点最后消散 同样化作了虚无 是 很快 小鸭的身子完全消失了 诗后面的字都没能来得及说 见状 尊者怒吼了一声 小子 我要跟你拼了 他猛地看向了夏北辰 浑身散发出了乌黑色的烟雾 黑暗吞噬 尊者一声力合 对着夏北辰释放出了黑雾 黑雾瞬间将大殿笼罩其中 并向一个巨大的口袋 朝夏北辰掠去 跟你进化下 夏北辰手一挥 星光出现 便朝黑雾迎了上去 星光到了口子里 立马穿透了黑雾 此时 如同早晨的眼光 透过乌云 从云层间投射出万丈光芒似的 啾啾啾 很快 黑雾被夏北辰释放的天旋星术给进化了 尊者哗的一声 也吐出了一滩血 脸上 满是不甘 夏北辰嘴角一撇 随后说道 这么想死 那我就送你一程 第178章 交印信 凤响表 夏北辰说着 给他释放了一个星光牢笼 四面光 同时向他压缩 师父 他的另一个徒弟想冲上去 结果速度上 没有光木块 刷 尊者瞬间被描 血色弥散在了店内 师父 他的徒弟冲到了他刚才所在的地方 悲痛地跪了下来 这么短时间内 连续挫败了好几个高手 给了灵要岛的人 极大的震撼 岛主忍受着威压 一咬牙 心里清楚 是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他抬起头 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的神色 然后开口道 我愿意交出岛主之印 奉上降表 尽管他心中万分不愿 但还是认了 夏北辰微微点头 仿佛早已预料到他的选择 然后看向了其他人 冷声道 还有其他人要在反抗吗 如果有 我给你们反抗的机会 气氛更加沉重了 没有人说话 也没有人移动 夏北辰的威压 让他们几乎窒息 他们只能看着夏北辰 等待着他的下一步行动 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夏北辰抬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气流 瞬间涌向殿内四周 继而到了殿外 紧接着 又是一道气流 从另一个方向涌来 两股气流在空中交汇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旋 气旋瞬间爆发出 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这回 不管是正殿内外的人 还是整个灵耀岛的人 都感觉到了这股能量的冲击 他们惊恐地望着天空 仿佛看到了末日的景象 夏北辰再次开口道 现灵耀岛不在正殿的弟子 半刻钟回到广场 他这句话的声音 穿透力极强 很快 店外便看到了不少人 往从远处飞来 飞行的光芒 将这夜晚都映衬得 五光石色的 像急了一场灯光秀 到了广场上空的人 最后纷纷停在了广场上 还有不少人还不知道 这里发生的事 一听有人在里面闹事 就义愤填膺 想要去收拾闹事者 可当听到岛主及长老们 都被镇压住 甚至暗海族 都交代了两位高手 而且扎都不剩的话时 急忙停住了脚步 脸上有一份甜鹰的神色 立马变成了惊恐之色 半刻钟时间到 夏北辰朝正殿门口走去 此时 灵药岛的弟子 除了殿内的 便全都在殿外了 没有两千人 也有一千多人了 算得上是一个中流门派 何况 这些家伙 或将来 或现在 清一色的炼药师 潜力不可估量 夏北辰站在了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 在广场上的人 没有回过头去看殿内 夏北辰说道 岛主 开始吧 岛主看向了正殿门口 然后又看了看 自己面前的笔墨指焰 和岛主硬性 岛主硬性 对于封建王朝来说 那就是传国玉玺一样的地位 不过 在这天穷大陆 便是门派的传位玉玺 不过 也不是所有门派 都用这玩意 作为权力的象征 比如 玄清宗是一块令牌 岛主深呼吸了一口气后 他拿起了硬性 和那份已经写好的响表 就在此时 他发现 自己身上的威压 减轻了许多 于是他由单膝跪地的状态 站了起来 朝门口走去 至于其他人 威压依旧在 所以 不敢有所造次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岛主走了出去 当岛主来到了门口 并拱着身子 移步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随即拱进地弯腰 双手将硬性和响表地上 同时他大声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我离你的所作所为 不比他好哪里去 微微抬头看了下夏北辰 发现夏北辰表情平静 但就是这样 波澜不惊的样子 反倒让岛主有些害怕 随即 他接过了 飘到了自己面前的丹药 二话不说 便服下了 入口即化 其他人也纷纷将 自己面前的丹药服下 其中就包括那位 暗海族的人 很快 之前参加过宴会的人 发现自己身上的 不是症状消失了 整个人多舒服了不少 不禁心中一喜 看来 夏北辰是打算放过他们了 然而 就在他们这么认为之际 长老们的身子 猛的一顿 紧接着 浑身一股迅猛的力量 在入侵着他们的丹田 很快 丹田的灵力散去 我的灵力 每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时间没过多久 他们的声音再次传开 我的丹田 没错 他们的丹田 破碎了 然后随风一样 散去 一时间 这些长老 修为尽事 怎么样 废修丹的味道 可还好 夏北辰回头看了一眼 店内的那些长老 而说话间 他将施加在他们身上的 威压给卸掉了 没了修为 他们在这里 就跟废人一样 造成不了任何威胁 轮到了岛主 虽然他是第一个 服用废修丹的 却是最后一个起作用的 和那些长老一样 服下后不救 灵力消失 最终丹田破碎 上至岛主 下至长老 包括暗海族那人 以及岛主夫人 至此 修为尽尸 剩下的人 都是弟子 见状 林耀岛那些 已经跪下的弟子 急忙恭敬的表明态度 我等为天玄宗 马首是瞻 这时 小雨从店内走了出来 扫了一眼广场的那些弟子后 目光最后停留在了一个 把身子匍匐的 快要亲吻大地的人的身上 北辰 你看那人 小雨对着那个人 扬了扬下巴 夏北辰随即看了过去 又喝 熟人啊 说着 夏北辰走下了台阶 然后一步一步地 朝那人走去 而经过之处 惹得一些人紧张兮兮的 生怕他给自己来一次终结 就得去世界说拜拜了 他们刚才看到夏北辰 动起手来 可是毫不留情 最后 夏北辰站在了那个匍匐的 要亲吻大地的人面前 这不是我们的卫胸吗 夏北辰说道 抬起你的头来 卫生巾颤抖了一下 回道 小的 不敢 不敢 夏北辰蹲了下来 拍了拍卫生巾的肩膀 你不是很嚣张的吗 拿出你在永定城的 嚣张样了啊 卫生巾带着哭腔说道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下副宗主 在夏北辰说出 一人灭十几个门派的时候 卫生巾便知道他的身份了 喂 我听说你是永定城世家 大族卫家的公子哥啊 你怎么这么怂 对得起你的身份吗 夏北辰说着 站了起来 卫生巾接续带着哭腔说道 回复宗主 我们卫家在您眼里 就跟一只蚂蚁一样 蚂蚁遮起人来 也很疼的 夏北辰打断了他的话 卫生巾抱住了夏北辰的小腿 哀求道 还请副宗主放过卫家 一人做事一人当 是小的冒犯了副宗主 与卫家无关 你这样 对得你姐姐 夏北辰看向了从店内 慌忙冲出门口的卫生子 我姐 卫生巾抬头看向了店门口 你姐找人替你出头呢 在那黑漆漆的地方 嘖嘖嘖 那场景 真是相艳啊 夏北辰的话 听得卫生子颓然地坐在了地上 而这些话 让他的同门们 哗然一片 没想到平日里 冰清玉洁的卫师姐 师妹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我看 八成是装的 什么冰清玉洁 搞笑 卫生巾脑子一片空白 他看向了卫生子 许久之后 他问道 姐 你跟谁 卫生子却是闭口不提 夏北辰随即拍了拍手掌 一群蜜蜂 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里 夏北辰对为首的一只蜜蜂说道 小燕 把之前那家伙带来 好的主人 燕小蜜 随即带着小伙伴们 离开了广场 灵耀岛的那些弟子 愣住了 蜜蜂竟然会说人话 这是成经了吗 更甚地上 他们发现了 这些蜜蜂竟然开了灵质 有了一定的修为 夏北辰随即飞掠回了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站在上面 不久后 燕小蜜这些蜜蜂 竟然抬着一个人回来了 众人一看 正是卫生子的同脉师兄 牛粪 此时的他 整个人已经肿得不成样了 一看就知道 是被蜜蜂给遮的 燕小蜜这些蜜蜂 已经开了灵质 且拥有了修为 所以 在遮人的时候 不用自残式地 用屁股的针去遮 一个竖法 就能召唤出好几根针 只要他们愿意 把人遮成刺猬 都不成问题 让燕小蜜他们 将牛粪放在了 卫生巾的面前 这就是你姐要找的人 夏北辰看向了卫生巾 姐 你为了我 竟然找这种渣男 卫生巾控诉道 这家伙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人 说话间 他竟然系出了一把匕首 猛然朝牛粪的当不扎去 顿时 又是一片哗然 就连夏北辰 都大吃了一惊 他想过 卫生巾这小子 会给点牛粪教训 可没想到 是这种要命根子的教训 有点超纲了 卫生子 则是受不了 舆论核心里的双层压力 晕死了过去 姐 卫生巾急忙朝他跑来 结果却是被一股 无形的力给挡住了 他猛然抬头一看 发现夏北辰 隔空对着他伸出了左手 卫生巾 你在北海之兵的所有所为 也不比这牛粪好哪里去 说着 夏北辰的手 隔空一抬 卫生巾的脖子 就被无形的力量给牵住了 双脚离地 脸色顿时憋得通红 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下一步 夏北辰又将是什么手段呢 众人紧张兮兮地看着这一切 只见夏北辰的 右手握成了拳头 随即猛地对着卫生巾 隔空出拳 一股强劲的拳风 席卷去 所到之处 吹得一旁的人都感受到了 不是头发乱了 就是衣服飘了 蹦 拳风 正中卫生巾的肚子 第180章 一箭尘宝 众人睁大了双眼 张大了嘴巴 这隔空一拳的威力 霸气十足 不久之后 拳风散尽 传开了卫生巾的闷哼声 此时的他 双膝着地 跪在了地上 嘴角流出了一抹鲜血 没死 同门们惊讶地看着 这般模样的卫生巾 这结果 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毕竟 刚才夏北辰还毫不客气地 用星光复把他们的一位师兄 给解决的渣都不剩 相比于他 卫生巾是幸运的 然而 就在大家这么认为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了他的异常 好像 卫师弟的修为 有人发现了问题 惊呼道 话没有说完 但其余的人 也很快就感受到了 脸色未知一变 他们感觉到了卫生巾的修为 正在递减 尤其在其丹田破碎之后 修为很快就掉到了灵巨镜 不过 这还没完 灵巨镜继续掉 灵巨镜 最后 毫无修为 又废了一个 灵要倒的人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随之自己的修为禁尸 卫生巾感觉到了天旋地转 一会后 眼皮子一关 倒在了地上 可由于夏北辰的实力 实在太拟天 这会没有人敢上前 去查看卫生巾的情况 胡长老 夏北辰收回了手 副手而立 看向了胡长老 胡长老猛地一哆嗦 夏北辰说道 你不是挺护着毒子的吗 怎么 连上前查看都不敢了 此时的胡长老 早就没了修为 自己可不比卫生巾好哪去 副宗主 小的不敢 他匍匐在地 颤颤地回道 夏北辰嘴角一撇 没有继续和他说话 而是看向了广场上的 灵要岛弟子 北辰 这些人怎么处理 小语问道 夏北辰回道 先带回北海之兵再说 我想 有些人更想处理他们 小语又问 那我们现在回 这么多人 怕是不好带啊 要不 先传信宗主 让他派人前来接收 夏北辰摇了摇头 笑道 这些人多吗 还没我家的小伙伴们多 小语眉头一皱 没反应过来 不过 下一刻当一只松鼠 和一只小熊猫 以及一群小蜜蜂 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小语恍然大悟 差点把他们忘了 夏北辰指着 林耀岛的长老和岛主 及其夫人 对叶小蜜说道 你负责 把这些人关押好 好的主人 叶小蜜立马安排了一些蜜蜂 将它们带进了无尽领域 夏北辰指着 暗海族三人中的那个独苗 对小可说道 你带几只小蜜蜂 看住这家伙 好的主人 小可立马带着几只蜜蜂 把此人带进了无尽领域 剩下的那一千多名弟子 夏北辰交给了小松 和一半的小蜜蜂 整个林耀岛上下 活着的人 都成了夏北辰的俘虏 而为了防止这些家伙闹事 夏北辰毫不客气地 给他们在无尽领域 来了一个规则压制套餐 附带阻隔灵力 对他们的影响 让他们没有了力气 整个人都软绵绵的 甚至连已经被废了修为的人 都要受这规则压制的影响 省得他们在无尽领域导施 搞定了这些 夏北辰对小语挑了挑眉 这林耀岛的建筑群 可不比我们天玄宗的差 小语看穿了他的意图 我懂你 说着 他笑道 一件宝贝都不留下 夏北辰说道 你学坏了 小语接道 还不是给你学的 说完 他便朝一栋建筑飞去 夏北辰黑黑笑了笑 便朝另一栋建筑飞去 不知过了多久 林耀岛建筑群里 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被夏北辰和小语 收入了囊中 尤其夏北辰 收进无尽领域的东西 还被林耀岛的人 看得一清二楚 但他们 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东西 一主 岛主更是和身边的长老 相拥而替 对不起林耀岛的 诸位祖师爷啊 拍了拍手掌 夏北辰说道 搞定 该走了 小语感慨道 这道风景 还是挺美的 只是这门派 配不上这座岛啊 此时 天际泛起了雨堵白 新的一天清晨 就这样来了 这道 我倒是觉得 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还这片海域 一份宁静吧 夏北辰说着 一跃而起 手一伸 一声剑银传开 一把木剑 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上方 木刻图 小语看到夏北辰的剑 以木属性的形态出现 便知道了 他要干嘛了 随即也一跃而起 并飞到了将近一里外 这么夸张 不用那么远吧 夏北辰朝小语喊道 毫不夸张 小语笑着回道 开始你的表演吧 夏北辰回过头去 看向了下方的灵药岛 手握住了木剑 哗 一阵狂风 吹过了灵药岛 夏北辰劈出了一剑 剑气猛然劈出 却是没有直接劈向灵药岛 而是直贯入海 海水 立马翻腾起来 随即 夏北辰手中的剑 脱手而去 跟着剑气直插入海 噼里啪啦 忽然 天穷之上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没想到 木剑竟然激发出 这么迅猛的威力 引得天地意向突发 难道 这便是水生木的原因 这海水的 助长了木剑的威力 小雨一边猜测 一边打开了自己的天机伞 由天而下的雨水 和翻腾而起的海水 一起剑洒在了她的伞上 至于深舟 她则布了一道结界 水便无法剑洒到她 哄 忽然 一声巨响荡开 小雨急忙看去 赫然看到 灵药岛的主岛在塌陷 天地 都为之震动 哄咚咚 倒坍塌 最后沉入海里 这一幕 看得小雨目瞪口呆 她以为夏北辰 只是借助海水 来增长木剑的威力 然后毁坏 灵药岛上的山峰和建筑 确实没想到 她竟然 是把整个主岛给劈沉了 逆天 太逆天了 晴天下的危机 一段法事身稳之后 夏北辰和小雨 朝北海之兵飞去 太阳逐渐爬升到了高空 一群海鸥在海面上飞翔着 时不时地掠向水面 当再次抬升时 爪子里多了一条小鱼 还有一些鲨鱼和海豚 时不时跃出水面 往北海之兵的方向 越飞越近的时候 便看到了一些 帆船出海打鱼的景象 他们再也不用 被灵药岛的人 胁迫去采摘深海的药草了 小雨看着船 说道 夏北辰点头道 也不用被灵药岛压架买鱼了 就在两个人聊着的时候 忽然身后传来了一阵躁动 夏北辰和小雨 急忙停了下来 悬停在了天空中 随即同时转身看去 不远处的海面 竟然起了波涛 更甚的是 有些渔船都被打翻了 船上的渔民都掉到了海里 怎么回事 小雨眉头青簇 这么好的天气 怎么会突然起浪了 夏北辰眼睛 紧紧地盯着出世的海域 一会后 他说道 无关天气 水里有东西 说着 他便朝出世的地方飞掠而去 小雨见状 急忙跟上 哗啦 未等夏北辰到来 几十丈外 忽然一样东西 冒出了海面 同时掀起了巨大的海浪 一些渔船首当其冲 被打翻 一时间 哀嚎声不断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黑影 冒出了水面 夏北辰和小雨一看 赫然是一头金鱼 一声呼啸之后 金鱼冒了一半身躯出水面后 便再次落回了水里 这金鱼有问题 夏北辰感觉到了异样 随后对小雨说道 你帮忙阻止 那些渔船靠近 并组织他们往海岸驶去 小雨当即听从他的安排 好 夏北辰交代了小雨之后 便朝那些落水的渔民飞去 如同见到救命稻草一般 这些落水的渔民 神色由绝望变成了希望 夏北辰换出了夜小蜜 和一群蜜蜂 夜小蜜已经将灵药岛的俘虏 勘压妥当 这回听到夏北辰的召唤后 便带着一群小伙伴出来了 主人 快去救渔民 然后马上带他们进无尽领域 夏北辰吩咐道 那些靠近金鱼的渔民 交给我 明白 蜜蜂们立马分成了好几队 朝不同的地方飞去 此时的他们 只要不是长时间应对 都不怕火 电 谁等伤害 夏北辰朝靠近金鱼的渔民飞去 他的身影在半空中 划过一道优雅的弧线 瞬间来到了其中两个渔民们的上空 往下降了一点 他伸出双手 一把将他们拎了起来 夏北辰立马将他们带进了无尽领域 就这样 几次下来 他已经救了十个渔民 夜小蜜他们 则救了二十多人 啊 救命啊 忽然 一道声音传来 夏北辰闻声看去 看到了一个渔民 正在疯狂地往他这边游来 而这个渔民的身后 有一渔旗正在追着他 看到这渔旗 夏北辰便明白了过来 鲨鱼 二话不说 夏北辰手绝一掐 刷的一声 一道水墙拔水而起 水墙将渔民和那鲨鱼隔开了来 被这突如起来的水墙一挡 鲨鱼急忙一停 并且半个脑袋露出了水面 趁此机会 夏北辰急忙上前去将这渔民救了起来 没事吧 渔民摇了摇头 随后感激地说道 多谢先人相救 你先去安全的地方休息会 这里交给我 夏北辰将他带进了无尽领域 至此 落水的渔民 全部被他们救了起来 让叶小蜜帮照看一番后 夏北辰便离开了无尽领域 刚一出去 不禁一愣 只见好些海洋生物朝他围了过来 有鲸鱼 有鲨鱼 有海豚 海狮和鰻鱼 大大小小的海洋生物 不管是平日里温顺的 还是凶残的 现在都在同一条战线似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高度团结 现在没了渔民作为目标 那夏北辰 就是他们要攻击的目标 刷 刷 刷 急到水声传来 夏北辰一看 四周竟然出现了好些冲天而起的水柱 随后 更是像一条条水属性的鞭子 朝夏北辰甩来 这模样 看得夏北辰 有种处于破壁境内部的感觉 这要是被这些鞭子搅到 后骨不堪设想 夏北辰凝神俱立 随后体内的灵力 如同洪水猛兽般涌出 化作一道道强大的能量波 向这些水柱席卷去 在灵力与谁属性的功法作用下 海面上腾起了一堵毒水墙 夏北辰想用这种方式 来化解水边的威力 不料 下一刻 让他大跌眼镜 只见这些水边遇到水墙后 竟然策反了水墙 就这样 原本一个人就能抱得过来的水边 这会扩到了两倍 需要两个人才能核抱得了 这时 已经通知那些渔民 回北海之兵的小雨 看到夏北辰这边的情况后 急忙赶了过来 不过 却是被这些水边给挡住了 现在是夏北辰出不来 小雨进不去 北辰 你怎么样 小雨在外面关心地问道 我没事 夏北辰回道 然而 一条条的水边 距离他 就是近在迟之 刷 最后 水边交织在了夏北辰的位置 小雨看到这一幕 身子猛的一阵 没有化解这危机 北辰 他焦急地喊了一声 不料 回应他的 是几头鲨鱼 鲨鱼一跃而起 对着他张开了血喷大口 下一刻 一个水属性的能量球 从他们嘴里喷了出来 小雨急忙寄出自己的天机伞 结果 那些朝他飞过来的水球 竟然在飞行的过程中 变成了冰块 不对 应该是冰球 而且 继续飞行的过程中 竟然由球体 变成了锥体 宛如一把把锥子一般 朝小雨飞来 见状 小雨眉头不经一皱 也不知道 这天机伞 能不能挡住 这些冰锥的袭击 他心里也没有底 眼看冰锥 距离他越来越近 忽然 一阵强光绽放 将深舟的这片海域 给照亮了 本来就是阳光明媚的上午 现在的情况 却是强光 把太阳光都给盖住了 小雨急忙遮挡起了 自己的眼睛 避免强光伤害 就在这时 咔咔咔 第182章 净化 发现 冰锥赫然开裂了 最后 纷纷碎成了冰屑 然后往海里掉去 许久 小雨感觉到了 光芒已经没那么刺眼 随即睁开了双眼 只见光芒慢慢暗淡 最后消失了 那些具有攻击性的海洋生物 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远处那些往北海之兵 驶去的渔船 刚才还紧张兮兮地 看着夏北辰和小雨这边 危险重重 真是替他们两个人 捏了一把汗 而现在 他们脸上露出了喜悦之情 平安了 夏北辰飞到了小雨面前 关心地问道 你没事吧 摇了摇头 小雨回道 没事 接着 小雨好奇地问道 你刚才是用的什么方法 夏北辰微微一笑 回道 用的是他们 回答的同时 单手一抬 刷刷刷的无数光点 从海水里飞出了海面 随即光泽暗淡下去 小雨定睛一看 赫然发现 是昨晚在灵耀岛的 培植洞里进化后 所收获的人造内单 夏北辰说道 我刚开始也不知道 这个能不能净化 这些海洋生物体内的协力 本来是想用它们来抵挡攻击 却是没想到 有净化的功能 微微点头 小雨说道 不管怎样 这危机算是解除了 夏北辰则说道 这个很难说 万一哪里有一条漏网之鱼呢 不过 刚才那些生物体内的人造内单 都被净化了 那就能发挥出它的作用 那就让这些生物化身正义 去搞定漏网之鱼吧 看了一眼那些渔船 夏北辰继续说道 而且 我在这片海域 放置了几枚人造内单 所以可以让它们掉头去打鱼了 小雨也看向了那些渔船 随后说道 嗯 我们去通知它们吧 两个人朝那些渔船飞去 通知渔民的时候 获得了它们的一片叫好声 至于那些渔船 已经损毁在刚才的袭击中的渔民 夏北辰只好先带它们回路上 相比于渔船 命才是最重要的 当夏北辰和小雨回到陆地 将那些救回来的渔民从无尽领域里带了出来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 渔民们纷纷对他们两个人行起了礼 他们两个人一同摆手道 诸位不用客气 恩人 敢问你们是何方神圣啊 这时 一位年轻的渔民好奇地问道 不过 未等夏北辰和小雨回答 便有一位中年渔民回答先了 你们不是昨天在小暖家做客的人吗 夏北辰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这位老哥好眼力 中年渔民说道 听说你们昨天替他们教训了灵耀岛的人 其他人一听 立马叫好 看来 大家对灵耀岛都挺怨恨的 夏北辰看着他们说道 现在 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 恩人 什么事啊 一位老年渔民问道 夏北辰宣布 从今天开始 这世上再也不会有灵耀岛了 什么 大家听后 一脸震惊 还有人不太信 因为 据他们所知 这灵耀岛 好歹也有不少年的底蕴了 怎么可能说没了就没了呢 夏北辰猜到 他们有些人不太敢相信这是事实 于是让叶小蜜等小动物 将灵耀岛岛主 及长老等人放了出来 见到这些平日里 高高在上的家伙时 渔民们条件反射地后退了几步 夏北辰提醒道 诸位不要怕 这些家伙 现在是手无缚机之力了 真的吗 一位年轻渔民听后 撞着胆子 扬起了拳头 便是给了岛主一拳 正击中岛主的眼窝子 这渔民年轻力壮的 一拳过去 竟然将岛主给击退了一丈远 岛主闷哼了一声 最后倒在了地上 怎么样 没骗你们吧 夏北辰笑道 渔民们纷纷点头 接下来 一窝蜂地冲了上去 灵耀岛在场的人 无人幸免 夏北辰和小雨也不阻止 好一会后 大家停止了发现 再看灵耀岛等人 肿的肿 青的青 红的红 能看得到肉的地方 已经没有一块是完好无损的了 见渔民们也是见好就收 不过度地揍他们 省得手里有条人命 夏北辰看着灵耀岛这些长老们 说道 刚刚被揍的时候 有没有想起平日里 被你们压榨的人的感受 受此大辱 这些家伙 敢怒不敢言 其实 说到底 是怕死 将他们带回无尽领域继续堪压后 夏北辰 小雨等人在这些渔民的簇拥下 往村子里走去 夏北辰便跟他们讲起了 灵耀岛覆灭的事 好让他们放心打鱼 很快 闻讯而来的人 越来越多 待他们知道灵耀岛覆灭的时候 纷纷对夏北辰和小雨 表示了敬佩之情 并且 还要给他们两个人 举办一场晚宴 夏北辰和小雨 本想继续去小暖家蹭饭的 但实在架不住大家的热情 便欣然接受了 到了晚上 夏北辰和小雨 以为只是几个代表人物 请他们凑一两桌吃饭 结果却是 全村的人摆了几十桌 赫然办起了酒席 原来 村民们不仅要感谢夏北辰和小雨 还要庆祝下灵耀岛这个毒瘤被拔除 所以 用了半天时间 大家纷纷自觉地组织起来 来一场酒席 待夏北辰和小雨 到了海边的宴会现场时 发现大家都坐下了 都在等他们两个人 男女老少 都站了起来 小暖和他爷爷 从一张桌前起身 走到了夏北辰和小雨的面前 二位恩人 请入席 说着 小暖的爷爷给夏北辰的脖子上 挂了一串海螺 贝壳等串起来的首饰 而小暖则给小雨挂了一串 差点被他们的热情吓到 夏北辰急忙事宜站起来的人们坐下 然后和小暖爷孙俩 回到了他们坐的那桌 这桌正好空了两个座位 是给夏北辰和小雨留的 坐下后 小暖的爷爷代表村民 说了段感激他们的话 随后 夏北辰和小雨作为回礼 也说了一段住酒词 并给大家透露了 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后 大家先是愣了一会 然后纷纷表达了对天玄宗的感激 如果哪家的小伙子和小姑娘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 喊太大声 宴会举行到了很晚 深夜 大家纷纷散场 剩下少数人收拾了下碗筷 待他们收拾好 堆在一起的时候 夏北辰示意他们让一让 待他们让开后 夏北辰立马用起了竖法 将村子几口水井里的水 调动了过来 几条水龙来到了碗筷上方 下一刻 让大家惊讶地看到了 洗碗机式的洗碗 首先将残渣清理掉之后 夏北辰拿出了一枚人造内单 这东西 血里都能去除 那这污渍也应该可以 所以 抱着适时的态度 夏北辰将这枚人造内单 悬停在了碗筷的上方 然后进行了第二次清洗 结果便是 效果很好 第二次清洗结束的时候 碗筷光洁如星 在微弱的月光下 竟然还能出现光泽 满意地收起了人造内单 夏北辰再次引来井水 对碗筷进行第三次清洗 这一次清洗之后 他将碗筷纷纷落入到锣筐里 有劳诸位抬回去了 多谢夏公子 诸位听到夏北辰的话后 纷纷感谢了他一句 随后两个人一组 将锣筐抬回了村里 专门放这些桌子 碗筷菜碟的仓库里 夏公子 小雨姑娘 我们先走了 晚安 晚安 很快 岸边便剩下夏北辰和小雨了 两个人开始在沙滩上散步着 小雨说道 北辰 这次出来 我好像没怎么帮到你的忙 不过 也没有拖你后腿 希希 夏北辰瞥了他一眼 谁说的 我们可是通力协作 俗话说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小雨看了他一眼 你可真会说话 夏北辰说道 阐述事实吗 小雨收回了目光 不过 这灵要导的事 能够这么顺利的解决 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夏北辰问道 你是不是以为 会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小雨点了点头 是啊 其他门派是用暴力 这灵要导 我可是 先用计谋的 夏北辰挑了挑眉 比如 在他们汤里下药 让他们丧失了攻击力 小雨微微一笑 颇有讽刺地说道 没想到以炼药著称的灵要斗 竟然最终折在了丹药下 夏北辰笑道 多行不易必自毙吗 小雨问道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夏北辰回道 我已经写了信给宗主了 到时候看看他有什么指示 小雨轻轻点头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他的指示吧 停顿了下 他问道 对了 我想着北海之兵虽然没了灵要斗 但并不意味着危险彻底解除了 夏北辰同意他说的 你说的没错 毕竟暗海族还在 这次 他们折损了两个人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 我们还不能走 看了一眼天穷 夏北辰继续说道 明天审问下灵要斗的人 我想把暗海族的窝给捅出来 行 小雨看了下夜色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随后 两个人回到了小暖他们家 爷孙俩已经睡着了 夏北辰和小雨 轻悄悄地走进了老人家 给他们准备的房间 这一间房是小暖平时住的 而小暖则住去了 他父母生前所住的房间 其实 夏北辰和小雨 还有一个地方去 那便是无尽领域 但他们已经答应在 小暖和他爷爷 今晚借宿在这里 小雨 灵要导致事 你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夏北辰指了指床铺 然后继续说道 你睡床上 我打地铺吧 小雨看了一眼床铺 随即轻轻地咬了咬薄唇 其实 床还是挺 挺大的 额 夏北辰看向了小雨 小雨接着说道 要不 我们一起吧 我们一起吧 夏北辰的脑海里 立马浮现出了 昨晚在灵要岛 培植洞里的一幕 以及 小雨对他说的话 下次 我们再深入探讨 想起这事 夏北辰的心跳 忍不住加快了 他面对夜云星的时候 心跳都还没这么快 为何面对小雨 却快了起来 为等夏北辰回过神来 小雨便上前了两步 下一刻 夏北辰被他拽了过去 由于小雨的力气过猛了一些 导致了夏北辰被他拽过去的时候 一个不吻 两个人踉践了下 这踉践间 两个人倒在了床上 夏北辰在上 小雨在下 蹦蹦蹦 他们彼此 都感受到了自己的心跳 以及对方心跳的加快 比刚才跳得更快了 北辰 小雨吐气如蓝地唤了一声 夏北辰被他这一声 唤得心愿一马 小雨 小雨看着他 抿了抿嘴 随即娇滴滴地问道 我们 深入探讨下吧 夏北辰也看着他 轻轻地点了点头 已是同意 我没有经验 所以 你单待点 小雨一边说着 一边仗红了脸 放心 我很温柔的 行动不如行动 夏北辰一说完 手就开始行动了 刷刷刷 死了死了 不一会 两个人坦诚相待 就在夏北辰 即将攻城掠地的时候 小雨却是紧张兮兮地说道 等一下 怎么了 夏北辰停下了动作 关心地问道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没做好心理和生理的准备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 喊得太大声了 所以 你等我一会 小雨说着 便起身 然后双手掐起了手绝 很快 夏北辰就感觉到了 这房间的四周出现了一丝丝闪烁的光泽 隔音术 真是周到 夏北辰忍不住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为他在苏满尾岸之处轻轻地点了个赞 小雨脸色更红了 下一刻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和生理的准备 不久之后 房间出现了各种符号 先是 接着换成了其他符号 每种符号都持续了一段时间 然后进行下一种符号 如此持续了一个时辰 房间的符号在消失 并化作了两个大字 窗户指 就这样 在这海边的渔村里 美妙地捅破了 北辰 你太厉害了 小雨看了一眼夏北辰 轻声地赞道 你也不赖 夏北辰将其揽入了怀里 第184章 组建军队 返回宗门 两天后 叶云新派白棠 带了数百名天玄宗弟子 前来北海之兵 而这两天里 夏北辰和小雨 在北海之兵十里八村地 收集了不少关于林耀岛的罪证 再加上他们两个人 在岛上亲自得到的罪证 林耀岛的罪行 可谓是庆竹难输 按照这些罪行来处置 林耀岛起码得死三分之一的人 副宗主 白棠对夏北辰说道 宗主在我们出发前 传了口令 说这些人该怎么处理 听你的安排 夏北辰随即大笔一挥 将那三分之一的人 来了个斩力绝 就这样 林耀岛众人 剩下五六百人 这些人 夏北辰给了他们两条路 一条是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一条是加入天玄宗 有些人厌倦了这打打杀杀的日子 于是选择了离开 从此做起了一名散修 有些人虽然没有犯死罪 但为了赎罪 选择在这北海之兵 玄乎济世 毕竟 哪怕一些一品 二品的丹药 对一些平民百姓来说 也是灵丹妙药 就这样 就又剩下了三分之一 这三分之一 则选择加入天玄宗 北辰 既然这些都是炼药师 那就让他们编入你们私药阁吧 小语建议道 夏北辰则说道 不着急编入私药阁 哦 小语不解地看着他 夏北辰说道 这些人 得先来一次思想改造 小语问道 怎么敢 夏北辰笑着说道 那就有劳我们的天玄学院院长了 我 小语没头青醋 一会后明白了过来 你是想让他们到学院里接受教育 对 夏北辰打了一个响指 跟出入天玄宗的弟子一样 先在学院里接受教育 不过 这些人毕竟是有一定修为的了 所以 不用三年制或五年制 只需一年或者两年即可 比如 学满一年者 考试合格者 进入我私药阁 而不合格者 还有一年机会 合格者 入私药阁 不合格者 就让他们下山吧 小语听了他说的 然后点了点头 可行 那就这么定了 拍板好了这事后 夏北辰让来北海之兵的一半弟子 将这两百人带回天玄宗 剩下的一半弟子 以及白塘 夏北辰还有事要他们去办 所以 当白塘等人来到北海之兵第三天 夏北辰在一处空旷且僻静的山谷 召集了他们 诸位 暗海族死灰复燃 而且前几日 他们折损了俩人 所以 我断定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很可能会继续袭扰北海海域 如此 你们要肩负起 保护北海之兵的责任 夏北辰可谓是开门见山 待众人一到 便直接说道 誓死保护北海之兵 众人齐声回道 夏北辰随即拿出了一张地图 然后将地图悬空在众人面前 众人一看 是北海之兵的地图 这几天 我已经借着除掉林耀岛的这股东风 和北海之兵各个小镇 村屯的镇长 村长商议过了 夏北辰指着地图说道 我们要在北海之兵 组建一支军队 这些军队 将一起肩负起 保护北海之兵的职责 所以 这段时间 你们的主要任务 便是防备北海之兵 以及训练这支军队 说着 夏北辰拿出了一份文件出来 这份文件 我详细了地写了 军队是组织框架 兵种划分 军队纪律等等 小语一看 竟然写了军长 师长 排长等军职 并明确了他们的职责 同样 夏北辰也拟了一份名单 军长暂且由他自己担任 师长 团长 营长 连长等人 则由天玄宗近期表现较好 且有一定实力的弟子来担任 至于排长 带招兵买马后 提拔一些 所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们都是光感司令 要先征兵 由于夏北辰和小语灭了林耀岛 所以他们在北海之兵的百姓们心中 树立起了不小的威望 尤其是一些被林耀岛压榨过的人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参军 有些潜力不错的 则加入了天玄宗 因此 不到半个月 他们便组建起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 一切 顺利按着轨道运行着 不知不觉 又过了近半月 夏北辰和小语 也来了这北海之兵一个月了 叶云星传唤他们二人和白糖 回天玄宗 于是 夏北辰三人一起回天玄宗 顺便带上了小暖 和其他想要加入天玄宗的人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 有近三百人 北辰啊 我那学院不扩建不行了 你可要单待着点啊 小语对夏北辰笑道 夏北辰豪气地问道 要钱 还是要人 小语回道 可以两个都要吗 夏北辰说道 要钱可以 要人没有哦 小语瞥了他一眼 谁说没有的 你那些小动物 一个个都是全能选手吗 夏北辰笑了笑 说道 好家伙 竟然打起了他们的主意 随后 夏北辰说道 行 让小叶给你安排 小语开心地说道 细细 好的 一路顺风 一行人平安地回到了天玄宗 叶云星亲自去迎接他们 见过宗主 几百人一起问好 大家无需多脸 叶云星说道 你们先熟悉下 我天玄宗的各种情况 明日会有相关的人 带你们办理天玄学院的 入学手续 于是 三百号人在宋齐良辰等一众学院老师的带领下 分批熟悉起天玄宗的环境 像集了旅游团来旅游参观的样子 不过 有一人留在了夏北辰等人身边 那便是小暖 云星 这位便是我在信中提到的小暖姑娘了 夏北辰给叶云星介绍道 见过宗主 小暖给叶云星行了一礼 小暖 我们天玄宗 除了这天玄风 还有天书风 天机风 以及思耀阁 思典阁 思图阁 叶云星给他简单地介绍了下 然后问道 你想拜入哪位长老门下 我 小暖看了一眼夏北辰 大家以为他 要选夏北辰的时候 却是看向了小雨 结果以为他选小雨的时候 看向了叶云星 最后 他说道 第185章 紧急军情 围困难安 我想先从学院开始 小暖的话一出 在场的众人都忍不住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没料到 他会这么说啊 小暖 小雨上前去握住了小暖的手 你完全可以入 我们脊脉中的一脉 直接做我们的清传弟子 你可要想好了 小暖坚决地点了点头 我已经想好了 再说了 到时候只要合格了 还是可以作为 你们其中一位的清传弟子吗 说到这里 他抿了名嘴 然后继续说道 如果到时候不合格 就证明我不是修炼的料 我会选择离开 绝不占有名额 这话听得夏北辰等人暗自点赞 依我看 也行 夏北辰说道 毕竟 学院里还有小雨这个院长 以及披星戴月和宋兄等人授课呢 也不亏 见状 叶云星便点头道 那就这么定了 小暖入学院学习 小暖见他们英语 便高兴地道了一声谢 谢谢宗主和副宗主 谢谢诸位长老 随即他指了指那些走的 还不远的新人们 那我先跟陈老师他们参观下宗门 微微点头 叶云星说道 去吧 小暖随后与他们道别 小跑着朝参观队伍追去 对了 怎么没见到秦雅 夏北辰没发现秦雅的身影 便好奇地问道 叶云星回道 不巧 两个时辰前 收到了试魂谷围攻南安城的消息 所以 一个时辰前 他便带了些弟子 回去支援南安城了 什么 夏北辰和小雨满脸惊讶 试魂谷行动了 叶云星说道 或许 我们将肚子疼送回去的计划 失败了 夏北辰眉头微皱 看来瓦剌留学生这招有了变数 随后夏北辰问道 有没有披星戴月等人的消息 有 叶云星将披星从试魂谷突围回到雪丰城后 给门派写的一封奏报 不久前 他们护送杜子疼去了试魂谷 结果试魂谷的二话不说 就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并且不承认杜子疼 说着 叶云星将奏报递给了夏北辰 夏北辰接过来看了看 发现这封奏报 是披星在他和小雨离开天玄宗 前往北海之兵后送回天玄宗的 现在 杜子疼怕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他那同父异母的弟弟 怕是已经完全掌控了试魂谷 不然 试魂谷也不会这么快发起战争 又或者 杜子疼反悔 天玄宗送回去的 不是留学生这么简单 还是龟山的老虎 不管是哪种可能 战争已经开始 这是试魂谷围攻南安城的战报 叶云星拿出了另一份战报 夏北辰接过来一看 发现是三天前的战报了 而且这份战报的人 正是秦雅的义父 万经有 不过 战报中提到 试魂谷并没有马上进攻南安城 而是先劝祥 为而不攻 毕竟南安城在地理范围上 属于南疆 与试魂谷也算是老乡了 拿下南安城 就等于掌控了南疆北上的门户 不过 南安城则是想加入天玄宗的势力范围 毕竟青蓝宗 玄清宗等大小门派 都与天玄宗站在一条船上 景天玄宗就控制着 天穷大陆大半的领土 潜力国 最后可能完成大一统的 就是他了 也不知道三天过去了 情况怎么样了 夏北辰将战报递还给叶云新后 说道 南安城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危机 叶云新说道 早在披星待月二位长老 离开天玄宗前往南疆的时候 我便传信给了妙晴和雨亭 让他们时刻警惕试魂谷 并注意南安城的情况 就在他们议论之际 忽然一份加急奏报 送回到了天玄宗 并直接递程 到了叶云新手里 赫然是一份加急密报 叶云新急忙打开来 看起了密报 密报的文字不多 很快就看完了 他一边将密报递给夏北辰 一边说道 侍魂谷给南安城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三日后 不开门投降 将对南安城发起进攻 夏北辰一边听 一边自己看了起来 随即 他接道 而且 侍魂谷还在不断地网助 扎在南安城四周的部队增兵 这时 小宇问道 侍魂谷围困南安城的兵力有多少 夏北辰说道 截止密报发出钱 已有十万 十万 小宇和其他几位长老惊呼了一声 负责情报收集工作的白宁则说道 据我所知 南安城各势力加起来的修士 也不到三万 剩下的百姓 虽然三十万之众 但面对侍魂谷的进攻 怕是以卵击石 不堪一击 南安城 作为沟通南北的一座桥梁城市 虽然往日里人来人往 但多数是流动人口 被侍魂谷围困前 恐怕不少人闻声后 便果断离开 剩下的常住人口 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还能去哪里呢 而且 三十万百姓 可不是少数啊 虽然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这可能是某个县城 甚至只是某个镇的人数而已 夏北辰低沉地说道 看来我是小看了侍魂谷 没有建国称帝的情况下 仅围困南安城 就能派出十万兵力 他们的实力可见一斑 叶云星说道 而且 最终进攻的时候 也许不止十万 微微点头 夏北辰说道 没错 试魂谷的目的很明确 不管用哪种手段 都是拿下南安城 小语问道 南安城就让他落入试魂谷手里 夏北辰摇了摇头 寸土不让 绝不能让南安城落入他们手里 我要让这南安城做一把剑的剑尖 扎在试魂谷的身子里 叶云星看向了夏北辰 看来 你已经有计划了 夏北辰回道 我去增援 叶云星说道 重回天玄宗后 我便广发席文组建军队训练 你之前提供的武器 也已经安排到位 所以 南边诸州的兵力 可任你调遣 说着 叶云星拿出了一枚虎符 递给了夏北辰 即日起 你为我天玄镇南大将军 其他长老立马恭敬地 看着叶云星和夏北辰 这虎符 是之前夏北辰设计的 用于调兵遣将 本来还以为 要等很久才能用得上 没想到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 就用上了 夏北辰一听 郑重地接过了虎符 好 那我明日便出发 第186章 小别圣新婚 剩下的时间 夏北辰抓紧处理了一些事 在林耀岛上缴获的物品 只留下了少数 其余的他 全部交给了宗门 当晚 叶云星宴请了新人们 林耀岛那些加入到天玄宗的新人 收到宴会邀请通知的时候 都愣住了 他们这些人 对于天玄宗来说 也是新人 可他们最大的身份 更像是翔将 和北海之兵那些清白人家的新人比 他们就像是污水 之前是林耀岛的人 怕是在想 为何也会被邀请参加 这迎新晚宴 天玄宗广场上 叶云星站在台阶上的桌前 说道 你们的林耀岛 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现在 既然你们加入了天玄宗 那便是我天玄宗的弟子 既然 是我天玄宗的弟子 那就和其余的新人一样 一视同仁 说着 叶云星看向了夏北辰 随后继续说道 用副宗主的话说来 你们之前是污水 那我们天玄宗 就做这净水器 将你们净化成纯净水 虽然这些人不懂 什么是净水器 但是污水 净化成纯净水 听懂吗 换句话说 那就是在这里 改过自新 从此以后 以天玄宗弟子的新身份 为人处世 这些人听后 立马纷纷站了起来 对着叶云星 和他身边的夏北辰行了一礼 多谢宗主 副宗主 叶云星压了压手 示意他们坐下 待他们坐下后 叶云星说道 如今天穷大陆那边风起云涌 新的大陆格局 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形成 示魂谷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吧 众人点了点头 叶云星说道 如今示魂谷想要一统南疆 然后挥师北上 最终统一天穷 要是被他们打下了整个天穷 那百姓们的好日子 岂不是到头了 有人高声说道 示魂谷所修炼的功法 因邪至极 更是为了达到目的 不惜以人为瘾 没错 有人附和道 如果让他们得逞 我天穷大陆 怕是一片漆黑 永无宁日 所以 叶云星目光一扫众人 望你们早日学成 成为我天玄宗 乃至北玄的栋梁之才 众人齐声回道 定不负宗主 不负天玄宗厚望 一番话说下来 晚宴正式开动 叶云星 夏北辰 以及个卖的首座长老 坐在一桌 席间 夏北辰和小雨 讲起了在北海之冰 所发生的事 听得大家津津有味的 酒水都喝了不少 而且 还挺下饭 一个时辰后 晚宴结束 散场 北辰 那位生子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宴会散场后 叶云星的寝室里 他问起了夏北辰 他今日可是一点水未饮 一点饭没吃 夏北辰听后 说道 他弟弟被我废除了修为 现在跟个废人一样 怀恨在心 也是正常的 叶云星说道 可我听说 你不仅废了他弟弟的修为 还砍了他的情人哦 夏北辰摇头道 他那情人 笑死了 遇到危险 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这么诈 太不靠谱了 叶云星说道 那砍得好 夏北辰眼神闪过了一丝灵力 如果他想为家平安无事 我觉得 他会想通各种要害的 叶云星走到了夏北辰的面前 然后上前投怀送报 他岔开了话题 去了那么多天 是不是该交公粮了 虽然体内的毒 已经提前去除了 夏北辰眉头一挑 看着怀里的人儿 说道 当然要交啊 都说小别圣新婚 此时的夏北辰和叶云星 便是这样的 两个人从头到尾 不放过一寸 各种姿势都用了一遍 就这样 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 在猛烈的冲刺下 彼此达到了巅峰 一日 当一米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的时候 夏北辰和叶云星悠悠地醒来 起床 穿好衣服后 你们院长呢 不久之后 两碗香喷喷的 色香味俱全的螺蛳粉 被夏北辰端到了餐桌上 哇 叶云星看着桌上的两碗螺蛳粉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夏北辰递给了他一双筷子 快尝尝北辰螺蛳粉 叶云星接过了筷子 轻轻地剥了剥 便看到了 碗里有田螺 鸭角 还有木耳 酸豆角 酸笋 花生等等佐料 然后下方便是粉了 我告诉你 平日里 我们吃螺蛳粉 可不一定有螺蛳呢 夏北辰指了纸碗里的田螺 笑着说道 叶云星说道 这些食材单独拎出来 我倒是见过 可还得第一次见这样的组合 说着 他加了一点酸笋 放进了嘴里 嚼了嚼后 他说道 平日炒竹笋吃过不少了 而这叫酸笋的 我还是第一次吃 怎么样 夏北辰问道 酸爽可口 吃欲大增 叶云星说完 便加了一根粉 放进了嘴里 不过刚放进去 就咬断了 等等 夏北辰拿起了另一双筷子 这粉呢 得缩 说吧 他往自己的那一碗 加了一根粉 随即发出了缩的声音 不一会 整根粉被他缩进了嘴里 缩粉 缩粉 叶云星试着学下北辰那样 很快 便体验到了缩粉的乐趣 就这样 当一碗粉被叶云星缩完的时候 他忽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夏北辰看着他 好奇地问道 云星 你怎么了 还有没有 叶云星弱弱地问道 夏北辰一笑 说道 哈 当然有啊 说着便起身端起了叶云星的碗 去盛回了一碗 这碗可不是小碗 快赶上汤碗了 没想到你真的是食欲大增啊 夏北辰把螺蛳粉放在了叶云星的面前后 说道 叶云星由衷地说道 吃过了不少山珍海味 真不及你的这螺蛳粉 夏北辰说道 有些人见到这螺蛳粉 恨不得是敬而远之 走得远远的 而有些人 则是屈之若鹜 叶云星问道 这么极端的两个结果 夏北辰点头 是啊 这时 叶云星加起了田螺 结果半天都没法吃到里面的肉 于是 夏北辰再次亲自教他 怎么缩螺 全程靠嘴巴 连牙签都不用 因为他觉得 用牙签 是没有灵魂的 尝试了好几颗田螺后 叶云星终于学有所成 时间 一点一滴的流逝 这日常 而又温馨的早餐时间结束后 夏北辰和叶云星 为了不影响到别人 便刷了牙 才离开无尽领域 距离夏北辰出发去南安城 还有不到半刻钟的时间 在叶云星的陪同下 他回了一趟私药阁 私药阁建立后 天玄宗里一些 对炼药术感兴趣的弟子 时不时来这里研究下药材和丹药 这段时间 他虽然去了北海之兵一趟 可私药阁管辖的药田里的药材 依然在茁壮地成长着 这自然是有那些感兴趣的弟子 帮忙打理的 作为回报 夏北辰给他们 列了一些一品药方 让他们尝试 同时还在私药阁 留下了一缕火焰 让他们炼药的时候使用 见过宗主 副宗主 见到叶云星和夏北辰回来 几个弟子 纷纷向他们行了一礼 夏北辰看了他们一眼 问道 给你们的药方 炼制得怎样了 因为弟子回到 回副宗主 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 炼制成功了 哦 夏北辰眉头一挑 那就是 还有小半的人 没有炼制成功了 此话一出 一些弟子纷纷羞愧地 低下了脑袋 像极了做错了事的学生 见到了老师的样子 夏北辰笑道 你们这些 还没炼制成功的人 不要气馁 多跟炼制成功的人 学一学 好的 副宗主 那小半弟子 立马齐声回到 嘿嘿 夏北辰继续笑了笑 说道 不过 还有要做些小惩罚的 那小半弟子 心里呼咯噔了一下 竟然还有小惩罚 会不会很严重 就在他们心慌慌之际 夏北辰从五金领域里 寄出了一堆东西 众人一看 赫然是一些药草 这些是从零药倒薅回来的 现在罚你们 这小半部分人 去给我开垢荒点 然后把它们种好 夏北辰安排道 当然 存活率 起码得刚给我达到八成才行吧 要是少于八成的话 还会有惩罚的 那小半弟子 立马呼出了一口气 还以为是什么惩罚呢 原来是移植这些药材 这段时间 他们都快成园丁了 所以移植药材 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 定不负父宗主所托 这小半弟子 齐声回道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从零药倒 转入我们天玄宗的炼药师不少 所以你们有时间 也可以去请教下他们 众人齐声回道 是 夏北辰说道 那这四药阁 暂时就交给你们了 在四药阁的全体弟子 齐声回道 定不负父宗主所托 对了 夏北辰指了指 他们手中拿着的一些 一品丹药 如果炼制出来的丹药 自己用不完的 可以上缴部分给宗们 然后拿去卖了 是 我在这里透个底 带我从南疆回来 我会考核你们 夏北辰大方帝说道 优秀者 将会给到我奖励的 最少是三品的丹药 哇 这些弟子 立马张大了嘴巴惊呼起来 现在他们的实力 用二品的腰单就已经很有效果 要是用上三品 岂不是更上一层楼 想到这里 他们都忍不住戳起了手 夏北辰看向了叶云星 那我们走吧 叶云星柔声说道 这里是四药阁 去留你说了算 夏北辰说道 去趟天玄学院 好 随后 两个人离开了四药阁 来到了天玄学院 叶宗主 北辰兄 你们来了 宋明见到他们 便迎了上来 来看看 毕竟马上要去南疆了 夏北辰对宋明依了一礼 近期辛苦宋兄等几位兄弟姐妹了 宋明急忙上前打断他的行李 北辰兄 严重了 每日跟这些学生在一起 还是挺开心的 夏北辰笑道 哈哈 宋兄当真是越来越有老实的饭了 见过宗主 副院长 一群学院弟子见到他们后 热情地行了一礼 夏北辰在这学院里 挂的是副院长的头衔 所以 在这里见到他 一律叫他副院长 现在的学院 可比之前壮大了不少 当然 现在只是人数上的壮大 至于占地规模上的 还需要些时日 夏北辰给学院 安排了些开了灵芝的小动物 在这里帮忙 参与扩建学院 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没有见到某个人 对了 你们院长呢 第188章 这地方风景秀丽 非常适合 有学生立马回到 院长今早还在的 还给我们做了讲话 没说去哪里吗 夏北辰问道 刚才那学生摇了摇头 没呢 夏北辰看向了宋明 宋明也是不轻 摇了摇头 叶云芯则笑着说道 看来小宇师妹 是不想跟你道别了 夏北辰尴尬地说道 不至于吧 叶云芯问道 那你有什么话 要给他讲的吗 我可以替你转告 夏北辰则说道 不用 我来是看看 各位新生是否习惯的 叶云芯白了他一眼 那才多久啊 谁能这么快习惯 也是哦 嘻嘻 夏北辰善善一笑 那我们走吧 说着 看向了学院的众人 好好学习 众人立马接到 天天向上 随后 夏北辰和叶云芯 离开了天旋学院 众人行礼道 恭送宗主 副院长 回天旋风的路上 北辰 这一趟北海之兵 有家人相伴 一定不孤单吧 叶云芯挑了挑眉头 看了一眼夏北辰后 问道是不是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我 夏北辰刚想说话 叶云芯则继续说了起来 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我没猜错 小宇师妹 已经被你成功拿下了吧 或者说 你已经被他成功拿下了 夏北辰一愣 叶云芯扬起了小粉拳 警告道 好好带他哦 可不许欺负他 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不管是你 还是他 我都会好好带你们 夏北辰认真地说道 叶云芯凑近了他身边 然后低声说道 这一次去南疆 顺便再拿下一两个 夏北辰眉头一皱 呃 叶云芯却是笑了起来 嘻嘻 夏北辰满脸黑线 云芯 有你这样的老婆的吗 怎么竟在怂恿老公去泡妞呢 叶云芯打趣道 当然是要为你下家开枝散叶啊 夏北辰摸了一把叶云芯的小妇 那你和小宇多生几个也一样的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 我一言地打情骂跳着 回到了天旋风的上空 随即 两个人立马恢复了正经 然后才降落在广场上 夏北辰对叶云芯说道 我去南疆之后 北海之兵的事就有劳你了 叶云芯点头道 放心吧 我会做你坚实的后盾的 另外 我过两天也会抽空去一趟北海之兵 防止暗海族趁南边发生战事 而趁火打劫 夏北辰则说道 如果可以 并不一定要等他们找上门 我们北旋也可以反找他们 叶云芯听后 认真道 你说的有道理 话被动为主动 打他们的措手不及 夏北辰上前了两步 站在了叶云芯的面前 随即将其揽入了怀里 也不管周围 还有不少弟子看着 反正他们的关系 早已经是整个宗门禁之 这两个人 倒是献上了不少弟子 副宗主 真是人生赢家 等我回来 夏北辰无比认真地说道 到时候 十里红装 将你娶到我私要阁 叶云芯身子一震 好一会后 他围养着脑袋 看着夏北辰 你这是在向我提亲 求婚 夏北辰随即后退了一步 单膝跪地 并拿出了一个盒子 打开了盖子 露出了里面的 一枚精美的戒指 夏北辰问道 你可愿意 叶云芯眼里泛起了柔光 回道 我愿意 此话一出 周围的弟子 立马欢呼了起来 并祝贺起来 恭喜 恭喜 夏北辰将戒指 从盒子里拿了出来 牵过了叶云芯的右手 将戒指带了上去 之后 夏北辰看了一眼周围的弟子 毫不客气地拿出了一堆零食 作为红包 派发给了他们 在他们开心地领着红包之际 夏北辰和叶云芯 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不久后 夏北辰辞别了叶云芯 和天旋风众人 独自下了山 原本叶云芯想 给他派一些人手的 但被他拒绝了 往南飞去 不知不觉 便飞到了百里外 风和日丽 真是适合出行 就在夏北辰 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之时 忽然 Soul 一道寒光闪现 随即朝他急速飞来 Cow 有人刺杀 夏北辰第一反应 便是遇到刺客了 毕竟现在 他作为天旋宗的副宗主 还曾一人灭了十几个门派 总会有一些人蠢蠢欲动的 不过 这种小把戏 对他来说 简直是小巫 别忘了 他还有快人一步的神奇技能 不管你攻击有多快 我都能比你快一步 眼看寒光就要刺中他了 结果下一刻 他便出现在了两丈碗 一团火焰朝着寒光窜了过去 瞬间盖过了寒光 东西包裹在了里面 随即夏北辰抬眼看去 发现是一枚内单 内单 有点眼熟啊 夏北辰眉头微皱 不过很快 他便舒展了眉头 随后 他笑着说道 我说 你去哪了 原来是不声不响的 先跑来这里了 哼 一道轻哼的声音传来 接着 一道倩影从下方的树林里升空 当对方与夏北辰 处于同一高度的时候 夏北辰摇了摇头说道 想去的话 直接跟宗主说一声不就得了 还搞得跟离家出走似的 对方双手抱在苏满的身前 说道 这不是怕你们不答应吗 那倒是 夏北辰瞥了对方一眼 从北海之兵刚回来 你就跟我去南疆 学院的事你不管啊 没错 死人 正是小语 小语回道 有宋明和齐轩他们呢 夏北辰说道 你这甩手掌柜当的 小语毫无负担地说道 我已经安排好了新人的教学任务 请假一段时间去南疆 也不是可行吗 原来是做好了功课了 夏北辰上前去将其搂住 那行 本副院长兼副宗主 同意你和我一起去 小语笑了起来 嘻嘻 不过 夏北辰忽然画风一转 小语眉头微皱 看向了他 不过什么 你该不会再打我什么主意吧 嗨嗨 夏北辰清了青嗓子 指了指下方有山 有水有树林的区域 这地方风景秀丽 非常适合 第189章 南安城外 小语将悬浮在空中 且被火焰包裹的内单照了回来 正好掠到了夏北辰和他之间 夏北辰条件反射的一朵 小语则趁机和他拉开了点距离 火焰消散 将内单收了回去 他红着脸说道 这里可是前往附近城镇的必经之路 大白天的 我可不想被人家看到 声音越说越小 小到夏北辰要仔细听才能听到 今晚在客栈再说 夏北辰眉头一挑 行 就这么定了 说完 便拉着小语的手 朝前飞去 一直赶路 入夜后 看到距离最近的城镇 还有不少距离 于是 夏北辰干脆带着小语 进了无尽领域 北辰 你这无尽领域 真是物资丰富 吃饭应该也不成问题吧 小语摸了摸自己那扁平的肚子 当然 夏北辰打了一个响指 随后带着小语来到了厨房 不过 他今晚不像早上那样做螺蛳粉吃 而是换种口味 今早剩下的一些田螺 爆炒了去 然后又炒了些小菜 两个人六个菜 借着夜色 两个人搬到了树下的石桌吃 饭吗 没有 但是 有酒 一人两坛 就这样 吃完喝完的时候 小语的脸色 已经红得跟傍晚的晚霞似的 北辰 我们一起洗个鸳鸯浴吧 为等夏北辰回应 小语便拽着他离开了座位 然后朝附近的一条小溪掠去 哗啦 入水声响起 两个人一头扎了进去 溪水清凉 但对于此时烈火焚烧般的夏北辰 和小语来说 恰到好处 一些小动物 好奇地朝他们看了过来 结果刚看 自己的面前就出现了一道结界 小动物们面面相去 小溪里的风光看不到了 但是能看到结界外的流转的星光 而结界里的人 却是能看到外面的一花一幕 一举一动 这 无疑增加了刺激感 水流潺潺 轻盈而悠扬 一个时辰后 两个人回到了北辰殿的卧室里 又交战了几个回合 直到深夜 才双双入睡 第二天 太阳晒屁股了 两个人才起床 洗漱了一番 吃了早餐后 两个人便离开了无尽领域 虽然这无尽领域 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甚至是和外面的世界独立的 但依然有着它的四季轮换 这风雨雷电太阳 自然也不会少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元素 无尽领域的一切 能够像外面的世界一样 生机勃勃 一路赶去 两天后 两个人来到了南安城附近 南安城四面环山 还有一条天然的河流 从城门前流过 形成了护城河 夏北城和小雨发现 这四面的山头 都已经被敌人给占据 站在了上面 便可以居高陵下地 将南安城收入视野 看来试魂谷还没有攻城 看着还是完好无损的南安城 小雨输了一口气 好试 夏北城说道 不过 刚才观察了一下 这围城的兵力 怕是已经超过15万 小雨微微点头 然后问道 那下一步行动计划是 如今试魂谷大军 已经将四个城门 围得死死的 夏北城说道 所以 得想办法进城 并和秦雅他们 取得联系才行 要不 我去引开他们 小雨英勇地说道 夏北城一听 瞬间满脸黑线 双拳难敌四手 阿威 一轮弓箭射下来 你怕是得成刺猬 再说了 每个城门几万兵力 这比天玄宗 巅峰时期的总人数 都要多 夏北城说道 还是等天黑下来之后 再行动吧 说着 他指了指北门外的是 魂谷军营 有法阵 没说错的话 应该是防止修士 经过他们上空 而进出南安城的 哦 小雨顺着 他的手指的方向看去 发现军营中 有不少的庄子 称一定的规律分布着 而且 每个庄子上 都放了一个骷髅头 看起来 有些瘆人 莫非是离魂阵 小雨嘀咕了起来 射魂阵 夏北城不解地看着他 小雨解释道 就是一旦有修士经过上空的话 就会被吸住 继而被抽离神石 轻则成白痴 重则直接当场允命 夏北城看回了那些庄子 看来 还是有些阴毒的 不过这也符合他们的一贯作风 小雨接着说道 没错 那上面挂着的骷髅头 刚开始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剩下白骨 而且 直接将人的脑袋砍下来 然后挂于庄子上 背在背密法慢慢吸收 最后形成了法阵的其中一个阵眼 夏北城身子猛的一阵 什么 想过很多 没想过这么很多 这听起来 不比他们的谷毒好到哪里 一个死无全尸 一个身手分离 只有更狠 没有最狠 一会之后 夏北城灵机一动 然后寄出了木元素 手绝一掐 这木元素便变成了一架飞机模型 随即他将这飞机模型 操控着饶了大半圈 然后从西北角 朝着南安城的方向飞去 哇 有一只鸟 当飞机模型飞到了军营上空的时候 有失魂骨的士兵发现了它 改善火石的时候到了 另一个士兵立马搭弓引箭 射准一点 这鸟够我们俩吃一顿了 最先发现鸟的士兵提醒道 放心吧 我虽然不是百步穿羊 但好歹也是五十步穿羊 左手握弓 右手拉弦的士兵 自信满满地说道 话音一落 便松开了弓弦 嗖的一声 箭矢朝下北城的飞机模型 急迟而去 北城 站在山上某个位置的小雨 提醒着身边的夏北城 夏北城则好不在意地说道 莫慌 山人自有妙见 见他这么说 小雨便放下了心来 同时也好奇地 看着那木鸟的情况 啪 箭矢射中了飞机模型 中了 射箭的士兵握了握拳头 骄傲地喊道 一旁那最先发现的士兵 竟是伸出了舌头 舔了舔嘴唇 仿佛这鸟肉 就要到嘴边了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 鸟会落下来的时候 哗的一声 鸟竟然裂成了好些部分 不是吧 射箭的士兵惊讶地说道 我的箭不至于将鸟给炸了吧 结果话音刚落 第190章 什么人 分裂了的飞机模型 赫然朝军营的不同地方飞去 然后落下去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那射箭的士兵 心慌慌地说道 身边的士兵则急到 不好 阵岩有危险 只见好线鸟的碎片 朝不同的阵岩 锁在的庄子砸去 速度极快 快到他们刚发现不对劲 便砸到了庄子 轰轰轰 一时间 北门外的士魂谷军营 仿佛颤抖了一般 产生了一阵阵阵感 一些士兵好端端地 忽然亮枪了几下 而军营边缘 一些站在瞭望塔上 观察敌情的士兵 更是被这阵感 给震下了瞭望塔 皮糙肉厚的 则摔晕了去 而有些苗条点的 直接摔残 远处 看着军营动静的小雨 终于明白了 夏北辰为何那么淡定了 哪怕有人射他放出去的牧鸟 也无所谓 因为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要不是那馋嘴的士兵 射了一箭 夏北辰就得自己动手 来将这飞机模型给分裂了 真是运气好的时候 做什么都顺风顺水 此时 夜幕降临 好在从天玄宗出来后 两个人穿的是便衣 再加上隐藏了一番修为 就跟个普通人 没什么区别 小雨由炼神镜 隐藏到了灵聚镜 夏北辰 则由灵丹镜 隐藏到了灵武镜 不认识他们的人 见到他们 便是妥妥地见两只菜鸟一般 半猪吃老虎的把戏 算是给他们两个人玩明白了 所以 天黑了 正是行动好实践 你在这等我一会 夏北辰对小雨交代了一句后 便轻飘飘地掠了出去 小雨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她就到了山脚下了 只能心里 希望她注意安全了 如此 过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 夏北辰竟是折返回来了 小雨 看着两手空空的她 好奇地问道 北辰 你刚刚去干嘛了 刚说完 便接着打句道 莫不是去拉屎去了吧 又不是便秘 拉个屎 哪要那么久 夏北辰说着 从无尽灵里 拿出了两套衣服 小雨一看 是试魂谷士兵的 刚刚趁乱 下去敲晕了两个落单的士兵 被我扒了军服 夏北辰一边解释 一边穿上了其中一套 原来如此 小雨微微点头 夏北辰指了指令一套 这试魂谷还未进攻南安城 所以 军服还是挺干净的 小雨微微一笑 说道 不用解释的 我又是那么瞎讲究的人 说着 也换上了军服 连法式 都跟试魂谷的士兵 搞成了一样的 不得不说 此时的小雨 倒是有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女人和戎装 也别有一番风韵 一切准备就绪 夏北辰打了一个响指 出发 随后两个人 先是悄悄递下了山 然后再悄悄地 趁没人注意的试试 接近军营 由于北门外的军营 不知的离魂阵阵眼 遭到袭击 此时的军营 乱成了一锅粥 要不是南安城里的 没什么兵力 现在的北门外 恐怕已经被守城的 出来进攻了 乱了最好 夏北辰和小雨就这样 有惊无险地穿梭过了军营 然后达到了南安城的 北城门下 到了护城河边 夏北辰和小雨 便把军夫给丢了 然后恢复了 原来的着装和妆容 你们两个在干嘛 刚恢复 身后便传来了 一个人的声音 夏北辰和小雨回头一看 发现一个人 带着一小队人马 朝他们赶来 结果这队人马一看 竟然是一男一女 不由的一愣 那为首的人立马喝道 竟敢闯我军军营 来人 把他们拿下 是 身后的人领命后 朝夏北辰和小雨扑来 结果 迎接他们的是一堵火墙 火焰从地里忽然拔地而起 吓得这些人急忙一停 然后往后退了一些距离 不过仍然有人的军服被点燃了 只好躺在地上 滚动着扑灭身上的火苗 而为首的人 透过火墙上的火苗间隙看去 发现那一男一女 已经飞到了护城河的对岸 并且 立于被吊起来的吊桥左右 守奴准备 为首的人不死心 立马下令 小队中有一半的人携带了守奴 所以听令后 马上手握守奴 对着吊桥的方向 便来了一轮骑射 来得正好 小雨寄出了自己的天机伞 伞盖展开 并且高速地旋转起来 随即有小便大 挡在了他和夏北辰的面前 叮叮叮叮 守奴射出来的箭矢 悉数撞在了伞盖上 下一刻 纷纷掉入到了护城河里 没想到是修士 对方为首的人说道 那就给他们来点竖法攻击 他的修为灵动静初期 所带的这支小队 修为从灵武静初期 到灵聚静大圆满不等 所以 会写术法也正常 刚才情况紧急 他没注意夏北辰和小雨的修为 现在发现了 一个是灵武静 一个是灵聚静 便觉得不足为惧 属下和他同时掐了手绝 SOUL 好些暗紫色的光束 朝夏北辰和小雨直视而来 而与此同时 哗啦 护城河忽然水声响起 接着腾空而起了几丈高的水浪 光束透过了水浪 直射小雨的伞盖 结果 天机伞一动不动 甚至没有丝毫的损伤 什么 对方瞪大了双眼 张大了嘴巴 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此时的火焰墙已经消失 所以 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呵呵 这时 冷笑声之后 夏北辰说道 来而不枉非离也 尝尝你们见识的滋味吧 话音一落 水浪里 赫然寒光乍现 这寒光 在这北门外的夜色里 各位的显眼 嗖嗖嗖嗖 箭矢赫然破水而出 朝着对人急驰而来 全是他们刚才射出去的手弩 用的剑 这 看这些冒着寒光的箭矢 朝自己这边飞来 这对人傻眼了 下一刻 几个没反应过来的 便中了箭矢 轻者受伤 中者直接殒命 不过 由于他们射出的箭矢不多 所以 这一下 只带走了三分之一的人 并且伤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分之一 躲过了一劫 不过 夏北辰并没有打算 就这么放了他们 争一声 一把飞剑急驰而去 未等对方那活着的三分之二 有所反应 刷刷刷刷 剑身所到之处 便血雾弥漫 最后 那为首的人 防御战指挥拳 夏北辰和小雨的动作 急忙停顿下来 就差 没有举起双手了 看了一眼 是几个全副武装的人 拿着长矛对着他们 这警惕性 没得说 毕竟夏北辰和小雨 算是突然闯入的 谁知道是不是敌人呢 然而 就在夏北辰准备 告诉他们身份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嗖嗖嗖的声音 嫡妻 游手成者 立马大喊了一声 夏北辰和小雨 急忙扭头看去 发现既然是护城河外 有一对是魂骨的弓箭手 朝城楼发射了火箭 莫慌 夏北辰提醒着周围的人 随即单手一台 一堵冰墙便出在了他们和火箭之间 接下来就是一阵叮叮叮的声音 最终这些火箭 悉数掉落 没能占到丝毫便宜 竟敢偷袭你 陈燕 夏北辰一跃而起 剑出现在了手中 对着护城河对岸便劈了一剑 顿时无数的剑分化了出来 随即朝对岸飞去 气势迅猛 弓箭手来不及躲避 就被剑给冻穿了身子 就这样 势魂骨的两个小队士兵 被夏北辰连续干团灭了 安全起见 他立马在城楼上布了一个防御法阵 并且 还给法阵加了一个特性 那就是特别Q弹 肉眼看不见 但是一旦有件什么的远程武器 或者术法飞来 他就会反弹回去 远程武器或者术法 就从哪来 就回哪去 搞定了法阵 城楼上的人倒是猛逼了 这一男一女 不是敌人 看着这些人的神情 夏北辰笑了笑说道 诸位不要惊讶 我们是天玄宗的 众人一听 脸上露出了惊喜 天玄宗的 没错 在下夏北辰 天玄宗副宗主 夏北辰自我介绍后 便介绍起了小语 这位 是我们的天玄宗长老小语 他好了 一个人手握拳头挥了一下 激动地说道 久为夏副宗主和小语长老圣名 你们到来 真是给我们南安城增添了虎意 夏北辰白手道 谬赞了 不过 话虽说到这 但还是有人怀疑 等等 天玄宗乃天穹大陆修真大派 副宗主和长老 怎么一个是林武镜 一个是林俱镜啊 此话一出 其他人立马警惕了起来 刚才激动的人 也冷静了下来 见状 夏北辰问道 如今这南安城 是谁在组织大家防御 万老板和天玄宗的两位长老 有人回道 哦 那两位长老 小语问道 批心和黛月 这人回道 原来 他们回到南安城了 夏北辰和小语 互相看了一眼 随即小语问道 你们谁可以去通知夏 批心和黛月两位长老 或者谁带我们去见他也行 为等他们回话 夏北辰则说道 还是让两位长老来这里吧 这样对诸位来说也安全 有人犹豫了下 便说道 我去 话音一落 便将手中的长矛交给了身边的同伴 自己则转身就下了城楼 然后朝城中跑去 诸位不用紧张 我们可不是敌人 夏北辰看了一眼其他人 指了指护城河对岸的那些是魂骨士兵尸体 你们见到敌人杀自己人的吗 你说也有道理哦 有人摸了摸后脑勺 回道 不过 这特殊时期 我们还是得保持点警惕的 还请见谅 夏北辰说道 无妨 你们做得很好 就在他们聊着的时候 下方的是魂骨士兵 隔着护城河 再次对着北门 发起了一轮骑射 结果 都被夏北辰部下的防御法阵 给反弹了回去 虽然反弹回去的箭矢 不至于让他们的射手全军覆没 但也能带走三分之一 就这样 法阵给了他们不少威慑作用 北门外的士魂骨将军 下令停止袭扰北门 小语扫了一眼下方收队 退回到军营中的士魂骨士兵 然后问起了北门城楼上的守城者 他们这几天 是不是也这样时不时 给你们制造点压力 一个人点了点头 愤愤地说道 是啊 他们为而不打 但会时不时地 给他们制造点麻烦 这几天下来 我们已经牺牲几个人了 夏北辰说道 冷枪冷炮 有时候防不胜防 我觉得 你们也可以给他们来点同样的手段 就在这时 刚去通知批心待跃的人回来了 他的身后便是批心待跃 见到了夏北辰和小语后 两个人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 北辰 小语 你们怎么来了 批心来到了他们面前后 问道 夏北辰说道 我们刚从北海之兵回到天玄宗 便收到了南安城北围困的消息 所以我们就赶来了 待跃则拉起了小语的手 在一旁聊了起来 批心看了一眼守城者们 说道 这真的是天玄宗的副宗主 那位是小语长老 得到了他的确认 众人纷纷给夏北辰和小语行了一礼 而夏北辰和小语 则回了一礼 随后 夏北辰他们先抓紧时间休息下 只要试魂谷那边 不派个炼神镜的修士来 这防御法阵 就难以被破 当然 一次性派几十上百个灵海镜的修士 来带头破阵也行 但怕是放眼整个试魂谷 都不会有超过五十个灵海镜修士 不过 还有一种 那便是集中所有火力来轰 几万兵力进攻 这防御法阵也不可能滴水不漏 随后 夏北辰和小语 随披星和黛月去了拍卖行 万经友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晚宴 不过 现在是特殊时期 所以这晚宴 倒不像以前第一次来这里那样 搞得那么奢侈 现在的拍卖行 已经是这南安城防御站的枢纽和指挥中心 几个人客套了几句 便入座了 万老板 现在城里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夏北辰开门见山 向万经友问了起来 预计城中的粮食还能坚持个七八天 其余的 诸如物价 人心 都还稳定 万经友说道 早在两日前 我们便把一些不怀好意的分子给清除了 那这城中现在有多少修士 两万多 城中非修士的精壮男子有多少 全城普通百姓三十多万 但精壮男子也就十万 剩下的便是妇孺老人了 我看士魂谷的士兵 也并非所有人都是修士 所以 两万多修士 加十万精壮男子 完全够了 随即 夏北辰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计划 听得他们连连点头 随后 万经友宣布 将这南安城的防御战指挥权 交给夏北辰 夏北辰接过了担子 搞定了主要事情后 夏北辰好奇地问道 对了 秦雅去哪了 第192章 超时未归 生死未卜 对哦 我今天都没见到他 万经友急忙看向了一旁的侍者 去叫小姐来 侍者则回道 老爷 听说小姐下午的时候 便带着一小队人去执行任务了 哦 万经友眉头一皱 去哪执行任务 小的不知 试者回道 万经友随即看向了披星 披星老哥 秦雅去执行任务的事 你可知晓 披星摇了摇头 说道 我并未收到消息 万经友担忧地说道 如今大敌当前 南安城又被团团围住 他又能去哪执行任务呢 夏北辰想了想 然后说道 该不会跑到敌人的后方 去了吧 几个人一听 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 随即 夏北辰寄出了传音御符 尝试着和秦雅取得联系 结果 好几次尝试都没有丝毫动静 这让万经友坐不住了 他急忙吩咐身边的侍者 快 马上去打听 小姐到底去了哪里执行任务 是 侍者听令后 立马去办这件事 夏北辰说道 我和小语到南安城外的时候 发现四个城门外的敌军 均在军营里布这些阵眼 你猜他们布了什么法阵 万经友 披星和黛月摇了摇头 这时 小语说道 离魂阵 离魂阵 万经友身子一颤 随后说道 这么说 哪怕秦雅执行任务回来 如果往阵营上方飞回来 那岂不是 夏北辰则拍了拍手掌 很快 宴会厅外便进来了一个 之前一直在门外 候着的天玄宗弟子 他走到了进来后 对夏北辰行了一礼 副宗主 夏北辰吩咐道 你马上去各个城门上的城楼核查下 有无人从空中出入南安城时 被法阵攻击 是 弟子马上去办 时间流逝 半课中不到 那试者回来了 老爷 小姐在三个时辰前 带了五个人 悄悄出了城 前往灭邪寨 欲烧敌人粮草 夏北辰和披星 大约一听 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 这灭邪寨 他们三个熟悉 灭邪寨三个字 都是披星体的 试者接着说道 原计划应该一个时辰前回来的 可是现在 却是超时未归 带去的人呢 也没有回来吗 万经友急忙问道 试者摇了摇头 都没有回来 万经友听后 竟是说不出话来 试者见状 默默地退到了他的身后 恭敬地站着 一会后 天玄宗的那名弟子回来了 回复宗主 听南门守城者说 一个时辰前 有一名南修士 想要从空中飞入南安城 结果被法阵绞杀 夏北辰问道 南修士 没有女修士被绞杀吧 没有 好 知道了 这名弟子随后退出了宴会厅 继续在门外候着 夏北辰站了起来 我去灭邪寨一趟 我陪你一起去吧 小语 劈心 急忙站了起来 说道 夏北辰则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 多一个人 就给是魂谷 多了一个目标 你们坐镇南安城即可 把天玄宗的弟子 都调到城门处镇守 本来小语还想坚持的 但是被夏北辰劝住了 那你要小心点 小语叮嘱道 看到他们含情默默的样子 劈心和戴月 忍不住递了一个暧昧的眼色 看来离开天玄宗来南疆的这段时间 这两个人的关系 已经更上一层楼了 哦不 应该是更深一道沟了 众人将夏北辰 送到了乾坤拍卖行的门外 万经有说道 夏老弟 试魂谷很可能会明早 正式进攻南安城 所以 还请你在明日最晚卯时的时候 便会来主持大局 夏北辰点了点头 说道 好 回来的时候 我会把秦雅一同带回来 如果秦雅还活着 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万经有说话间 带着些许颤音 但要是 她已经遭遇了不测 你便了无牵挂地回来吧 我到时候 自会到她亲生父亲 坟前赴京请罪 没有看好她 放心吧 秦雅哪有那么容易出事 夏北辰安慰道 随即告别了众人 转身离开了乾坤拍卖行 小语的眼睛 一眨不眨地 看着夏北辰的背影 直到消失在拐角里 夏北辰没有朝南门移动 也没有往北门去 而是 选择了西门 如今北门外的 侍魂谷离魂阵 已经被她破掉 也不知道 这回他们修好了没 而她之所以走西门 是因为 单纯地想着 宋氏魂谷的一部分人上西天 不久后 夏北辰到了西门的城楼上 安排到城楼上 守城的天玄宗弟子 已经就位 根据之前夏北辰 在乾坤拍卖行的安排 此时城内的青壮年和修士 已经快速地在原来的基础上 编成了四对守军 军长由最近游历中 表现出色的天玄宗弟子担任 其余的职务 则由城中的修士 和普通百姓的青壮年担任 见到夏北辰来了之后 天玄宗弟子们 便对她行了一礼 见过副宗主 诸位 大敌当前 你们可有畏惧 夏北辰看了他们一眼 问道 毫无畏惧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众人齐声回道 就连不是天玄宗弟子的守成者 都纷纷如此回答 夏北辰随即给在场的所有人 派发了两枚弹药 一枚的增强是功法的 一枚是疗伤用的 除此之外 夏北辰还给他们拨了一批武器 不仅仅是西门守军 其余的三个城门守军 夏北辰都拨了武器 毕竟无尽领域的武器库 多的是武器 只是 还没有发展到热武器的阶段 否则 给敌人来一下物理攻击的滋味 夏北辰拱手道 诸位 城中的百姓 就靠大家了 众人再次齐声回道 齐心协力 夏北辰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寄出了自己的剑 这把剑 至今还没有取名 夏北辰打算在南安城防御战之后 给他取个响亮的名字 刷刷 挥动了两下后 夏北辰带着剑光 从城楼跳了下去 并飞过了护城河 嫡妻 我还在他手里呢 一道霸道的剑气 直接横切而至 将廖望台给劈倒了 在敌人即将倒地的时候 夏北辰又是一剑 直接将他给送去见了阎王 解决了这事后 夏北辰看到几道光芒 从不同的方向飞来 很快 便到了他的面前 夏北辰并没有继续行动 而是等着这些人的到来 而他据此判断 是魂骨离魂阵 对他们自己人 不会产生影响 很快 有四个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并对形成了半包围的形式 自然是不敢对他形成全包围的 不然的话 很可能会被城门上的人放冷剑 夏北辰看着这四个人 安然无恙地停在了他的面前 心中不禁窃喜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你 没想到 对方竟然有一人认得他 夏北辰说道 真是人怕出名 猪怕壮啊 没想到你这头猪认得我 对方听到夏北辰骂他是猪后 拳头忍不住握了我 毕竟 他的身材 是这四个人当中 最胖的 他愤愤地说道 荡日山谷一战 让你们侥幸逃脱 没想到今日 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夏北辰做了一个掏耳朵的动作 说道 真会给自己脸贴金 灭邪寨一战结束那么久了 你那些同伴 怕是坟头草 都已经一丈高了吧 少跟他废话 拿下他 替荡日山谷一战的同门报仇 另一个长得古兽如柴的人说道 夏北辰嘴角一撇 看来这些家伙的情报没做到位 竟然连他现在的身份都不知道 拿下一个菜鸟修饰 还用不着这么劳实动众的 那最胖的人拦住了三位同伴 看着夏北辰说道 我来即可 夏北辰瞥了他一眼 并好心地提醒道 你确定你一个人就行 当初说过这样的话的人 坟头草也已经一丈高了 他既然这么拖大 那就成全他 刚才那古兽如柴的人 对胖子说道 另一个不胖也不瘦 但满头银发的人说道 趁现在还没有对南安城发起总功 可以陪他玩玩 剩下的那个人则 装逼地拿着一把扇 在山梁 没有发话 有了同伴们的支持 胖子就仿佛有了强大的后盾 他咔咔咔地活动了几下筋骨 然后朝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先是一个守绝打出 同时嘴里阵阵有词地念起了咒语 只是 这咒语 夏北辰听不懂 哇 忽然 夏北辰的四周 传来了圣人的声音 看了一眼 发现是一些骷髅头状的灵体 每个骷髅头状的灵体中间 有一只灵体小虫子 一共九个骷髅头状的灵体 将夏北辰围了一圈 夏北辰深周 瞬间一片乌红色 去吧 慢慢啃试了他 胖子猥琐地 对着骷髅头状的灵体说道 随即灵体朝夏北辰扑了过来 感谢老铁送的灵体 这结果眼上 夏北辰却是不慌不忙地说笑着 这让四个人眉头一皱 还未等他们回过神来 只见乌红色区域内 闪现了一道清光 骷髅头状的灵体 朝着清光涌去 不对啊 这是被吸了 那骨瘦如柴的人 惊讶地说道 胖子脸色大变 他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吸力 很快 灵体不受他的控制 然后全部被吸走了 当九个灵体被吸完的时候 清光猛然大胜 发出了刺眼的光芒 惹得其余三个人 急忙伸手遮挡 而过了一小会后 光芒散去 他们感觉舒服了不少 于是睁开了双眼 结果发现 胖子和夏北辰都不在原地了 在那 有人急呼了一声 三个人扭头看去 看到了夏北辰 正挟持着胖子 飞过军营的上空 而且 胖子的脖子上 还架了一把剑 与此同时 一颗内单样子的珠子 半飞在夏北辰的身边 刚才就是这颗珠子 将胖子的骷髅头灵体 给吸掉了 连胖子都被人给挟持了 一排排弓箭手 张弓引箭 对准了他们 可自己的人成了人质 他们也不敢放剑 至于离魂阵 因为胖子被挟持 一起从半空飞过去 所以 并没有触发法阵的攻击 快 去报告西军将军 古兽如柴的人 急忙对身边的人吩咐道 结果话音刚落 一个人便腾空而起 挡在了夏北辰的面前 只见此人 手拿一根红鹰枪立于身侧 身材倒是魁梧 阁下 这是要去哪啊 他对夏北辰沉声道 路过此地 夏北辰简单地回道 路过就不用了 留下吧 至于留下的是尸体 还是活人 看你本事了 对方摆出了 要进攻的姿势 夏北辰手中的剑一动 吓得被他挟持着的胖子 身子猛地一颤 胖子急忙对那人说道 将 将军 我还在他手里呢 听了他的话 夏北辰知道了 这拿着红鹰枪的男子 便是是魂谷围困 南安城西门的西军将军 不过 夏北辰清楚 此番从城里出来 不是为了给他们下马威的 而是要去救秦雅的 所以 不打算跟他们纠缠下去 因此 在这西军将军 要对他动手的时候 手中的剑也随之一动 就看这家伙 顾不顾及同门的性命了 作为是魂谷的弟子 入门的那一刻起 就应该做好了 为圣谷大业 做出牺牲的准备 不料 这西军将军却是如此说道 所以 你今日要是死在敌方手里 也算是光荣的事 胖子一听 身子猛的一顿 看来 他是没有做好赴死的准备 夏北辰轻笑了一声 说道 胖子 这可是你们将军说的 待会要是挂了 可别怪我哈 哦对了 死了怎么还能挂人呢 听了夏北辰的话 胖子一脸愁容 而就在这时 西军将军已经蓄力 随即半空中一弹而起 就朝下北辰袭来 手中红鹰枪的枪头 直指夏北辰 夏北辰 没有丝毫要夺的意思 因为 有挡箭牌 将 胖子瞪大了双眼 可君子还没出口 身子就被夏北辰 给往红鹰枪上一推 扑呲 冰冷的红鹰枪 没入了胖子的胸膛 胖子神情一致 第194章 重返灭邪债 意外获知信息 就这样 胖子的气息 一点一点的流逝 最后 全部消失殆尽 西军将军将红鹰枪拔了出来 枪头染上了鲜血 在下方军营火光的硬沉下 枪头显得格外刺眼 此时赶来的骨肉如柴的人 及其另外两位同伴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被劫师说明修为不够 为肾骨牺牲 理由当然 西军将军看了他们三个人一眼后 冷冷地说道 这话令得三人急忙拉开了点距离 深怕靠下北辰太近 扑了胖子的后尘 夏北辰将胖子的尸体 丢向了西军将军 知道你们是魂骨的人丧心病狂 没想到这么丧心病狂 连自己的人都害 西军将军一枪 把胖子的尸体 扫到了地上 随即说道 待会你会比他的情况更严重 说起 脸上露出了一抹邪笑 夏北辰则不嫌不淡地问道 你是不是想说 没有人质 你们的离魂症便要对我起作用了 没想到他这么淡定 西军将军倒是微愣了下 回过神来 西军将军冷哼了一声 说道 试试不就知道了 夏北辰嘴角一撇 我怕试试 你们就试试 就喜欢你这样自信的年轻人 西军将军说着 便往下降落 你们三个 不陪爷玩一会 夏北辰看向了骨肉如此的人 结果对方立马下降 回到了地面 随即 夏北辰看向了 那拿着扇子的装逼犯 喂 扇子哥 结果 话还没说完 他也回到了地面 就这样 只剩下那不肥不胖 但满头银发的人 算了 你也滚下去吧 夏北辰挥了挥手 好的 那人很配合 很听话地落到了地面 就这样 半空中 只剩下了夏北辰一个人 半空中没有了试魂骨的人 那离魂阵便开始了启动了 几道暗红色的光 朝夏北辰冲来 眼看 就要将他照到 给我夺 夏北辰 那带着些许脾胃的声音 传开 下一刻 几道暗红色的光 竟然缩回去了 西军将军和众人一看 大吃一惊 甚至 还没等让他们回过神来 轰轰轰 接连几声爆破声传开 吓得他们条件反射的暴头攻身 不仅如此 还有一些人来不及闪躲 被炸到了 哀嚎声响了几道 西军将军 抬眼扫了一眼四周 赫然发现 自己这西军军营里的离魂阵阵眼 竟然悉数被毁 他再看回了刚才夏北辰所在的半空位置 哪里还有人 西军将军紧紧地握住手里的红音枪 怒道 人呢 没有人能回答他 因为 其他人还在猛逼中 不过 他们可不认为 夏北辰已经被离魂阵消灭了 更不可能和离魂阵同归于尽了 现在的结果是 人不见了 离魂阵毁了 而西军将军的话刚落 天空就飘来了夏北辰的声音 诸位 回见 小爷 我外出一段时间 西军将军奋力将手中的红音枪 往身前的一根木桩扎去 混蛋 再让我遇到你 定要捅穿你 而此时的夏北辰 已经出现在了围困南安城南门的 士魂谷南军军营外两里处了 目的地 灭邪寨 灭邪寨在他们当日离开后 留下的阵法 给予了士魂谷后来赶来的人一定重创 损失惨重 不过 士魂谷也绝 硬是花了不少人命 将这灭邪寨给夺了回来 由于灭邪寨一战 这山谷也被毁得差不多了 所以 现在基本是重建的 还在不同的地方设置了小据点 由三到四个人把守 而现在的灭邪寨 已经不叫灭邪寨了 披星提的字 早已经不复存在 毕竟这个名字 当初针对的士 便是他们士魂谷 因此 士魂谷现在给他取名为 圣明谷 并且 在此次包围南安城的行动中 充当了粮草大营 秦雅便是获知了 士士魂谷的粮草大营 所以才带人过来 想把它烧掉 不久之后 夏北辰来到了灭邪寨附近 并没有闻到烧焦的气味 也没有看到浓烟升天 何况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下雨 所以 烧粮草的事 肯定没有发生 而且 现在是晚上 如果着火了 必定火光冲天 那秦雅去哪了呢 带着疑惑 夏北辰朝有士魂谷士兵 把守的位置 悄悄掠去 有了不夜之眼的他 能够在漆黑的夜晚 都行动自如 不过 靠近灭邪寨 里面的赵明梅的说 还安排了不少士兵 在里面巡逻 也不知道 现在秦雅在哪 夏北辰借着灯下黑的优势 悄悄地掠到了一个据点的附近 好巧不巧 附近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木 于是 夏北辰悄无声息地上了树 对了 你们听说了没 下方据点 一个人问起了两位同伴 什么 两位同伴好奇地反问 那人说道 就是两个时辰前 有几个南安城混进来的细作 一人好奇心大起 催促道 还未曾听说呢 快细说下 另一个人则竖起了耳朵 已经洗耳恭听 就连树上的夏北辰也如此 没想到 自己竟然来对地方 竟然意外获着相关信息 他们闹出了点动静 那人说道 所以 当场抓了三个灵动静的 然后还有三个人逃了 我来自天玄宗 明夏北辰 嗯 什么东西 下雨了吗 但是雨水不是这个味道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 抬起了头 看向了头顶的树 结果 因为枝繁叶茂的 什么也没看到 奇怪 莫非有什么动物 在上面撒尿啊 话音一落 一阵清风吹来 三个人条件反射地 吸了吸鼻子 还真有点骚味 可是 是什么动物撒的尿 量这么大 不行 我得看看 其中一人心里十分不舒服 这要是传出去 还得了 于是 撸起了袖子 就要爬树 往边上一点 那有尿 下方的一人提醒道 要爬树的人 动作急忙一顿 随后善善一笑 往一旁挪了一点 然后才爬上树干 你看下四周 我来观察下它 要是这小子 还打不过一只动物 我还得支援下它 好 下方的两个人 就这样分工了起来 等了一小会 时不时观察树上情况的人 忽然被一滴液体 滴到了脸蛋 他眉头一皱 随即伸手抹了抹 再看了一眼手指上的液体 红的 手指凑近了鼻子 闻了闻后 发现有些腥味 急忙用手肘碰了碰 在观察四周情况的同伴 怎么了 同伴好奇地问道 那人将手量给了他看 这是 血 血 人的血 还是动物的血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随后 手中有血的人 指了指数上 要不要喊一下他 可别 同伴急忙摆手道 这要是被将军知道了 恐怕会宰了 我们不可 也是 善离职守 轻则军杖三十 重则斩立绝 将手中的血 在身上擦了擦 然后那人继续说道 要不 我上去看看吧 好 同伴点头道 要是有上级巡查 我就说你们上茅厕去了 就这样 第二个人爬上了树 剩下的那个人 时而看下四周 装作警戒的样子 时而看看树上 忽然 一滴液体 也滴到了他的脸上 他急忙伸手一摸 发现也是血 怎么回事 难不成那两个人家伙 在树上抓到了什么野货 当场生吃了起来 疑惑中的他 用身子撞了撞树干 可是这树干可不小 所以 撞也没多大动静 他焦急了起来 上去呢 还是不上呢 上去了 万一上级来巡查 都得死悄悄 然而就在他纠结之际 一根绳子 赫然从树上掉了下来 嗯 他看着这根绳子 皱了皱眉头 然后去扯了扯 还挺稳当 该不会是那两个家伙 想叫我上去吧 算了 我上去看一下救下来 免得待会被发现 于是 就拽住了绳子 然后像攀岩一样 往上爬 他也不回想下 两个同伴 之前身上有没有带绳子 而有了绳子 爬数也快 三下五除二 便爬到了一半 抬头看了一眼上方 发现树叶把视线遮住了 还是看不到同伴 于是 他继续爬 爬了一段高度后 他忽然看到了 两个人被吊在了树上 并且 他们的脖子 被抹了一道口子 血便是从脖子的口子流下去的 看他们此时的样子 已经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是 人喂的 还是遇上野兽了 口子那么干净利索 一定是人 分析了下 他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正想喊的时候 嘴巴就被东西给塞住了 同时 他拽着且攀爬上树的绳子 此时竟然将它缠绕了几圈 将其绑了起来 喂 忽然 一个人出现在了他面前的一个树叉上 这猝不及防的 把他吓了一跳 他挣扎着 由于身子已经绑住 他挣扎之下 只能晃动着 嘴巴则只能发出声音 不能说想要说的话了 夏北辰坐在了树叉上 问道 你是不是想问我是谁 嗯嗯 对方疯狂地点了点头 我来自天玄宗 名 夏北辰 对方一听 双眼顿时瞪的老大 他之前虽然没见过夏北辰这人 可听过夏北辰的名字啊 而且 当初就是夏北辰 把他们是魂谷和各门派的阴谋给揭穿了 导致了叶云星 没有因为服用银魔果而被折磨 更没有生死到消 并且 从那以后 天玄宗里的威名 不仅仅是叶云星和小宇 还有 夏北辰 如今的夏北辰 在江湖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威名 丝毫不亚于天玄宗宗主叶云星 毕竟 找玄清宗 清兰宗复仇 就有他的份 带着叶云星杀回天玄宗 重回宗主之位 也有他的份 南疆以北的一些门派 一夜之间被灭了 也是有他的份 这一两个月来 试魂骨的几次挫折 也是他给的 尤其是收复天玄宗四座卫星城时 还把他们前哨谷主给俘虏了 因此 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所以 对方觉得 打死自己 都不会认为夏北辰的修为 是眼前所见的灵武镜菜鸟 天啊 怎么会遇到这个家伙 对方想哭的心都有了 悄无声息的 就把他的两个同伴给宰了 现在连自己都要宰了 不要太惊讶 夏北辰提醒道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还能聊聊 对方一听 觉得命可以延长 便点头恩恩的答应 而下一刻 他便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下去洗个澡 去去喂 夏北辰一脚将他踹到了小溪里 哗啦一声 对方完全跌入了溪水里 不一会 他身上的胃已经没了 可湿漉漉的 此时 束缚他身子的绳子消失了 嘴巴上的布急忙被他摘掉 结果 他是二话不说 拔腿就上了岸 然后往前疯狂跑去 他以为他能跑得掉 蹦 刚跑出去几丈远 一到土墙便拔地而起 他直接撞了上去 这一撞 七昏八速的 最后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夏北辰飞掠到了他上方 想跑 这可是你沉业我的空间领域 你往哪里跑 说着 指了指建筑群 对方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赫然看到 主建筑上的三个字 北辰格 顿时他如泻了气的皮球 强忍着那股血运感 他跪在了地上 对夏北辰央求道 陈 陈爷 饶了小的狗命吧 小的愿听您任何差遣 第196章 严刑拷打 不久后 夏北辰离开了无尽领域 至于被带去无尽领域的那人 则是给他服了一枚丹药 能让他沉睡好几天 醒来的时候 也会修为失去修为几天 充分让他感受到了夏北辰的友爱 出到了外面 夏北辰凭借着从那人嘴里得知的信息 然后往一个方向掠去 过程中 还顺来了一套试魂骨士兵的服饰 然后毫无波澜 并大摇大摆走去 来到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军帐旁边 夏北辰便听到了 里面传来了一阵嘈杂声 有哀嚎声 有鞭打声 甚至还有扑哧的声音 夏北辰手绝一掐 这军帐立马就被一道透明的结解给包裹了 这是从天玄宗出来后 尤其是那次和小宇深入探讨之后 他让小宇教会他的障音结界 有了障音结界 燃烧吧 搜寻秦雅 一会后 夏北辰离开了这个专门用来审讯的军帐 而那几个还活着的试魂骨士兵 被夏北辰扒光了衣服 捆绑在了行刑架上 看了下手里 拿的粮草堆放标记图 发现粮草所在的各个点都比较偏僻 也算是灭邪债的尾部了 也难怪秦雅他们小队会被发现 不仅行动人数有点多 而且行动的路线也比较长 离开了军帐 夏北辰来到了就近的一个粮草堆放点 发现左边堆放的是草 右边堆放的是粮 也许是因为这位置比较深 所以把守的人员没有前面的多 真是心大啊 夏北辰就喜欢他们这样的安排 随后他腾空而起 立马拿出了几枚丹药 这枚丹药并非吃的 而是里面装了火元素 迅速在手尾和中间的位置 各安放了一枚丹药之后 他往下一个据点去 如此花了大概两克钟 终于把要放的丹药放好了 在最后一个粮草堆放点 夏北辰即将开溜的时候 一队人马拉着几辆木车来了 其中一人拿着类似于 流程报告一样的一张单子 给到了负责看守这对粮草的人 此人看了一下后 便命人去搬运他们所需的粮草数量 躲在暗处的夏北辰 心里想着 如果他们正好把安放了 丹药的粮草搬走了 那还得重新放置 这样就有点费时间了 烟珠子转了转 他拿定了主意 随后 往别处掠去 与这堆粮草 拉开了不少距离 这会 这粮草堆放地 便开始忙碌了起来 不料 就在他们刚搬起东西的时候 赫然扑的一声 立马一道火焰 从草堆里冒了出来 紧接着 便是粮食堆里 也冒出了火焰 怎么回事 走水了 快找人来灭火 有人急忙提醒道 结果 他们刚想往外跑去叫人的时候 入口出赫然多了一道火焰 不 准确地说 是一道火墙 火墙 将他们的路 给堵住了 往另一边 另一人提醒道 于是他们往另一边跑去 然而 事与愿违 另一边从口子 也突然冒出了一道火墙 就这样 他们的路 完全被堵死了 草堆的火势 很迅猛 夏北辰一个手绝一掐 将所有的丹药悉数爆裂 火 更大了 救命啊 走水了 几个人开始大喊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的外边 被人布下了一道杖音节节 所以 声音根本无法传出去 更甚的是 杖音节节外边 还有一道法阵 不是迷魂阵 而是被夏北辰用土元素 记起了四道土墙 同时 一道土墙从天而降 将其封住 就这样 整个粮草堆放点 被团团围住了 此时的土墙内 无异于一个密闭空间 甚至是一个火炉 燃烧吧 当夏北辰离开到了 灭邪寨的边缘时 其余的粮草堆放点 也燃烧了起来 不过 这一次夏北辰 并不打算用风土的方式了 让它肆意地焚烧 肆意地蔓延吧 而为了不让附近的山头都着火 夏北辰在山谷的四周布了冰阵 防止火势蔓延之后 冰块能阻挡 当所有粮草堆放点燃 烧起了熊熊大火之后 整个灭邪寨所在的山谷翻腾了 这后勤部分 顿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不仅粮草被烧了 人也死伤了不少 可谓是损失惨重 看着山谷的情况 夏北辰嘴角一撇 随后转身朝西北方向飞去 飞行的过程中 将士魂谷的士兵衣服脱了 露出了他的自己服饰 根据那两位被行刑而受伤的人透露 秦雅带着另外两个人 很可能往西北方向撤了 一路上 夏北辰也试图用传音御符与秦雅建立联系 但都没有成功 不过 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并且拿出了 齐轩当时送给他的追踪纸贺 然后 继续往西北方向搜寻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不知不觉 便到了下半夜 离开灭邪寨所在的山谷 已经有半个多时辰 距离 就更不用说了 要是在灭邪寨和南安城之间来回飞的话 都可以飞好几次了 到底去了哪里呢 夏北辰停了下来 居高临下地看了看四周 这附近也没有什么城镇或者村庄 可谓是荒山野岭的 难道改变方向了 想了想 夏北辰决定 静无尽领域一下 那个被他俘虏的家伙 还在沉睡中 夏副宗主 怎么样 见到夏北辰进来 那两个人急忙迎了上来 其中一人焦急地问道 夏北辰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发现秦雅的线索 小姐该不会遭遇了什么不测吧 另一个人担忧地说道 这两个人都是乾坤拍卖行的人 所以 在称呼上 自然是叫秦雅为小姐 也正因此 他们对秦雅是绝对的效忠 宁死也不会供出她的去向 放心吧 吉人自有天相 夏北辰安慰道 其实 他也不敢保证 心里也是没底 多怪我们太废了 没有能力保护好小姐 两个人自责道 夏北辰急忙摆手道 严重了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 甚至同伴 都为此付出了生命 随即 夏北辰副手身后 霸气地说道 不过 你们的仇 我替你们报了 他们问道 哦 夏副宗主的意思是 夏北辰回道 你们没有完成的任务 我替你们完成了 两个人一听 脸上露出了笑容 接着 对着夏北辰行了一礼 夏北辰隔空 将他们抬了起来 无须多礼 现在想想办法 怎么联系上你们小姐 她会不会折回南安城了 一人猜测 另一人说道 那我们往南安城的方向搜寻 说着 她看向了夏北辰 夏副宗主 我们也出去帮忙一起吧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 夏北辰心道 多一个人 是多一份累赘 不过 她没有这么说 而是婉言谢绝了 让他们好好养伤 就在这时 追踪纸鹤忽然给她传来了信息 夏北辰眉头一皱 你们继续在这待着 交代了一句 夏北辰就离开了无尽领域 确定了方向之后 急速地朝西北偏东的方向飞去 因此 刚才追踪纸鹤给她传来的信息得知 秦雅出现在了那个方向 第198章 恩怨大了去了 如此飞行了近一刻钟 夏北辰看到了前方的几道光芒 冲天起 于是加快了些速度 当到达附近的时候 发现此处是一个山谷 山谷里有一条小河 再往北的方向 则有一处高高的平台 一道瀑布 从上面倒挂下 颇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气势 瀑布水声不弱 周围水雾弥漫 而几道光 则是从瀑布前 约一百米外的山谷某地发出来的 美人 我看你 还是乖乖地束手就擒吧 就你们这三人 哦不对 已经剩下两个人了 还怎么打得过我们 哪怕你现在失恋神境 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吗 一个满头白发的男子手里 握着一把剑 剑尖处正在滴着血 而他的下方 一个人躺在了小河的岸边 已经一动不动 而他的对立面 则是一男一女 女的正是秦雅 不过 此时的他 已经受了伤 嘴角已经流出了一抹鲜血 男的则缺了一条胳膊 下方没有见到他的胳膊 也不知道去哪了 看来 让他们不是死 就是受伤的这些人 就是视魂谷镇守灭邪寨山谷的人 还真是切而不舍 追杀到了这里来了 这些人最高的修为 是炼神境初期 也就是刚才说话的那个人 剩下的 大多数是灵丹 灵源 灵海 三个境界不等的修士 从灵丹境到炼神境 一共有十个人 难怪没有重兵把守粮草 原来都跑来 追杀秦雅等人了 真是心大哦 不过 下方的山谷里 是魂谷的人 也躺了三个 现在只剩下七个 这战损并不是人多就占优 就算今日死 也要拉着你们 给我们陪葬 秦雅颤抖着身子说道 他的眼神 异常坚毅 小姐 你先走 我来拖住他们 就在秦雅 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 旁边的人抢在了他面前 反正 我已经受了重伤 体内的灵田也已经受损 就算是侥幸活下来 也是个废物了 试魂谷那练神经的人笑道 既然你想死 那就成全你 他对着那人 便隔空打出了一掌 一道黑雾直冲而来 半路的时候 幻化成了飞蛾轮廓的虫子 像极了之前 风信子等人所中的蛊毒 秦雅见状 急忙冲了过去 想帮他抵挡 结果刚一动身 一道身影便从他面前掠过 接着 一团火焰迎上了那黑雾 立马就将黑雾给驱散了 这么多人 欺负三个人 好意思吗 夏北辰副手而立 看着对面的试魂谷等人 轻蔑地说道 你是何人 试魂谷那练神境之人 不悦地问道 夏北辰嘴角一撇 比人姓夏 明北辰 夏北辰 试魂谷这七人 听到他的名字后 身子猛地一顿 秦雅则眼眶里泛起了泪光 颇有一种绝处缝生的感觉 至于那断了胳膊之人 听到了夏北辰的名字后 紧张的神经 立马松懈了下来 如释重负 不过 就是这一松懈 他晕了过去 缓缓地往下方的山谷坠落 夏北辰手一挥 那团火焰 便化作了一块木板 将其拖住 有点手段 那炼神境之人说道 这时 一位灵渊境之人对他说道 长老 我来对付他 话音一落 就想动手 结果被炼神境之人给拦住了 别看他修为低 这可是一夜之间 灭了十来个门派的狠角色 夏北辰一听 笑了笑 说道 既然知道我的光荣事迹 那就乖乖投降吧 炼神境之人拱手道 我试魂谷与天玄宗素无恩怨 我等这便离去 等等 夏北辰喝道 你怕是健忘了吧 说着 他就利用起了周围的水元素 然后再试魂谷七人的四周 布了四道水墙 将它们围在了中间 夏北辰继续说道 我天玄宗女帝叶云星 在当初的宴会上遭人算计 那银魔果 是你们试魂谷提供的吧 在我天玄宗弟子体内 种下了谷毒 是你们试魂谷作的是吧 怂恿各大门派 给我天玄宗添堵 也是你们试魂谷作的是吧 我天玄宗名誉长老批心 和戴约二人 护送你们的少主 肚子疼回南疆 却被你们围攻 夏北辰忽然声音大了不少 你他妈现在跟我说 肃无恩怨 这几笔账怎么说 也是要命的 恩怨大了去了 说完双手做着和的手势 那四道水墙 清密度创新高 火炎出法随 夏北辰急忙睁开了双眼 赫然看到 一张脸凑得老劲了 猛地吓了一跳 夏北辰想推开 却是被对方紧紧地抱住 最后被对方猛地一推 他便倒在了床上 这时 两个人隔开了点小距离 夏北辰才看清楚 竟然是琴雅 琴雅 就在夏北辰叫唤他的时候 他再次凑了过来 北辰 今夜 我是你的 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喜欢上了你 今日你救了我 我愿用自己答谢你 我不在乎你有多少女人 我只在乎我喜欢的人 下一刻 还未等夏北辰反应过来 琴雅便将两个人身上的衣物 全扒光了 剑已经在弦上 让夏北辰收回 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何况 他是个年轻气盛 正常的男人 一时间 北辰隔离 风光以泥 如此过了一个时辰 动静才停下来 美人已经在身边熟睡 一抹鲜红 留在了床单上 爹 忽然 一到差点让夏北辰忘记了的声音响起 我去 夏北辰一个机灵坐起了身 这神级帝君选择系统 诈尸了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现阶段比较强 所以 他降低了他自己的存在感 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 宿主与叶云星 小宇 青鸭等人均有亲密互动 截止当前 宿主与各位异性的亲密度达到 当前宿主与异性的亲密度达到了1314520 此数字为幸运数字 特奖励宿主神级技能 延出法随 该技能对炼神镜即以下修饰起100%作用 对动天镜即以上修饰 只有50%作用 但会随着宿主的修为提升 即达到领海镜时 可无视动天镜 通天镜的境界差距 夏北辰听了系统的播报 差点从床上摔下去 没想到 好一段时间不出来的系统 一出来就给了他王炸 之前三位宿主跟他的亲密度合并的时候 系统送了一座武器库给他 现在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叶云星新的亲密度 和额外增加了小宇 秦雅的亲密度 至此已经达到了1314520的亲密度的地步 要知道 上次合并的时候 才59421 我就是爱你 莫非只要啪啪啪 亲密度就疯涨 夏北辰想到这里 脸上便不自觉地露出了脚下的笑容 幸好秦雅现在是睡着了 不然看到他的神情 铁定会想歪 实际上 他就是在想歪了 看了看天色 已经不早了 于是帮秦雅盖好了被子后 自己便起身穿衣 离开北辰阁 见到了另外两个人 在树下的石桌前来回堕布着 看到夏北辰出来 他们急忙迎了上来 我们小姐怎么样了 夏北辰回道 已经没事了 这回已经睡着了 两个人急忙对夏北辰行了一礼 感激道 多谢夏副宗主 夏北辰摆了摆手 不用客气 幸好刚才那啥的时候 布了障音结界 否则就被这两个不休息的家伙给听到了 你们打算怎么安排牺牲的三人后事 夏北辰示意他们一起坐下来 然后问道 那牺牲的三人 他已经让留守在无尽领域的小动物们 暂时安放在了一处寒冰洞里 一人回道 我们想把他们带回南安城 统一安葬 夏北辰遗憾地说道 可惜 没有找到那位兄弟断了的胳膊 另一人回道 不排除已经被竖法轰没了的可能 旁边的人说道 不过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起码还有尸身 到时我们给他雕刻回一只假的胳膊 点了点头 夏北辰站了起来 行 那我们现在就回南安城 两个人也起身 同时说道 我们和夏副宗主一起吧 夏北辰摆手道 不用 你们继续在这里休息即可 说完 便离开了无尽领域 有夏副宗主 是我天穷大陆之荣幸啊 是啊 两个人在夏北辰离开后 忍不住感慨一番 出了无尽领域 把追踪指盒收了回来后 夏北辰一路向南安城的方向飞去 多给我搜仔细点 不要让凶手跑了 刚飞了一段距离 夏北辰便听到了一阵嘈杂声 定睛一看 竟然是身穿试魂骨服饰的人 夏北辰掠了过去 沉声道 你们这是在找谁啊 声音传了过去 这群人立马看了过来 小子 有没有看到 身穿我们这样的服饰的人 被人给杀了 看到夏北辰后 一个灵丹静的修士问道 有 夏北辰回道 是谁杀的 那人追问 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夏北辰反问 你 那人气得想动手 有什么好处 夏北辰不慌不忙地问道 你想活命 还是想交代在这里 那人威胁道 区区一个菜鸟 也敢跟我们讨价还价 夏北辰耸了耸肩 抱歉 我想活命 但我更想要好处 那人的手握成了拳头 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说着 他便朝夏北辰发起了攻击 既然这样 那就没办法了 夏北辰摇了摇头 随后轻轻一说 定 下一秒 对方就停在了半空 除了眼珠子之外 其余的部位一动不动 夏北辰继续轻轻一说 死 话音一落 对方的身子 刷刷刷地挤到清光闪烁 如同被剑劈了一番 一声惨叫 对方的身子往下坠落 最后 轰的一声 连内丹都没有留下 整个人就化作了虚无 见状 其余的人一脸惊恐 想不到区区一个菜鸟级别的修士 竟然言出法随 简单两句话 就能把他们林丹静的修士给灭了 还有没有人想扑他后尘呢 夏北辰扫了他们一眼 不嫌不淡地问道 此话一出 吓得一些人 急忙与他拉开了一些距离 夏北辰双手抱在身前 交出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 并自费修为 否则 结果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嗖嗖嗖地飞来了一些荷包 夏北辰照单全收 全都是储物袋 里面有灵石 有丹药 还有弓法 武器等 虽然夏北辰不缺这些 但是可以用来作为给南安城的战利品 为了保命 这些人纷纷自费修为 夏北辰没有要他们的命 而是对他们说道 滚回去 让你们试魂谷现在的化石人 老实待在鼓里 否则迟早有一天 我会踏平试魂谷 第二百章 撤了 趁他病 要他命 是是是 忍着修为被废的剧痛 这些额头上冒着汗的家伙 纷纷点头 在抬头看去的时候 发现夏北辰已经不在原地了 夏北辰花了点时间 在即将天亮的时候 回到了南安城城郊 刚回到城郊 就听到了无尽领域里的小动物传来的话 说秦雅已经睡醒了 想找他 由于出任务的时候 秦雅不慎将传音御符弄烂了 所以 夏北辰一路寻找的时候 没能联系上他 而无尽领域里 还没有除了夏北辰和小动物们之外的人 传音的功能 所以 要想联系夏北辰 就只能通过里面的小动物来了 接到消息后 夏北辰立马进了无尽领域 刚见到夏北辰的时候 秦雅还有些娇羞 说了几句话后 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随后 他说道 北辰 我们想将那三位牺牲的兄弟 安葬在南安城郊外的山上 好让他们入土为安 微微点头 夏北辰说道 好 正好现在已经回到了城郊 于是 四个人将那牺牲的三人 从寒冰洞里带了出来 绕开了士魂谷 围困南安城的南军的视线 来到了一座山上 挖了坑 夏藏 再填埋 小半个时辰 便立好了三座坟 一番祭祀后 夏北辰等人告别了这里 来到了南军军营外围的 一座小山丘上 四个人居高临下 俯视着南军军营 看了一眼下方的敌军 秦雅有些忧愁 按照之前的计划 天亮的时候 便是士魂谷进攻南安城的时候 另外 两个人纷纷说道 要是他们发起进攻 我定当冲入敌阵 杀一个算扯平了 杀两个便是赚了 夏北辰副手而立 说道 依我看 进攻大概率发不起了 哦 秦雅三人眉头微皱 看向了夏北辰 夏北辰解释道 他们赖以为困南安城的本钱 已经被我复制一句 要想发起进攻 他们就得掂量下 会不会饿死了 秦雅一愣 好一会后 问道 你说 他们的粮草 已经被你烧了 未等夏北辰回答 另一人便已经说道 小姐 我们忘了告诉你了 夏副宗主救出我们之后 便把灭邪寨里的粮草烧了 秦雅对着夏北辰眉头一挑 全烧了 夏北辰点头 全烧了 之前在无尽领域的时候 本想告诉他的 可以他一醒来 就把他给逆推了 然后那时之后 他又睡着了 所以 没有告诉他 也没机会告诉他 你真是南安城的大英雄 秦雅一激动 一边说着 一边抱住了夏北辰 夏北辰被他忽然一抱 脸色都红了 抱了一会后 秦雅才松开 夏北辰说道 我们可以先在这观察下 试魂谷会不会发起进攻 并且把消息传送回城里 提升大家的士气 秦雅汉兽 好 随即 夏北辰祭出了追踪纸贺 写了几句话后 便将其放在了纸贺上 纸贺铺扑上了几下翅膀后 便进入了隐身状态 然后朝南安城飞去 夏北辰脸上露出自信的神色 今日 不管是是魂谷是进攻 还是退军 等待他们的 也将是一场失败的结局 两课中不到 夏北辰便收到了批心的回信 他获知了秦雅的安全后 便将消息转达给了万金友 并且已经按照之前夏北辰离开前的安排 部署好了南安城的防御 至于夏北辰在来信中提的一个计划 他批心和南安城将会遵照执行 时间 继续流逝 东边的天空 泛起了雨堵白 天 亮了 咚咚咚咚咚 忽然 南军军营里 响起了阵阵战鼓声 要进攻了吗 秦雅眉头紧促 就在他的疑惑刚出来 战鼓立马变成了敲锣声 很快 军营里的是魂谷士兵就集合了起来 不过 他们面朝的方向不是南安城 而是 相反的方向 南边 明金收兵 夏北辰眉头一挑 随后说道 他们这是在撤退 很快 南军军营里的军帐都被拆了 几万大军分成了不同的方阵集合完毕 先是最外围的方阵撤退 然后是到最里面 还真是撤退啊 南安城安全了 另外 两个人看到这里 忍不住兴奋地说道 而精神紧起来的秦雅 此刻松懈了下来 北辰 那我们准备回城吧 秦雅问道 不料夏北辰白手道 不着急 秦雅问道 莫非你还有什么计划 夏北辰微笑着说道 我们总不能让士魂谷空手而归吧 送点礼给他们 说着 看了一眼下方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便拿出了一支响笛 下一刻 一声呼啸 带着绿光冲天起 随后 南安城的南门城楼上 一片沸腾 很快就成脊脚之势 从两侧飞出了不少人 然后直追士魂谷退军而去 轰轰轰 一时间 术法轰在了士魂谷退军的最后一个方阵上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袭击 这个方阵顿时大乱 士魂谷南军统帅 立马命令倒数的方阵调转矛头 帮最后一个方阵化解危机 一场南门之战 爆发 不过 剩下的方阵 依然是继续回撤 东门 西门 北门 相继爆发了战争 看着下方的战斗 秦雅担忧地说道 北辰 同时对士魂谷四个方向撤退的进攻 我们会不会力不从心啊 夏北辰则自信地说道 不会 说着 他再次拿出了一支响笛 下一刻 一道黄色的光芒冲天起 上升的高度 竟然比刚才的绿光还要高 咦 这时 旁边的一人眺望了向南边 那边好像 也打起来了 秦雅随即看了过去 发现士魂谷南军撤退的先头部队 也遭遇了战斗 在我昨天和小雨到达南安城之前 便命令我北旋组建的军队往南疆调动 夏北辰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尤其是在我烧了士魂谷在灭邪寨的粮草后 就让近万人从东西两侧绕过南安城 再趁火打劫 出招 一个时辰后 太阳已经将大多数地方照亮 四个城门外的空地上 留下了双方不少的尸体 而更多的是士魂谷的 侥幸突围出去的 也是丢盔弃甲 士魂谷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何前面几天咄咄逼人的是他们 结果现在却成了最狼狈的 反观南安城的人士气高涨 是魂谷四个方向最终突围出去的 不到两万人 南军因为面临了首尾夹击 所以死伤最惨 几万人剩下不到两千人 中午 夏北辰下令北宣军停止追击 回师南安城 并驻扎在了南门 西门 东门三门外 至于北门 只留了少数人镇守 乾坤拍卖行 万经又再次宴请了夏北辰等人 他举起了酒杯 满怀感激与憧憬之情地 对夏北辰说道 夏副宗主 多谢你救了秦雅 也多谢 你为南安城的百姓 化解了灾难 这杯酒 我先敬你 说着 他敬了夏北辰后 便仰头一口闷 放下了酒杯后 他由衷地说道 事实证明 我们归属北旋是对的 所以 不管是现在 还是以后 我们南安城 都是北旋的一份子 万老板真是识识物的俊杰 夏北辰举起了自己面前的酒杯 这一杯 回敬你 一杯酒下度后 夏北辰便看到了秦雅站了起来 手里拿起了他自己的酒杯 然后走到了夏北辰的身边 昨夜的救命之恩 秦雅莫尺难忘 今生愿为你赴汤蹈火 听到秦雅如此说 夏北辰忍不住一愣 这一愣之际 秦雅敬了他 一旁的小雨 则碰了碰他的手臂 还愣着干嘛 夏北辰回过神来 眨了眨眼睛 随即回敬了秦雅 莫尺难忘就行 但不用为我赴汤蹈火 这时 万金友笑了起来 他说道 夏副宗主 虽然叶宗主和小雨长老钟情于你 但在这里 容我借着酒精说两句 夏北辰和小雨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夏北辰说道 万老板请说 万金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然后走到了夏北辰和秦雅旁边 他一只手拿起了秦雅的手 另一只手 则拿起了夏北辰的手 然后将秦雅的手 交到了夏北辰的手里 我们秦雅早在见到你之后 便对你动了情 今天 我想做一次月老 将你们之间的红线续上 夏北辰一愣 而一旁的小雨 却是率先叫了一声好 然后说道 这门亲事 我同意 则在座的披心和待遇 也是举起了手 表示了同意 夏北辰紧紧地拽住了秦雅的手 这根红线 我连上了 话音一落 几个人鼓起了掌 万金友松开了自己的手 然后看了一眼他们 那我就将秦雅交给你了 说完 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 将秦雅的终身大事托付了之后 众人开始将话题转移到了士魂谷上 皮星说道 如今士魂谷十几万大军 被杀得丢盔弃甲 人员也折损了十之八九 所以短期内 南安城应该不会再有危险 大月点头道 不过 我还是觉得 不能坐以待毙 可以趁他们 这一次元气大伤 讨伐他们 大月长老说的没错 小雨附和道 以齐人之道还至齐人之身 该轮到我们出兵士魂谷了 不知夏副宗主意下如何 万金友看向了夏北辰 夏北辰大手一挥 随后说道 明日我们便兵分三路 进军士魂谷 说着 他手再次一挥 一张地图便出现在了一旁 这是南疆的地图 众人纷纷起身 来到了地图面前 夏北辰便开始做部署 他在地图上一划 我率领中路军 及现今驻扎在南门的军队 经此地 直逼士魂谷的北大门 披星戴岳二位长老 率领西路军 经这里 绕到士魂谷西大门 东路军则由现在驻扎在东门的军队 绕到士魂谷的东大门 当三军都到达的时候 同时发起进攻 一番部署后 大家纷纷同意夏北辰的作战计划 晚宴散场之后 披星和戴岳去了西路军 而夏北辰正准备去中路军的时候 结果还没走出乾坤拍卖行 便接到了天玄宗传来的密报 原来 北海的暗海族在南边的士魂谷出兵之际 他们便干起了趁火打劫的事 所以 北海之兵 现在也成了战场 不过好在夏北辰早有准备 北边训练的军队 抵挡住了暗海族的攻势 使得暗海族 只能在海里时不时对北海之兵进行些攻击 而不能踏上海岸半部 小宇和秦雅一起走了出来 看到夏北辰的神情有些凝重 便问道 怎么了 夏北辰将密报递给了小宇 然后对他们说道 暗海族趁火打劫 小宇说道 看来真被你料到了 幸好提前做了准备 否则现在的北海之兵 比这之前的南安城更危急 云星已经向北海之兵派出兵力增援 夏北辰说道 希望我们的人继续以铁墙同壁之势 将他们抵挡在海里 等我们收拾了士魂谷 在挥师北上 说着 他看向了小宇和秦雅 你们怎么出来了 陪你一起征讨士魂谷 两位美女一口同声地回道 说着 一左一右地挽起了夏北辰的胳膊 这一左一右的 差点让夏北辰都要飘起来了 太特么爽了 两位都是练神境 可谓是得力帮手 所以 夏北辰没有拒绝他们同行 三个人去了中军军营后 夏北辰开始对中军进行作战部署 为了不让粮草 扑了灭邪债的后尘 他将粮草放进了无尽领域里 这就等于 他们带着一个移动粮仓 士魂谷想要如法炮制烧粮草的法子 那注定是失败的 时间流逝 当第二天的凌晨来临 夏北辰便命令中军开拔 当然 他也做了周全的部署 留了一部分继续驻守在南安城的三个城门外 防止出征出意外之后 他们的后路被切断 第202章 士魂谷内斗了 中陆军开拔的同时 出征的西陆军和东陆军也开拔了 天玄宗的弟子身先士族 除了少数驻守南安城的之外 其余的分布在三陆大军中充当先锋 三陆大军一路前进 形成了碾压之势 一路上 士魂谷的一些城镇根本就没法抵挡 再加上刚在南安城吃了败仗 士魂谷的驻军士气低落 所以 只用了五天时间 三军便达到了士魂谷十里外 第六天的时候 夏北辰接到了前方士后回报 士后发现士魂谷此时已经是满目疮痍 赫然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得知了这个消息 夏北辰立马召集了西陆军和东陆军的主将 前来中陆军开会 什么 士魂谷的老巢被人端了 披星听到了这个事后 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确定不是你派人去端的 披星回过神来 问道 夏北辰白了他一眼 你真当我是神呢 莫非还有另外一股军队 这时 东陆军主将猜测到 毕竟这士魂谷平日里也得罪了不少门派 或许是这些门派联合起来 趁他们在南安城吃饼之际 对他们的老巢发起了进攻 这东陆军的主将来自于玄清宗 而副将来自于清安宗 此次开会 夏北辰通知的是主将来 所以副将留守在军营 不排除这种可能 夏北辰想了想 然后说道 我刚才也想了下 万一这是士魂谷 用来迷惑我们的行为呢 你是说 他们可能会玩金蝉脱鞘 东陆军主将眉头微皱 也有道理哦 披星点头道 不过 我还是希望他们 是被人给端了 我们都希望 哈哈 夏北辰和东陆军主将笑着说道 披星问道 那既然士魂谷老巢已经被端了 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 东陆军主将则建议道 依我之见 先派人去看看 到底是何方神圣所为 然后再做下一步计划 微微点头 夏北辰说道 我同意你说的 那我去查看了一番 东陆军主将自告奋勇地说道 我与你一同前去吧 披星说道 这样也好有个照应 何须我们亲自动身 夏北辰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示意他们 稍安勿躁 披星和东陆军主将 不解地看着他 下一刻 夏北辰手一挥 几只小蜜蜂 便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见过主人 夏北辰说道 你们前往士魂谷 查看一下那里的情况 是 接了命令之后 几只小蜜蜂 便飞出了中陆军主帅军营 朝士魂谷的方向飞去 东陆军主将看到这里 一时半会说不出话来 披星则笑了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放心吧 这些小家伙 可机灵啊 我们就坐等消息即可 这时 夏北辰说道 如果士魂谷的威胁已经解除 那接下来 我们将挥师北上 让暗海族扑士魂谷后尘 好 披星和东陆军主将 摩拳擦掌地说道 这士魂谷的战斗 还没怎么打就结束了 那就拿暗海族来出气了 半个时辰后 出去执行任务的小蜜蜂 悉数回到了中陆军军营 骑兵主人 据我们调查得知 士魂谷刚经历的那场大战 正是他们内斗所为 此话一听 夏北辰和披星等人面面相去 这属于是前脚围困南安城 后脚就放火烧了后院的节奏 这士魂谷里还有另一波势力 东陆军主将摸了摸后脑勺 不应该吧 披星说道 我们之前送回去的 不是失败了吗 夏北辰则问道 查清楚是何人所为吗 小蜜蜂回道 尚未得知是谁指使的 但可以断定 并非现任士魂谷少主的拥抱 夏北辰微微点头 随即说道 你们先回无尽领域 说吧 将他们收回到了无尽领域里 拖了拖下吧 夏北辰说道 莫非是杜子疼的唐姐杜子韵所为 听到这里 披星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对哦 我怎么把这个妹子给忘了 当日 她和戴月等人送杜子疼回南疆 但却在苍芒亭 遭遇了九归一的不认账一事 后来关键时刻 杜子韵派了直视涂雪秘密营救 只是 涂雪把九归一等人解决后 却是掉头就走了 根本就不理会杜子疼 又后来 在世魂谷 众人不认杜子疼这个前少主 扬言他的冒牌货 所以 对他和披星戴月等人 发起了攻击 最后 杜子疼为了拖住世魂谷的人 给披星和戴月等人 争取离开的时间 而自己留了下来 至此 杜子疼生死未卜 现在唯一能解释的 便是他的唐姐杜子韵 起兵反了现任少主 敌人的敌人 便是我们的朋友 夏北辰看向了军帐外面 我去跟他们接触下 看是否愿化干戈为玉帛 要是他们不愿意呢 东路军主将问道 不愿意 夏北辰嘴角一撇 那就打到他们愿意 说完 他立马修书一封 披星老兄 之前是你们送杜子疼回的是魂谷 这杜子韵 如果和杜子疼是一条船上的人 那他定然不会对你怎样 夏北辰一边写 一边说道 所以 我想让你作为北宣的使者 去一趟施魂谷 没问题 披星欣然领命 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 东路军主将说道 万一他们对我们 还是有很浓的敌意呢 披星将军要是去了 有危险怎么办 夏北辰将给施魂谷的信 装进了信封里 安排起来 既然这样 你东路军和西路军 各派几人 随披星一同前去 同时各派一股军队 在施魂谷外等候 竖起了两根手指 他继续说道 要是两个时辰 披星等人还未回来 就先行进攻 我等立马跟进 好 末将这就去安排 等等 夏北辰叫住了他 随后拿出了一些丹药 给到了他 这些防身用的丹药 你回去挑选好人手便 人手几枚 是 东路军主将接过了丹药 便退出了军杖 夏北辰接着给披星一些丹药 你之前给的还有不少呢 披星笑道 多多一善 夏北辰将丹药塞进了他手里 第203章 遣散弟子 败入天玄 不久之后 披星带着东路军和西路军 抽调了几个人 一起前往士魂谷 而两队人马 也随后抵达士魂谷外 两军交战 不战来时 但就怕万一 披星和几个人 带着夏北辰交给他送来的信 一起进入了士魂谷 士魂谷内 一片死寂 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整个谷口 并没有重兵把守 和上次披星等人来这里的时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一次 还算有点生机 这一次 一片狼藉 偶尔有几声乌鸦的叫声 比起上次来 更添几分阴森恐怖 进去不久 才看到每隔一段距离 有几个人在指手 如此走了一小段距离 来到了一个新架起来的门前 这时 一个人上前拦住了他们 来者何人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披星等人停住了脚步 随即披星上前了两步 镇定地回道 我们是北旋将士 我是西路军 主将披星 特带着我们主帅 夏北辰的亲笔信 拜见你们杜子韵小姐 这个人问道 信呢 披星将信拿了出来 你们再次稍等片刻 我进去通报 这个人接过了披星 递过来的信 说完便转身进了门内 门两侧的士魂谷弟子 警觉地看着披星等人 半盏茶的时间 对方出来了 杜小姐请你们到意识听 披星等人互相看了一眼 随即跟着这个人进了门 试魂谷十里外 夏北辰正在和手下的将士们 检查武备和检阅部队 一些有问题的武器 该换的就换了 换掉的丢回无尽领域的武器库 回炉重造 反正即使搞定了这边的试魂谷 也要掉头挥师 北上去解决暗海族 所以 武器也是多多益一善 爆 忽然 一声爆传来 夏北辰和众人看去 只见一名士兵 从士魂谷的方向飞来 很快就降落在了军营的轿场里 夏北辰看着那名士兵 发现是随披星 一同前去士魂谷的随从之一 报告大帅 士魂谷急报 士兵来到了夏北辰面前 恭敬地将一份文件 递到了他面前 夏北辰接过了文件 打开来一看 是士魂谷写给他的信 不过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落款竟然不只是肚子孕 还有肚子疼 好家伙 这家伙竟然没有挂掉 看来瓦剌留学生的翻版 北辰留学生的事 也成了 原来 肚子疼在他堂姐肚子孕的帮助下 成功上位 拿回了属于他的一切 不过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 而是不可避免地 经历了一场流血冲突 所以 士魂谷才会经历了一场大战 变成了满目疮痍的样子 看完了信之后 夏北辰面带笑容地 对众将士们说道 诸位 士魂谷同意议和了 大家听后 都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士魂谷战士一停 大家就有精力对付北边的了 一个时辰后 披星和几个随从回来 跟去的两队人马 也撤了回来 除此之外 士魂谷诸人 来到了北玄中陆军军营前 时隔近两个月 再次见到肚子疼的时候 夏北辰发现 这家伙变得稳重了不少 夏兄 从今日开始 我士魂谷解散 我希望可以加入天玄宗 成为天玄宗弟子 此话一出 士魂谷的人是没有惊讶 反倒是天玄宗的弟子惊讶了 随后有人反对道 谁知道 你是不是带着什么目的 加入我们宗门 万一哪天你翅膀硬了 造反呢 是啊 那岂不是养虎为患 立马有人附和了起来 其实他们的顾虑 不是没有道理 夏北辰副手而立 看着肚子疼 问道 就你一人加入 还有我 肚子运上前了一步 与此同时 还有两位妹子 跟在他后面上前了一步 夏北辰看向了他们三个人 肚子疼介绍道 这位是我唐姐 肚子运 后面两位 分别是我 二妹肚子叔 四妹肚子氏 一家人都是肚子 夏北辰又问 你那三弟呢 肚子疼愤愤地说道 那师傅的垃圾 已经在昨日畏罪自杀 好家伙 为了上位 竟然把自己的爹给宰了 够狠 夏北辰继续问道 你是魂谷其余的弟子 怎么处理 肚子疼回答道 我会将他们全部遣散 从此以后 今天之后 他们便不再是我 试魂谷的弟子 我知道 有些弟子犯下了 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们理应受到 最严厉的惩罚 所以 在来之前 我已经处置了一批弟子 夏北辰听后 问道 遣散他们 你就不怕他们事后 再聚成一团 另一门户 然后图谋不轨 肚子疼回道 此事 我们已经考虑过 所以 我会让他们自费修为 夏北辰听后 眼神中闪过一丝满意之色 自费修为 对于修真者来说 无异于割舍自己的灵魂 从此与仙道无缘 夏北辰说道 那就按你所说的去做 处理好之后 我同意你们四人 加入我天玄宗 多谢夏副宗主 杜子疼和三位姐妹 一同道了一声谢 随后 杜子疼命令他带来的这些弟子 自费修为 大势已去 这些人听令后 纷纷自费修为 相比于兵败被杀 现在自费修为 反倒是最好的出路了 下一刻 一声声吃疼的哀嚎声传开 待他们自费修为后 杜子疼给他们分发了浅散费 至于他们未来如何 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修真恋道 本就是一件残酷的事 弱肉强食 强者生存 当然 他们也可以选择 从此隐匿在某个角落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待一切处理妥当 是魂谷 便只剩下四个人 这时 有天玄宗的弟子好奇地问道 当日出来替我们解围的姑娘呢 你是说吐血 杜子疼说道 他已有心上人 已经和对方游历去了 原来如此 那弟子点了点头 你该不会看上他了吧 一旁的披心 瞥了这名弟子一眼 这名弟子 脸色不惊一红 杜子疼则笑道 可惜 要是半个月前 你还有机会 同意杜子疼四人 拜入天玄宗后 夏北辰便召集 三路大军主将 准备回尸北玄 而回尸之前 杜子疼请了几个修为高的 比如小宇 秦雅 披心 戴月等人 和他一起将 施魂谷移为了平地 第204章 今晚的奖励 快乐加倍 即阵法大成者夏北辰 将施魂谷的 一些邪气驱散 并在整个施魂谷 施加了几道法阵 防止一些这里荒废后 有些心术不正的人来 这里简陋 而杜子疼和杜子书 杜子氏 前往家族墓地 祭拜了他们父亲的坟墓一番 毕竟施魂谷被自己解散了 肚子疼 怎么也得在坟前交代一番 交代完后 三兄妹各自去了 自己母亲的坟前 祭拜了一番 如此等到了下午 北玄大军回尸南安城休整 在此期间 等候叶云新新的指示 不知不觉 七天过去 夏北辰收到了叶云新的指示 夏北辰一看 是叶云新采纳了他的建议 在南江社郡 名字就叫南安郡 社郡守统筹管辖南江 夏摄州河县 设置州长 县长官职 对各州 县进行管辖 初期由天玄宗派人担任 并提拔各地 有贤能之人辅佐管理 待北玄建国 并举行科举后 再任命相关的人才进行管理 至于郡守 夏北辰推荐了万金友 并委任了天玄宗的一名弟子 作为副官辅助 除此之外 夏北辰还让万金友等人 在南江招募士兵操练 并驻扎在各州县维护治安 如有来犯之敌 也能镇压 搞定了南安郡的部署后 夏北辰拨了一大笔零石 给他们周转 然后率领大军 回师天玄宗 半个月后 大军回到天玄宗 叶云星为大家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凯旋宴 并对相关将士论功行赏 宴后 经过自愿的双选原则 杜子藤败在了披心门下 做了他的弟子 而杜子运去了天玄风 做了白糖的弟子 至于杜子书和杜子氏 让人意外的是 竟然像当时的小暖一样 选择了学院 给的理由是 他们修为较低 适合去学院学习下 等以后考核通过了 再另则粮师 为此 叶云星和夏北辰批准了 当晚 夏北辰和叶云星 干柴烈火 一番激战之后 叶云星躺在夏北辰怀里 北辰 昨日接到妙晴和雨亭的消息 他们已经率 玄清宗和清安宗 各一千人 前往北海之兵支援 夏北辰说道 这一次南疆之行 他们两个也帮了不少忙 那你届时率军到北海之兵后 单带点他们 没问题 对了 还有个事 哦 妙晴和雨亭说过 要是南疆和北海的事解决了 就支持北玄建国 那是好事啊 叶云星眨了眨眼睛 问道 但是建国后 玄清宗和清安宗该如何安置 你想怎么出脸 夏北辰不打反问 叶云星说道 无非两条路 取消宗门或保留宗门 不过 我想听听他们二人的意见 我会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 夏北辰说道 那带北海之兵的事解决之后 再打算 好 叶云星继续说道 天穷大陆剩下的那些门派 我想 他们是懂得审视多事 夏北辰嘴角一撇 说道 那些小门小派 最多算是我们升级的经验宝宝 不足为惧 说着 夏北辰扭头看向了怀里的家人 据说 你已经在北玄境内 除了北海之兵外的地方 都开始射军了 嗯嗯 多亏了你之前的规划 我才能顺利推行 那 再奖励我一下 好啊 这次奖励加倍 叶云星眉头一挑 笑着说道 夏北辰则不解 什么加倍 当然是快乐加倍啊 叶云星说着 啪的一下 打了一个响指 随后 卧室的门被推开了 夏北辰急忙扭头一看 我去 快乐三倍的节奏 只见小雨和秦雅走了进来 随后 门被他们两个人 一左一右地关上了 随后 小雨和秦雅转身走了过来 一边走 一边把身上的衣服 吞去 夏北辰的眼珠子 差点瞪出眼眶了 云星 这 你刚刚不是说 想要奖励吗 这就是给你的加倍奖励哦 叶云星笑着说道 他忽然转身 轻轻扑在夏北辰的怀里 咳咳咳 夏北辰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我去 自己真是何德何能啊 之前是一个个攻略 现在是三个一起 这要是割别人肯定是销售不起的 但是他夏北辰何许人也 更不坏的妞 很快 小雨和秦雅带着芳香蹭了过来 沁人心批 北辰 我们美吗 美 很美 夏北辰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那 我们开始了哦 好 时间流逝 两个时辰后 已经是下半夜 卧室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 出征一试 这一次 夏北辰和劈星率军北上 小雨 秦雅等人留在了宗门处理事务 所以 不随夏北辰去北海之兵了 而杜子藤主动请英 愿做先锋冲锋陷阵 他堂姐杜子运 则随白糖去做起了情报工作 几天后 北海之兵 妙晴 看来这一次暗海族是倾巢而出了 半空中 玄庭在于妙晴身边的陆雨亭 看向了北海海域 不管是天空 还是海里 都有无数的身影 朝北海之兵急驰而来 于妙晴申请民众 看来 暗海族是赌上了族域 这一战 对我们而言 恐怕不好打了 说着 他看向了身后 身后是玄清宗和清兰宗 以及夏北辰离开北海之兵 回天玄宗前训练的军队 虽然这段时间 跟暗海族的战斗有所损耗 但也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 这支军队的规模更大了 已经有十万之中 而于妙晴和陆雨亭的身后 有五万之中 再加上他们两个 刚带来的两千弟子 足足有五万两千多人 不过 看着暗海族的气势 怕是不下于三十万 北旋主力军 什么时候能到 陆雨亭 看向了身后的一名弟子 宗主 据说还有两天才到 两天 陆雨亭握了握拳头 随即对清兰宗的弟子下令 清兰宗朱长老 及弟子听令 再 务必顶住暗海族的攻势 是 暗海族要想突破防线 得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 于妙晴也看向了 玄清宗的长老和弟子们 下了同样的命令 话音刚落 话 忽然 一阵出水声传来 第205章 为北旋而战 只见几头变了异的海洋生物 跃出了海面 并朝海岸扑来 于妙晴和陆雨亭 一同转回身去 面朝大海 并朗声道 准备迎敌 眼看变异的海洋生物 就要扑到岸上 正 秀 清光闪烁间 连续几道不同的声响之后 海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法阵 法阵星光萦绕 宛如坠入海里的星辰 于妙晴和陆雨亭 眉头一皱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而就在他们两个人疑惑之际 法阵里射出了无数的射线 一道射线 击中一个变异的海洋生物 随后每个变异的海洋生物 都被一层星光包裹了起来 这星光 好熟悉 于妙晴嘀咕着 陆雨亭点了点头 如果没有猜错 这应该是天玄宗的星玄之术 于妙晴接道 莫非是北辰和小雨所为 陆雨亭道 很有可能 于妙晴指着海面 快看 变异的海洋生物身上的黑雾 被驱散了 话音一落 恢复正常了的海洋生物 纷纷落回到了海里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竟然有人布置了 克制人造内丹的法阵 这时 暗海族有人惊讶地说道 随即他对身旁的一个人说道 快去禀报大长老 是 那人领命后 便转身离去 刚才这人寄出了一把鱼骨剑 指着岸边 所有人 驱使生物绕开法阵 从两侧进攻 是 众人听令后 开始照做 不料 他们绕到两侧的时候 也遭遇了法阵的阻挡 所以 从两侧进攻的计划失败 那人急忙下令撤回来 就在他们撤退的时候 突然一个巨大的法阵 在他们周围亮起 暗海族的人急忙看去 发现他们自己 竟然不知不觉 也处在了一个法阵中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中有人惊呼 快离开 就在他们惊慌失措的时候 一道身影 从远处飞驰而来 落在了法阵外边 这是一个高大的老人 他就是暗海族的大长老 随后 手绝一掐 几道俘虏朝法阵飞去 下一刻 一道紫色的法阵开启 快进传送阵 大长老喊道 原来 他用传送符录 开启了一个传送法阵 暗海族的弟子们听后 纷纷向传送法阵靠去 然而 外边的法阵 并没有无动于衷 竟是晃化出了无数的剑 朝他们飞去 有人见到这个阵时 拼了命地 朝传送法阵逃去 而有的人 运气差了不少 尤其是那些距离 传送法阵较远的弟子 被剑冻穿了身子 一时间 血雾弥漫 这一幕 看得大长老咬牙切齿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侵权族之力而出 竟然是这样的开局 不过 不幸中的万幸 有大半的弟子 被他的传送法阵 给传送了出来 岸边的于妙晴 和陆雨婷这时候 呼出了一口气 悬在心头的石头 落了下来 暗海族那边 大长老示意众人 后退了一段距离 这时 几位长老都赶了过来 师兄 怎么办 大长老看了一眼几位长老 然后汗手看向了海里 看了一会后 他说道 想必有人 在海里放着什么东西 那我派几个人下去看看 二长老说道 于是他叫来了 自己坐下弟子三人 下了海里查看 半课中不到 三位弟子冒出了海面 来到了他们面前 二长老的大弟子抱拳道 启禀诸位师长 海里不知道是何人 放置了一些人造内单 这些人造内单 形成了阵眼 并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几个法阵 几位长老听后 面面相去 随后大长老说道 莫非这是与尊者和其徒弟失踪 及灵耀岛灭亡意识有关 停顿了下 他抬眼看向了北玄的方向 到底是何玄这么大能难 二长老说道 听闻天玄宗的现任宗主叶云兴 已然达到了洞天境 其余几位长老一听 身子猛的一阵 洞天境 好一会后 大长老问道 洞天境几期 二长老回到 洞天境初期 深呼吸了一口气 大长老平复了下心情 初期 虽然也是个大威胁 但我们也是有底牌的 我告诉你们 其实我们暗海族 声音越说越小 最后只有他们几个长老 才能听得见 几位长老听后 已然是一扫刚才的惊讶之色 取而代之的豁然开朗 看来 他们大长老说的底牌 给了他们一定的信心 只是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 叶云兴的真实修为 并非洞天境初期 而是 洞天境后期 这也并非 暗海族情报上的失误 因为 叶云兴隐藏了修为 大长老挥了挥袖子 对几位长老说道 海里的人造内丹 既然不能为我们所用了 那也不能再继续让它被人所用 所以毁了 好 几位长老 在二长老三位弟子的引路下 一头扎进了海里 半个时辰后 这片海域里的人造内丹 悉数被毁 不过 暗海族也为此付出了些许代价 二长老的三位弟子挂了两位 此外 他们的四长老也因此丢了性命 当大长老得知这个消息后 安慰道 他们三人是为我族大忌而牺牲 值 所以 诸位要费勇杀敌才行 是 众人齐声回道 声音不小 所以 传到了岸边 于妙卿和陆雨亭 那好不容易放下来的心 又悬起来了 因为 他们看到了海里的法阵 萦绕的星光散去 光亮也随之熄灭了 最后 所有法阵消失不见 两个人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不过 法阵已经替他们抵挡了不少时间 也该到他们亲自迎敌的时刻了 那边 暗海族大长老大手一挥 杀 暗海族的人 如黄蜂一般朝岸边飞来 于妙卿和陆雨亭率先冲了出去 诸位北旋的兄弟 姐妹们 为北旋而战 身后的北旋众人高声附和 为北旋而战 轰 龙 一转眼 双方交战在了一起 刀光剑影 术法重重 血色弥漫 时间 从白天 站至了晚上 双方都战死了不少人 此时快要筋疲力尽的于妙卿 陆雨亭一剑劈掉对方一人后 来到了陆雨亭的身边 第206章 二女 宁死不祥 于妙卿说道 雨亭 你快带着大家突围 我带着剩下的玄青宗弟子 拖住他们 陆雨亭摇头道 要退一起退 不然我和你站到最后 于妙卿劝道 要保存实力 等到北玄主力军来才行 而且 前两天撤退的北海之兵百姓还没撤远 他们也需要我们的保护 陆雨亭坚毅地说道 我让人带他们突围 我和你一起顶住 随即他命令北海军的各位师长 带着北海军突围 不过 最终北海军留下了一些 人和青蓝宗弟子和玄青宗弟子 一起拖住暗海族 而此时 大军活下来的 加起来也不到四万人了 可谓是损失惨重 至于随两位宗主来这里的青蓝宗 合起来也只剩下了五百人 所以 留下来拖住暗海族的 加起来三千人 反观对面的暗海族 至少还有八万 而且 还有源源不断的增兵 不知不觉 这暗海族 竟然繁衍了这么多人了 于妙琴和陆雨亭伸出了手 握在了一起 陆雨亭说道 今生遇见你 是我之幸 于妙琴接道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我们都是好姐妹 一辈子 陆雨亭点头道 一辈子 忽然 暗海族大长老的声音传来 马上就让你们这辈子 达到生命的终点 于妙琴和陆雨亭松开手 共同面向了 暗海族的几位长老 原本一共有六位长老的 除了在海里毁掉人造内丹 而死的四长老外 现在还剩下大长老 二长老 五长老 这几个人 大长老在炼神境中期 二长老在炼神境初期 至于五长老 则是林海经大圆满 大长老下令 这两位美女宗主 就交给我们三位长老 剩下的人 对付其他人 是 于妙琴和陆雨亭的修为 现在都是炼神境初期 而且 还是刚突破不久的 根基未稳 对战 暗海族的二长老和五长老 是没问题 可面对大长老 就有点棘手了 于妙琴和陆雨亭对视一眼 彼此都能看出 对方眼中的凝重 他们知道 今天这场战斗 恐怕不会轻松 甚至 有可能为此而允命 二位宗主 得罪了 大长老微微一笑 率先出手了 哄 一拳轰出 黄豹的力量席卷而出 同时他身后的海水 立马腾空而起 于妙琴和陆雨亭 则同时出手 自从于妙琴修为 提升到了炼神境后 使用的武器 从鞭子变成了剑 相比于鞭子 他用的剑似乎更方便 至于陆雨亭 则一直用的剑 碰 三股力量碰撞在一起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于妙琴和陆雨亭 被震退数步 而大长老 只是身体晃了晃 炼神境中期 和炼神境初期 果然有些差距 于妙琴心中暗道 二位宗主 小心了 大长老说着 再次冲了过去 碰 碰 碰 接连三拳轰出 每一拳的力量 都超过刚才那一拳 与此同时 二长老和五长老 也发起了攻击 对方多出一人的情况下 无意义为攻 于妙琴和陆雨亭 全力抵挡 虽然没后退 但脸色已经微微发白 大长老劝道 现在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 投降不杀 于妙琴和陆雨亭 同时高声喊道 宁死不详 二长老则猥琐地说道 师兄 少跟他们废话了 待会拿下他们 好好折磨一番 再让他们慢慢地死去 五长老附和道 好主意 大长老笑道 好 拿下他们 就送给你们了 baby 于妙琴和陆雨亭 一口同声地骂了一句后 便冲了过去 这一次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哪怕是死 也要拉着暗海族的五长老陪葬 在一刹那 暗海族的长老们 纷纷释放出强大的法术 于妙琴和陆雨亭 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 依然奋不顾身地 冲向五长老 师弟小心 二长老急忙提醒 同时挥出了一道法术 去帮五长老抵挡 哄 一声巨响 两股力量猛烈碰撞 掀起一片尘埃 然而 二长老的修为 和于妙琴 陆雨亭同级 虽然在恋神进出 期待了不少时间 但还是架不住 他们两个的同时进攻 待尘埃落定 于妙琴和陆雨亭 却是傲然而立 而五长老竟是闷哼了一声 随后朝地上掉去 最后 砸在了地上 痛苦地蜷缩着身子 是 师弟 二长老惊愕地 看着下方的五长老 于妙琴冷冷地说道 一个林海静也在装算 死有余辜 陆雨亭补充道 我们虽然无法匹敌你们的力量 但我们有的是勇气和信念 就算死 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大长老怒道 既然这样 我会让你们死得更惨 来吧 于妙琴和陆雨亭相视一笑 他们知道 这或许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战了 但他们的眼神中 却没有丝毫的聚色 只有坚定和无畏 大长老在自己的右手手心处 轻轻一滑 一滴血便飘了出来 接着他寄出了一张符露 血 滴在了符露上 争 一声响 符露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波动 连海水以及岸边的沙都扑腾了起来 大长老滴喝了一声 那符露瞬间燃烧了起来 化作一道血色的流光 朝于妙琴和陆雨亭急驰而去 小心 于妙琴和陆雨亭同时喊道 随后他们二人齐齐地出手 各自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但那血色的流光实在太快 眨眼间便已冲到了他们的身前 扑扑 血色的流光 穿过了于妙琴和陆雨亭的身体 下一刻 海域之中突然掀起了一道滔天巨浪 紧接着 巨浪中有一只巨大的触手冲天起 似乎他才是在这一片海域的主宰一般 大掌老低吼 让这海浪吞噬了你们吧 于妙琴和陆雨亭的身体 因为被流光击中 所以猛地吐了一滩血 身子也变得虚弱无比 如今面对着那滔天般的巨浪 更是无法应战了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雨亭 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我也是 说着 他们闭上了双眼 感动我的人 活腻了 就在这时 一道霸气的声音从北海之兵传来 第207章 林剑阵的恐怖威力 于妙琴和陆雨亭眉头一皱 不过 下一刻 他们便昏死了过去 身子往下坠落 眼看就要 掉到沙滩上了 护得一道柔和的力作用在他们身下 将他们缓缓地拖住 与此同时 那翻腾而起的海浪 竟然咔咔咔地开始结冰 几个呼吸间 就全变成了冰 这一幕 看得暗海族大长老和二长老的脸上 都忍不住露出了惊讶之色 要知道 大长老的修为 可是恋神境中切 连于妙琴和陆雨亭 这两个恋神境初期的 都拿他没办法 可是现在却是被人轻而易举的 将招式给冻住了 两个长老急忙看了一眼北海之兵 确实没有看到人 显然人未到 声音便到了 先生夺人 在找我吗 忽然 那道霸气的声音 出现在了两个长老的身后 他们急忙转身一看 赫然看到了一位年轻人 你是谁 二长老下意识地后退了一点距离 不过 当他看到夏北辰的境界 距离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时 那玄之的心 放了下来 然而刚一放下 他就听到沙滩上 有北玄那边的人喊道 快看 是我们的名誉长老来了 是名誉宗主了 现在的夏北辰 不仅是玄清宗的名誉长老 还是清兰宗的名誉宗主 而且 有些刚入门不久的弟子 还是他推荐 或者引荐过去的 尤其是玄清宗的一些弟子 当初是夏北辰和叶云星 在清禾郡招星石招的 几个月的时间 便有部分人 前来支援北海之兵 精神可嘉 夏北辰看了一眼中人 说道 受伤了的 实在累了的 往后撤退治疗 这里交给我 此话一出 那些受伤的 却是没有丝毫地撤退的意思 而且 在两个宗门的弟子 看到他的时候 士气就立马高涨了起来 至于北海军 看到夏北辰之后 个个一反颓势 精神抖擞 杀起敌人来 更有劲了 所以 现在让他们撤退 血战到底 夏北辰大手一挥 一群蜜蜂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待他们进无尽领域休养 好的主人 另外 替我照顾好于妙晴和陆雨婷 夏北辰说着 给他们两个人 各自服下了一枚丹药 身上的血迹 立马消失了 原本有些惨白的脸色 也恢复了正常 用不了多久 就会变回原来的红润 师兄 怎么办 二长老 自从听到夏北辰的身份后 便心里有些没底了 虽然他们之前 没见过夏北辰 但是却听过夏北辰的事迹 一人之力 灭了十来个门派 而且还是一夜之间 虽然那些门派 可能是个二流 甚至三流的货色 要知道 夏北辰哪怕是现在的境界 也才灵丹境 更别说之前 他灭那些门派时 境界更低 怎么 想打退堂鼓了 夏北辰看着他们 说道 我刚回来北海之兵 不陪我玩了吗 上次你们那个尊者太没去了 一下就挂了 此话一出 暗海族大长老和二长老 身子猛的一顿 好一会后 大长老颤抖着说道 尊者是你所杀 夏北辰淡淡地回道 间接 只是用了些计策 不过 他应该算自杀吧 是他自己服下那些丹药的 哦对了 林药岛是不是没了 忘了告诉你们了 林药岛是我一箭劈沉的 两位长老顿时张大了嘴巴 瞪大了双眼 他们心中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 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心机深沉 实在不是泛泛之辈 不过 冷静了下大长老说道 过去你灭的那些门派 修为最高 也不过林海静大圆满 我师兄弟二人都是炼神镜 尤其我是炼神镜中气 我就不信 你能奈何得了我们 夏北辰嘴角一撇 淡定地说道 好 我让你们两个人一共三招 用不着 大长老拒绝道 没想到 既然这么傲娇 那就成全你们 夏北辰说完 手轻轻一挥 哐当 那凝结成冰的海浪 忽然破碎了开来 还未等大长老和二长老反应过来 那破碎了的冰块 像箭矢一样朝他们急驰而去 大长老和二长老 急忙在自己的身前 系起了一道防御盾 然而 没有丝毫的抵挡作用 冰块 直接无视了 咎咎咎 无数的冰块 瞬间没入了他们两个人的身体里 两个人的动作猛的一顿 哇 炼神镜出气的二长老 气血翻腾 结果忍不住吐了一口血出来 修为高一点的大长老 则比他要轻一点 不过也依然是受了伤 不禁打 夏北辰摇了摇头 嘲讽道 没意思 你 大长老捂着胸口 随即嘶吼了一声 紧接着口中念念有词 夏北辰听不懂他在念什么 不过 却知道 这家伙一定是在念咒语 很快 夏北辰下方的海水里 有远极近地聚集了不少黑影 低头一看 赫然发现是一些海洋生物 哗啦 一头鲨鱼一跃而出 朝下北辰张开了那血盆大口 露出了尖刺的牙齿 夏北辰则手绝一掐 一个法阵便打在了他和这头鲨鱼之间 蹦 鲨鱼一头撞上了法阵 他也因此被阻挡了进攻 夏北辰及时地祭出了一枚内丹 大长老和二长老一看 这不是他们提供给灵耀岛 作为输送媒介的那枚内丹吗 没想到被夏北辰给拿走了 内丹光华大盛 并与星玄之树融合 散发出来的星光朝海里洒去 原本暴躁的海洋生物 立马就安静了下来 最后 他们身上的暗紫色光芒被青光取代 夏北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 化解了他们的攻势 还你一招 夏北辰祭出了自己的剑 赫然使出了当初在灵箭谷所得的灵箭阵 顿时 无数的剑朝暗海族的人飞去 但是 还有一把巨剑 从灵箭阵里出现了 目标很明确 暗海族的大长老和二长老 他想试试 这传说中 让通天境都要忌惮几分的灵箭阵 能否把对方两个人干掉 大长老和二长老 看着巨剑朝自己袭来 互相提醒了一句后 他们边往两侧跳开 然后朝不同的方向飞离战场 这过程中 已经有不少暗海族的人 被那些小箭击中 修为低点地 直接掉入海里 血浆海水都染红了 一些鲨鱼一口一个 让他们变成了自己的食物 而修为高点地 则拖着残缺的身子 拼命地往外逃 巨剑在大长老和二长老 分开逃离的时候 剑身一横 猛然一扫 这尺寸 够他们喝一壶了 而巨剑横扫之中 海水翻腾又怒吼着 天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大有毁天灭地之势 这灵剑阵的威力 可是会随着下北城 修为的提升而增强 如今灵丹静的他 让这剑阵多了些恐怖之色 哄 巨剑扫中了两位长老 并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第208章 四万人质的归宿 两道哀嚎声都被掩盖了不少 当海水归于宁静 天空恢复安宁 暗海族的两位长老 已经不见了身影 插都不上 至于那些暗海族的人 也死了大半 下北城立马在四周 布了一道星光阜 你们的两位长老已死 缴械投降者 不杀 有人犹豫了起来 有人则不信邪 继续跑 结果碰到了星光阜的边缘 扑的一下 人便散成了无数的血污 最后被星光净化掉 就这样 这些不信邪的人 也是扎都不上 活下来的人 立马放下了尊严 纷纷放下武器 求爷爷告奶奶的请 夏北城饶命 夏北城命令自己这方的人 将这些投降的拿下 双方战损都不小 暗海族这边活下来 投降的有四万 而北旋这边 留下来拖住暗海族的人 只剩下一千了 就这样 又折损了两千 要不是夏北城及时赶到 恐怕这两千 都得全部交代在这里 投降的三万人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堪压也是个大问题 毕竟现在北旋主力 还未达到 至少得明天下午还能到 于是 夏北城索性在 北海之兵不远处 用了一座小岛来囚禁他们 而这样做 自然也会有人动歪心思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不少人 想要悄悄地下海游走而逃跑 对此 夏北城早有先见之名 他悄悄地在小岛的岸边 步了一圈法阵 一旦有人踏出一定的范围 就会触发法阵的攻击 轻则残疾 重则身亡 所以 几个时辰过去了 剩下的人都老实了 夏北城在岛上指定了一个人 让其送一封信 给他们的组长 这封信 自然也是劝详的 那便是暗海族投降 结束两族的纷争 并且将族人打散 内迁到天穷大陆不同的地方 此外 焚毁暗海族阴邪的修炼典籍 后代改为修习北旋的典籍 其实 夏北城的想法和要求 也算简单 那便是分化他们 再同化他们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华夏 不就是这样的吗 信让这人带去之后 夏北城看着经历了战争的北海之兵 他万万没想到 南疆的战役 竟然没有这里一半的激烈 吩咐北海军将阵亡的将士 找了一座山这一块墓地 将他们掩埋起来 并开了一场追悼会 第二天下午 北旋主力军与夏北城 及北海军会合 并成兵北海之兵 这正是 攻灭暗海族 绰绰有余 经过了一天是治疗 于妙晴和陆雨婷 虽然还在昏迷中 但伤势稳定了下来 再过个一两天 便可以醒来 恢复如初 其他的伤者 则全部从无尽领域里 带了出来 伤情也稳定了 只是夏北城 调他们到后方 去再休养一番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实战 夏北城的境界 也提升了 赫然是直接从 灵丹境初期 到达了灵园境初期 这让不少人都大吃一惊 不过见惯了夏北城 不按常理出牌的披星 倒是淡定得很 而经过了两天的调查 白糖的情报机构 摸清了暗海族的老巢方向 并结合了对人质的审讯 确定了具体的位置 披星眺望起了北海海域 副宗主 这暗海族会听劝吗 为等夏北城说话 杜子藤对他请应起来 副宗主 要是暗海族还未回复 我便带人端了他们的老巢 亲自将他们族长绑来见你 夏北城看了一下天色 然后说道 距离回复的最后时间 还有一个时辰 再等他们一个时辰 又何妨 再说了 他们有近四万人 置在我们手里 我就不信他无动于衷 就这样 夏北城他们 又等了一个时辰 就在夏北城 即将派杜子藤 率领几万人马 前去端了暗海族老巢的时候 那送信的人 回来了 夏北城让他将回的信递过来 对方却是一边颤抖着身子 一边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 我们族长 没 没有回 回信 什么 披星不悦地问道 什么意思 族长说 说 说什么 他说 为了暗海族 牺牲是光荣的 此话一出 夏北城和披星等人 面面相去 就连杜子藤都忍不住愣了下 随即他嘀咕道 四万人 说不要就不要了 哪怕是以前的我们 都不敢这样 杜子藤话音刚落 那人身上忽然冒出了一缕暗紫色的烟雾 小心 夏北城眼疾手快地 在他们和这人之间 加了一道防御结件 只见那人表情开始痛哭起来 面部也扭曲了起来 救 救生的欲望 驱使他向夏北城求救 然而还未等他说下一个字 便爆铁亡了 夏北城只好使用心弦之术 将暗紫色的烟雾驱散 看来 他们族长在他体内 中了一种可以引爆的魔毒 由于现在 就在囚禁暗海族人质的小岛上 所以他们的对话 不少人都听见了 听到族长放弃了他们 他们脸上露出了绝望之色 更有人发疯了似的 仰天长笑 质问为什么 夏北城看了一眼他们 随后对杜子藤和披星等人下令 杜子藤率五万人 披星长老率三万人 我轻率一千人 夏北城此次兵分四路 前往暗海族的老巢 不给他们任何撤离的机会 一天后 四路军达到了暗海族的四个方向 而暗海族已经严阵以待 用他们族长的话说 暗海族已经从天穷大陆 退到了海里 再退 就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所以 死战 暗海族怎么也不会想到 前几天死战的一方 还是北旋的北海军 现在 却是轮到他们了 当暗海族的族长 率领四个护族长老 升空与夏北城这边隔空对峙时 夏北城发现 这族长的修为 依然是炼神境大圆满 而那四个护族长老 显然不是之前的那几个长老能比的 因为 他们的修为 也都在炼神境大圆满 难怪有底气不投降 这放在天穷大陆 都是逆天的存在 庆幸他们没有在天玄宗内乱的时候 发起战争 不然 现在的北旋 怕是生灵涂炭了 暗海族族长海飞师副手立地 没想到 阻挡了我族复兴大计的人 竟然是你这么一个 灵源镜的矛头小子 夏北城则说道 抱歉 在俘虏你们四万人的时候 我还是灵丹禁出奇 第209章 正式取名 武林神剑 海飞师威愣了下 说道 四万人又何妨 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 我们依然会卷土重来 说完 他便高声下令 众人听令 将这群敌人送去喂鱼 是 暗海族的人听令后 鱼贯而出 在四个方向同时和北旋大军交战 二四个户族长老 则分摊了下去 前往不同的方向支援 正面 只留下海飞师 和一部分人和夏北城 集体带来的一千人对峙 这一片海域 有大大小小的海岛数十座 真没想到 这些年 暗海族在这里 繁衍生息了那么多人 不过 夏北城还是问了一句 身边的杜子韵 子韵 你看这些人和之前战死 以及被俘的四万人 加起来有多少 杜子韵此次和白堂一起随军出征 负责情报工作的收集 调查到暗海族在方向的功劳 便是他的 杜子韵快速地没算了一遍 随后说道 好像少了起码两万 尤其是妇如 夏北城眉头微皱 看来 留了一手 杜子韵提醒道 虽然针对妇如有些残忍 但不得不说一句 唯恐将来为患 微微点头 夏北城说道 先解决眼下的事 剩下的人 我会想办法 说着 他看向了海飞师等人 继续对杜子韵轻声说道 擒贼先擒王 拿下他们的组长 和这几个护族长老 剩下的那些人 就会和之前的四万人一样投降 副宗主 我帮你一起对付他 杜子韵说着 祭出了自己的剑 夏北城看了他一眼 紫韵 你要不去帮帮其他路 杜子韵翘俏脸微红 说道 副宗主莫非是怕是拖累你 夏北城白手道 那倒不至于 我只是怕待会招数过猛 波及到你 狂妄小儿 今天就让你 尝尝爷的厉害 还有你也别想走 海飞师听到夏北城的话后 怒火冲天 本姑娘还不走了 杜子韵傲娇地转回身去 和夏北城站在了一起 而海飞师拿出了一枚丹药 就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夏北城眉头一皱 一来就嗑药 这么离谱 就在夏北城疑惑之际 一道紫光 从海飞师的身体里迸发出来 并引起了些许 空间扭曲的一响 再看海飞师 他的眼睛也闪烁着紫光 更甚的是 他的修为 竟然不是炼神经大圆满了 而是 洞天竞初七 靠 夏北城心里暗骂了一句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单要强提境界 不过 这样有利有弊 利就是实力大涨 弊 就是对自身的伤害也很大 很可能一站下来 得废 看到海飞师的境界 提成到了洞天竞初七 杜子韵大为震撼 因为 他才领海经后期的修为 对战 炼神经都很吃力 别说洞天竞了 莫慌 这时 夏北城竞是不嫌不淡地对他说道 要是怕的话 你去远一点观战 不过待会要是掉落了什么宝贝 记得及时去捡 啊 杜子韵没反应过来 毕竟夏北城现在的境界 也才凌远竞初七 虽然也知道 夏北城很多变态的对战事迹 但对手都是些炼神经 急以下的修士 现在 可是洞天竞啊 洞天竞比起炼神经 简直是爹一般的存在 杜子韵觉得 只有夜云星才能杀得了对方 然而 就在他还没回过神来之际 海水突然腾起 并聚成了一个巨大的 但既不像鲨鱼 也不像鲸鱼等海洋生物的海兽轮廓 并且 还有两只手 海兽张大了嘴巴 伸出双手 朝下北城抓去 夏北城一把推开了愣神的杜子韵 然后祭出了自己的剑 剑身一变 在他面前变成了一堵宽广的石墙 海兽的双手 很快便狠狠地击打在石墙上 发出了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夏北城赶到脚下的海水 都被震得翻腾了起来 更甚的是 还把一些无辜的 还未来得及逃跑的鱼类给震死了 海水患化出来的海兽 一声震天的怒吼发出 听的人都难受极了 夏北城都忍不住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 而他所带的一千北旋军 有人更是被这声音震得耳膜都串了 海兽再次用力摇晃着双手 去击打着石墙 与此同时 海飞师也没闲着 他催动了法术 对着夏北城身后的北旋军 发起了群攻技能 夏北城急忙使用御灵之法 调动海水 形成了一道水墙 挡在了他们前面 不过 由于对方毕竟已经是暴涨到了 洞天境的实力 这水墙显然作用不是很大 法术穿透了水墙 虽然被抵消了一些攻击力 但还是带走了几十人 尸体纷纷掉入了海里 就连杜子运都受了伤 而这时 见北旋军有折损之际 暗海族的人冲了过来 杜子运提着自己的剑 不顾伤情迎战 哄 夏北城的石墙被海兽轰塌 随即变化回了剑 夏北城回撤了一点距离 并迅速对着暗海族的人释放了零剑阵 剑如雨下 尤其的那把巨剑带走了近百人 一翻下来 暗海族死的人比北旋军还多 不过 夏北城断定 再这样下去 还没撑到海飞师的药效过期 北旋军就得覆灭了 何况 那几个户族长老 恐怕也有 可以临时提升境界的丹药 这样的话 对北旋军极为不利 小子 当真有两下 眼里闪烁着紫光的海飞师说道 你的剑不错 待我收拾你 就把你的剑收为己有 没有赞 夏北城说道 这把剑之前还没有名字 不过 我今天就再次给他的名字 然后用他来覆灭你们暗海族 倒是有幸见证了一把剑的取名 海飞师说道 也罢 你取好了名 我到时候就省事了 直接用就行 听好了 夏北城剑指海飞师 这把即将结束 你性命的剑 名叫武林神剑 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夏北城的话 手中的剑自主地发出了一声霸气的剑影 看来是对这个名字很满意 既然名字取好了 那就拿来吧你 海飞师再次去夏北城发起了攻击 夏北城则指着武林神剑 朝海飞师的那头 由海水幻化成的海兽飞去 灭 话音一落 刷的一下 剑竟然没有对海兽 造成任何实际性的破坏 夏北城有些尴尬 这才想起来 炎初法随对付洞天镜的修饰 成功率只有50% 毕竟他还没有达到灵海镜的修为 否则就可以直接无视洞天镜 及以上修为的修饰 那就再来 夏北城低吼道 灭了他 武林神剑一声剑影 迸发出了刺眼的青光 向海兽飞去 刷刷刷 剑光闪烁间 海兽哀嚎了一声 最后化作了一滩海水 调回到了海里 接着 夏北城对着那些暗海族的人 便来了一句 灭 第210章 称帝大婚 娇妻们都知道了 顿时 漫天飞剑 一轮下来 死伤无数 轮到你了 夏北城看着海飞师 灭 这一次 并没有使用武林神剑 来配合延出法随 而是直接就干 结果 海飞师身子猛的一顿 就在夏北城以为成功的时候 海飞师竟然大笑了起来 哈哈 瞧你那样 逗你完呢 靠 失败了 夏北城骂了一声 无耻 现在 该我说 轮到你了 海飞师说着 抬手在面前哗了几下 夏北城便看到 无数的紫色烟雾 会成的骷髅头 朝他和北玄军袭来 大家小心 夏北城急忙提醒 但还是有些人中招了 背着紫色烟雾 会成的骷髅头 一口咬住人之后 像病毒一样 迅速侵蚀着人体 很快变人不忍 鬼不鬼的 最后丧命 而掉入海里 夏北城见状 祭出了那颗内丹 结合了星弦之术的 星辰之力 让其释放出流光 很有用 邪不压正的原则下 那些紫色烟雾的骷髅头 被驱散了 并继而朝暗海族的人攻击 流光闪动 甚是好看 但却杀人果决 就这样 双方在两位十里牛人的攻击下 形成了一定的拉锯战 你杀我的人 我杀你的人 海飞师见到内丹 已经被夏北城用得非常熟练了 便产生了抢回来的念头 于是 朝内丹掠去 看着他的举动 夏北城嘴角不禁上扬 机会来了 掠夺 夏北城一声轻贺之后 海飞师赫然发现 夏北城施展出来的功法 竟然跟他的一模一样 海水巨兽 紫色烟雾骷髅头 他刚才施展过的功法 全部来了一遍 暗海族的人 经过一轮洗礼 损失惨重 这边加起来 已经不足一千人 就连海飞师都受了重伤 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滩血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夏北城 这个只有凌云镜初期的年轻人 竟然跨越了三个大境界 将他击伤 再问你一遍 夏北城冷然问道 投不投降 海飞师长着血嘴笑了起来 投降 没门 就算是死 也要把你们拉着陪葬 夏北城喝道 你远心看着你的族人 为了你的一时愚蠢 而葬身大海 别忘了 还有近四万人在我手里 你有本事都杀了 哈哈 海飞师激进疯狂的状态 你特么的 疯子 夏北城骂道 既然这样 那就结束你了 刚刚的 延出法随失败了 这一次 灭 一声灭出口 海飞师身子再次一顿 这一次 他的神情都变了 不甘 无奈 愤怒 愤恨 满脸写着复杂二字 闷哼了一声后 他的身子被紫光穿透 最后身子破碎 纷纷纷掉下海里 呼 夏北城输了一口气 要不是 他发现对方的灵力 因为强行晋升到洞天境 到现在有些枯竭了 还不一定能成功呢 虽然延出法随 有着百分之五十的几率 但指不定前两次会失败 后两次才成功 你们组长已死 投降着不杀 夏北城高声喊道 修为不到林海静的 纷纷投降 少数林海静的 还在负于顽抗 被夏北城给解决了 另外三个方向 由于几个护族长老 都通过丹药暴涨到境界 所以 北玄军进攻起来有些吃力 甚至北玄军 也陨落了不少林海静的将领 就连披星都被打回了原形 受伤的同时 以命相搏 才把他要对战的 暗海族护族长老给击杀 解决了暗海族的族长海飞师后 夏北城驰援另外两个方向 最后靠着掠夺和延出法随的几率 将他们击杀 族长和护族长老纷纷丧命 剩下的人间大势已去 便放下了武器 投了降 经过一番清点 还有两万人 由于战斗激烈 北玄这边损失的人 超过了三分之一 所以算不上大胜 撤军之前 夏北城下令将这些岛屿上的建筑 悉数摧毁 并将岛屿移为平地 经过此番战争 夏北城没有急着班师 而是在北海之兵修养 毕竟 伤了不少人 他要再次替这些人疗伤 同时带着大家 重建北海之兵 修养了半个月后 夏北城命令 已经痊愈地批心 带着北玄主力回去 原来北海军 则继续驻扎在北海之兵 至于他自己 还有事要做 那便是暗海族的两万多妇孺 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夏北城找到了暗海族 那两万多妇孺 为了安定 夏北城没有对暗海族投降的人 采取强制措施 而是用了安抚政策 并将暗海族的族民取消 毁掉了他们的功法 让他们融入到北玄的生活里 又经过了三个月时间 夏北城已经是 灵海旌大圆满的修为 而这期间 北玄肃清了 天穷大陆边缘地带的一些 不愿归降的门牌 至此 整个天穷大陆 都掌控在了北玄手中 大一统的时机到来 叶云新宣布建国 国号大学 自称天玄女帝 不起用年号 年号留着下一任皇帝来取 并在天玄宗 往南百里之地 营造都城和宫殿 夏北城晋升天玄宗宗主 担任天玄女帝顾问 不在朝中任职 并对一众官员 进行了赤封 又过了半年 都城和宫殿竣工 登基当日 接受了百官朝贺的叶云新 坐在龙椅上的忽然作呕 御医急忙上前号卖 恭喜陛下 恭喜夏宗主 陛下害喜了 而且 已一个半远 顿时 朝堂炸开了锅 叶云新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难怪好朋友 推车好些日子 这时 披星上奏 恭喜陛下 还请陛下与夏宗主 择日完婚 其他人随即纷纷附和 早在覆灭暗海族的时候 大家都有意无意地问过 两个人什么时候成亲 得到的回答是 天下一统 建国登基之后 没想到 进展如此之快 这时 戴月禀报 陛下 今早晨听闻 小雨 秦雅 妙晴 雨婷也先后有喜 尤其小雨 秦雅也是一个半远 而妙晴 雨婷刚开始有运反 好家伙 多子多福的节奏 夏北辰和叶云新 互相看了一眼 都不禁脸色一红 自从上次出征 暗海族之前 夏北辰 叶云新 小雨 秦雅 有过大被通眠的 第一次后 便时常这样 所以 一个月前 竟然都中了 至于另外两位 则是独自过着 两人世界的时候中的 皮星笑道 既然这样 那就一次性把清成了 就这样 刚沉浸在 开国的喜庆中的大悬 迎来了一场 旷世大婚 夏北辰一次性 迎娶五位角色女子 一年后 五位妻子再奶着娃 夏北辰 则对着天空发呆 北辰 你在想什么呢 拿好娃的叶云新 走到了他身边 夏北辰看了一眼 他和另外四位妻子 我有个事 要告诉你们 五位妻子 齐刷刷地看向了他 什么事啊 夏北辰回道 我原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不料五位妻子听后 并不惊讶 这倒是让夏北辰惊讶了 你们 给点反应啊 我们这样就是反应了啊 五位美女齐声回道 叶云新笑了笑 说道 北辰 实不相瞒 我们早就发现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哦 夏北辰眉头一皱 叶云新直言道 你穿越来这里 并非偶然 而是被选招了的信任 夏北辰撇了撇嘴 搁着玩数码宝贝呢 不久前 天空飘来了一道卷轴 上面记载了 如何回你蓝星的方式 叶云新说着 看向了小雨 小雨走了过来 将卷轴拿了出来递给了夏北辰 夏北辰看后 心中大血 有了这个方法 就可以来回两个世界了 你不看看 是谁给的卷轴吗 这时 秦亚 于妙秦 陆雨婷 齐声提醒道 夏北辰带着好奇 找了找卷轴有没有字 结果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三个小子 赫然是 叶北辰 靠 看着这个和自己同名的家伙 夏北辰忍不住吐槽了一番 感情当时在叶北辰的悠然农场 被基用篮球砸了脑袋而穿越的事 并不简单啊 这家伙 不行 回去后 必须去他的农场 杀牛仔羊炖鸡汤 给五个媳妇补一补 三日后 蓝星华夏 哇 这是什么 跑那么快 里面还有人 咦 他怎么对着一个小方块说话呢 天上飞的什么啊 那墙上怎么有人在动啊 一连串的问题 问得一些路人 忍不住向他们看了过来 赫然看到五位角色的美女 一边抱着娃 一边对着一位男子问道 没想到 回到来的夏北辰 样貌竟然恢复到了穿越前的样子 毫无违和感 夏北辰看着五位娇妻 好了 先跟我回家 见见你们的公公婆婆 离开家两年多了 甚是怀念啊 全完完 变得舞